你是个不太正经的佛门弟子 不仅偷偷饲养魅魔触犯女界 甚至还私自修炼魔道功法 只因你获得了犯戒就变强系统 辱骂方丈犯妄语界 奖励装逼技能佛光普照 一举突破九尾天狐的千年道体犯色界 奖励神通金刚强魔印 就在三年前你穿越到这方世界 方丈跟你说只要镇守炼妖塔三年 就能成为地藏佛门的内门弟子 而在罪州地藏佛门是最强大的势力 为了混个最强势力的编制你妥协了 可如今三年期限已满 却不见方丈来接你 于是你直接开骂秃顶的骗子不舍心用 就在下一秒犯件系统激活 只要触犯佛门清规就能不断变强 与此同时一座宏伟的大变种 青瑶 我要你前往练妖塔助脱壳 青瑶眼中闪过一抹惊讶的光芒为难道 尊上 那练妖谷外有地藏王的浮光 我等妖王只要靠近百里便会魂飞扩散 无需担心 尊上开口打断 紧接着抛出一块紫色玉牌 你持此牌便可自由进出谷内 青瑶伸手拿向紫色玉牌眼中闪过一道惊喜 却听尊上再度开口 不过此牌使用是有代价的 激活使你的修为会被压制到凡人境界 闻言青瑶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以凡人境界强闯恋妖谷不就是找死了 尊上似乎是看出了青瑶的疑惑不由开口 如今看守恋妖谷的只是一个九瓶小僧 你乃九尾天狐天生魅火无双 只要委屈求全便可杀掉他 届时炼妖塔无人可守 本尊那屡原神残念便可破风而出 三天后的炼妖塔下你累得直喘促起 不骂了实在骂不动了 这三天你尝试了各种范节 从系统那里获得了数以万计的宝贝 可获得的都是辣条干脆面这些垃圾食品 就在这时你忽然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味 想到自己已经很久没开会 于是就追着香味出了炼妖篝火堆旁 一位衣着有些凌乱的少女 在不停地翻转动 少女察觉到有人靠近 仿佛一只受惊的小兔般蜷缩起了身子 还拿出一柄闪着寒光的笔绳 你是什么人 不要过来 她的声音楚楚可怜 搭配上那一张完美无暇的面 足以让任何雄性生起爱怜之心 然而你的目光始终没在她脸上停留超过一秒 全程都落到那只烤鸡上 这让少女有些气毛 但一想到你也活不了多久 火气也就被按了下去 许久后你依不舍地将视线移开 这才注意到篝火堆旁还有一个人 便疑惑地看向少女道 这里是我地藏佛门禁地 你是什么人 来这里做什么 这女人长得太妖媚了 但跟烧鸡比起来 你还是喜欢烧鸡多一点 女子被你这么一问连忙道 我不知道这里是佛门禁地啊 我跟随父亲进山打猎不小心迷失了方向 女子说的话你其实全部都没有听进去 你的注意力再次被烧鸡吸引 因为这回烧鸡正被烤得滋滋冒油 你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少女见你目光一直停留在烧鸡上 于是小心地说道 小师傅这里没有其他人 你若是喜欢这只鸡就送给你了 说着将烤鸡从篝火上拿起地下 你也不客气 快步上前将烧鸡从少女手中接了过来 看见你被烧鸡吸引得五迷三道的样子 少女眼中流出一抹寒光 心说吃吧吃吧 等你出饭婚戒我便送你上路 少女就是乔庄之后的湖族妖王青瑶 这烧鸡是他载的一只高等鸟吃妖兽 妖兽血肉本就是天地滋补的大好食材 对低境界生物有难以言明的吸引力 而你此时撕下一只鸡腿塞进了嘴里 还难难道好吃真好吃 看到这一幕轻咬眼睛眯起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心想你饭界比他想象的还要容易 待会佛成将零食 你会失去佛光碧佑修为溃散 他完全可以轻松地将你杀死 而你一口鸡肉下肚杀那间系统的声音传来 检测到宿主违反婚戒奖励五年修为 一股磅礴的力量涌入了你的经脉当中 吃肉还有修为奖励 你惊喜不已 于是又拽了一块鸡胸肉塞进嘴里吃了下去 而就在这时你看到一旁的少女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 才想起这鸡是人家的 自己这个吃相显得太霸道了些 于是私下烤的金黄的鸡屁股递给少女 你也来一口呗 青瑶则是露出一抹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心中却疑惑佛成为什么还不降下来 难不成是吃得太少了 于是他摆了摆手道 不了不了 小师傅这么爱吃还是你自己吃吧 文言你直接将鸡屁股收了回来塞进嘴里 一边咀嚼一边说道 这烤鸡太好吃了 这鸡做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听到这话青瑶眼皮不自觉地抽动了几下 你忙着狼吐鼓咽 不一会儿便是半只鸡下了肚 因为每吃下一口鸡都有修为贯注 你的脸颊多了很多不自然的潮红 而这一幕却被青瑶敏锐地注意了 面色通红是气血紊乱之下 看来这光头离佛成不远了 青瑶内心猜测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检测到宿主吃完一整只烧鸡奖励修为十年 听到这一声你双眼瞪大 按道一声要突破 只听你身上发出轰的一声闷响 五官也因为突破带来的不是皱到一起 一旁青瑶见状大喜 按道佛成终于来了 然而就在此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你原本只有九品的气息 竟然飞速增加 犹如吃了大补丸般飞速增长 净值突破到八品 这怎么可能 青瑶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佛成不是会让范界之人修为倒退吗 怎么还能助人突破了呢 可是这还不算晚 已在修为突破到八品后感觉到一股忌妒 体内的佛光自周身透体而出 这竟然是佛光 青瑶美眸当中闪过一抹惊讶 佛光不是只有品性高尚的高僧才能凝聚出来吗 怎么这个刚破了昏界的小光头也有 看着眼前的你以及显眼的佛光 青瑶眼中闪过思索 心想一定是你之前隐瞒了修为 你根本不是九品 而是七品乃至更高境界 只不过一直将境界压制在九品 现在的突破只是遭遇佛成后 修为倒退回八品的假象 狡诈的佛门突虑竟然暗藏这么一手 青瑶恍然大悟 堂堂炼妖谷重地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九品小僧把手 原来九品只是伪装出来的假象 另一边你的修为最终停留在八品中期 你将目光转移到眼前的少女身上 这才猛地想起对方是迷路来到此地 便指了指南方开口道 施主 此处往南走上师里便可寻到人烟 小僧谷内还有一些事情 您且自行离去吧 说罢你转身便向练妖谷伸处走去 看着你离去的背影青瑶回过神来 若让你离开他任务可就彻底倒杂了 惹怒了尊上整个胡祖可能都会迎来弥天大火 青瑶眼中留过一抹坚决 暗道只能动用魅惑神通了 小师傅 青瑶冲着你的背影叫了一声 魅惑神通也在无形间释放出来 你正在回味唇齿间残留的肉香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下意识转头看去 却见女子青瑶下唇开口道 还有一件事要麻烦小师傅 我之前从山坡上摔了一下腿好痛 现在走不了路了 不知道为什么 你只觉得此时少女的声音变得十分的悦耳动听 隐隐辽拨起自己的某处心血 你独自在练妖谷生活三年 没点外伤本事 傍身坟头草早就三寸高了 你转身走到少女身边问他 哪边疼 青瑶坐在地上微微掀起裙脚 这儿疼 青瑶指了指自己右腿小腿位置声音楚楚可言 你看着只感觉口干舌燥 深吸一口气伸手出向女子指的胃脸 见状青瑶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我不信色知界大成你还能躲得过 佛门戒律也有大小之分 犯了婚戒顶多是小成修为倒退 而若是犯了色知界 那将要面对的可就是大成 大成之下便是功德傍身的高僧 也得佛心破碎 另一边你抬起青瑶的小腿捏了你 顿时让你心生连衣心脏扑通扑通狂跳 丁 宿主接触女子肌肤泛下色知界奖励修为三年 无形的力量如潮水般涌入你经脉之中 感受到修为境界缓缓提升你欣喜不已 脸上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一样 手掌不断向上骂撒 这还不够吗 青瑶眉头皱了起来 难不成是这和尚定力太强一点邪念都没有 佛门触犯佛界都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僧人必须是怀有邪念 若是心无邪念便是做了违反戒律的事也不会有大碍 反正都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 必须要把邪念勾出来 青瑶想到这就全力催动其魅惑神通 小师傅我好热啊 你被这一声吸引 抬起头跟青瑶的眼眸对在一起 杀内剑一道闪电击中你的心田 你猛地发现眼前女孩竟然那么好看 甚至比之前的金黄烤鸡还要好看呗 最后一丝理智消失 你伸手将青瑶拽进自己的怀中 不由分说一口亲在她的脸颊上 宿主严重触犯色之介奖励佛光笼罩范围乘一时 顿时你身上佛光忽然暴增至三尺 浓郁的佛光让青瑶难受至极 小师傅你放开我 然而此时的你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哪里还顾得上他说什么 青瑶此事完全慌了 他是来魅惑的可不是来现身的 只听扑子一声 接着万里无云的天空中响起一档晴天霹雳 恍惚间你只感觉一股恐怖的力量 冥冥之中锁定在了自己的身上 检测到宿主突破禁忌人妖结合触发佛怒 奖励神通金刚祥魔印修为增加50年 冥冥中恐怖的力量和系统声让你清醒过来 看着身下一脸痴痛仿佛要杀了自己的少女 你的大脑短暂当机 而此时青瑶感觉到你的动作忽然停了下来 以为佛城终于降了下来 该死的臭和尚我杀了你 他高举的匕首带着无尽愤怒向你搏梗的弱点刺取 你被这突如一击吓得不轻 下意识想要闪躲但已经晚了 青瑶含恨一击速度极快 就在刀尖即将接触到你之时 你周身忽然喷播出耀眼的佛光 匕首刺在佛光之上发出钉的一声 直接被挡得下来 青瑶彻底傻了 臭和尚刚才都那样了 明明已经犯下色质大忌 晴空霹雳都想起了怎么还会有佛光护体 而在青瑶迷惑之时 你却是直接盘坐在地上 因为系统奖励的50年修为来了 伴随着轰的一声闷响 你的修为直接来到了七品 又来 青瑶彻底绷不住了 一天之内攀升两个品阶 就算是他们妖族那些天骄也没这么快 青瑶看着你眼中怒火喷雨 可是被压制到凡人境界的他却没办法报仇 至于任务 自己身子都丢了东奈何不得这和尚 还完成个鬼的任务 臭和尚你到底是什么人 敢不敢报上名号 青瑶冷声问道 这话该由平僧来问你吧 此时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 通过系统你得知眼前的女人竟然是一只妖物 你是合妖 来我练妖骨有何目的 又用了什么妖术迷惑平僧心智 你好奇问道 想知道我的身份你还不配 青瑶羞愤道 脚尖轻点向后飞对 他步伐迈出了残影速度飞快 想走 说话间你双手交叉飞快掐出一个手印 与此同时你的瞳孔瞬间被染成金色 金刚降降魔印 此言一出你手心忽然迸发出一点金芒 一股浩荡无边的意志便覆盖这方天地 这股意志的覆盖下青瑶撤退的身形都遭到实质 怎么可能 他眼中的愤怒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金句 你施展出来的这股力量竟然可以影响周边的空间 这可是五品后才具有的威能 可你的境界不过才七品 怎么可能掌握这样的力量 然而没等青瑶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却见你手中的金光形成一个古老繁杂的印记 不好 是神通 他眉眸中闪过一抹惊慌 平时一个七品放出的神通他只手就能挡下 然而在这里他浑身的境界被压制 若被这神通击中不死也要重伤 他眼中闪过一抹肉疼之死 反手拿出一块紫色令牌 臭和尚我记住你了 留下这句狠话后 他咬破舌尖一口鲜血喷涂在令牌之上 沙内间化作一颗流星向远方顿去 别溜啊 我大招还没放呢 你眼中闪过一抹遗憾 还想在这神秘女子身上实验一下金刚祥磨印的威力 却没想到这家伙溜得这么快 算了 好歹也算有露水因缘 你的声音带着一股惋惜 时间流逝转眼三天后 十万大山深处的宫殿内八大妖王齐聚一堂 所有妖王都用一种幸灾乐祸的眼神看向金瑶 而八妖王中资格最老的紫园王率先开口 你怎么办的事情 这么简单的任务都能失败 让光头犯戒可是咱们妖族的强项 堂堂妖族第一美女竟然无法让一个九品光头破解 传出去你这第一美女名号可就保不住 其他妖王也纷纷奚落起来 心摇面色一黑摇了摇头 非是我不用心 而是此行遇到的事情十分诡异 她的声音有些畅远 自己堂堂三品妖王被九品小光头戳了一下不说 对方还竟然当着自己的面连升两接 最后更是施展出了神通差点让自己阴沟里翻船 她将自己在练妖谷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事全部告诉了众位妖王 听完她的讲述众妖王脸上写满了精疑 和尚范界之后还能凝聚佛光突破境界 这种事情就算是那些人类说书的都不敢这么变 可这话出自青狐王 他们不认为青狐王在这么严肃的事情上 还有心情跟他们开玩笑 大殿内一时陷入了沉默 最终还是资格最老的紫园王开口打破了沉默 我认为青狐王极有可能遭遇了幻觉 紫园王还会说完 忽然一道尖锐的声音从殿门之外传来 什么幻觉 我看就是这只骚狐狸在撒谎罢了 却见一道红色魅影 款款走入大殿 他全身上下 瞳孔 头发 乃至眉毛 都呈赤红色 穿着一身大红霓裳 由火凤为雨制成 流光一彩 颇为不凡 看到来人 青狐眼中闪过一道厌恶光芒 银牙青狐 念出他的名字 火凤王 他们青狐一族跟火凤一族 积怨已久 双方意志不合 火凤王 一路来到大殿中央 嘴角勾起一抹细血的笑容 道 骚狐狸 这么简单的任务 你都能失败 只能说明 你们九尾一族 都是废物罢了 文言 青狐的火气疼 等一下爆发 红猫鸡 你觉得这任务简单 有本事你就去完成了 火凤王却丝毫不拒 我去便我去 不要认为 人人都是跟你一样的废物 第六章 此鼓与我佛有缘 眼见两人都快要打起来 忽然 一阵阴风席卷 空无一人的王座之上 无形的黑暗凝聚成一道黑影 仲妖王迅速起身 共同向黑影一拜 攻迎尊上 黑影出现后 青狐一颗心忽然悬了起来 这次任务失败 尊上将如何处罚自己 然而 黑影却并未理会他 而是拿出一块 带着吟吟血光的骨头 此乃无枝宝骨 蕴含无一缕意识 带上他去练妖骨 让那小和尚犯下贪剑 谁能成功 此骨便归谁所有 黑影冷声说完 身形直接消散 从始至终 都没有多看青鸟一眼 黑影离开后 众妖王站起身 刚想谈论宝骨归属 却见火凤妖王已然跃起 冲向王座 一把抓起那根血红的宝骨 此事我接了 众位便等候我的好消息便是 说吧 他整个身躯 顿时化作一道光芒 消失在了大殿当中 这火凤王 竟然如此不知廉耻 可恶 尊上的宝骨 那可是一顶一的生物 若我得到 有望迈入天妖境 该死红毛鸡 溜得真快 众妖王垂胸顿足 发出声声哀怨 唯有青鸟 暗自松了口气 反正这任务 他是不想再接了 一转眼 半个月过去 距离离开殿妖骨 还剩下一个半个月 金屋出生 一缕朝阳刺破薄雾 天地宛如被披上一层 金红色的沙衣 美不胜收 弹坐在草榻上的赵小云 睁开眼睛 结束了一晚的修炼 感受到经脉中 隐隐传来的骨障感 他眼中流出一抹无奈 还是没办法突破呀 他已经卡在七品巅峰半个月 然而 六品境界是一个大坎 非是真气足够就能突破的 这一步 需要凝聚意的力量 剑修要领悟剑意 炼气修士要领悟真意 他们佛修自然要领悟佛意 无法凝聚佛意 就算是多出一百年的修为 也无法晋升至六品境界 反而有将自己经脉称爆的风险 赵小云就是 庞大灵气聚集在经脉当中 让他浑身难受 坐卧不安 然而 想要凝聚意 需要更为高深的功法 赵小云现在所修行的 慈心经 只是地藏佛门最基础的法门 根本没有如何领悟意的方法 还有半个月 再忍忍吧 赵小云摇摇头 从系统空间中 拿出一根香烟 芙蓉王 短暂获得精神力加成 原歌精选 品质保证 横扫疲劳 做回自己 呼 一口烟雾吐出 赵小云只感觉昨晚的疲惫 一扫而空 不愧是原歌精选 洗完神清气爽 他称赞一声 穿戴整齐 给灶台做上一锅热水 准备熬粥便准备去练妖塔日常巡视一番 然而 赵小云左脚刚迈出房门 忽然察觉到一股特殊的悸动 自远处传来 他只感觉自己血液流速加快 气血暴增 原本鼓掌的真气都开始舒缓起来 什么东西 赵小云惊讶 他在练妖谷待了三年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 他望向那股力量传来的方向 眼中闪过好奇 去看看 说做就做 赵小云直接调转方向 朝着那股力量传阿里的方向赶去 进入七品之后 赵小云的速度也不可同日而语 他步履如飞 不多时便跨越几个山头 来到一处山谷 却见山谷内 站着几个身着黑衣斗篷的人 抬着一口木箱子 那 正是好从这木箱中传来的 赵小云双目微眯 谨慎地打量起了这一帮人 就在这时 一声怒骂传来 哥们的 这狗日的练妖谷 竟然能压制我们的修为 说话的 是为首的黑衣人 他长着满脸落腮狐 一脸凶响 大汉转头望向身后 有些着急的到你们几个 给我快一点 如果耽误了宝谷送达的时间 咱们几个可就惨了 赵小云修为 已经晋升到七品 这句话 被他清楚地听了下来 怪不得有这么强的波动 原来他们运送的是宝谷 他眼中闪过一道惊讶的光芒 强大妖物 浑身都是宝 骨头自然也一样 妖骨坚硬无比 可以炼制成法器 也可入药 强身健体 滋补肉身的强大功效 不过 其中有一些妖骨极为特殊 只有拥有强大血脉 或是境界逆天的妖王 以上的妖物陨落 才有可能诞生 这种骨通常有远主力量遗存 拥有种种意想不到的威能 乃无上珍宝 不明为宝骨 无论人妖 都大有增益 融合宝骨 可以伐经洗髓 改善滋质 提升血脉 若吸收此骨中遗留的力量 甚至还能觉醒强大神通 有记录以来 宝骨每出现一次 都会引得无数大势力争抢 留下无数腥风血雨 赵小云正想着 却听队伍中 一位抬木箱的人 一脸好奇地说道 大哥 箱子里究竟是什么妖族的宝骨 这几天 我都感觉修为有所增长了 大汉冷哼两声 有些谨慎地望了望两侧的山林 而后道 这可是那位妖魔之主的宝骨 不然我们干嘛要走练妖骨这鬼地方 妖魔之主 深渊 赵小云听到句话 浑身汗毛都炸了起来 妖魔之主深渊 这可是有史以来 罪州最强大的妖魔 统治罪州无数岁月的无冕之王 仅次于地藏王的主 而且其半腹身躯 都在恋妖塔下镇压 残存在世的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 深渊的宝骨 绝对是众多宝骨中最强大 最珍贵的存在 一想到这等宝物近在咫尺 赵小云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不仅是他 下面的黑衣人 听到箱子里装呢 竟然是深渊把藕缸 无不目入贪婪 大哥 如此神物 为何我们不 打住 然而 他话还没说完 便被那大汉直接打断 这宝骨 可是那位天交榜第一 火龙公子自十万大山 费了极大力气求来的宝贝 融合之后 可以获得深渊妖身 你要敢碰一根手指头 保准你全家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一听到火龙公子 所有黑衣人脸上 都闪过一谋畏惧 队伍随即安静下来 火龙公子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这火龙公子 可是妖族现今最有名的天交 号称最有希望晋升妖皇 在罪州各地流窜 造下无数杀念 地藏佛门等人族势力 曾经组织过多次绞杀 但全部失败 并且损失惨重 反而令对方鸣声大噪 一想到这 赵小云眼中闪过寒光 那么的 这群人竟然帮火龙公子 运送深渊宝谷 还有敢从我练妖谷过 真当我佛不存在是吗 赵小云冷声瞬间做出决定 他脚尖轻点 在众多参天古树之上飞跃 迅速赶上那一群黑衣人 众位施主 此路不通 伴随一声大吼 赵小云稳稳落在众人身前 黑衣人们见状 大惊失色 纷纷抽出武器 谨慎地看向他 臭和尚 你打算干嘛 阿弥陀佛 赵小云念了一声佛号 指了指装着深渊宝谷的箱子 此古与我佛有缘 还请诸位留下 第七章 掌控佛魔两种力量 众黑衣人一听 眼中闪过惊讶 和尚 你拦路抢我们的宝贝 就不怕触犯戒律吗 犯戒 赵小云一听这话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微笑 深渊与我佛幽怨 平僧到此 便是应援而来 反倒是诸位 赵小云话音突然一转 勾连妖孽 运送深渊宝谷 他说着 向前踏出一步 诸位不怕遭天浅吗 他声音骤然变冷 身上佛光爆发 宛如金刚木木 七品境界 虽然不能做到 超凡入胜那个地步 但是碾压几十个凡人 却是足够 给你们两个选择 人走 宝谷留下 或者人和宝谷都留下 见赵小云有一言不合 就动手的架势 那领头的落腮胡大汉 额头冒出冷汗 仿佛是下了什么 艰难的决定一般 对身后众人喊道 撤 一声令下 众多黑衣人 仓皇逃窜 没一会儿便消失不见 待所有人都离开后 赵小云猛地散去气势 脸上挂上了一抹喜色 迫不及待地来到木箱之前 准备打开 浑然不知 这一切 全部被人尽收眼底 远处山坡之上 一道火红身影 望着远处赵小云站在木箱前 眼中闪过一抹戏血 这和尚当真愚蠢 本王略施小技 便耍得他团团转 那里有骚狐狸 说得那么难办 这火红身影 正是抢下深渊宝谷的火凤王了 刚刚下面发生的那一切 不过是他导演的一场骗局罢了 为的就是勾引小和尚犯下贪剑 抢夺深渊宝谷 他对此十拿九稳 深渊宝谷这等神物 便是妖王都无法拒绝 就算小和尚凝聚佛光 在这等宝物面前 也会生出贪念 看着山下小和尚一步步接近木箱 火凤王眼神中流出浓浓的得意 骚狐猎 足释放我主的 千年大雁 将在我手中完成 今后青狐一族 将永远被我火凤一族踩在脚下 火凤王眸光闪动 似乎已经看见了 辉煌的未来 在火凤妖王期待的目光中 赵小云打开了木箱 一股精纯的力量爆发开来 四周灵气蜂拥而至 带给赵小云一种莫名的舒畅感 他看向箱子内 扒开填充所用的上好的布箔 最终看到一根晶莹剔透 包裹在温润光芒之中血红宝谷 赵小云伸手想要拿 那宝谷却化作一道赤红光芒 主动融入了他身上 刹那间 四周灵气蜂拥而至 一股无比宏大的意志 涌入他的脑海 恍惚间 赵小云看到 一道凶逆 顶天立地 高耸入云的飓风扇乱 在这道身影面前 甚至步如一颗小石子 无数生物 包括浑身包裹在五彩流光中的神牛 缠绕雷霆的蛟龙 被升六臂的晶圆 这些看起来就恐怖无比的存在 正向着身影前程膜拜 犹如在膜拜一尊真正的神灵 身影抬头挺胸 不知在仰望什么 身上散发的胸微 凝聚成了云雾 遮天蔽日 在这道身影面前 赵小云都忍不住 生出一股膜拜之心 外界 赵小云身上 爆发出妖翼恐怖的血雾 刹那间 整个山谷的花草树木 全部枯萎 而这一幕 落到远处火凤妖王的眼中 看着赵小云 身上涌起的滔天魔气 火凤王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哼哼 本王的宝谷 可没这么好拿 谷中有我主深渊的意志 加上佛城 就算是地藏清灵 也就不了你 他设计的这一节 暗藏三处杀鸡 其一 宝谷有深渊尊上意志 融合必定入魔 其二 宝谷引动小和尚贪念 触犯贪戒 佛城降临 第三 也是最关键的第一点 这里是地藏大阵笼罩范围 有地藏佛光镇守 小和尚入魔加范戒 光一个地藏佛光 就能让他魂飞魄散 而他 连动手都不用 只需要打扫战场就可 一切如火凤王预料的那样 伴随滔天魔气涌出 地藏大阵力量汇聚 地藏王残留的恐怖佛光 锁定了赵小云 而就在此时 检测到宿主因心生贪念 融合魔骨 触犯贪剑 奖励佛光普度 伴随系统声音 赵小云脑海中 万妖膜拜的环肠颈 轰然破碎 与此同时 身上传来一股特殊气息 这气息慈悲与威严交织 像四周荡漾 玄妙非凡 不对劲 察觉到这鼓励气息 火凤妖王火红峨眉 平促在一起 眼中闪过惊疑 不 仿佛泡沫碎裂般的声音 在山谷响起 赵小云双目猛地开 双目璀璨 宛如惶惶大日 在火凤王不可置信的目光下 赵小云 轴身再次绽放出佛光 比之之前 要更加盛大 一尺 两尺 最终更是直接暴涨到了一丈 佛光璀璨 血雾滔天 两种是同水火的力量 在赵小云身上 竟然共同出现了 妖祖在上 火凤王难难 这个场景 比之前轻 说的还要更加诡异 佛光和魔器 怎么能共同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呢 眼前这一幕 已经彻底超出了他的认知 让火凤王有一种世界观 被颠覆的感觉 然而 令他震惊的还在后面 却见赵小云 双手向上一撑 喝出一声 六品瓶颈 给我破 随着这一声 赵小云身上魔器鼓荡 佛光盛放 气势猛风 双方竟然孕育出一股特殊的意念之力 直接将赵小云 推入了到了六品境界 身上爆发出一股强悍 伟岸的气息 而随着他突破 无尽灵气蜂拥而至 原本聚集的地藏佛光 竟然在他突破后 显化出一幕幕一响 天花乱坠 地永惊莲 这特么是在庆祝吗 看着山谷中 一幕幕一响 火凤王感觉世界观再次被颠覆 说好了的 地藏佛光威力无边 感应到魔器就会镇压 怎么现在在这里敲锣打鼓 好似庆祝小光头突破六品一样 突破到六品境界的赵小云 一只眼散发森森血色 一只眼盛放黄黄金光 突然向火凤王这个方向望来 在这一道目光的注视下 火凤王只感觉自己是一只蝼蚁 弱小 可怜 可悲的蝼蚁 这一望 直接击碎了火凤妖王心中 最后一点胆气 此时 他连心疼深渊宝骨都顾不上 只有一个想法 跑 跑得越远越好 他几乎是立刻便做出了决定 飞速后撤 只恨自己 少长了两条腿 所幸 赵小云此时正沉迷在突破 带来的余韵当中 没心情顾忌他 火凤王一直跑出几十里 跑出地藏大阵笼罩的范围 方才停下脚步 望着远处尚未消散的血色云烟 眼中惊疑 迟迟无法平定 那个光头 为什么能同时掌握佛魔 两种力量 还有他的眼神 为何让我堂堂妖王 都感到心界 火凤王心中闪过种种疑惑 这件事必须赶紧报告尊上 他眸光流转 迅速做出决定 身躯猛的化为一道赤红光芒 消失在天边 第八章 云星 你入魔了 炼妖谷东北方向五百里处 避风之间 红砖金瓦 雕蓝玉洞 层层鼓岔自山峰两侧绵延而上 香火远力凝聚成云 反射着金色光芒 气势辉煌 美轮美奂 这里便是威震罪周 令无数妖魔闻风丧胆的最强势力 地藏佛门的山门所在 而在地藏佛门后山 有一处广场 广场上摆放着一尊漆黑谷钟 与其他地方热闹相比 这里反而显得很清静 只有几个小和尚 在清扫广场上的落叶 就在此时 动 动 忽然 弘亮的钟声响起 刹那间 传遍整个地藏佛门 所有正在忙碌的弟子 全部停下手中的工作 纷纷向放着震魔中的天道 这个声音 是震最终 震最终响 代表天下 有大妖魔出世 震最终镇压罪周 感应天下魔气 只要有妖魔诞生 便会敲响 响声越多 代表出世的妖魔越恐怖 而在一群扫地小僧猛逼的目光中 震最终 足足响了九声 地藏佛门见了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 震最终九响 前所未有 上一次震最终八响 是妖族一位妖王晋升天妖 这次九响 莫不是又诞生了一位 堪比深渊的妖魔之主 我佛在上 最终又要卷入腥风血雨了吗 众僧一个个声音惊句 震最终九响所代表的意义 实在太可怕了 这时 有人反应过来 都别愣着了 还不快去请方丈 不用了 一道威严的传来 正是地藏佛门的现今主持 空贤 他身形魁梧 肌肉粪张 头戴宝冠 身披九宝袈裟 目光炯炯 散发着凶悍之气 见过主持 众僧赶忙拜见 却发现不仅是主持 广场之上 无声无息多处许多尊 笼罩在佛光中的身影 整个地藏佛门高手 都被朕最终的声响给惊动了 来到这处广场 这些人如同安静屹立在广场上空 一轮轮大日 骇人无比 空闲上前两步 来到朕最终前 眉头紧皱 手中不断掐算 那一尊尊笼罩在耀眼佛光当中的身影 是吓得大气不敢出 不好 忽然 空闲掐算停止 眼中爆出一团震惊的光芒 空闲 你可算出了什么 一位枯兽身影问道 空闲没有理会那人的问话 而是转身 看向练妖谷方向 是练妖谷出问题了 空闲只留下这一句 身躯顿时化作一道金光 向练妖谷的方向飞去 练妖谷外围 融合深渊宝谷 突破六平 赵小云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焕然一新 甚至可以感觉到 远处山头上 感官的提升 还不是最主要的 深渊宝谷和他的胸骨 融合到了一起 无时无刻不再洗恋他的身躯 改善他的资质 周围灵气蜂拥而至 就算不修炼 他的修为也在无时无刻提升 赵小云稍微预估了一下 现在自己的修炼速度 至少是以前的百倍 而这仅仅只是深渊宝谷 最基础的功能罢了 赵小云能感觉到 宝谷当中 还有更多潜力 等待自己挖掘 不愧是让火龙公子 这等天骄都贵求的宝物 赵小云感叹 深渊宝谷虽强 却也不是一点副作用没有 就比如他现在 透出体外的森森磨气 这磨气是深渊宝谷自发的磨气 血红妖异 走哪根到哪 惹眼得很 唯一办法就是用佛光遮盖 可佛光一出 那就是一人形自走太阳 更加惹眼 不过 这磨气没什么影响 赵小云索性也就不遮眼了 时间不早了 他抬头看了一眼时间 却发现 这一趟下来 时间已经快到正午了 该回去了 他掐断思绪 转身向练妖谷伸出而去 一路哼着歌 山间险峻的路途 赵小云如履屏蔽 不过半个小时 便回到了自己的那处茅草屋 然而 此时草屋前 却多出了一道魁梧身影 正是地藏佛门现任主持 空贤 空贤站在草屋之前 眉头皱成了穿字 他通过天机算术 掐算出那位大魔就在练妖谷 他还以为是练妖谷的封印出问题了 风风火火 马不停蹄的飞顿五百里赶了过来 却发现 练妖谷一切如常 索妖塔完好无损 封印也是稳稳当当 而他也是刚到这里 打算问问镇守在这里的云星 练妖塔是什么情况 就在这时 主持 赵小云主动跟主持打了声招呼 宁老今日怎有空来练妖谷 他脸上挂上一抹喜色 地藏佛门这些年 只有主持悬贤待他不错 也是赵小云在佛门内 为数不多 指的牵挂的人 空贤听到赵小云的声音 转过身来 问到云星 今日练妖谷可出了什么 话刚说到一半 他便卡住了 却见赵小云站在他身后 身上散发出森森魔气 妖艺无比 这些魔气 源自赵小云胸口 他能感觉到 那里有深渊的气息 死 空贤 倒吸一口凉气 云星 你身上怎么会有深渊的气息 你入魔了 听到主持的话 赵小云笑着摇了摇头 他理解主持 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判断 自己现在透体而出的魔气 只要眼睛不瞎 都能看得清楚 被认为是入魔 也是理所应当 云星偶然获得一块深渊宝骨 这深渊气息 是那宝骨所释放 赵小云说着 微微调动宝骨的力量 身上魔气高涨 一只眼睛变得通红如血 妖翼诡诀 见状 主持目录金色 深渊宝骨 云星竟然融合了这东西 怪不得朕最终会久想 他目录戒备 身上爆发佛光 警惕地看着赵小云 这时 赵小云话音一转不过 这宝骨已经被我用佛性镇压在体内 翻不起什么风了 赵小云微笑 直接运转修为 刹那间 金色耀眼的佛光绽放 笼罩赵小云一仗 将他衬托得好似一轮太阳盘 而那一缕磨气 在这璀璨佛光面前 瞬间瓦解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 这是 佛光 看到赵小云身上绽放出的 温暖平静的金色光芒 空闲眼中的震惊 犹如溃坝般涌出 再也无法抑制 他樱幕眨了眨 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可这佛光却如此真实 平和 明镜 空闲执掌地藏佛门几十年 对佛光感应 绝对不会出错 主持 这下 你应该相信 我没入魔了吧 赵小云调侃的声音 将主持从震惊中唤醒 此时 他的一切怀疑 都在赵小云所展现出的佛光面前 烟消云散 拥有佛光之人 是绝对不会入魔的 这是佛门的共识 阿弥陀佛 空闲念了一声佛号 目入欣慰 云信 你竟能凝练如此鼎盛佛光 镇压深渊宝骨 这三年定然是恪守清规 一心向佛 他声音中带着感慨 看向赵小云的目光 老泪纵横 善灾 我果然没看错你 听着主持的夸奖 赵小云嘴角却微微抽动 恪守清规 诚心向佛 他要告诉主持 自己这佛光 是如何来的 老家伙怕是当即要吐血三生 佛心破碎了 当然 还有极大概率 一掌拍死自己 赵小云自然不会说出实话 阿弥陀佛 云信只是尽了一个初恰人的本分 他与其淡然 表情虔诚 仿佛真的一味得到高僧 宿主撒谎欺骗主持 触犯妄语界 奖励 啤酒瓶 见赵小云如此 主持脸上露出一抹赞许的微笑 如今 你凝聚佛光 修为也突破到了六品 是时候出谷了 第九章 你连我一吼都坚持不住 主持保重 云星抽空 会回来看你的 跟主持道别一声 赵小云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向练妖鼓外奔去 他一个十八岁的大小伙子 在这鸟不拉屎的练妖鼓 待了三年 早就待得够够的了 如今出谷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一个字 爽 与此同时 在空闲离开后 整个地藏佛门 就进入了封山状态 所有出口一律封锁 不管是前来上乡拜访的乡客 还是门内的弟子 一律不准进出 傍晚 地藏佛门正门 威延的四门前 两排持棍武僧守护在此 他们身上散发的气息 聚都是八品 放在外界 也是一方高手 但在地藏佛门 也只是看大门的而已 带领这群武僧的 是一个身穿蓝袍 体型薛瘦的中年武僧 他正坐在山门一侧的巨石上修炼 窥然不动 散发凛冽的气息 玄真师叔 这时 几个武僧 闲来无事 来到蓝袍武僧身边 何事 玄真睁开眼 看向他们 一个武僧满脸 好奇地凑上来 好奇地问道 师叔 今天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竟然搞出风扇这么大的阵仗 对啊 今天这种阵仗 就算是论到大会 也没有过吧 没错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众僧的好奇 玄真叹了口气 道 朕最终酒饷 主持算出是练妖谷出了大问题 早已经赶了过去 死 众僧听完 接到吸一口冷气 练妖谷镇压者深渊和无数妖魔 若是出了问题 整个罪周 恐怕都要生灵涂炭 可是练妖谷有地藏大阵镇守 千年以来一直安然无恙 怎么突然今天出了问题 有人惊恐地问道 还能因为什么 玄真摇头失笑 练妖谷此等重点 只交给那九品废物云心去镇守 不出问题才奇怪 一听此言 众僧皆沉默不语 云心的废物之名 在整个地藏佛门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修炼十几年 连九品都没有突破 如果不是发现其 可以免疫练妖塔的通天妖气 早就赶下山了 而让赵小云镇守练妖谷 大家都怀着侥幸心理 毕竟有地藏大阵在 能出什么问题呢 就在所有人都沉默 祈祷炼妖谷 不要酿成大祸的时候 一道悠闲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哟喝 大伙都聊啥呢 怎么都苦着脸 众人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却见一年轻小僧 背着一个包袱 出现在他们的视线当中 云 云熙 一位武僧 颤抖着叫出了来者的名字 声音中带着恐惧 只因为那小僧身上 正喷勃着肉眼可见的血红魔器 这些魔器散在半空 积聚成云 诡异无比 毫无疑问 来者正是从炼妖谷 匆匆赶回地藏佛门的赵小云 看到赵小云 尤其是他身上冒出的魔器 不好 玄珍蹭了一下从巨石上站起 大吼道 云心入魔了 所有人一起结阵 将他擒拿 一声令下 正门所有武僧 都抄起武器 然而 他们只敢拦在赵小云前方 却无一人敢动手擒拿 凡入魔者 实力通常强大无比 且拥有种种诡异的手段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丧命 而且 赵小云身上散发的诡异魔器 即便隔着老远 都给人一种心惊胆战的质感 不用担心 见状 玄珍出言安慰 云心入魔前只是九品 就算是入魔 也强不到哪里 而等放心 随我一起擒拿 玄珍说着 主动领队 将赵小云包围的水泄不通 主委师兄弟 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众人的交谈 自然瞒不过赵小云 他出言誓意众人冷静 想解释自己身上 这滔天魔器的来历 可他辩解的话还没出口 便被玄珍直接打断 不要听他的胡言乱语 玄珍抱贺 目光冰冷地看向赵小云 云心 这里乃地藏佛门 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说吧 他向前踏出一步 双掌之上轰得染上一层惊艳 佛一化形 这是六品的象征 玄珍是说 我真的不建议你跟我动手 不然伤到你就不好了赵小云声音无奈 玄珍跟他虽然同为六品 但融合了深渊宝谷的他 战力远超同阶 搭配上金刚降魔咒 就是五品都不见得能从他手里过一招 更别说只有六品的玄珍了 玄珍不理不顾 摆出佛院长的架势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大言不惭 你以为你入魔了 就是我的对手 看招 玄珍大吼一声 挥拳向赵小云攻了过来 唉 赵小云无奈叹了口气 激活深渊宝谷 滔天魔力散出 对 这一声宛如一尊魔神嘶吼 一圈无声气浪 暴散而开 犹如惊涛骇浪 玄珍掌上的惊艳 被这一声大吼 直接熄灭 他整个人连带直接被震飞百米之远 看着玄珍倒飞出去 包围着赵小云的众僧 眼中纷纷流出惊恐 六品的玄珍 连赵小云一声大吼都扛不住 他们留在这里 那不就是纯纯送菜吗 不知道是打的头 所有人仓皇向后退去 唉 赵小云看着仓皇后退的师兄弟 赵小云收起魔气 苦笑一声 我真不想这样的 眼下 已经是他收力的结果 如果全力出手 刚刚那一声大吼 直接能将玄珍活活吼死 可哀哀 玄珍从地上爬起 重重地咳嗽了几声 看着赵小云 眼中闪过惊骇 这还是他从前认识的那个废物吗 仅仅是一声大吼 就能击败自己 这就是入魔者的强悍吗 他第一次 感受到了入魔者的强大 同时也感受到了弱者的悲哀 芸汐 你休要猖狂 他双拳紧握 咬牙怒吼道 我这就去那门求空子被长老支援 必定将你镇压 玄珍说吧 一个转身 迅速逃入大门之内 看着这一幕 赵小云脸上苦涩更甚 完了 这下更难解释清楚了 第十章 深渊与我佛有缘 玄珍逃开之后 剩下一众五僧 虽然还守在山门前 却只能勉强保持住阵势而已 赵小云往前一步 他们往后退一步 不敢跟赵小云有近距离接触 我说各位师兄弟 我真的没入魔 你们要怎样才能相信 赵小云辩解着 可众僧脸上表情只有两个字 不信 赵小云现在的表现 妥妥的入魔 不然 怎么突然从一个修炼十几年的废物 一转成了仅靠一声大吼 就能击败六品境界的玄珍 还有他身上 那一层不祥的诡异魔器 他说自己没入魔 那不是把大家当傻子糊弄了吗 真的是主持让我回来的 你们一定得相信我 赵小云说着 下意识向前迈出了一步 芸汐 你 你别往前了 要不 我们就 不客气了 一众武僧脸 说话声音颤抖 但表情好似要哭出来一样 赵小云带给他们的压力 实在太大了 待在这里的每分每秒 都是煎熬 就在这时 忽然一声大吼 从天空中传来 众弟子勿慌 众僧同时转头 看向天空 却见一轮轮包裹在佛光中的身影 自远处而来 犹如从天而降的大日 刹那降临在山门前的广场上空 其中一轮光芒消散 显露出一道枯兽身影 双目惨白 身披红底金纹六宝袈裟 散发强悍的气势 一赴得到高僧的派头 空目长老 众弟子看到双目惨白的老僧 脸上露出惊喜 云星见过空目师叔祖 赵小云也客气地跟空目打了个起手 这位空目长老 可是空子被长老中的强者 修为高达四品 更坚恋有天眼神通 镇压妖魔无数 威名远扬 空目落地 见中弟子无视 心中暗松了口气 紧接着 他惨白的双目 望向赵小云 见他身上散发出的血红色的诡异魔气 当即眉头紧皱 他修为高达四品 精力丰富 远非一般人能比 能感觉到 赵小云身上的魔气 不是一般魔气 更像是 深渊 想到这 他倒吸一口冷气 惨白的双目 忽然爆发出一道金光 天眼通神通发动 看向赵小云身上 魔气传来不韦 却见魔气的来源 正是赵小云胸口处 一根血红色的胸骨 空目惊呼出声 什么 一听到深渊宝谷这四个字 天上那些包裹在佛光中的强大身影 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惊呼 怪不得云星竟然能击败玄真 原来是 融合了深渊宝谷 深渊宝谷 这东西怎么会出现 不必多说 我等一起施展佛光 众位长老你一言我一语 呈环形大阵 居高临下 身上佛光暴涨 佛光是最克制妖魔的东西之一 见状 赵小云也觉了辩解的心思 阿弥陀佛 他念了一声佛号 双手合十 修为运转 顿时 身上绽放出璀璨的金色佛光 而他散发的那一缕缕魔气 在这璀璨的佛光下 也如同被投入烈焰的残血 快速消融 这光芒温暖 平和 一出现 直接笼罩在赵小云方圆仪仗的范围 在佛光的衬托下 赵小云如同一尊惶惶大日 神圣超凡 这 这怎么可能 空木看着赵小云 发出不可置信的惊叹 融合深渊宝谷 这等天下一等一的邪物 可这种观念 却在赵小云身上被打破了 而且 这佛光真实无比 绝不是魔道那种虚假的幻觉 这样原本准备施展佛光 镇压赵小云的众位长老 也都傻眼了 融合了深渊宝谷的赵小云 竟然还能展现佛光 而且是普照级别的佛光 他们的佛光 也不过能透体几尺而已 而赵小云佛光 竟然能笼罩仪仗的范围 比他们的还要璀璨耀眼 这还谈个屁的镇压 要镇压 也是他们被镇压吧 众长老呆愣的当口 赵小云调侃的声音传来 众位长老 这下应该能听我好好说话了吧 这一声将空木从镇中唤醒 云星 这就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身上融合了深渊宝谷 还能还能绽放佛光 面对众位长老的疑问 赵小云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念了一声佛号 这深渊宝谷 来我偶然获得 为了避免疑惑事件 造下无穷杀念 便决定依靠自身佛性 将其镇压在体内 赵小云说话的时候 一本正经 满脸严肃 检测到宿主撒谎欺满长辈 触犯妄语界 奖励 可乐一听 如果没有系统拆穿 赵小云甚至自己都信了 而听完赵小云的解释 最重要的是 赵小云身上 那璀璨无比的佛光加持 众长老眼神中警惕怀疑 方才有所消散 短短三年 你竟然可以做到 以自身佛性 镇压深渊宝谷 当真令我等刮目相看 主持果然没看错 云星你会跟身众 与我佛有缘 有你在 我地藏佛门 有希望再填一尊罗汉 一众长老感慨地说道 且慢 然而 并非所有人都相信赵小云的说辞 仅凭云星一言 我等不可轻信 四身渊宝谷这等邪宝 我等也未曾见过 万一其拥有伪装成佛光的能力 也未可知 就如此轻信云星之言 万一造成滔天恶果 我等如何面对地藏菩萨 一位长老冷声道 一二 我们需要谨慎 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说得在里 这时 空目点了点头 面上流过思索之色 不如这样 我们让云星 去意识双圣问星的试炼如何 第十一章 试炼之地 双圣问星 听到这个名字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光芒 这双圣问星 乃是地藏佛门内的一处试炼之地 乃是很久之前 两位超越一品的罗汉静大能 留下的炼心秘境 秘境会产生种种幻觉 勾引起人的七情六语 稍有不慎就会犯戒 试炼失败 只有佛法高深 炼心有成的大能高僧 才能通过这般试炼 完善自己的心境 云星 你能修出仪仗的佛光 想来通过双圣问星 应当不是问题 可愿意是 空木询问的声音传来 打断了赵小云的思绪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云星同意 双圣问星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能是不小的好试炼 可他身具系统 什么七情六欲 尽管来试试就好了 见赵小云如此坦然的答应了 参加双圣问星 在场的众位长老暗中松了口气 紧接着 在几位长老的陪同下 赵小云成功进入了地藏佛门 他被带回了自己之前的禅房 那几位长老也陪他一起留下 说是照顾 实则是监事 而与此同时 赵小云今天门外一吼拜玄珍的消息 在地藏佛门内不禁而走 一吼击败了六品的玄珍诗书 佛光透体一丈 比空子被长老还要吃生 靠自己佛性 镇压深渊宝谷 你干脆说 他是地藏王菩萨转世的了 吹牛也没这么吹的吧 没错 这说得也太离谱了 大部分听到这消息 第一时间都是不信 赵小云在练妖谷 跟蹲监牢一样蹲了三年 出来就从废物变成绝世高手 这种事 就算是说书的 都没这么敢编的 哼 不管你们信不信 众长老已经商议 三天后让云星参加双胜试炼了 到时候 你们过去瞧一瞧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 赵小云参加双胜问星的消息 也越传越广 并最终传到了玄珍的耳中 什么 这不可能 正在疗伤的玄珍 从弟子口中听说 赵小云竟然爆发出 比长老还要赤胜的佛光 眼中当即闪过不幸之色 赵小云那一吼 明明魔气滔天 怎么可能还能绽放出 超越空子被长老的佛光 这不是说笑话吗 师父 大家都在这么说 甚至不少人亲眼看见 云星被几位长老护送着 回到了自己的禅房 还说 三天之后 要让他参加双胜问星的失恋呢 玄珍弟子信誓旦旦的说道 三天之后 玄珍眼中闪过游移 可嗨嗨 我一定要去瞧瞧看 随着时间流逝 这件事在地藏佛门内 越传越广 到了第三天 甚至已经连扫地的小沙门 知道了此事 双胜问星失恋的场地 地藏佛门后山 一处山谷 名字简单直白 就叫双胜谷 偌大的双胜谷内 只有中央竖着两尊青铜设利塔 竖在此处 因为消息发酵的缘故 原本清冷的山谷内 挤满了钱来看热闹的僧众 话说已经将近五十年 没人能通过双胜问星的失恋了吧 就双胜问星失恋的难度 没人通过很正常 对啊 第一关罗刹果宴还好 咬牙还能硬撑过去 撑不住还能退出 但二重失恋千昧问星 走上去就没有退路 稍有不慎便会触犯色之间 众人交谈的间隙 赵小云被空幕和另一位长老 护送着来到广场之上 引起一阵轰动 竟然是真的 看到赵小云的身影 人群当中的玄珍 眼中闪过一抹音质 赵小云出现在这里 代表传言说的就是真的 赵小云佛光真的超过诸位长老 并且镇压了深渊宝谷 回想起 自己被赵小云一吼震飞的场景 玄珍双旋紧握 牙冠惊咬 不过是靠深渊宝谷这等邪物罢了 我就不信 你能通过双胜问星的试炼 这三天 他被赵小云击败的事情 可谓传得满门风雨 被赵小云这个人尽皆知的废柴 一吼击败 这让玄珍感觉颜面尽湿 巴不得赵小云双胜问星赶紧失败 然后被镇压进炼妖塔 另一边 赵小云在两位长老的陪同下 来到两尊青铜设立塔之前 而青铜塔上空 十位佛光赤圣的长老 围绕整个青铜设立塔而坐 云星 你可准备好了 空木长老淡淡地问了一声 准备好了 赵小云点了点头 大鸣鼎鼎的双胜问星就在面前 他甚至有一丝丝期待 双胜问星 戒 青铜设立塔上空的十几个佛门长老 同时回首 刹那间 两尊青铜设立塔 发出颤动 在虚空中展开一处门户 门户内便是双胜问星试炼空木提醒道 赵小云点点头 迈步进入通道 在他进入的同时 青铜古塔上空 展开一道宏伟的光幕 展现的正是赵小云在秘境中的场景 踏入门户的瞬间 天旋地转 再次睁开眼 赵小云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内 在他面前 是一张宽广无比的长桌 长桌两侧 坐着许多半透明的人影 这是要干什么 坐席吗 赵小云好奇 之前只是听说过 双胜试炼士可以勾引人七情六欲 困难无比我 但具体试炼内容却没有听说过 罗刹国燕 一道洪亮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罗刹人 无肉不欢 国燕有五百道山珍 五百道海味组成 撑到宴会结束 试炼成功 这道洪亮的声音不止赵小云听到 连外界正通过光幕观看的众僧 也都听到了这声音 不过是一千道菜而已 有没有人强行喂你吃 咬牙撑过去不就行了 对啊 不看不听 他们吃他们的不理会不就行了 我感觉我上我也行 一些新入门 对双胜问心试炼 了解不深的小僧 不解道 文言 一些入门时间长的弟子 嘴角勾起微笑 你们把双胜问心 看得也太浅了 在饱腹情况下 撑过整个宴会自然不是问题 那如果是一个月没吃饭的情况下呢 没错 这一关真正难点 是在强烈的饥饿感下 看着别人吃一千道山珍海味 文言 那些小僧目露惊讶 在腹中饥饿的情况下 看着别人吃山珍海味 这种感觉 光是想想就煎熬无比 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光幕中的赵小云 脸上忽然闪过一抹痛苦之色 第十二章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啊 好啊 赵小云感觉一阵强烈的饥饿感传来 好似十天十夜没吃饭一般 甚至产生了一种将面前木桌都吃下去的欲望 就在此时 细碎的脚步声传来 一位女子上前 将手中餐盘 放到赵小云身前 尊敬的宾客 这第一道菜 名为八宝琉璃肉 请您享用 说吧 便将餐盘打开 热气腾散 扑面而来的诱人香气 让赵小云食指大动 只见餐盘内整整齐齐放着八块水晶式的羊肉 上面盖着棕红色的酱汁 好似镀了一层琉璃斑 令人垂涎欲滴 加上饥饿感造成的腹中脚痛 令赵小云面上产生一丝不适 而这一丝不适 被外面众人敏锐地捕捉到 众人脸上纷纷闪过惊讶 第一道菜就忍耐得这么艰难 这可不像炼心有成的样子 对我曾经见一位空字辈长老 参加试炼 那位长老面对众多山珍海味 连眼角都没动一下 哪想云星现在 哼 我看他这样子 分明是饥饿赶上来 撑不住的样子 你们说 云星能撑到什么时候 有人好奇 看这个情况 顶多也就一百道菜 就撑不住了 一百道 你还真看得起它 顶添了五十道 五十道也够呛 二三十道还差不多 众僧纷纷猜测 赵小云能撑到什么时候 甚至有人断言 赵小云连第五道菜都撑不过去 然而 他们都错了 八宝琉璃肉放到桌上的瞬间 赵小云已经拿起筷子 直接夹起一块热气腾腾的羊肉 送进了嘴里 酱汁混合着肉香 鲜香软烂 两个字 好吃 不过跟那天神秘妖女手中的金黄烤鸡相比 还是差了不少 但满足口腹之欲确实足够了 赵小云狼吞虎咽 飞快将一盘八宝肉直接吃完 检测到宿主触犯婚戒 奖励 十天修为 才十天 这点够干嘛的 赵小云脸上闪过一抹不满 以往吃一口都奖励几年 这次吃一盘 却只奖励十天 系统这也太扣了点 不过 有总比没有强 咕的一声 从腹中传来 一盘八宝流离肉下肚 那诡异的饥饿 没有丝毫缓解 赵小云目录交集 对着远处杉杉来迟的传菜仆人道 一道不够吃 麻烦直接给我上十道 这一声 通过光幕传到外界 双胜谷内的群僧 顿时喧哗了起来 扑吃 竟然连一道菜都没撑下来 直接破了婚戒 就这点定力 还有胆参加双胜问心试炼 哈哈 还上十道 真不怕佛城降临劈死他 听着众人对云星破婚戒 发出了嘲笑 息落 玄珍眼中闪过一抹得意 什么佛光鼎盛 镇压深渊宝骨 果然都是伪装出来的 他当即站起身来 拱手向前方的众位长老 震声道 众位长老 凭现在结果 我认为云星定然入魔 恳请众位长老 待试炼结束 速速将其送炉炼妖塔镇压 不然恐生祸患 玄珍这一声出 几位空子被长老眼中流出异动 玄珍说得不错 云星连一道菜都没有撑住 就破了婚戒 定然入魔无遗 妖魔手段 当真是越来越诡异了 竟然可以模仿我等佛光 毕竟是深渊的宝骨 拥有我等不熟悉的威能 也尚未可知 不管那么多了 待会儿云星被逐出试炼 我们一起出手 将其擒拿 直接押送去炼妖谷 众长老言谈间已经决定 将赵小云擒拿 送入炼妖塔镇压 而就在这时 一直沉默不语的空木长老忽然开口 依我看 此时就下结论说 云星入魔 恐怕为时尚早 此言一出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现在已经是第七道菜了 空木指向光木 你们没有发现 佛城依旧没有降临 众人惊讶 忙将目光转移到光木之上 却见赵小云一手中抱着一根大肘子 啃得满嘴流油 半点没有遭遇佛城的样子 空木长老这一提醒 下方众僧也意识到了问题 息息索索地议论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云星明明破戒了 却没有遭遇佛城 该不会是秘境出问题了吧 对啊 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 就在讨论声越来越大的时候 只听一声闭嘴传来 一位长老呵斥道 而等起不闻 酒若穿长过 浮到心中流之言 行破戒是 却不遭遇佛城 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 心无邪念 心中没有邪念 就不会破戒 可是 要想达到这一境界 比坚守戒律 还要困难百倍 难不成 赵小云竟然达到了 心无邪念的境界 众人看着屏幕中 大吃大喝的赵小云 心中不约而同 闪过这样的猜测 随着时间流逝 第十道菜 第一百道菜 第五百道 赵小云的胃 仿佛无底洞一般 上一道扫一道 转眼便是几百道菜下毒 众位长老眼中的期待 越来越强 下面的奚落 嘲讽也越来越弱 而就在这个时候 光幕中 原本吃得酣畅淋漓的赵小云 忽然停下了动作 面颊染上一抹 不正常的通红 身躯微微颤抖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忽然停下了 难不成是吃顶了 哼 玄真冷哼一声 道 面颊染红乃气血紊乱之相 身躯颤抖是真气外泄 这是佛城到来的迹象 他得意地说道 你们看好 佛城马上就要来了 与此同时 秘境中的赵小云 感受到自己经脉中 鼓当的真气 心道一声 终于要突破了 虽然一道菜奖励的修为 只有几天 但是连续几百道下毒 直接让他的修为 来到了六品中期的瓶颈 距离突破只差一线 将口中的最后一块 抱于咽下 系统声音响起 检测到宿主触犯婚戒 奖励 六天修为 这六天修为贯注 直接捅破了最后那一层窗户纸 刹那间 一声宛若雷鸣的声音 自赵小云上传出 修为自动运转 身上气息直接暴涨到六品中期 赵小云突破的动静 自然满不过秘境外的众人 这 这就突破了 六品之后的境界 每走一步都困难无比 云心怎么走得这么快 阿弥陀佛 秘境当中突破的 这还是第一个吧 众人被赵小云临阵突破一幕 惊得不清 地藏佛门有记录以来 参加双圣问心的时候突破的 云心还是第一个 众僧惊讶 赵小云为何能突破之际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过关方法 一声惊叹突然传来 正是空木长老 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感慨道 这些饭菜 是两位罗汉以大威能显化 只要心无邪念地吃下去 便能增长修为 这才是真正通过这试炼的方法 他这一声 让不少长老目露惊光 怪不得云心将所有饭菜都吃下了 原来这才是真正原因 云心不愧能以自身佛性 镇压深渊宝谷 隐藏这么深的诀窍 竟然都被他发现了 是啊 若不是他 这个秘密 咱们不定什么时候才能发现呢 听到众位长老的赞叹声 玄真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握紧双拳 指关节发白 从牙缝中挤出一句 假的 肯定是深渊宝补的威能罢了 下一关千昧缠落 我不信你 还能安然无恙 他冷声说道 下一关 可是色之界大成 便是罗汉金刚 都可能撑不住 在一众或是极度 或是羡慕的目光下 赵小云风卷残云 将最后几道菜吃下肚 失恋成功 洪亮的声音再度响起 赵小云前后两侧 虚空突然破碎 涌现出两道门户小友 是继续前行 还是到此为止 第十三章 千昧问心 当然是继续下去了 赵小云没有犹豫 直接迈入通往第二重失恋的虚空门户 呜 鹰风呼啸 跨越门户之后 赵小云发现自己面前 出现一道红尾金桥 在四周一望无际的黑暗中 散发璀璨耀眼的神光 桥身之上 铭刻着数不清的梵文咒语 两侧每隔一段距离 都摆放着一尊漆黑的 看不清面容的石像 这些雕像 依稀能看出是女性轮廓 跪在地上 双手合十 仿佛是在向虚空中存在的 神明虔诚祈祷 赵小云正观察环境的时候 一道交苏女声 在他耳畔响起 只要走过金桥到达对岸 就算你成功 听吧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千昧问心 没跟哪呢 这一重失恋秘境 除了金桥 就是那些漆黑石像了 该不会那些连脸 都看不清的石像就是吧 你就拿这个 考验平僧的定力 赵小云心中嘀咕 按照那时神秘声音的执意 一步踏上金桥 刹那间 天地变幻 一阵悦耳的丝竹声 伴随少女的轻笑入耳 赵小云睁眼 却见 金桥两侧 原本只有漆黑石像的地方 占满了衣着 单薄的少女 这些少女 一个个肌肤如玉 貌美如花 身上穿着半透明的沙衣 那丝竹月绿少女们开始扭动恶魔的身段 向赵小云肆意展示自己绰约的风姿 整个试炼的氛围 变得躁动起来 这一幕 同样通过赵小云的视线传导到了外界 看着秘境中白花花少女 和躁动的氛围 就连六品境界的玄真 心念都产生一丝触动 云心 色之界当前 我就不信你 还能装得下去 他心中道 佛门众多界律中 有以杀 淫为重 触犯其他小界 最多也就是境界下降 修炼到高境界 甚至能硬抗小界佛城 而触犯大界的结果 可是修为尽尸 因此 就算是金刚罗汉 也不一定能抗住 赵小云就算有深渊宝骨 那也仅仅只是一块骨罢了 还能挡得住 让罗汉金刚修为尽尸的大成 玄真不信 他瞪大眼睛 盯着光幕 师父 你流鼻血了 弟子的声音 却将玄真换回现实 嗨嗨 为师是暗伤未愈 玄真尴尬地解释了一声 擦干鼻血 不过还好 在场流鼻血的 不止他一人 许多血气方刚的小僧 看着这场景 鼻尖血流滚滚 一位长老见状 摇了摇头 喊道 坚持不住的弟子 一起观想白骨罢 白骨罢是一种佛门秘法 将女子观想成白骨 对抗色欲 以免犯下大见 随着长老的这一声提醒 众弟子连带玄真 纷纷行动 低头送念佛经 观想白骨 看着这一幕众长老眼中流出感叹 千媚问心 还是这么凶险 我等在外界 都能被引动心绪 不错 我们在外界观看 还能观想白骨罢 抵御邪念 可在秘境之内 无法观想 只能依靠忍耐 强行走过荆桥 而且还要小心 躲避那些女子的突然靠近 没错 只要接触到那些女子的肌肤 便会破吊甩之间 遭遇大成 一身修为尽丧 长老们你一言 我一诺地感慨 千媚问心的凶险 就连他们都没有把握通过 不过 这对于云心来说 应当不是难事 只要小心走到尽头 就能平安出来 低着头 不看不听 应当无恙 众位长老讨论赵小云 如何通过这关的时候 赵小云动了 但并没有向前进 而是迈动着步伐 静止朝着距离 他最近的少女走去 嘻嘻嘻 少女见赵小云 向自己走来 无嘴发出轻笑 带着难以言喻的魅惑 然而 赵小云却反应一般 这一关对他而言 并没有上一关罗刹国宴 感觉那么强烈 前世在地球 什么场面没见过 再说 这些少女姿色 理智在练妖谷遇到的 那一名神秘妖女 还差了不少 这到底谁真的假的 他心中嘀咕 相比较欲望 他更好奇 这试炼秘境中的少女 到底是真是假 于是 主动伸手出向少女面颊 入手温润如玉 滑嫩的触感 宛如最上等的丝绸 完全就跟真人一样 上次触犯色之间 系统奖励我几十年的修为 金刚祥魔咒 这一门强大刑法 那这次 他目光向下 转移到少女的高耸上 捏了捏 系统声音立马响起 检测到宿主把玩魅魔 触犯色之间 奖励 香皂一块 香皂 好歹色之间 也是佛门大姐之一 系统你就给我一块香皂 什么意思 赵小云心中质问 于是对着少女 直接搏了上去 检测到宿主 强吻魅魔 奖励 硫磺造一块 系统拟压跟香皂 顾不去了是吗 赵小云内心愤慨 自己以身似魔 多伟大的壮举 系统连续给他两块香皂 也太说不过去了 魅魔少女 刚刚被他又擒又摸 现在面颊飞红 吐气如蓝 媚眼如丝 见状 赵小云摸了摸下巴 猜测到 难不成是因为 这魅魔脸太黑原因 不如换一个试试 说做就做 在第一个魅魔少女 忧怨的眼神中 赵小云直接向不远处 另一个魅魔而去 上来 直接使出一招龙抓手 奖励斗夹造 系统奖励 依旧是香皂 哟喝 这反倒让赵小云 牛脾气上来 接着换了一个少女 香皂星号二 我还就不信了 今天除了肥皂 就摸不出别的了 赵小云不服输的镜头上来 一连换了好几个魅魔 不过得到了 依旧是一连串的肥皂 可是 检查身体的香艳场景 却被外界众僧 看得清清楚楚 佛祖在上 不是只要触犯女子肌肤 就会遭遇大成吗 为什么云星还是没事 不行了 看得我都想下山还俗了 再看下去 云星没有佛城 我要被佛城了 他们这群和尚 平日一个个清登古佛 那里 见过这般的场面 众弟子艳羡无比 白骨罐都观想不下去了 一些修为低下的僧人 干脆直接逃离了现场 就连练心有成的长老们 都忍不住放出佛光 来给自己平心静气 压制邪念 他们纷纷感慨 坐怀不乱 云星的心静 竟然已经真至如此静静了吗 解除女子而不受佛城 足以证明云星的佛性 远超我等 正因如此佛性 方才能镇压深渊宝谷 待会儿出来 一定要好好问问她 是如何做的 第十四章 地藏法神经 众长老丝毫不吝对赵小云的夸赞 传到玄真耳中 在无可置疑的现实面前 他信念微微出现了一丝动摇 难不成 长老们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想法在他心头冒了出来 赵小云并没有入魔 他真的是依靠自己强大的佛性 镇压了深渊宝谷 只是我眼界太浅 看不出来 他不断在心中质问着自己 在双胜问星的试炼面前 他感觉自己世界观都被刷新了 而此时 赵小云丝毫不知道 自己的举动 对秘境之外的人 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 他接连给所有魅魔少女检查身体 到最后都成了机械式的习惯 没有放过一个 在连连交喘中走完了整个金桥 眼前还剩下最后一名魅魔少女 他习惯性地使出一套检查身体的连招 检测到宿主触摸魅魔 触泛色之剑 奖励 香皂一块 没有丝毫意外 系统空间当中 再添一块肥皂 这么多香皂 都够我用一辈子的了 赵小云看了一眼 系统空间内 堆成小山的各种香皂 眼中流出无奈 这次跟系统的对抗 以他的完败而告终 摸完所有魅魔少女 奖励全部都是香皂 赵小云第一次这么无语 吐槽道 系统你干脆改名叫范戒 就给香皂算了 仿佛是听到了他的抱怨 系统声音再度传来 检测到宿主一天之内 破色之界千次 完成色中之魔隐藏成就 特此奖励 地藏法身经 地藏法身经 佛门至高功法之一 只有地藏王菩萨传人才能修炼 可筑成大院地藏王法身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声音落下的瞬间 赵小云便感觉石海当中 多出一尊佛陀 头戴宝冠 手捏连印 无量佛光喷勃 超凡入圣 真经无字 这金色佛陀 正是地藏法身经 本体 卧槽 地藏法身经 赵小云眼中留过惊诧 这门经书的名字 他只在传说中听说过 是地藏佛门的正宗功法 以一座石碑的形式存在 有传言说 只有地藏王菩萨的传人 才能领悟修炼 所以千年以来 从来没有人领悟成功 没想到 系统直接给了自己 看着石海当中 地藏法身经 本体 赵小云嘴角不自觉勾起一抹微笑 他现在主修功法 慈心经 在进入六品之前 就该淘汰了 他返回地藏佛门的主要原因 正是打算换一门主修功法 来指导他 如何破入五品 四品 乃至更高的境界 现在 系统直接奖励给他 地藏法身经 足够他用到一品了 系统 你小子还是很识相的吗 赵小云按夸了系统一声 看向不远处的秘境出口 试炼完美通过 这下 他们应该没话说了吧 一步踏入门户 天旋地转 日月轮换 一阵清风拂面 带着草木的清香 睁开眼 入木室即将落下山的夕阳 夕阳下 是整整齐齐端坐着的僧众们 整个山谷哑雀无声 所有人都用一众复杂 又热烈的眼神看向他 为什么都用这个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赵小云疑惑 但没人回答他的疑惑 这时 一声芸汐 传来 空木枯瘦的身影 落到他面前 芸汐 你闯过失恋的防闪 可谓是令我等 耳目一息 空木夸赞了一声 但还没等他说完 其他几位长老也飞速靠近 芸汐 快告诉我们 是如何面对秘境当中的种种诱惑 还能坚守本心吗 不错 你在秘境中 面对那么多魅魔诱惑 如何做到不起邪念 练妖鼓三年 你如何将心境锻炼到心无邪念境界的 众位长老七嘴八舌 看向赵小云的目光中带着热切 直到这时 赵小云才知道 自己在失恋秘境中所做的一切 竟然是直播的 这时的他 就像是自己浏览记录 被全网公布出来一样 整个人仿佛遭遇五雷轰顶 彻底抹了 都停一停 这时 空木叫停了所有围上来的长老 不要问那么多 让芸汐一个个回答 接着 他惨白的双目望向赵小云 用期待的语气问道 芸汐 你是怎么做到 面对诱惑心无邪念的 空木的话 将赵小云从五雷轰顶的状态中 换回现实 阿弥陀佛 他深吸口气 大脑飞速转动 不起邪念 是因为芸汐知道 秘境当中的一切是幻想 都是假的 他笑容僵硬 给出一个勉强的解释 既然知道是假的 自然不会心生邪念了 文言 众长老微微点头 一副受教育颇深的样子 然后呢 有人问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赵小云耸了耸肩 众人不可置信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赵小云点头 死 听到这儿 众长老却不约而同地 倒吸一口冷气 赵小云给的解释 也太简单一点 简单到他们都不敢相信 莫非 这就是大道质简 空木忽然一声感慨 像是悟出了什么智力 既然如此 他一脸坚决地看向 通往失恋的门户 那贫僧便来试一试 听到他这一眼 众长老脸上闪过惊讶 空木长老 千万别冲动 对啊 你不是云星 万一心生邪念 可就麻烦了 咱们年纪都这么大了 不值得 一群人纷纷相劝 阿弥陀佛 空木念了一声佛号 压过了众人的声音 当年我通过了罗刹国宴 一块心病 因而修为一直停滞在四品 无法突破 今天正好了绝心结 等不必再劝 他声音中带着坚决 说吧 带着一种大无味的精神勇气 向秘境入口走去 第十五章 空木要作死 看着空木的背影 赵小云暗自咽了口口水 我真的就是随口一说而已啊 您老怎么真上啊 赵小云心里一万个乌语 他真就是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而已 空木长老 怎么还真信了 信了也就罢了 而且还要亲自去试 这不是作死吗 而在他的注视之下 空木的身影 消失在门户当中 紧接着 所有人都望向天空中的光木 光木内 正是空木进入秘境之后的景象 我刚刚就是这样被直播的吗 看着半空中全场景直播 赵小云武未杂 只能期望空木长老平安了 他在心中念叨 期盼空木能安然无恙地 从秘境中出来 同时大脑飞速运转 思考万一空木折在秘境当中后 自己该如何该如何解释 才能贴清自己的干系 而就在这个时候 空木动了 他进入第一关罗刹果宴的秘境后 没有停留 而是伸手掐了一个不知名的硬诀 紧接着 虚空崩碎 直接出现了第二道门户 熟悉的大桥 熟悉的黑色跪地祈祷的雕像 空木进入之后 在原地犹豫了片刻 像是在给自己增加信心 而后方才一步踏上金桥 刹那间 天地变幻 金桥两侧 众多魅魔浮现出来 看到这一幕 联想到之前自己所作所为 赵小云在心中狂吼 老家伙 千万别作死啊 检测到宿主对长辈不敬 触犯妄语剑 奖励 小滑头一带 戏头 你给我滚 自己敢那么做 是因为自己有戏统 不怕佛城 空木老僧这么做 妥妥地作死啊 然而 怕什么来什么 却见空木老僧踏上金桥后 学着赵小云之前的样子 直接向两侧的那些魅魔们走去 赵小云一颗 在此刻也高高悬了起来 色之剑可不是闹着玩的 空木如果破剑 一身私品的修为可就全毁了 却见空木直接来到 第一个魅魔身前 依旧学着赵小云的样子 在魅魔有些抗拒的眼神下 直接亲了上去 此刻 在场所有僧众 全部屏住了呼吸 然而 一切安然无恙 没有触犯色之剑 没有佛城 我佛在上 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原来只要认定是幻觉 就能通过双圣问星吗 如此简单的方法 我们今天才发现 整个双圣谷都喧哗起来 惊叹与赵小云所说的 如此简单的办法 竟然真的可以通过双圣问星试炼 这么简单 怪不得云星可以通过 玄真吃笑 之前赵小云在秘境中的表现 他几乎已经相信了 其实真的依靠自身佛性 镇压深渊宝谷的话 但是 看到空木竟然复现了赵小云的操作 他才发觉 双圣问星不过如此 只要认定秘境中的是幻觉 就可以任意拿捏 这也太简单了 要不 待会儿我也是上一试 看着光木中的香艳的场景 玄真眼中流出异动之色 与此同时 看到空木亲了魅魔少女之后 安然无恙 赵小云心里悬着的那块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 心中大喊一声 空木长老牛逼 要知道 他敢在秘境当中 对魅魔检查身体 那是有系统作证 可以免疫犯解之后 带来的惩罚 但空木长老可没有系统 完全靠星星做到了这一切 不愧高僧大德之名 便是赵小云 多不由心生一股钦佩 在赵小云目光注视下 秘境中的空木 又一次浮现了赵小云的摸 捏等动作 然后摇了摇头 赵小云依稀从他脸上 读出了失望两个字 而做完这些之后 空木念了一声佛号 并没有学着赵小云一般 一个个检查下去 而是直接走过金桥 进入离开秘境的门户 空木安然无恙地 从秘境中走出 验证了赵小云所说的话 整个双圣谷所有的僧人都激动了 真的 芸心说的是真的 只要坚定认为 秘境中发生的一切 是假的 就可以逃避佛城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双圣问心 竟然如此简单 感觉我上我也行 是啊 从来没想过 竟然还有这样 简单的破解之法 令人大开眼界 众僧议论纷纷地间隙 却见诸位长老聚在一起 向空木而去 空木 此行感觉如何 一位长老调侃道 空木做了他们想做 但都不敢做的事情 阿弥陀佛空木有些感慨地念了一声佛号 平僧只有一个感觉 那便是 芸心心境远在我等之上 空木没有来的这一句 让众人挠头 搞不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 他这一句 却提醒了众人 这次开启试炼的主要目的是 验证赵小云是否入魔 而今 赵小云几乎完美 通过实验 还得到空木如此高的评价 结果自然毫无疑问 只见 众位长老之中 地位最高的长老 空悬站了出来 向所有人宣布道 经我共同等见证 芸心通过了双胜问心的检测 可以验得其并未入魔 话音刚落 我认为此意不妥 一道洪亮的声音来 众人一同望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发现说话的 不是别人 正是玄真 玄真 你和话说 空悬眉头紧皱 玄真是他的徒弟 前两天跟赵小云起了一些冲突 这个时候跳出来 那不是摆明了告诉所有人 自己心胸狭窄 在蓄意报复 师父 各位还有各位长老 玄真起身 恭敬地向长老们打了个起手 玄真认为 芸心通过双胜问心的办法 太过简单 有作弊之嫌 不足以证明其没有入魔 玄真说完 场下众人也都议论起来 芸心都通过双胜问心了 还能有假 玄真不会是被芸心击败 心怀不满吧 我认为玄真师叔说的有道理 只要认为是假的 就能过去 那还不必着眼过 我也支持玄真长老的说法 用秘诀通过双胜问心试炼 不足以证明 芸心没有入魔 场内众人对于玄真的决断 争吵不断 这让众位长老也犯了难 众位长老你看到我 我看看你我 最后剧都看向空木长老 空木 你怎么看 有人问道 文言 空木抬起头 淡淡地道 最好的办法 自然是在寻一人 进入试炼 不过 空木话还没说完 就听下方玄真直接道 玄真自愿进入一探究竟 第十六章 这么简单 我上我也行 玄真声音坚定 他之所以主动接下这个任务 一方面是想要证明 双胜问心 不足以验证赵小云入魔 另一方面 他也想尝尝 传说中的山珍海味 是何味道 玄真毛遂自荐 众长老自然毫无意义 唯有空木 认真提醒道 你可要想好了 我可以通过 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通过 玄真却不以为意 空木师说 你就放心好了 我一定能安全返回 说吧 直接一个飞跃 向秘境入口奔去 进入秘境的一瞬间 出现在玄真面前的 是双胜问心 第一重罗刹国宴 虽然在外面 已经看过两次 这重试连秘境的场景 但切身体验 却比隔着一层光木 要来得更加真实的多 饥饿感袭来 玄真忍不住面色抽动 他从来没有过这种 能将眼前木桌 都吞进肚中的欲望 没关系 一会儿就上菜了 只要认准这一切都是假的 就可以大吃大喝 他不断地在心中重复这句话 很快 第一道菜端了上来 八宝琉璃肉 香气扑鼻 玄真食指大动 拿起一旁的筷子 轻轻挑起一块羊肉 蘸了蘸酱汁 肉临近眼前 他却没由来的感觉到一阵畏惧 没关系 都是假的 他呢喃着 轻轻咬了一小口 而就是这么一小口 进嘴之后 却给他一种触电般的新奇感 一种从未有过的鲜香 充满了他的口腔 这就是吃肉的感觉吗 玄真内心感慨 细细嚼着那一小块肉 贪婪品味着其中的肉香 感觉从未有过的幸福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胸口一痛 紧接着 全身的血液 真气全部失控 犹如脱疆的野马一般 在体内疯狂乱撞起来 不好 是佛城 气血逆流 真气外泄 是最明显不过的佛城的象征 不对啊 我明明已经认为 幻境是假的了 怎么还会遭遇佛城 玄真大惊失色 连忙吐出嘴里的肉 然而已经晚了 原本六品中期的修为 开始急速倒退 六品初期 七品巅峰 七品中期 整整跌落一个大境界 玄真并非有意 请菩萨宽 玄真惊恐地大吼 但到最后一个数字的时候 嘴里喷出一大股鲜血 紧接着 他眼前一黑 整个人直接被扔出了试连秘境 望着玄真遭遇佛城 境界跌落 最后被丢垃圾一样 仍出秘境 双胜骨众僧 表情也是各异 看来云真的过关秘诀 也不是万能的 是啊 可把玄真师叔害惨了 有什么惨的 刚刚他毛遂自荐的时候 多积极 没有云真和空目师叔的心境修为 还想学他们再秘境犯戒 玄真这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面对玄真的遭遇 众僧可怜者有之 奚落者有之 嘲讽者亦有之 不过几位空字辈长老 还是赶紧上前 给遭遇佛成状态惨不忍睹的玄真止血救援 其中有以玄真的师父空玄为快 玄真 你怎么样了 空玄关切地问道 嗨嗨 玄真吐出两大口鲜血 悠悠转醒 他面色痛苦地说道 师父 我已经认为秘境中发生的都是假的 为什么没有用 这还用说 肯定是你心境不如云心 空目所致 玄真师父空玄声音严肃 但目光中却暗含关心 另一位长老猜测道 云心那秘诀 虽有取巧之处 却也需要完善心境基础 就比如你空目师叔 不 这时 空目忽然摇头道 云心没有取巧 我才是取巧的那个 文言 众长老纷纷用疑惑的眼神看向他 空目娓娓道来 我通过第二重试炼 并非依靠心境力量 镇压邪念 而是因入门超过百年 早已不举 说到这 他叹了口气 所以我说了 我能通过 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通过 经过空目的解释 在场所有人直接傻眼 而玄真 更是一口血雾喷出 直接昏死了过去 玄真重伤 双胜骨的试炼 也草草收场 不过 赵小云回禅房的时候 却没有长老在跟着他 这已经足够说明 高层暂时已经认可了他 与此同时 十万大山 一道赤红色的光芒 划破天空 如陨星般 向最深处的神秘大殿坠去 厚重的殿门打开 火粪王部履匆忙的脉步 进入其中 来到大殿中央 二话不说 直接跪下 尊上 属下凤仙求见 他声音恭敬 俯跪在地上 向空无一人的王座 诚恳地败去 刹那间 无颜的黑暗 自虚空中蔓延 在王座上凝聚成一道黑影 任务失败了 黑影开口 直接点明了火粪王的来意 火粪王眸光闪动 慌忙便捡 尊上 非是属下无能 而是那镇守练妖鼓的小和尚 实在古怪 火粪王开口 脑海中闪过不久前 自己在练妖鼓看到的那一幕 那小和尚 融合深渊宝谷后 火粪王的佛光都招引来了 然而 其非但没有被恐怖的地藏佛光蒸发 甚至还突破到了六平境界 掌握了佛魔两种恐怖的力量 临走前那个眼神 连他都心惊胆战 这一路上 他绞尽脑汁 可无论如何都想不出 那小和尚 究竟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尊上 事情就是这样事了 属下离开炼妖鼓 第一时间就赶来跟您汇报 话说到最后 火粪王声音都开始颤抖 实际若非自己亲眼所见 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今天遇到的是真的 听完火粪王的话 黑影沉默两久 忽然开口 地藏真血 没想到那小和尚身上 还有这等宝物 是本尊大义了 地藏真血 顾名思义 地藏的血 当年 地藏贼徒正是以自己的血 布下地藏大阵 镇压自己那半腹躯峭 和无数不重 也唯有此物 可以抵挡佛城 免一连妖鼓上空的地藏佛光伤害 他没想到 地藏竟然将这东西流了下来 导致自己其差一招 丢了宝谷 损失惨重 不过 地藏王真血 也不是无敌的 那小和尚每次犯戒 都是在消磨地藏真血的力量 那和尚已经犯戒四次 地藏真血 剩不下多少力量 只要让他继续犯戒 便能将地藏真血消耗光 想到这 黑影忽然记上心头 他想到一个杀掉小和尚 夺回宝谷的好办法 他直接看向火粪王道 传令其他几个妖王 三天之内 给我送来十万妖兵 一千妖将 听到这个数字 火粪王眼中闪过震惊 妖兵相当于八品境界的武者 而妖将 更是五品以上的妖族才能担任 这十万妖兵 一千妖将 相当于一位妖王过半部署了 不知 不知尊上 要这些妖兵妖将何用 火粪王好奇地问道 黑影回答很简单 用来写计天图大战 本尊这次要亲自出手 第十七章 借你的手 让云星魂飞魄散 黑影声音淡漠 十万妖兵 一千妖将 在他眼中 仿佛就是可以随意丢弃的垃圾一样 而火粪王眼中 却流出浓浓的心疼之色 十万妖兵 一千妖将 分摊到他身上 那也是一万妖兵 一百妖将 将近他十分之一的部署 想要重新积攒回来 至少需要几十年 似乎是看出了 他眼中的心疼 黑影冷声道 这些牺牲都是必要的 本尊这心魔身 想要离开这大殿 必须要血迹天图大阵 但只要将宝谷抢回来 便可让我妖族 再添一尊二品添妖 这可比区区妖兵妖将重要得多 黑影声音极为现实 听吧 火粪王直接叩首领命 属下尊命 他也知道 尊上的决定 是眼下最合适的 希望尊上能成功吧 他心道一声 然后直接离开大殿 去跟其他几位妖王传达命令 接下来几天 整个十万妖山都轰动了 几大妖王 接到深渊魔神的命令后 不敢怠慢 忍着肉痛 凑够了足够数量的妖兵妖将 送去一无名山谷 从此之后 便再也没人见过 这十万妖兵 一千妖将 同一天 一道黑雾自 十万大山深处冲出 向东而去 与此同时 咚咚咚咚咚 地藏佛门的阵最终 再次响起 阵最终三天内敲响两次 让地藏佛门内 也是人心惶惶 阵最终七响 这次有三品境界妖魔出世 上次阵最终九响 这次阵最终七响 真乃多世之秋啊 也不知道这出世的 是什么样的妖魔 阿弥陀佛 望地藏王菩萨 能保佑罪周 保佑人族 能一直和平稳定地生活下去 不过 这股惶恐情绪 只持续了两天 便被新的消息冲散 地藏佛门 可能将迎来一位新的佛子 这佛子 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 在双圣问星 大放异彩的赵小云 在以自好为尊的地藏佛门 被选为佛子 地位直接堪比长老 仅次于主持之下 因此 赵小云可能被立为 佛子的消息一传出来 整个地藏佛门都沸腾了 到处都在议论此事 芸心 那不是看守练妖谷的 那个废物吗 怎么突然 被立为佛子了 一位刚刚出关的 芸子被小僧 听到周围都在谈论 芸心被立为佛子的事情 眼中流出浓浓的疑惑 他闭关不过十天 怎么那个人人 瞧不起的废物芸心 一跃将要成 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佛子了 难不成自己 闭关的时候睡着了 这是在做梦 身旁两个同伴 见他疑惑的样子 赶紧出言解释 师兄最近在闭关 很多事情不清楚 芸心师兄 从练妖谷出来后变化 被称为天翻地覆也不为过 对啊 芸心师兄依靠自身佛性 镇压了无上邪物深渊宝谷 一吼击败了六品的玄真师书 佛光比孔子被长老还要赤胜呢 同伴将赵小云发生的事情 如鼠家真般说了出来 可他越听越觉得不靠谱 你们两个 不会在这边乐子逗我们吧 什么镇压深渊宝谷 什么一吼击败六品经济的玄真师书 还有佛光 芸心那丝连最简单的九品都突破不了 怎么可能你凝聚佛光 出家人不打狂语 我等聚聚属实 怎会欺骗师兄 没错 芸心师兄身上发生的变化 就是这么大 三天前 他更是通过了双胜问心的试炼 那场面你是没见着 说起双胜问心试炼 两个同伴说得更起劲了 唾沫横飞 几人正说得热火朝天 却见路前方 一道身穿蓝袍的薛兽身影 正一瘸一拐地走着 其中一个小僧眼前一亮 哎哎 你看 那不就是玄真师书吗 咱们上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于是 几人一同冲了上去 拉住了正打算快步离开的玄真 玄真师书 玄真师书 你真的被芸心一吼给击败了吗 还有双胜问心的时候 你真的触犯婚戒了吗 佛城留下的伤好些了吗 无心之言 最为扎心 听着这些小和尚们的话 玄真苍白的面色顿时变得铁青 我数五个数 五个数之内 你们不消失在我眼前 后骨自负 他声音沙哑而冰冷 吓得几个围在他身边的小和尚 面如土色 几下功夫就跑得没瘾了 可可爱 望着小和尚们四散奔逃 玄真轻咳了几声 袖中紧握的拳头松弛下来 心中暗骂一声 该死的芸心都怪你 他将这些天自己遭遇的一切 都归咎于赵小云 自己先是被赵小云一吼鸡飞 丢进了颜面 又被赵小云暗中陷害 用那老十字秘诀 在双圣问心秘境内吃肉 当着数千人的面 遭遇佛城 修为直接倒退一个大境界 更是成了宗门内所有人的笑话 这一切的一切 全都是因为赵小云 一想到赵小云和自己受到的不公 玄真便气血翻滚 真气震战 忍不住咳嗽起来 可爱 他忙掏出一瓶丹药 倒出几粒丹药 送进口中 勉强将杂乱的气血压了下去 芸汐 你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一世 直到现在 玄真认为赵小云入魔的想法 依旧没有改变 只是现在整个佛门 没有人相信他说的 就连他的师父空玄 也站在赵小云一边 甚至还训斥自己 心胸狭窄 想到这里 玄真咬牙道 我是不会放弃的 说吧 一拳一拐地向禅房走去 然而 他却完全没注意到 在他的身后 一道常人不可见的黑雾 笼罩在他站里的地方 气血紊乱 心绪失衡 还有这么浓的怨气 真是天助我眼 伴随声音 黑雾凝成了人影 毫无疑问 这正是脱离十万大山之后 赶来此处深渊心魔身 心魔身无形无质 可自由出入任何地方 便是地藏佛门 只要不撞上那些三四平的老秃驴 也能来去自如 他看向玄真离开的方向 发出一声冷笑 既然你这么恨云心 那我就满足你的愿望 借你的手 让他魂飞魄散 说吧 他直接向玄真离开的方向覆盖而去 深夜时分 玄真盘坐在床榻上 一遍遍运弓调膝 治疗佛城留下的伤势 不知为什么 忽然一股困意涌上心头 玄真没有在意 打了个哈欠 躺回床上 没多久便进入了梦乡 这时 一股无形黑暗 也迅速自虚空中蔓延开来 将他迅速笼罩 玄真 熟睡的玄真 忽然听到 一声宛如雷霆般的呼唤 玄真一时醒来 发现自己来到一片被金光包裹着的 神圣祥和的地方 在他面前 端坐一道伟岸的身影 头戴宝冠 身披佛宝精衣 周身风火雷电喷涌 谋中日月星河盘旋 身侧俯卧一只相貌怪异的神兽 此身影 玄真已经见过 不知道多少次 然而这么栩栩如生的 还是第一次 玄真眼中呆滞 双膝一软 直接跪在地上 后背玄真 见过大院地藏王菩萨 第十八章 地藏菩萨入梦 没错 这道身影 正是所有地藏佛门弟子的至高信仰 大愿地藏王菩萨 自己竟然梦到了地藏王菩萨真身 玄真飘飘欲仙 有种置身梦幻之感 就在此时 地藏菩萨开口言道 玄真 佛门大难将至 你可愿担负大任 就佛门于危难之中 这一声 如红中大旅 在玄真耳畔回荡 将他拉回到了现实 大难 什么大难 玄真眼中闪过疑惑 地藏佛门 现在有二品天人静的空闲主持 还有十八位空字辈长老坐镇 更别说后山 还有那位地厅神尊镇守 这般强大实力 就算是十万大山的妖魔 清朝出动 也都无法撼动 他想不到 还能有什么 危及整个佛门大难 深渊宝谷出世 整个罪周都要生灵涂炭 地藏王菩萨边说边摇头 声音中带着一丝惋惜 深渊宝谷 妖魔 菩萨您是说云心 玄真声音忽然激动起来 不错 地藏王菩萨点了点头 云心被深渊宝谷夺射 可惜所有人都被他蒙蔽 唯有你一人独醒 所以本尊才选择托梦于你 而听到这番话 玄真整个身躯都开始颤抖起来 真的 我就知道这都是真的 云心早已经入魔 所有人都被他骗了 他声音带着快意 所有人都错了 自己才是对的 云心所展现出来的一切 都是假的 是入魔者的手段 是深渊宝谷的障眼法 可惜没人相信自己 如今 地藏王菩萨托梦 证明自己坚持是正确的 想到到此处 他猛地抬头 看向眼前超然物外的地藏王 重重地扣手 道 请菩萨教我 如何帮佛门度此劫难 此刻 他已经完全相信了 站在面前的 就是货真价实的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听到此话嘴角 勾起一抹难以察觉 邪义的微笑 看着归在地上 一脸虔诚的玄真 深渊心底暗骂一声 蠢货 没错 这所谓的地藏王菩萨 正是他心魔身变化而来 心魔 可以召见人心底的欲望 变化成任何样子 别说是地藏王了 就是佛祖 他也能变来 深渊看向云真 用认真的语气道 想要化解此难 唯有杀掉云心 挖出其身上的深渊宝谷方可 杀掉云心 玄真闻言 嘴角勾起一抹苦笑 云心有深渊宝谷加持 弟子不是他的对手 声音带着为难 融合深渊宝谷之后的赵小云 一吼将自己震飞白迷远 如此实力 甚至可以媲美凝聚法相的五品高手 他根本不是赵小云的对手 无妨 深渊震生 大手一挥 凝出一个水滴般的物体 此乃本尊一颗佛种 可助你压制深渊宝谷 玄真看着玄浮在自己身前的佛种 眼中又闪过一抹时宜 敢问菩萨 弟子若杀掉云心 会不会触犯同门相残之见 地藏佛门当中三大戒 杀 赢 道 有以杀戒为重 而杀戒也分高低 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同门相残 犯下此戒者将要面临的 可不是佛成 修为尽师这么简单 而是佛怒 切实夜火天降 焚烧犯戒者 就算是超凡入圣 金刚罗汉一般的存在 也要魂飞魄散 尸骨无存 听到他这么问 深渊心底冷笑 该担心触犯同门戒律的不是你 是芸汐 他之所以找上玄真 便是准备借玄真的命 让那个芸汐和尚 犯下同门相残的戒律 那颗所谓的佛种 是他一缕念头 只要来到深渊宝谷附近 自己就可以通过这一缕念头 引动深渊宝谷 借芸心和尚的手 杀掉眼前这个叫做玄真的蠢和尚 届时佛怒降临 地藏真血耗尽 芸心和尚魂飞魄散 自己不费吹灰之力 便可以抢回宝谷 整个计划天衣无缝 水到渠成 想到这 深渊用蛊惑的声音道 有本尊在 你无需担心犯戒一事 而且 此事成功后 本尊还会传你绝学 地藏法神经 帮你融合深渊宝谷 真的 玄真听到这话 眼中闪过惊喜 地藏王菩萨 对他简直太好了 不仅让杀掉给自己 带来种种屈辱的赵小云 还给自己神功 帮自己融合宝谷 自己今后修为一日千里 在地藏佛门内 岂不飞黄腾达了 玄真越想越激动 再度叩手 玄真必不负使命 而后起身 将佛种收进了石海当中 深夜 赵小云结束修炼 呼 他睁开眼睛 从双圣试炼出来 他现在修为 已经来到六品中期 估计再过个两个月左右 就能突破到六品巅峰 而后就需要准备突破五品了 突破五品 可以凝聚法香 这一步跨越 天差地别 站立成指数级提升 一个凝聚五品法香的佛修 可以轻松碾压几十个六品 根据功法种类不同 凝聚法香也不同 有叶叉 修罗 护法 金刚四个等级 而在金刚之上 还有罗汉法香 但翻阅史书 能凝聚罗汉法香的 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而赵小云现在修行的 地藏法神经 可以凝聚地藏王法香 更是前五古人 不愧是只有地藏王菩萨传人 才能领悟的功法 赵小云不仅期待 自己凝聚地藏王法香后 实力会提升到怎样一个层次 而就在他丝衬的间隙 哈 的一声清响 自院外传来 赵小云敏锐地察觉到 有人翻墙进入自己的院子 谁啊 大晚上翻墙进别人家 赵小云明眉 大晚上的 翻墙进别人院子 肯定是不怀好意 他又不是什么独居在家的俏寡妇 地藏佛门敬饮酒 总不能是喝多了 迷路进来了吧 于是 赵小云一个翻身来到窗边 借着月光 他果然看到一个好鬼鬼祟祟的身影 落到了自己的院内 看到来者那薛寿的身形 赵小云摸了摸下巴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玄真失书 第十九章 失书 别闹了 他大半夜来做什么 自己回寺的那天 跟玄真起了一点小冲突 不小心出手将他打伤 但是在双胜问心失恋之后 自己已经登门道过歉了 原本以为这件事已经了结 但是看样子 对方并不这么想 想到这 赵小云深吸一口气 推开窗户 对着窗外小步 向自己这里潜伏的玄真 开门见山地直接问道 玄真失书 大半夜的 来找我做什么 他不是那种 喜欢弯弯绕的人 有什么事 喜欢打开天窗说亮话 听到赵小云突然出声 玄真身躯猛的一阵 抬起头来 月光下 他的两只眼眸不满血丝 眼神中充斥着癫狂 玄真失说 你怎么 看着这一幕 赵小云眉头皱起 隐隐感觉到 玄真此时的状态有些诡异 闻言 玄真双手合十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奉地藏王法指 前来杀你 言毙 他直接举拳 向赵小云冲来 哄 赵小云仅仅只是轻轻举起手掌 便接下了这一拳 师叔 别道 赵小云有些无语 玄真遭遇佛城之后 现在境界已经下滑到了七品中期 而且身上还有伤势 在他看来 这一拳 跟小孩子过家家 差不了多少 感觉自己的拳头 被赵小云紧紧握住 玄真眼中闪过一抹愤恨 咬牙道 你的强大不过是仰仗深渊宝骨的威能罢了 不过这次 我得到了地藏王大人的佛种 准备受死 玄真大吼一声 沟通脑海中那一轮金灿灿的佛种 佛种是什么 赵小云疑惑 地藏王佛种 他从来没听说过 难不成是地藏王菩萨 遗留在民间的后代啥的 他正想着 就见玄真身上 忽然散发出阵阵漆黑如墨的气体 卧槽 玄真师叔 你入魔了 赵小云迅速认出了这飞气 跟深渊宝骨散发的魔气一模一样 然而 画刚落地 赵小云只感觉体内深渊宝骨 忽然散发出一股磅礴的力量 这股力量 向赵小云似之百骸冲去 经脉传来一种撕裂感 王德发 赵小云惊道 赶忙集中一念 控制深渊宝骨 玄真健壮 哈哈大笑 佛种生效了 去死吧 他运起一掌 直接向赵小云头顶拍去 赵小云正被深渊宝骨的异动 搞得心情急躁 没心情 裴玄真胡闹 于是大吼一声 滚 然而 正是这一声 却将刚刚深渊宝骨所散发的力量 全带上了 一道恐怖的冲击波 写狂暴无比的力量 直接前方爆散开来 在这恐怖的冲击波面前 玄真如意发出糖的炮弹 搜的一下 飞了出去 砰 接着一声巨响传来 赵小云厚达三尺的院墙 直接破开一个大自行洞口 砰砰砰 接连有砖墙被砸开的声音响起 周围所有的馋房 全部热闹起来 发生什么事 那个没良心的大半夜 闲得没事玩尸吼工 我馋房的墙 怎么塌了 赵小云来不及管这些了 他赶紧顺着窟窿 往前找了过去 最终在一处小院 找到了玄真 他捧起已经软塌塌一片的玄真 苦涩地道 师叔 我就是声音大了一点 真不是故意的 他虽然又馋 又懒 又好色 但真不是什么试杀之人 没想把玄真怎么样 这唇就是一场意外 咳 哎 呃 玄真指不住向外喷着血沫 但赵小云能感觉到 他应该是有话想说 师叔 你大点声 我听不见 然而刚说完 玄真一歪脖子 没了声息 喂 师叔你醒醒 你还没告诉我 佛种到底是什么呢 赵小云疯狂摇晃着玄真 轰隆 天空中响起一声晴天霹雳 仿佛苍天之怒 整个地藏佛门 都在这一声霹雳下 微微震颤 检测到宿主杀死同门师叔 触犯杀剑 同门相残剑 奖励 修为静声 一接 伴随系统传来声音 赵小云身躯一正 整个人一正 修为开始在此刻攀升 这一幕 被远处深渊 静收眼底 真是一处好戏 远处 深渊心魔声缓缓走出 看着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现在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在做 玄真上门 深渊宝谷暴动 全部都是他在操控 看着一脸猛逼的赵小云 他身上的黑雾 兴奋地舞动起来 好好尝尝佛怒火的滋味吧 这个臭和尚 毁了自己破风大雁 还夺取一根珍贵宝谷 让自己不得不献计 十万妖兵妖将 亲自出手 如今佛怒夜火降临 就算是完整的地藏真血 也不可能抵挡 他要亲眼看着 云星和尚在自己面前魂飞魄散 然而 就在深渊得意的时候 远处赵小云身上 忽然绽放出璀璨的佛光 见状 深渊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想依靠佛光抵挡夜火 想得美 赵小云释放佛光的行为 在他看来 就是临死前的挣扎 夜火无形无色 就算是罗汉今生 也得焚烧殆尽 深渊不禁为云星和尚的天真 感到好笑 可是 在他的注视下 赵小云身上的佛光 非但没有被所谓夜火焚烧 反而还愈发璀璨旺盛起来 一照 两照 三照 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发生在自己眼前 深渊身上的黑雾颤抖了起来 这怎么可能 这和尚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师叔 已经犯下同门相残的大戒 不是应该在佛怒夜火当中 痛苦的魂飞魄散吗 为什么身上的佛光暴涨 而在深渊静异的目光注视下 赵小云身上的佛光 暴涨至五丈 而后身上传来一声 雷鸣般的声响 境界气息直接飙升到了无品 卧槽 深渊忍不住爆出一声粗口 第二十章 这真的只是一场意外 之所以如此 他发现赵小云在修为突破的同时 赵小云体内的那一块深渊宝骨 竟然跟自己断了联系 发生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情景 那就是宝骨已经完全被对方炼化 而且还是当着自己的面 现在 就算是他将宝骨夺回来 也不见得能够使用 特么的 见鬼了 深渊目瞪口呆 虽然赵小云犯剑反而还突破的事情 他已经不止一次的从自己布下口中听说 可是亲眼见到的震撼 和从别人口中听说 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 这次小和尚触犯的是同门香残大剑 要遭受的 是恐怖的佛怒夜火 而本应丧身在佛怒夜火之下 此刻却浮光暴涨 修为突破到了无品 还把自己的宝骨 全部炼化 这种诡异的情况 饶是以他罪周曾经统治者的见识 也闻所未闻 却在此时 赵小云身上 忽然生起一股特殊的气势 神圣 宏伟 强悍 这个气息是 深渊声音颤抖起来 赵小云身上升起的气息 他太熟悉了 熟悉到已经铭记在记忆深处 永远都忘不了的地步 地藏王 那个强大 冷漠 将他无情镇压的恐怖存在 再感受到 这股地藏王气息 深渊连犹豫都没犹豫 本能地 向着地藏佛门之外的地方逃窜 这一切 赵小云浑然不知 比以往强大十倍的真气 在他体内激荡 他现在只有一个感觉 爽 爽妈了 系统之际 帮他提升了一个大境界 连原本需要他一点点凝聚的法香 也直接帮他凝聚成功 现在的他 已经完全晋升到了无品 这次晋升 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就是直接帮他 把深渊宝谷炼化了 佛光也暴涨到了武藏的范围 完全超越了空自辈的那些长老 就在赵小云盘点自己收获的时候 却听一道威严的声音 自远方传来 何人喧哗 却见 天空中 几位空自辈长老 身上佛光璀璨 飞速靠近 看到院中的赵小云 和他手中捧着的 血肉模糊的一坨东西 这一坨是什么 还有尚未消散的魔器 难不成是潜伏而来的魔头 不对 你看这像脑袋 那个是胳膊 这好像是个人 众长老仔细辨认了好久 才辨认出 这一坨东西 竟然是一个人 众位长老一脸惊愕 云昕 发生了什么 这一声 将赵小云从幻想中拉回现实 环顾四周的一片狼藉 以及手中 血肉模糊的玄珍 他脸上生起一抹尴尬的微笑 我说 这都是一场意外 都未信吗 云昕 你莫要着急 发生了什么 跟我们细细道来 空木长老站了出来 还有这一坨 一个人 是谁 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你们两个为什么会在一起 其他几个长老 七嘴八舌的问道 啊 赵小云挠了挠头 这一坨 其实是玄珍诗书 文言 众长老一脸奇怪的看着赵小云 云昕 你不会再跟我们开玩笑吧 这一坨 怎么可能是玄珍 对啊 快跟我们说实话 见众位长老一脸不信 赵小云苦笑着说道 我没跟众位长老开玩笑 他真的是玄珍诗书 赵小云将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娓娓道来 事情就是这样子了 玄珍诗书变成这样 真的只是一场意外 赵小云一脸无辜的说完 此刻 所有长老全部惊声 眼中的奇怪 不仅没有加深 反而更严重了 你说你一吼 吼死了玄珍 那为什么你没事 众位长老一脸奇怪 同门相残的戒律在 赵小云吼死玄珍 此时早就应该在佛怒夜火下 魂飞魄散了 怎可能像现在一样 活蹦乱跳的 谁知道呢 赵小云耸了耸肩 他那知道系统用的什么办法 可以规避范界带来的惩罚 见赵小云不像是在开玩笑 空木皱眉 也许是妖魔伪装成了玄珍的样子 也说不定 说着 他转头对一旁 围着看热闹的小和尚们吩咐道 你们找两个人 快去玄珍禅房看一看 而后 他看向赵小云 云心 妖魔目标很可能是你 为确保万无一失 你先跟我们在一起 先查清是什么情况 再做决定 没问题 赵小云点了点头 他此时也很迷惑 很想搞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 地藏佛门以西百里处的一片山林 虚空中 黑雾弥漫 逐渐凝聚成深渊的身影 他望着地藏佛门的方向 该死 那个臭和尚身上 为什么会冒出地藏的气息 深渊鱼精未定 虽然只有一瞬间 但他可以百分百的肯定 那个和尚身上的 就是地藏的气息 以至于 他连思考都来不及 犹如见了猫的老鼠 直接逃跑 难不成 是地藏真血的力量 没有耗尽 深渊忍不住猜测到 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解释 地藏王真险 佛门无上神物 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奇效 连他也只是对其一只半解罢了 可如果是地藏真血的话 那小和尚突破修为 又是怎么一回事 深渊心中再次流过疑惑 这小和尚身上的怪事 一剑接着一剑 自己这次付出了惨痛代价 损失一块宝骨 血迹十万妖兵妖将 设计让他犯下 同门相残大戒都无法奈何 可对方却仍安然无恙 想到这 深渊忽然多出一个大胆的猜想 难不成 这家伙根本不是佛修 而是早已经入魔 不是佛修 所以不受戒律干扰 反而 入魔之后 残杀清静之人 才能增长修为 一定是这样 深渊越想越觉得这个 可能很大 如此一来 此子反而可以为我所用 第21章 静见地厅 清晨 朝阳穿透朦胧的雾隘 唤醒群山 而地藏佛门上下 却是渡过了一个无眠之夜 地藏佛门 真佛殿 整间大殿 宏伟辉煌 宽旷无比 十八位空字辈长老 悬浮在大殿四周 满面凝重地看着中央盘坐的赵小云 经过一晚上的仔细调查 最终 他们可以确认 那个被赵小云杀死的 就是玄真本人 一道咆哮 响彻整个大殿 芸汐 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死玄真 说话之人 正是玄真的师父 空玄 空玄看着赵小云 咬牙切齿 玄真从小 败入他的门下 是他亲眼看着长大的 跟自己的儿子 也差不了多少 昨天还是好好的一个人 今天一转眼就 变成了一坨 这突如其来的巨变 让他难以接受 唉 赵小云无奈叹了口气 从调查出 死者就是玄真本人后 他已经被问了不下十遍 空玄长老 你们也都探查过了 是玄真师叔入魔 想杀我在先 我是正当防卫 绝非故意杀的玄真师兄 赵小云声音不卑不亢 自我辩驳的这段话 都已经说反了 见赵小云这个样子 空玄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玄真先动手 你就可以杀他吗 出家之人的慈悲之心 全部被你吃了吗 空玄怒不可遏 玄真无论如何 那也是云心同门 还是师叔级别的长辈 云心怎么能这么狠心 亲手杀了自己的师叔 而且蹊跷的是 云心犯下同门相残的大戒 竟然没有遭遇佛梦 他不仅联想起 前几天自己徒弟玄真 一直在自己耳边念叨 说什么赵小云已经入魔 是靠着深渊宝谷的威能 蒙蔽了双圣问心的试炼 让他多加小心 当时的他并没有在意 只是以为玄真被赵小云打伤 又遭到众多门人嘲笑 心态失衡罢了 可一转眼 玄真就被赵小云杀了 而且没有遭遇任何佛城 这种事情 从地藏佛门建立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让他不由地不相信 玄真当初所说的话 掐断思绪 空玄咬着牙 冷声问道 芸汐 你到底是什么人 赵小云一挑眉 我能是什么人 我就是赵小云 法号芸汐 呼扯 空玄怒骂一声 我看你是披着人皮的妖魔 吃人不秃骨头 空玄 再说下去 你要犯戒了 空玄话没说完 便被一旁其他几位长老劝住 空母摇了摇头 空玄 玄真去世 你心情不好 但是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 不然容易犯戒 空母很理解空玄现在的状态 任谁死了如亲人般的徒弟 都会情绪失衡 然而 面对空母的好轻劝解 空玄并不领情 反而怒声道 空母 你的天眼通都修到哪里去了 你还看不出来吗 芸汐分明就是一个狼子野心的妖魔 他所展现出来的一切都是深渊宝谷的障眼法 空玄越说越激动 他现在越想 玄真前几天说的话 越觉得有道理 什么佛光 资质 星星 全都是障眼法 整个佛门都被他给骗了 只有玄真一个人是清醒的 而芸汐则把玄真这唯一个清醒的人 给我杀在萌芽之中 空玄 你话说重了 没错 现在查明的情况 芸汐没有说谎 玄真入魔在先 你在这里责怪芸汐和空母诗了道理 以空母为首的几个长老 纷纷出言劝阻 你 你慢 空玄看向这几位出生的长老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这群人被赵小云蒙蔽得太深了 他又看向赵小云 却见赵小云一脸不耐烦地打了个哈欠 脸上连一点杀掉玄真的愧疚都没有 太可怕了 空玄心想 赵小云这妖魔 蛊惑人心的能力太强了 这么多空子被长老 都被他蛊惑住了 若是放任下去 地藏佛门必将遭遇大劫 自己必须想办法 将危险扼杀在萌芽之中 想到这 他深吸一口气 既然你们都不认同我 那便带慈子去见地听神尊 他老人家神通无双 双耳可听真假 变善恶 分是非 一定能环旋真公道 听到地听 赵小云眼中却闪过一抹金光 地听 地藏王的坐骑 凡地藏佛门弟子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当年地藏王菩萨镇压深渊 为了保护心生的地藏佛门 便将自己的坐骑地听留在了最周 然而 这位地听神尊 在地藏佛门的名声并不怎么样 其本身乃是凶兽成道 实力强悍 又不受佛门戒律管辖 因此也性难训 不遵教化 整个地藏佛门内无人敢惹 位分高 实力强 不听话 时间一长 这位就成了活祖宗 每天要吃千斤肉食 方可罢休 好 那去见见地听神尊 为我证明清白 赵小云抢先出声道 如空玄所说 地听的神通 的确可以分善恶是非 便明真假 反正他问心无愧 正好借地听的神通 堵住悠悠众口的非议 听到赵小云答应 空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很好 那我便先走一步 求见神尊 让他主持公道 说吧 他直接起身 飞身向后扇而去 眨眼便没了踪影 只留 赵小云和其他几位长老 留在殿内 几位长老 麻烦带个路呗 赵小云尴尬地挠了挠头 他不知道地听所在的位置 其他几个长老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终 还是空木站了出来 既然如此 那我们便一同前去吧 其他几个长老 纷纷点头 紧接着 他们便带着赵小云一起 向地听所在的后山而去 地藏佛门后山 一处被迷雾包裹着的山谷 呼呼呼 震天响的呼噜声 从山谷内响起 大地都在震颤 一道金色流光 自天外而来 迅速落在山谷之外 光芒消散 空玄跪地 连扣三个响头 地藏佛门空玄 有钥匙求见神尊 这一声 直接打断了谷内的呼噜声 进来 一道洪亮 威严的声音 自谷内响起 紧接着 山谷迷雾自动分开 形成一条小路 空玄见状 直接起身 顺着小路快步进入其中 进入迷雾之后 一股令人反胃的腥臭涌来 空玄忍住不适 捏着鼻子进入其中 没多久 眼前豁然开朗 却见 一片白骨之中 握着一尊宛若小山般的巨兽 虎头 独角 拳耳 龙身 尸尾 其灵族 散发着恐怖害人的气势 这尊巨兽 便是地听了 若飞其头上 有一圈金黄神圣的金箍 只怕谁见到 都会认为这是 一尊恐怖的大妖 小秃驴 打扰我睡觉 有什么事情 第二十二章 真相并不重要 地听声音中 透着慵懒和漫不经心 但空玄却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整个地藏佛门 敢叫他小秃驴的 也就只有眼前这一位了 然而 他不敢有任何怨言 请尊神为我主持公道 他一声大吼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疯狂地磕起头来 闻言 地听睁开一只巨眼 闪过一抹疑惑 小兔驴 以你四品巅峰的境界 在地藏佛门内 都属于位高权重的 还需要我为你主持公道 地听奇怪 并非是为我 而是为平僧弟子 空玄解释道 然后便哽咽着 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简单说给了地听 包括赵小云以前如何废物 但从练妖塔回来之后 却跟换了个人一样 佛光璀璨 修为猛掌 甚至还融合了深渊宝谷 通过问心试炼 而自己徒弟玄真 仅仅不过是对赵小云 有一点意义而已 赵小云就连同门长辈的情分都不顾 直接杀了玄真 还栽赃说 玄真入魔 现在 整个地藏佛门上下 全部都在包庇赵小云 神尊 此事便是如此 云心纳斯 必然是妖魔所伪装 整个佛门上下 所有人都被他所蒙蔽 只有依靠您 才能拯救佛门与为难之中了 空玄越说越着急 然而 地听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该死 见状 心中暗骂一声 地听这丝也性难逊 这千年 只是因为有地藏王菩萨的命令 才勉强守在这里 其对地藏佛门 根本没什么侵犯 甚至说 乐于见得地藏佛门覆灭 想到这 空玄咬了咬牙 地听神尊 如果您此次能帮我们拯救佛门与危难之中 我便动手将圣心莲拔除 说着 他看向不远处 山谷中央 白骨累累 却生有一汪清泉 清泉之上 扶着一只圣洁的白色莲花 在充满胀气的山谷中 傲然挺立 开辟出一方清澈的小天地 这便是圣心莲 当年地藏王菩萨 为了防止地听作乱 便种下这一株圣心莲 将地听的行动范围 局限在圣心莲百里内 但凡离开 其头上的金箍便会发威 地听无法靠近圣心莲开辟的那一方小天地内 只有他们地藏佛门之人 可以靠近 而只要将圣心莲拔除 便可还地听自由 真的 听到空旋愿意拔出圣心莲 地听双目顿时睁开 脸上无精打采 顿时一扫而空 他被圣心莲囚禁在这鬼地方一千年 做梦都想念自由的感觉 他看着空旋 眼中流露出惊喜 虽然他的神通 可以分真假 变善恶 直接探寻事情的真相 但是他最清楚 真相其实并不重要 就比如眼前这个死了徒弟的小秃驴 是不是他心里想的那个真相才重要 既然他想要 那自己就给他 只要你将圣心莲拔除 你想要什么公道 我便给你什么公道 地听铿锵有力地说道 闻言 空旋松了一口气 阿弥陀佛 多谢神尊大义 地藏王菩萨有感 定然会欣慰的 他嘴上如此 心中却已经开始忏悔起来 地藏王菩萨 如今地藏佛门遭逢大难 妖魔作乱 弟子无奈方出此下策 还望菩萨宽恕 他也知道 拔除白莲后 以地听的作风 保不其会威祸一方 但现今这种情况 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出此下策 方能除掉赵小云 既为玄真的在天之灵报仇 也为地藏佛门免去一场大难 菩萨肯定会理解的 空旋不断在心中说道 而与此同时 地听所居的山谷外 其他几位长老 带着赵小云出现 看样子 空旋已经取得了禁骨首肯 我们一起进去吧 一位长老 指着迷雾散开的缝隙说道 众人点头 一起进入其中 闻着发臭的瘴气 以及脚下累累兽骨 赵小云不仅心中吐槽 这位地听神尊 也太不讲究了 这种环境都能住得下去 总之 还没见面 他便对这位地听神尊 有了一个更深的影响 你们都来了 这是 空旋迎了出来 阴瑟瑟地看了赵小云一眼 地听神尊已经答应 发动神通 主持公道 文言 空目惊讶 平日里 地听神尊对我们都是爱达不理 今天怎么这么痛快 空旋同光闪了闪 那还用说 此事设计我佛门兴亡 便是地听神尊 也不得不重视起来 这个说法 勉强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没多久 众人便在山谷深处 一座破烂古庙内 见到了地听 地听此时化作人形 是一个长发披肩 脸上胡子拉叉 穿着一身破烂僧袍 头上戴着金箍的戴法僧 他大啦啦的坐在破庙屋顶 见过地听神尊 更多长老连带着赵小云 一起向地听打了个棋手 地听睁开一只眼睛 扫了一眼 目光顿时停留在赵小云胸口 眼中闪过一抹 微不可查的金芒 真的是深渊宝谷 而且还是完全炼化的深渊宝谷 地听惊讶 他当年参与过地藏王镇压深渊的那一战 甚至跟深渊交过手 对方的强大 令他记忆犹新 眼前这个小僧 竟然完全炼化了深渊的宝谷 并且浑身真气澎湃 佛意充盈 而且他能听出 这小子身上的佛光的韵律 比身旁那些秃驴还要强大 这样一尊人物 便是放到西天灵山 都难以见得 说他入魔 华天下之大忌 仅看了赵小云一眼 地听就断定 他根本没有入魔 全部都是 那个叫做空玄老僧的一想罢了 不过 赵小云入不入魔 跟地听无关 他只想要自由 地听摇摇头 驱散了思绪 看着赵小云 开口问道 你就叫云心 第二十三章 聂处 你是真不知道尊卑 没错 我就是 赵小云点头 就是你杀了空玄秃 和尚的徒儿 地听冷声问道 虽然已经有了结果 毕竟该走的流程的流程 还是要走的 哎 赵小云叹了口气 为了这件事 他唾沫都快说干了 不过还是耐着性子 将事情原委讲了一遍 我所说句句为真 还请地听神尊 为我证明清白 赵小云说完 就听空玄冷亨 一派胡言 你呀闭嘴 赵小云脾气也上来了 自己看在这老家伙 刚死了徒弟的份上 已经够对他尊重了 没想到他还搁着 蹬鼻子上脸了 住口 地听呵止了 即将争吵起来的两人 真假 你们两个说了不算 本尊说了才算 待本尊用神通探听真相 地听说吧 风骚的一撩长发 头顶露出一只尖细的长耳 随后又仰手 下巴竟又冒出一只耳朵 地听双耳上下分布 上听天 下听地 露出双耳后 地听双眼紧闭 一股无形韵律 四散荡开 众人皆知 这是其本命神通发动了 伴随神通发动 一道道声音 从远方而来 谁啊 大半夜翻我家院墙 云心声音传来 奉地藏王菩萨法旨 前来杀你 这是玄真 师叔 别闹 佛种 你入魔了 当天事情发生的所有经过 全部传入地听的耳中 听到这些语音 地听更加可以断定 云心小和尚没有入魔 入魔反而是玄真 云心小和尚杀死玄真 也并非有意 这完全就是一场意外 甚至可以说 玄真死有余辜 地听发动神通时 双眼紧闭 除了赵小云以外 所有人脸上都生起一抹忐忑 空玄害怕 地听出而反而 其他几位长老则是害怕 地听说出的结果 他们无法接受 反倒是赵小云 眼睛一直往圣心莲那边瞟 他现在口干舌燥 急需喝水 润润嗓子 就在此时 地听紧闭的双目忽然睁开 空玄第一个反应过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求地听神尊 为我徒儿主持公道 其他几个长老也纷纷出言发问 地听神尊 情况如何 玄真和云心到底是谁入魔了 玄真死亡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地听睁开眼睛 伸手掏了掏头顶的耳朵 目光凝聚在赵小云身上 小秃驴 为了大悠我的自由 必须牺牲你了 他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事情的真相是 云心担心自己入魔的事 被玄真泄露 故意将他杀死 短短一句话 让在场所有人面色俱变 空玄忽然放声大笑 指着其他几位长老 你们几个老家伙 还有什么话好说 而后又放声大哭 多谢地听神尊 为我那可怜的玄真徒儿 讨回了公道 紧接着 他将手指向赵小云 云心 你这该死的妖魔 潜入佛门 杀我徒儿 你该当何罪 他这一声 将赵小云换回了现实 地听刚刚那句话 给他脑子炸懵了 他没有理会 一旁发颠的空玄 而是看向房顶上的地听 为什么 他投去了一个疑惑的眼神 地听则会给他一个 你能拿我怎么样的蛮横眼神 仿佛赵小云在他眼中 就是一个可笑卑微的蝼蚁 阿弥陀佛 这时 空木回过神 双手合十 念了一声佛号 看向赵小云 云心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在众位长老当中 他一直是最相信赵小云的那个 因为他有天眼通可以看出 赵小云及其身后的佛性 加之经过双圣问心的试炼 他一直认为 赵小云是地藏佛门振兴的希望 可是没想到 他竟然是妖魔伪装的 这伪装的太好了 连他的天眼通都能蒙蔽 若非地听神尊出手 恐怕整个地藏佛门 都会毁在云心手中 其他几个长老也是如此 看向赵小云的眼神 变成了警惕 云心 都这个时候了 别装了 显出你磨身吧 没错 这个时候 没有装下去的必要了 入魔道 沙童们 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他们都已经相信了 地听所说的 空旋见到其他人 都站在自己一边 理气也充足起来 哼 云心 事到如今 在地听尊神探查真相面前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文言 赵小云摇头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可笑 太可笑了 可笑 什么可笑 众人疑惑 我笑 你们竟然将一只畜生的话 奉为真理 这可饿死我了 他放声大笑 此言一出 整个山谷内空气顿时一震 所有长老都屏住了呼吸 赵小云嘴里的畜生 可是一只货真价实的二品凶兽 地藏王的坐骑 无论辈分还是实力 在整个地藏佛门当中 都是一等一的存在 就连他们 在地听面前 都是小心翼翼 赵小云竟然敢当着鼻子 骂他为畜生 果然 听赵小云说自己是畜生 地听面色顿时变得铁青 眼神变得凶利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赵小云 目光夺人而视 一股危险 黄暴的气息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所有人心头 都被一股诡异的不安所笼罩 其他几个长老健壮 赶紧跪了下来 止不住地向地听磕头 地听大人 莫要生气 云星已经被妖魔夺了心智 现在都是胡言乱语 没错 地听大人 他都是胡言乱语 您老千万别放心上 您老千万别生气 我们自会将云星关入炼妖塔 跟几个长老磕头不同 赵小云依旧站在原地 嘲弄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看到这一幕 地听眼中闪过冷光 跟几位长老不同 地听清楚 眼前赵小云并非入魔 于是 他冷声道 小和尚 入门的时候 没人叫过你 什么叫尊卑吗 自己身为地藏王菩萨做旗 整个地藏佛门内 辈分最大 从来没有那个和尚 敢当着鼻子 骂他为畜生 闻言 照小云嘴角勾起细血的冷笑 尊卑 他吃笑一声 地藏法身经 全力运转 一股特别的气息 瞬间充斥整个山谷 神圣 强悍 伟岸 感受到这股气息 地听眼中的兄弟 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不可思议 这个气息 是主人 即便已经千年没有感受到 但是他还是迅速认出 这熟悉的气息 正是自己主人 地藏的气息 如是我闻 崇高威严的声音响起 一尊无上身影 托举着赵小云 缓缓向上升去 整个山谷 此时都开始颤抖起来 他眸中日月轮转 周身地火风土缠绕 身后九道金轮 倒映诸天众生 周身喷勃无量佛光 直接将 整个山谷的浓雾全部驱散 这时 赵小云身影出现在这身影的头顶 目光直视地听 畜生 你不是问我 何为尊碑吗 现在我来告诉你 我为尊 你为辈 第24章 最奴地厅 见过小主人 赵小云的声音 在山谷中隆隆回响 宛如雷鸣 亦如神明的审判 整个山谷中的所有人 包括地厅 在地藏法相面前 全部呆住了 直到片刻后 地 地藏往法相 空目吞咽了一口口水 目瞪口呆地看着赵小云脚下 那一尊神圣崇高的伟案身影 法相 地藏往法相 赵小云竟然凝聚出了 地藏往法相 只有修炼了 地藏法身经的地藏传人 才能凝聚出地藏往法相 其他地藏佛门的长老 也是被赵小云 突然展示出的地藏往法相 经得不清 站在原地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记载 地藏法身经的石碑 在地藏佛门 矗立了整整千年 所有弟子都可以领悟 但是从来没有人能领悟成功 从来没有 以至于 他们甚至都怀疑 的藏传人的事情 都只是一个传说 迟到现在 另一边的空旋 看着赵小云脚下的地藏往法相 浑身都颤抖起来 这 这怎么可能 他心中惊呼 原先脸上的嚣张得意 全部变为了惊恐 身为佛门长老 他无比清楚 凝聚了地藏往法相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 赵小云获得了地藏往菩萨的认可 成为了地藏往菩萨的传人 地藏往菩萨的清传弟子 地位尊贵超然 凌驾于整个地藏佛门之上 不对 他眼神忽然一震 云心入魔 是地厅神尊亲口确认的 肯定没有错 这个法相 肯定是假的 都是幻觉 是深渊薄谷使出的障眼法 空旋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看向地厅 期盼地厅能拆穿赵小云入魔者的伪装 而此时 地厅正抬头仰望 看着高耸入云的地藏往法相 和站在法相之上的赵小云 嘴巴张成了O形状 眼中再也不见之前的凶利和蛮横 只剩下满满的恐惧 地厅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自己诬陷的这个小僧 竟然是主人地藏的传人 这特么 他现在有一种的感觉 感觉命运狠狠捉弄了自己一把 硕上 还不给我跪下 赵小云声音如雷霆 在整个山谷上空响起 他低下头 目光直钉地厅 脚下的地藏法相 手掐莲花宝印 无量佛光自身后九道神轮绽放 犹如一轮黑暗中的璀璨大日 浑身强悍气势散发 连虚空都在此刻微微颤抖了起来 感受到这一股熟悉的地藏王菩萨的气息 地厅心中紧绷的最后一根弦 彻底崩溃 他双膝一软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弓顺的俯身给赵小云磕了一个响头 颤抖地道 罪奴地厅 见过小主人 这一幕被众位长老看在眼里 空目等人脸上闪过一抹星系 地厅这个反应 无异于直接承认了 赵小云地藏法相的真实性 地藏传人出世 地藏佛门大兴 此刻 他们之前所有对赵小云的怀疑 指责全部烟消云散 只剩激动和震撼 只有空磚浑身一软 瘫倒在了地上 另一边 赵小云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他刚刚也是情急之下 想到这个方法 用地藏王菩萨传人的身份 震慑地厅 目前来看 他赌对了 地藏王传人这个身份 真是不得了 连地厅这二品凶兽 都要畏惧 与此同时 他心道一声 现在最要紧的 是趁着地厅被震慑的关卡 洗清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 想到这 他掐断思绪 鼓起气势 喝道 畜上 吴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出玄真被杀的事情 听到赵小云的声音 地厅下意识咽了一口口水 快速回答道 入魔的是玄真 他被心魔捕获 杀您在先 地厅将自己探听到了实情 一丝一吼都没有隐瞒 全部说了出来 听完这番话 众位长老眼中闪过金色 地厅这次说出的结果 跟他们之前探查的八九不离十 也就是说 地厅之前 是在撒谎欺骗他们 如果不是赵小云 暴露出地藏传人的身份 他们就要损失掉 赵小云这位地藏传人了 得知这个结果 同在心中骂了一声 畜生 而赵小云听完 心中更是大骂不止 摩洛哥炒饼 就因为这家伙撒谎 差点给自己送进练妖塔 如果不是因为系统之前奖励自己 地藏法身经 自己就算有一百张嘴 也说不清 真是个别样的畜生 赵小云咬牙 如果不是忌惮地厅的实力 他恨不得 现在就给地厅的篮子嘎了 检测到宿主对佛门护法出言不逊 触犯妄语界 奖励压伯一代 系统的声音让赵小云稍稍平息了怒火 看着地上恭恭敬敬的地厅 他深吸一口气 问道 你之前又为何要诬陷我 听到赵小云的问话 地厅猛地指向一旁 弹坐在地上的空悬 回小主人的话 都是这个叫空悬的老家伙 老家伙以一出圣心连 为驾马 只是最奴诬陷小主人你 地厅边说 边看向已经呆若目击的空悬 眼神恨不得将这家伙生吞活泼 这个老逼灯 可是将自己害惨了 得罪了小主人 自己别想从这地藏佛门后山离开了 而空木等其他长老 听到诬陷赵小云的幕后黑手 竟然是空悬 眼中不约而同闪过惊讶 空悬 你 你怎么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一出圣心连 亏你能想得出来 上梁不正下梁弯 怪不得悬真会入魔 在一众长老的指责声中 空悬忽然面色战红 眼中闪过一抹痛苦之色 紧接着 破 口中喷出一道蟹剑 原本周身笼罩的五尺佛光 犹如燃尽的灯火般 骤然暗淡 全身修为境界 也疯狂坠落 四品巅峰 五品 六品 最后直接降位了凡人 很明显 佛城降临了 佛门八剑 不忘语 此界包含很广 骂人 嘲讽 调戏 其中最严重的 便是诬陷同门 不过 前提是 僧人知道 是自己做的是诬陷别人的事情 在赤裸裸的现实面前 空悬不得不承认 赵小云是被自己诬陷的 而此想法一出 佛城变灵 随着修为散尽 空悬本人 在大成之下 直接没了声息 佛门三十年 分割一字辈 空悬入门 已经将近八十年 只是凡人的他 如何能支撑得起 这样一副身体呢 看着这一幕 众僧纷纷摇头 空悬这也算是自作自受 死在佛城之下 倒醒了我们一番功夫 阿弥陀佛 此事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要几年慎行 第25章 精灵异足的洗礼 看着空悬在佛城之下 没了声息 赵小云心道一声 好死 这老家伙买通地厅 诬陷自己 差点让自己被关进炼妖塔中去 奇心险恶 死在佛城之下 算是便宜了他 如果他还活着 一定要让他尝尝 什么叫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 不过 私人已是 赵小云也犯不上 跟空悬的尸体怄气 现在最要紧的 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山谷 在地厅这尊二品凶兽面前 他心里实在没底 毕竟自己这个地藏传人的身份 是冒充的 万一被地厅看破 自己可能连练妖塔都没法进 想到这 赵小云掐断思绪 看着跪在地上的地厅 冷声道 地厅 此事你虽不是主谋 但却从旁协助 亦有罪 不过 念在你迷途之反 便罚你三年不得出谷 你可认罚 地厅闻眼眼中 闪过一抹激动 认罚 地厅认罚 多谢小主人宽恕 地厅一定好好反思 地厅边说 编在地上磕头 态度诚恳无比 见状 赵小云心里松了口气 直接收了地藏法香 而后 又对着众位长老道 诸位长老 此事既已经明了 我等在此地无事 不如直接离开如何 可 空木等长老 也是这个心思 他们跟地厅在一起 也是压力山大 早就想得快点离开了 几人将空悬冰冷的尸体 用袈裟收起 便向山谷外而去 地厅恭送小主人 小主人有空来我这里玩 地厅随时欢迎您 地厅远远的告别声传来 听得赵小云 眼角微微抽搐 心想 自己又不是脑子有病 这次能靠地藏 往法香糊弄过去 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赵小云心想 今后无论如何 都不会再来这里了 然而 他却丝毫不知 自己显露地藏法香 所造成的影响 已经悄然弥漫 而与此同时 距离地藏佛门 万里之遥之地 青山万和 郁郁葱葱 浓郁的天地灵气弥漫 是其他地方的四五倍 是一处让修饰 梦寐以求的圣地 而在这无垠森林深处 竟然有一处室外桃园 这里建筑全部以树而建 与寻常人类建筑风格不同 并有身影在其中穿行 室外桃园中央处 一柱金色菩提树 观如滑盖 昂然而立 树下站着几道身影 聚都是女性 体型娇小 身材玲珑 青沙遮面 肌肤如雪 背后两双半透明的蝴蝶翅膀 一头金黄瀑布般秀发 在太阳下闪耀着神灰 若有常人在此 定然能认出 这些身影 就是最洲最神秘的种族之一 精灵异族 马上就要到西月受洗的日子了 受洗之后 他就能突破六品了 算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了吧 没错 西月的资质 在我们精灵族内 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了 只要完成洗礼 日后我足定然能再填一尊精灵王 以后要叫西月 叫岳王殿下了 听到周围同伴们的调侃 名为西月的精灵少女 脸颊为红 三品事情太远了 我连洗礼都没过呢 他们精灵一族 修炼到七品之后 必须要在先天灵池当中 经过受洗典礼 洗掉最后一丝后天污浊 才能完成蜕变 突破六品 这个过程被称为洗礼 是每个精灵最重要的一步 西月如今 也到了该洗礼的时候 但不知为何 族内一直没有定下来受洗的事宜 据说是高层因为受洗地点 产生了争执 就在这时 他们头顶的菩提树 似乎是感应到了什么 忽然喷涌金色霞光 传出泛音畅颂 神圣无比 菩提树显灵了 精灵们惊呼 这棵菩提树 助力在这里将近千年 还一直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在众精灵少女惊讶之时 一道身痞子都冒 身材傲人的身影 出现在菩提树前 西运祭祀 有精灵喊道 名为西运的女精灵 却并不理会他们 只是看着菩提树 瞳孔中闪过惊讶 难难道 菩提显灵 佛门大心之照 这棵菩提树 乃是地藏王菩萨 亲手种在精灵一族的领地内 并留下称言 菩提显灵 佛门大心 而今菩提树周遭涌现一项 正好应对了 当年地藏王菩萨留下的话 看来必须去地藏佛门走一遭了 西运轻声道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低头看向人群中的西悦 哦 西悦 你受洗的事情确定下来了 过几日 准备随我一起前往地藏佛门 为首一个 看着面前诸多女精灵到 西悦受洗的日子马上到了 你们准备一下 随我一起去地藏佛门 这一声 将西悦唤醒 他碧绿的眼眸眨了眨 闪过一抹疑惑 西运祭祀 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地藏佛门完成受洗 而不是跟其他族人一样 在族内 西悦声音中带着疑惑 其他族人 都是在族内完成受洗典礼的 唯独轮到自己 却要跑到万里之外的地藏佛门去完成 这让他非常不解 听到他的疑惑 前方那位一身紫袍的西运祭祀 将目光转移到他的身上 眼神中流出一丝疼爱 西运 你自小长在族中 很多事情不清楚 西运祭祀开口 声音带着一丝感慨 受洗 是我们精灵一族最关键的一步 这个过程不能被任何人看到 而只要看到 便会与对方签下任主契约 终生被奴役 不得背叛 而我们一族受天地所终 有帮他们镇压弃运 扫除心魔之能 故而 我们一族的受洗时 会遭到外界诸多势力觊觎 想窥探族人受洗 与族人签约 奴役我们的族人 西运说到这里 语气有些沉重 虽然大部分想要偷窥精灵族受洗的外人 都被他们挡了下来 但是仍有不少族人 在受洗的时候 被外面其他势力盯上 从而被奴役 成为外人的奴仆 这一直是精灵一族的心病 太可怕了 西运俄眉平促 西运俄中疑惑丝毫未见 可是 这跟我们要去地藏佛门 有什么关系 长老所说的受洗 重要太理解 但这不更应该在族内吗 为什么要去外人的地方 那不是更不保险吗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西运祭祀摇了摇头 地藏佛门的和尚 有戒律束缚 如果有人胆敢偷看你受洗的话 他们便会收到佛城制裁 生不如死 加之 这次菩提显灵 矮是佛门大兴之兆 此时去 地藏佛门受洗 绝对万无一失 西运祭祀 将选择地藏佛门受洗的原因 告诉了西运 实际上 自从地藏佛门建立以来 他们一族 已经和地藏佛门合作过多次了 包括他 当年就是在地藏佛门中受洗的 原来如此 西运和周遭诸位精灵恍然大悟 西运祭祀看着 西运 又道 西运 你是我族这一代中 最有希望成为圣灵的存在 只要你受洗成功 我族便能添上一尊圣灵 他声音中带上一抹激动 圣灵是他们一族制高形态 堪比外界那些修行者口中的二品天妖 只要西运受洗成功 他们一族便有希望增加一尊二品圣灵作证 到时候 他们精灵族 就不会是罪州八大势力当中 最弱的那个 所以 你的受洗 不能出任何岔子 西运祭祀声音坚定 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带西运 前往地藏佛门受洗的原因 第26章 妖兽了 立为佛子 地藏佛门内 宏伟辉煌的问心殿内 十七位长老悬空而坐 看着大殿中的赵小云 面色复杂 激动 欣慰 兴奋 震撼 种种情绪在他们眼中交织 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一波三折 让他们都有些反应不及 其中 最重要的 还是赵小云展示出了地藏法香 地藏法身经 地藏传然 地藏佛门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云心 你是何时领悟地藏法身经的 最终 还是空目出声 问出了众位长老 最想问赵小云的那个问题 对啊 为什么你之前没跟我们说过 如果你早说 你领悟了地藏法身经 哪里会有今天这一套 众位长老 纷纷呢喃苦笑 地藏法身经 是我进入练妖塔前领悟的 不是不想 告诉长老们 是这些天事情太多 实在忘记了 赵小云声音诚恳 心中却很无奈 他的地藏法身经 是系统给的 压根就不是领悟出来的 那个据说只有地藏传人 才能领悟的十倍 他也去看过 可毛都没领悟到 这说明 他压根就不是地藏王菩萨的传人 如果不是这次试出紧急 他根本就不会透露自己 修炼地藏法身经的半点消息 假冒地藏传人 万一被那位神通广大的 地藏王菩萨察觉到 保不准自己就要去 练妖塔里百年游 跟里面的三大天妖 四大妖魔刺牙完了 想到这 赵小云又道 云星有一事 要拜托诸位长老 恳请诸位 不要将我的藏传人的身份暴露出去 赵小云郑重说道 云星说得不错 树大招风 若是让外界知道 云星是地藏传人 十万大山的那些妖魔 恐怕要疯狂了 说得有道理 妖魔是我佛门如眼中钉 肉中刺 此事不得不防 那云星是地藏传人的事情 就仅限于我们之中 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可 众长老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善灾 随后空木赞叹一声 探向赵小云云 云星 你已吸得地藏法身 凝聚地藏法香 是地藏王菩萨钦定的传人 地藏传人的身份 我们不会暴露 但是必须要有符合你的身份 说着 他看向众位长老 震声道 现在 我提议将云星立为佛子 众位长老可有意见 本来 诸位长老对于佛子的人选 还有意义 而今 有赵小云 这位地藏传人的存在 什么意义都不存在了 空云同意 立云星为佛子 空净同意 空忧同意 十七位长老全部同意 将赵小云立为佛子 阿弥陀佛 多谢诸位长老信任 赵小云双手合十 谦虚地感谢了一声 正要告退 却听空母诱道 你身为佛子 未来接任方丈 未来要带领整个地藏佛门 以后意识便留下来吧 赵小云身形一顿 他其实不想留下 但一想到 自己接了佛子的位置 迟早有这一天 故而重新坐回了蒲团上 客气道 云星经验尚浅 不足以领导佛门 决策之事 还要仰仗诸位长老 空母微笑着安慰道 放心 总会有熟悉的那一天 说吧 将视线 在在场的诸位长老身上 全部转了一圈 最终停在空幽长老的身上 空幽 城国那边的情况 摸清楚了没有 文言 空幽长老摇了摇头 跟之前一样 派过去的两名弟子 进入城国之后 便石沉大海 再无任何消息 又失败了 空母一脸的失落 其他长老也具都面色凝重 大殿气氛都显得沉重起来 只有赵小云 一头雾水 他第一次参加这种决策议事 根本听不懂这些家伙 到底在说什么 你之前再连摇塔 很多事情不清楚 或许是看出了赵小云的疑惑 空母叹气道 去年 我们陆续接到许多球员 城国现代的成平地 为了求取长生 跟天魔殿勾结在了一起 死 听到天魔殿 赵小云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罪州的众多势力当中 论知名度排在第一位的 绝对是天魔殿 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地藏佛门 究其原因 则是因为天魔殿的名声太臭了 这是一群魔修组成的势力 无恶不作 手段残忍 在罪州大地上造下无数杀念 已经到了文之色变的程度 城国皇帝 竟然跟这么一群魔修搞到一起 怪不得有人要求援 想到这 赵小云眉头皱起 开口道 事情查明了吗 如果查明的确是跟天魔殿 勾结到了一起 那我们直接出手 打天魔殿一个措手不及 不就好了 赵小云疑惑 面对天魔殿这种堪称人间之邪的魔道势力 地藏佛门向来是从不手软 只要查明 必定以雷霆手段扫除 既然消息年前就已经送到了 早就该出手了 文言 空木长老微微摇头 眉头皱成了穿字 这件事难辨难在这里 天魔殿行中向来诡异 没有探查清楚的情况下 不能贸然出手 不然 只会打草惊蛇 甚至 空木说道 这里顿了生命 但是所有长老脸上都闪过一抹悲哀 跟天魔殿敌对 地藏佛门付出了血的代价 上一任佛子 便是中了天魔殿的计 被十万妖山和天魔殿联手所杀 所以 我们接到消息后 已经派出去很多弟子 前去打探情况 想搞清楚 天魔殿到底在谋划什么 可是 说到这里 他眼中闪过一抹伤感 这些弟子 一个都没有回来 至今 我们对陈国的情况 还是一无所知 第27章 陈国事变 诸位不必气馁 孔悠再度开口 三天前 我已派出八名精英弟子 由我坐下两位玄自被徒弟带领 再探陈国 我就不信 查不出天魔殿的谋划 空幽斩钉截铁的声音 缓解了大殿内凝重的空气 八名弟子 兵分两路 只要有一人能带回消息便可 不错 只要搞清楚天魔殿具体谋划 我们便能以雷霆之势 出手覆灭他们 唉 希望这次能够成功吧 众长老脸上一片愁容 唯有赵小云眼中 闪过一抹疑惑之色 看这架势 长老们也不是第一次派人去了 到现在 一个人都没回来 一点消息也都没探查出来 说明对方肯定有办法识别出佛门之人 派再多的人过去 那跟肉包子打狗 有什么区别 不过这些疑惑 赵小云也是憋在了心里 毕竟他只是 第一次前来会议旁听 不了解事情全貌 所以不好对长老们的决策做出评价 之后 他又跟众长老们一起 谈了一些杂事 最终 议事结束 形成三条通告 第一条 玄子被弟子玄真 遭心魔蛊惑 残杀同门未遂 而被救地正法 昭告全门 逐出地藏佛门名录 第二条 空玄长老 因爱徒入魔 溃忧成吉 于昨日去世 葬礼三日后举行 第三条 玄子被弟子玄心 慧根深重 精通佛法 品德兼备 才识过人 资质卓著 经佛门十七位长老 以及神尊弟厅 共同商议决定立为佛子 通传全周 这三则消息一出 整个地藏佛门都震惊了 本来赵小云在 地藏佛门的风平就不好 所以 玄真被杀的这件事 在地藏佛门传的人云亦云 甚至 不少人都相信了玄真的说法 然而调查出来的结果 竟然是玄真入魔 赵小云非但什么事都没有 还被直接任命为佛子 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真是没想到 当年那个人人看不起的废柴云心 如今竟然一转变成了佛子 是啊 练妖谷这三年 云心的变化太大了 恍然落梦了 嗨嗨 现在人家成了佛子了 以后记得改称人家为云心师兄 云心被立为佛子的事情 不止在地藏佛门引起了轩然大波 罪州的各大势力 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立马开始紧锣密鼓地搜集赵小云的消息 与此同时 罪州山脉深处 一座幽森的大殿内 许多笼罩在黑袍中的人影 正在向一处祭坛跪拜 祭坛之上 是一尊空无一人的王座 随着众人的跪拜 无形黑暗弥散开来 逐渐显化为一道模糊的人影 正是从地藏佛门赶来的深渊 参见尊上 黑衣人们当即跪下 向深渊朝拜 成国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深渊冷声发问 回禀尊上 成国那边一切都有条不紊 地藏佛门派来的突驴 全部都被我们诛杀 为首的黑衣人 邀功式地言道 很好 深渊点了点头 黑衣人再度开口言道 启禀尊上 地藏佛门那边传来消息 他们心立了一名佛子 法号云心 听到云心这两个字 深渊身上 猛地爆发出一股冷气 让整个大殿气温都下降了 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看出来 这个名字 让深渊非常忌惮 所有黑衣人都震惊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尊上有如此强烈的情绪变化 不过 没人敢在这个时候 碰深渊的眉头 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 直到片刻后 深渊身上的气势 才渐渐收起 无妨 此事本尊早已清楚 做好你们该做的事情 待成国之事成功 别说一个佛子 就是十个百个 也无济于事 深渊嘴上说着 只要这次成功 我便能恢复自由之身 云心 下次相见 本尊一定会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转眼间 七天过去 地藏佛门往北千里 崇山峻岭 山脉纵横 阳光下 一只五彩神鸟 自天空中飞过 头下巨大的影子 遮住一座雄伟的山峰 鸟背上端坐着几道身影 金发碧眼 体型娇小玲珑 半透明的金色羽翼 收在背后 圣洁美丽 正是打算前往地藏佛门 受洗的西月一行 带领他们的 依旧是大祭司西月 前面还有千里 就是地藏佛门的范围了 佛门种礼术 交给你们的人类礼术 一定要记住 端坐在神鸟驳梗的西运 出声提醒道 地藏佛门贵为最周第一势力 礼术方面必须谨慎 精灵少女们一口同声 祭司放心好了 我们都记住了 西运点点头开口言道 这次去地藏佛门 除了跟西月受洗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结识他们心里的 云心佛子 佛子 那是什么 西月身后一个年纪 稍微大点的精灵 疑惑问道 佛子是 就是地藏佛门未来的方丈 就相当于未来的圣灵 跟佛子打好关系 就是跟地藏佛门 打好了关系 未来我族有难 可以多一个帮手 西运又解释道 哇 未来的圣灵啊 那位佛子肯定很厉害吧 有精灵少女惊呼 不错 能成为佛子的 必然都是人中龙凤 天骄级别的存在 西运祭司声音中带着感慨 真的假的 很少见祭司这么夸人呢 是啊是啊 其他几个精灵少女惊讶 平日里 祭司都是冷着脸 很少夸人 你们不懂 西运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能被选为佛子的 必然是要遵守那些苛刻的戒律 第28章 说风话的假和尚 西运祭司将那些自己知道的 需要遵守的苛刻戒律 全部告诉了精灵少女们 所以 能成为佛门佛子 不仅资质要好 品性 悟性 毅力 也都是绝顶 听完西运祭司说的 所有精灵少女 包括西悦 眼中都流出了惊讶 当和尚 这也不能 那也不能 能从其中脱颖而出的 必然都是天骄了 这么严苛的戒律 果真只有长老说的那种天骄 才能坚持下来了 连女孩的手都不能碰 怪不得要选地藏佛门受洗了 好想看看 那位佛子长什么样子 在一众精灵少女 叽叽喳喳的交谈中 五彩神鸟正齿 一条条山脉被甩在身后 每两天时间便来到地藏佛门附近 傍晚时分 夕阳满天 看着远处 壮观辉煌的地藏佛门 西运转头 郑重地对身后一行精灵少女道 前面就是地藏佛门 为表示尊重 我们必须步行上山 地藏佛门贵为罪州第一势力 降妖附魔无数 名望极高 加之他们此行 还是有求于地藏佛门 故而 必须要给予足够的尊重 说吧 西运便指挥着五彩神鸟 落在附近群山中的一处空地之上 不过 虽然没有神鸟乘坐 众精灵也都有修为在身 身后 还有翅膀助力 不一会儿便到了地藏佛门山下 上山的路是一击击一眼望不到头的时间 这一段路 就要靠他们双脚去走了 不过 这段路风景优美 加之众精灵都是初次来到外界 看什么都兴起 所以 走得倒也不枯燥 然而 刚刚走到一半的时候 呼呼呼 一阵呼噜声 从石阶西边一处青石上传来 西岳仔细看去 只见青石之上 躺着一个人影 西运祭司 那边有人 说着 他便第一个跑了过去 其他几个精灵少女 紧随其后 只见青石上 躺着一个五官清秀的光头和尚 穿着棕红色的袈裟 身上散发着刺鼻酒气 手里拿着一个没肯玩的鸡腿 这个和尚 一边打呼噜 一边嘟囔 嘟囔的 都是一些西岳听不懂的话 什么系统 什么王八蛋 天天拿破烂糊弄他之类的 袈裟 僧袍 这光头 不会就是祭司说的和尚吧 不是说和尚不能喝酒吃肉的吗 也许只是巧合 也说不定啊 精灵少女们围了上来 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 眼前这个和尚 不仅醉醺醺的 而且还看着鸡腿 跟西运祭司之前告诉他们的 完全不一样 别看了 西运严肃的声音从旁传来 此人要不是地藏佛门的祭僧 要不就是想要加入地藏佛门 而不得的疯子 肯定不是真和尚 西运断言道 青石上的小僧年纪不大 身上满是酒气 还肯鸡腿 说脏话 如果是真和尚 佛城之下 早死了八百回了 别说还在这说罪话了 原来只是一个疯子 西运点了点头 伸出小手 捏了捏小光头的鼻子 小光头迷迷糊糊睁开眼睛 一 哪来这么多女妖精 想戏我的阳气是吧 看佛爷我 狠狠承见你们 说着 小光头便要伸手向西运抓来 却被西运灵活地躲了过去 如此行为 惹得众精灵少女 哈哈大笑 西运见状 摇了摇头 都别闹了 上面地藏佛门的佛子 和诸位长老都在等着我们呢 别让人家久等了 此言一出 众精灵这才作罢 依依不舍地离开 继续向地藏佛门山上行去 哎 女妖家 你们别走啊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佛爷我阳气多得很 你们狠狠来戏 小光头伸手 却扑通一声 从青石上摔了下来 与此同时 地藏佛门 四门前的广场上 五位空字被长老为首 地藏佛门各院高层 进阶在此列阵 迎接远道而来的精灵异族 而负责这次迎接活动的 空幽长老却眉头紧皱 一脸焦急地在四门前踱步 这精灵异族的人 马上就要上山了 芸心他跑哪去了 其实原本站在这里 迎接精灵异族的 应该是赵小云才对 可是今天早上 赵小云说 要去什么下山 不到结果不到不到现在 都没有回来 眼见着精灵异族人都来了 芸心这个佛子 未来的方丈却不出面 多显得失恋 就在空幽哀声叹气的时候 这件远处石阶上 出现几道靓丽的是身影 金发碧瞳 肌肤雪白 面遮白纱 后背 还有一双收起来的双翅 正是远道而来的西岳异族 空幽赶忙收起愁容 双手合十 笑着迎了上去 阿弥陀佛 欢迎西运祭司 空幽长老 让您久等了 西运恭敬地 请了个佛门骑手 空幽和西运两人在一旁寒暄 后面一群佛门弟子 看着身段玲珑的精灵异族 一个个那是眼睛发直 甚至有的 已经开始观想白骨惯了 寒暄过后 听闻贵宗佛子品性高洁 佛法高深 资质卓越 不知空幽长老 可否带为引荐 西运客气地问道 他本来以为那位佛子 应该会出现在 这次迎接队伍的 结果竟然没有 其他精灵 眼中也都闪过好奇 想看看被西运祭祀猛夸的 地藏佛门佛子 究竟是怎样的天骄人物 啊 空幽眼中闪过一抹尴尬 赶紧回答道 云星佛子他 正在藏经阁闭关 暂时不便出来相见 原来如此 西运点点头 其他精灵少女 眼中闪过一抹失落 不过 你们想见 授起的典礼上就能见到 空幽安抚一声 接着道 我们地藏佛门 已经在寺内备好了宿斋 请诸位一同入内相商 说着 空幽摆出客气的寝的首饰 多谢 西运点点头 随着空幽 一起向地藏佛门之内而去 其他精灵少女 也随之一起走了进去 只剩一堆守门小僧 一脸轻默地看着他们 精灵不愧是 罪州最美的种族之一 只是露出一双眼睛 都是那么美 怪不得精灵受洗 会那么多人关注 这要是得到一支 静生 我等是出家人 不可有邪念 众僧望着远处离去的 一行精灵少女 议论纷纷 而就在此时 远处的石阶上 出现一道摇摇晃晃的身影 女 女妖精 今天不惜干回阳气 别想走 说着一步踏空 差点摔倒 第29章 多虑了 云星师兄是正人君子 守门小僧中有眼尖的 看到了这身影 云星师兄 他们脸上露出惊讶 赶紧围了上去 云星师兄又喝多了 云星师兄 虽然以你的心境 可以饮酒不出佛城 但也不能天天喝啊 是啊 你看你 今天误了大事 算了吧 云星师兄喝成这个样子 什么话都听不进的 赶紧给他抬回禅房吧 众僧七嘴八舌的说着 而后手忙脚乱的 将醉得一塌糊涂的赵晓云 架了起来 向寺门内走去 地藏佛门之内 精灵族一行人 在进入佛门之后 先是去大雄宝殿 给地藏王菩萨 以及诸位佛门罗汉金刚 上香祭拜 而后才来到地藏佛门内的一处密室 商量西月洗礼的具体步骤 明天 西运郑重地点了点头 出来之前 我们族中的寄灵预告 这次洗礼要越快越好 寄灵的预言 曾经指导精灵一族渡过无尽岁月 躲过无数劫难 所以西运不得不考虑 空忧闻言 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便定在明天 我们明天戒严一天 一定确保万无一失 随后众人又商量了一下 明日洗礼的时候如何不防 以及其他的一些事宜 最终 洗礼地点被选定在 藏经阁附近的吴波湖 地藏佛门上下联手 连夜将吴波湖的水排空 而后灌入精灵一族的先天灵业 这些先天灵业 是极为珍贵的灵才 也是精灵一族 付给地藏佛门帮忙受洗的报酬 一池的先天灵业 价格无算 这种等级的灵才 在外界是按低来算价格 所以 这件事是两方各取所需 地藏佛门上下 所有弟子都被告知这件事的严肃性 然后被编成小队 每个小队 都有一个精灵少女陪同 所有人互相监视的同时 肩负巡逻任务 而长老们也不闲着 负责监控外围 以阻挡可能的来犯之地 总之 为了这次受洗 地藏佛门上下都严阵以待 然而 这一切 赵小云都浑然不知 他整晚都在禅房呼呼大睡 直到第二天清晨 这是哪儿 赵小云朦胧地睁开眼 看到熟悉的屋顶 立刻意识到 这是自己的禅房 我怎么回来的 赵小云翻阅记忆 他只记得自己借着步道的名义 下山找乐子 在山脚下的小镇 喝了一天大酒 本来就是想看看 能不能讨点好东西 结果系统又给了他一堆的香皂 有上次获得一千块香皂 获得地藏法身经的经验 赵小云喝了一天 好东西一个没见着 还给自己喝大了 最终见天色见晚 于是准备回山 后面的记忆就很混乱了 什么上山的时候 碰到了一群女妖精 白沙遮面 非要吸他的洋气 他好像要想要除魔 这 这都什么和什么吗 赵小云苦笑 只当是自己喝大了 地藏佛门附近 怎么可能有女妖精吗 以后不能喝这么大了 赵小云摇摇头 习惯性地从系统空间 拿出一根芙蓉网点上 然后便准备出门 去藏经阁 他现在境界已经达到了五品 而且贵为佛子 除了金刚祥魔咒 这一门大杀器外 唯一的傍身武技 就是杀门拳 之前跟玄珍交战 全靠大力出奇迹 所以 他这段时间每天都会去藏经阁 挑选一些自己能用得上的武技 结果一出门 便发现不对 怎么这么安静 现在是清晨 是个院弟子早课诵经的时辰 武僧们是在这个时间段 开始打熬身体 所以平常这个时候都热闹得很 而今天竟然出奇的安静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今天有那位长老开谈奖金吗 赵小云奇怪地念叨了一声 但并没有放在心上 平日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是有长老公开奖金 然而 这些都跟他没什么关系 奖金什么的 他也听不进去 还是直接去藏经阁吧 这条路 他已经熟悉的不能再熟 闭着眼都能走到 想到这 赵小云弹了弹手上的烟灰 便静止向藏经阁的方向而去 藏经阁之外 一支巡逻队 远远地看到了赵小云 哎 那个和尚是谁 怎么只有一个人 随队的精灵少女 看到了赵小云的身影 额眉微醋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身影给他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一旁带队的武僧 同样看到了赵小云 于是笑回答道 那位啊 那位就是我们地藏佛门的佛子 云昕师兄 哦 这就是你们的佛子 未来的方丈 精灵少女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他记得清清楚楚 西运祭司说的 地藏佛门的佛子 都是人种龙凤的话 未来的方丈 可以这么说 武僧点了点头 承认了精灵少女的话 然而看着赵小云前进的方向 精灵少女额眉平促起来 你们佛子这是要去干嘛 他去的方向 是西运姐姐受洗的吴波胡 我们要不要叫住他 他有些担忧的问道 不用 武僧摆摆手 安慰道 云昕师兄 去的方向应该是藏金阁 他这些天 每天早都往藏金阁去 武僧之前 便一直负责在藏金阁外执行 经常看到赵小云的身影 下意识地认为 赵小云是前往藏金阁 这样的吗 精灵少女点了点头 虽然还是有些担忧 但是脑海中想起西运祭祀之前 跟他们说的 能被选为佛子的 都是品德高尚的高僧 肯定不会做出 偷看西悦受洗的卑鄙之事的 就算是做了 也会违反戒律 生不如死 想到这 他那一丝隐忧彻底消失 笑着跟旁边的小和尚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继续巡逻吧 说着 一行人继续向其他地方巡逻而去 另一边 赵小云来到藏金阁附近 他也看到了远处入口走过的巡逻队 隐约还看到了昨晚梦中的女妖精 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什么从藏金阁附近这么多人巡逻 他有些疑惑 便想到藏金阁内 找个人问问 然而 却在此时 他忽然感觉到了一股极强的灵气波动 仿佛潮汐 一般 全身上下的毛孔 都在贪婪地吸收这股灵气 带给他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爽感 赵小云眼中闪过惊讶 急忙看向这灵气波动传来的方向 吴波胡 第三十章 原来这不是梦 赵小云震惊地看向吴波胡方向 他在地藏佛门待了十八年 吴波胡去了至少百八十次 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去看看 赵小云立马变下了决定 如此强烈的灵气波动 只有一些上好灵才才有可能散发出来 奇怪的是 前往吴波胡的路上 他一个人都没有看到 寺内出现这么强的灵气波动 各到以往 早就有空字被长老前来探查情况了 然而 直到赵小云来到吴波胡外 却一个人都看不到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赵小云眉头紧皱 这里天地灵气已经浓稠到了雾化的地步 随便呼吸上一口 顶得上在外界修炼一天 给人一种飘飘欲仙之感 这些灵雾的来源 全部是吴波胡的湖水 赵小云目光转移到这些湖水上 却见以往平平无奇的吴波胡湖水 此刻正向外散发着圣洁的蓝色幽光 这个是仙天灵水 赵小云立马就认出了吴波湖中的水 正是每一滴都能卖出几十上百零食的仙天灵水 而此刻 偌大的吴波湖内 竟然灌满了仙天灵水 他环顾四周 吴波湖四周的花草树木 一切都一如往昔 唯独湖里的水 全部变成了仙天灵水 阿弥陀佛 我昨天到底喝了多少 怎么还在做梦 吴波湖水变成仙天灵水这种事 怎么可能出现吗 肯定是假的 自己肯定谁在做梦 赵小云正想着 要不要掐自己一把 将自己掐醒 猛地注意到 吴波湖中央的莲花丛忽然颤抖起来 赵小云下意识蹲了下去 借周围野草挡住了身子 却见莲花丛中 忽然走出一道玲珑身影 金发如铺 臂眸如斐 肌肤宛如玉石带着水渍 散发着朦胧的光泽 后背两只半透明的翅膀微微扇动 掀起一道道浪花 这不是昨天梦里的女妖精吗 赵小云顿时想起来 自己之前梦到过这身影 只是相比起昨天 女妖精脸上的白沙退下 穷鼻精致 朱唇好齿 五官完美无瑕 好似最完美的雕塑 赵小云直接看呆了 这梦做的 只有一个字 好 检测到宿主偷窥女精灵洗澡 触泛色之剑 奖励神通 立地生根 立地生根 双脚触地 借根生气 无动如山 发动神通 可借助地气 获得百倍防御 但神通发动后 只能待在原地 叠最后的甲 挨最狠的打 戏通声音传来的瞬间 赵小云便感觉到 自己脑海中多出了很多 有关于立地生根的信息 他顾不得细揪 而是直接愣住了 梦里是不会触泛色之界的 更不会获得神通 这书名 这压根不是梦 赵小云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不是梦的话 为什么会有女妖精 在地藏佛门这佛家圣地洗澡 洗澡水用的 还是先天灵水 赵小云猛逼的响 但眼睛却瞪得更大了 检测到宿主偷窥女精灵洗走 知错不改 触泛色之界 蒋栗 沐浴露一瓶 听到系统的声音 赵小云咬牙 狗儿的系统 少在这里诬陷好人 我这根本不是偷窥 是光明正大欣赏 欣赏懂不懂 与此同时 地藏佛门外围 西运看了一眼天空 朝阳只差一丝 就完全从地平线上升起 快了 太阳完全升起 蜕变就可以完成了 他喃喃开口 朝阳完全升起的那一刻 轻生灼将 是天地间 亲戚最为浓郁的那一刻 一旁的空幽听到 祝贺了一声 能有这样一尊 圣灵资质的大财 是贵族之幸啊 我替西运 谢谢空幽长老夸奖 西运客气点点头 恭维道 贵宗不宜有云星佛子 这样一位大 才嘛 小小年纪 就能凝聚佛光 未来成就定然不可限量 虽然来地藏佛门 不过一天 但西运已经对这位佛子 有初步的了解 十八岁的年纪 就已经晋升六品 还凝聚出了佛光 甚至还融合了 传说中的神物深渊宝谷 以自身佛性 镇压了宝谷当中的魔性 足以说明 这位佛子资质 物性 品性 具都是逆天存在 这让他不仅遗憾 自己昨天 竟然没有见到这位佛子 但是想想 对方在这种关键时刻 还在藏经阁闭关 不正证明了 对方的刻苦吗 加之 其背靠地藏佛门 这一颗地藏佛门 最强大的势力 未来成就不可限量 西运已经下定决心 这次过来 无论如何 都要和这位云心佛子 打好关系 西运既似谬赞了 空忧嘴上客气 但嘴角却微微扬起 若让你们知道 云心不仅是佛子 还是地藏王菩萨的传人 修为境界 早已晋升无品 凝聚大院地藏王法乡 不知你们的有多惊讶 空忧心中得意道 在资质这块 赵小云绝对是他见过的 最恐怖的存在 就是办事这块 不太靠谱 昨天那么重要的关口 赵小云竟然没出来接见一下 见一见精灵族 这地藏佛门重要盟友呢 结果等了半天 这家伙都没回来 没让他好好装一个臂 想到这 他忽然觉得自己 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他们这些长老 整晚都在忙活着 受洗不防的事情 好像没人去告诉赵小云 精灵族受洗的事情 嗨 这种小事 还有我们长老亲自告诉吗 下面的弟子 应该会告诉他的吧 空忧心想着 对西韵道 西韵你在此守着 无惧其他地方巡视一番 说吧 便向其他地方而去 朝阳完全升起 来了 西韵眼中放光 蜕变就在此时 与此同时 吴波胡 赵小云正看得入神 却见 胡堂中央的女妖精 浑身忽然绽放璀璨的脚白光芒 卧槽 这家伙 不会是要爆炸了吧 赵小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弄得不知所措 无形神韵散发 在虚空中 涌现一幕幕奇景 有被生十二次的金色圣灵 与青龙 火皇 大鹏此类上古凶物 厮杀战斗 神威无限 凶猛无比 与此同时 被白光笼罩的女妖精 身影渐渐浮出水面 屹立雨在水面上 身上散发一缕雨灼气 这一切被赵小云尽收眼底 他眼睛瞪得浑圆 而就在此时 冥冥中 一股神秘力量降临 将他和那女妖精联系到了一起 赵小云忽然感觉自己脑海中 多了一丝特别的东西 第三十一章 莫名其妙多了个女仆 赵小云检查自己脑海中多出的那东西 发现竟然是一份认主的道士契约 认主契约 赵小云眼中闪过迷惑 他不过就是偷窥 欣赏了一下对方洗澡而已 怎么还签订了认主契约了呢 不过随后 他眼睛便瞪大了 因为他发现 他脑海中竟然出现了很多精灵夕月的信息 二十岁 先天月灵花精灵 化形二十年 六品中期 除了这些信息之外 他还多处一种特殊的感觉 可以随时抹杀夕月 精灵族 传说中的精灵族 看到对方精灵的身份 赵小云瞬间一击灵 关于精灵的信息 他只从书上看到过 传说这个种族 平日只在罪州南方的领地生活 很少跟外人照面 书上说 这个种族的特点 就是在受洗礼的时候 只要有外人在场 就会跟人签下认主契约 所以 每当族中重要天才出世时 会来地藏佛门受洗 之前 赵小云一直以为 这只是个段子罢了 怎么可能有人被偷看 就会认主 毕竟他来地藏佛门十八年 从来没见到过 有什么精灵族来受洗 直到此时 感受到自己脑海中 那一份切实存在的认主契约 赵小云还是很猛逼 有种半梦半醒的感觉 而就在此时 你为什么要偷看我受洗 一道愤怒的女生 在赵小云脑海中响起 希悦现在又急又急 当感觉到一股冥冥中力量 将自己灵魂 跟另一个人绑定在一起的时候 希悦立马就反应过来 自己已经跟人签订了认主契约 他顿时感觉五雷轰顶 地藏佛门不是天下第一势力吗 这里受洗不是最安全的吗 为什么会有人偷窥 希悦下意识看向 跟自己冥冥中 建立起联系男人的方向 就在吴波湖边上的 一株草丛之中 赵小云感受到他的注视 自知隐藏下去 毫无意义 干脆地站起身来 两人目光对视 场面一时刚大无比 感受到希悦目光中 毫不掩饰的愤怒 赵小云挠了矛头 身材蛮不错的 这一声 让希悦顿时反应过来 他又羞又怒 一招手 身上绿芒绽放 化作一套合体的绿色连衣裙 看着下面 一脸不好意思的赵小云 希悦忽然反应过来 这不是自己昨天上山的时候 碰到的那个风和尚吗 是你 他牙冠仅咬 比眸中散发的怒火 仿佛要将赵小云吞噬一般吗 听我说 这都是一场误会 赵小云无力地辩解道 他那知道 自己只是简单偷看别人洗个澡 就让对方成为自己仆人 这种设定 就算是放到小说里 也属于很炸裂的那种 然而 听到赵小云这句话 希悦更愤怒了 误会 什么误会 什么误会 能让这和尚 闯入层层射房的地藏佛门 精准地在自己洗礼的时间 出现在无波湖 说这是误会 鬼都不屑 所以 只有一个可能 是这封和尚故意的 提前知道自己受洗的消息 暗中潜入地藏佛门 想要让自己成为他的仆人 希悦越想 越觉得这一切都是谋划好的 再想到一路上西运祭祀 跟自己说过同族 跟人签订主仆契约以后 不仅要给主人做饭洗衣 当牛做马 甚至还得给对方传宗接代 生一百个大胖小子 想到这 他眼中闪过一抹悲愤 迅速下了决定 就算拼着施主反噬 今天我也一定要杀了你这心怀不轨的家伙 贴越剑 希悦怒斥一声 手中紫色光芒绽放 化作一只 碧绿的细剑 犹如翡翠雕琢 晶莹剔透 闪着灵光 颇为不凡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千万不能动手 不然 他的话还没说完 受死 西悦娇喝一声 手持天悦剑 如一发离弦之剑 向赵小云刺来 我不要当牛做马 传宗接代 这一剑西悦抱了必死之心 所以速度极快 就算是六品巅峰 都不一定能躲开 然而 等他刚接近到风和尚之时 却见其周遭 忽然喷播出一阵璀璨的金色光芒 天悦剑撞在这光芒之上 直接停滞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紧接着金光暴涨 携带无法抵挡的巨大力量 直接将西悦整个人弹飞了出去 他背后半透明的精灵翼猛地煽动 方才在半空稳定下了身形 看着下方 宛如小太阳一般 笼罩在璀璨佛光当中照小云 西悦眼中闪过一抹呆滞 就凭刚刚那一下对撞 他清楚知道 只凭自己无法突破这家伙的防御 无尽的委屈涌上心头 哇 这一声 他直接哭了出来 听着脑海中传来的哭声 我早说了 别让你动手的 赵小云脸上闪过一抹无奈 佛光有自动护体之能 他现在佛光比空自辈长老还要赤胜 就算是四品中期的修士来 也不一定能破掉自己的佛光防御 就凭西悦这小逆子六品境界 根本不可能伤到他分毫 反而还可能因为用力过猛 伤到自己 所以他刚刚才出言相劝 但奈何 西悦在气头上 根本听不进去 你别哭了 任主契约既然能签订 肯定有办法能减 平僧以后肯定会想办法解开的 赵小云安慰道 他说的是实话 虽然听说 跟精灵族签订契约 有扫清心魔 助力修行 镇压气韵之效 但他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 他跟西悦无冤无仇 莫名就成了对方主人 这太不合适了 如果有办法能解开 他肯定现在就会解开 不会有丝毫迟疑 就在他出言劝慰的时候 却听一声 何人强窗我地藏佛门 接连几道愤怒无比的声音 从远处而来 就见一群空子辈长老 游远极近 飞速来到吴 波湖上空 他们面色巨动难看无比 洗礼大典被干扰了 精灵异族的天才 被人签下了主仆契约 这种事情 肯定不是佛门弟子干出来的 那结果自然毫无疑问 肯定是有妖魔潜入 干扰了寿喜大典 所以 地藏佛门的长老 也都愤怒无比 然而 等他们临近 看到吴波湖中 被璀璨佛光笼罩的赵小云 所有空子辈长老 都猛逼了 云昕 你为什么在这 几位长老共同出声 诸位 如果我说这是一场误会 你们信不信 赵小云声音苦涩的道 第32章 就是他偷窥的我 这一幕 似乎有些眼熟啊 听到赵小云说这话 原本一脸怒气 杀气冲天的诸位长老 脸色瞬间尴尬起来 云昕 该不会是你 空忧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脸上带着一抹震惊 上次看到赵小云这个反应 是他不小心 将入魔的玄珍杀了的时候 而现在 他又出现在了吴波湖 还说都是误会 结果很显然 听到空忧的问话 赵小云苦思的点了点头 我本来打算去藏经阁 忽然感觉到吴波湖这边 灵气波动异常 所以打算过来看一看 谁知道 赵小云简单说了一下 事情的经过 当然 他将细节全部隐去 结果就这样了 所以我说 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而空忧等诸位长老 看听完他的解释 也全都愣住了 空忧回过神来 眉头紧皱地问道 你不知道 今天经历一族受洗的日子吗 听得此问 赵小云双手一摊 这不说的吗 没人跟我说这个消息 赵小云声音无奈 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没人跟他说一声 导致他现在 还是一头雾水的状态 玄英 玄英 空忧转头向外面大吼 没多久 一个胖嘟嘟的僧人走了进来 见过诸位长老 叫弟子和氏 玄英 玄英 让你负责给所有弟子通知消息 你有没有给云星通知 玄英一听 挠了挠后脑勺 我昨日派人通知 见云星师兄正在休息 便以为诸位长老已经通知了 听到这话 空忧等诸位长老 顿时眼前一黑 玄英以为他们通知了 他们以为玄英通知了 所以都没有通知 结果就酿成了如今这局面 却在此时 只听 西月 一声淒厉的奸笑传来 远处天空中 一道恐怖的紫芒闪过 犹如雷霆 刹那间出现在吴波湖上空 何方萧萧 干扰我族西月洗脸 西韵声音带着心碎 西月可是他们一族 最有希望晋升成为圣灵的天台 未来的希望 为了这次受洗 特地来到地藏佛门 结果居然还是没防住 这让他无比愤怒 西韵出现后 环顾一众长老和半空中哭泣的西月 自动忽略了身上绽放佛光的赵小云 如此璀璨的佛光 不可能是偷窥西月受洗的人 然而 场上除了他们几个 却再也看不到其他人 他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那萧小之徒在哪 声音冰冷至极 西韵祭祀 空游开口 声音苦涩 我说 这都是一场误会 你信不信 误会 那儿来的误会 空游长老 我不管什么误不误会 我只要知道 偷窥西月受洗的那人是谁 西月声音犹如寒冬腊月的刺骨寒风 阿弥陀佛 赵小云主动站了出来 解释道 平僧不小心干扰洗礼 绝非有意 还请祭祀谅解 一人做事一人当 赵小云不会做那缩头乌龟 可西韵看到主动站出来的赵小云 尤其是他身上那刺眼的佛光后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偷窥者竟然是佛门中人 不是说 佛门中有戒律束缚 偷看洗澡会被反尸吗 为什么这个和尚没事 而且还有这么璀璨的佛光 种种疑惑在西韵心间流过 他清楚地知道佛门戒律的威力 触犯戒律 佛光暗淡 修为尽失 严重者甚至直接身死 而眼前这小僧 不仅看不出有佛城的迹象 反而佛光鼎盛 分明就是一个得到高僧啊 怎么可能是偷窥西月受洗的无耻之徒呢 诸位 你们莫非把西韵当成傻子 此僧佛光旺盛 怎么可能偷窥西月洗礼之人 快将真凶交出来 西韵冷声喝道 眼前这个和尚 肯定是站出来背锅的 真凶一定被地藏佛门隐藏了 真的就是我呀 赵小云乐了 怎么自己自首 还没人信了呢 然而 西韵里都没理他 冷冷看着众位长老 开口道 西韵原以为贵宗为地藏王菩萨道统 罪州第一势力 行事向来光明磊落 没想到了如今 竟然堕落至此 连一个品德败坏的弟子 都不愿意交出来 西韵一通训斥 因为精灵一族和地藏佛门的关系 他本来对地藏佛门观感非常不错 没想到地藏佛门 竟然有如此虚伪的一面 这 我们 他 听到西韵的控诉 空忧面露苦涩 感觉就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赵小云自己都站出来承认了 西韵愣是不幸 他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在场面僵持的时候 西韵祭祀 就是他 就是这个和尚 西月哽咽的声音传来 犹如在外面受到了欺负的小姑娘 猛地扑入西韵的怀中 文言 西韵直接愣住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西月 你说偷看你的 就是这个和尚 他问道 没错 西月点点头 哭诉道 就是这个疯和尚 偷看我 我现在已经跟他签订认主契约了 像您说的 我以后得给他洗衣做饭 当牛做马 还得给他传宗接代 我不要 我不要 西月越哭越伤心 他有些无法接受自己悲惨的未来 而听到他说的 赵小云和一众长老 眉头不仅皱了起来 看向西韵的眼神变得奇怪起来 这家伙平时都给后背灌输些什么东西 得到西月确认 西韵目光直接看向赵小云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这和尚偷窥之后 还能展现佛光 不过 既然已经找到了正主 那后面的事情 就好办了 他眼睛眯了起来 语气冰冷的道 既然是你做的 那便跟我回去吧 精灵族面对偷窥受洗者 有自己的一套处理办法 那便是 将其囚禁在领地内 不杀 但永远也别想离开 第三十三章 肯定是地藏佛门的阴谋 让其自然死亡 只有这样 才能完全解脱主仆契约 虽然这种做法 也有不少的隐忧 不过却是没办法的办法 毕竟自家族人 掌握在人家的手中 西月是他们精灵一族 最有希望晋升为圣灵的天才 明日之星 自己如果真的让西月 成为别人的奴仆 那便是整个精灵族的罪人 所以 这个小和尚 必须跟自己离开 至于地藏佛门 其他长老 西运根本没有考虑他们 这件事归根到底 是地藏佛门理亏 他们的和尚 偷窥西月洗澡 才发生了这档子事 以西运对地藏佛门 以往形式的了解 自己带走小和尚 对方肯定不会有什么意义 然而 听到西运的请求 赵小云摇了摇头 西运祭祀 这件事肯定还有其他解决办法 只要找到解除主仆契约的办法 我肯定会解除 绝无二话 但我不会跟你走 自己好好的 不就多看了两眼对方洗澡吗 就让他用自由来交换 这亏本买卖赵小云 肯定不会做的 他的大好青春 才当当开始 想拒绝 这可由不得你 听到赵小云拒绝 西运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如雪 他四品中期的气息瞬间绽放 而后身后忽然爆发出一股紫色霞光 显现出一只四尺天灵 这是精灵异族的血脉法香 乃是上古灵族 可以与蛟龙 青鸾 大鹏搏杀的恐怖种族 天灵法香一出现 顿时伸出一只大手 遮天蔽日 向赵小云抓了过来 赵小云身上的佛光虽然璀璨 但是挡不住他这一拿 阿弥陀佛 就在这时 一声佛号忽然传来 空忧的身影冲出 挡在赵小云的身前 面对天灵的这一只大手 他面色没有任何改变 只见金光绽放 轻轻一点 杀 那间 巨大手臂灰飞烟面 化为点点灵光 消散在空中 空忧长老 见空忧出手 西运眼中 闪过一道惊讶的光芒 他不理解 空忧为什么会出手阻拦自己 西运祭祀 这件事是我地藏佛门理亏 我们一定会给足补偿 但是云星 你们不能带走 空忧无奈的说道 如果今天犯下这事的是其他人 西运别说是带走 就算是当着他的面杀了 他都不会有二话 但是 赵小云不行 这位可是地藏王菩萨的传人 肩负着振兴他们地藏佛门的希望 谁都能出事 赵小云不能 而另一边 西运听到空忧说的 这个小和尚就是云星 眼中顿时闪过一道金芒 云星 地藏佛门的佛子 未来地藏佛门的方丈 没想到 这位就是贵宗大名鼎鼎佛子 他脑海中 忽然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那就是 整件事 其实是地藏佛门计划好的 得知自家西悦 是未来的圣灵 奴役之后 为他们的这位佛子 天上一位护道人 不然的话 这一切都太巧了 想到这 他咬牙 恨声道 地藏佛门 我算是看透你们了 他又悲又怒 悲是为自己感到悲哀 他们精灵族 现在最高的 只有一位三品精灵王坐镇 实力弱小 根本不是地藏佛门的对手 而他也只是一个四品中七把了 地藏佛门十七个长老 全部都是四品 暗中说不定还有隐藏的 三品天字被圣僧 后山还有传说中的那位 地藏王菩萨的坐骑 二品凶兽地听 别说自己一个小小四品 就算是整个精灵异族 来攻 都不是地藏佛门的对手 光是这些长老 他们挡在这里 自己肯定带不走赵小云的 至于怒 则是为自己无能而怒 为太过相信地藏佛门而怒 地藏佛门众位长老 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 西运肯定是误会 这一切都是地藏佛门策划好的了 他们想要辩解 可却无从开口 让西运带走赵小云是不可能的 然而 双方大主的时候 哎 西运祭祀不就是想要带走我吗 赵小云忽然叹了口气 站了出来 他环顾四周 对众位长老说道 我可以让诸位长老不要出手 只有我们两人 三招之内 只要西运能撼动平僧半步 我便跟你走 赵小云信誓旦旦地说道 而他之所以如此自信 正是因为系统奖励给他的 立地生根 可以借助地气 获得百倍防御 但却需要站在原地 加上他现在佛光 他有信心能完全挡下西运的所有攻击 云心 万万不可 你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吗 你乃是我佛门佛子 怎可被外人带走 空忧 空母一众长老纷纷出言表示反对 他们虽然知道 赵小云已经是无品 但是这个条件太苛刻了 西运可是四品中期 控制法乡出手的话 就算是已经达到四品境界 他们也得躲避 更被说刚刚凝聚出法乡的赵小云了 众位长老莫要再劝 赵小云摇头 今日之事归根结底 错在云心 为了不让我佛门蒙修 云心必须要跟西运祭祀走过此招 方能赎罪 他的声音大意凛然 就连半空中的西运等人听到 眼中都闪过惊讶 难不成 这和尚说的是真的 西运眼中悲色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惊喜 盲问道 此话当真 据他打听到的消息 这个云心不过是六品罢了 自己乃是四品精灵祭祀 论境界 超过他两个的大境界 撼动他简直是易如反掌 出家人不打狂语 赵小云应声 暗中已经施展出了 立地生根的神通 还请诸位长老封锁四周 莫让术法波动 给师兄弟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赵小云悲天敏人地说道 颇有一种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悲壮 众位长老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见赵小云如此坚持 也不好说什么 只能按照赵小云说的 飞身向吴波湖四方 释放法力 将虚空封锁起来 避免待会西运出手的时候的法术波动 会损伤到四方看热闹的弟子们 阿弥陀佛 西运施主 还请出手吧 赵小云念了一声佛号 将头低了下去 第34章 叠最后的甲 挨最狠的打 立地生根 你可一定要给力啊 哥们下半生的幸福 可全压在你身上了 此时 赵小云只感觉 双脚之上 传来源源不断的特殊力量 覆盖着他周身 仿佛给他穿上一层 无比坚硬厚实的铠甲 带给他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看见赵小云如此这般 就连西运都止住了哭泣 他趴在西运祭祀怀中 碧绿的眼眸中 带着胃甘的泪痕 好奇地看着场中的赵小云 西运祭祀可是四品中期 实力在整个精灵族 都是前世级别的高手 这个偷窥自己的银僧 听说实力不过是六品 为何有挡住四品中期 西运祭祀的勇气 西运心中不由地感到好奇 既然你如此有信心 那就别怪本祭祀出手狠了 西运冷冷出声 身后六尺天灵凝聚 冰冷的目光 直勾勾盯着赵小云 仿佛在审视一只蝼蚁 而空游长老看到这一幕 一颗星更迅速悬了起来 云星那里来的信心 在西运的攻击下不挪动半步 而万一云星搅不动了 自己就真的放任对方带走云星吗 饶是他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 但在这种局面下 也不由地忐忑起来 不只是他 其他佛门长老 来至外面看热闹的一众弟子 都不由自主地平住了呼吸 天灵九击 闪灵击 这时西运出手了 上来便是自己拿手绝技 天灵九击 来是精灵异族传承下来的武技 不过他这一击只用了三成的力 目的是在吓唬这小僧 让他自动后退 不然真的伤到对方 别说对方跟西悦有牵连 杀到他 西悦也会跟着遭到反射而死 就说周围这些佛门长老 万一纠缠不放 出而反而该如何 然而 面对这一击 赵小云确实丝毫没有避让 静静站在原地 看着天空中的天灵法香 凝聚出一道灰白色的光芒 飞速向自己这个方向打来 这和尚傻了吗 看到这一幕 西运惊讶 就算是这一击 只蕴含了自己三成的力量 那也不是一个六瓶小僧能挡得住的 如果对方不必让的话 肯定会被这一招重伤 空忧等长老 一颗心更是紧绷了起来 眼中闪过浓浓的观星 在所有人的关切的目光下 却听轰的一声响起 赵小云的身影 被闪灵机散出的光芒淹没 紧接着 大量烟尘升空 遮挡住了许多人的视线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瞪大眼睛 看向赵小云的方向 呼 一股微风吹过 烟尘消散 只见 赵小云身影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 周身佛光赤胜 脚步更是连半步都没有挪动 外面看热闹的众僧 顿时惊讶起来 云心师兄厉害 这可是四品精灵祭祀的攻击啊 这一击 若是打在我身上 连半步都没有撼动 听到周围众弟子的惊叹 众长老眼神中流出欣慰 能硬抗四品一击而不退半步 只能说 不愧是地藏王菩萨选中的传人 跟地藏佛门的人激动不同 西运眉头紧皱 这和尚有点东西啊 他心想 能硬抗自己这一招 对方的防御力 已经远远超过六品 怪不得有信心 能抗住三招 西运心道一声 下定决心 下一招 自己一定要严肃对待 阿弥陀佛 云星多谢西运祭祀手下留情 还请您出手施展第二招吧 赵小云微微含笑 声音自信 系统虽然平时出手 都是一些垃圾 但是奖励的好东西 品质那真是没得说 就比如 这立地生根的神通 刚刚施展 只凭借五尺佛光 就挡下了西运的一击 如果他将武藏佛光完全绽放 想要破掉自己的防御 至少得是三品境界才行 赵小云不由得信心大增 直接开口 让西运用出第二招 文言 西运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眼中闪过一道危险的光芒 开口道 小和尚 别得意 刚刚那一招 怕伤到你 连带害了我家西运 所以本祭祀只用了三成力气 这一次 我要认真了 他声音冰冷 说吧 根本不给赵小云反应的机会 天灵酒机 怒灵剑 他一声大吼 天灵法相的双眸 猛地爆出两道危险的赤红光芒 四周长老们面露惊涩 这一击连他们都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感觉 在这一击面前 便是他们也只能躲避 搜 两道铜光带着毁灭的力量 向赵小云破空而去 气势恐怖无比 轰隆 一声巨响 怒灵击落在赵小云身上 散出恐怖的冲击波 若没有几位长老出手挡下了法术波动 只怕外面看热闹的群僧 都要被这冲击波重伤 不过即便如此 感受到地面上传来的震战 外面的僧众脸色 还是不可避免的染上了惊恐 众位长老的眉头也紧紧凝聚了起来 心中忐忑 希望赵小云不要有事 然而 就在这时 多谢西韵祭祀再次留情 还请您出第三招吧 赵小云声音从爆炸中央传来 声音不急不缓 一位长老施法吹去爆炸散开的烟尘 却见他依旧站爆炸坑中央 位置较之之前没有半点移动 看到这一幕 西韵眼中的惊讶 如同洪水般涌了出来 这不可能 刚刚他那一招 已经用上了自己九成的力量 就算是同为四品境界的诸位佛门长老 都不一定有信心能完好无损 而这个小僧 却连脚步都没有挪动一下 这个防御力 怎么可能 赵小云的表现 让西韵心头泛起惊涛骇浪 却也让场外众僧沸腾了 云星师兄牛伯一 我佛在上 这一击若是落在我们身上 定然能让我们连渣都胜不下 没想到云星师兄 竟然全部挡了下来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如此实力 怪不得云星师兄 能被选为佛子 看到赵小云硬抗了四品境界的西韵的这一击 众弟子是心服口服 就连诸位长老也是目露金光 赵小云抗下这一击 是连他们都做不到的事情 这说明 赵小云的防御能力 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 对此 他们只有一句评价 不愧是被地藏王菩萨选中的传人 听着地藏佛门众位弟子传来的激动的声音 西韵双拳紧握 冷声道 果然有些实力 刚刚那一招我只用了五成实力 看来我必须要认真了 连我一层皮都伤不到 阿弥陀佛 西韵祭祀尽管出手 赵小云声音自信 通过刚刚两次实验 他已经完全确定 就凭西韵当前禁忌的攻击 还不足以伤害到自己 所以他底气十足 甚至有点早点打完 早点说功的想法 赵小云的携带被西韵察觉 他银牙轻咬 该死 这小和尚是在小瞧我吗 自己已经出手两招 如果连小和尚半步都无法撼动 那别说将对方带走 他自己的颜面 甚至都会丢光 不能再留守了 他心念一声 双手截出一个繁杂的印记 天灵九机 灭灵机 他直接使出了 天灵九变这门功法当中 威力最大的灭灵机 这一机 他平时极少用出 因为威力过于巨大 只有与敌人进行生死战斗之时 才会用出 而现在 虽然面对的 只是一个六瓶小僧 但无论是为了西悦 还是为了他精灵异族的颜面 都必须要赢 随着灭灵机发动 哦 半空中的天灵法香 一瞬间变成了血色 如同地狱爬出的幽冥死神 整个吴波湖上空 被浓稠的阴云所笼罩 血色天灵 双手放至胸前 血光凝聚 危险气息散不开来 感受到灭灵机所散发的气势 所有长老眼中都闪过惊骇 灭灵机 西运认真了 灭灵机的恐怖 他们虽未亲身体验过 可也有所耳闻 传说中 上古灵族的搏杀之术 可诛灭龙凤 空幽急忙大吼 西运祭祀 你当真要下如此重手吗 声音中带着焦急 灭灵机的恐怖 跟之前的两机 完全不同 就算是四品中期的他 正面撞上 只有死路一条 更别说只有五品的赵小云了 云星 莫要逞强 此事作罢 西运祭祀我们认输 除了带走云星 其他条件你随便说 我地藏佛门 保准不会说一个不字 没错 看在我宗与贵族千年有益的份上 此事就作罢吧 除了空幽 其他几位长老也纷纷出言劝解 毕竟西运这一机 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真让赵小云 这位地藏传人遭遇了不测 那他们几个 就是地藏佛门古往进来的大罪人 听到其他几个长老劝告声 西运眼中闪过一抹得意 冷声道 云星 贵宗长老的话 你也听到了 看在我足与地藏佛门千年有益的份上 给你一条路 如果此刻认输 跟我回族 那我便饶你一次 即便到现在 西运还是坚持要带赵小云回族 然而 面对西运得意的威胁 赵小云却毫不在意地摇了摇头 阿弥陀佛 出家人说到就要做到 贫僧说过 要接三招 就要接三招 西运祭祀 多说无意 出手吧 说着 赵小云直接将佛光保留地施展出来 后打武藏佛光璀璨夺目 犹如坠落人间的黄黄大日 直接将天灵法香带来的恐怖气息消融 天哪 所有人都惊呆了 武藏的佛光 这个程度的佛光 已经不是普通僧人修行 能够凝聚出来的 整个地藏佛门中 空自辈的长老中 只有修为达到三品禁忌的空弦 才有如此鼎盛的佛光 剩下的 便只有空自辈之上 那些隐匿不出的天字被圣僧 才有可能 然而这些人中 年纪最小的主持空弦 也已经年近六十 可赵小云才十八岁啊 若给他时间 此生说不定真的可以晋升成为传说中 一品之上的罗汉镜 展现出佛光之后 众位长老看向赵小云的目光 从之前的担忧焦虑 变为了震撼和欣慰 也只有这般天骄 才能将地藏王传承 完全发扬光大 他们心道 对赵小云地藏王菩萨传人的身份 更加深信不疑 而跟众位长老不同 西运看到后 看着下方宛若惶惶惶大日般的赵小云 眸中震惊一闪而过 之前的张狂的得意 禁术化为了凝重 竟然已经凝聚了堪比圣僧的佛光 怪不得他有如此底气 可以挡我三招 不过 只靠这佛光 就想挡下我的灭灵机 痴心妄想 西运银牙轻咬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刹那间 血色天灵法香 手中的赤红光芒 带着恐怖无比 灭杀一切的威力 向赵小云落下 哄 灭灵机落在赵小云身上 五波湖上空 腾起一朵蘑菇云 狂暴的法术波动 向四方肆虐 仿佛下一刻就会破碎 看到这一幕 在如此恐怖的攻击面前 即便众人在对赵小云有信心 心中也不免忐忑起来 然而 随着蘑菇云散去 隐隐佛光再次出现在众人眼前 却见 赵小云依旧站在周边 周身佛光璀璨 甚至连一丝 死 外界所有观战的僧人 巨都倒吸一口凉气 这可是一位四品中期的权力一击 足以将他们虐杀成渣 却连赵小云一丝脚步都无法撼动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真的就这么大吗 与地藏佛门弟子们的震撼相比 西运的震撼要来得更加猛烈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他一双碧绿的眸中写满了震惊 灭灵机 可是他能拿得出手的最强招式 就算下面的是一位妖王 被这样一击击中 也要重伤 可是却连这个低了自己一个大境界的脚步 都无法撼动 这小子防御能力 到底多么变态 此刻 他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地藏佛门要将死保这小僧了 如此天资 比之自家西悦还要更加可怕 如果成长起来 必定是一名震骨硕精的强者 说不定能带领地藏佛门 完成千年一直未完成的大业 彻底将罪周上的妖魔势力 十万大山扫除干净也由未可知 西运祭祀 三招之约已经完成 云星半步未动 想必你心中怒气也已经消减 这时 空忧的声音传来 依旧是以劝解为主 不过话中的惊喜 确实怎么也掩饰不住 西运祭祀 这次事件 是我 我们有错在先 该有的补偿 我们一样都不会守 而且我们保证 不会让任主契约 搭扰到西约的正常生活 未来如果有解除任主契约的办法 一定毫不犹豫地解除 第36章 陈国来信 听到空忧和其他几位长老诚恳的声音 西运心中的怒火 也微微消散 三招之约 在赵小云堪称变态级的防御力面前 他想要带走对方 根本不可能 几位长老所提出方案 确实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呼 他没好气地尝出一口气 看向怀中 正呆呆看着赵小云的西约 这丫头 还没从赵小云挡住自己三招的震撼中 缓过神来呢 西约 他出声 将西约的思绪 拉回到现实 木已成舟 今日之事 我们暂且作罢 你跟我回作 今后只要这小子用契约威胁你 你便跟我说 我亲自带你来地藏佛门寻个说法 西约听罢 眼中留过一抹不愿 本来好好地洗礼 一下子突然变成了别人的奴仆 任谁都无法接受 可是刚刚的三招制约 他全程关注 只追赵小云的阴玉刀 堪称爱念 所以 最好的办法 真的如西约祭祀所说 只能暂且作罢 待日后 寻找到如何解除契约的办法了 想到这 他懦懦地开口道 西约全凭祭祀大人决断 见西约如此老实听话 西约眼中闪过一抹心疼 又转头看向赵小云 容颜一下变冷 用威胁的声音道 小和尚 别以为今天你抗下我三招 就有多么了不起 今后若让我知道 你用任主契约 做出对西约不利的事情 无论天涯海角 我们精灵一族 一定与你不死不休 阿弥陀佛 西约祭祀放心 平僧做事 想来光明磊落 肯定不会做出那等龌龊之事 赵小云义正词言 得到赵小云的保证 西约心中再次叹了口气 他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如此了 至于后面 赵小云真的会不会遵守 今日之约定 那也是以后的事了 现在 只想离开地藏佛门 将消息待会族内 群策群力 想想有没有解决契约的办法 想到这里 他看了一眼西约 以及带来的其他精灵少女 准备一下 我们回族 说着 他拿出一个碧绿的玉壶 对准因为法术波动 被炸得乱七八糟的吴波壶 将其中的先天灵液 全部收了起来 一滴都没留下 紧接看 他们直接叫来在外围游荡的五彩神鸟 也不管尊不尊重的事情 直接登上五彩神鸟 一溜烟地离开了地藏佛门 呜呼 望着西约一行人离开的方向 赵小云阵蔽一呼 一脸解脱的表情 紧接着转过身 对外面看热闹的众位云自卑 玄自卑弟子摆了摆手 都别看了 散了吧 散了吧 说着 双手抱在脑后 吹着口哨 打算向藏经阁的方向而去 可还没走两步 就听身后传来一声 芸汐 紧接着 空忧为首的 十七位长老 分四方左右 将赵小云团团围住 呜 各位长老 还有啥事 赵小云感受到一股不祥的气息 空木环视了一眼 因为刚刚西运出手 被炸得乱七八糟的吴波湖 看看你闹出的这一出 你真的好意思 就这么一走了之 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不把这里收拾干净 别想离开这里 众位长老态度强硬 赵小云虽然百般不愿 却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云心遵令 之后几天 赵小云一直在收拾留下吴波湖 留下烂摊子 而且 经此一世后 长老们对他的管理 也变严格了许多 每次下山都需要报备 并且有意让他参与地藏佛门的管理 老得赵小云烦不胜烦 叫苦连天 却也没有其他办法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一个月后 一个平平无奇的清晨 朝阳出生 大地蓬勃生机 地藏佛门 四门口 早起的香客 上山前来祭拜 而在这群香客之中 出现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男人 他浑身虚弱 步伐虚弱 光是来到地藏佛门之前 就已经用尽了最后一次力气 最终 扑通一声 摔倒在寺门之前 呀 师主 你这是怎么了 守门的小和尚大惊失色 赶忙将中年男人扶起 小师傅 中年男人颤抖着 从怀中拿出一个 沾着血迹的信封 将这封信 交给贵宗长老 就说 成国生辩 中年人说话间 紧紧握住了小和尚的手 说完 直接脖子一歪 这季节昏死了过去 守门的小僧 欠此情景 不敢有丝毫怠慢 一边命同伴 将中年男人抬进门 另一边赶紧拿着信 去寻诸位长老 咚咚咚 很快 一阵急促的钟声响起 发生什么事了 赵小云听到钟声后 赶紧来到仪式殿 却见十七位长老 皆已到达 盘坐在大殿当中 一脸的凝重 赵小云随意找了个蒲团座下 好奇地问道 敢问诸位长老 发生了何事 为何都苦着脸 长老们平日里 都是喜怒不形于色 很少见到今天这样 全都一脸凝重之色 云昕 你来得正好 看到赵小云 空目开口 刚刚 有人给我们送来一封信 说着 他拿出一封带写的信件 这封信我看了 是成国三皇子 王承安写的 成国 听到这个名字 赵小云心中 留过有关这个国家的信息 成国 位于罪州西北 立国五百年 开国太祖来自罪州之外 实力高达二品 五百年前 帮助地藏佛门 一起镇压了当时 威祸一方的二品 天妖天魔狂师 而后来 为了守护当地人族 免遭妖族祸乱 便建立了成国 并将帝都 选在天魔狂师的封印上 意在让后人 永远看守封印 不让天魔狂师出来作乱 那时的成国 在罪州一众势力当中 能排进前五 甚至一度反攻过十万大山 可是五百年过去 当初的成国太祖已经是去 后人们都不怎么争气 现在的成国皇室 是跟天魔殿有扯不清的关系 前段时间 地藏佛门 已经派出去很多弟子 前往成国打探天魔殿的消息 却不知结果如何了 第37章 天魔殿隐秘 我们之前派去成国的八名弟子 可打探出什么消息 空母出身问道 空忧闻言 摇了摇头 眼中闪过一丝伤感 进入成国之后 他们的命灯相继熄灭 已经全部遭遇了不测 空忧努力控制着自己情绪 派出去的那些弟子当中 有两位是他的门下的弟子 可以说是 亲眼看着长大的 与亲人无异 不过 他们还是收集到了一些信息 托成国三皇子之手 给我们送了回来 闻言 所有人面色一素 信上说了什么 空忧回答 信中说 天魔殿蛊惑成国皇帝 要在帝都建造长生大镇 长生大镇 真有这玩意儿存在 赵小云惊讶 长生 对于所有生命来说 都是最大的诱惑 这个世界 虽然有超凡体系的存在 二品之前 常人最多寿元不过两百 突破二品后 也不过五百 妖族便强在这里 四弟听这般强者 随随便便就有数千上万的寿元 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霍 听到赵小云的惊讶 空木等一众长老 纷纷摇头 长生乃是天人界限 只有地藏王菩萨 这种仙神一般的存在 才可能实现 成国皇帝 不过区区四品 想要长生 根本不可能 天魔殿所谓的长生 很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没错 我们怀疑 他们真正的目的 是破坏成国帝都之下的 天魔狂师的封印 以天魔殿的形式风格 只有天魔狂师 这只二品天妖 才值得他们大费周章 蛊惑成国皇帝 建造什么长生大阵了 哎 空木叹息一声 现在成国的局势不明朗 我们很多事情 也只能靠自己猜 这样下去不行 空忧忽然开口 不能任由他们这样下去 这次我亲自带人 潜入成国 无论如何 一定得天魔殿的目的是什么 才能针对性出手 我们已经损失二十多名云自卑弟子 就连玄自卑弟子 也损失了六个 天魔殿不缺四品 只有你自己去 跟肉包子打狗 有什么区别 一位长老哀声叹气道 是啊 我们佛门弟子 平日遵守戒律 太容易暴露 众位长老声音有些心痛 让佛门弟子 混入魔修堆中打探消息 实在太过困难 佛魔不相容 佛门弟子的功法 戒律 放在一群魔修当中 犹如鹤立鸡群 太显眼了 而若是将打探消息的任务 交给外人 以魔修无孔不入的诡异手段 易容 迷魂 夺赦 派出去的跟回来的 是不是两个人 都很难辨认 要不我们跟其他宗门商量 让他们派人去看看 是什么情况 其他宗门 除了我地藏佛门之外 还有谁愿意 汤天魔殿的浑水 唉 可总归这么拿弟子 去田终究不是一个办法 众位长老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 也争执不下 而赵小云忽然眼前一亮 诸位长老 我有办法 他出声 叫住了正在讨论的长老们 哦 云夕 你有什么好办法 快说来听听 空母问道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诸位将潜入成国的任务交给我 我保证 绝对将天魔殿的计划 打探得清清楚楚 这一个月待在寺内 早将他呆烦了 都找不到什么机会破剑 这次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下山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还能增长阅历 而且 以他现在的实力 凭借金刚祥魔印和立地生根两相神通 就算遇到四品修士 也能过上两招 最关键的是 他融合了深渊宝谷 出手时 可以带上极为精纯的魔器 更不用担心戒律的束缚 前去打探消息 再合适不过 赵小云的一番话说完 整个大殿都沉没了 众位长老看向赵小云的目光 变得复杂起来 最终 还是空木率先开口 云星 你真是这么想的 他声音有些感慨 身为地藏王菩萨传人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赵小云大意凛然的道 将自己地藏王菩萨传人的身份 扳了出来 阿弥陀佛 发聩是地藏王菩萨传人 说着 他看向其他几位长老 我觉得 云星说的很有道理 云星星进已经达到心无邪念 更有深渊宝谷 作为伪装 是最适合去成果打探消息的人选 可是万一 空忧长老开口 声音带着浓浓的担忧 天魔殿的危险 就算是他们 也得小心应对 赵小云身为地藏王菩萨传人 如果落入天魔殿手中 他们可就成了千古罪人 可他还没说完 便被空木打断 宝建峰从魔力出 我相信 有地藏王菩萨冥名之中保佑 云星一定会安然无恙的 他这一言 直接给这次议论定下了基调 其他长老最终也都同意了 让赵小云下山潜入成果的行动 零了 众位长老又细心叮嘱道 云星 你记住 这次前去 万事以保护自己的安全为上 遇到事情不要冲动 打探完消息 赶紧离开成果 没错 征伐的事情 交给我们这些老骨头便是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天魔殿阴险狡诈 发现异常赶紧离开 莫要将自己陷入险境 面对长老们的尊尊叮嘱 赵小云内心还是蛮感动 开口劝道 云星明白 死去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之后 得到下山许可的赵小云 迅速回禅房 稍微收拾了一些细软后 直接离开地藏佛门 向西而去 地藏佛门距离成果 约有三万里之遥 赵小云突破五品之后 已经有了凌空飞行的能力 一日可飞行千里 因此 等他赶到成果 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个月 而后 他马不停蹄地前往成果帝都 准备直接去找 那位送信出来的三皇子 才是最快的办法 成果 帝都 赵小云头上戴着假发 背着行囊 脸上戴着醉薰 外表看上去 就像是一个在帝都私混的普通侠客 半点看不出是佛门弟子 他一路来到内城区 成果三皇子的宅邸 身为皇子的宅邸 自然是气派无比 隔着高墙 都能看到皇子府内 威额耸立的建筑 而在宅邸正门口 更是站着一群 身穿黑色玄铁甲的士兵 赵小云来成果也有半个月 所以 一眼就认出 这些士兵 正是成果名头最盛的军队 黑玄尉 这些身上气血骨荡 赫然都是酒品的修士 挨折直播 看到赵小云靠近 这些黑玄尉顿时上前 挡在赵小云的身前 嗨嗨 赵小云倾咳两声 反请通报三皇子一声 就说东方之友前来拜访 地藏佛门跟这位三皇子 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触 双方有一套暗号 听到赵小云的话 几个黑玄尉相互之间 交换了一下眼神 你先再次等着 我去通报一声 最终还是选择去给赵小云通报 这一去 赵小云以为要等很久 没想到 只过了半炷香不到的时间 就有人出来 将他带入了皇子府的一处花园之内 四周建筑雕梁化洞 层层飞檐 花园中摆放着各种奇珍异宝 最终 赵小云被安排到了一处花园之内 贵哥稍等 我们皇子稍后就到 一群下人给赵小云 奉上了各种精致的点心茶饮 还有漂亮的侍女 给他锤背按摩 赵小云吃着点心 心中不由感慨到 都说 最是无情帝王家 可人人都想生在帝王家 特么的 这才叫生活 跟地藏佛门那种 整日清灯古佛 粗茶淡饭的日子比起来 王府的生活 简直就是天堂 然而 没等他享受多长时间 就听一声 让贵客久等了 伴随声音 一个身穿紫色龙纹长袍 气宇轩昂 卓耳不凡的男子 出现在赵小云的视线当中 看到中年男子这副派头 赵小云立马意识到 这位应当就是成国三皇子了 果不其然 中年男子到来之后 一挥一袖 都下去吧 我要与这位贵客亲自攀谈 声音无形中 散发着高高在上的气质 吓人听话的 全部离开 中年男子坐到赵小云对面 打亮了他一眼 您肯定就是自避藏佛门 远道而来的高僧了吧 贫僧俗名赵小云 法号云星 见过三皇子 赵小云声音客气地 做了个自我介绍 然而 听完他的自我介绍 三皇子眉头却直接皱了起来 本皇子信中已经说了 现在情况已经十分严重 贵宗接连来了几位 玄自辈的高僧 都被天魔殿发现 你一个云自辈小僧 不适合搅入这滩浑水当中 他声音中带着 掀起 对地藏佛门派来这么一个云自辈小僧 感到不满 这小子 看年纪甚至不到二十岁 按照佛门岁数越大 能力越强的惯理 甚至不如之前派来的那几个 他甚至怀疑 这家伙甚至都没有突破八片 听到他的话 赵小云微微挑眉 心道 佛有身份暴露出来 吓死你 不过 他不可能直接蠢到 说出自己的身份 于是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您且放心 师门派贫僧前来 自然是对贫僧有十足的信心 说着 赵小云微微释放了一尺的佛光 圣洁祥和 温暖如春 看到赵小云身上的佛光 三皇子脸上闪过一抹金色 不过很快便掩饰了下去 佛光 没想到您竟然凝聚了佛光 三皇子惊叹 脸上的怀疑之色也顿时消失 赵小云见状 微微一笑 随即将佛光收起 重新变回了那个平平无奇的模样 而后开门见山地问道 敢问皇子 现在帝都情况如何 天魔殿建造长生大阵 究竟在谋划什么 听到赵小云的话 三皇子眼睛微微眯了一下 随即挂上一抹苦笑 不瞒大师 我素来不受父皇喜爱 更无法插足朝局 天魔殿的谋划 我知道的也不多 不过他们建造的长生大阵 只招募了很多恶匪大盗 甚至 还有黑榜上的那些恶人 所谋肯定不是好事 黑榜 听到这个名词 赵小云眼睛闪过一抹谨慎的光芒 最周境内 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榜单 其中有天骄榜 上面记载着各族 各势力的天骄 就比如自己的深渊宝谷 就从天骄榜第一 火龙公子手中抢来的 而黑榜跟天骄榜一样 也是榜单的一种 只是上面记载的 都是大奸大恶 最大恶极的修士 其中一些人的行为 甚至可以说是 人神共愤也不为过 天魔殿招募黑榜之上人物 所谋匪浅 必须要摸清他们的谋划 第三十八章 钱渊先生 想到这 赵小云抬起头 问道 敢问三皇子 可有办法可以让平僧 尽快接触到他们呢 文言 三皇子宁眉唯一可以确定的 就是他们最近 正在向帝都地下势力中 招募修士 听说是在为建造长生大阵做准备 三皇子说的这个 其实根本不算什么秘密 天魔殿在成国的行动 近乎于半公开 他来到成国之后 已经听到过不少 天魔殿招募修士 用来建造长生大阵的消息 赵小云好奇地问道 建造长生大阵 天魔殿的人不就能完成吗 为什么还要从外面招募修士 长生大阵这么关键的东西 天魔殿应该会让自己 核心人手布置才对 交给外人来 就不怕出问题吗 面对赵小云的疑问 三皇子则轻轻摇了摇头道 大师你有所不知 天魔殿那群人谨慎得很 为了防止真正的长生大阵被发现 他们布置了许多的迷阵 其中真正的长生大阵在哪 可能连我父皇都不清楚 而且 为了防止有佛门的细作前去 制定了非常严格的筛选标准 在您之前很多大师 也曾试图加入进去 可是从加入进去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他们出来过 很可能 三皇子说到 这里顿住了声音 但不用他说 赵小云也能猜得出来 之前来这里的地藏佛门的弟子 肯定已经遭遇了不测 这一点 他来之前 地藏佛门的诸多长老 便已经告知过了 赵小云正宁眉思索 却见一旁的三皇子 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眼中闪过一道亮光 不过 我知道 一位天魔殿关键人物的住处 他极有可能知道 真正的长生大阵所在 而听到这 赵小云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那位人物是谁 住在哪 我去问上一问 这人名为钱渊先生 就住在城西 是两个月前来到帝都的 三皇子将这位 天魔殿关键人物的消息 全部告诉了赵小云 听完后 赵小云郑重地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大平僧便不再讨扰三皇子 去那人处看上一看 赵小云感谢了一声 便有意离开 他来这里 只是了解一下基本情况 最终如何落实 如何去探查消息 还是要他自己去完成 那我便不多留大师了 在下虽然没什么大本事 但大师如果遇到问题 尽管上门 在下能帮上忙的 绝不退此 三皇子健壮 也并未做过多挽留 安排下人 客气地将赵小云送出了皇子府 而一离开皇子府 赵小云眼中 顿时闪过一道冷光 这三皇子不对 非常不对 虽然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跟人打交道并不多 但是前世 他怎么也在职场上混过 明显察觉出 这三皇子 有意在引导他 去寻那个天魔殿的关键人物 想到这 他回头看了一眼三皇子府 只感觉隐隐透着 一股冰冷的气息 于是便不再过多停留 向远方急事去 与此同时 皇子府内看着远去的赵小云 三皇子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地藏佛门 这次竟然派来一个凝聚了佛光的秃驴 吓得本不小 不过 这和尚虽然实力不错 但念经念得多了 都变成了死脑筋 本皇子三言两语 就将他糊弄得找不着呗 而后 他看向身后 低着头的下人 去告诉先生 告诉他 本王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 遵命 下人恭敬领命 后迅速退去 然而 跟三皇子等人预料的不同 赵小云根本没有前往城西 而是转一圈后 去了城内最繁华的地区 乔装改办 变成了一个身穿黑衣的冷峻少年 夜晚的时候 直接去了地下黑市当中 天魔殿招募修士的地点 大爷 你们这里是不是招募修士 赵小云客气地问了一声 负责招募修士的人 是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老头 看到赵小云后 眼中闪过完位 小子 我们这里只招募七瓶以上的修士 瞧你这嘴上毛都没长齐的样子 趁早滚蛋 老头声音中带着不屑 为了建造长生大镇 天魔殿和成国皇室 开出了极为丰厚的加码 每工作一日一千零食 这一千零食 够一个修士日常生活一月所需了 所以 想要加入的修士数不胜数 甚至一些小宗派 不惜举派加入 赚取零食 到最后 他们不得不卡定了气品的标准 不过还是挡不住很多人 想要浑水摸鱼 就比如眼前这个黑衣少年 浑身一点修微气息都没有 还这么年轻 看样子连二十岁都没有 这个年纪能修炼到七品境界的 无不都是大家族的嫡系 要不就是宗门的天才弟子 这种人物 临时在他们眼里 就跟地上的普通石头差不多 怎么可能为了挣钱 会放下身段来打工 还是来天魔殿手底下打工 根本不可能吗 听到老者满口乌言晦语 赵小云挑了挑眉 老人家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非要骂人呢 骂你 听到赵小云的话 老头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露出一口大黑牙 再跟老子废话 我不仅要骂你 还特别要打你呢 老头说着 放下手中酒壶 恶狠狠地盯着赵小云 像这种说话 带着天真的小孩 他其实见得不熟 大部分都是出出茅庐的修士 偷偷从家族 或者宗门中溜出来 想要闯荡出一番事业 对付这种人 就要让他知道 外面的世界是多么险恶 第三十九章 我叫张三 小子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没错 看你小子长得细皮嫩肉的 真想要赚零食 可以去红秀坊卖屁股 不少修士都喜欢你这样的货色呢 不错 若是碰到有钱的大人物 还能有打赏呢 那里才是真正适合你的地方 周围店铺中的修士 也纷纷嘲笑起赵小云来 然而 听到他这番赤裸裸的威胁 赵小云并没有离开 依旧站在原地 眼睛微微眯起 看着独眼老头 特么的老东西 真是给你脸了是吧 赵小云声音也变得冰冷起来 自己好生好气地 跟独眼老人说话 这老东西 开口就骂自己 甚至还威胁要打他 这他可就忍不了了 然而 听到他这番话 独眼老头的面色 刷得一下变冷 身上鼓动起七品的气势 冷冷地看着赵小云 小子 你刚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如此赤裸裸的威胁 让周围一圈的路人店主 面色大变 这小子真是疯了 竟然敢骂天蝎老人 活得不耐烦了 天蝎老人可是七品净剑 一身魔功 就算是寻常六品修食 都不敢招惹 这个小屁孩真的是在找死 没本事 气性还这么强 自取死路 除了一堆人在嘲讽和稀罗外 还有不少人面露不忍 小子 赶紧跪下给天蝎老人 磕上一百个枪头 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 不然就算神仙来了 也就不了你 然而 这些声音对赵小云 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看着浑身散发着危险气息的 天蝎老人 他嘴角微微 勾起一抹弧度 我说老东西 别给你脸不要脸 赵小云将刚刚自己的话 重复了一遍 动 天蝎老人听到这话 顿时将酒壶摔在桌上 剩下一只眼睛 冷冷盯着赵小云 找死 说着 一只手忽然握着 上面散发浓浓腥气 犹如一刀利剑 向赵小云抓了过来 然而 他这一找 在其他人眼中 迅疾无比 但是在五品境界赵小云面前 就跟一只蜗牛再爬差不多 刺不量力 赵小云摇头 手指微曲 向着天蝎老人猛背叹 哄 空气中 响起一道宛若雷鸣般的暴鸣 下一刻 半空中的天蝎老人 如同撞上了一道 无形的空气墙 整个人像一个破布袋一样 倒飞了出去 摔进了他身后的店铺 响起乒乒乓乓的物品 倾倒的声音 看到这一幕 原本周围乐呵呵 等着看赵小云吃瘪的路人 脸色顿时大变 露出见鬼一样的表情 赵小云只是微微弹指 就将七品境界的天蝎老人 弹飞了出去 能做到这一点 只能说明 眼前的人已经领悟了异的力量 这说明 他至少是六品境界 天哪 凌空一击 这人领悟了意念的力量 是六品境界 怪不得有胆量跟天蝎老人叫嚣 原来人家有六品境界在身 天蝎老人这次算是打了眼了 这么年轻的六品 这究竟是那家的天骄 偷偷跑出来了 众人惊讶 九品登天路 六品可是一个大门槛 卡住了不知道多少修行者 领悟了异的力量 是质变 一个六品修饰 虐一个七品修饰 跟一个武林高手 殴打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人差不多 因此 六品修饰在外面 可都是一方高手 听到周围人的惊叹 赵小云猛的惊醒 这是在外面 还是在天魔殿掌控的范围之内 自己暴露修为 很有被别人猜出身份的风险 想到这 赵小云忽然用意念沟通深渊保骨 调用深渊保骨的力量 释放出一丝磨气 对周边人吼道 都在这看他们什么看 再看 小心小爷 废了你们 听到这话 再看到赵小云身上隐隐散发出的魔气 周围看热闹的路人 纷纷闭口不言 呆走的走 走不了的 也都低下了头 一个个静若寒蝉 见状 赵小云又将目光放回了 被自己击飞出去的天蝎老人身上 刚刚那一集 他只用了一丝力量 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不然 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就算只用一成力量 都能让这老头去地狱面见地藏王菩萨 但就是这百分之一的力量 却也将天蝎老人打成了重伤 连着喷了好几口血 才挣扎着起身 从身上翻出大量瓶瓶罐罐 拿出一大把的不知名丹药 塞进嘴里 放在挣扎着从地上站起 看着依旧傲立在殿外 冷冷看着自己的黑衣少年 天蝎老人眼中 再也没了当初的轻视 他咽了口口水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小老二有眼无珠 看不出大人敬见 还请大人饶命 天蝎老人磕头求饶道 不知县 在本 公子有资格参与长生大阵的建设了吗 赵小云差点漏嘴自称本僧 不过还好关键时刻反应过来 改口成了本三公子 本三公子 好奇怪的名称 天蝎老人目光流转 不过看到赵小云身上散发的魔气 还是收起了心思 魔修的脾气秉性 一个赛格的怪 别说自称本三公子了 就算是自称本三小姐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想到着 天蝎老人回答道 大人修为乃是六品 附和要求 自然有资格加入长生大阵的建设 文言 赵小云轻轻点头 那我最快可以什么时候加入 三天 天蝎老人报出一个时间 三天后 您再来小老这边 我带您直接去 赵小云听完 微微点头 那好 那我三天之后再来 他不忘警告道 我警告你 最好不要给搞什么幺蛾子 不然本公子手段 你清楚 知道 知道 天蝎老人疯狂点头 见状 赵小云转身便打算离开 却听身后传来天蝎老人的声音 还没请教公子 尊姓大名 赵小云脚步顿了一下 本公子 姓张明三 第四十章 黑山风 长生大阵核心 张三 没听说过 魔道上竟然有这么一号人物 听到赵小云报上的名字 天蝎老人眼中闪过疑惑 他算是黑道上 消息比较灵通的 的确没有听说过 有张三这样一号魔道人物 还这么年轻的 不过 他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 深入思考下去 魔修一个个行踪诡异 易容之术更是必备技能 名字这种东西 更是张口就来 这个张三公子表面之下 说不定是一个九十岁的老头子 也说不定 爷爷 这亏我们就这么吃下去吗 这时 天蝎老人的孙子 从殿里跑了出来 担忧地问道 似他们这般 游走在灰色地带上的人物 靠的就是一手威名 这次自家被人如此欺辱 名声势必大打折扣 未来说不定会遇到更多麻烦 听到孙子的声音 天蝎老人回过神来 望着张三越走越远的身影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哼哼 想让我天蝎老人吃亏 不可能 他不是想加入长生大阵建设吗 那就把他安排去黑风山 那里是长生大阵核心 是天魔殿重点关照的地方 有好几位黑榜上的高手 进了那个地方 有只小子好受的 天蝎老人声音冰冷 长生大阵一帆多 却也不是完全一样 有重点部分 也有不受重视的外围部分 重点部分 都是天魔殿重点关照 管理紧密 规矩严格 负责修建的 都是大奸大恶的魔修 甚至还有一些 黑榜之上的恐怖魔头 而外围就不一样了 负责管理的是皇室 规矩没那么严 大部分加入长生大阵建设的人 都只是看在零食的份上 想要混口饭吃而已 天魔殿恶名在外 没人想跟天魔殿扯上什么关系 而刚刚那个张三公子 天蝎老人 便准备安排他去黑风山 那是一处重点区域 天蝎老人 从小道消息上听说过 这里可能长生大阵的核心区域 筛选极其严格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丧命 天蝎老人说着 俯身到孙子耳边 叮嘱了他一些话后 便让他下去了 而对于天蝎老人的谋划 赵小云却丝毫不清楚 不过 若是让他知道 说不定要好好夸奖天蝎老人一番 他正愁找不到机会解除天魔殿 天蝎老人就跟他送上这么一份大礼 他离开黑市之后 便租了一间客栈住下 三天时间一换过 第三天清晨 他准时来到天蝎老殿内 张三公子 我已经恭候您多时了 一见面 天蝎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一张脸笑成了菊花 都弄好了 赵小云冷冷问道 这三天 他考虑给自己张三身份添加一个人设 杀人不眨眼 吃了不喝水的狠人 一切手续都办好了 收入绝对是 最高的 一天 三千零食 是其他地方的三倍 绝对让您满意 天蝎老人笑着说道 递给赵小云一块紫色令牌 拿着这块令牌 您直接去帝都西北方向的 黑风山就行 长生大振的内情 只有很少的人才清楚 表面上 黑风山只是长生众多建设点中 普通一点而已 天蝎老人有自信 这个外地来的张三 根本不知道黑风山的内情 事实其实也正如他猜想的一般 赵小云的确不清楚 黑风山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 他点了点头 从天蝎老人手中接过令牌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微笑 说 他突然一声怒喝 你为什么要害本公子 文言 天蝎老人脸上顿时染上了惊恐的神色 什么 这小子竟然知道黑风山的事情 天蝎老人心惊 额头上冒出一层冷汗 却依旧强撑着说道 小老不明白 张三公子 您在说什么 虽然他的反应已经很快 但无论是闪躲的眼神 还是额头上的冷汗 都无法瞒得过赵小云的眼睛 还真有意外收获 赵小云刚刚的质问 只不过是临时起义 准备炸一下天蝎老人 跟这种常年处于灰色地带的人打交道 必须要多长一百个心眼 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而眼下天蝎老人的反应 说明他选择对了 这老头子 果然没别什么好屁 赵小云握拳 放到天蝎老人面前 老东西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拳 拳头 天蝎老人咽了口口水 赵小云摇摇头 我喜欢叫他投胎宝具 老东西 你要再不给我说实话 我就用他送你去投胎 赵小云冷冷威胁道 文言 天蝎老人眼角抽了抽 这张三公子嘴里 怎么这么多的骚话 不过他还是免 强露出一个微笑 若公子不想去 黑风山 小老可以给您换上去其他地方 实时务者为俊杰 天蝎老人怂了 他真怕张三一拳头 送自己去投胎 黑风山怎么了 你说明白点 赵小云好奇地问道 他这三天也没闲着 打听了不少消息 知道黑风山 的确是长生大镇的一处建设点 啊 听到赵小云问黑风山的情况 天蝎老人顿时傻了 这张三连黑风山都不知道 是如何知道自己算计他的 妈的 被炸了 随后 天蝎老人便反应了过来 自己应该被炸了 不过 即便知道赵小云在炸他 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吃下这个暗亏 你再不说 下次说话 就是叫别人妈妈了 赵小云握了握拳 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 这一举一动 吓得天蝎老人迅速回过神来 咽了口口水 黑风山就是长生大阵重点 天魔殿重点看护的区域 所以管理稍微严格了一些 不过给的零食也是最多的 小老兼公子十分需要零食 所以 所以就安排您去了黑风山 天蝎老人支支吾吾的稍作解释 然后道 如果您实在不满意 我这就给您换一处轻松点地方 保证让您满意 说着 便要从赵小云手中 拿过那块紫黑色的令台 停 赵小云却直接制止了他 声调提高了三分 你说黑风山是长生大阵核心 天魔殿重点看护的区域 第41章 就这么简单 赵小云声音有些不可置信 客妈的 自己正想着 怎么才能从几十上百处 长生大阵中找出重点区域 本以为要费尽千辛万苦 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结果这老头说 他就能给自己安排 这么轻松 甚至随便 啪 毫无预兆的 赵小云直接给了天蝎一耳光 这一掌 力气极大 直接将天蝎老人的两颗牙 都打飞了出来 而其本人 也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你当本公子 脑子有问题吗 文言 天蝎老人捂着肿起来的脸 露出苦涩的表情 大人 我这次说的可是实话 黑风山就是长生大阵的重点 经常有天魔殿的人巡查管理 小老已经送去很多人了 绝对半点都没欺瞒您的意思 见天蝎老人 一副委屈的样子 不像是撒谎 赵小云眼睛眯了起来 又是一耳光落在天蝎老人右脸上 还敢骗我是吧 赵小云冷声 将另一个拳头也握了起来 送到天蝎老人身前 我这两拳下去 情况就不是投胎那么简单了 保准叫你魂飞魄散 这一掌下去 天蝎老人真有点遭不住了 这次真的没骗你啊 他都无语了 他说的就是实话 黑风山的事情 不是他这种负责给天魔殿招人的人 根本都不知道 张三这家伙 该不会是在借机刁难自己吧 看天蝎老人这般反应 赵小云眉头去皱了起来 难不成这老灯说的是真的 他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心中不免动了 想要去看看他的想法 他正想着 天蝎老人忽然一个机灵 当即跪在地 小老知道错了 这就给您换个轻松点的 离天魔殿远一点的地方 天蝎老人磕头不止 心里已经决定 破财消灾 走走关系 给张三安排一个好点的 轻松点的 离天魔殿远一点的工作 别 就黑风山了 赵小云赶紧出声阻止 这么好的接近长生大阵 靠近天魔殿核心的机会 他怎么能够放过呢 而天蝎老人听到他的话后 则是彻底傻眼了 他没听错吧 张三主动要去黑风山 那他之前干嘛折腾自己 天蝎老人凌乱不止 这时 赵小云的声音再度传来 不过为了防止你老小子继续坑我 你跟我一起去 赵小云补充道 带着这老小子 如果他有什么坏心思 直接送他去见地藏王菩萨 见赵小云 真的一服要去黑风山的架势 天蝎老人再度呆愣 特么的 这张三绝对是练魔工 把脑子练傻了 都已经知道 黑风山是天魔殿控制的区域 还要傻乎乎的过去 不是脑子有问题是什么 而且他都愿意去黑风山了 特么为什么还折腾自己 天蝎老人在心中大骂 不过 面上却没有丝毫表露 反而是露出一副讨好的表情 笑着道 张三大人 小老哪儿还敢有别的心思 您拿着令牌 直接去黑风山就行 别废话 让你跟我一起去 就一起去 赵小云冷声 拽住腮帮子 古城小山包一样的天蝎老人 向黑石之外走去 大人 您走慢点 我店门还没关呢 天蝎老人大吼 可赵小云却置之不理 拉着他 直接向西北方向的黑风山而去 等到了黑风山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 望着不远处 黑漆漆 仿佛一柄直插 天空的古剑般的山峰 赵小云眯起了眼睛 看向身旁 一脸不情愿的天蝎老人 这里就是黑风山 天蝎老人点点头 没错 再往前二十里 您就能看到 建造长生大镇的营地了 您可以将我放回去了吧 天蝎老人哀求道 但却被赵小云冷声拒绝 不行 没见到那老十字营地之前 你都得跟我一起 出了事情 可以直接送你去投胎 省得我还得到处找你 赵小云用最平静的声音 说出让天蝎老人 浑身汗毛倒立的话 天蝎老人勾起一抹勉强的苦笑 大人 这次我真的没骗您是 咱们快些脚步 小老店门没关 店里只有我那酸看着 赵小云没有理会 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 继续前行 时刻注意四周环境 以防有人埋伏自己 不过 意料中的埋伏并没有出现 他按照天蝎老人所说的 往前二十里左右 竟然真的看到了一处巨大营地 营地外围是一只千人的黑悬卫 澎湃气血 隔着老远都能感觉到 而营地深处 则围绕着一层若有若无的黑雾当中 有这些黑雾遮掩 营地深处的所有一切都模糊无比 只能看到有许多的人影一样的东西在走动 大人 下面就是黑风山的长生大镇建设点了 您只要拿着我给您的那块令牌 交给外面的黑悬卫就能进去 剩下的就不归我管了 营地内有天魔店的人 如何安排您是他们的事情 天蝎老人苦涩地说道 赵小云点了点头 将抓着他的衣领放开 看来你还真的没骗我 行吧 这次先放你一次 赵小云声音愉快地说道 虽然天蝎老人跟他一起合作 没安好心 但是却帮了他的大忙 所以他不好出而反而 直接将天蝎老人放了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天蝎老人被放开后 松了一口气 对着赵小云连声感谢 谢什么谢 赵小云拍了拍他的肩膀 以后咱们有机会继续合作呀 听到这句话 天蝎老人身子一歪 差点摔倒 合作 和那奶奶的腿 这一辈子最好再也不要见到你 天蝎老人在心中狂吼道 好了 我要进去了 你就回去吧 赵小云说着 跟天蝎老人摆了摆手 然后便向着营地的方向而去 天蝎老人悬着的心 才终于放了下来 看着远去的张三 他心中喃喃道 进去吧 等你进去跟天魔殿那群疯子接触之后 绝对会后悔的 第四十二章 从苦功干起 还跟我再见 下辈子吧 天蝎老人心中冷笑 赵小云自然不知 天蝎老人的负义 他拿着黑色令牌 步伐催动到极致 转眼便来到了山下 进去吧 检查过赵小云手中的令牌后 赵小云黑悬位 让赵小云进入了营地当中 迎接他的 是一个笼罩在黑色斗篷当中的黑衣人 你就是天蝎那次介绍来的张三 他看着赵小云声音冰冷 没错 赵小云点头 你也认识天蝎老人啊 那就都是哥们儿了 赵小云熟落地道 然而 黑衣人反应却不怎么样 少在这里 跟我嬉皮笑脸 他冷喝一声 声音冰冷刺骨 我叫前兴 是你的监工 进了这里 要明白自己是什么身份 你就是一个前来赚零食的下等人 你要做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听监工的话 第二件事 就是干活 不要在我面前摆谱 别做不该做的事 别说不该说的话 否则 你可能连第二天的太阳都看不到 黑衣人冷身威胁 说着 还释放出了自己六品中期的气息 想要给赵小云一个下马威 他的威胁 赵小云自然不放在眼里 不过出来乍斗 他懒得跟前兴一般见识 他于是摆出一副 哎呀 我好怕的样子 钱大人 我明白了 需要我干嘛 你直接说 我保证干得漂漂亮亮 见赵小云这么说 前兴收起自身气势 心到这小子不是挺实相的吗 没有天蝎那家伙 说的那么难对付 天蝎在来之前 曾经告诉过他 这次来的 这个叫在张三的 是一个十分难对付的刺头 还让他多加小心 如今看来 也不过如此嘛 自己释放出修为气势之后 这家伙随便就屈服了 一点也不难办啊 掐断思绪 他冷冷地说道 你有过布阵经验吗 没有 赵小云摇头 他从练妖谷出来 一共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除了系统奖励的那几样 逆天神通 连武品的配套武技 都没有整明白呢 还布阵 布个宽 听到赵小云的话 前兴眉头皱了皱 什么都不会的话 那就从最低级的苦工 开始干吧 哦 赵小云点点头 还有天魔殿不定期会有考察 考察 什么考察 赵小云疑惑 天魔殿的人 虽然一个个长得不咋的 特么玩的还挺花 还要考察 哼 自然是为了防止地藏佛门 以及其他势力派来的人 潜入咱们这里搞破坏了 潜心冷声说道 那钱大人 具体都考察些什么 赵小云疑惑 这些你都不需要管 我们说什么 你只要按照 去做就好 别怪我丑话说在前面 若是让我们查出你是佛门 或是其他地方派来的奸血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就不了你 之后 黑衣人又叮嘱了他一些 其他需要注意到的事项 黑衣人一边说着 一边带赵小云 来到营地外围的一处 简陋的连排木屋 木屋之外有一个广场 一系能看到不少的人影 在其中游荡 进去随便选一间吧 明天正式开始工作 黑衣人指着那些房屋 赵小云点点头 按照他的指示 向自己的木屋走去 这一路上 感受到不少阴瑟瑟的目光 来了一个新人 看年纪还不过二十吧 察觉不到他的修为气息 不过这个样子 顶多是个气品初期 哼哼 肯定是出出茅庐 被人坑骗来的 嘿嘿 这段时间有他好受的 伴随着周围的议论 赵小云一路走到自己木屋 虽然外表看上去很简陋 但里面的家具 却一应俱全 赵小云简单收拾了一下 住者的感觉还不错 经过一番折腾 天色已经见完 他便从系统空间 拿出一些零食 就这啤酒可乐 凑合一顿 准备等待第二天到来 而与此同时 帝都 承熙 一处庄严低调的府邸后院 这里种满了各种名贵的花草 建筑风格和精美程度 丝毫不下三皇子府 整个后院 只有一位坐在木质轮椅上的儒雅背影 一身白色长袍 与扇观惊 抬头仰望着漫天星光 气质有种说不出的孤独与深沉 苏玛拜见先生 一道轻烈的声音响起 却见一位身穿黑色沙衣 头戴天鬼面具 身材火爆的女子 来到那尊背影下 深深跪了下去 先生 我都已经去问过了 那个和尚 三天前从三皇子府上出来后 就不知所踪 没有来我们这里 三皇子派出去跟踪的人 也跟丢了 现在正在派人夹急寻找 将我周边这些防御也都撤了吧 他没有那么蠢 不会来这里如雅人影开口 声音温润 带着一丝感慨 先生 您的安全乃是重中之重 我等不敢大意 苏木尔沉声道 哼 你们也太小瞧本尊了 儒雅人影忽然倾笑 随即 周身涌现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整个庭院的空气 仿佛在此刻凝固 苏木尔更是感觉 背上压上了一座大山 吓得直接叩头 属下遵命 见状 人影声音缓和 帝都的事情 先放到一边 重点放到守护长生大阵上来 我怀疑 那个和尚很可能已经找机会 混入某处长生大阵 一阵当中去了 你们挨个做好排查 不能让长生大阵出半点问题 儒雅身影的声音 高高在上地吩咐道 是的 属下遵命 苏木尔应声 快速退了下去 空荡的庭院中 又只剩下儒雅身影一个人 他抬头 目光重新放回漫天星色之上 清澈的眼眸 忽然变成漆黑 芸汐 暂且容你几天 待本尊恢复自由之身 便亲自与你相见 第四十三章 教你如何辨别佛门奸细 清晨 天还未亮 头戴天鬼面具的苏木尔 带着一行人来到黑风山之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整个营地 黑风山营地 大部分人沉浸在睡眠当中 营地内安静无比 姐 干嘛这么早就来这里 营地那些猪 都还没起来呢 一道有些幽怨的女生 从苏木尔身边传来 说话的 是一个跟她一样 戴着天鬼面具的女子 身高 身材 肤色 都跟苏木尔有八分相似 她是苏木尔一母同胞的妹妹 名叫苏木尔 两人乃是天魔殿的圣女 在天魔殿当中的地位 仅次于殿主 听到苏木尔不理解的声音 苏木尔微微摇头 声音 清冷道 先生说了 那个地藏佛门的和尚 很有可能混进了 长生大阵的建设队伍当中 而黑风山是长生大阵 最重要的核心部位 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所以排查 就从这里开始 苏木尔耐心解释道 苏木尔看似听懂了般 点了点头 那我们把下面那些朱里 直接叫起来检查不就行了 干嘛要傻乎乎地在这里干等 苏木尔疑惑 检查也不用他们两个在这里干等 能等出来什么 难不成那个和尚 还能自动跳出来不成 文言 苏木尔看向妹妹 嘴角勾起一抹宠密的微笑 木尔 你还年轻 对那些和尚不了解 佛门戒律当中 有一戒名叫贪眠戒 他们要在天色完全大量之前起床 念早课 所有的和尚都必须遵守 这些和尚 常年累月的如此 早已经养成了习惯 而习惯 是最难掩盖的 身为天魔殿圣女 苏木尔跟地藏佛门 打的交道足够多 清楚地知道 如何鉴别这些和尚 但就这几个月以来 地藏佛门派出来的和尚 将近有十个 是被他亲手揪出来的 而听完苏木尔 如何鉴别和尚的经验后 苏木尔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崇拜的光芒 夸奖道 姐 你真的好厉害 听到这 苏木尔眼中闪过一道光芒 道 等着吧 看待会儿谁起得最早 谁的嫌疑最大 经过苏木尔的解释 一行人都暗纳住了心思 静静地看着下方的营地 而随着时间流逝 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 惊鸿的朝阳洒向黑风山 仿佛给大地披上一层沙衣 美不胜收 而就在这个时候 营地中央一间房屋打开 一个身穿轻袍的男子 从木屋当中走出 打着哈欠 在营地内闲逛起来 姐 我们要不要上去 把他抓起来 苏木尔跃跃欲试 别急 现在下去抓人 如果他不是 很可能打草惊蛇 让真正的徒驴跑掉 苏木尔谨慎地说道 地藏佛门派来的人 肯定不是蠢货 懂得隐藏自己 肯定不会干出 第一个起床这种蠢事 而佛门戒律中规定的是 在完全日出前起床 所以他们可以卡这个时间点 将日出之前起床的 全部抓起来 如此可确保万无一失 苏木尔一边想 一边等待完全日出 而在这个过程中 也不断有人起床 或是在营地内闲逛 或是向大阵建设点走去 终于 太阳完全从地平线之上 完全升起 差不多了 苏木尔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对着身后的苏木尔 和一众天魔殿随从 立声道 刚刚的那些人 都给我接好了 一个都不准放过 全部给我抓起来 一声令下 天魔殿众人 迅速向各方冲去 李鹏林很心塞 他是帝都李家的数子 修为达到了八品后期 在家族内肃有名声 然而 他的出彩 却遮掩了废物大哥的光辉 也不知道他大哥走的什么关系 竟然联合黑市的天蝎老人 直接将他给迈进了黑风山 他想逃 可这里守备森严 外有大城最精锐的黑玄军看守 内力公投 更是六品的强大修士 而他待在这里 只能当一个苦逼的苦工 负责开挖镇基础 如果这是普通的地面 对于他一个八品修士 自然算不了什么 轻轻松松 然而 这里是黑风山 黑风山的黑 是黑魔钢 传说是因为当年 天魔狂适流的血 将这山中土石 全部变成了硬度 比钢铁还高的黑魔钢 想要开挖黑魔钢 需要万斤之力 而这对于他一个八品修士来说 实在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是完不成任务 就要挨那个可恶的潜心的毒打 连一口饱饭都不让吃 而且 还要威胁他 如果再完不成任务 就把他卖给那些凶神恶煞的工友当鸭子 这特么那是淡活 分明就是当奴隶 一想到这些 李彭琳的心里的心酸 就忍不住的往外涌 为了不当鸭子 同时 也为了能活着 从这可恶的黑风山走出去 向家族众人 揭露他大哥可憎的面目 他现在每天起得最早 睡得最晚 拼了这条命 也要完成任务 想到这 他高高扬起手臂 真气向双臂运去 鼓动最大力气 向下落稿 然而 这时他却感觉自己的稿子 被人握住了 转头一看 却见一个头戴恐怖天鬼面具的女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 无声无息出现在自己身后 两根玉指 轻轻捏住了自己的稿子 你 你是谁 李彭琳懦懦地咽了口口水 猪 你不配知道我的身份 一道冷冷的女声响起 紧接着 李彭琳便见对方伸手向自己的衣领抓来 他想要躲 但对方出手速度极快无比 而且力大无比 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那人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二话不说 带着他向环山下营地的方向飞顿而去 很快 他们两人便来到营地的半空 那人一把将他扔在广场上 剧烈的冲击将李彭琳摔得五魂七处 他晕乎乎地抬起头 发现广场上 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 李彭琳正好认识 都是营地内有名的凶人监工 比前心还要可怕 这两个凶人 正一脸警惕地看着 将他扔下来的黑衣人 你们是谁 一个眉眼间带着竖疤的男子 看着半空中将李彭琳扔下来的人 谨慎地问道 第44章 黑榜96 纳首催花 我说过了 你们这些猪 不配知道我的身份 清冷女子声音 从天鬼面俱下响起 有喝 还是个女的 带巴男子 听到这一声 嘴角勾起一抹银剑的邪笑 你们两个也有佛门奸细的嫌疑 都给本圣女站好 苏默望着地上 看着他的两个大汉 眼中闪过一抹反感 然而 听到他这番话 两个大汉 像是听到了一个 十分好笑的笑话 哈哈大笑 平日只有老子 审查佛门奸细的份 没想到 今天也有人审查上 我们了 其中一人冷笑着说道 佛门奸细 你也不去整个营地打听打听 老子曹天霸的名声 看看那个敢说 我是佛门奸细 倒是你个小妙 突然出现在营地 还敢指挥老子 你是什么人 曹天霸两人的声音极大 在整个营地上空回荡 惊醒了不少 正在睡梦中的修饰 能在黑风山营地混下去的 基本没有良善之辈 正打算出门 看看那个不长眼的 敢打搅他们的轻梦 结果看到曹天霸的身影 一个个眼神都变得清澈起来 又看到半空中 头戴天鬼面具的女子 卧槽 这个女人真是倒霉 竟然招惹到了曹大坝 没曹天霸 可是黑榜上排名九十六的大恶人 号称辣手催花 一身六品修为 祸害了不知道多少女人 这女人看样子是新来的 不过撞在曹天霸手上 肯定落不了好 她可是天魔殿指定的监工 背靠天魔殿 不是这个女子能对付的 曹天霸目光紧盯半空中的黑衣女子 眼中流出一抹贪婪 她号称辣手催花 见过的女子 连自己都算不过来 依照她的经验 眼前这个女子 绝对是一个极品 而且是决定级别的极品 根本不是她以前玩过的那种俗货 可以媲美的 小妙 把你脸上的面具摘下来 让大爷我好好瞧瞧 今天这件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往后在黑风山营地 有我曹天霸照着你 保准没人敢欺负你 曹天霸边说 目光边在苏沫身上扫来扫去 混账 你找死 苏沫怒骂一声 以她跟姐姐在天魔殿的地位 从来没有人敢对他们出言不许 有贺 敢骂老子 曹天霸听到苏沫的贺骂 眼中忽然闪过一抹怒色 看来老子在黑风山待得久了 很多人已经忘了 老子拉手催花的名号了 曹天霸声音冰冷 他之所以得到 这个拉手催花的名声 就是因为 所有试图反抗他的女子 全部都被他杀了 前些年 他名声最盛的时候 只要报上自己的名号 不管什么贞洁猎女 都会乖乖躺好 顺从地跟小猫一样 而后来他投靠天魔殿 出手便越来越少 看来很多人 都已经忘了自己的名号了 想到这 曹天霸身上 荡出一股危险的气息 目光看向半空中的苏沫 充满侵略性质 他舔了舔舌头 本来看你这个小妞长得不错 大爷还想跟你客气一下 不过你竟然敢骂我 必须玩粗的了 谁知 他刚说完 却听一声 我看谁敢 声音一落 苏沫的身影落在众人面前 连带着 还有几个身穿天魔电镖紫黑 长袍的随从 看到这些人 包括曹天霸眼中 都闪过惊讶的光芒 你们是天魔电的人 曹天霸收起身上的气势 谨慎地问了一声 饶是他如此 也只不过是天魔电 一个统领手下的小卒子而已 眼前这群人身上 穿着的都是天魔电的衣服 容不得他不谨慎 禀报两位圣女 早起的人 都被我们抓来了 天魔电的几个人 恭敬地跟苏沫儿姐妹汇报道 看到天魔电 这么恭敬地对待两女 所有人都震惊了 圣女 天魔电的人 竟然称呼这两个头戴天鬼面具的人为圣女 该不会这两个 就是天魔电传言中 最神秘的那两个圣女吧 肯定是啊 不然哪还有人 能让天魔电的人这么恭敬 卧槽 那曹天霸这次 可是惹了大麻烦 一听到苏家姐妹圣女的身份 周围人不禁议论纷纷 对于他们来说 天魔电的圣女 可是他们顶头上司的上司 平日里 只存在听说的存在 没想到 今天竟然活生生出现在眼前 曹天霸这时候 也知道自己闯祸了 赶紧跪在地上 小人不知道 两位圣女大驾光临 言有冒犯 还请多多担待 该狂则狂 该耸就耸 是一个恶人的必备技能 或许是看到曹天霸认怂 苏玛儿并未多说什么 而是望着周围一圈的人 冷声道 本圣女得知 最近有佛门奸细 混进了长生大阵建设队伍当中 此来黑风山的任务 便是排查奸细 众所周知 佛门有戒律 不得贪念 因此 天不亮就得起来 念经诵佛 说着 他指向广场中央 趴在地上的李鹏林 以及跪在地上磕头认错的曹天霸 而这些人 都是天不亮就起来 本圣女合理怀疑 他们就是佛门的奸细 此言一出 曹天霸还以为刚刚的事情过去了 然后辩解道 两位圣女 我曹天霸乃是黑帮九十六 人尽皆知 根本不可能是佛门的奸细 如果没事 我就 他说着 便想从这一堆佛门奸细当中走开 跟冒犯圣女比起来 被当成佛门奸细下场 可就太惨重了 站住 谁让你动了 这时 苏默忽然发声 他落在曹天霸面前 敬险少女的曼妙 而后开口问道 你说 你不是佛门奸细 曹天霸搞不懂他这么做的意义 微微点头 我跟佛门的秃驴只有血仇 怎么可能当佛门的奸细呢 他解释一声 这样啊 苏默微微点了点头 忽然伸手摘下了自己的面具 露出一张极美的脸蛋 双铜点水 穷鼻玲珑 朱唇浩齿 搭配上那曼妙的身材 曹天霸翻遍脑海 只找到一个词 可以形容眼前少女的美 人间游卧 第45章 你就是佛门奸细 在这人间角色面前 曹天霸直接看得呆住了 饶是他号称辣手摧花 自以为跃进人间角色 在这轻视容颜面前 也不由得看吃了 见他一副痴汗像 苏默眼中闪过 一抹莫名的光芒 用玩味的声音问道 那我问你 我美吗 文言正沉迷于苏默美貌的曹天霸 赶紧点头 美 当然美 圣女大人是小人见过的女子当中 最美的 她下意识地道 然而 这一语正中苏默下怀 却见他嘴角勾起一抹坏笑 嘴唇清起 默默做了个 你完了的口型 曹天霸还没反应过来 却见一旁的苏默 身后很忽然紫光绽放 形成一道拥有万千触手的曼陀花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 就见曼陀花发香 忽然发出一道冷光 这光芒 犹如雷霆般迅速 下一秒 曹天霸只感觉自己胯下一梁 紧接着一股剧烈的疼痛传来 啊 她痛苦地惨叫一声 跪坐在地 趴下了身子 双手捂在骨尖血液鼓鼓而下 黑榜第九十六名 那手催花曹天霸 就这么丧失了自己的根本之宝 如此凄惨的一幕 看得周围人不禁皱起了眉头 同时 也惊讶于 苏默竟然是无品境界 除非一些百年难处的天骄 寻常修士 这一生能进入六品 就足够光宗耀祖了 能进入五品 那得有足够的运气 或是天资惊人之辈 苏默虽然戴着天鬼面具 但是天魔殿圣女 无意不是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 这个年纪 能修炼到常人耗费一生 都难以达到的五品境界 不愧是天魔殿的圣女 这么小的年纪 就达到五品 凝聚罗鬼手曼陀法香 恐怖啊 另一个也不差 能凌空飞行 说明至少是六品境界 也只有天魔殿 才能培养出这样的天骄了 曹天霸这次 算是惹上硬查了 众人一个个摇头 惊叹苏家姐妹的厉害 喂 为什么 曹天霸撕扯着嗓音问道 他不过就实话实说了一句 苏默很美罢了 怎么忽然被废了 高冷的苏默 自然不可能亲自解答他的疑问 苏默身后穿着 黑袍的天魔殿护卫道 你当当有亵渎圣 女的嫌疑 圣女出手废掉你 买是暗天魔殿律法办事 文言 众人再度惊讶 这特么 光说个长得美 就要被废天魔殿 也太蛮横了 什么蛮横 这就叫做地位 况且 曹天霸也应该被废 是啊 你出来的晚 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曹天霸这贼人 也该有这一天 曹天霸在营地内向来蛮横 很多人早就看他不爽了 此时见他吃瘪 不少人露出快意的眼神 曹天霸之错 还请两位圣女大人 放我一马 曹天霸虽然也是六品 但奈何天魔殿磨为太盛 一行人就没有一个低于六品的 而且 还有个五品境界的苏玛 饶是他百般不甘 也只能咬牙吃下这个暗亏 只是可惜了自己的宝贝兄弟 就当他求饶 以为这件事就此过去的时候 却见苏莫 勾起一抹动人心魄的微笑 笑盈盈地看向他 问道 再问你一遍 我美不美 文言 曹天霸眼中闪过一抹难堪 特么的 这臭婆娘跟自己没完了是吗 要不是自己现在人在屋檐下 曹天霸越想 心中越气 两只拳都不由地攥紧了 却只能回答道 不 不好看 吃过一次亏 他怎么还可能会上当呢 再说好看 自己妖子说不定都得被废了 然而 听到他说出不好看三个字后 苏莫眼中 却闪过一抹恶作剧得逞的笑意 仿佛一只小恶魔般 说道 佛门奸险 露馅了吧 来人 给我把这佛门秃驴抓起来 所有人 包括曹天霸 眼中都闪过一抹疑惑 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你不美 还要把我抓起来 曹天霸崩溃了 苏莫站起身来 插腰道 本圣女乃人间角色 天下皆知 只有佛门的秃驴 已经被戒律扭曲了三观 所以才察觉不到本圣女的美 说到这 苏莫笑了 露出自己的小虎牙 死秃驴 没想到吧 你隐藏得这么深 还是被本圣女抓了出来 你你你 你们欺人太甚 曹天霸忍不了了 苏莫这姐俩 不是摆明了整治自己的吗 属于乐人的那份凶性 涌上心头 书可忍 婶子也不能忍 今天自己就算是死 也不能让这臭婆娘 安然无恙地活下去 想到这 她忽然从地上起身 浑身真气聚集指尖 向苏莫攻去 死 然而一旁的苏莫 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切 只是一个眼神 身后鬼手曼陀法香 便放出一只诡异的触手根须 只听扑呲一声 这段根须直接将曹天霸捅了个对穿 而她的指尖 距离苏莫只差一点 这一点却犹如大欠 再也无法前进 而从始至终 苏莫甚至连躲都没躲一下 仿佛肯定自己会安然无恙一般 呵 曹天霸眼神中闪过不甘心 口中喷出大口大口的血液 最终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很快便没了声息 然后在众人的注视下 曹天霸的尸体逐渐萎缩 全身精华都被曼陀花根须吸干 转眼间便化为了一具干尸 死秃驴 被查出来不甘心 还想妄图杀本小姐 真是可恶 苏莫对着曹天霸 轻唾了一口 然后转过身 看向身后看热闹的众人 看清楚了没有 这就是佛门奸细的下场 听到这一声 所有人脸上都闪过一抹惊恐 他们又不傻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什么狗屁佛门奸细 分明是这姐妹两个 早就计划好的 想要报复曹天霸罢了 什么佛门奸细 违法天魔殿律法 完全就是借口 从曹天霸对苏莫出言不逊的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她的死亡 这一刻 所有人对天魔殿的这两个圣女 有了全新的认知 人面蛇心 妥妥的蛇蟹心肠 第46章 钱哥 你眼睛没事吧 看着众人静若寒蝉的样子 苏家姐妹脸上眼中闪过一抹满意 果然 来到最好的立威办法就是杀鸡锦侯 他们两个刚刚戏弄曹天霸 不仅仅只是为了惩罚其出言不逊 更多的还是为了杀人立威给黑风山众人立威 让所有人都惧怕自己 才更好办事 这是天魔殿的行事准则 威慑完众人后 苏莫环顾了一圈 冷冷的道 所有人到场的人全部都给我站成队列 今天所有人停工统一接受审查 有刚刚两人的立威在先 在场众人不敢怠慢 纷纷听话的按照各自组别组好队 黑风山建设点 共有12个小组 每个小组各负责一处的建设 所以很快 众人都在自己监工身后 列好队列 人都到齐了没有 苏莫儿冷声问道 一个个组的人都开始检查 我们这边都到齐了 我们这边也是 刚刚曹天霸的那一桶折腾 声音震天响 基本上所有修饰都已经被惊醒 包括钱欣 看了一眼自己身后 除了已经被滴流到前面的李鹏林外 手底下的人都到了 于是点点头 刚想说说自己这边也都到齐了 结果身旁一个手下忽然道 钱老大 昨天宁星招进来那个小子 好像还没到啊 听到这一句 钱欣才猛地想起来 自己昨天刚从天蝎老人那边 招来一个名叫张三的小子 他转头看向身后 连续检查了很多遍 最终不得不确认 张三那个小子真的没来 真是反了他了 钱欣咬牙 这个张三 真是个皮痒的货色 刚来第一天就给自己掉链子 那么的 等这次过去 一定要让他好好尝尝自己的手段 怎么 你们那边还有人没到吗 钱欣心心中暗恨的时候 苏莫儿的声音冷冷地传了过来 与他 这声音一起 与他这声音一起的 还有天鬼面具下 那一双让人不由自主感到恐惧的眼神 报 报告两位大人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新来的苦工 名叫张三 他昨天刚来 不懂规矩 钱欣懦地道 生怕惹这两个性格脾气 诡异的圣女不开心 让自己落得曹天霸这样一个下场 那你还愣在这里做事 还不去把他叫来 这是苏莫儿从旁插嘴的 是 是 我这就去 钱欣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赶忙向赵小云选定的屋子而去 来到赵小云的屋前 钱欣牙关紧咬 睡 我特别让你睡 这个叫张三的 让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圣女给训斥 晚上就把他的床换成钢钉 正打算一脚将屋门踹开 结果刚用力 屋门自动打开 他这一脚带怒 用上了大力气 结果屋门一开 这力气没了承接 直接让给正准备出门的赵小云 来了个劈叉 呼 赵小云吐出一口烟雾了 看着一大早就给自己表演 一字马功夫的钱欣 眼中闪过疑惑 哟 钱大哥这是 赵小云不解 自己刚开门 就见钱欣给自己表演一个一字马 心说这黑风扇的风俗还真奇特 我特么 钱欣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 眼中怒火喷发 上来便想给赵小云一个耳光 让他仗仗教训 结果这巴掌刚举起来 就被赵小云敏锐地抓住 呼 赵小云喷了一口 二手烟到钱欣脸上 语气平淡地道 钱大哥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非要动手动脚的 钱欣下意识想要抽出手来 可赵小云的大手 却如同一只钢菇 死死将他手腕钳制起来 他试着抽了两下 可对方依旧纹丝不动 这小子真有几分手段 钱欣惊叹 心中暗生戒备 于是道 放开我 你知不知道自己闯下多大的火 闻言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自己昨天因为潜入黑风山 有些开心 多喝了两瓶系统奖励的啤酒 结果起碗了而已 这黑风山又不用跟地藏佛门一样 起床早课诵经 自己睡个懒觉 能闯多大的火 看着赵小云一脸疑惑的眼神 钱欣也懒得跟他多说 只向门外 别愣着了 快点吧 所有人就等你一个了 说吧 便自顾自地冲了出去 赵小云眼神更疑惑了 跟在他身后走了出去 却见院中所有人都排列得整整齐齐 一群身穿天魔电袍服的黑衣人 站在他们面前 跟前世领导视察一样 在他们附近巡视 赵小云某种暗光闪过 赶紧掐灭烟头 向队列那边走了过去 钱欣快步来到苏家姐妹身前 声音恭敬地道 回禀两位圣女大人 那人我已经叫过来了 说着 只向身后 所有人的目光都共同看向远处 却见一个身影 慢悠悠地从远处走来 队列中的修士们 眼中闪过一抹幸灾乐祸 这小子要完了 按照这两位圣女喜目无常的性格 待会儿不定怎么要整治他呢 这么没眼里 见得货色 不整治他整治谁 钱欣这小子也是真的绝了 上次整进来一个八品的若鸡 这次又整来一个这 算是倒了血眉 也怪不了别人 听说他是收了外面人的黑钱 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赵小云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哟 大伙都在呢 赵小云熟落地跟众人打了个招呼 听到他这一声 所有人眼中都闪过一抹喜色 有人面色战红 强行憋住笑意 潜心健壮 连给这家伙疲疤了的心都又有了 赶紧给他识眼色 赵小云看到他不断给自己识眼色 钱大哥 你眼睛没事吧 他关心地问道 这一句出来 所有人都绷不住了 哈哈哈哈 众人大笑了起来 张三这是从哪招来这么个极品的货色 这么严肃的场合 竟然能说出 你眼睛没事吧 这种极品的话来 甚至就连原本一脸严肃的天魔殿的几个护卫 脸上都露出忍俊不惊的神色 张三 潜心咆哮出声 他现在心里只有两个字 后悔 四个字 十分后悔 后悔自己怎么听了天蝎老人那个老灯的话 将张三这个极品招进了黑风山 这下 他算是把自己坑惨了 第47章 我觉得张三说的有道理 另一边的苏家两姐妹 看到赵小云这副样子后 也忍不住被逗乐了 他们两个在天魔殿呆的时间长 各种青年才俊都见过不少 还从来没见过这种 极品 潜心心里更是无语了 脸上第一次露出无奈的神情 对着赵小云道 张三 今天两位圣女大人大驾光临 就你小子来得最晚 还不快给两位磕头认错 为了让张三能听懂 他直接将自己的意图用大白话告诉了他 赶紧给两个圣女磕头道歉 越虔诚 越认真 磕得越狠越好 说不定这两位心情一好 还能饶过他 最主要是饶自己一命 然而 在听到让他磕头认错的话后 赵小云眼中却闪过一抹不悦 凭什么 赵小云你没到 就算是在地藏佛门当中 他见了各位主持 长老也仅仅是打起手罢了 除了地藏王菩萨的佛像外 就算是地厅 都没自个儿让他跪下 更被说对一句魔头下跪了 这是他不容触碰的底线 达不了 他就直接开杀 正好自己的金刚降魔印 还没用过 然而 听到他说出 凭什么三个字的时候 全场所有人都止住了声音 看向赵小云的眼神中 只剩下幸灾乐祸时 这个叫张三的 可是胆大到没编了 让给两位天魔店的圣女磕头 都敢说凭什么 这不是活脱脱的在找死吗 原以为他只是性格极品了一点 没想到竟然是个蠢货 还是蠢到死的那种 钱星怎么招进来 这么一个蠢货的 而跟众人的幸灾乐祸相比 钱星则是差点心肌梗塞 他伸出一根手指 指着赵小云 你你你 你你你 只能说出一个你字 连一句完成的话都说不出来 而赵小云却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 拜托 老钱 昨天你跟我巴拉巴说了那么一对 也没告诉我做些事件 你没告诉我 我又不知道 起晚一点有什么问题吗 赵小云距离力争道 让他下跪不行 给他泼脏水也不行 钱星这B样的 昨天就告诉他 随便找个屋子就完事 没告诉他什么时候起床 他理所当然的睡了会儿懒觉 如果告诉他了 他故意不起 那的确是他有问题 但你什么都没说 他赵小云又不是数回虫的 怎么可能知道该什么事件起床 所以 这件事必须要讲清楚 出家人 也是要讲究清白的 不能就这样 随便被别人泼脏水 听完赵小云说到这番话 所有人看他的眼神 都变成了看死人一样 这小崽子 当把黑风山当成了什么地方 把天魔殿当成了什么组织 还讲道理 魔门跟你讲个屁的道理 一个看你不爽 直接要你的命 钱星更是感觉 这个张三没救了 现在唯一要紧的 还是先保住自己的小命吧 于是他二话不说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冲着天魔殿两个圣女 疯狂磕头 两位圣女大人在上 您二位要杀 就杀着不开眼的东西就好了 请饶小人一条性命吧 钱星使劲磕头 想要让两个魔女 放自己一条性命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张三说的 还挺有道理的 苏默忽然开口 如这个张三所说 你没有告诉他 什么时间起床 他自然不知道 那迟到自然 跟他没什么关系了 这一句话出口 全场所有人 包括正在地上 疯狂磕头的钱星 全部愣住了 这小魔女 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同情达理了 唯独赵小云 听到有人 支持自己的时候 你看老钱 还是有名言人的 这件事究其原因 错在你身上 而不在我 赵小云说着 还对支持自己的苏默 投去一个阳光善意的微笑 这个鬼地方 这么同情达理的人妹子 可不多见 不错 这时 站在一旁高冷苏默 忽然出声 点了点头 看向前星 冷声道 这件事归根结底 错在你 作为惩罚 免了你的监工之位 至于新的监工人选吗 他看向赵小云 便由你来担任吧 这一句话 直接让所有人都炸了锅 卧槽 这小子昨天踩了什么狗屎 起得最晚 竟然拿到了监工之位 可么的 一个监工之位 一天可收入一万零食 多少人做梦都梦不来的植物 要是能让我获得监工之位 别说是采狗屎了 吃狗屎 我也愿意 监工的位置满足不了你 但是吃狗屎的愿望 还是能帮你一把 众人看向赵小云 眼神中的幸灾乐祸 全部转变为了羡慕 在黑风山 一个监工手底下 有将近一百号人 只用监视手底下的修士 按时按量的完成任务就可以 不仅有丰厚的待遇能拿 还能享受手底下人的孝敬 多少人真就是梦寐已久 甚至有成国的王公贵族 不惜花费巨大代价 只为求来一个监工的位置 然而 这么一个无数人眼馋的职务 竟然落到了张三这个傻小子 愣头青身上 这已经不是天上掉馅饼了 这是天上掉零食啊 而钱星听到这话后 更是一脸不解的抬起头 问出了之前曹天霸问出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 钱星牙冠紧咬 我们组内有很多优秀成员 可以接任监工的职务 为什么偏偏落到张三这个 初来乍到的愣头青身上 钱星不解 他恨 他怒 自己丢了监工之位 也就罢了 怎么圣女偏偏让张三这个傻小子接任 自己监工的位置 别人可以拿走 张三不行 苏玛好像早就知道 钱星会这么问一般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之前已经告诉过你了 我们两个来黑风山 是为了排查佛门奸行 佛门有贪眠戒律 要早起念佛诵经 不然便遭遇佛成 这个张三 是你们当中起得最晚的人 因此 他也是你们当中 佛门奸细嫌疑最小的人 而监工之位 事关长生大阵建设 一定要选用最安全的人选 所以 佛门嫌疑最小的张三 最适合得到这个位置 苏玛冷冷地解释道 然后危险的目光直钉钱星 这个理由 你服不服 第四十八掌 好可怜 那就工作量翻倍吧 听完苏玛的这番解释 钱星直接哑口无言 他没想到 这两个魔女选张三当这个监工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他佛门奸细的嫌疑比较小 说服力很强 但太鬼扯了一点 赵小云也是没想到 而听完苏玛的理由 他心中恍然大悟 别的不说 没点对佛门的理解 真的想不出来 通过早起辨别佛门奸细 啊呸 什么奸细 佛门卧底的想法 地藏佛门所有弟子 天不亮就要起床念经上草课 若非是他因为系统 可以避免佛城 不然还真可能就被这两个魔女给筛杀出来了 怪不得之前 长老们之前派来那么多的弟子 都音讯全无 在天魔殿这种手段面前 除了我 他们很难隐藏得住 赵小云不禁在心中替之前潜入成国 打探消息的众多师兄弟 莫哀了两声 他都已经做好 一言不合亮出地藏法香 左手立地生根 右脚金刚祥磨印 让眼前这些魔道妖人 小刀子屁股 开开眼 感受感受我佛的威严 结果 这两个魔女 竟然选择让她当监工 虽然她只来了一天 但是 从潜心那一副死了家人的表情 和众人看向她那丝毫不掩饰 羡慕嫉妒的眼神 不难看出来 监工这个职位 在黑风山的意义并不一般 赵小云心里虽然想到很多 不过面上却没有任何表露 她喜滋滋地对两个天魔殿的魔女 拱了拱手 道 多谢两位圣女大人恩典 而后又对着在旁边看的众人道 在下张三 出来诈道 以后也请诸位多多关照 而她这句恭维 落在众人耳中 却仿佛是在炫耀一般 不少人眼中的极度之火 都要喷出来了 听说过 有人靠实力当上监工的 也听说过 有人依靠关系 背景当上监工的 头一次听说 有人靠着 睡懒 叫当上监工 那么的 睡懒觉就不是佛门奸奸 以后我天天睡懒觉 从早睡到晚 我也要当监工 别羡慕了 她这个监工的位子 绝对坐不长 在众人咬牙切齿的 一轮声当中 以及两个魔女玩味的 眼神的注视之下 赵小云站到了 原本属于潜星的 监工的位置上 而潜星 也只能站在她身后 恶狠狠地看着赵小云 如果目光能杀人 赵小云已经被她的目光 杀死了一千遍 下面该说正事了 随后 苏家姐妹将目光 转移到了前面那一群 有嫌疑的佛门奸细身上 说说吧 你这么早起来是为什么 是不是为了起床念经诵佛 苏莫尔来到李彭琳身前 轻飘飘地问道 但话语中却隐藏着杀意 李彭琳全都浑身颤抖 圣女大人明鉴 在下只是因为实力地位 监工大人交代的任务太多 所以只能起来得早一点 加班加点才能完成 李彭琳边说边流泪 自己被骗进黑风山 这个鬼地方已经够惨了 结果为了完成任务 早起加个班 结果还被天魔殿的人 当成了佛门奸细 可能连小命都保不住 听完李彭琳说的 苏莫尔眉头皱了起来 他感受了一下 眼前这个细皮嫩肉的 公子哥的修为 发现其修为不过八品 他们长生大镇建设要求 修为最低也要求七品 而黑风山 因为是长生大镇的重点区域 大部分参与进来的修士 都是从其他各处抽掉来的 结果 这里竟然进来了个八品 我们建设长生大镇的修士 要求最低七品 你是怎么进来的 他冷声问道 李彭琳一听 终于有人发现这个问题了 在下进入黑风山 完全是个意外 李彭琳苦着 将自己如何被家族 那个大哥哄骗 再如何被天蝎老人绑架 进入黑风山的流程 说了一遍 苏莫尔微微点头 通过眼前这人的说辞 以及说话时的表现 他断定 此人应该不敢在自己面前撒谎 而且他的确是八品的修为 想要完成黑风山规定的任务 的确需要加班加点 真可怜哪 苏莫尔忍不住叹道 苏莫尔则转头看向身后的众人 冷冷道 以后若再让发现有人 通过这种方式 往黑风山带人 必定严惩不待 见到苏家姐妹这般表现 李彭琳脸上闪过 一抹激动 小人进入黑风山 完全就是个意外 还请圣女大人能将我放回去 改日定有后报 李彭琳边说边磕头 他从苏莫身上 看到了自己 逃离黑风山这个魔库的希望 刚刚那个张三 因为两人的一句话就变成了监工 自己这么可怜 两人一句话 也能让自己从这个魔库中逃离出去 然而看着他不断磕头的样子 天鬼面具下的苏莫尔 眼中却流出一抹玩味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既然来了 在大阵没有建设完成之前 断然没有放你出去的道理 听到这句话 李彭琳心中好不容易凝聚的希望 咔嚓一声 碎裂一地 但随即苏莫话音一转 不过 念在你工作态度这么认真的份上 苏莫说到这里 忽然顿住 手指在天鬼面具上清点 像是在思考 接下来该如何安排李彭琳的事情 李彭琳看到这 心中又再次生起希望的火焰 成为监工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他是不想了 只想每天工作量减少一些 能吃口饱饭 等长生大阵建设完成 安安全全地从这鬼地方出去 回到家族就足够了 他正忐忑地期待着 苏莫尔的声音忽然再度响起 看在你这么努力工作的份上 以后你的工作就翻倍吧 他声音中带着一丝翘口 但在李彭琳耳中 却不亚于五雷轰顶 将他好不容易提起来的 最后一丝希望都给击碎了 这个小魔女的脑回路绝对有问题 现在的工作量 就让他起早贪飞得 累得跟只狗一样 再翻一倍 这不是要他死吗 而其他人看向李彭琳的目光中 也带上了一丝同情 这两个小魔女行事风格 实在太诡异了 一个睡懒觉的 能提拔成为监工 一个用功工作的工作量翻倍 这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活吗 看着跪在地上 一脸不甘的李彭琳 苏默声音忽然问道 怎么 你不愿意吗 第四十九章 讲成错诗 这声音冰冷刺骨 听得李彭琳浑身打了个哆嗦 联想到这魔女喜怒无常的性格 和之前曹天霸和钱欣的下场 她只能将头深深埋下 从牙缝中挤出 小的不敢 我愿意 文言 苏默直起了身子 真无聊 她有些幽怨地道 他们姐妹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这些侏罗一样的人 被他们玩弄 只需要自己的一句话 就能决定一个人是登上天堂 还是堕入地狱 这种掌控别人命运的感觉 让他们姐妹两人无比的着迷 而眼前这个 只有八品的小洛基 竟然这么快就认命了 让她感觉兴趣缺缺 于是 她又用诱惑的语气道 如果你有骨气一点 坚持下去 我说不定就给你减少一半的工作量呢 她嘟着嘴 像是在替李彭琳惋惜 然而 她的这番话 不仅是李彭琳 所有人眼中都流出一抹不幸 都到了这个时候 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那就是这个魔女口中的话 一句都不能相信 李彭琳也是认栽了 低着头 一言不发 她现在只想赶紧结束这一切 离这个魔女越远越好 看见她这样 苏默也断了继续玩下去的心思 下去吧 如果真觉得工作太重 可以跟你们监工说 这一句话出口 给了李彭琳解脱 她二话不说 给苏默 以及一旁一言不发的苏默 磕了两个头 然后灰溜溜地回到赵小云队伍的末端 队伍中其他人看向她的眼神 带着嫌弃鄙夷 他们对李彭琳这个小组内的吊车尾 向来是没什么好感可言的 如今 看到这家伙身上 多背上了一倍的工作量 心中因张三一步登天 升起的极度的火焰 也微微平衡了一些 感受到队伍中 其他人幸灾乐祸的目光 李彭琳抬起头 看着站在队伍前方 监工位置上的张三 心中冒出无限的酸楚和委屈 都是人 为何人生际遇差别就那么大 张三迟到 跟两个圣女顶嘴反而获得监工的职位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自己恭恭敬敬的 却被无辜加上一倍的工作量 一想到这里 她心中的辛酸就更多了 泪水不由自主地夺框而出 而这一切 众人浑然不知 不过就算知道 也没有人在乎一个八瓶苦工是怎么想的 苏家姐妹审查工作还在继续 快说 你起来这么早为什么 苏沫将矛头对准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早因为之前苏家姐妹的表现 吓破了胆子 整个人半爬在地上 看都不敢看苏沫一眼 道 小的功法特殊 需要清晨修炼 闻言 苏沫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起床修炼 你还真是勤奋啊 说着 单手呼握着 一把掏向此人喉咙 滚滚鲜血落下 那人捂着脖子 不可置信地看着苏沫 双眼瞪大 然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围观的人看到这一幕 虽然心中一灵 但因为苏家姐妹之前逆天的表现太多 所以对他们突然间出手 也是见怪不怪 只是眼中闪过一抹畏惧 不过 苏沫却依旧自顾自地解释道 我知道你们很奇怪 我为什么连调查都不调查一下 就直接杀了他 说到这 他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那是因为 本圣女肚子饿了 没时间去调查 他说的是真是假 而对付佛门突离奸细的态度 我贴摸殿向来是 宁肯错差一千 不会放过一个 说到这 他看向跪在一侧的人 冷声道 所以你们最好能给本圣女 拿出一个干脆的理由出来 否则 杀无赦 最后一个字吐出来 所有人都打了一个寒碜 而后面几个人 也都非常的配合 回禀圣女大人 小得起得早纯粹 因为昨天睡得早 我是因为尿急 还在小姐 就被抓过来了 我是昨晚压根没睡 总之 每个人都给出了 自己早起的理由 而苏家姐妹 也不负众望的 疯狂拉扯 戏弄了他们一阵 但终归是没有在杀人 如此 最后一个人终于审完 时间也接近到了中午 烈日单空 黑风山营地广场上 出现一幕奇景 原本一个个 桀骜男训的修士们 一个个服服帖帖地 站在广场上 像是一群在军训的学生 姐姐 时间也不早了 我肚子都饿得不行了 咱们回去吧 苏默上前挽住 苏默的手臂 娇撑着说道 所有人心中 都松了一口气 光是这一个上午 给人的感觉 跟过了一年差不多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 终于能送走 这两个魔女的时候 却听苏默道 不急 还有最后一件事没有完成 刚松了一口气的众人 一颗心顿时又悬了起来 就见苏默的目光 转向众人 佛门奸血 我们审查完了 大家今后 要继续努力建设长生大阵 我们天魔殿 一定不会亏待大家 为了激励大家的工作热情 接下来一个月 我们决定给建设 速度最快的小组 每个人三倍的报酬 听到这句话 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黑风山虽然条件不太好 但报酬有一说一 给的足够丰盛 一天三千零食 监工一天一万 不是看在如此高额零食的份上 如此多实力高强的修士 也不会留在这里了 而现在天魔殿 竟然肯将给他们的零食翻三倍 就算是一个普通苦工 干一天下来 都能获得九千零食 监工则一天三万 在黑风山干一天 足够媲美 他们在外面苦哈哈 给人当护卫 教头 或是猎杀妖兽一年的收获了 故而 所有人眼中 都闪过贪婪的光芒 便是满心心酸的李鹏玲 一想到这么多的零食 都止住了戳气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实力 就算获得了这么些零食 也保不住 不有苦笑 看着一脸激动的众人 天鬼面具下 看不清面容的苏玛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不过既然有奖赏 自然有惩罚 第五十章 真实打算 但活进度最慢的一组 他只向刚刚留在广场上的 曹天霸等两具尸体 下场 就犹如他们二人 此言一出 原本激动的众人 脸上忽然闪过惊恐 钱拿得到 拿不到先放到一边 让小命也太不值了 想到这 所有人聚都咽了一口口水 苏玛很满意众人的反应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为了不耽误大家的工作进度 经以往的监工制度 也该换上一换 以后监工位置 不再有指定的人担任 谁有能力谁上 这一声 让所有人眼中 都闪过一抹震惊 从黑风山营地成立以来 监工这个岗位 就一直是天魔殿制派的 所以为了监工这个岗位 很多修士不惜倾家荡产 给天魔殿的人上供 才获得了这个监工岗位 现在岗位不再由 天魔殿的人指定 而是变成 谁有能力谁担任 那不就是 告诉他们谁强谁上吗 想到这个可能 一些靠着走关系 但是实力低微 不如队伍中强者的那些监工 眼中流出了恐惧之色 而一些队伍中 实力强大的修士 则眼中流出了贪婪之色 太好了 早就看我们监工不爽了 老子一个六品中七 凭什么要被他一个 七品的蚂蚁指挥 嘿嘿 看来我也有做监工的资格了 我就说嘛 凭借这两位的性格 你看刚刚谁在 他们两位手底下 讨到好了事 那个叫张三的家伙 恐怕要倒霉了 在听到监工 不再由天魔殿指定后 众人反应也是个异 有激动 有期待 也有恐惧 贪婪 敢问两位圣女 此意是不是指 只要你们能打败队伍的监工 就能取而代之 忽然 有人出言 问出了众人心中 都想问的那个问题 众人都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发现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被张三 取代监工之位的潜心 原本因为失去监工之位 垂头丧气的他 此时眼中闪着浓浓的激动 他得到这个监工之位 虽然也走了一定的关系 不过 他本身实力就高达六品中期 一直是小组成员中 最强大的那个 故而所有人 才会对他服服帖帖 现在苏玛说监工之位 有能者居之 让他看到了 从张三手中 夺回自己位置的希望 听到潜心的问题 苏玛直接回答道 没错 只要你能将 你们小组的监工击败 你便能充当下一任监工 苏玛点点头 肯定了潜心的猜测 然后又道 不过 时间只有今天 想要挑战自家监工的 紧快了 等我们二人离开 就没机会了 听到这句话 潜心差点从地上跳起来 我要挑战监工张三 他大吼一声 看向前方的张三 目光中闪过一道危险的光芒 这个该死的张三 今天害得自己出了 这么大的仇 还差点丢失了 宝贵的监工之位 等自己拿回监工之位后 一定将这小子 整治的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这时 苏家姐妹将玩味的目光 投向张三 想看看张三在得知 这个结果后 脸上的表情 其实 他们两个 根本就没想让张三 获得这个监工之位 一切只不过是 玩这个愣头青而已 这家伙 恐怕还正飘飘欲仙 以为天上掉馅饼 却不知道 等待他的 其实是一个恐怖的陷阱 他们想都不用想 经过今天这般 这小子 今后在黑风谷的下场 肯定不会很好 现在这家伙 肯定想死的心都有了吧 苏家姐妹在心中猜想 目光看向赵小云 张三 你同不同意接受这个挑战 然而 出乎意料的 他们在赵小云的脸上 看不到哪怕一丝的恐惧 焦虑 惶恐等情绪 这家伙 他不是被吓傻了吧 恐怕还没从自己监工身份中 缓过神来呢 不行了 真是笑死我了 刚得到的监工之位 屁股都没做热乎呢 就要丢了 你们瞅钱心脸上那副表情 恨不得八个张三的屁 其他人看到赵小云 一脸平静的样子 纷纷出言讥讽 嘲笑 想要将自己刚刚因为 嫉妒而积累的所有不满 全部发泄出去 而这些话 传入星号星号铃的耳中 看着张三瘦弱的背影 以及在他身后 急得快要跳脚的前心 他忽然生起一股 同病相怜的感觉 这张三 也是个可怜人 他在心中叹息 经过刚刚自己亲身体会 此时的他哪里不明白 刚刚两个天魔殿魔女 给张三的监工之位 根本就是一个套 一个陷阱 故意让他钻进去 先是体会一步登天快感 再跌入无情的深渊 就以张三今天的表现 未来所要面对的 前心的针对 以及其他人的冷眼 将会是自己的很多 哎 想到这里 星号星号铃星中叹了口气 看向张三的目光 闪过一抹同情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赶紧将监工位置 这个烫手山芋 赶紧扔出去 放低姿态 尽量避免和前心交手 他见过前心出手 根本不是一般的欺品 能抵挡得了的 所以 他认为的 张三现在最好的处理办法 就是赶紧将监工位置 还给前心 然而 赵小云根本没把前心放在眼里 之所以迟疑了一下 其实是在思考 要不要暴露自己的实力 原本他的计划是暗中潜伏 如果贸然暴露实力 很可能引来不必要的怀疑 但是想了想 自己这监工的位置得来不易 在黑风山营地 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能更快摸清情况 所以 在不使用佛门功法的前提下 这一战 还是很有必要搞一下的 想到这 他直接道 既然老前想打 那我自然奉陪 听到他这句 所有人眼中都闪过一道光芒 他们没想到 这个张三 竟然真的敢接下前心的挑战 这个张三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前心乃是六品中期 只论修为 在黑风山营地内 也属于顶尖的层次 不错 前心独门奇功 血煞斩天轮 更是一门强悍的武技 之前有个六品出七的家伙不听话 直接被他给斩了 张三这家伙 有点失恋 走了点小运气 就敢跟前心比斗 真是找死 第五十一章 给脸不要脸 对于这场比斗的结果 几乎没一个人看好赵小云 因为赵小云在他们眼中 就是一个出来乍到的毛头小子 怎么可能是 前心这种成名已久的老手的对手呢 其中也包括苏家姐妹 这个叫张三的太年轻了 而且身上也没有什么修为气息 他们两个乃是天生的九栏凤体 练的功法 也是天魔殿的神功 所以才在二十岁不到的年纪 筑成无凭法香 像他们两个这般条件 是一般人不可能有的 所以张三不可能是这前心的对手 不过 他们却有一种特别的预感 这个张三表现得太镇定了 看不到寻常人 面对强者的那种惶恐 畏惧和坠坠不安 反而给人一种很散漫 漫不经心的感觉 仿佛这场比斗 在张三眼中 就像是陪小孩子玩闹的 一场可笑的闹剧 有意思 苏莫凤魔微微眯起 看着两人 道 很好 既然你应战了 那就上来一笔钉刀下吧 伴随这一声 前心搜的一声 身形犹如巨鸟一般 直接一跃来到半空中 轰的一声落在地上 激荡起大片的烟尘 就这么两步道 蹦来蹦去的 至于吗 赵小云露出一个嫌弃的眼神 赵小云走到前心跟前道 钱大哥 咱哥俩感情好 待会儿出手的时候 点到为止就行了 赵小云不是试杀之人 彼是也只不过走个过场 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那个地步 然而 这番话落在前心耳中 还以为赵小云认怂吗 他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张三 我还以为你小子有几分本事 原来也是个软骨头 前心心中稍稍松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为了监工的位置 他其实也并不愿意跟张三对上 这小子力气邪门得很 刚刚自己去防射叫他的时候 已经领教过 他那一声诡异的怪力了 这样好了 你只要跪下 给在场每个人刻上一个响头 再叫老子石生爷爷 把监工的位置 恭恭敬敬地让出来 我可以接受你的认输 羞辱对手 是增加自己冥王最好的方式之一 前心深知这一点 想要通过羞辱张三的方式 给自己增加威望 前心这丝还是手软了一点 刚刚这小子这么过分 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没错 要我说 应该直接废掉这不开眼的小子 你们就是眼界太浅 废掉这小子 什么时候不行 现在有两位圣女大人在 不诈屈人之兵 才是上策 周围的人指指点点 而赵小云听到后 则是彻底无语了 那么的黑风山营地的这些修饰 脑袋绝对是有点问题的 自己就是日常客气一下 他们为什么会认为 是自己害怕了 想要认输呢 还有这个前心 真是给脸不要脸 还想让自己磕头 赵小云忽然开口 对前心骂道 摩洛哥炒饼 别逼逼了 要动手赶快 这一声下去 前心的脸色顿时变黑 看来你真是打算找死了 那我就满足你 血煞轮天斩 前心大吼一声 双臂之上雪起营绕 快速形成一个血色大轮 向外散发阵阵血舞 广场之上顿时飘起一阵 旁臭血腥之气 完了 看到这一幕 李鹏林心中咯噔一声 这血煞天轮斩 乃是前心的绝技 张三这下 可真就必死无疑了 好不容队伍里 多了这么一个比自己还惨的 未来可以跟自己 同病相连的家伙 结果转眼间就要命丧黄泉 李鹏林心中一时间 生出一股吐死狐悲的感觉 但大部分人 可没李鹏林这种感觉 他们看张三 更像是一种乐子 血煞轮天斩 前心这次真的怒了 上来就使出了自己的成名绝技 完了 血煞轮天斩 当初可是直接斩杀了一个六柄出气 张三这小子完了 好不容易撞见 这么一个又二又傻的乐子 老钱你杀了 我还看什么 张三这个愣头青 就是不经机 前心都给他台阶下了 还非要找死 众人看到前心手中的血色轮斩 纷纷调侃起来 看着逐渐凝聚出来的血煞天轮斩 前心眼中闪过一抹狠力之色 这一斩 必须要杀鸡儆猴 用张三的尸体 找回自己刚刚丢失掉的所有的面子 给我死 他大吼一声 手中的血色轮斩 带着破空的声音 对着赵小云劈了过去 留下一道血色痕迹 仿佛虚空都被斩出了裂痕一般 而面对着微势不凡的一斩 赵小云仅仅是深处 一根手指 微微弯曲 体内深渊宝谷魔力 进阶流向这根手指 而后 向对自己斩来的血色轮斩 微微一弹 滔天魔力汹涌而出 化作一点乌光 在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哄 这一道平平无奇的 乌光和半空中的血色轮斩 直接破碎 而那道乌光 却丝毫没有受到阻碍 犹如一道雷霆 刹那将潜心洞穿 潜心还满心期待地看张三 在自己血色轮斩之下 整个人被劈成两半的样子呢 结果就看到对方微微一弹手指 自己的轮斩便崩成了碎片 他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感觉胸口传来一阵剧痛 他低头一看 只看到自己胸口爆开一个大洞 里面能看到破碎的正在蠕动的脏气 大量的鲜血伴随着器官碎片 从里面流出 啊 潜心惊恐地想要开口 可连一个完整的字都说不出 紧接着便感觉天旋地转 噗通 一声闷响 潜心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身躯疯疯 没什么意外的话 应该是我赢了吧 赵小云吹了一下指尖 脸上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仿佛刚刚杀的不是人 只是一只牲畜 第五十二章 神隐无踪 这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失恋 六品的潜心 竟然连他一弹指都扛不住 完了 这张三哪里是愣头青 分明就是胸有成竹 所有人看向赵小云的眼神都变了 之前的嘲笑 讥讽 幸灾乐祸 在此时 全部变成了恐惧 惊悚 以及一丝崇拜 这个世界的底色 便是强者为尊 张三一只弹死六品的潜心的能力 就有一只戳死他们的能力 再联想到 刚刚自己对张三出言不逊 所有人看向张三的眼神 都变得躲闪起来 而跟其他人不同 李彭琳看着地上 抽搐幅度 逐渐变小的潜心的尸体 嘴巴长大 眼睛瞪得浑圆 之前的潜心对他而言 就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是无敌的象征 所以 他非常不理解 张三为什么要答应潜心的挑战 这太不明智了 只有昏了头 才会答应 而当看到潜心 使用出血沙轮天斩的时候 下意识认为张三 要被斩为两劫了 可现实却狠狠打了他的脸 他所认为的那个强悍无比 不可战胜的潜心 被张三轻轻动了动手指 就被杀了 整个过程轻描淡写 张三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这一幕带给他的震撼 远比刚刚贴魔殿圣女 动用法香斩杀曹天霸 要强得多 怪不得他有胆量 接下潜心的挑战 原来是有必胜的勇气 李彭琳看着场中 无敌之姿的张三 不由得为自己刚刚的想法感到可笑 如此强大的张三 怎么可能是个黑白部分的愣头青 这不仅是他的想法 也是围观众人的想法 就算是自诩为 见过大场面的苏家姐妹 看到这一场单方面的虐杀 也不由震撼了一下 这个张三 原来也是一个魔修 他们震惊的 是这个名叫张三刚刚出手时 身上所散发出的惊人的魔气 他们两个乃是天魔殿圣女 整日跟魔气打交道 还从来没有感受到过 如此精纯 磅礴的魔气 而且这魔气在张三的手中 出奇的温顺 魔气 乃是先天灵气 经由魔宫转化 蕴含各种邪念 暴虐无比 也因此 换来了远超一般功法武器的强大力量 但是这股力量 蕴含太多负面情绪 一般人很难把控 而且层次越高 魔气越精纯 对修行者的干扰也就越严重 因此 大部分修炼到高境界的魔修 大多性格暴虐 像是他们姐妹两个 因为体质特殊的原因 性格已经控制得非常好了 然而 张三不一样 他出手的魔气 明明精纯无比 但是却完全没有一般魔气的那种黄暴 癫狂质感 反而温顺 纯净 给人一种别样的感觉 而能将魔气 驯服到如此程度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 这个张三意志力强大无比 这在魔修当中 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这个张三 果真是个人才 两人共同在心中称赞 魔修虽然魔 但不疯癫 想要在魔气带来的强大力量下 不沉沦进去 就需要极为强大的意志力 因而 两人对能将魔气驯服至此的张三 也不由多了一丝好感 看向张三的眼神 也多了一丝欣赏 而此时 赵小云看着 地上潜心的尸体 渐渐的没了生气 心中正唏嘘 这家伙也太不抗打了点 自己只调用了 深渊宝谷一成的力量 本想给这家伙一个教训 谁知道 直接将他给干废了 阿弥陀佛 老前杀你的是张三 跟我赵小云可没关系 到了地下可不要乱说 赵小云心中正自言自语 忽然听到系统传来一声 检测到宿主杀人 触犯杀戒 奖励神通 神隐无踪 神隐无踪 发动神通 速度提升十倍 并可扭曲周遭光线 让人无法察觉你的存在 来无影 去无踪 系统声音落下的瞬间 赵小云只感觉一大堆 有关于此的信息 涌入了脑海当中 浏览着神隐无踪的强大 赵小云嘖嘖撑起 这神通 就是一个崩撤麦溜的神迹 只要发动神通 速度立马提升十倍 有了他 自己又补齐了一块短板 打 自己有金刚降魔印 防御 自己有立地生根 跑 自己有神隐无踪 一套丝滑小莲招下来 能抗能打能跑 想着这些 赵小云刚刚因为杀人 产生的那点不适感 顿时抛飞至九霄云外 这时 苏玛尔冰冷的声音传来 还有人要挑战张三的吗 一升下去 赵小云那一组的所有人成员 全部都低下了头 潜心就是他们这一组最强大的了 连潜心都扛不住一招 他们上去 那不就是找死去的吗 见状 一旁的苏莫眼中流出一抹玩味 看向其他组 报 其他组的也可以挑战哦 然而 所有接触到他目光的人 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他们挑战监攻 那是盼着 想服去的 可不是奔着找死去的 真没劲 苏莫无奈地叹了口气 对赵小云道 你赢了 看来我们两个眼光不错 咱们黑风山营店 那可是重中之重 莫要耽误了进度 也别辜负了我们两个的期待 说着 苏莫忽然对着已经死去的 潜心的尸体一招手 刹那间 一道流光飞到了他的手上 光芒消散 显化为一个戒指 看着手中紫黑色的戒指 苏莫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这个是监工的戒指 里面装着黑风山大阵的灵财 价值千万灵石 你可要看好了 稍微出了意外 就算是你十个头 也不够赔的 话说到最后 苏莫冷声道 多谢两位圣 女 大人 提醒 在下一定看护好 戒指在我在 戒指丢我王 赵小云震生 先不论这戒指 这两个圣女 着实帮了他的大忙 没有他们两个 自己一个苦工 无论是打探消息 还是向外传递 都有不便 有了这层监工的身份 不仅能更具体的探知 长生大阵背后隐藏的机密 而且还有了自由出入 黑风山营地的资格 更重要的是 还不用当苦工 一举好几得 平白省去了他好多的功夫 掐断思绪 在一众人羡慕又畏惧的眼神中 赵小云缓缓走回 自己小组队伍的最前方 第53章 有人努力干 有人搞团建 希望这个组长 能做个人吧 望着张三的背影 李彭琳心中弱弱的道 如果这位新组长 真的让自己执行那两倍任务 那自己可就真完蛋了 想到这 他心中不由再度腾起一阵悲哀 要是自己也有 这么强大的实力就好了 什么前心 什么圣女 统统一指弹死 那自己哪里用过这种悲催的日子 场上其他人 看着赵小云 也是心态各异 有想要远离这位杀神的 也有想要恭维讨好的 诸此种种 不意而足 而之后 又举行了几场监攻挑战 挑战结果有胜有败 有自知不敌 上来直接投降的 也有棋逢对手 战况胶着 乃至惨烈的 不过再也没出现 如赵小云对潜星一般 虐杀的战斗 最后一场战斗落下帷幕 很好 多末开口 新的规矩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新的监攻也已经替大家选出来了 希望众位都能努力好好干 严防佛门间隙破坏 待建成长生大阵之后 我天魔殿和成国皇室必然有重伤 留下这一句后 苏家姐妹便和天魔殿的一众人等 离开了黑风山矿场 望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远方 黑风山营地内的所有人 也终于松了口气 这两个性格怪蛋的魔女 带给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苏家姐妹离开后 众人也怒闹了起来 老大 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有人问自己的监攻 那位监攻擦了擦嘴角的血 都来黑风山了 还能干什么 都他妈给我去干活 圣女大人不是说了吗 今天全部休息吗 手下有人疑惑 听完这话 监攻直接怒了 你看到脑袋里塞的是不是朱石 光听到休息了 圣女大人还说 干活最落后的要全部被杀呢 一听这话 众人都想起了 那位圣女大人交代的任务 完成任务最落后的那一个就要被杀 所有的小组都急了 为了争第一拿三倍的报酬 同时也为了不做那个倒数第一 一个个急匆匆的向大镇建设点跑去 只有一个小组 依旧安静的待在广场上 看着身旁其他所有人都跑空了 一个组员看向队伍最前方的监攻 前部队张老大 其他的小组都去忙着干活去了 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他声音中带着着急 现在其他人都火急火燎的开干了 他们晚一分钟就是最后一个 其他人也有些焦急的道 没错 我们都准备好了 只要您一声令下 就能开干 听着下面手下焦急的声音 赵小云妈撒着手上代表监攻的戒指 里面储存着他们 这个小组建设长生大镇需要的材料 以及十几万零食的自由经费 虽然已经在黑风山营地混成了监攻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摆在他面前 那就是他压根不会阵法 就算到了建设地点 也看不懂在干什么 献学更是来不及 阵法意图博大精深 而他根本不是学这些的那块料料 狗系统天天就想着让自己犯剑 也不知道给自己加强了什么顿武 翻翻书就能学会阵法 看来还是得从人身上下手 赵小云心中想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回身看向自己的组员 都别急 他摆了摆手 小组所有人顿时安静了下来 张三于微犹在 容不得他们不听话 比人张三 今天出来乍到 跟大家还都不认识 为了今后能更好的协调工作 所以我做东 请大家去外面吃一顿 咱们好好熟悉一下 至于工作的事情呢 不着急 先养精蓄锐 才能更好更快地完成工作不是 赵小云一番话说完 众人都有些话傻眼 首先是 张三说话也太客气了 跟刚刚硬刚圣女 纸灭前行时 留给大家的印象 完全不同 其次 他既然要做东 请众人出去吃饭 要知道 黑风山营地建立以来 从来都只有手底下苦工们 给监工好处的 还从来没见过 监工请他们吃饭这种事情发生 因此 当赵小云说完这句话后 所有人都出现一丝短暂的呆愣 都别愣着了 大伙应该很久都没出去 今天我做主 去帝都吃上一顿 赵小云震声道 反正花的是监工储物界当中的零食 他也不心疼 而他命令如山 自然没人敢违抗 虽然有怀疑 有犹豫 有不解 但终归 还是跟在赵小云背后 向黑风山营地出口的方向而去 而这一幕 自然瞒不过其他的修士 张三这是打算干什么 为什么带着所有人都出去了 难不成是害怕成为最后一名 想带着所有队员跑路 我们身上都被天魔殿下了禁止 无论跑到天涯海角 都不可能摆脱天魔殿的追踪 众人看着远去的张三一行人 眼中流露出浓浓的不解 一两个人出黑风山 他们见过 但是这一个小组 大几十号人 全部出山 还是第一次见 你们想多了 我刚刚在他们那边听到 他们出去 好像是张三要请他们去吃饭 大家都在抢着干活 生怕成为最后一名 他们倒好 这么宝贵的时间 想着去吃饭 他们小组本身就有一个 八品的脱油瓶 今天还落后了这么多 我看他们今后怎么追回来 都别想那么多 张三那家伙 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脑子跟个愣头青一样 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奇怪 没错 有他们垫底不是更好 咱给他们操那个心干什么 有监工冷冷地倒 现在大家拼死拼活的蛋 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害怕落后 而被天魔殿那两个魔女斩杀 而赵小云主动放弃竞争 反倒是减少了他们的压力 让他们吃喝去吧 等咱们拿下第一名 零食翻三倍 别说吃饭 以后吃香的喝辣的 再去天香楼包上 两个清关 岂不美哉 没错 大家都下把劲 拿下第一名 他们包两个 我们包四个 四个算什么 咱们要包直接包头盘 第五十四章 长生大阵 这些话成功激发了 修士苦工们的干劲 一个个汗流加倍 卖力挖阵机 纪念灵彩 布置材料 而与此同时 赵小云一行人 则浩浩荡荡地出了黑风山 在营地外围 众多黑悬味奇怪的眼神中 浩浩荡荡地 向东南方的帝都飞去 最终 成国 帝都最繁华的天正方内 出现一大群的修士 他们大部分都是七品 在一个黑袍青年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地 在烦恼的街道上走着 这群人什么来头 为什么这么多的七品 难不成是哪两个家族 或者门派 要在这里约战 在这里约战 那不是纯纯脑子有病吗 帝都之外 哪里不够 他们撒野的 偏偏在这最热闹 最繁华的天正方开战 即便是帝都内最繁华的都市 也没出现过 这么多七品修士 聚集在一起 所以 围观众人对着异行人 指指点点 毫无疑问 这群人自然是 刚从黑风山营地中 出来的赵小云异行了 老大 不过是吃顿饭而已 我们要去那吃啊 说话的 是一个白胡子老人 因为张三之前的表现 声音中还是有些畏惧 吃 就要吃最好的 我提前打听过了 听说帝都有一家 叫做春元楼的庄子 直接带修行者 咱们就去那了 反正花的也不是自己的钱 赵小云一点也不心疼 然而 他这番话 让身后众人听到后 眼中一个个闪过惊讶的光芒 春元楼 在整个帝都 乃至整个成国 都是鼎鼎大名的饭庄 里面所有食物 全部都是灵彩 肉乃是蛮荒妖兽之肉 蔬菜那也是零花一草 至于厨师 更是成国有名的顶级大厨 然而如此顶尖的配置 换来的自然是高昂道 让众人颤抖的价格 据说里面随便一道菜 都要几十个零食 最低消费 都要五千块零食起步 对于他们这些 七品的修饰来说 虽然咬咬牙 也能拿得出来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很可能就是 自己平日里一个月 买至一年的辛苦 打了水漂 所以 即便是能出得起 这个的价钱 他们中也很少来这里吃饭 老大 春元楼的消费太高了 咱们这么多人一趟下去 少说都得有几十万的零食 对啊老大 您出来扎道 咱们随便找一家吃就行了 不然真好让您破费呢 老大 您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春元楼还是不必去了吧 众人同时劝道 这怎么能行 赵小云惊声 这春元楼贵是贵了点 但是不贵 怎能体会得到 我张三杰交兄弟们的真心呢 赵小云慷慨激昂地说道 心里却已经想好了 自己是来破坏 长生大镇的建设的 不是来帮天魔殿忙的 借着里这么多的灵财和灵食 不用白不用 他肯定不会替天魔殿省着花 一边想着 众人已经一路来到了春元楼 一行将近七十多人 哪怕是见惯了不少市面的春元楼老板 都惊呆了 这七十多个弃品修饰 已经不下于一个中型门派了 竟然全部来自家吃饭 赵小云也是毫不含糊 整了大几百道菜 各种好酒好菜 全部都安排上 等菜全部上齐 赵小云也是没什么规矩 带头狼吞虎咽了起来 酒这块也没落下 蹲蹲蹲往嘴里灌 一边喝 一边跟下面的人聊天 不知不觉间 跟众人的关系 无形中拉近了许多 而他也不是单纯的 来这里胡吃海喝 暗地里也在打听长生大阵的底细 找到了众人当中 最经与阵法的一个老头 这老头叫文宗生 七品巅峰境界 差一步迈入六品 乃是帝都北部疆域的一个小宗门的阵法长老 平日里负责会制一些简单的阵法 九国三巡 赵小云扬装醉意 来到文老头身边 我张某是个粗人 这次担任监工 纯属是扎了圣女大人的光 在阵法方面 我不是很懂 今后还得仰仗文老先生了 说着 恭敬得给文宗生敬了一杯酒 不敢不敢 这可让文宗生受宠落惊 张建工宁秀为通天 为人又如此仗义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直接问文某就是了 文宗生拍着胸脯说道 此言正中赵小云下怀 他拉来一个灯子 坐在文宗生旁边 哦 那敢问文先生 长生大阵真的渴得长生吗 为了避免对方看出端倪 赵小云说话时 带上了期待的语气 毕竟这可是长生 所有修士哪个敢说自己不向往 这招很有效 文宗生并未起疑 而是有些惆怅的摇了摇头 监工大人有所不知 负责长生大阵核心阵法的 都是天魔殿的人 我们这些人 就是负责炼制灵财 开挖阵机 以及绘制一些外围的简单阵法 不过 以老朽所学来看 想要依靠阵法 获得长生大道 难如登天 那也就是说 长生大阵 有问题 赵小云醉醺醺醺的说道 文宗生摇了摇头 这话 老朽可不敢多说 说话间 他目光放远 我罪周从地藏王菩萨降服深渊至今 也不过千年 所流传的阵法传承 都是从外周而来的 不过阵法大到一些碎片而已 老朽习练一生 也难以窥见真正阵法轮廓 这天魔殿虽说形式风格诡异 但却是少有的 跟外周有联络的势力之一 说不定就是从外面 获得了真正的长生大阵呢 文宗生说到这里 嘴角勾起一抹苦笑 不瞒您说 老朽之所以进入这黑风山 也是响一窥这掌声大阵之奥妙 听到这话 赵小云直接应声道 好 没问题 未来有机会 我一定让你见见长生大阵 文宗生听到这话 眼中露出一抹激动 那老朽便在此 提前感谢过这张监工了 他声音激动 而赵小云也适可而止 继续跟其他人聊了起来 这一顿吃下来 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结账时 吹远楼老板给抹去了许多灵头 这一遭算下来 也花了有小十五万灵石 第五十五章 公款吃喝 放到市场上 这些灵石都够买一柄辅助的法器了 原本众人还有些忐忑 担心赵小云会不会忽然脑袋一抽 让他们凑一凑什么的 结果赵小云捅痛快利落的 直接把账结了 他们这可心也总算安定了下来 赵小云干脆利落的付完钱 蓝汪汪的灵石跟流水一样的流走 他不心疼是假的 结果没想到 系统的声音忽然响起 检测到宿主动用建造长生大阵的款项 公款吃喝 违反道界 奖励 一百万灵石 系统声音落下的瞬间 原本空荡荡的 只有一座香道山的系统空间内 忽然天降灵石雨 噼里啪啦将所有东西都淹没了 原本醉醺醺的赵小云 在看到这么多的灵石后 整个人久都醒了 系统出手够大方的呀 自己动用公款 请手下人吃饭才花了十五万灵石 系统直接奖励给自己一百万 那如果自己花得更多一点 赵小云想到这 眼睛都直了 都停一停 他对着前方 准备离开的众人吼道 你们都干嘛去 众人眼中闪过疑惑 指了指头顶的天空 老大 天都这么晚了 我等九族饭饱 肯定是回黑风沙 有人回答道 对啊 咱们早点回去睡下 明天 早上早点起床加班加点 把今天落下的 全部给追回来 没错 老大你出手这么大方 咱们肯定卖力赶 只定不能让您丢了面子 听着众人一个个表态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回黑风山 美好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怎么能回黑风山呢 都给我调转方向 帝都天乡楼走起 彤彤我请客 众人一听这话 眼中再次流出惊喜之色 天乡楼 帝都最大的信号信号 里面的姑娘 各个都是极品 让无数男人流连往返 甚至被称为肖金枯 不过那价格 自然也是不便宜 但既然有人请客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 众人纷纷掉头 向天乡园的方向而去 一夜欢愉不言 第二天清晨 飞风山营地 红利夫黑着眼眶 从屋门中走出 只感觉身体一阵阵虚脱 昨天他们几个组的人 为了拿下第一名的名次 硬生生干了一夜 只干到经脉中 一丝一毫真气都炸不出来 才返回了营地 即便经过一夜的休息补充 空虚感也丝毫没减少 不过 为了拿下第一 他还是决定再拼一天 不少人跟他想法一样 盯着漆黑的眼眶 虚弱的神情走出房门 向大阵建立的位置而去 哟 红利夫 你瞧你那个样子 还想跟我们争 一道有气无力的声音 从不远处响起 就见一道薛瘦的人影走来 脸色苍白 一副须不受补的模样 马云辉 你不也差不多 撒泡尿给自己照照 看看你的小白脸 跟快要死了的尸体一样 红利夫毫不客气地回嘴道 昨天就是马云辉硬称 跟自己称到了真气尽湿的地步 今天一上来又嘲讽自己 他自然也要嘲讽回去 然而就在马云辉 准备回嘴的时候 却听见营地之外 传来一阵哄闹声 昨夜在天香楼 可是累死我了 才一个你就累成这样 昨天我包了两个 到现在还是生龙活 背有我的腰 就你这个样子 还是别吹了 看看咱张哥 那才叫萌 一连叫了十个 今天早上我去教他的时候 十个姑娘都下白床啊 伴随着这些声音是 张三一组的成员 一个个勾肩搭背 回到了营地 红利夫有点傻眼 他们不是去吃饭了吗 怎么一个个比我们还虚 旁边的马云辉碎了他一口 你没听他们说吗 昨天晚上 他们去天香楼了 马云辉一边说 一边摇头 疯了 绝对是疯了 张三怎么想的 这么紧要的关口 不想着赶紧休大阵 反而去请手底下这些人吃饭 还去天香楼 不只是马云辉 和红利夫二人 其他人望着刚回来的 张三一组的成员 眼中也流出不解 不过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你看才不过一天 这些人对张三就一脸崇敬 全然已经忘了 他们曾经的监工前行望 红利夫眉头紧皱着说道 而后他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这个张三绝对是高手 仅仅一天就让手底下这些人收了心 未来干活速度 指定能超越我们 红利夫之所以做出如此推测 他觉得 张三此举 必定是在整合团队 调动手底下人员的热情 为加快建设速度做准备 然而 听到他这番话 旁边的马云辉 却发出一声冷笑 这个张三 还是有两下子的 我承认 他整合团队有一手 但建设速度超过我们 还是痴心妄想 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 连腰都站不直 进度怎么可能超得过我们 他正说着 却见营地门口 出现张三的身影 他们几个人勾肩搭背 有说有笑的走到广场当中 老大 我们准备好干活了 一个队员扶着腰说道 是啊 大伙精神镜头很足呢 说话之人扶着额头 脚步飘忽 老大 我们进度不能落后啊 这人脸色苍白 虽然他们现在一个个都很虚 但是 昨天张三 请他们有吃有喝 还请他们去天香楼 这今天要是不好好干活 就太说不过去了 望着松垮垮 一副透支过度样子的队员们 赵小云摇了摇头 昨天晚上 大伙都累坏了 今天肯定没办法好好工作 大家听我的 好好地睡上一觉养足精神 咱们明天给他干回来 此言一出 众人都有些傻眼了 待在原地 一动不动 都别傻愣着了 都去睡吧 睡吧 解散 赵小云大手一挥 宣布所有人立刻解散 然后一步步朝自己房间走了回去 望着他的背影 众人脸上 纷纷流出了感激涕零的神情 张三大哥对我们这么好 我们一定要好好努力 不让他失望 但是今天 还是先养好精神镜头再说 众人一哄而散 第五十六章 这一万零食 你说好 看到张三小组的成员 一个个返回屋子休息 其他组的成员 眼中流出羡慕的神色 他们昨天苦哈哈地干了一天 今天又起了的大早 浑身腰酸背痛 但他们是干活类的 人家张三小组是干 总之 一想到天香楼那些姑娘的漂亮身段 他们眼中纷纷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不过也有人眼中流露出不解的神情 他们又要旷工一天 这是打算彻底摆烂了 最后一名可是要被杀的 他们就不害怕吗 红利夫和马云辉两个兼工 也咬了咬牙道 别管他们 我们继续干我们的 等离开黑风山之后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玩什么玩什么 说吧 带着一脸羡慕的组员 继续向黑风山上的长生大阵间射点走去 与此同时 赵小云返回房间 躺在床上 昨天跟十个流落风尘的女子 探讨了一夜的古道热肠 按理说应该很虚 可是她如今境界已经达到了无品 佛法高深 精力充沛 开导几个女子对她而言 根本不费力气 只可惜 系统那边没开出什么好的奖励 又是一些小零食 白费了她一番力气 而与此同时 她这一遭 也将监工戒指中的剩下的零食 花了个干净 甚至还自己往里贴进去的二十万 有付出 就有收获 或许是第二次饭 偷到直接的缘故 系统这一次 非常大方地奖励了她五百万零食 加上之前一百万 她现在也是有六百万零食身价的人了 这么多的零食 已经够支撑她 开创一个门派传承了 不过 身为最周第一门派的地藏佛门的佛子 她自然不会闲得蛋疼 自己没事 开创一个门派玩 但是 零食这东西 总归是好东西 谁也不嫌多 看着系统空间里堆成衫一样的零食 赵小云心里别提多美了 没想到公款吃喝也犯贱 看来这犯贱的门道还不少 赵小云感慨 只是 监工戒指中留给她的零食都花得差不多了 里面只剩下一堆不振用的天才地宝 再想请众人公款吃喝 就得从自己腰包里出钱 赵小云是万万不会搞出这种傻事的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忽然涌上她的心头 既然花费公款可以犯贱 那倒卖材料 一想到这 赵小云毛色顿开 眼中猛地爆发出一阵金光 丝如泉涌 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赵小云干事情 想来不含糊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脑袋里多出倒卖材料的想法后 立马起床 离开自己的房间 向营地外走去 张监工 止步 赵小云刚到门口 就被黑玄军士兵拦了下来 每人每天 只有一次进出营地的机会 黑玄军统领有些警惕地说道 监工虽然有自由出入的权力 但是每人每天只能有一次 能不能通融一下 赵小云问道 那黑玄军统领眉头皱了一下 如果真的有急事 也能出去第二次事 但是需要说明外出的理由 并且要有人员随行 黑玄军统领淡淡地说道 而听到对方的这个要求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为难 理由可以随便瞎编一个 让人员随行 这特别要是知道自己出去 是倒卖阵法材料的 自己明天就得被天魔店的人追杀 嗨嗨 赵小云见状 轻咳两声 将这名黑玄军统领 拉到一旁僻静的角落 我昨天在外面丢了点东西 急需要去取 说着 他手里多出一个袋子 里面正向外透着蓝汪汪光芒 这袋子里是一千块零食 兄弟们天天在外面站岗 肯定都很累 这里面的零食 你就收好 就当是我请你们喝茶了 一听这话 有看到袋子里面的零食 黑玄军统领的眼睛都瞪大了 他们都是八品修士 每个月的俸禄 也就十块下品零食而已 这一袋子零食 顶得上他们好几年的收入了 面对一千块零食的诱惑 黑玄军统领轻咬下唇 眼中流过一丝挣扎 最终伸手接下了 这沉甸甸的一袋子零食 张建功既然有急事 自然少通融一番的 这样好了 您快去快回 我就当没见过您 这样对大家都好 黑玄军统领刚说完这句 赵小云正打算离开 就听系统的声音再次传来 检测到宿主贿赂大城官军 触犯犯刑剑 奖励 汇入零食十倍返还 系统声音一落 空间中再次下起零食雨 看得赵小云眼前一亮 十倍返还 那如果将自己这六百万零食 全部汇入出去的话 岂不是返还六千万零食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激动 回过神来 看向面前的黑玄军统领 张建功 你快走吧 一会儿被别人发现就不好了 黑玄军统领拿着零食 有些着急的说道 好兄弟 赵小云突然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手中多出一袋 比刚刚要大十倍的袋子 刚刚的一千零食 你给你兄弟们发了 这里面的一万零食 就当是兄弟赠给你的一点小小的心意 黑玄军统领看着一万零食 眼睛都瞪直了 明明一千零食 自己已经答应了对方可以出去了 结果这张三又拿出一万零食 这是什么意思 考我呢 我跟你一见如故 这一万零食 就是小小敬意而已 你收好就是了 赵小云说着 将一大袋零食 全部塞进黑玄军统领的手中 收好它 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 看着地道手中的一大袋零食 黑玄军统领眼中闪过一抹激动 张大哥 你放心好了 以后想出门 直接跟我说 我亲自领开门 他声音激动的颤抖起来 一万零食 他在黑玄军 拼死拼活几十年才能拿到 而现在就活生生摆在自己面前 看着对方手下自己的贿赂 赵小云也满心期待地 等待系统声音的响起 然而 第五十七章 别来无恙 他所期待的系统声音 却一直没有出现 系统 你出来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给我奖励 赵小云有些傻眼 下意识在心中质问系统 可是 原本高冷的系统 这次忽然出声了 宿主第一次给对方零食的时候 有自己的诉求 对方答应 形成不正当交易 赌约成立 而第二次 您是属于结交目的 给予对方零食 没有交易 属于施舍 系统解释的声音响起 赵小云心中握槽了一声 看来自己不能随意 拿着这个刷钱了 他心中有些惋惜 但这时 另一边的黑玄军统领 已经将零食收了起来 一脸期待的看向赵小云 赵大哥 门已经给您打开了 以后您和您的人 想要出去 直接说话 我和我手下的兄弟 一定帮您妥善办好 那就 多谢了 已经给去的零食收不回来 赵小云也只能吃了这个暗亏 不过还好 这一万零食砸下去 自己有了真正的自由出入的权利 行事更加方便 离开黑风山营地后 赵小云返回帝都 禁止奔向黑市 黑市之中 鼻青脸肿的天蝎老人 坐在自己的铺子之前 跟周遭几个店铺的老板 正吹着牛逼 天蝎 那日来闹射张三 真的被你搞进黑风山了 旁边店铺老板好奇地问道 他们都是在灰色行当里混的 对黑风山的名头也听过几分 知道那里面的可怕 那是自然 天蝎老人眼中闪过一抹得意 手中的烟袋 在桌角磕了两下 我天蝎混迹帝都几十年 那张三得罪了我 我还能放过他 其他人听到天蝎老人这番话后 一个个眼中 也都流出佩服的神色 天蝎老人一个七品 能将一个实力强大的六品刀手 送入黑风山那等地方 手段不是他们能比的 天蝎老人见状 声音中带着一丝炫耀 实话告诉你们 黑风山十二间宫当中 就有一个是我的兄弟 那张三已经被我搞了进去 现在恐怕正在里面做苦工呢 联想到几日前的那情况 心中不由的冷笑 那张三脑子真是有问题 放着其他的地方不去 非要去黑风山 潜心那家伙的手段 他是清楚的 这人进去之后 肯定逃不了好 如果他试图反抗 那天魔店一定会让这小子知道 什么叫做残忍 都是你自找的呀 天蝎有些得意的想到 一想到张三那家伙 现在恐怕正在黑风山咒骂自己 他心情莫名的就舒畅了几分 连脸上的伤口都不疼了 正想着 他忽然听到一声音从旁传来 老头子 聊啥呢 听到这带着些调侃的声音 天蝎老人整个人下意识的一将 转头看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却见一个熟悉的黑衣身影 脸上带着特有的阳光笑容 迈着坚实的步伐 向自己这个方向而来 张 张三 天蝎大吃一惊 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而周遭其他的店主 在看到这一幕之后 也纷纷低下了头 生怕惹到这个煞星 老头 别来无恙啊 赵小云靠近天蝎老人 礼貌地打了个招呼 他想要出售自己手中的这些灵财 肯定不能光明正大的去脉 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黑市的渠道 而他在黑市当中 最熟悉的就是天蝎老人了 这老小子既然能有办法 将他送入黑风山 渠道不是一般的广 自己手中的这些灵财 最好也是交给他来处理 张 张大人 别 别来无恙 天蝎老人咽了一口口水 心中却不由地惶恐起来 这煞星 怎么从黑风山那鬼地方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 为什么要找老夫 该不会是来寻仇的吧 想到这 天蝎星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脸上带着笑的张三 在他的眼中仿佛变成了一个冷漠的 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大人 当初进黑风山 可是您自己的决定 小的当时还劝阻来着您 天蝎老人一脸无辜 声音哆哆嗦嗦的开始给自己辩解 没错 是我自己进去的呀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这老头子上来 跟自己说这些干什么 他左右环顾了一下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进你店里去说 进 进去干什么 天蝎老人笑容僵硬 赵小云摸了摸自己食指的戒指 看在你送我进入黑风山的份上 自然要好好感谢你一下 赵小云认为自己的暗示已经足够明显 可是他浑然忘了 当初他就是用这根手指 在这里将天蝎老人弹了个半死 所以 这句话落在天蝎老人的耳中 无异于晴天霹雳 让自己进去摸手指 完了 看来今天这一死 在所难免 天蝎老人心中绝望 他现在就想撒腿就跑 但是 想到铺子内还有自己的独孙 于是一咬牙 大人 我跟您进去 说吧 颤颤巍巍的起身 赵小云眼疾手快 上去搀扶了一下 这反倒让天蝎更害怕了 两人进入店内 天蝎将店门关上 赵小云正向拿出两样不振用的灵财 问问价钱 结果天蝎扑通一声 猛的跪在地上 大人 千错万错 都是我天蝎一个人的错 您要杀就杀我好了 求您莫要迁怒我那独孙 天蝎跪在地上 赵小云整猛逼了 他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杀你 谁说要杀你了 闻言 天蝎老人止住了哭声 您不是来找我寻仇的 你把我送进黑风山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会寻仇 赵小云笑着道 这次来找你 是想找你问问 有没有可以出手大批量灵财的去处 听完赵小云说的这番话 天蝎老人顿时止住了哭声 您是说您要卖东西 他擦了擦眼泪 我这里就是黑市当铺啊 您要脱手的是什么东西 可否让我瞧瞧 如果方便的话 我就能给您脱手 赵小云点了点头 从空间戒指当中 取出一根漆黑 上面带着火焰的骨头 像这样的灵财 可以卖多少零食 第58章 大转特转 看到赵小云手上的灵骨 天蝎老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看这样子 可是天火蟒的蛇骨 天火老人皱眉 捧起这一节骨头 仔细探查了起来 最终眼中流出惊叹之色 果然是天火蟒的骨头 这可是最终东北才有的妖兽 它的 骨头膜 成粉 鹿 药 是 旧 铁 断 体的 好 宝 环 能炼制 成武器 大人 您若不嫌弃 这一根骨头 我愿意 开价 一 万零食 天蝎老人 开出了一个价钱 天火蟒的骨头 也就这个零食 它卖出去 也就赚的小几百 完全是看在赵小云的面子上 才给出这么高的价格 而赵小云听说着 一根骨头 就能卖一万零食 眼中赏过一抹激动 这天火蟒的骨头 它的戒指当中 还有几十根 细数下来 就是几十万的零食 天魔垫 加上整个成国的宝库 果然是财大其粗 想到这 赵小云看向天蝎 手中戒指一闪 一坨天火蟒的蛇骨落下 我这里还有几十根 你看能值多少钱 天蝎老人 看到这么多的天火蟒蛇骨 顿时一愣 这么多的天火蟒蛇骨 您是从哪里得到的 这你不用管 告诉我 这些加起来值多少钱就是了 赵小云自然不会告诉他 这些东西的真实来临 之后 天蝎老人估算了一下 这些蛇骨的价值 给出了五十万零食的报价 这个价格 自然不是按一万一根算的 贬值了两成左右 这是五十万零食 您收好 以后有什么东西 还请您光顾我们这里 零了 天蝎老人的态度 已经完全变了 看向赵小云的眼神里 除了畏惧 还有一丝期待 几十根蛇骨 他在帝都当中慢慢出手的话 足足能赚二十万零食 这已经顶得上 他开店一年的收入了 没问题 这次合作好了 今后我天天上 你们家来 赵小云说着 从天蝎老人手中 接过那一大袋的零食 顿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检测到宿主盗卖灵财 触犯盗戒 奖励 赃款十倍返还 系统声音一落 五百万零食 瞬间出现在系统空间当中 堆砌成一座大山 赵小云现在的身价 已经突破了一千一百万 也多亏系统附赠的空间 无穷无尽 不然光是这一千一百万零食 他连放都没地方放 挖天魔店墙角的事 以后还是要多干啊 看着系统空间内 蓝汪汪一片的零食 赵小云心里美极了 告别天蝎老人 有份 连 去 来 去 这 来 来 出 戒指 当 正 一 零食 毕竟他现在还是监工 总得留一些材料 做做样子 不过光卖这些材料 他便收获了三百万左右的零食 系统那边 却再没触发之前的十倍反例 这让赵小云颇为惋惜 离开黑市 他自然直奔天香楼 有钱了 自然要去开心一下 至于工作的事情 明天再说 又是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 赵小云打着哈欠 准时回到黑风山 却看到所有组员 都在广场上等待自己 养精蓄锐一天后 他们眼神中都充满干劲 就连修为最弱的 星号星号灵也不例外 老大 我们都准备好了 您一声令下 咱们就开工 没错 其他组猛干了两天 现在一个个虚的不行 咱们最多两天 就能追上他们 看到众人信心满满的表态 赵小云点了点头 说实话 他来这里已经三天时间了 还没去长生大镇内不了解呢 想到这 他对着众人大吼一声 现在就开工 一声令下 众人出发 如同恶狼般 像漆黑的黑风山而去 其他组的人看到他们 眼中闪过惊讶 呦 张三他们组终于来了 放心好了 他们已经落后我们两天 一时半会儿追不上我们的 不过他们养精蓄锐了两天 进度肯定比我们更快 他们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的 大家也都加把劲 其他组的人 看到张三一组精神饱满的冲上来后 顿时升起危机感 干活也更加卖力 赵小云一组的成员们 丝毫不示弱 开山的开山 挖钩的挖钩 炼制灵财的炼制灵财 一刻也不停歇 一个上午时间 就追平了其他人忙活一天的进度 而赵小云也没闲着 他用一个上午的时间 居高临下 观察整个建设方位 却见他们几个小组所在的 也不过是外围而已 大阵真正的黑心 在黑风山远处的一座山谷之内 那里被浓郁的魔器所笼罩 一席能看到血红色闪光 赵小云眼睛眯起 环顾四周 见众人都干得热火朝天 便到了一个隐秘地点 发动神隐无踪 犹如一道极光 向被漆黑浓雾笼罩的大阵飞去 神隐无踪的速度加成 加上他无凭本就不慢的速度 很快便来到了被黑雾笼罩的中心 笼罩在这里的 都是极为浓郁邪义的魔器 对一般修士来说 这些魔器都是剧毒 触碰之后便污染自身真气 被极端负面情绪所掌控 变成一个疯子 不过 这些魔器对赵小云来说 并不是个事 他体内的深渊宝谷 本就是天下制邪之物 有这宝谷在 这区区魔器自然不拒 赵小云进入魔器之中 观察四周环境 周围花草树木 因为长期沐浴在魔器之中 已经变成了妖异的血红色 表面还分泌出一层好似血浆般的粘液 看得赵小云恶心无比 越往里走 大阵魔器越浓密 能见度也越来越低 这么浓的魔器 就算是魔修也承受不了 赵小云皱起了眉头 这魔器虽然无碍 但是真的恶心 而且越往里走 他逐渐感受到了一股脊背发凉的感觉 赵小云强忍不适 逐渐摸索着前进 忽然感觉脚下一空 整个人直接向下跌去 不过好在 他乃是无品 佛意一撑 便将他整个人支撑了起来 透过浓郁极致的魔物 他感受到 下方是一出断崖 而就在这时 有缘人 第59章 就凭你 一道若有若无的声音 在赵小云的耳边响起 卧槽 这地方还有人 赵小云双目瞪大 眼中闪过一抹震惊 这里的魔器 已经到了化物的地步 就算是天魔殿的魔修 也不敢深入 能抵 抗如此浓郁魔器的存在 至少是修为达到三品的天魔 要不就是圣僧 那个级别的存在 凭借佛光和坚弱磐石的心境 才能抗住 这些魔器的腐化 赵小云正惊惧的时候 那道声音再次传来 有缘人 声音虚弱无比 仿若一柄风中残烛 下一秒就会熄灭 赵小云眉头皱起 他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好不容易来这里一次 若是无法探知到什么 无异于白来一趟 去看看 他瞬间做出了决定 对方见到他 没有出手 而且声音还这么虚弱 很大概率是 没办法对自己出手 而且主动出声呼唤他 应该是对他没什么敌意 说做就做 赵小云控制身形 向声音传来的断崖深处的方向而去 一百米 两百米 三百米 这断崖好似无边无际 到最后 赵小云已经迷失了距离感 周围磨气更加浓郁 已经凝成实质 让人窒息 不过那声音随着他下潜 也是越来越大 而就在赵小云怀疑 自己在下降 是不是就到地心的时候 前方忽然闪过一道金色光芒 这光芒温暖璀璨 宛若一堵无形的墙壁 将外面磅礴的磨气 牢牢挡在外面 这是 佛光 赵小云对这光芒并不陌生 甚至熟悉无比 正是他们佛门修饰最显著的象征 佛光 而眼前这佛光 比他自己甚至见过的所有人都要赤胜 赵小云打起精神 逐渐沉入着佛光之中 这一刻 他被磨气遮挡的视线 瞬间变得清澈起来 向下看去 下方是一处洞窟 清泉流下 汇入一处池塘 池塘中开满了白莲 荷叶青如斐 莲花静如雪 洞窟上空 赤胜的佛光 为他们提供了生长所需要的光源 而在莲花池的正中 一处石台之上 盘坐着一具干枯的尸体 尸体上空 一颗金沾沾的射粒子 喷勃着佛光 抵挡着深渊外的恐怖魔器 有猿人 熟悉的声音响起 射粒子之上 浮起一道半透明的人影 这是一个老者 身形勾搂 身上披着一件破烂的袈裟 好似风中残烛 下一秒就会消散 这时 他忽然再度抬起头 露出一双金色的神眸 炯炯有神 能直刺入人的内心 老那有一事请求 与此同时 帝都 西城 威延宽阔的府邸内 坐在墓椅上的儒雅身影 忽然睁开双眼 眸中爆出一道危险的光芒 不好意思先生 属下不知道您在休息 轻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苏莫尔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他二话不说 赶紧跪倒在地 看到苏莫尔的身影 儒雅身影睁开眼睛 冷声问道 情况办得怎么这么样了 找到那个小和尚了没有 闻言 苏莫尔眼中闪过一抹为难 属下这两天 筛查了帝都周围的所有大阵建设点 已经将里面有佛门间隙的人 全部杀了 那和尚应该就在其中 苏莫尔声音中带着肯定 他对自己筛查佛门间隙 总结出来的一套流程 非常满意 那些佛门间隙 一个个作息规律 不吃肉 不说脏话 非常容易揪出来 他这两天的时间 但凡有点佛门嫌疑的 全部杀了 加起来得有几十个人 如果那个和尚 真如眼前这位先生所言 进入了大阵建设点 肯定早已经丧身在筛查当中 杀到他 就凭你 在听到苏莫尔这句全杀了之后 儒雅身影仿佛听到 什么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 疯狂大笑了起来 这反倒让苏莫尔脸上 流出一抹不解 先生 莫尔二十岁凝聚鬼手曼陀法香 自问在地藏佛门心 悬两辈弟子中 无有敌手 除非这次来的那个和尚是 空自背的那些老秃驴 否则莫尔必能将其拿下 苏莫尔对儒雅身影 看不起自己的事 非常不认可 而听他这么说 儒雅身影笑声缓缓停止 看着一脸不服气的苏莫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微笑 那如果那个和尚身居地藏真血 还融合了本尊的一块宝骨呢 文言 苏莫眼睛瞪成了同龄模样 眸中闪过惊骇 眼前这位儒雅身影 在外界看来 只是一个天魔殿无关紧要的人物 但是他却知道 这位的真实身份 远远凌驾于整个天魔殿之上 以至于说出那个名字 都能让无数人颤抖的存在 深渊 深渊缓缓缓开口道 那个和尚乃地藏佛门这一代的佛子 完美融合了本尊的一块宝骨 只有他杀死你们的份 绝无你们杀死他的份 深渊的声音高高在上 冷静 平淡 仿佛这位让无数人羡慕的天魔殿圣女 在他的眼中就如同垃圾一般 而苏莫听到深渊所言 心中的震惊 犹如惊涛骇浪般翻涌而出 那个和尚竟然融合了一块深渊宝骨 苏莫吃了一惊 他们天魔殿明面上 虽然跟深渊没什么联系 但背地里跟十万大山一样 都是受这位曾经的妖魔之主指挥 所以 他对这位妖魔之主的实力 有更清楚的认识 这位魔道 有史以来最为顶尖的存在 只差一步就登临一品之上的那个境界 便是那些妖王 天魔级别的存在 也不敢贸然融合 不然很有可能被其中蕴含的魔道意志 击垮理智 成为彻头彻尾的疯子 而那个和尚竟然融合了 这位的一块宝骨 怪不得深渊大人说自己不可能杀掉对方 那 那我们该如何对付他 苏莫回过神来 好奇地问道 暂时不用管他 加强卓天大阵的防守便好 说到这 深渊低谋 看向苏莫 我交代给你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已经让黑风山的人 加快建设速度了 最快一个月 就能将那老和尚的封印破开 第六十章 天灼大阵 文言 深渊点了点头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很好 只要封印破开 我便能吸收天魔狂士残余 恢复部分力量 可以不依靠妖帝宫 就能在世间行走 说着 深渊眼中留过一抹期待 自从他半具躯体 被地藏王镇压之后 另外半具躯体生机 也在疯狂流失 他只能借助妖帝宫 控制伤势不能离开 不过 经历千年运养 伤势大体控制 本体也终于抽出力量 开启天图大阵 放出他这个心魔身 行走世间 做一些事情 帮本体恢复伤势 当然 最好 最快的方式 就是推倒锁妖塔 放出另一半躯体 届时 两段躯体融合 他自然能恢复到 鼎盛时期的力量 带领众多手下 横推地藏佛门 重新成为最周的无冕之王 但因为那个小和尚原因 破坏炼妖塔封印 放出另一半失身的任务 最终失败了 不过 他还有备用方案 那便是天魔狂师 他现在只是心魔身的状态 能在世间行走 依靠的完全是 血迹天图大阵的力量 只要吸收了天魔狂师 他这个心魔身 便不用脱离而 不用借助血迹的力量 也能自由在世间行走了 想到这 深渊眼中爆出一抹激动 自由的感觉 真好 与此同时 黑风扇 断崖底部 你想让我帮什么忙 赵小云看着眼前老和尚的一缕残魂 眼中流出好气的光芒 老那请求 你去罪州东南 地藏佛门求援 残魂悠悠地说道 声音有气无力 闻言 赵小云双手合十 开口说道 阿弥陀佛 这位前辈 平僧就是地藏佛门弟子 法号云心 什么 你是地藏佛门的人 老僧残魂 听到赵小云说 自己是地藏佛门的人之后 默然地抬起头 炯炯有神的眼眸中 闪过一抹惊讶 没错 赵小云点点头 放出自己的佛光 刹那间 璀璨的佛光出现 映得他如仙如胜 超凡脱俗 佛光 你真的是地藏佛门的弟子 老僧残魂 看到赵小云身上 爆出的璀璨佛光 钟板 敢焦急 有回忆 有欣慰 也有一丝释然 前辈 还未请教您的法号 赵小云的声音 将老僧残魂换回现实 平僧法号原身 您就是舍身镇压 天魔狂尸的那位原身罗汉 赵小云惊讶 天魔狂尸 半魔半妖 击败容易 杀死难 正是这位原身罗汉 舍身取义 牺牲自我 方才镇压了天魔狂尸 听到赵小云说的这句 原身残魂脸上涌出一抹感慨的神色 身为地藏佛门弟子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镇压天魔狂尸 亦不容辞 即便已经过去五百年 即便已经成为一缕残魂 原身的声音还是无比坚定 原身长老 我是佛门派来打探消息的 封印之内的天魔狂尸怎么样了 天魔殿此来 是不是打算将这魔头放出去 赵小云迫切问道 来之前 佛门长老们都在猜测 天魔殿大张旗鼓的 是不是打算将天魔狂尸放出来 天魔狂尸已经死了 他指向脚下 天魔狂尸遭受三名二品强者围攻 身受重伤 我已一身佛血 布下封印 隔绝他与外界联系 无法恢复伤势 所以一百年前就已经失去了最后一次生机 现在封印里面只有一具魔尸而已 然而 听到这话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既然天魔狂尸已经死了 那为什么天魔殿建造大政干什么 赵小云疑惑 原身残魂则勾起一抹微笑 谁说死了就没用 死了的天魔狂尸对于魔修来说 可能比他活着的时候更珍贵 原身解释道 天魔狂尸尸体内参与的魔道精华 足以让妖族再添一位二品天魔 我能感受到 有人在外界正在布置天灼大阵 很明显是冲着天魔狂尸来的 文言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盲问道 天灼大阵 这是干什么用的 天魔殿一直告诉他们 布置的是长生大阵 可种种现象都表明 这压根不是什么长生大阵 天灼大阵啊 原身像是想起了什么 眼中留过一丝感慨 开口给赵小云 简单讲了一下天灼大阵的功效 简而言之 此阵可聚集众生欲念 化欲为拙 破开我这佛光的封印 原来如此 听完原身的讲述 天魔殿的计划 在赵小云这里解开了一丝帷幕 他眉头紧皱 原身前辈 你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唉 原身叹了口气 我主婚已经转世 这一缕残魂支撑五百年 力量已经耗尽 最多坚持七天 七天 赵小云倒吸一口凉气 他传递消息 再到地藏佛门前来 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 如今原身只能撑七天 那不玩毒子了吗 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可以延长时间 赵小云好奇地问道 唉 原身叹了口气 对我这佛光损耗最大的 就是大阵之外的魔器 若是能破坏一些天灼阵法 或许能延长一些时间 破坏天灼阵法 没问题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坚定的光芒 原身前辈 我要赶紧去联系宗门 过几天再来陪您 阿弥陀佛 无需管我 这里有我 原身笑着说道 然后整个人化作一团光芒 引入那一颗金颤颤的舍粒子当中 呼 赵小云也长出一口气 迅速离开这处断崖 然后顺着来时的方向离开 待离开魔器笼罩的范围的时候 忽然 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轰隆 或许是感受到了 他此刻沉重的心境 原本晴朗的天空 竟然被乌云盖满 一道雷霆闪过 分开天际 仿佛给天空撕开了一个大口 无尽雨水 从其中倾泻下 赵小云双拳紧握 第一次感受到 背上多了一股沉重的压力 他看向远处的黑风山 以及上面忙碌的众多身影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闪过一道危险的冷光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第61章 众叛清离 与此同时 黑风山上 因为突如其来的暴雨 各组人马都显得手忙脚乱 因为大阵有些材料不能沾水 所以这些人正在着急忙慌地抢救材料 还有一部分修为低下的 慌忙找地方避雨 不过很快就有 六瓶以上的高手和监工 真气外放 用自己一年的力量 撑开一片空地 将雨水挡住 所以很快恢复了秩序 只有赵小云一组 因为没有六瓶以上的高手 监工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一群人只能将材料遮盖起来 自己去找地方避雨 看着逐渐恢复秩序 开始工作的其他组 众人脸上纷纷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老大去哪了 他们这一组还指望着超过别人 结果这一场暴雨 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一旁有人抬头看着天上倾泻下的暴雨 眼中流过悲哀的神色 这雨来得太大了 光老大一个人也挡不住 六瓶高手 虽然可以通过外放 挡住逃暴雨 但也是有极限的 一个六瓶 顶多护住自己周身50米的范围 超过这个范围也无能为力 然而他们这一组 因为刚刚组建的原因 只有张三监工一个六瓶 就算实力强大 只要还是六瓶这个境界 就摆脱不了这个限制 有人叹了一口气 都别想那么多了 先把老大找回来是正事 张三这一组的近况 自然瞒不过其他人的眼睛 有人幸灾乐祸的大笑 就这个水平 这个速度 还想超越我们 做梦去吧 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你 梦去天香阁 现在想找 回来 偏偏还遇上大雨 看你们怎么追 落后三天的进度 偏偏还遇上大雨 这是老天爷要让他们死啊 看来这垫底的位置 张三这一组的人 是要当定了 之前那些眼馋赵小云一组的人 纷纷发出刺耳辛辣的嘲讽 这些嘲讽的声音 落到赵小云这一组成员的耳中 他们眼中露出交集 却又无可奈何 他们说的是实话 天魔店那两个魔女 上次来的时候 说得清清楚楚 最落后一组的成员 全员被杀 现在他们就是最落后的那一组 事关生死危机 他们怎么能放宽心 就在所有人纷纷沉默不语的时候 忽然一声从远处传来 张三一组的 若是不想死 我红利夫给你们一个机会 来我们这一组 不仅可以免死 还有机会 争得第一 赚取三倍报酬 红亮的声音 响彻整个山谷 好 你的红利夫 还真是不简单 竟然让你想出这种办法 另一组的监工马云辉 听到这话之后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红利夫此番举动 可谓是釜底抽薪 通过挖张三一组的人 既减弱了张三的实力 又增强了几方的实力 可谓是一举两得 张三组的兄弟 别听红利夫那次瞎扯 我们这边才是进度最快的 红利夫落后我们半天 来我们这一组 才能拿天魔电的三倍报酬 马云辉高喊 其他几个组的监工 也有样学样 我们这里也招人 还有我们 各组的进度 其实都差不多 我们也有希望拿下第一名 所有人都开始争强起来 这一下 让张三一组成员们 看到了生的希望 对不住了弟兄们 张三兼弓虽然带我们不错 但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我还有师徒传承 还有家人等着我回去 所以兄弟就先走一步 终于有一个人按捺不住 向众人拱手道别 但话刚刚收到一半 忽然 一道平淡的声音 从他们耳边传来 哦 有人要走吗 众人随即看向 声音传来的方向 发现张三不知道 何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眼神中带着玩味 看到张三出现 那个刚刚要离开的人 眼中闪过一 我畏惧 不敢吭声 虽然张三这两天 又是请他们吃饭喝酒 又是请他们去天香楼 但是他们可没有忘记 张三可是能一直戳死前心 跟他作对 那不是找死吗 孙老鬼 张老大带我们那么好 你居然想要背叛他 没错 张老大带我们恩重如山 你怎么能说出刚刚的那种话 孙老鬼 快给张老大道歉 看到张三出现后 原本有些迟疑的众人 纷纷出言 指责起那个提议离开的男人 那人成了众矢之地 深深将头埋了下去 一声不吭 而赵小云看着他 眉头紧皱 说实话 被背叛的感觉并不好受 如果没有 见到 原 申罗汉 他肯定会让这家伙 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 现在他的想法变了 原申那边能支撑的时间 只剩下七天 他没功夫玩什么 深入敌营当老大的戏码 赵小云思索的时候 众人大气都不敢出 而看到这一幕 远处的红利夫和冯云辉两人 再次发声 张三监工 大家只是在你手底下干活而已 又不是你的奴隶 想去哪是人家的自由 是你太无能 进度落后 你手底下的人头 笨我们 这 是 求 个活路 二 一 你 又何 必苦 苦 相逼 说的没错 你手底下的人想去 哪是他们的自由 你不能干涉 不然失了人心 谁又能替你好好干活呢 红利夫和冯云辉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 阴阳怪气地挑衅道 无论成与不成 经过他们这一番离间 这张三花费重金 才跟手底下的人达成的默契合作关系 将彻底崩塌 从今往后 就算这些人因为惧怕张三而选择留下 也不会再像之前一样拼命地干活 只会想着 如何摆脱张三 加入他们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只要有一个人逃走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离开 等到天魔殿前来核查进度的时候 第一名的位置或许还有悬念 说的没错 你手底下的人想去哪是他们的自由 你不能干涉 不然失了人心 谁又能替你好好干活呢 红利夫和冯云辉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 阴阳怪气地挑衅道 无论成与不成 经过他们这一番离间 这张三花费重金 才跟手底下的人达成的默契合作关系 将彻底崩塌 从今往后 就算这些人因为惧怕张三而选择留下 也不会再像之前一样拼命地干活 只会想着 如何摆脱张三 加入他们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只要有一个人逃走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离开 等到天魔殿前来核查进度的时候 第一名的位置 或许还有悬念 但是最后一名的位置 张三是坐定了 而情况也不出他们二人所料 在这一通挑衅之下 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众人 眼中再次闪过不甘之色 第六十二章 都可以走 老大 我知道我对不起您 可是我外面还有老婆孩子 我想活下去 刚刚那个要离开的孙老鬼 再次开口说道 声音中带着莫大的勇气 他生怕 张三一个不开心 让自己落得 潜心一个下场 好啊 没问题 赵小云深吸了一口气 点点头 直接同意了这人的请求 他想清楚了 自己本来就没想到 要给天魔殿好好办事 所以这人要走 自然也扯不上什么背叛了 甚至 更多的人的 他的行动 将会更大 赵小云心想 环顾四周 开口道 还有没有人要走 抓紧时间了 都可以一起走 赵小云的这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傻眼了 我没听错吧 老大竟然同意 让我们离开 没错 你没有听错 老大真的同意我们离开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要不要走 赵小云答应的太过痛快 痛快到有些出乎意料 所以众人脸上出现一抹迟疑 张老大 您真的同意我离开吗 之前提议离开的那个男子 咽了一口口水 声音中带着不可置信 赵小云答应的太痛快了 让他拿不准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赵小云嘴角勾 起一抹微笑 你没有听错 看向众人 你们都没有听错 我张三做事情 不喜欢抢球 所有想要离开的 现在都可以离开 赵小云震生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而这番话 同样落到了不远处红利夫 和马云 挥两人的耳中 二人眼中 巨都生起一抹疑惑 这张三究竟是怎么想的 红利夫眉头紧皱 他看不透张三的做法 这种紧要的关头 完不成任务 就要被天魔殿处死 最重要的事情 不应该是保住自己的小命 控制住自己手下的人吗 为什么张三却反着来 放任自己手底下的人离开 人都走光了 他拿什么坠感进度 红利夫心头 升起一千个疑惑 死活想不通张三此时的做法 嘿嘿 马云辉忽然传来两声冷笑 张三这家伙 脑袋就是不好使 虽然有一身强大的实力 但他根本就是一个愣头青 不然也就不会做出 在所有人都抢进度的关键时候 他带着手底下的人 出去开宴会 逛天香楼 这不是脑子有病是什么 马云辉声音带着不屑 他对张三的看法一如既往 所以这家伙 只是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愣头青 能当上监工 都是走狗屎运 马云辉摇了摇头 只有疯子才能理解疯子的想法 我等都是正常人 不要管这个家伙怎么想了 他竟然开放手底下的人离开 那我们就照单全收 反正倒数第一肯定是他的 我们只需要觉住第一名便可 文言 红利夫点了点头 马云辉说的是正理 只有疯子才能理解疯子的想法 既然想不通张三的想法 那就不去想了 想办法抢更多的人才是正道 于是便开口道 诸位也都听到了 张三兼功同意你们离开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一旁马云辉也阴阳怪气道 没错 快感谢张三兼功的大恩大德 这两声传来 众人眼中的期待更强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第一个提出离开的男人 恭敬地给赵小云磕了一个头 然后便转身离开 向红利夫小组的方位跑去 而在此期间 张三没有任何的动作 平淡地站在原地 静静地看着男人离开 还有没有要走的 赶快走 不然的话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赵小云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催促 他的时间只有七天 既要想办法 给地藏佛门传回去消息 又要想办法 破坏天灼大阵 没什么时间 跟他们在这里干好 已经有人当了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彻底打消了众人的疑虑 张老大 实在对不住了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是文宗生 他脸上带着愧疚 恭敬地给赵小云做了一衣 然后转身 向其他组的方向走去 文宗生是这一组 少有的精通阵法的修士 乃是核心 他这一走 让更多的人动摇 张老大对不起了 我想要活着 又有一名修士转身离开 在此期间 赵小云始终无动于衷 更多的人离开 刚开始 还有人给赵小云道别 但到了最后 连作医的人都没有 更多的人直接转身离开 如同躲避温神一般 慌忙向远方跑去 这么多人一走 原本那些坚定想要留下的人 也起了迟疑 虽然他们并不想背叛张三 但是人都跑得差不多了 跟着张三只有死路一条 张老大 我们也走了 最后两个人 声音中带着微微举 说了一声之后 陶也似的离开了现场 望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赵小云放松的长出一口气 感慨的说道 都走光了 他话还没说完 一道弱弱的声音 从身后传来 张老大 我还没走呢 赵小云疑惑转身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发现角落里 蹲着一个身穿轻衣的青年 身上散发的气息 只有八品 李鹏链 你怎么还不走 赵小云眉头皱了起来 这个修为最低的家伙 他自然认得 被天蝎老人 那家伙拐迈进黑风山 他来之前 一直饱受欺凌 老倒没蛋了 现在 所有人都离开了 只有这家伙 还蹲在这里 张老大 这些天署您带我最好 我就跟着您了 李鹏链声音坚定地说道 自从他被迈进黑风山 过得一直都是诸狗不如的日子 直到张三来了 他才过上了几天的好日子 所以对张三 一直心怀感激 不过 心怀感激 只是他留下的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原因是 以他的修为 即便去了其他组 也没有人要 就算有人要 也肯定交代 给他两倍的工作量 这几天 李鹏链也想明白了 两倍的工作量 他肯定完成不了 与其痛苦地死去 不如留在张三这 还能痛快地生活一阵 而且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 张三并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 第63章 死路一条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现在咱们组就两个人 跟着我 只有死路一条 赵小云提醒道 想要李鹏链知难而退 别跟着自己 爱手爱脚 谁知 听到他这话 李鹏链反而摇了摇头 我李鹏链不是那种 贪生怕死的人 张老大 你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在这 最危难的时刻 抛你而去 听到这话 赵小云眉头紧皱 这家伙 怎么这么皱 他眼中闪过无奈 与此同时 赵小云和李鹏链 两人的身影 落到其他人眼中 却显得十分落寞 甚至有些可怜 以及可笑 张三虽然实力强大 可现在手下 只剩下一个八品的弱鸡跟着 彻底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都怪他太蠢了 这些天 大家都忙着工作 只有他带着手下去 吃吃喝喝 海报女人 真以为人心 是那么好收买的吗 没错 现在他们 只剩下两个人 最后一名非他莫属 等待他的结局 只有一个 那就是被天魔殿杀死 不过 有他垫底 我们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就算拿不下第一名 能活着从黑风山走出去 也是不错的一件事 众人一边工作 一边大声奚落道 这些声音 自然瞒不过赵小云的耳中 他眼 微微眯起 闪过一道寒光 看 像面前的 彭琳 这些话你也听到了 我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 天魔殿交代的工作进度 没办法完成 继续留下 你也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 在听到他的话后 李彭琳眼中 虽然闪过一抹畏惧 但很快就被掩盖 随后便听他坚定地说道 我相信老大你 李彭琳决定赌一赌 他始终觉得 张三监工 并不像表面表现出来的这样 就像是之前 他跟前行的约战一样 所有人都不看好 出言嘲讽的情况下 张三依旧老神自在 最后直接出手秒杀了前行 一切水到渠成 现在 李彭琳仿佛又看到了那一日景象 张三镇定自若 完全没有一丝慌张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这也是他选择留下来的原因之一 看到对方 一副更定自己的样子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思索 或许 有这么个家伙跟着自己也不错 他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破坏天拙大阵的建设 黑风山监工的身份 依旧是最好的掩护 如果有李彭琳这个家伙跟着自己 说不定能帮自己掩护一下身份 想到这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开口道 患难见真情 没想到我张三 竟然还有你这么一个好兄弟 赵小云好爽地拍了拍李彭琳的肩膀 一副隐为知己的样子 你放心 跟着我张三 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听到赵小云的这一声 李彭琳眼中闪过一道奇迹的光芒 张三声音这么自信 难道真的有办法可以逃过一件 于是便好奇地问道 老大 你有什么好办法 能躲过天魔殿的制裁吗 文言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 小声说了一个有字 这一个字 在李彭琳听来 却仿佛仙乐名奏一般优美 果然 张三老大真的有办法 刺激赌对了 李彭琳眼中闪过一抹激动 身体都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但就在此时 赵 小云 再次开口 不过 需要你 配合 需要自己的配合 没问题 李彭琳毫不犹豫地开口答道 需要我做什么 您开口 我上刀山下火海 在所不惜 很好 赵小云点了点头 笑着道 用不着你上刀山 下火海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赵小云说着 便向山下的方向走去 听说赵小云带自己去个地方 李彭琳呼吸变得有些急促起来 难不成老大要带去见什么大人物 李彭琳下意识地猜想到 毕竟是一来就让两位圣女 提拔为监工的人物 想到这里 他三两步赶紧追了上去 看着赵小云的背影 眼中流出浓浓的好奇 老大 你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帝都 天香楼 赵小云声音远远传来 李彭琳眼中流出不解 天香楼 我们去那里干什么 天香楼虽然是好地方 但却不是谈事情 尤其是能跟天魔殿圣女 搭上关系的大人物 谈事情的地方 去天香楼还能干什么 自然是去开心一下 赵小云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他要先出去 将这里的情况 传递给地藏佛门 而李彭琳却有些惊愕 开心一下 都这个时候了 老大竟然还要去天香楼 开心一下 李彭琳心中 觉得有些不靠谱 不过很快便给自己找到了理由 这不就正说明了 老大根本没把天魔殿制裁 放到眼里吗 相信老大一定没问题的 李彭琳不断在心中安慰着自己 跟在赵小云的后面 一起向山下的地方走去 而他们两人下山的一幕 自然也瞒不过其他的人 红利夫主动找到了马云辉 老马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张三这次反应太平静了 红利夫谨慎地开口 马云辉听到他的话后 冷哼了一声 红利夫 你这家伙五大三粗的 没想到胆子这么小 张三现在手底下一个人都没有 还能翻起什么风了 听吧 红利夫摇了摇头 你不觉得 今天张三表现得太诡异了吗 红利夫将自己的顾虑 全盘告诉了马云辉 他们原本的打算 只是想开出架码 离见张三一组的人罢了 却没想到 张三真的将人都放了 根本没有他预料中的那样 气急败坏 这反倒让他有些不祥的预感 毕竟这张三来来的时间太短 他们对这家伙支支甚手 说不定有什么后手 我们必须得提防一下 听完红利夫的话 马云辉眼中也闪过一丝顾虑 红利夫说的 也有点道理 一指弹死了前心 万一有什么后手呢 想到这 他道 老红 你打算怎么办 红利夫深吸一口气 提议道 不如这样 我们两组 一人派出一个人呢 瞧瞧跟着他 看看他有什么谋划 第六十四章 真佛开示 那你自己怎么不去 马云辉疑惑发问 红利夫嘴角勾起磨冷笑 你想得挺美 我派人跟踪 我这边就少一个人处理 进度便会落后于你 而你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得到张三的情报 要派人就一起派 红利夫冷冷地说道 他们现在和马云辉一组 是胶着状态 谁也无法奈何谁 若是他这边派出一个人 就会少一个人干活 进度便会被拖慢 这种亏本买卖 他才懒得干 好吧 马云辉眼中留过一抹思索的神色 最终点了点头 就按照你说的 我们两组各派一个人前去 他们两组 本来就是实力最强大的一组 刚刚张三那一组的人 大部分也都投奔到了他们这边 多一个人 少一个人出力 都不影响他们两个竞争第一的位置 两人商量完 便各自找了各自组妹的七品修士下山 暗中跟踪张三两人 然而 一番跟踪下来 发现他们两人 竟然一股脑地扎进了天香楼 这让跟踪的两人有些惊讶 老派我们前来跟踪 还以为张三下三是在谋划着 什么不得了的计划 没想到这家伙 竟然只是去天香楼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 张三现在是山穷水尽 手底下的人都跑光了 必定被天魔殿制裁 现在不过是垂死挣扎一下罢了 跟踪的两人 看到赵小云下山 竟然只是来天香楼 眼中流出不屑 于是双双返回 将消息回禀给各自的老大 而这一切 自然逃不过赵小云的眼睛 两个七品的修士 怎么可能逃过他的感知 不过 有人跟踪 正中他的下怀 他带李彭琳来天香楼 就是为了给自己接下来的计划 做不在场证明 现在 这些跟踪他的人 反而让他不在场证明 变得更可信 掐断思绪 赵小云转头看向李彭琳 这小子 正向王者天香楼内的姑娘们 咽口水 老爹 乡中那个姑娘直接挑 我请客 多谢老大 李彭琳声音激动 迅速找了一个身材火辣的女子 老大我挑好了 你呢 李彭琳好奇 赵小云嘴角勾 抹微笑 扭头像 旁裴笑的老宝道 老规矩 给我来十个 老宝眼角微微抽搐 这黑衣少年他熟悉得很 两天时间 来了三次 搞得他们天香楼 十几个姑娘到现在都腿软的下不了床 现在又要十个 要是天天这样下去 过不了几天 就得他亲自上阵了 我出双倍价钱 然而 赵小云开口久抱出双倍价钱 直接打消了他心中最后的一点顾虑 这位公子 我这就给你安排 老宝笑成了一朵菊花 连忙跑去给赵小云找姑娘去了 很快便领着一群音音艳艳而来 其中有几个 还是熟面孔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天字号客房 然后 一指身边的李鹏林 给我这兄弟也开一间 一晃时间来到深夜 赵小云从床上爬起 看着身边已经沉沉睡去的几个女子 心道一声 该办正事了 穿好衣服 他打开窗 神隐无踪发动 眨眼便消失在房间之内 虽然帝都晚上有宵禁 但这哪里挡得住赵小云 他一个飞跃便来到城墙之上 神隐无踪 模糊了他的身影 城墙之上的守卫 只感觉一道微风吹过 根本没有意识到 有人从城墙上出去 离开帝都后 赵小云往北行进百里 最终停在一处荒山之上 此地距离地藏佛门 少说也有几万里 最终这边各种传承相比外界 都是残缺状态 尤其是远程通讯的手段 像是赵小云穿越前 在其他小说中看到的那种 只要堵入一点灵气 就可以跟远在万里之外的人通讯的阵法 或是俘虏 在这里 基本就是天方夜谭 常人想要传递消息 大部分都是人力传递 不过 这只是一般人而言 赵小云那是一般人吗 他盘坐在地 望向天空 直接运转地藏法神经 双瞳忽然变成了惊鸿之色 宛如黑夜中的两轮大日 耀眼璀璨 伴随双眼的变化 一股莫名伟力从天而降 将整个山头全部笼罩 身为佛门至高功法 地藏法神经 自然不是一部平平无奇的功法 其中包含着许多的秘书神通 赵小云现在动用的 就是其中一种 名为真佛开示 无论身在何处 都可以给指定的佛门弟子传递消息 不过 前提是对方要是入梦状态 所以 这更像是传说中的入梦神通 赵小云发动开示 整个人感觉来到了另一个纬度 周遭是无垠黑暗 闪耀着大大小小的金色光芒 这美 一个光芒 都代表一个佛门弟子的梦境 犹如星辰般 组成漫天星目 这些星辰 有的只有小小一点 如萤火虫一般 仿佛随时都会熄灭 有的 却如拳头一般赤胜 还有几轮如同浩月一般 横跟在天空中 赵小云直接掠过那些微弱的金色星辰 在那些光芒耀眼的星辰当中 找到了空木长老的梦境 赵小云操控意识 进入空木的梦境星辰 金芒一闪 赵小云眼前天地变化 出现一幕熟悉又陌生的景象 面前是一道宏伟的金桥 金桥之上 是一个个漆黑古朴的跪下 千美问心 赵小云瞬间想起 空木长老梦境中的场景 正是双胜问心的第二观千美问心 却见金桥前 站着一个年轻的小僧 望着金桥 眼中期待与畏惧交织 赵小云依稀能从这小僧身上 看不空木长老的影子 不出意料 应该是空木长老年轻时的样子 看来千美问心 对空木长老的意义 还真是不一般 赵小云脸上闪过 一抹 感叹 然后摇了摇 头 将无关的想法 全部抛出脑海 而后 直接跑上前 拍了拍年轻时期的空木的肩膀 空木长老 空木转过头 看到赵小云 吓得一蹦三尺高 你你你 你是谁 这里是双胜问心的试炼 你是怎么进来的 第六十五章 告知情况 赵小云苦笑 人在做梦的情况下 会忘记很多东西 于是开口道 空木长 我 是 云心 这里 不是 圣 圣 问心 是你在做梦 听到赵小云的话 年轻版的空木 眼神中闪过一丝迷茫和挣扎 随后看着赵小云 眼中忽然抱起一团精芒 云心 真的是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梦境 我用了地藏法 神经中的秘书 赵小云简单解释了一句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天魔殿究竟在谋划什么 空木随即回过神来 声音严肃地问道 长老 我这边情况不是很好 赵小云没直接将现在的情况 严谨一概地告诉了空木 可以确定 天魔殿的目的 就是天魔狂师的尸身 而这个情况 原身罗汉的残魂 最多能支撑七天 距离我得到这个消息 已经过去一天 现在最多只剩下六天 空木长老 您尽快将消息告诉门内 请门内用最快速度前来支援 没问题 空木长老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这就去通知其他几个长老 以及闭关的天字辈的圣僧 说吧 空木看着赵小云 云心 既然消息已经查明 为了你的安全 还是尽快离开城郭疆域 云心是地藏王菩萨传人 他的安全也是最重要的 不行 赵小云摇了摇头 佛门与成国相隔数万里 便是天字辈的几位圣僧 以最快速度赶来 至少也要十天 中间空出来的这几天 足够天魔殿破开封印 取走天魔狂尸的尸身了 我得想办法摧毁外围的天灼大阵 替你们拖延时间 赵小云声音坚定地说道 阿弥陀佛 空木见赵小云态度来得坚决 知道他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的性子 所以便没有多劝 他双手合十念了一声佛号 然后叮嘱道 芸汐你有这个心思 我不会阻拦你 不过切记 万事一定以安全为上 放心好了空木长老 我一定没事的 说话间 赵小云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 随后 空木闭上眼睛 轻念了一声 行 紧接着 整个梦境世界 犹如一颗肥皂泡般 轰然崩塌 赵小云重新回到了之前 漫天金色星辰的无垠虚空 他刚想再联系几个长老 以确保消息准确传达 就见半空中几道璀璨的金色星辰相继熄灭 很明显 应该是空木长老行动了 于是 赵小云也终于放下了心 退出了这无垠空间 消息已经传回门内 剩下的就是想办法 破坏 天 中 大阵了 赵小云想着 目光紧紧望向远方的黑风山 紧接着 身形顿时化作一道光芒 消失在了夜幕之中 与此同时 黑风山 原先跟踪赵小云下山的那两人 此时也刚好返回 情况怎么样了 红利夫沉声问道 张三下山之后 究竟去了什么地方 那人平定了一下呼吸 道 小的跟踪张三 发现那小子一路去了帝都 直奔天香楼而去 什么 红利夫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天香楼 都这个时候了 张三不想着 如何躲避天魔殿的制裁 不想着如何逃跑 你竟然是去天香楼逍遥快活 红利夫眉抽动了两下 觉得有些不可理喻 正想着 要不要再派人去监视张三的动向 却听 一旁有人劝道 红老大 小的感觉您太高看那个张三了 他这个表现 很明显就是白烂了 想趁着死前的这段时间 疯狂享乐一把 咱们别在这家伙的身上 浪费时间了 对啊 老大 其他人见状 应声道 张三这丝已经不足为虑 咱们与其将不必要的人力 放在他身上 不如将所有精力 都放到大镇建设上来 一定要确保 拿下第一的位置 听到其他人这一声声劝谏 红利夫眼神中 闪过一抹疑 难不成 真的是我多虑了 他心中喃喃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听到一声 什么人 从远方传来 这一声 如同雷鸣 瞬间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 众人纷纷看向 声音传来的方向 那里不是别处 正是马云辉一组的驻地 他们的人 此时已经放弃工作 抽出兵器 看向漆黑夜幕 红利夫定眼看去 隐约发现 其中竟然有一个黑色身影 穿着一身黑色的衣物 与漆黑的夜色 完美融合到了一体 如果不注意看 真的发现不了 红利夫隐约感觉 这身影有些眼熟 阁下究竟是谁 为何强闯我黑风扇 伴随一声大吼 马云辉的身影腾空而起 看着半空中的身影 眼中闪过一抹谨慎 黑风扇外围 除了有黑玄军助手 同时 还有不少的警戒阵法 这人竟然可以绕开这两者 直接闯入到核心地带 这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 起码对方的修为 不会弱于他 滚 或者死 冰冷的声音 从对方口中传出 让马云辉感到 没有来的一阵畏惧 他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 浑身修为运转 做好防御的架势 而后强撑着说道 这里乃是天魔殿化定的禁地 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 马云辉搬出了 自己背后的天魔殿 试图用天魔殿的威名 吓退着来者不善的神秘人 然而 对方却根本不在乎他的威胁 反而眼中闪过一道细血的光芒 天魔殿 老子砸的就是天魔殿的场子 他声音中带着不屑 混账 马云辉怒骂 一圣 想要突然出手 袭击此人 然而下一秒 黑衣人身影忽然消失 马云辉还没来得及反应怎么回事 就感觉背后一阵冷风袭来 在背后 他惊觉转身 可迎面来的 却是一只沙包大的拳头 马云辉下意识地伸手 想要挡下 哄 伴随一声闷响 马云辉所有防御 在这平平无奇的一拳面前 全部破碎 第六十六章 金刚降魔 马跑跑下坏了 没有任何的征兆 马云辉直接被一拳 打得护体神光破碎 整个人如同沙包一样 倒飞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马监工可是六品巅峰的高手 竟然连这人 一招都防不住 这人难道是五品不成 就算是五品 想要一招干掉马老大 也得凝聚法香 而他这肉身的力量 连法香都没有出现 众人惊讶无比 马云辉可是六品巅峰的高手 只差一步就能凝聚法香 成为五品的强大修士 结果竟然被这身穿黑衣的蒙面人 一拳就给干飞了出去 这说明来者的实力 绝对超越六品 哄 得一声巨响 马云辉撞在了山石之上 整个人都嵌进了山石当中 不过 六品能被称为蜕变 不仅因为修士掌握了异的力量 身体强度也大大增加 故而 整个人被嵌进山石当中的马云辉 依然残留着一口气在 但整个人全身上下的骨头都断裂了 直接失去意识 昏迷了过去 过灶 黑衣人看着下方凄惨无比的马云辉 冷言一声 然后冰冷的目光 直接扫向红利夫一眼 眼中闪过冰冷的光芒 所有被这目光 过的人 都感觉到了一种乳芒 被刺 只感觉 仿佛自己被一只野兽盯上了一般 众人都被这一道目光 换回了现实 看着屹立在半空当中的黑衣人 眼神中流露出惊恐 此时的黑衣人 在他们的眼中 仿佛一尊死神 一位中年修士 转头看向红利夫 问道 老大 我们 我们现在怎么办 红利夫回过神来 恐惧地咽了一口口水 他原本还想出手帮马云辉一把 帮帮场子 毕竟对方来之不善 万一耽误了长生大阵的建设 容易让天魔殿的人来找他们的事情 可当看到对方竟然一拳 将马云辉轰出去之后 他知道 对方的实力绝对远超自己 这个时候再上去 那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于是 他环顾周围一圈 咬牙道 不要怕 这家伙虽然实力强大 但只有一个人 我们这么多人 大家一起上 不要怕 听到红利夫的这句话 他手下的修士们 眼神中虽然闪过迟疑之色 但还是 下意识地拿出了自己的武器戒备 黑衣人看向他们的眼神中 出现一丝玩味 紧接着便凌空向他们这边飞来 看到这一幕 众人不自觉地后退 老大 这家伙真的向我们这边来了 我们该怎么办 有人出声向红利夫问道 然而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应 这一下 众人开始环顾四周 寻找红利夫的身影 可这 不要 红利夫 已经到 开外了 那么的 红利夫让他们抵抗的功夫 自己居然跑了 这一下 直接击溃了众人的信心 跑啊 不知道是哪位一声大喊 众人接抱头鼠窜的向远方逃窜 而其他组的人见到这一幕 也开始向四方逃窜 看着这一幕 半空中的赵小云停下了脚步 摇了摇头 跑得还挺快 他心中暗暴 没错 这黑衣人 正是联系完地藏佛门 匆匆赶回来的赵小云了 发动神隐无踪全力赶路 不过片刻的功夫 便赶回了黑风山 看着漫山遍野奔逃的人群 他轻声呢喃道 看来 杀鸡儆猴的效果还不错 这群家伙走了 破坏天灼大阵 能省不少的事 心想着 赵小云将目光 放到了天灼大阵之上 所谓天灼大阵 其实并非 一个完整地布置在山中的大阵 而是分为一个个节点 每一个组负责一个阵法节点 根据原声告诉他的 天灼大阵的特点 这一个个节点 正是凝聚魔器的关键所在 面积越大 凝聚魔器就越多 这也是为什么 天魔殿会找这么多修士 不停地向外扩大这些节点 而他此来的目的 就是打算摧毁 这离天魔狂尸封印最近的节点 想到这 赵小云掐断思绪 双手直接接触一个古老繁杂的印记 金刚降魔印 赵小云心中默念 双手结印处 一点金芒闪过 竹 剑凝聚成一个灰红的万字 这出自印越来越大 喷勃出璀璨的金色光芒 在漆黑的深夜之中 犹如升起 一 轮璀璨的大日 照亮四方 夺目耀眼 伴随而出的 还有一道道无形的能量波动 向外扩散 竟然让周围虚空 出现了些许的涟漪 如此惊天异象 让已经奔跑至极力之外的红利夫发现 他逃命的脚步 多不由地放缓 感受着远处传来的恐怖的力量海波动 他双眼瞪大 眼中闪过不可思议的光芒 好 好恐怖的力量 红利夫惊惊诈 这恐怖的力量 让他感到一丝来自灵魂的颤抖 仿佛自己只是无尽汪洋上的一夜偏周 随时会被滔天巨浪所淹没 此时 红利夫心中其他所有想法都消失了 只剩下一句 跑 跑得越远越好 随后 整个人逃命速度提升了几个档次 而与此同时 看着已经完全凝聚出来的金刚祥魔艺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道灰色的光芒 口中轻面一声 去 紧接着 精硬脱手而出 犹如坠落凡间的一颗陨石 向地面砸去 哄 伴随一声巨大的轰鸣 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整个山坡都猛的一颤 随时滚滚 犹如遭遇了一场八级地震 这恐怖的震动 让数十公里外黑悬位 察觉到异常 纷纷看向营地深处 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恐怖的能量波动 肯定是有人闹事 通知所有人急剑 抄家伙 你傻呀 对方出手这么恐怖的威势 肯定实力强大 不是我们能解决的 在如此恐怖的震动和能量波动面前 便是他们这些训练有素的黑悬卫 也都慌了 听到手下们的议论 黑悬卫大统领皱了皱眉头 冷喝道 赶紧立刻给帝都求援 就说黑风山遭遇嫡袭 损失惨重 命令一下 顿时有黑悬卫向帝都去求援 第67章 恐怖威力 与此同时 帝都 承熙 深渊正躺在他那万年不变的摇椅之上 闭目养神 就在这时 他紧闭的双目忽然睁开 猛地转头望向黑风山的方向 身为天魔 他的感知极为敏锐 隐隐感觉到黑风山方向 出现一抹异常的波动 这个气息 深渊眉头皱了起来 他隐约感觉到了一股熟悉而又陌生 又让他厌恶无比的气息 是佛门神通 深渊深呼吸一口 双眼猛地瞪大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佛魔不相容 他对佛门气息的感知在整个罪周 敢说第二 没人敢当第一 所以他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 这股气息 就是佛门神通的气息 而且 这是一门杀伐神通 威力不凡 是云星 肯定是他 深渊当即锁定了这股佛门神通气息的主人 正是他心心念念的云星 毕竟在帝都能躲避搜查 并且能使用出佛门神通的 只有他一个 黑风山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了这里 看来 我的猜测是准确的 深渊口中喃喃 眼中闪过一抹灰色的光芒 想到这 深渊随即转头看向门外 来人 他一声大吼 吱压一声 外院的门被推开 迅速走进来两道身影 其中一个头戴 天鬼面具 身穿黑袍 却难掩起漂亮的身段 正是苏玛 孙上 有什么事情 苏玛声音恭敬地问道 深渊眼睛微微眯起 闪过一抹灰暗的光芒 冷声吩咐道 黑风山有佛门的气息 恐怕出现了问题 而等速速去探查一番 佛门的气息 听到这话 苏玛眼中 留过一抹微不可查的惊讶 他前两天才刚去过黑风山 杀了不少有佛门奸细的人 并跟尊上打了包票 说绝对不可能出问题 结果这就出了问题 这怎么可能 他心中惊惧 但面上却没有什么表 而是坚定地 拱手道 属下这就去 接着 他纵身飞向天空 整个人化作一道紫色光芒 消失在天际 而后 又有几道紫芒 无声无息的拔地而起 向黑风山的方向而去 与此同时 黑风山 卧槽 这消耗有点大 感受到自己空虚的丹田经脉 赵小云深吸了口气 这金刚祥魔印 他之前只在练妖鼓的时候 凝聚过一次 但那次只凝聚出一个雏形 就将那妖女给吓跑了 而他这次 是第一次完整凝聚金刚祥魔印 没想到光是凝聚着一个 几乎就将全身真气消耗光了 看来这金刚祥魔印 不能随便乱用啊 赵小云感叹 不过 虽然消耗很大 但换来的威力 也是极为恐怖的 整个山坡 直接被炸出一个 深不见底的天坑 天坑四周 是一道道恐怖的军裂 原本横跟在地上的 一块块巨石 在金刚祥魔印 巨大的冲击之下 全部烟消云散 变成了浮土 整个山坡都变成了这样子 上面的大阵 自然不必多说 红利夫这个小组 忙碌将近半年的成果 直接化为了乌有 效果不错 赵小云欣赏着自己 这一番忙碌下的成果 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后便将目光 转移到了 其他的阵法节点之上 抓紧时间 还有剩下的十个节点 他暗叹一声 收起思绪 迅速向那些节点 飞升而去 虽然全身真气 被消耗一空 但深渊宝谷 还拥有特别的力量 足以支撑他 在破坏几个节点了 此时 已经逃到远处的 红利夫停下了脚步 于今未定地 看着自己逃来的方向 太恐怖了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掌握 如此恐怖的神通 红利夫咽了一口口水 他本身乃是六品巅峰 见过不少次 五品的高手 甚至连三品的高手 也曾目睹过一次 然而 今天遇到的这个黑衣人 带给他的压力 要远超以往见到过的修士 或许只有当初那位 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 将黑榜高手曹天霸 活活吸尘干尸的 天魔殿圣女 才能媲美 不过 在自己逃跑过程当中 黑衣人使用的那神通 却远超当初天魔殿圣女出手时 带给他的震撼 对此 他的评价只有两个字 恐怖 听到大阵节点方向 传来的隆隆一响 他咽了口口水 难难道 看样子 这人是冲着长盛大阵来的 不然我可就惨了 红利夫长出了口气 心中有些庆幸 如果那人出手 真的是对着他来的话 凭借那人鬼魅一般的身形 自己就算是有一百条腿 也跑不过他 而就在红利夫 为自己逃过一劫心生庆幸的时候 一道冰冷的声音 忽然从他耳边响起 里面发生了什么 听到这声音 红利夫抬头望去 发现一道头戴天鬼面具的身影 漂浮在半空当中 双眼之中 看不到一丝感情 苏玛儿几乎用上了 平生最快的速度 只花费了一炷香的时间 便来到了这里 不过还是一头雾水 所以看到慌忙逃跑的红利夫 便来问问情况 圣女大人 你可算来了 有人进攻咱们大阵 红利夫瞬间反应过来 当即跪倒在地 声音带上一丝哭腔 他在哪儿 苏玛儿冷声问道 红利夫赶紧伸手指向远处 回禀圣女大人 还在里面 那人实力强大 是冲着大阵来的 晓得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侥幸存下一条性命 还在大阵里面 苏玛儿听到这话 倒吸一口凉气 便没在搭理红利夫 迅速向大阵深处飞去 以苏玛儿的顿速 几个呼吸的时间 便来到了天灼大阵之内 远远的 就看到一道身影 毅力在半空中 无端轰击着下方的大阵 住手 苏玛儿情急之下 大吼一声 紧接着 身后紫光闪烁 一只巨大的鬼手曼陀的身影 占满了整片天空 鬼手曼陀 给我杀他 苏玛儿伸手一指赵小云的方向 身后鬼手曼陀 释放出无数根须 犹如一只章鱼的触手 向赵小云缠绕而去 苏玛儿的攻击 自然瞒不过赵小云的感知 天魔电圣女 支援来得好快 赵小云有些吃惊 第68章 交手 从他触手到现在 天魔电圣女就这么杀到了 而他现在 不过才破坏了两个节点而已 看到迎面来的鬼手曼陀 他眼中闪过一抹警慎 紧接着发动了神影无踪 直接躲过了这一波的袭击 好快的速度 看到神秘黑衣人的身影 消失在自己面前 苏玛儿眼中闪过一抹吃惊 他自认为自己的顿速 在无品这个档次 算是顶尖了 而眼前这个人的速度 至少是他的五倍以上 这个速度 他的鬼手曼陀 别说擒住对方了 就是追上都很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感觉到 审判传来一阵别样的激动 不好 他当即大吃一惊 赶忙向一侧躲避 这才发 对方竟然 不知 到什么时候 在了自己的 身侧 正握拳向自己攻来 而再次期间 他竟然无法察觉到 对方的移动轨迹 然而没等苏玛儿 有过多的感叹 就见对方举拳攻来 曼陀破灭杀 苏玛儿大吼 身后鬼手曼陀法香 绽放一缕缕恐怖的黑色光芒 这是苏玛儿最强大的攻击手段 以速度快 威力强大而著称 在同境界当中 绝对是杀伐力气 威力最强大的招式 So 一道紫黑色 散发毁灭气息的光芒 瞬间击向来者 光芒在即将接近到黑衣人身上的时候 忽然 对方身上亮起璀璨的金光 这光芒温暖平和 宛如春日里的暖阳 璀璨耀眼 佛光 身为天魔殿圣女 苏玛儿自然认得这金色光芒 正是他们死对头佛门突驴 才能凝聚的佛光 区区佛光 就像挡下我这破灭沙光 想得美 苏玛儿心道 虽然佛光的强悍 他也有所耳闻 但他更相信自己的破灭沙 破灭沙出手 从来没有失手的时候 苏玛儿信心满满 下一秒 紫黑色的光芒 便撞在了这金色光芒之上 爆出轰 他一声巨响 黑色光芒击灭 而那人影却安然无恙 再次举拳向自己冲来 不可能 苏玛儿倒吸一口凉气 身后鬼手曼陀 再次凝聚出两道破灭沙光 苏玛儿咬牙 这三道曼陀寄灭沙 是他花费半年时间 才凝聚出来的 刚刚已经释放一道 这两道 是他最后的压箱底的手段 去 他欲指一指黑影的方向 两道破灭沙光 瞬间飞去 哄哄 两声巨响再次传来 苏玛儿屏住了呼吸 然而 黑色光芒瞬间便被冲破 那人飞速冲了出来 身上的佛光依旧璀璨耀眼 这怎么可能 苏玛儿眼中 流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自己的破灭沙光 可是能逆斩四品的沙照 竟然连消耗对方 佛光都做不到 他心下大惊 连忙后退 由于他躲避的及时 对方一拳被他躲了过去 可是用来遮盖面容的天鬼面具 却被拳风打落 露出一张不失粉败 国色天香的面容 黑衣人本来又要出拳向他攻来 但是在看到他容貌之后 竟然出现了一丝迟疑 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候 何妨潇晓 竟敢来我天魔殿的地盘闹事 一声大吼从远方传来 却见远处飞来一群身披黑袍的天魔殿之人 其中有几个 浑身散发着强大的四品气息 看到这一幕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忌惮 如果只是一个四品 他还有信心 凭借神隐无踪立地生根 跟对方碰上一碰 但是这次来的四品 足足有五个 而且他刚刚凝聚完金刚祥魔印浑身真气没有补满 若是被这四个四品的人缠住 那可就麻烦了 六 于是 他二话不说 直接调转方向 神隐无踪再次发动 向黑风山远处飞去 一群天魔殿的长老 飞到苏曼身边 将他团团围了起来 圣女大人 您没事吧 一声关切 将苏曼从愣神中唤醒 呼 苏曼长出一口气 玄珍的心微微放了下来 刚当他差点以为自己就要死在那兔驴手下了 还好各位长老来得走 不然刚刚就危险了 苏曼心中感叹 而后强行使自己镇定下来 道 我没事 快检查一下天卓大阵的情况 他吩咐道 天卓大阵可是深渊尊上关注的重点 稍微出一点问题 他都难辞其咎 一声令下 众人纷纷散开 苏曼环顾四周 粗略看了一眼大阵的状况 随即倒吸一口凉气 却见原本一个个规则整齐的大阵节点 跟被轰炸过一般 出现大大小小的坑洞 被破坏得极为严重 他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对方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破坏了一处大阵节点 实力绝对在他之上 自己能在这人手下走过而不死 绝对是撞了大狱 紧接着 他望向其他大阵节点的方向 却发现原本应该有十二处节点 却变成了十个 不对啊 不应该是有十二处吗 苏曼疑惑 他来黑风山不止一次 知道这里有十二处节点 还以为是自己数错了 于是又数了一遍 却发现还是只有十一个 不对 苏曼美眸眯了 起来 仔细审查记忆中 十二处节点的位置 随即目光便被远处的一处所吸引 那是一处天坑 但是在苏曼的记忆当中 那里应该是一个山坡 并且上面应该有个阵法节点 可现在 那山坡竟然完全消失了 变成了天坑 怎么回事 他眼中闪过疑惑 飞快地向那坑洞方向飞去 等来到这处天坑上空的时候 美眸已经凳成了同龄一般 却见他记忆中的山坡 已经被夷为平地 只留下一个仿佛被陨石轰击过的巨大坑洞 这坑洞深不见底 正向外散发着灼热的气息 犹如连接幽冥地府 这 这也是刚刚的人留下的 苏曼美眸眼中闪过震惊 无论是 未消散的臣 还 坑洞 中向 坑波 的灼 气息 无不证明这坑洞是被人为用法术轰击出来的 而且 就在刚刚 苏曼倒吸一口凉气 什么样的五级秘书 竟有如此恐怖的威力 第六十九章 琢磨之气 青瑶眼中闪过震惊的光芒 他翻遍自己的记忆中的任何功法和秘书 找不到威力如此巨大的存在 所以很显然 对方使用的是远超任何功法和秘书的 神通 而且 是威力巨大 杀伐神通 此人竟然掌握神通之力 青瑶吃惊地咽了一口口水 一阵寒气从脚底升起 通过脊背传遍全身 能将一座山坡 生生轰出一座天坑的恐怖神通 若是打在自己身上 恐怕他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会在神通的攻击下 直接蒸发 不光是自己 就算是后面前来支援的四品境界的天魔殿长老们 恐怕也扛不住如此威力恐怖的一击 想到这里 青瑶不禁感到一丝丝的庆幸 庆幸那黑衣人没有用处如此杀招 而是直接撤退 不然 他今天 恐怕是要丧身于此了 正想着 忽然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圣女 属下将天拙大阵的所有节点都看了 有两个受损严重 说话的是一个天魔殿长老 他飞到苏玛身边 汇报了一下情况 那就想办法恢复他们 苏玛回过神来 冷声吩咐道 可是 长老脸上闪过一抹苦涩 那两处大阵受损极为严重 接近被摧毁 修复的意义并不大 长老声音中带着一丝无奈 那两个阵法节点 跟这个比起来如何 苏玛指着下方的天坑 淡淡地问道 长老顺着他的话 向下看去 看到那无比恐怖的天坑 以及尚未消散的能量波动 死 他倒吸一口凉气 跟眼前这个天坑底起来 另两个阵法节点 与其说是被摧毁 倒不如说是 只是一些皮外伤 修复另外两个 和修复下面这个 你自己选择 苏玛淡淡地道 那两个节点的情况 要比这个好很多 属下花费一些时间 便能修复 长老声音迅速 这长老答应之后 便迅速向远方顿去 苏玛又待在原地等了片刻 很快的 前去附近搜查来犯之人 踪迹的长老们返回 从他们脸上失落的表情 不难看出 没有找到那黑衣人的踪迹 对不起圣女大人 让您失望了 带头搜索的长老 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个结果 苏玛早已经预料到了 他跟对方亲自交过手 领交过那堪称变态一般的速度 清楚知道 只要对方想逃跑 只凭借他们 肯定是追不上的 不过 青瑶的脸上 却丝毫不着急 他看向远方笼罩在黑暗中的山巒 嘴角微微 勾起一抹 笑容没关系 凡经过天拙大阵之人 身上早已有琢磨之气留存 说着 他从怀中拿出一个尊黑漆漆的镜子 此境可追踪所有身上有琢磨之气的存在 你们只要按照镜中标记 将所有人都抓回来 必然能找到此人 青瑶声音中带着一丝玩味 那个贼秃驴 虽然全身蒙得严严实实 肯定想不到 他的身上已经留下了琢磨之气 只要这气存在 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 自己也能将他抓回来 想到这 青瑶又叮嘱道 你们要多带些人 这和尚实力着实诡异 而且有一门神通 傍身 等若发 献他 切勿贸然动手 一切要小心为上 明白 一群天魔店长老应声 而后便拿着漆黑骨镜 向四方而去 挨个排查身上有琢磨之气的人 看着众人离开 轻摇身吸了一口气 不禁转头看向之前黑衣人消失的方位 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喃喃道 臭秃驴 今日没有杀我 是你这辈子 做过最后悔的一件事 而就在天魔店紧锣密鼓地安排人修复大阵 追查袭击者的身份的时候 赵小云已经依靠神隐无踪的速度 回到了帝都天相隔 自己的房间之中 二话没说 便将自己这一身黑衣脱掉 扔进了系统空间当中 看着床上睡得死死的姑娘们 赵小云长出一口气 心道一声 可惜 天魔店的支援来得太快了 快得有些超乎了他的预料 如果再拖些时间的话 他便能将剩下的九个天灼大阵节点破坏 届时 天灼大阵崩溃 原神长老那边的压力能减轻一些 或许就能撑多一些时间 可是 天魔店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一炷香的时间 天魔店圣女 五个四品长老便赶来支援 本来 小云计划 今天 晚上将所有阵法节点全部摧毁 然后无论是留下 还是撤退 只要撑过十天 等地藏佛门的支援赶到 一切就都万事大吉 结果就摧毁了三个 天灼大阵还是能运行 还是得找机会将剩下的几个节点全部摧毁 他的身份并没有暴露 接下来还有六天时间 若是时机合适 不是没有机会摧毁剩下的阵法节点 赵小云眉头紧皱 最终下了决定 很快 天色大亮 赵小云早早起来 叫醒睡眼惺忪的李鹏林 准备返回黑风山 然而 对比昨天 两人来的时候 整个帝都的氛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可以看到 一对对黑悬卫 正在向黑风山的方向而去 气氛危险宿目 颇有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发生什么事了 什么事都不知道的李鹏林 看着这一幕 眼中流出疑惑 他也算土生土长的帝都人 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多的黑悬卫 这么警戒的样子 谁知道呢 赵小云耸了耸肩 他想都不用想 这些黑悬卫 肯定是被天魔殿 调去黑风山守卫的 毕竟自己搞出了那么大的是阵仗 天魔殿如果不傻 定会加强防御 他眼中闪过一抹凝重 天魔殿加强的防御 对他而言 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起码行动 不能再像之前一样自由 而且 暗中肯定有四五品的高手 暗中潜伏 不会像是之前那样 整个黑风山 只有一群六品和六品巅峰的弱鸡 赵小云心想着 心情有些沉重 走一步看一步吧 他叹了口气 眼下情况紧急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赵小云正想着之后的规划 忽然只听一声 站住 第七十章 就潜伏在我们当中 伴随着一声传来 天空中落下一道 身披黑袍的人影 这人影身上 被淡淡的魔器所笼罩 但周身却散发着四品的气息 与此同时 天空中还有几道身影 将两人团团围住 天魔殿的长老 赵小云心中一领 认出了这些人的身份 正是自己昨天破坏 天灼大阵节点的时候 遇到的天魔殿的人 他们怎么这个时候找上我了 难不成是 发现了什么 为了避免跟天魔殿的人相撞 他故意选了一条偏远道路 前往黑风山 可是还是撞上了这群人 而且看样子 对方是直奔自己 好像掐转了一样 不知几位天魔殿的上尊 拦住在下 有何贵干 赵小云客气地 向天魔殿几人拱手 虽然表面上客客气气 可暗中已经升起一百分戒备 立地生根已经发动 准备一友不对 立刻出手 血拼掉几人之后 赶紧跑路 然而 几人并没有对他出手 在将两人团团围住之后 为首的四品境界的天魔殿长老 拿出一面黑色镜子 看了两眼之后 眼睛微微眯起 开口道 你们是何人 为什么会在这里 听他这么问 赵小云悬着的心 稍稍放松了一些 回答道 在下乃是黑风山建设点的监工 昨天带人下山一趟 正要返回去干活 对对对 一旁的李鹏林 微微点头 哦 监工 可有证明身份的信物 天魔殿长老声音谨慎地问道 有 当然有 赵小云直接亮出 戴掉自己监工身份的戒指 圣女 大 提 把 小 人当上 这个 前 赵小云这句话 直接暗示自己身后 有天魔殿圣女的关系 果不其然 在看到赵小云手上 戴着监工戒指 以及听他说自己 圣女 大人 请 提 之后 那位 长老 正 直 退去了几分 然后道 我听说过你 前些十日 圣女大人来黑风山筛查佛门间隙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不错的良才 有斩杀六品中期的实力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应该就是 你小子了吧 长老思索地说道 没错 正是在下 赵小云点了点头 然后装出一副疑惑的样子问道 大人 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们一路从帝都过来 看到那么多黑玄军都在往黑风山赶 文言 天魔殿长老挑了挑眉 和声道道 不该问的别问 最近不太平 没什么事情 就要出来乱晃了 说吧 直接一招手 我们继续去找下一个 然后带着一群人向远方而去 张老大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刚那个黑袍老头 得是四品境界吧 我都感觉无法呼吸了 李鹏林看着 几个天魔殿的长老 消失在天边 松了一口气 眼中闪过一抹畏惧 他来黑风山这么长时间 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 四品境界的存在 那种如山般的气势 犹如一座大山 压在他的肩上 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谁知道 赵小云撇撇嘴 将目光收了回来 我们两个一块下的山 我又没有千里眼顺风耳 如何得知 山上发生了什么 他装出一副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不过看样子 应该是 发生了不小的事情 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检测到宿主 触犯妄语剑 奖励 一千根绣花针 赵小云刚说完 系统的声音就传来过来 不过他早已经是见怪不怪 面上一副 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倒 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是快点回去的好 说吧 两人不再闲聊 而是加快速度 向黑风山营地的方向赶去 这一路上 两人又遭到了不少盘问 有天魔殿的 也有成国的城防军 以及黑玄军 黑风山营地周围的防御 离三层外三层 加强了十倍 偶都不止 除了防御力量 便强了许多 还增加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正忙碌地往黑风山深处 运送着大批大批的材料 一派忙碌的景象 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让李鹏林 有种置身梦幻的感觉 明明只过了一天 为什么黑风山 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与此同时 黑风山之上的 一处平台上 一个头戴天鬼面具的魅影 居高临下 望着远处 正在修补大阵节点的 忙碌景象 毫无疑问 这身影正是苏梦了 忙碌了一夜 他一个人身兼多职 既要负责安排人 去搜寻那佛门突离的下落 又要安排人 修补破损的黑风山大阵 然而 这两项工作进度 却都不怎么样 三个被摧毁的节点 一个被轰成了天坑 已经完全不能恢复 而其他 连个破损程度较轻 但也只是相较而已 想要修复 也是困难重重 至少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 修补大阵的情况不妙 搜寻那佛门突离的情况 更没什么好的进展 想着这些 他眉目间 不禁闪过一抹忧愁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声轻笑 从他身后传来 姐姐 还在发愁呢 伴随声音是 一道跟他一样 身材傲人 头戴天鬼面具的身影 从天空中降落到平台上 显然 来者正是天魔殿 另一位圣女 苏莫的妹妹 苏莫了 苏莫转头看向身后的苏莫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莫 你不是 在帝都陪着尊上吗 怎么也来黑风山了 自然是尊上让我来的 苏莫回答 尊上 他老人家可有什么吩咐 苏莫一颗心蹄 了起来 文言 苏莫点了点头 尊上吩咐说 让你不要在外面去找了 昨夜前来袭击之人 就潜伏在黑风山之中 什么 听到苏莫的话 苏莫眼中闪过一道金芒 尊上说 那和尚就潜伏在黑风山 此话当真 苏莫声音带着浓浓的震惊 没错 苏莫点了点头 大人还让我给你带来衣 个消息 地藏佛门那边 已经找到了 我们在城堡的谋划 已经派人前来 第71章 我要将功补过 地藏佛门要来了 苏莫道心一口凉气 天魔殿和地藏佛门僵持多年 虽然他们让地藏佛门 吃了不少的亏 但那都是通过一些 见不得光的手段 如果真要说硬碰硬 地藏佛门最周第一的实力 可绝对不是开 笑 就算是那位 神渊大人 壮上认真起来的 藏佛门 也只有褪避锋芒的份 那 那尊上可曾交代 让我们如何应对的事情吗 苏莫急声问道 在天魔殿原本的计划当中 是想要通过固步一云的方式 让地藏佛门投鼠忌器 趁着地藏佛门 搞不清楚状况的这半年时间里 抓紧时间 破开天魔狂尸的封印 根本没有跟地藏佛门 正面对抗的计划 现在地藏佛门派人前来攻法 超出了他们的应对范围 就凭天魔殿这撒瓜俩走 根本不可能是地藏佛门的对手 听到苏莫尔的问题 苏莫尔缓缓点了点头 来之前 尊上让我告诉你 不要慌张 剩下这几天时间 必须保护好剩下的大阵节点 不能再出任何的岔子 那个袭击我们的秃驴呢 他不是就潜伏在黑风山 当中吗 尊上没说如何把他揪出来吗 苏莫尔好奇地问道 深渊告诉他 那个和尚就在黑风山 交代给他的命令 确实保护好剩下的大阵节点 难道不用将那个和尚揪出来吗 苏莫皱眉 尊上说了 你不用操心 那个和尚呢 他会亲自出手 闻言 苏莫尔眼中闪过一道亮光 尊上亲自出手 他只从古老的历史记载 或是天魔殿长辈口中的传说当中听过 能让这位亲自出手的 无异不是现在的他妈的难以想象的存在 而深渊尊上 也不负妖魔之主的威名 每一场战斗 都是以他的绝对胜利而告终 直到撞上了那位跨州而来的地藏王菩萨 自从深渊千年前 被地藏王菩萨镇压之后 他便再也没听过这位大人物 出手对付谁 而如今 那位竟然要亲自出手了 这让他有一种传说走进现实的 无切实际的梦幻感 不过更多的 却是一种担忧 尊上是不是不信任我了 苏美尔心中不由得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陈国这一块 一 是他在付 深渊只是作为压 手而已 没有干预过平常的事物 结果 出了这么大的纰漏 三个阵法节点损坏 地藏佛门得知了消息 整个天魔殿 辛苦半年的谋划 随时有落空的风险 而造成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那个和尚竟然就隐藏在黑风山 就隐藏在他的眼皮底下 这无异于是在打他的脸 结果深渊却只让他负责保护大阵 那个和尚要留给他亲自去对付 这一切种种 都不由得让苏美尔有些担心 深渊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任 在天魔殿当中 深渊就是天 是所有人的精神图腾 凌驾于所有人 包括他这个圣女 以及更高一阶的殿主之上 自己如果失去了深渊的信任 后果绝对是他无法承担得起的 想到这 苏美尔咽了一口口水 心想到 不行 我要将功补过 绝对不能让深渊尊上对我失望 苏美眼中闪过一抹坚决之色 别看他高高在上贵为圣女 但是 深渊只要一句话 自己就能从万人之上的圣女 跌入沉泥之中 甚至连妹妹苏默也会受到牵连 苏美尔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掐断思绪 他眉头皱起 冷哼一声 不过就是一个臭秃驴而已 哪里值得尊上大人亲自动手 我就能帮他完成这个任务 苏默听到苏美尔的话 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他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姐姐 喂 那位大人 一 之 于 是 有些 有 的劝 道 姐 尊上说了 你不用劝我了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苏默冷声 看着苏默 姐姐是在为我们两个人的未来考虑 不能让深渊大人觉得我们两个没用 不然的话 我们两个的下场 苏默谨慎地对苏默说了自己的顾虑 就是 我 有别的 选择 必须 将那 上 出来 才能将功补过 重拾深渊大人的信任 苏默声音坚定地道 苏默文言也知道了苏默的一片苦心 眸中流光闪过 银牙轻咬 姐姐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 我有什么能帮你做的 你说 很好 苏默看妹妹变得这么听话懂事 眼中赏过一抹欣慰和溺爱 那你就帮我将黑风山所有的修士 护卫 全部集中到一起 我们两个一定要将前赋在当中的和尚给揪出来 将他碎尸万段 没问题 姐姐 我现在就去 苏默文言 点点头 迅速按照苏默的指示 向山下飞去 与此同时 黑风山山脚下的营地内 昨夜逃难的修士们 大部分都回到了这里 天魔殿承诺给他们的零食还没发呢 就算是拿鞭子抽他们 也不会这么轻易的离开 昨天 那来袭击的人到底是谁 谁知道 对方冲着天拙大阵来的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天魔殿的仇家 马监工真是到了血眉 稀里糊涂的就这么死了 哎 不止马云辉 还有不少人 是被那人出手破坏大阵的余波 给活活镇死 死伤惨重啊 众人望着远处黑风山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但大部分都是沉默不语的状态 这些人还没有从昨晚的震惊当中回过神来 其中就包括红利夫 他昨晚在遇到天魔殿那位圣女之后 就返回了营地 坐在广场上 一直坐到了现在 那种背在强者面前的无力感 如同一块巨石 压在他们的心口 让他们久久无法缓过神来 就在此时 两道身影 一高一矮 出现在他们的视线当中 呦 各位这是 加了一夜的功吗 怎么这么狼狈 一道带着调侃的声音传来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张三 看到来者 众人眼中闪过一抹奇怪的光芒 第七十二章 谁的嫌疑最大 跟他们劳累一夜 又因为慌忙奔逃 显得无比狼狈不同 此时张三和李鹏林两个人 红光满面 再联想到 两人昨晚上去的 是帝都最有名的天香楼 众人眼中 不由流出一抹羡慕的神色 获西夫所以 昨天两人一番机缘巧合 反而度过了一劫 而一直在嘲笑 看不起他们两个的马云辉 此时却是早已去地府报到了 颇给人一种荒诞的感觉 众人看向他们二人的眼神中 再没有了之前的奚落和嘲讽 而张三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却又好奇地问东问西 想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一旁红利夫看着张三的身影 忽然眉头紧皱 眼中闪过一道惊讶的光芒 像啊 太像了 他心中喃喃 眼前张三的身影 跟他记忆 当中 那宛如死神一般的身影 竟然重合在了一起 昨天他看到那黑影的时候 就感到一丝熟悉 本来还奇怪 这熟悉感从何而来 在看到张三的时候 他恍然大悟 熟悉感正是出自张三 联想到那一日 张三弹指 便将六品中期的潜心秒杀 红利夫忽然倒吸一口凉气 难不成 他就是昨晚的人 他心中惊异 这张三来黑风山 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实力强大 却神秘无比 按理说 如此强者 应该会有不少人认识 可是众人都不认识 这样一个名叫张三 拥有六品实力的强者 不对 不对 红利夫又摇了摇头 张三如果真有 这么强大的实力 昨天我们将他的人 全部挖走 依照他的性子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又怎么可能放任我们逃跑 他随即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如果张三真的是那人的话 此时应该正在面对 天魔殿的追杀 又怎么可能 大摇大摆的回到黑风山 天魔殿 可是有追踪逃人的办法呢 他回来 这不就是自投罗网吗 红利夫心中 闪过源源不断的念头 叹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肯定只是个巧合罢了 他正想着 忽然远处天空飞下来 几道黑色身影 为首之人 头戴天鬼面具 而跟在其旁边的几个黑袍人 身上散发着一股如山般的气势 对于大部分只有七品的人来说 这股气势 就如同压在他们背上的一座大山 让众人产生一种难以呼吸的感觉 其中有一些胆小的 身躯都开始颤抖起来 犹如一直见了猫的耗子一般 这是一种源自修为境界的压制 只有凝炼出法相的修饰 才能产生 快 都快起来 在最终 尤其是在修行者的圈子里 拳头实力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天魔殿的人 展现出如此强大威压 众人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赶紧地从地爬起身来 见过天魔殿圣女大人 众人齐齐作一 恭敬地对苏莫儿行礼 苏莫儿落在地上 看着狼狈不堪的众人 眸中闪过 抹厌舞 只不过隔着天鬼面具 众人无法窥见 所有人都在这了吗 他淡淡地问道 众修士左顾右盼 查看是否人都到权了 最后资格最老的红利夫 站起身来 对苏莫儿一拱手 嘴角勾起一抹苦笑 道 活着的差不多都到了 文言 苏莫儿微微点了点头 目光谨慎地 在人群中扫了一圈 那个让深渊大人 亲自动手的突驴 就藏在这些人当中 不由得他不谨慎一些 粗略看了一圈下来 他并没有发现什么陌生人 这些人 还都是上次来的那些老面孔 但随即 他的目光便停在了张三的身上 没办法 相比起一身泥土 气息涣散的其他人来说 这个张三显得太异常了 满面通红 神采异异 其他人像是死里逃生 捡回一条命 而他更像是刚刚做完大宝剑的样子 张三 苏莫儿叫出张三的名字 他对此人的表现记忆犹新 上次自己准备恶搞他一把 提拔他成为监工 想让他成为众矢之地 让其遭众人唾弃 结果这家伙 竟然是个半猪吃虎的老六 实力强大 来历不明 按理说 此人应当有巨大的嫌疑 不过现在已经能确定 昨夜袭击者是佛门的人 姐姐说过 佛门的和尚 被众多戒律所束缚 无论掩饰得多么好 一旦触碰到戒律 就会原形毕露 可是张三这家伙 又懒又馋 出手还极为狠辣果决 杀人不眨眼 哪里有半点佛门之人的样子 所以他是最不可能的那一个 苏莫儿不禁摇了摇头 目光随即又锁定到了 张三身边的李鹏林身上 这家伙跟张三一样 身上一尘不染 无论是穿着 还是他那只有八品的弱姬修为 在这一群狼狈的人当中 显得极为另类 不过苏莫儿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 他可清清楚楚地记得 上次这小子 可是起得最早的那个 只是当时 因为他的修为最低 自己戏弄过一阵之后 便放过了他 不过现在 他的嫌疑就非常大了 连一众六品都狼狈不堪 他一个小小的八品 却能安然无恙 张三如此表现 还能用他实力强大来解释 而这次如此 就显得十分可疑了 至于他那八品的修为 可能是身上 有什么可以压制修为的宝物 也说不定 想到这儿 苏莫儿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伸手指向 李鹏林 你 过来 听得此言 李鹏林浑身一个机灵 眼中闪过一抹恐惧 上次被这小魔女折磨 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自己向她哭诉 结果被追加了一倍的工作量 这次又盯上了自己 不知道又要遭受什么样的折磨 李鹏林有种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的感觉 但还是上前几步 圣女大人 叫在下有何事 第七十三章 就在你们当中 苏莫儿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漫步走到了他的身边 美眸在他身上扫了一眼 两指捏着他的下巴 微微抬起 打亮了他一眼 随后 他将目光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 开口道 昨晚袭击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吧 众人纷纷点头 这不是废话吗 在场的每一位都是亲历者 自然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 苏莫儿继续说道 大家肯定很好奇 袭击者是谁 文言 所有人眼中都闪过一抹惊讶 一旁的赵小云眼中 也闪过一抹惊疑 难不成自己的身份被猜出来了 赵小云下意识地心想 可随即这个想法 便被他否定了 道理很简单 如果自己身份暴露了 按照天魔殿的形式风格 直接让那几个四平以上的长老出手了 哪里用这小魔女 在这里装枪做事 赵小云正疑惑 小魔女打算干什么的时候 就听另一边 红利福出口问道 圣女大人 昨天袭击者抓住了 他声音震惊 惊讶与天魔殿办事也太快了 现在天色刚刚大亮 人就被抓到了 没有 苏莫儿摇头 声音干脆 那似颇有几分手段 我们的人根丢了 你们压根就是 没根上好不好 赵小云心中负匪 他开了神隐无踪 不仅速度变快 还能模糊自己留下的痕迹 三平以下 根本不可能留下他 这也是他敢回到黑风山的勇气 其他人在听到苏莫儿说 没有抓到昨晚的袭击者的时候 眼神中也闪过一抹失落 只有被叫出来的李鹏林 一副猛逼的神色 好似听天书一样 什么袭击 什么身份 啥啥啥 他们说的都是啥 自己不过试下去一天 甚至一天都不到 怎么什么都听不懂了 李鹏林无比疑惑 但没人在乎他的感受 苏莫儿一直在观察着众人的反应 看到众人脸上闪过失落之后 忽然开口道 不过 我们用秘法 锁定了那人的下落 那人一直潜伏在黑风山 很可能就是你们认识的熟人 甚至现在就站在你们当中 这一眼 语破天惊 所有听到的人 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一股冰凉 从脚底蔓延至全身 就让赵小云 都被惊到了 卧槽 消息这么准 只不过他震惊的 是天魔殿的消息准确程度 他们是如何知道自己 就在黑风山 甚至就潜伏在众人当中的 一道惊疑 在赵小云心头浮现 而此时 得知消息的众人 也都议论纷纷 什么 昨晚的袭击者 就潜伏在我们当中 这怎么可能 昨晚的人羞为恐怖 我们当中 没人能做到 你傻呀 万一那人隐藏了羞为呢 众人议论纷纷 有惊恐 有怀疑 亦有不可置信 如此恐怖的一个人 竟然就潜伏在自己身边 这让众人有种如芒被刺的感觉 纷纷用怀疑的目光 看向周边的人 猜测谁是最可疑的那一个 圣女大人 您 您没再开玩笑吧 有人鼓起勇气问道 毕竟苏默的性格古怪 万一又是跟他们 开什么玩笑就坏了 玩笑 苏默冷哼一声 本圣女 现在可没心情 跟你们开玩笑 今天我的任务 就是将的人找出来 如果今天找不出来 苏默顿生 眼中闪过一 魔狠力 那你们所有人 就都别想离开 这一声说出 众人产生一种 如坠冰枯质感 天魔殿作风很辣 可是出了名的 他们可不认苏默口中的 别想离开 仅仅只是单纯的 不让他们离开 麻烦 赵小云眉头紧皱 眼中闪过一抹凝重 他本来还以为 凭借监工的身份 灯下黑的隐藏一段时间 却不知天魔殿手段诡异 竟然将范围锁定在了黑风山 这下就很麻烦了 自己的身份 很有可能暴露 要不 现在就杀出去 赵小云有些迟疑 正想着 要不要趁着身份 还没有暴露 直接出手 打对方一个 搓手不及的时候 另一边 苏默看着众人脸上 闪过的畏惧表情 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微笑 而后将目光 放到眼前的李鹏林身上 跪下 这一声冰冷至极 带着一股直刺灵魂的冰冷 李鹏林双腿一软 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了地上 说 你是不是佛们的秃驴伪装的 苏默冷声问道 这突如其来的疑问 所有人脸上 都闪过一抹疑惑 李鹏林可是黑风山众人当中 出了名的菜鸡 他怎么可能 是昨晚出手攻击自己的那人 就连赵小云 也别苏默这突如其来的一句 给整懵了 这小魔女究竟是怎么想的 怀疑谁不行 竟然怀疑到李鹏林这家伙的身上 李鹏林被苏默这突如其来的疑问 倒得有些猛逼 佛门 什么佛门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成国土著 他虽然听说过佛门的名头 但所了解的 也仅仅知道 在罪州的北方 有个地藏佛门 开创者是大名鼎鼎的地藏王菩萨 除此之外 他对佛门的了解 就相当有限了 不过他也知道天魔殿和佛门是死敌 来的这么长的时间 他已经见过不少人 因为有佛门嫌疑 被天魔殿直接处死 想到这 他赶紧到圣女大人明见 在下跟佛门绝无半点牵连 闻言 苏默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那昨晚飞风山遭遇大灾 连七品六品的修士都死伤不少 你一个八品又是如何活下来的 听到苏默的问话 李鹏林眼中闪过一抹苦涩 此事晓得压根不知道 在下昨天跟张三监工一起去帝都了 去帝都 苏默奇怪 赵小云赶紧站了出来 说道 没错 我们两个昨天去了帝都 刚刚才回来 根本不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变故 赵小云说着 给旁边的李鹏林使了一下眼色 李鹏林疯狂点头 没错 在下昨天跟监工一起去帝都 刚刚方才回山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七十四章 相互检举 请圣女大人明察 李鹏林大呼一声 深深将头埋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苏默又问道 谁能给你们作证 李鹏林此时已经完全慌了神 目光焦急地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其实很想说 在场所有人都能给自己作证 毕竟昨天有两个人跟踪自己 他不相信 这两个人背后没有人指示 不过 黑风山营地当中的人 一个个都是混江湖的老油条子 这种关键问题上 想让他们站出来给自己作证 那是难上加难 他仔细想了一下 开口道 回禀圣女大人 在昨日离开的时候 有外围看守的黑玄军可以作证 至于回山的时候 也遇到一位巡查的长老 他看到 我们两个是从山下上来的 赵小云声音不卑不亢 而在听到他这些话后 苏默眼中闪过一抹失望的光芒 张三的这个理由很充分 两人根本没在山上 没有经历昨天的一劫 自然不会像其他人一样 狼狈不堪 这就解释了 两人衣服怎么是干净的 可如果不是他们两个人的话 那会是谁 苏默再次审视起其他人来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躲避他的目光 结果看了半天 也没什么头绪 看此情况 苏默便心生一计 开口道 我们可以确定 那人潜伏在黑风山之中 而你们跟他接触的时间最长 肯定能看出一些端倪 苏默说着 嘴角更是勾起一谋危险的笑容 这样吧 说一说你们每个人的怀疑对象 人选随意 如果天黑之前 那人还没有找出来 那你们便全都上奈何桥吧 他丝毫不掩饰 话中威胁的意思 毕竟他现在 是违抗深渊大人的命令 如果将那和尚找到 还能将功补过 若是找不到 那看管不力 加上违抗上命两条罪名 足以让他们姐妹 被天魔殿除名 所以 不惜任何代价 都必须将此人找到 文言 所有人眼中都闪过惊讶 这魔女真多啊 找不到 就要让他们所有人陪葬 这哪里是找真凶 分明是在找替罪羊吗 众人纷纷看向跟自己有仇的人 害怕对方趁着这个机会 将自己举报 成为替罪羊 而就在这个时候 圣女大人 我认为张三的嫌疑最大 忽然一道洪亮的声音 从前方响起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众人纷纷将目光 转移到说话之人的身上 发现开口的 竟然是洪利夫 洪利夫上前两步 对着苏莫尔拱了拱手 圣女大人 张三来我黑风山之前 一切都太平无恙 他来这才没几天 就发生了今天这般事情 洪利夫开口 将自己想到的 有关于张三身上疑点 实力强大 来历神秘 等等全部说了出来 最后补充道 昨天 我们所有人都在建设阵法节点 唯独他和那个八品的废物离开 有足够的作案时间 并且 我昨夜近距离看过那贼人 对方的身形跟张三有八分相似 故此 我认为张三便是昨晚之人 洪利夫质地有声 条理分明 听得赵小云眉头紧皱 眼中闪过一抹凝重之色 看来伪装功夫 还是不到价 竟然让这家伙看出了端倪 他昨天行事来得匆忙了一些 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 让洪利夫看出了端倪 妈的 昨天真应该多来一拳 轰死这碧痒的 赵小云心中有些后悔 正考虑着 要不趁现在发动神隐无踪 直接溜走的时候 却见苏默摇了摇头 有些不满地说道 本圣女已经说过了 那袭击者是佛门的人 你们认为张三这家伙是佛门的吗 文言 洪利夫原本信誓旦旦的表情 顿时卡住了 如果说 袭击者是佛门的和尚 那就张三这几天表现来说 喝酒 逛妖子 杀人 虽然来得时间短 但是做的事情 哪样是他娘的佛门弟子能做的 如果对方真是佛门的和尚 恐怕早成灰了 哪里还像现在这样活蹦乱跳 想到这 洪利夫眼中闪过一抹为难 难不成真是我猜错了 呼 赵小云心里长述了一口气 幸亏自己昨天 暴露了佛门之人的身份 不然 遇上今天这茶 可就遭殃了 看来这也是我的一项优势嘛 佛门之人的身份 也能发挥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 正当赵小云 以为自己终于度过了这一关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 苏默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说的也有道理 苏默看向赵小云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微笑 张三 告诉我 你昨天为什么要下山 下山又去了什么地方 看到苏默嘴角勾起的那一抹微笑 赵小云就知道 这小魔女并不是怀疑自己的身份 而是在借题发挥 故意为难自己 现在迎接她的就是天魔殿众人的围攻了 事实也正如赵小云所猜测的一样 苏默就是性子上来了 想要为难一下张三 毕竟上次这家伙 当着所有人的面顶撞自己和姐姐 自己本想让她体会一下 什么是从天堂坠入地狱 结果意外成就了她 而这次 自己说什么也要戏耍她一下 想到这 她继续开口道 如果说不出一个一二三来 别怪本圣女 把你当成昨天那个突离的帮凶 苏默立声说道 听到这番话 赵小云心道一声 什么帮凶 我就是那个突驴 不过她不可能做出自曝身份的这种狠话 表面依旧镇定 甭手说道 圣女明鉴 在下昨天下山 也是有苦衷的呀 赵小云声音中带着委屈 将昨天 自己重判亲离前后 告诉了苏默 在下手里的人全部离开 只剩下一个李彭林 心中郁闷无比 指得下山找几个姑娘排解忧愁 赵小云说的委屈巴巴 而其他人 面色变得难看起来 有以红利夫为甚 第七十五章 逆转攻势 这件事虽然道理上没什么问题 可是被当面点破 终究不好看 而且还是在这个魔女的面前 被点了出来 谁知道这魔女会不会发疯 连带着把她们都折磨一通 张三说的可是真的 苏默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看向其他人 所有人都默不作声地低下了头 回避她的目光 这等于间接承认了张三所说的 苏默气不打一出来 他没想到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手底下的人 竟然会内斗成这个样子 甚至弃天灼大阵的建设与不顾 混账 这件事是谁带的头 苏默痛斥一声冰冷的问道 赵小云抓住机会 伸手指向红利夫的方向 圣女大人 带头做出这事的 就是刚刚诬陷我的此人 说着 幸灾乐祸地看了对方一眼 圣女大人 此人带头挑拨离间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还挑拨是非诬陷在下 肯定居心叵测 赵小云毫不迟疑地 将一顶顶大帽子 扣在了红利夫的头上 他做事的原则向来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做出故意诬陷他人这种事 然而 红利夫刚刚 跳出来举报他 已经威 邪到了他的安全 他必须要将这个危险 扼杀于萌芽之中 借刀杀人再好不过了 而听到赵小云的话后 红利夫心头传来轰隆一声 巨响 神中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圣女大人 他诬陷我了 红利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诬陷你 赵小云嘴角勾起我微笑 那你为何要离间我手下 这不是故意 在托慢大阵的建设速度吗 赵小云质问道 而面对他的质问 红利夫面色仗红 过这不是因为 圣女大人说建设最快的一组有奖励 所以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红利夫说完这句话 苏默面色一震 他想了一下 自己好像的确说过 但当时只是为了激励他们 好让他们快点完成天拙大阵的建设 难不成这件事 要怪聚在自己身上 苏默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正想着 却听赵小云忽然开口 大胆 竟然将这件事的责任 推到圣女大人的身上 圣女大人当初交代的 明明是让我们更加积极的工作而已 可曾有哪句话说 让你离间我等了 赵小云义正词言地说道 心中有些窃喜 在蓝星 工作的大忌 就是将责任推到领导身上 此方世界也大差不差 这红利夫真是昏了头 竟然将责任 推到这掌管着他生死大权的小魔女身上 这么好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错过 于是向苏默拱了拱手 道 圣女大人 这次无限在下也就罢了 竟然还想要将责任推到您身上 其心可诛 其心可诛啊 文言 苏默眼中顿时闪过一道金光 心中不由地 对赵小云多了几分好感 这张三还真是机灵 他心中夸赞了赵小云一句 脸上那一点难堪顿时消融 开口说道 张三说得不错 我当初立下条件 是为了促进你们更好工作 可没有让你们挑拨离间啊 看向红利夫的眼神中 闪过一道寒光 仿佛在看一个将死之人 这个眼神 吓得红利夫一个机灵 顿时也反应了过来 自己刚刚做了一件多么蠢的事情 自己竟然想将错误 推到这魔女身上 这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他心中大惊 赶紧磕头不对不对不对 实在下朱油蒙了心 曲解了圣女大人您的意思 实在吓错了 实在吓错了 他一边慌忙地找拨 一边不断地磕头 然而 苏默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变化 既然错了 那就要接受惩罚 说着 苏默给了旁边人一个眼神 刹那之间 一道寒光闪过 犹如雷霆 像正在磕头的红利夫而去 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只听扑的一声 万籁俱静 红利夫双手捂住脖子 眼神中闪过不甘心 鼓鼓血流从指缝间流下 染红了地面 所有人眼中都闪过惊恐 六品巅峰的红利夫 说杀就杀 更别说他们这群七品了 就在所有人都沉默的时候 好 赵小云忽然大吼一声 圣女大人杀得好 说着 自顾自的鼓起掌来 所有人看他的眼神 都闪过一抹奇怪 就连苏默也是如此 圣女大人明察秋毫 替我们揪出来一个佛门的奸血 在下由衷地感到佩服 赵小云不动声色地 拍出了一串马屁 其他人也纷纷反应过来 圣女大人杀得好 没错 这个佛门奸血 隐藏得太深了 多亏圣女大人出手 不然我等不定要被他们骗到什么时候 圣女大人英明啊 众人纷纷学着赵小云的样子 拍起了马屁 这个张三 有点意思 看到张三这么快 就控制住了局势 苏默看上他的眼神中 流过一抹莫名的光芒 很好 佛门奸细的下场 你们都已经看到了 现在 谁还有怀疑的对象吗 苏默没有忘了自己的正式 红利夫是不是奸细 众人全都心智肚明 苏默也知道 红利夫并不是昨晚的那个袭击者 他看过那三处 被摧毁的阵法节点 直到那和尚手中掌握着一门十分强大的杀法神通 绝不可能像是红利夫一样 轻易地被杀死 所以那个和尚 依旧潜伏在众人当中 然而 面对苏默这次疑问 众人的眼中 纷纷闪过迟疑 上一个站出来的红利夫 已经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 他们这个时候再站出来 不是妥妥地找死吗 故而 网场上一时间 竟然鸦雀无声 眼见苏默 一副抓不到人不罢休的样子 赵小云眉头皱起 他虽然刚刚打消了这魔女的怀疑 然而 这不过是暂时的罢了 赵这么折腾下去 自己就算不被发现身份 也得跟着众人一起遭殃 这样下去不行 必须想办法打消魔女的怀疑 赵小云心道 眼中闪过一抹思索的光芒 他不知道 听 魔殿 何定位 但是 按照 心 在这 表 心 来看 对方肯定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第76章 骂人也能突破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或许有别的办法可以打消魔女的怀疑 想到这 赵小云掐断思绪 他看向苏默 声音恭敬道 圣女大人 在下有一个方法 绝对可以实验出 这些钟 究竟谁是佛门奸细 听到他这话 正发愁的苏默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什么方法 快说出来 让我听听 苏默来了兴趣 按他眼下这么狗 想要找到那个和尚 可能只有杀掉所有人才行了 可真要这么做 先不说姐姐那边 修补大阵的人手出现空缺 如果消息走漏到深渊大人那里 自己和姐姐肯定要受到严惩 毕竟深渊大人 可是非常讨厌手下违抗他的命令 这还是考虑到 那个和尚就在这些人当中 要知道 因为昨天晚上的动乱 还有很多人 根本没有返回黑风山 万一那和尚 呀 没在眼前这些人当中 自己不分青红皂白 将所有人都杀了 那后果 苏默想想都感觉到脊背发凉 所以 当听到张三说 有办法可以检测众人当中 有没有佛门奸细的时候 他才显得有些激动 圣女大人且听在下慢慢道来 赵小云开口 说出自己的办法 佛门当中戒律繁多 无论何时何地 都会受戒律限制 只要挑选一种戒律 让大家试一试 看看有谁害怕 有犯戒之后遭遇佛城 那肯定就没错了 赵小云信誓旦旦地说道 身为佛门之人 他最清楚 检验一个人是不是和尚 就要看他敢不敢触犯戒律 反倒是这些魔门之人 事情想得太多 又是举报 又是观察作息 哪有直接用戒律试验 来得方便快捷 反正他自己有系统 不害怕佛城 至于其他人 赵小云不太相信 这群人当中 有自己的同门师兄弟 而只要通过了这些戒律的检验 就能打消这个魔女的怀疑 不错 这个想法很不错 苏默眼 谋明亮起来 赵小云的想法为他 打开了新的思路 那你说 怎么个检验法 他又问道 赵小云眼中闪过思索 回禀圣女大人 佛门戒律有很多种 但最主要的杀生 妄语 偷盗 眼下这情况 其实 只要挑出 一个人来让大 假 骂 一 骂 就行 赵小云最终选择了妄语戒 其他戒律条件不允许 而且有些苛刻 总不能让大家拿着刀子互捅 互相偷东西 或者开一场银巴吧 当然 最后一个可以有 赵小云蛮期待的 但这魔女同不同意 就另说了 相比较之下 妄语戒就很方便了 找一个人随便骂一骂 方便又快捷 找个人骂 苏默眼中闪过一道 特别的光芒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 既然要找个人来骂 那不地藏王骂 死 赵小云心中 倒吸一口冷气 这小魔女 还真是毒啊 妄语戒惩罚 有大有小 寻常骂一骂人 不过是气血紊乱 真气躁动 修为受损而已 而辱骂地藏王 这可是辱佛大界 触犯之后 要遭遇顶格的佛怒之诚 而且反地藏佛门之人 无不将地藏王菩萨 当作自己的信仰 侮辱自己的信仰 小魔女这是杀人 还要诛心啊 也就是自己了 其他佛门师兄弟 到了遇上这查 那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 赵小云私存之际 苏默再次出声 张三 这个办法 既然是你提出来的 那就从你开始吧 赵小云听到这话 眼中闪过一抹 微不可查的无奈 地藏王菩萨 对不住了 咱是为了大局 您老人家多淡淡一点 赵小云在心中对着冥冥之中 也不知道听得听不到的 地藏王菩萨 祈祷几句 随后 一脸义不容辞地开口道 地藏王 一阵鸟语花香 天津快板 赛博谈语的酣畅淋漓之后 赵小云尝出了一口气 但随即便听到 系统的声音响起 检测到宿主 做出辱佛之举 奖励 一年修为 系统声音传来的瞬间 只感觉一股伟力 自虚空中涌出 瞬间传遍全身 卧槽 赵小云大惊失色 赶紧控制住 地藏法身经的修为气息 若是在这里泄漏 自己只怕 是要死无葬身之地 幸好 赵小云反应的足够及时 地藏法身经的气息 并没有泄漏 佛光也没有显现 而这一年 修为灌注下来 却让他直接 破 了五 出 击 瓶颈 晋升到了中期 哼 一声一响 从他身上传了出来 在场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 这好像是突破瓶颈的一响吧 没错 虎豹雷鹰 就是突破瓶颈的声响 可是 突破瓶颈 不是要闭关准备很久吗 怎么张三这家伙 众人看向张三 一个个目瞪口呆 你 突破了 就连苏沫 听到那一声一响之后 看一下张三的眼神 闪过一抹震惊 听说过闭关突破的 战斗中突破的 服用丹药 天才地宝突破的 他们第一次见骂人 还能突破 赵小云回过神来 圣女大人厉害 在下刚刚的 却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听到张三承认 苏沫尔震惊 对方突破的时候 身上发出了 雷鸣一般的声音 至少说明 他是六品 苏沫尔也是六品 深知突破境界瓶颈 有多难 凝聚灵气的阵法 恢复伤势的丹药 闭关时的护道人 如此种种 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就这样 还不一定能突破成功 而赵小云 竟然只是骂了几句地藏王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突破了 这让他感觉有些难以置信 你 是怎么做到的 苏沫尔问道 其他人也向赵小云 投去好奇的眼神 就 很简单 赵小云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 挠了挠自己的后脑勺 我平生最看不上的 就是地藏佛门的那群突驴 所以刚刚骂的时候 情绪激动了一些 这一激动 就直接突破了 赵小云勉强给出了一个解释 众人听到之后 眼中纷纷闪过羡慕的神色 修饰突破 而赵小云竟然这么简单的就突破 只有一个原因能够解释 第77章 可靠的张三 那就是张三的资质 远远超过了他们 一般天资平平的修行者 修行到六平境界就顶天了 就算是做好完全准备 想要突破一个小境界 失败个十几次 都是很常见情况 张三仅仅是对地藏王菩萨 口吐芬芳几句 就突破了境界 这说明 他的天资绝对非凡 苏沫尔同样知道这一点 他眼中闪过 一抹惊奇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张三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六平 中七 赵小云隐瞒了自己真实的修为 同时释放出一缕六平中七的修为气息 兵不厌诈 修为是他的底牌之一 自然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试人 六平中七 还不错 苏沫尔满意的点了点头 六平中七突破的如此轻松 这张三的资质跟自己差不了多少 如此优良的天资 还是一个魔修 钟从他对地藏那一番痛骂 也能够看出 他对地藏佛门有很强的恨意 甚至超过了很多他们天魔殿的魔修 如此良采 若不那入我天魔殿 就太可惜了 苏沫尔想着 心中早已有了决定 准备过了这茬 就将张三吸纳进他们天魔殿当中 掐断思绪 他看向赵小云的目光变得柔和了许多 张三 你很不错 他夸赞了一句 转头看向其他人 而等待会儿也要像张三一样 谁若有半点迟疑 别怪本圣女没提醒你们 苏沫尔冷声说道 紧接着看向李彭琳 下一个 从你开始 李彭琳也不敢犹豫 学着赵小云的样子 开始骂了起来 听着这些不堪入耳的词汇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赵小云低下了头 心中忏悔了一句 他对地藏王菩萨 这位从妖魔手中拯救罪周的大恩人 还是非常感激的 如今不过是无奈之举 为了转移注意力 赵小云将注意力 放到自己突破后的收获来 除了突破修为带来的基础实力的增长外 地藏法神经 竟然解锁了一项新的秘术 杜恶 赵小云意识潜入石海当中 地藏法神经的哪 一尊大佛 浏览起杜恶这门秘术的用法 杜恶者 杜魔除恶 一番了解下来 赵小云发现 这杜恶秘术 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随便一个和尚都会的超度手段 从功能上看 都是可以度化一些低等级的邪魔外道 吃美枉凉 干嘛用这玩意 赵小云撇了撇嘴 凭借他现代将近武藏的佛光 就算是来一支无品的邪魔 自己都能轻松镇压 压根用不上这杜恶神通 所以 这次地藏法神经解锁的新秘术 对他来说 有点鸡肋 不过 这杜恶秘术 毕竟是地藏王菩萨留下来的 上次解锁的真佛开神秘术 可以隔着几万里跟人通讯室 功能强大 这次怎么说 也不应该就给这么鸡肋的秘术吧 仔细想想 此树能被收录在地藏法神经当中 其功能肯定跟普通的超度手段不一样 难道这杜恶之术 有什么奇异之处 赵小云心中猜测 不过 现在在黑风山 他也没机会使用 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实验一番 发现其中的门道了 而就在他查阅收获的时候 外面筛查 也终于到了尾声 每个人都对地藏王菩萨输出了一番 可是 没有一个人迟疑 更没有一个人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 遭遇佛城 痛苦不堪 现在您应该相信了 那个和尚 真的不在我们这里 赵小云掐断思绪 出声劝道 用戒律是最高效 最准确的试探手段 他自信 就算是天魔殿 也想不出比现在更好的 可以证明 他们与佛门无关的办法 苏默被他这一句话 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看着最后一个人通过筛查后 平安无恙 苏默眼中闪过一抹凝重 按照传说中 佛门对梵界者严苛程度 这些辱骂地藏的人 早就遭遇佛怒 修为竞赛 蹊跷流血而死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 遭遇佛惩罚 所有人都好端端的 张三还因为骂地藏 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这不由的 让他有些相信了 张三所说的话 难不成那和尚 真的没在这些人当中 如此赤裸裸的现实面前 也由不得苏默不相信了 看来那和尚 应该在那些逃走的人当中 我得回去给你姐姐商量 尽快将那些逃跑的人抓回来 苏默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决定将筛查的重点 放在那些 从黑风山逃跑的人上面 不过眼下这些人也不能放松 万一他们身上 有可以躲过佛城的手段 想到这 他回过神来 很好 看来你们都通过了 这一轮的筛查 不过 这次佛门派来的 突吕手段诡异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想到这儿 他转头看向赵小云的方向 张三 本圣女很看好你 从今往后 这些人就都归你管了 给我看紧他们 发现有一场转 可以直接斩杀 苏默有意吸纳张三 进入天魔殿 所以非常大方地 将他提拔成为了总监工 赵小云听到这话后 眼中闪过一抹忍俊不惊 这苏默还真是心大 上次来提拔自己 成了监工 这次又直接让自己 成了总监工 赵小云现在只想给苏默 一个大母哥 夸他一句 你看人真准 不过 这只是 在心里想想罢了 面上他还是一副激动的神色 赶紧向苏默做了一一 感激替领导 多谢圣女大人 苏默满意地点了点头 后面几天 你带着他们 修复被损坏的阵法节点 好好表现 不要辜负本圣女对你的期待 圣女大人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赵小云拍着胸脯说道 安排完这些杂事之后 苏默等人没有过多停留 直接离开了营地 向黑风山高处飞去 看着他们的背影 消失在天边 包括赵小云在内的所有人 都长舒了一口气 第78章 没开二读 但随即 所有人看向赵小云的眼神 都出现了一丝变化 后悔 怅然 畏惧 感慨 各种各样的情绪 在众人眼神中交织 如果说 之前他们还认为 赵小云能获得监工的位置 不过是狗屎运而已 现在亲眼目睹他 如此轻松地突破到 六品中期的境界之后 所有人都知道 他并不像外表 看上去那么简单 张老大 你刚刚突破的样子 简直太帅了 李鹏林第一个反应过来 声音激动地 夸赞了赵小云一句 他赌对了 昨天 所有人都选择 抛弃张三的情况下 只有他一个人选择留下 虽然冒着可能生死的危险 但是现实证明 他昨天的选择 太正确不过了 张三被天魔殿那小魔女看中您 现在成了总监工 凭借自己跟他的关系 未来肯定一片坦途 想到这 他转头 对众人大吼一声 都愣着干嘛 你们一个个 怎么这么没眼力间 就看着老大这么站着 李鹏林的这一声 将更多人从震惊中唤醒 一个六品的监工 赶紧搬来一张椅子 老大 站了这么长时间 您肯定累了吧 快坐 快坐 其他人也有样学样 来老大 我给您捏捏肩 我给您捶腿 我给揉揉腰 能在黑风山混下去的修饰 每一个都是老油条 在鳄鱼凤城这件事上 根本不需要什么提点 迅速就有一大群人围了上来 对赵小云嘘寒问满 赵小云也乐见其称 一边享受着众人的俯视 一边思索之后 如何摧毁剩下的八处阵法节点 与此同时 另一边苏默 重新回到了黑风山之上的那处平台 姐姐 他对着苏默的背影叫了一声 事情办得怎么样 可找到那个和尚了 苏默转过身来 眼中闪过一抹期待 没有 苏默摇了摇头 深渊大人不是说 对方就潜伏在黑风山吗 怎么可能没有 苏默有些失望地问道 他还指望 尽快把这个和尚找出来 然后将功补过呢 姐姐 你别着急 见苏默这样子 苏默赶紧劝了一声 然后将刚刚在下面遇到的情况 全部如实告诉了苏妹 经过这些试探 如果那和尚真在其中 肯定早就暴露了 不可能隐藏的了 如此想来 那和尚应该在昨天之后 并没有回山 而是混在那些下山的人当中 离开了 苏默出声道 有道理 苏默点了点头 我这就安排人 去将昨天晚上逃走的人 全部抓回来 他也是一个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这时 苏默好似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对了 姐姐 我还发现了一个人才叫张三 我们上次遇到的那个 苏默好奇 没错 就是他 刚刚在山下 他又将张三骂完的藏王 立马突破的事情 告诉了苏默 骂人的时候突破 听完苏默的讲述 原本愁容满面的苏默 脸上忽然闪过一抹震惊 这种事情 饶视他 也只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真按你所说 这人倒是个良才 苏默点点头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正好这几天 看看他能力如何 如果能力不错 倒可以为我天魔殿所用 说完张三的事情之后 姐妹两个 又开始商量其他的问题 傍晚的时候 赵小云接到了天魔殿的命令 连夜带人上山 抢修阵法节点 赵小云看见给自己 传达命令的 穿着黑色袍服的 天魔殿弟子 没错 圣女大人的命令 让你带人连夜上山 填补昨夜佛门 来袭之人留下的天坑 天魔殿弟子声音冰冷 赵小云思虑了一下 最终点了点头 没问题 我这就带人上山 赵小云答应得十分痛快 他正好可以 借着这个机会 回到黑风山 看看如何寻找机会 摧毁剩下的几个阵法节点 送走天魔殿的弟子 然而 等他上山之后 才发现 情况远不如他想象的乐观 是一切长一智 天魔殿大大加强了 黑风山的防御 不仅有黑玄军十步一岗 五步一哨 还有天魔殿弟子 组成的巡察队伍 在四处监视 而且 天空之上 更有两个四品境界的 天魔殿长老 目光冰冷地 注视着下方的一切 赵小云带人 一边填埋自己 昨天晚上亲手炸出的天坑 一边思考着对策 两个四品 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不正面对抗的话 凭借神隐无踪的威能 这两个人 连自己的影子都摸不到 如果他使出 金刚祥魔印的情况下 说不定有机会 杀死其中一个 有搞掏 赵小云一番思索 脑海中 很快便多出一个计划 时间再次进入深夜 许多在岗梢上的守卫 都打起了哈欠 赵小云趁这个时间 叫来一个手下的组员 我找个地方闷一觉 你替我看着点 没问题 张老大 包在我身上 那人很是激动地说道 接着 赵小云来到一处黑暗僻静的角落 神隐无踪默然发动 整个人直接消失在原地 他直接奔向一处完好的阵法节点 速度极快无比 路上遇到的正在寻谋的弟子们 只感觉一道狂风拂过 没有人意识到 即将发生的事情 赵小云来到一处阵法节点 停下脚步 而当他出现的瞬间 便迅速被天空中 两个四品的天魔殿长老所感知到 四品境界 神念离体 感知速度要快了许多 然而 等他们看向那突然出现的人的时候 拿到的 却是一道被璀璨耀眼金光包裹着的人影 这金光耀眼夺目 给人温暖祥和的感觉 但被这光芒照耀到的魔羞 却产生一股灵魂上的灼烧感 这也让他们迅速地确定了光芒的种类 不好 是佛光 昨天那个和尚来偷袭了 两个长老迅速反应过来 身形急速向赵小云的方向冲了过去 第七十九章 该我出手了 佛门的贼徒 给我死来 两人大吼一声 各自祭出杀招 浑身亮起恐怖的魔光 向赵小云杀了过去 四品气息释放 瞬间传遍整个山谷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看到远处 一道包裹在赤圣佛光中的身影 以及正向他冲去的两道恐怖身影 所有人的脸上都闪过一抹惊讶 是昨天那个和尚 昨天守卫松县 让这家伙得逞了一次 这次有两个四品长老守护 这家伙竟然还敢闯进来 真是不要命了 撞上这两个四品的天魔殿长老手上 这家伙肯定死定了 围观众人看着远处的景象 声音中带着惊讶 他们不理解 这和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于进攻有两个四品长老守护的天卓大阵 两个四品修士 就算是寻常三品 也不敢贸然闯入 一个五品的佛修 敢知身一人独闯 众人除了找死之外 想不出其他的形容词 围观者议论纷纷之际 两个天魔殿的长老 悍然出手 天魔五雷煞 九煞的锁 两人大吼着 使出自己的拿手绝技 刹那间 地面之上升起九道血色锁链 像半空中笼罩在璀璨佛光当中的赵小云缠绕 而天空中也轰的一声 连着降下几道妖艺的雷霆 两者一上一下 散发出的威势 仿佛能将这片天地粉碎 可面对两者 赵小云却像是被吓傻了一般 直愣愣地站在原地 直到被雷光和血锁锁淹没 都没有哪怕一分一毫的反抗 这一举动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这 这家伙 这是来找死的呀 原以为他敢独自闯来 应该有几分底气 没想到是来送人头的 正当所有吃瓜群众感慨着结束的 也太突然的时候 一股无形的律动 带着一股让灵魂颤抖的伪力 负压整个山谷 感受到这股力量 原本正在为轻而易举 就消灭了来犯者 得以两个长老 眼中闪过一道惊异 他们赶忙看向 这律动传来的地方 却见薛锁和雷霆之中 传来一声 现在轮到我了 紧接着 一点金芒亮起 伴随而来的 则是一声金刚响魔印 不好 感受到这恐怖金芒当中 所蕴含的力量 两个长老大吃一惊 他们感受到 一股源自灵魂深处 最本能的恐惧 于是他们下意识地 想象两边闪避 可这个时候 他们却发现自己身形 变得迟缓无比 仿佛周围的空气 在此刻全部变成了 粘稠的泥浆一般 神通 这是神通 两人大惊失色 惊恐的大吼 然而 等待他们的 却是一个大大的 万字形鼓印 哄 天空中传来一声巨响 两个四品的 天魔殿长老 在这鼓印面前 连反抗都做不到 直接被轰成了渣渣 这一切都发生在 瞬息之间 快到周围的一些 看客 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他们就听到 两个长老的大吼 紧接着 一道金芒快速闪过 随即便是一道 雷鸣般的声响 这两个修为 高达四品的修饰 便陨落了 所有人都呆呆地 看着这一幕 另一边 赵小云感受着 经脉当中 残留不多的真气 咬了咬牙 天魔殿的支援 就快来了 我得抓紧时间 他此来最重要的任务 还是摧毁 天拙大阵的节点 没功夫 欣赏自己的战果 当即驱动 深渊宝谷的力量 开始破坏脚下的 阵法节点 听到不断传来的轰击声 远处围观的众人 回过神来 刚刚那是什么力量 竟然可以秒杀 连个修为高达四品的长老 神通 是传说中的佛门神通 此人掌握了神通的力量 那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两个四品的长老 都不是此聊的对手 我们又能怎么办 要不咱们跑路吧 所有人 不管是天魔殿的弟子 还是黑玄军的人 都慌了神 甚至有商量 要不要逃走的 而就在这时 远处天空中 忽然出现五个光点 这些犹如流星一般 正飞速向众人的方向靠近 你们快看 有天魔殿弟子 发现了这一幕 支援来了 果不其然 在这些光点飞速靠近之后 众人看清楚了 光芒之内包裹着的 正是一个个的人影 而为首的 正是苏玛 可恶 看到正在破坏阵法 节点赵小云 苏玛目刺欲裂 他正带几个长老 在外面寻找这和尚 没想到 却被对方给偷了家 幸好离得不算远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起上 杀了他 苏玛冷声指挥身旁的几个长老 几个人一起 向赵小云的包围了过去 这一幕 生气空虚 无法使用金刚祥磨印 最好的选择便是撤退 白白的宁内 留下这一句 赵小云立刻发动 神影无踪身影 瞬间消失 混蛋 有本事你别跑 看着对方一如上次般 直接消失在自己眼前 苏玛儿怒吼 放出鬼手 曼陀向四周虚空胡乱攻击 可终究只是徒劳 混蛋 可恶的家伙 苏玛儿发泄一通之后 忽然想起 自己留下的两个长老 我不是留下两个人吗 他们人呢 都死哪去了 他环顾四周 想要找到那两个长老的身影 这时 身旁有人提醒到 圣女大人 他们两个就死在我们脚底下 苏玛儿一愣 随即低头看去 却见下方一片血肉模糊 看着这一幕 苏玛儿的心中的惊骇 有如惊天骇浪一般 翻涌起来 两个四品长老 就这么没了 他有些不可置信的 看着下方两个长老的残骸 从破碎程度上不难看出 两个人是被直接秒杀的 能有如此大威力的 想也不用想 就知道 是那和尚手中所掌握的杀伐神通 不仅是苏玛儿 他身边的几个长老 眼中流出畏惧之色 圣女大人 照此情况看 这和尚手段 当真有几分诡异 不是我们所能对付的 下面惨死的两人 无论境界实力 跟他们几个都相差不多 这两人被那和尚直接轰杀惨死 代表他们也有可能会落得这个下场 没错 圣女大人 那贼秃驴速度诡异 手上还握着这么强大的杀伐神通 实力远超我等 还请您速速向深渊大人求援 第八十章 青瑶出山 是啊圣女大人 此时向深渊尊上求援才是正理 不然我等面对这贼秃 只能被动防御一时 若他天天这样吗 恐怕我等 都只会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 一群长老纷纷劝道 眼下这种情况 已经远超他们 那所能应对的了 那和尚已经杀了他们两个长老 若是再继续下去 只怕他们几个也要丧身在其手中 唉 听到几个长老的劝告 苏玛叹了一口气 他也知道 这是眼下最好的做法 毕竟这和尚已经连续来了两次 若是继续下去 恐怕所有天卓大阵的节点 都得损毁在对方的手中 未经之计 的确只有求援一条路了 好 我现在就回帝都 向深渊尊上禀告情况 苏玛开口 没有过多迟疑 直即运转身法 周身腾起一阵光芒 向帝都方向飞去 与此同时另一边 那么的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这么丑 还让不让老子好好睡觉了 赵小云一声怒骂 从那处黑暗的角落中走了出来 却见所有人都 齐刷刷地看着远处 正在无能狂怒的天魔殿圣语 唉 老大 你醒了 李鹏林发现了赵小云 赵小云装出一幅 自己刚刚睡醒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们怎么都不干活 老大 你刚刚可错过了一场好戏 李鹏林用跨正的声音说道 你是不知道 刚刚 他胡伦地将刚刚发生的情况 全部说给了赵小云 卧槽 真的假的 竟然有这么厉害的人物存在 赵小云装出一幅惊讶表情 李鹏林则是打开了话匣子 不停跟赵小云说起 那和尚的厉害来 在外人看来 俨然一副小迷地的样子 赵小云时不时地附和一句 演技浑然天成 此时 黑风山上下大乱 压根没人关心他们几个的情况 赵小云也因此浑水没于成功 再次混入人群当中 清晨 东方的天空升起一抹雨堵白 金色的朝阳自天际洒落 将帝都映得无比威武雄壮 青瑶的身影落在城西 那一处隐秘奢华的府邸当中 府邸后院 深渊身影亘古不动般 坐在木椅之上 安静地仿佛一具雕塑 苏玛看着那道背影 弱弱地咽了一口口水 大人 他当开口 便听深渊的声音响起 可是见识到了 那小和尚的手段 深渊声音平静 犹如一位慈祥的长辈一般 苏玛心中大惊 赶紧跪在地上 属下之错 深渊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 知道错了就好 不要管那小和尚了 全力守护好天拙大阵即可 深渊淡淡地说道 可是 苏玛脸上升起一抹为难 属下无能 那和尚诡异的景 不仅来无影去无踪 还掌握一门杀伐神通 属下和几位长老 拿他根本没有办法 连续领交过两次 对方的手段之后 苏玛不认为自己两个姐妹 加上五个四品长老 会是那个小和尚的对手了 我知道 深渝气依旧平静 此事你无需担心 我已经传令十万大山的青湖王 过几日便会到达 一同助你携手大阵 听到这话 苏玛眼中闪过一道惊讶的光芒 青湖王 十万妖山的八大妖王之一 三品境界 深具九尾天湖血脉 放眼整个对周 都是鼎鼎有名的强者 有他相助 自己肯定能完成 深渊大人交代的任务 想到这他赶忙低头 声音激动到 大人当真高瞻远主 属下惭愧 走吧 不要把精力浪费在那个小和尚的头上 属下明白 苏玛尔恭敬的一声 缓缓退了下去 庭院内再次变得安静起来 望着东方升起的朝阳 深渊微微将眼睛眯了起来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云心 如你放纵几日 带本尊吸收天魔狂尸恢复自由 便亲自去许你 深渊心中说道 眼中闪过一道玩味的光芒 与此同时 阿帖 远在黑风山 忙碌了一夜的赵小云 忽然打了个喷嚏 那个比扬的 在背后念叨小爷呢 赵小云揉了揉鼻子 看到一脸疲惫的手下们拍了拍手 忙活一宿 大伙都回去休息了 众人听话地收拾东西 准备下山 望着出声的朝阳 赵小云悠然自得地哼起了歌 昨晚上 虽然时间有些仓促 但总体来说 还是非常顺利的 砸了两个阵法节点 不过 这次顶多算是损毁 跟前几个彻底摧毁不一样 当然 最让他开心的 还是秒杀天魔殿两个四品的长老 看来这天魔殿的实力 也不怎么样吗 不对 不是天魔殿太弱 是小爷太强 赵小云心中得意地想到 金刚降魔印的威力 没有让他失望 不仅破坏力强 对敌时 还能持之周围空间 锁定敌人 直接秒杀 小爷我现在说自己是三品之下无敌 应该不过分吧 赵小云心中难难 威力强大的金刚降魔印 搭配上落地生根 神隐无踪 足以让他傲视三品以下的所有存在 接着 他感受了一下自己的真气 而后威威点了点头 亏损的真气 差不多晚上的时候 就能全部补回来 黑风山 等着吧 小爷我晚上还会再来光顾的 赵小云心中美滋滋地想着 而后便返回了营地 胡乱地吃了一些餐点之后 便回房补教去了 连续好几天连轴转 赵小云也感到有些疲累 没多久 便直接进入梦想 而就在他呼呼大睡之际 一道白色流星自吸而来 飞速向黑风山方向而去 流星之内是一道白色魅影 风姿绰约 五官完美无瑕 俏脸上带着一抹韵幕 毫无疑问 从十万大山中 向黑风山赶去的青瑶了 青瑶眼中寒光四溢 他经过的地方 仿佛空间温度都降低了 接到深渊命令的那一刻开始 他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向黑风山而来 臭和尚 欺辱之仇不共戴天 这次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青瑶恨声说道 昔日练妖谷的经历 他一直未旺 早就盼着有朝一日 可以亲手将赵小云斩杀了 第八十一章 三阳开泰 十万大山紧靠成国 距离并不遥远 依照青瑶现在的速度 下午的时候便来到了帝都 在拜见了深渊之后 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黑风山 他的到来是一件极为隐秘的事 除了天魔殿几个核心的长老外 其余人一律不知情 赵小云自然也无从得知 等他这一大脚睡醒 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 啊 叔父 赵小云起床 走出屋门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夕阳只剩最后一缕挂在天井 仿佛为天地披上了一层金沙 一边欣赏着夕阳西下 赵小云检查了一下自己昨晚 因为动用金刚祥魔印亏空的真气 结果还不错 仅仅是睡了这一觉的功夫 他的真气已经恢复了九成 再明出一个金刚祥魔印不是问题 因为经过深渊宝谷改造后的原因 他现在的资质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寻常人真气亏空 在服用各种恢复真气的丹药的情况下 也需要至少十天的时间才能调养过来 而他仅仅只需要睡一觉便可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是这么恐怖 还不错 今天晚上又可以搞事情了 掐断思绪 赵小云将目光放到了黑风山上 经过这两天试探 他已经知晓 现在天魔殿在黑风山的守卫 修为最高的只是四品而已 他凭借自己的神通 完全可以做到无惧这些人 甚至还能反杀 想着这些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争取今天晚上 将所有阵法节点全部摧毁 赵小云定下了今晚的计划后 便带着另一组的人 准备上山 一路上 连续 遇到了好几堆的天魔殿寻常人员 跟昨天相比 今天黑风山上的防御力量明显加强 然而 明面上的力量虽然增长了 但大部分人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甚至连日常的审查都懒得做 昨天 赵小云强势击杀两个四品长老的一幕 已经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中 连四品的长老都不是对手 他们这些之后七八品的家伙 遇到那个凶悍的和尚 顶多能起到一个人肉预警器的作用 在这种巨大的实力差距面前 他们就算遇到问题 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谓的筛查来往之人 大部分也就是走个形势罢了 故而 赵小云一行人 很顺利地来到了天卓大阵之内 大阵之内的防守力量和昨天一样 只是天空上的长老 从昨天的两个 变成了五个 而且 站位更加分散 一脸谨慎地打量着周边 从他们的眼神深处 还能看到一丝担忧 看来天魔殿 应该是拿不出来什么人手了 赵小云微微点头 他这几天的观察下来是 天魔殿派驻黑风山的长老 也就只剩下这五个了 这五个四品境界 应该是天魔殿 暂时能拿出来的底牌了 不过 赵小云并没有掉以轻心 天魔殿毕竟在最周 也是排名第三的大型势力 门内肯定有三品境界的强者 所以 他要抓紧时间 趁着天魔殿三品强者没来的时候 赶紧将天灼大阵摧毁 不然 等三品强者前来 再想摧毁大阵 就很困难了 一路想着这些 赵小云来到昨天的天坑处 他们今天的任务和昨天 一 一就是田 我自己留下的 天坑 经过数百修士一天的忙碌 此时天坑已经被填了一半 干活干活 赵小云招呼着其他人干活 准备等天黑之后 就动手 而与此同时 远处的黑风山之上 山巅的平台处 青瑶静静地俯视着下方的山谷 美眸中一片冰寒 周身围绕着一股似有似无的寒气 让平台一旁的苏家姐妹 甚至都感觉到了一丝凉意 苏玛看了一眼前方青瑶的背影 眼中闪过莫名的光芒 红唇倾起 青瑶大人 您要不先休息一下 按照那贼图前两次来的规律 他通常都是深夜的时候才出来 不用 我就在这里等他 青瑶声音凛然 这段时间下来 练妖谷那小和尚的身影 已经成了他的心病 一想到那日的经历 他便气不打一处来 结果 练妖谷小和尚的机会 就在眼前 自然打起一百分的精神 他不允许自己出现 一分一毫的失误 而听到这话的苏玛 嘴角勾起一抹苦笑 跟自己妹妹对视一眼 眼中闪过一抹奇怪 他们原以为 青狐王这等明满罪周的三品强者 应该会很高 想要让对方认真完成任务 需要花费一番心思才行 可等青瑶来了之后 他们才发现 对方也太惊艳了一点 青瑶中午来了之后 便站在这平台上 认真地监视山下的情况 在这期间 甚至连话都 很少被二人说了 如此认真的态度 甚至让两人产生一种 自愧不如的感觉 不过 青瑶如此认真 却让两人松了一口气 至少这样 今天在遇到那个臭和尚 在来偷袭的时候 他们终于不用再 束手无策了 臭和尚 有青狐王在 看你这次能怎么偷 苏玛儿眼睛眯了起来 他甚至有些期待 期待那和尚再次出现 如此这般 在两方的期待中 时间快速流逝 转眼 时间已然进入到了深夜 赵小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时间差不多了 他喃喃了一句 借口方便 找了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 故技重施 施展神隐无踪 向远处完好的阵法节点去 很快 他便来到了目标地点 二话不说 佛光展开 佛光璀璨耀眼 在寂静漆黑的深夜中 更是无比显眼 已出现 便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佛光 是那个和尚 那个和尚又来了 这次也太猖狂了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都别废话了 快 快去求援 因为有上一次 袭击的经验在 众人知道这和尚的目的 是摧毁天卓大阵 所以并没有像昨天一样 惊慌失措 隐藏在四周的几个四品长老 也迅速显出身形 向赵小云的位置包围了过去 一起上 千万不能放跑他 第82章 地藏法乡 下方的混乱 自然瞒不过远处黑风山上的几人 来了 那和尚来了 饶是以往沉着冷静的苏玛 看到远处亮起的璀璨佛光 声调也不由地拉高了几分 他刚想请求青瑶出手 却听一声冷哼响起 哼 青瑶美眸之中 闪过一道刺骨寒光 自言自语一句 终于等到你了 身躯骤然腾起 化作一道流光 犹如一道白色闪电 以迅雷不及掩耳致素 向山下冲了过去 好快的速度 苏玛不由地惊了一下 三品妖王的速度 快如闪电 至少比他见过的四品修饰 快上一倍 姐姐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苏玛此时出声提议的 好 苏玛点了点头 大名鼎鼎的青虎王出手 他们自然要从旁观战 这样既能抒发这段时间 被那臭和尚搞得极其郁闷的心态 也能增长一些高境界的对战经验 于是 二人随即也向山下而去 而与此同时 赵小云忽然不知 巨大的危险已经悄然来临 几个天魔殿长老迅速靠近 呈圆形将赵小云包围 知道赵小云掌握一门杀伐神通后 他们表现得很是小兴 大家都分散看 小兴这家伙手里的神通 有人提醒一声 众人纷纷祭出自己的法箱 形成一个包围圈 将四方封锁得严严实实 并逐渐向圆形周围的赵小云逼近 学聪明了吗 看着这些个长老们的表现 赵小云眼睛微眯 知道自己的金刚降魔印 只能扫荡一个方向 然而赵小云脸上却没有丝毫畏惧 他这次本来就没打 像上次一样 直接用出金刚降魔印 这招后费真气太猛了 最好是当做底牌 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再用 至于现在 面对这么多的四品 正好借机增长 一下自己的对敌经验 赵小云心想着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他低头 轻起一声佛号 轰隆隆 顿时 大地颤动 你们看 那是什么 有人震惊地指向赵小云的方向 却见其身后 一道身影缓缓从大地之上升起 头戴宝冠 身披袈裟 眼眸低垂 这身影 盎然而立 身后九道光轮 散发崇高的圣光 无比耀眼 宛如大日 将四方天地照亮 举世无双 一股无形契机四散开来 整个山谷之内的空气都开站立 地 地藏王法相 原本正在赶路的青鸟 看到这法相之后 眼中闪过惊讶的光芒 虽然地藏王已经消失了千年 但他的身影 却依旧烙印在每一个活着的妖族脑海中 永远也不可能忘记 这 这臭和尚 怎么会凝聚地藏王法相 青鸟再一次被震惊了 传说中 只有地藏王菩萨的传人 才能凝聚地藏王法相 这个臭和尚 明明犯了那么多的箭 怎么可能也凝聚得藏王法相 震惊的 不只是青鸟 还有那几个正向赵小云包围过去的天魔殿长老 我主在上 这 这竟然是地藏王法相 其中一个天魔殿长老 眼神无比惊恐地嘶吼出声 古往今来 罪州的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人能凝聚这位的法相 而趁着这个机会 赵小云直接操控法相 挥起一掌 扫向其中的一个长老 这一掌 红尾磅礴 覆盖此方天地 仿佛时间都凝固了一般 却听轰的一声 大地颤抖 坚硬的黑缸岩上 留下一个巨大掌印 而那名长老 则被这无匹距离 拍得整个嵌入到了山岩当中 只不过 幸好他反应过来 在紧要关头的时候 释放出了自己的法相 替他挡下了大部分的力量 但即便如此 这一掌也将他拍得身负重伤 扑 那名长老口中喷出一道血剑 挣扎着从地上爬起 而后狼狈地远逃向远处 法相的威力 终究是不如金刚降魔印 赵小云看着对方远顿 不由地叹了口气 地藏王法相力量虽然强大 却最多只能重创四品的修饰 这让习惯了用金刚降魔印秒杀的他 微微有些不习惯 还是要尽快突破到四品 到时候就能控制法相施展神通了 他现在只是五品 不能控制法相使用神通 只有到了四品境界 神念与法相合一 届时便可通过 法相施展武技或是神通 然而 赵小云的感慨 若是让在场其他众人听到 恐怕是要吐血三声 五品能占四品 本就已经是逆天了 而对方竟然想要秒杀 这是拿他们不当四品吗 赵小云一击打推四品长老的一幕 让其他几个打算上来 缠住赵小云的天魔殿长老 眼中闪过畏惧的神色 他们原本以为 只要防住了对方的神通 就可保无余 没想到 对方竟然凝聚了传说中的地藏王法相 四品境界 竟然只能抗住对方一掌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几个长老惊恐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又共同抬头 看了一眼地藏王法 像那屁腻世间的神姿 见他再次挥起手掌 众天魔殿长老心中不约而同 闪过一个想法 跑 请客间 众人做出了一样的决定 开始向四方奔逃 不过是给别人当虎而已 玩什么命啊 哎哎 你们别跑啊 看着众长老犹如丧家之犬 向远处逃顿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失望 他还打算提升一下自己的实战技巧呢 结果就出了一掌 就把所有人都吓跑了 哎 好端端的越级战 硬生生成了 搞成了虐菜战 真没劲 赵小云撇了撇嘴 准备开始今天的正式 摧毁剩下的 天拙大阵的阵法节点 说做就做 他当即操控地藏王法像 挥动起巨大手掌 瞄准脚下的一处阵法节点 轰然落下 碰 一掌下去 整个阵法节点 皆塌陷 众多灵彩 这无匹 之下 进阶破碎 而这一声 也将远处天空中的青瑶 从震惊中唤醒 第八十三章 明明是你勾引我的 不好 青瑶眉眼间 闪过一抹金色 尊上将守护阵法节点的任务 交道 是对他的信任 若是阵法被破坏 出任何纰漏 他都难辞其咎 臭和尚 该好好算算 我们两个之间的恩怨了 说着 青瑶瞬间 向下方正 打算破坏第二个阵法节点的赵小云 冲了过去 与此同时 地面之上围观的众人 看着原本高高在上 被他们视为神仙众人的几个四品长老 在地藏法乡神资之下 仓皇奔逃的景象 天 天啊 这就是地藏王的神威吗 即便只是法乡 也能一掌 下退天魔殿的众位长老 这 这和尚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可以凝聚地藏王法乡 而我们却 从来没听说过 这样一尊人物 还有人能压制他吗 没谢了 此子可以五品镇压四品 除非有三品以上的强者出手 如若不然 围观众人惊叹 与赵小云的无敌之姿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却听一道轻烈的声音传来 臭和尚给我住手 伴随着冰冷的一声 只见一道身影 出现在天空之中 一席白山 轻贵高滑 青丝飘渺 宛如黑铺 五官精致 完美无缺 浑身萦绕着冷白 站在黑夜之中 宛如一轮角跃 轻摇一现身 瞬间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即便隔着很远 在场众人 依旧被他那完美的容貌所吸引 就连赵小云也是如此 地藏法相举起的手掌 不由顿在半空之中 是你 看到青瑶那副满含霜的容颜 赵小云眼中亮起一道金光 脑海中瞬间闪过 恋妖谷香艳的那一幕 毕竟是自己的第一个女人 她早已将这张容颜 刻在了脑海当中 回过神来 赵小云倒吸一口凉气 问道 妖女 你怎么会在这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再见到此女 竟然是在这里 听到赵小云的问话 青瑶眸中寒光一闪 冷声道 报仇 这两个字一出口 青瑶浑身气势瞬间一变 身后出现九条白尾 紫色电光缠绕 虚空阵战 恐怖无边 三品 赵小云倒吸一口凉气 九品登仙路 每三品都是一个关爱 三品境界 肉身与法相彻底融合 筑成法身 力量比之四品 提升百倍 掌碎山川 全断江河 每一击都有她现在施展金刚降魔印的威力 根本不是她现在能对付的 感受到对方 释放出的恐怖气息 赵小云咽了一口口水 勉强勾起一抹微笑 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 当初明明是你主动勾引我的 我是被动 话还没说完 就被青瑶冷声打断 臭和尚 去死 她眼中闪过一道羞愤 脸颊飞起一抹红霞 背后的一根虎尾风掌 带着无匹威势 向赵小云扫了过去 给我挡住 赵小云下意识控制地藏法相 伸出双手 想要挡下这一尾 然而 咔嚓一声 地藏法相双臂直接被撞碎 化作光点在空中飞逝 地藏法相虽然微能无双 但两人间隔两个大境界 实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如何能挡得下青 这寒怒一击 看到那一尾 在击碎地藏法相的防御后 直直向自己头顶而来 赵小云大惊 赶忙发动立地生根 同时将佛光催发到了极致 武藏佛光绽放 映得山谷亮如白昼 然而 这白昼仅仅只持续了一瞬 便被狐为所振 哄 一道宛如地震般的声响 携带滚滚气浪 迪荡整片山谷 随即 那浩瀚崇高的地藏法身 逐渐消逸 山谷重新被黑暗所笼罩 这一幕 被远处天空中的苏家姐妹看到 姐姐 那和尚死 死了吗 苏沫尔有些期待地问道 青狐王大人出手 那和尚活不了 苏沫尔冷声道 三品境界乃是天倩 突破三品境界的修饰和没有突破三品的修饰 压根不是一个层次的力量 在这种程度的攻击下 那和尚根本没有存活的可能 听到苏沫尔如此说 苏沫尔长出了一口气 呼 丑和尚终于死了 他们这段时间 可是被这丑和尚折磨得不轻 如今终于将他拿下 也算是解掉了一块心病 跟苏家姐妹一样的 还有青瑶 终于除掉他了 青瑶心道一声 他期盼这一天 已经期盼了很长时间 对方不过是个无品而已 根本不可能挡得下自己这一击 然而除掉心病的他 却并没有多么开心 毕竟有些东西 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 不可能找点回来 青瑶感到一丝怅然 一股无言的疲惫 他现在很想找个地方 好好地睡上衣 就在青瑶神念 出现一丝放松的时候 却听到有些埋怨的声音 从下方传来 你这婆娘 好歹我也是你男人 可还还 你还真得下死手啊 赵小云从地上爬起来 身上佛光暗淡了许多 虽然有立地生根提供的百倍防御 但三品攻击还是太超模了 这一击直接把他后打五仗的佛光 打得只剩三仗 看到赵小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 青瑶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这不可能 他惊呼出声 自己刚刚那一击 虽然没有用全力 但也用上了六成力气 就算是专攻炼体防御的四品修士 也绝对扛不住这一击 可是这光头竟然 他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而此时 赵小云勉强从天旋地转中恢复过来 神知 此地不就留 便留下一句狠话 臭婆娘 以后再教训你 紧接着 发动神隐无踪 整个人顿时消失在原地 看到这一幕 青瑶顿时反应过来 想跑 休想 他目光直接锁定在赵小云狂奔的身影上 赵小云用来逃跑的神通 虽然诡异 却瞒不过他 寂灭子雷 青瑶伸手指向一个地方 哄 一道水桶粗的紫色雷霆 瞬间冲了过去 赵小云正不要命的狂奔 忽然感觉到头皮一阵发麻 而后便看到一道紫色雷霆 犹如蛟龙 向自己这个方向而来 他赶忙停下脚步 砰 吱吱吱吱 紫色雷霆炸开 一条条雷蛇飞舞 距离赵小云不过二十步的距离 第八十四章 幻境 什么情况 这妖女竟然能看透神隐无踪状态的我 赵小云看着面前 被那一道紫色雷霆击出的深坑 在电流高温的作用下 坑壁通红 部分地方甚至已经变成了岩浆态 幸亏我停得快 赵小云倒吸一口凉气 奔跑状态下的他 可没有立地生根的百倍防御加成 若是被这一道雷霆击中 就算不死 也得佛光尽碎 总之逃不开一个死字 赵小云正心有余计 跑啊 你不是很能跑吗 怎么现在不跑了呢 一道玩味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赵小云下意识地转身看了一眼 却只看到一道白色魅影 妖女竟然在这 一个喘息的功夫 竟然无声 无息地追 把上来 看着妖女高高在上 俯视着自己的冰冷的眼神 赵小云弱弱地咽了一口口水 他在这妖女深山 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 坏了 这三品臭婆娘是真的难缠 赵小云心道一声 却见对方再次向他伸出了手指 指尖紫色电芒萦绕 散发阵阵恐怖的波动 眼见如此 赵小云只得再次发动 神隐无踪神通 向远方逃顿 然而 无论他往什么方向 总是被紫色雷霆挡下 而妖女的身影 也如复古之躯板 紧紧跟在他身后 无论怎么甩也甩不掉 两人就这样 一个在前方逃命 一个在后面紧紧跟随 将山谷搅了个天翻地覆 甚至让不少旁观修士 和天魔殿弟子 都被殃及吃鱼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又一次被紫色雷霆挡下之后 赵小云咬牙停下脚步 他现在有一种感觉 一种猫抓耗子的感觉 而他就是那只耗子 轻摇对他的追赶 更像是一种戏弄 一种嘲讽 凭借他现在的速度 无论往哪儿逃 根本甩不掉后面跟着的妖女 他真气虽然深厚 也经不住这么消耗 若是再继续这样下去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己真气耗尽 被妖女追上 或是丧身于那紫色雷霆之下 亦或是被他活活排成肉饼 总之 只有死法上的区别 正在赵小云思考 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 却听一道冰冷清烈的声音 再次从身后传来 臭和尚 别跑了 乖乖受死吧 轻摇冷声 眼中带着大仇得报的快意 看着赵小云狼狈的样子 堵在他心口的那股浓浓的怨气 竟然有了些许的消散 臭婆娘 你别得意 来人若有机会 我一定让你尝尝加法 赵小云人舒气不舒地回了一句 起码嘴上功夫不能落下风 听到这话 轻摇眼中闪过一抹怒色 又凝出一道雷霆 看来 只能往那个地方去了 形势紧急 赵小云没有做过多思考 找准一个方向 身形顿时消失在原地 而看着他逃跑的方向 轻摇眼中却闪过一道金芒 那个方向 是天灼大阵的核心 轻摇愣神的功夫 赵小云已经直冲冲向着天灼大阵核心区域 那被魔器包裹的方向冲了过去 看着 这一幕 轻摇回过神来 嘴角勾起 一 抹微笑 难难道 自寻死路 他再清楚不过 天灼大阵的核心是什么地方了 那里聚集着天灼大阵所有的魔器 用来消磨天魔狂士的封印 那里魔器的浓郁程度甚至到了 一般修士进入外围 就会陷入疯狂的地步 其最深处魔器恐怖程度 甚至连自己进入 也不可能完好走出来的地步 这臭和尚 虽然有几分本身 但毕竟只是个无品 冲入 这滔天魔器之中 只有死路一条 原本我抓到你 还要费些功夫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我便成全你 轻摇心想 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光泽 现在的赵小云在他眼中 就像是一只走投无路的老鼠 已经完全昏了头 他掐断思绪 直接动身跟了上去 这一次 他没有再阻拦赵小云的脚步 任由他冲入了大阵 核心部位的滔天魔器之中 自己则紧紧跟在他身后 身为三品妖王 外围的这些魔器 对他没有影响 只要不深入到核心部位 便安全无余 而赵小云不一样 无品 境界的他 只要稍微深入一阵 便会被滔天魔器沾染 思维混乱 陷入到疯狂之中 这时 他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将其拿下 想到这 轻摇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微笑 然而此时 两人一逃一追 很快便来到中部区 这里魔器的浓郁程度 就算是那些四五品的天魔殿修士 也承受不住 可臭和尚却跟个没事人一样 在浓郁道已经化物的魔器中奔跑 为什么他还没入魔 轻摇眼中闪过惊讶 这里魔器的浓郁程度 连他都感觉到了一丝不适 可那和尚依旧生龙火虎 半点没有入魔的意思 因为深渊和火凤王封锁消息的缘故 轻摇并不知道 此时赵小云身上有深渊宝骨 不然 他无论如何 都不会放任赵小云进入大阵之中 在轻摇略带惊讶的目光下 赵小云竟只想着最深处的地方逃去 我倒要看看 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轻摇一咬牙 直接跟了进去 核心最深处的魔器 已经有了叶 化的蛆 是 浓郁无比 的魔器 让轻摇眼前都出现一丝幻觉 他恍惚间看到了自己身处练妖骨 脚下踩着狼狈的赵小云 口中还吼道 妖女 你害我破剑 远处 七飞练妖塔颤抖着倒塌 深渊尊上带着被封印其中的三大天妖 十二天魔 冲向天际 向整个罪周 宣告妖魔之主的归来 轻摇恍惚地看着这一幕 口中喃喃 这才是事情原本的样子 不对 他骤然清醒 这里都是假的 轻摇勉强恢复一丝理智 这里魔器浓郁到 已经让他出现了幻觉 若是再待下去 很可能会让他失去理智 不行 我必须离开 轻摇转身必要离开 神殿扫过赵小云的方向 却发现 那家伙却跟个没事人一样 继续向里奔跑 眨眼便消失在神殿感知范围内 第八十五章 绝境 这怎么可能啊 轻摇眼中的震惊 如同潮水般奔涌而出 臭和尚不过是一个武品 而且还是佛修 怎么可能在天灼大阵最深处 这滔天魔物当中行动自如 轻摇不理解 不过 轻摇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迟疑 他的眼前再次出现幻觉 深知自己不能再在这里停留 于是只能转身向外飞去 一路来到外围 感受到理智重新回归 轻摇眼中闪过疑惑 这里魔器的浓度 连他都扛不住 出现了幻觉 武品的赵小云 却跟个没事人一样 这已经超出了 他所能力理解的范围 难不成他已经疯了 轻摇忍不住猜测道 可是那臭和尚一门心思 逃命的样子 又半点没有疯掉的意思 算了不管了 反正要不了几天 封印便会破碎 届时没了这些魔器 我看你这小光头往哪逃 轻摇思虑再三 也没想出什么头绪 最后干脆 决定不想了 如果这件事 发生在别人身上 他或许会疑惑好久 但是这是发生在那臭和尚身上 那家伙身上发生的奇怪事情 轻摇在练妖鼓的时候 就见过一堆了 破戒之后 非但不遭遇佛城 甚至还能突破修为 佛光鼎盛 总之 经过一系列的事情之后 轻摇对这些奇怪事情的接受程度 已经大大增加 不管臭和尚 如何免疫天拙大阵最深处的魔器 总之要不了几天 待封印破碎 尊上便会撤掉天拙大阵 这些魔器 自然 消失 戒时 那和尚 就算就算是 插 上衣 双翅膀 也难逃一死 轻摇很快便做出决定 而后便在这唯一的出入口前守护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核心区域最深处的赵小云 在确认那妖女没跟上来之后 终于停下了脚步 呼 终于甩开了 死里逃生的她 长出一口气 看着周围浓郁粘稠到 令人发指地步的魔器 赵小云眼中留过一抹思索 现在肯定不能出去 那魔女肯定在入口等着我 赵小云难难 她自然不会认为 现在逃过妖女的追杀 就万事大吉了 现在 她不过是凭借着深渊宝谷的能力 在这里苟延残喘一阵罢了 待几日之后 阵法封印破碎 失去魔器保护的自己 肯定还是难逃一死 赵小云站在原地 思索了好久 脑袋空空 始终没有想到 有什么好的 能解决眼下困境的办法 罢了 罢了 还是先去看看原生前辈吧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原生生前毕竟是二品境界的大能 说不定有什么办法 赵小云想到这 直接掐断思绪向记忆中断崖的方向而去 不多时 赵小云便感到脚下一空 到了 他运转佛念 托举自身 缓缓向下飘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终于看到了封印边缘的金色佛光 跟上一次来的时候相比 封印之外的佛光明显暗淡了很多 只剩下薄薄一层 而且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缓缓消融 唉 赵小云叹了一声 心情不由变得沉重几分 穿过佛光与魔器的交界 望为一眼洞窟内的景象 这里一如往常 元神前辈 您在不在 赵小云轻轻呼唤了一声 什么事 元神苍老的声音传来 紧接着 半透明的残魂出现在赵小云的眼前 可是外面遇到了困难 赵小云点点头 晚辈在尝试摧毁天拙大阵的时候 被天魔殿派来的一个三品妖王追杀 只能逃回到这里 他简略地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声音有些低沉 听完赵小云的讲述 元神眼神也变得暗淡下来 阿弥陀佛他低头念了一声佛号 看来这一切都是元法 最终是无法免去这一番劫难了 听到元神的话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袭上赵小云心头 现在他困在这里 且不说无法出去 就算是出去了 有那妖女在 自己也没办法摧毁天拙大阵 他眼中闪过一抹不甘 前辈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化解眼前的危机 就比如 我们不用死守着这处封印 想办法将天魔狂尸的尸体转移走 或者干脆想办法将他的尸体摧毁 不让妖魔得到 赵小云这段时间 也做过很多思考 既然天魔狂尸已死了 只留下一具尸体 那将这具尸体转移不就行了 干嘛非要放在这鬼地方封印 然而 在听到他这话后 元神缓缓摇了摇头二品之上的妖魔 已经点燃神火 在体内 结出灾厄之种 属于半部神仙境界 这种存在 无法被收纳进入储物空间 那将他们摧毁呢 转移的方案被否定 赵小云再次提出一个新的方案 一般的魔族留下的尸体 僧人们都是通过超度手段 完全摧毁 怎么轮到天魔狂尸就不行了 元神还是摇头 天魔狂尸早已经凝聚灾厄之种 即便已经死了 什么都不做 光是尸体 都会给一个地方带来无尽的灾祸 而我地藏佛门 现在传承的超度手段 只能超度三品以下 没有凝结灾厄之种的魔神 面对天魔狂尸这种等级的魔尸 只能用封印来镇压 让时间来消磨 元神语气平和地解释道 死 赵晓云倒吸一口凉气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知识 方 言整个罪周 三品之上的强者都 是凤毛 灵脚一般的存在 所以 像是这种涉及三品 以及三品之上的信息 流通并不广 即便在地藏佛门 这天下第一大宗门之内 赵晓云也没怎么听说过 然而 赵晓云并没有感到新知识的兴起 反而感到一股沉重的压力 无言的压力是 如同一座巨石 压在他心口 让他产生一种喘不过气的憋门感 他皱起眉头 难道三品之上的魔身 就是无敌的 连地藏王菩萨都没有办法吗 自然不是 原身难难 枯黄的双眼中 极为罕见的 闪过一抹亮光 传说 地藏王菩萨的传承之中 有一秘术 名为度厄 乃是度化法门的晋升之法 可以度化 消解天魔狂师的尸身 度厄之术 原身只是从传说中听说过而已 具体法术 乃是传承之秘 只有传说中的地藏王传承者 才可能习得 即便放在外周 也只有那些顶尖传承当中 才会有类似秘术 很不幸 他们地藏佛门 虽然一直以地藏传承人自居 却没有核心传承 甚至到了他这一代 都有人怀疑 地藏王传人 是否只是传说而已 传承石碑 在地藏佛门内放了千年 十几代人 无数僧众前去领悟 却没有一个成功的 更加深了这种猜测的可能性 第八十六章 该我出手了 渡厄之术 听到原生的话 赵小云眼中 闪过一道惊讶的光芒 前两天自己突破的时候 当从地藏法身经当中 领悟了一门神通 正好也叫做渡厄 没错 正是渡厄之术 原生点点头 如也是地藏佛门的人 应该知道 地藏王菩萨 当年离开罪州 曾经留下地藏法身经的传承 传说领悟了这门功法的人 便是地藏王菩萨的传人 可惜 几百年了 从来没有人能力领悟成功 原生声音中带着惋惜 没有见过地藏王传承 也是他心中的一件遗憾 而跟他满脸失落不同 赵小云在听到这番话后 眼中直接闪过一道金光 前辈 您是说 只要有渡厄之术 便能渡化天魔狂尸残留的尸身吗 赵小云眼中带着激动 原生微微点头 没错 我曾经在一位前往外周 游历过的大德游记中看到过 渡厄之术 可以渡化三瓶以上 天魔留下的灾厄之种 建立之初曾经派出去很多的高僧大德 前往外周游历 他们留下的游记 随笔 乃是很多后人了解罪州之外世界的唯一同胞 前辈 实不相瞒 晚辈现在所修行的正是地藏法神经 赵小云开口 运转地藏法神经 身后凝出一个缩小版的地藏王法像 地藏王法像出现的瞬间 一股玄妙的气息 伟岸 神圣 宏大 刹那 充斥了整个洞窟 而原生的眸中也闪过一抹震惊之色 地藏王法像 原生一眼就认出了赵小云的法像 正是地藏王菩萨 虽然只是一缕残魂 很多记忆都已经遗失 但地藏王的形象 深深烙印在每一个地藏佛门弟子的心中 一千年了 一千年了 原生口中喃喃着 浑浊的双眼闪着不可置信的光芒 他原以为 此生永远无法再得见地藏传承 却没想到 在这最后一缕残魂即将消散的时刻 竟然等来了 他半透明的身躯开始微微颤抖 仿佛风中飘摇的烛光 下一秒便会熄灭 不过 很快 原生便控制住了情绪 阿弥陀佛 他念了一声佛号 而后用一种莫名感慨的眼神 看着赵小云 看来这一切都是注定的原法 我佛慈悲 不忍罪周亿万生灵涂炭 才指引 你这位地藏传人来到老那面前 原生感叹一句 赵小云心知肚明 自己这地藏传人身份是冒牌货 但却不能在这个时候说出来 只能陪着原生念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原生很快便回过神来 看着赵小云 时间不多了 我送你进入封印当中 你速速将天魔狂尸身体度化 云心一定不负前辈重托 赵小云郑重地点了点头道 就见 原生残魂猛的一挥手 虚空中出现一个一人高的漆黑门户 森森魔气透出 诡异无比 宛如通往九幽地狱的通道 我只能留存三天 三天之后 封印便会自动打开 届时 一切就都靠你自身的原法了 原生一脸郑重地嘱托道 赵小云微微点头 晚辈明白 而后便依然向漆黑门户的方向走去 但在一只脚迈入门户内的时候 赵小云忽然停下了脚步 他转头看向原生 问道 前辈 此去可能便是永别 不知前辈有何心愿 晚辈若度过此劫 一定帮前辈完成 听到赵小云的话后 原生残魂明显一愣 随后嘴角勾起一抹怅然的微笑 我等都是出家人 不沾因果 不染红尘 何来什么心愿说到这 原生声音一顿 眼中闪过一抹迟疑 不过若你有心 便将我这一颗舍粒子 带回佛门吧 说着 原生残魂 对着远处悬浮在他尸身之上的舍粒子一招手 舍粒子瞬间飞到赵小云的面前 这舍粒子当中 还残留着我生前的部分力量 你且收下 待日后遇到什么问题 也能助你一臂之力 多谢前辈 赵小云接过舍粒子 郑重地道 在下一定不负前辈所托 将舍粒子送到万佛塔内 永受供养 道别原生之后 赵小云毅然决然地 走入了漆黑门户当中 一步踏入其中 天地转换 直到一阵腥臭之气 涌入鼻腔 赵小云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来到一片被迷雾包裹着的空间之中 这些雾气 都是精纯的魔器幻化成 透过这些魔物 依稀能看到 一根根无比巨大的金色锁链 穿透整片天空 共同向远处某个地方而去 赵小云顺着锁链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个方向是一处巨大的山峰 天魔狂尸应该就在那山脉当中 赵小云没有犹豫 当即想着山脉的方向赶了过去 然而 等他靠近之后这才发现 这那里是什么山脉 而是一只无比巨大的黑色巨尸 浑身上下仿佛黑玉一般 熊熊的黑色魔艳组成了尸踪 虽然已经毫无生命气息 但是依旧向外散发着浓浓的狂野气息 这就是天魔狂尸的尸体 太大了吧 赵小云眼中闪过惊讶 单单站在这具尸面前 他便感觉自己 就像是一只蝼蚁一般渺小可怜 光这尸体 就给他一种不可战胜的感觉 可以想象 当初原神等人为了镇压他 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幸好已经死了 若是活着的话 恐怕一百个 我都不够这家伙在的 赵小云定了定神 紧接着便按照 《地藏法神经》当中所记录的一样 开始按照自己的要求 施展度厄之术 他盘坐在地 手中截出一个繁杂印记 放在胸前 口颂真诀 顿时 印记释放出玄妙的金光 映向天魔狂尸 被金光照射到的地方 腾起森森魔器 而后如同冰雪一般消融 同时 赵小云感受到 自己修为开始缓缓增加 度厄之术 可以将度化的魔器 转化为修为 反馈己身 有效果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这般反应 证明他的度厄之术 的确对天魔狂尸有效 虽然有效 但是这速度 却并不容乐观 赵小云无奈 只能在心底期盼 能在三天之内 将任务完成 第87章 天智圣僧 而与此同时 外界 在赵小云进入封印的刹那 天灼大阵核心部位的魔器 忽然剧烈涌动 魔器翻滚 黑云席卷 守在入口处的青鸟 看到这一幕后 鹅眉微醋 里面发生了什么 该不是臭和尚 在里面搞出什么幺蛾子了吧 他忍不住猜测 毕竟此时距离赵小云进入天魔大阵之后 还不足一个时辰的功夫 天魔大阵就出了如此一场 此刻 他一颗心悬了起来 毕竟天灼大阵 涉及深渊大人的计划 若是真出了什么情况 他难辞其咎 或许我真不该将这家伙 放进去轻摇心底 暗自叹息一声 眼中闪过一抹焦急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好 一声威严的吼声 带着凶悍的气息 从大阵核心处 最浓密的位置传了出来 带着一股射人心魄的凶悍之气 向山谷内扫荡过去 这个声音 轻摇眼中闪过一抹警慎 眼前这个声音 竟让他也产生了一丝恐惧的感觉 这种感觉 轻摇非常清楚 是有在修为品阶 超越自己的存在身上感受过 该不会真的搞砸了吧 轻摇心中生出一声忐忑 而就在这时 天边闪过两道身穿黑袍的亮影 正是天魔殿的两位圣女 两人静止落在轻摇身后 太好了 是天魔狂尸的吼声 苏玛声音中带着激动 孙上曾经说过 天魔狂尸的吼声 是封印即将破碎的征兆 听到苏玛的解释 轻摇微微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他一双凤膜微微眯起 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真是天助我眼 他心中说道 只要封印一破碎 这些魔器便会消散 届时那臭和尚 就算有万般本事 也难逃一死 轻摇心想着 却听苏玛姐妹问道 轻摇姐姐 封印即将破碎 可是天大的好事情 我们这就去向深渊大人报喜 轻摇点了点头 去吧 这里有我在 没人能破坏天竹大阵 苏玛姐妹道谢之后 便向帝都方向飞去 此时 时间已经来到清晨 天色微亮 明亮的朝阳自天空洒落 给黑风山印的美轮美奂 帝都承熙奢华府邸当中 深渊微闭的眼睛轻轻睁开 转头看向黑风山的方向 封印破碎 只需三天便可完全开启 他口中喃喃 随即望向东方 瞳孔一下变得漆黑如墨 传统了万里距离 瞳孔之内 隐隐倒映出一道枯瘦的身影 穿着朴素的僧袍 虽步伐缓慢 但每一步都跨越数百米的距离 正向成国的方向而来 若是赵小云在此 定然能一眼认出 这位枯瘦老僧 正是地藏佛门之内 隐藏的天字被圣僧 天智圣僧 此时 天智忽然停下脚步 望向天空 仿佛是感觉到 有人窥探自己 眉头一皱 伸出一根好像枯萎树枝一般的手指 轻轻一点 咔嚓 深渊眼中的画面顿时消散 臭和尚 感知还挺明淡的吗 深渊吃笑 虽然这次探查只持续了一瞬 但已经获得了他想要的 天智老僧的位置信息 赵老和尚的速度 想要赶到黑风山 至少需要四天时间 等他赶到 本尊早已经将天魔狂尸全部吸收 有了他的灾厄之中 我便可以发挥出一些二品的威能 到时候定要让他好看 深渊心中想着 嘴角勾起一抹阴侧的微笑 这句天魔神原本拥有二品的实力 但是在跟地藏王一战后 他凝聚出的灾厄之种被打碎 这让天魔神的能力大打折扣 而现在 只要吸收了天魔狂尸的灾厄之种 便能用出一部分二品能用的手段 到时候 他有信心 让那天之老僧有去无回 想到这 深渊南南说起来 本尊倒要感谢那小和尚 送上这一份大礼 到时候 该怎么处理他比较好 深渊口中南南 眼中闪过莫名的光芒 时间悄然流逝 接下来几天 因为赵小云被困在天灼大阵核心当中 无法出来捣乱 黑风山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稳定 不过 其中却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原本声名确起的张三监工 却在那一夜之后 莫名消失了 无影无踪 连尸体不找不到 有人说张三死了 也有人说张三逃了 不过 这些对黑风山所有人来说 并不重要 虽然这家伙的经历堪称传奇 给人留下不少的印象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 张三不过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 除了李鹏林 这家伙刚跟着张三没过几天好日子 就被打回了原形 重新成为那个被所有人鄙视 嘲笑的废柴 甚至还因为之前的经历 受到不少人的报复 就这样 时间匆匆流过 三天后 黑风山 天魔狂尸封印之内 无品巅峰了 赵小云长出一口气 结束了内饰 杜饿之术 无愧出自地藏王之手 这三天下来 杜化天魔狂尸提供的修为 顶得上他修行一年了 而不出意料的 他的修为 也从无品中期 突破到了无品巅峰 常人想要到达这个境界 至少需要几十年的苦修 而赵小云从九品到现在 仅仅只用了三个月不到 这个修炼的速度 如果说出去 恐怕要惊掉所有人的下巴 然而 无品到四品 却也是一个极难突破的瓶颈 因为突破到四品 需要将自身翼 推变为神念 翼的离体范围不超百米 而神念可以突破一的极限 覆盖树里的范围 并且神念还会随着修为的增加增加 覆盖范围也能提升到几十里 几百里 乃至成千上万里 传言中 天上的仙佛 神念甚至可以覆盖一整个大洲 洞察这一洲所有的事情 既然是蜕变 自然没有那么容易 需要一定的机缘 寻常修士在这里卡上几年 乃至十几年 都是稀松平常的事 赵小云虽然修为足够了 却也不能免俗 须得走过这一关 才能突破至四平 现在想突破的事情 是不是太早了 还是想办法 将眼下这一关度过再谈也不迟 第八十八章 我天魔狂狮回来了 现在 他被困在封印当中 外界还有那发疯的妖女 在死死地盯着他 现在想突破 还是太遥远了 赵小云摇摇头 驱散无聊的思绪 将目光转移向前方 原本如山脉一般 宏伟的天魔狂狮的尸体 已经尽数消失 只剩下一个手掌大小 通体漆黑 营绕着不祥气息的玉珠 散发自灿灿的光芒 仿佛一颗魔童般 倒映着赵小云的躯体 光是看上两眼 赵小云就感觉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不想赶如复古之躯般 爬满全身 这到底什么鬼东西 为什么无法度化 看着面前的这一颗漆黑的玉珠 赵小云眉头紧皱 天魔狂狮其余部分 度化得非常快 唯独这一颗圆珠 赵小云想尽了办法 始终奈何不得 而且 他能感觉得到 这颗珠子 才是天魔狂狮 尸身真正的精华所在 原因无踏 这颗黑玉珠之上萦绕的魔器 甚至超过了当初深渊宝骨 足以见得 此珠的不凡 赵小云忍着身上的不适 靠近这颗珠子 眉头皱了起来 已经过去三天时间了 封印撑不过今天 实在不行 先将这珠子 收进系统空间 等过了这茬再研究 赵小云思索了一阵 随即便做出了决定 伸手准备将这珠子 先纳入系统空间当中 然而 就在他的手 刚触碰到旗上的时候 这颗圆珠突兀地 消失在他的眼前 紧接着 他便感觉到 这圆珠出现在了 自己的石海之中 就在地藏法身经 本体的脚趾之下 他怎么自己进去了 赵小云疑惑 可还没等他搞明白 怎么回事 却听一道嚣张的笑声 默然响起 哈哈 我天魔狂狮又回来了 伴随这一道声音 石海当中的黑色圆珠 忽然弥散出滔天黑雾 化为一只威风凛凛的雄狮 雄狮眼中 带着奸诈 凶利 以及满满的得意 天魔狂狮 你没死 赵小云惊讶 他一直以为 天魔狂狮死了 哼 本尊身躯虽死 但魔魂不灭 一直寄生在这厄运之中当中 你们果然重计 打开了封印 天魔狂狮的声音 透着洋洋得意 他身躯是死了不假 但身为一位二品天魔 怎可能没两样保命的手段 他早早地就将魔魂寄生在厄运之中上 苟了下来 想到这 天魔狂狮眼中流出一抹贪婪 你的这具肉身不错吗 老子要了 说着 他周身释放出无尽的魔器 向石海四周喷涌去 试图抢占这小和尚的石海空间 罗舍为己用 赵小云明眉 他当然听说过罗舍的大名 但亲眼见还是第一次 没想到这第一次 直接发生在自己身上 小子 不要反抗 乖乖成为我的傀儡 待本尊突破封印 重获自由 还能让你苟活一阵 若是反抗 本尊定要你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天魔狂狮冷声威胁 言谈之中 已经将赵小云 当成了案板上的肉 可以任由自己宰割 而就在这时 如是我闻 一道宏大的声音传来 如同黄中大吕 带着悠悠轰鸣 汹涌的魔器 在这一生的抵挡之下 顿时消散 天魔狂狮傻了 只觉得灵魂深处 传来一阵惊惧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 这才发现 自己所处的地方 竟然是一尊巨佛的脚下 而那尊巨佛 此时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眼眸低垂 一只巨手 已经高高扬起 这是 地藏 不对 这是佛门真经 是地藏法 话音未落 剧长已然落下 哄 犹如拍死了一只苍蝇 赵小云只感觉 石海顿茶那安静了下来 剧长收回 依旧端坐在石海正中 神圣祥和 宝香庄严 仿佛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卧槽 牛逼 赵小云内心惊叹 他属实没想到 系统赠予他的 地藏法神经 竟然还能防止别人夺射 这次可真够险的 差点就栽了跟头 赵小云心有余悸地说了一声 然后将目光转移到 被地藏法神经拍死的 天魔狂尸的地方 却发现 那里只剩下一颗 通体漆黑的厄运之种 这玩意不能挪出去吗 灾厄之种 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玩意 就这么留在自己石海当中 终究不是个事 必须得想办法 将这玩意丢出去 赵小云抬头看了一眼 地藏法神经 心中提起一丝勇气 小心翼翼地靠近 却发现 此时的厄运之种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与之前无二 但却没有了那股 让人挤背发凉的诡异感 难不成是因为 天魔狂尸被拍摄的缘故 赵小云猜测着 亦是向那灾厄之种 包裹了进去 然而下一秒 一股莫名的吸引力传来 紧接着 一股庞大的信息涌来 竟然能是天魔狂尸的记忆 一幕幕画面 如同无声的电影般 在赵小云眼前流过 与此同时 他身上开始产生一股玄妙的 仿佛破茧重生般的变化 如果有外人在这里 定然能一眼认出 这是意念 蜕变为神念的过程 是修饰突破四品的征兆 哄 毫无征兆的 赵小云身上 忽然传出一声暴鸣 身上的气势开始疯涨 眨眼间 便暴涨到了四品的境界 与同水平的修饰持平 等赵小云再次睁开双眼 眼中默然流过一抹沧桑 仿佛跨过无数岁月 见证沧海变桑田一般 他刚刚吸收了天魔狂尸的记忆 意念之力 在这个过程中 蜕变成为了神念 修为顺水推舟的 来到了四品 呼 赵小云检查完自身 嘴角勾起一抹苦笑 原以为突破四品 要好好费一番功夫 没想到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突破了 我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 他目光中流出一丝感慨 不过 修为的提升 还算是次要的 要说 他这次收获最大的 还要数 赵小云下意识 将目光放到了身前 漆黑如墨的圆珠之上 这是二品天魔的力量源泉 灾祸的与邪恶的代表 灾恶之种 第八十九章 灾恶之种 根据天魔狂尸留下的记忆 赵小云明白了一些灾恶之种的功用 就比如 可以调用灾恶之力 可以影响某一个人的气韵 让他短时间内陷入倒霉 遭遇不祥 当然这只是 灾恶之种的一些初级用法 这东西真正恐怖的是 可以给某个地方带来瘟疫 地震 火灾 洪水 等等灾恶 拥有让一片区域 彻底沦为人间地狱的能力 灾恶所造成的痛苦 绝望 等负面情绪 会转过头来增强自身的实力 正是因为此 所以 地藏王出现之前的罪周 才会出现十二天魔 有这十二天魔在 罪周天灾不断 祸乱绵延 被称为人间炼狱 可是一点都不夸张 这也是为何到了现在 亦有天魔现实 地藏佛门和其他各大势力 无论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 也要将其击杀封印的原因 因为灾恶之种这东西 祸害太严重 不过 这些天灾级别的灾恶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 起码要有足够的魔道修为才行 但赵小云全身的福道修为 跟灾恶之力相冲 所以 这玩意的大部分功能 他都没法用 而他也没打算真的去用这东西 加上受了这么多年的佛法熏陶 怎么可能 会用这么邪恶的东西呢 想到这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坚毅 我赵小云发誓 以后做人就要堂堂正正 绝不动用灾恶之种的能力 除非 除非忍不住 开玩笑 灾恶之种 这种可以影响人气运的东西 怎么可能不用呢 赵小云撇撇嘴 心想着 以后看谁不爽 就用灾恶之力 让对方倒霉 只不过 现在的灾恶之种 因为天魔狂狮 被封印了五百年的时间 所存留的灾恶之力 已经所剩无几 看来得想办法补充一下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思索 随即便转成为难 补充灾恶之力 需要收割痛苦和绝望 就要让更多人绝望 他赵小云虽然懒了一点 嘴馋了一点 好色了一点 但毕竟是出身蓝猩猩社会 底子里 还是那个五讲四美的好青年 他有自己的底线 罢了罢了 想这些没用的干什么 还是想想 封印破碎之后 如何从那封妖女手下逃命比较好 赵小云掐断了思绪 开始谋划出去之后 如何行动的方略 而与此同时 外界 天拙大阵核心之前 青瑶 苏家姐妹 以及天魔殿一众长老 全部聚集在此 街都静静地看着 站在前方一道身穿青袍的儒雅身影 目光中带着崇敬 能让他们这么尊敬地 在整个帝都 乃至整个罪州 只有一位 深渊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眼神微微眯了起来 时间差不多了 他喃喃地开口 声音落下的瞬间 却听咔嚓一道清脆的响声传来 众人见面前的魔物 剧烈翻涌起来 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一道声音 封印终于要破碎了 提前恭喜尊上 获得自由之身 没错 只要您得到天魔狂尸的尸体 恢复自由 有您的领导 我足复心大业有望 听着耳边众人的马屁声 深渊嘴角微微翘起 他没有说话 但脸上的得意之色 却是怎么也掩盖不住的 相比较吸收天魔狂尸 带来的那点实力上的提升 他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恢复自由之身 只要恢复自由之身 自己便能亲自出手谋划 实现自己覆灭地藏佛门 推倒炼妖塔 夺回半具躯体 重回巅峰的野望 四瞬间 远处虚空之中 出现一个个无形漩涡 将天灼大阵核心聚集的所有魔器 全部吸纳了进去 启禀尊上 这时 清瑶忽然站了出来 封印缺口已现 属下愿帮您去探查一下情况 清瑶主动请应 要帮深渊前去封印深处 探查一下情况 但其实 他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想先一步抓到那臭和尚 亲手将其杀死 然后千刀万剐 最后抽出神魂 放在九幽明火焰上焚烧万年 面对清瑶的请求 深渊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 可 他自然看出了清瑶对那和尚的恨意 故而出声提醒道 不过 抓到那和尚之后 你可以折磨 但不能杀他 我留置还有大用 云星和尚身上绝对有问题 不仅免疫佛成 还完全融合炼化了他的一块宝骨 最关键的 对方竟然能自由出入炼妖骨 不受地藏大阵的限制 深渊有预感 自己覆灭炼妖骨的希望 就在这小和尚身上 因此 吸收了天魔狂师之后 下一步计划 便是抓住对方 他自信 有一万种办法 让对方说出 可以自由进出炼妖骨的秘密 属下明白 清瑶身吸了口气 眼中闪过一抹微不可查的不甘 但很好地被掩藏了下去 随后 他直接冲向远处 神殿覆盖下放大地 搜索赵小云的身影 封印破碎 原本被天灼大阵聚集的魔器 全部被吸进封印当中 清瑶神殿没了阻碍 直接将整个核心区域 全部包裹了进去 然而 神殿扫过之后 却连那和尚的半点影子都没看到 这怎么可能 清瑶眼中闪过一抹惊诧 这三天来 他一直严密监视着入口 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连一只苍蝇都没有放过 而那小和尚 怎么可能在他的眼皮底下逃走 清瑶不可置信地再次动用神念 扫过几遍之后 结果还是如之前一样 没发现对方的半点踪迹 该死 真让这家伙跑了 清瑶银牙清瑶 眼中闪过一抹忧愁 这臭和尚当真诡异的景 被困在天灼大阵核心当中 竟然也能离开 不过 这次 清瑶接受得很快 又几次搜寻无果 他只能接受了这个事实 毕竟赵小云给他的惊讶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他甚至已经习惯了 回到入口 清瑶他惭愧地向深渊道 尊上 属下无能 没能寻到那臭和尚 深渊听到这话 微微挑眉 扫了他眼 道 无妨 带本尊吸收了天魔狂尸 那和尚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也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第九十章 我那么大一个天魔狂尸哪去了 深渊自信地道 拥有灾恶之种的天魔身 和没有灾恶之种的天魔身 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东西 只要他得到天魔狂尸的灾恶之种 动用灾恶之力 甚至都不用自己去找他 就能让对方乖乖走到自己面前 这就是灾恶之力的强大 而这 对于全盛时期的深渊来说 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罢了 全盛时期的他 手底下有十二天魔 灾恶之种这东西 他都看不上眼 如果不是地藏 一想到自己在地藏王那贼 突离手底下吃扁的一幕幕 深渊就气不打一处来 赶忙摇摇头 将这些无关紧要的杂念 全部抛出脑后 回到现实 他看了封印深处一眼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里面闪过一道寒光 魔气消散得差不多了 而等可随我一起前去 见证着荣耀的一刻 深渊铿锵枪有力地说道 随后大踏步向封印方向而去 青瑶和天魔殿众人见状 赶紧跟在他身后 一同向内而去 与此同时 这玩意儿不是应该向外飘吗 怎么还倒灌回来了 赵小云眯着眼 顶着魔气形成的狂风 一手捂住口鼻 向出口方向摸索 这些涌进来的魔气 带着浓浓的腥臭 顺着缝隙使劲往鼻腔里钻 让他恶心不已 最终 他还是撑起佛光 才勉强将大部分魔气挡在身外 确定方向之后 他倾壳两声 煞时运转神隐无踪 便向出口的方向而去 很快 他便在漆黑一片的封印当中 看到一个封口 无尽的魔气 正通过这个封口 灌入封印之内 走 赵小云煞时欲起神念 顶着疯狂涌入的魔气 飞出封印之外 可可嗨 猛咳了几声 这魔气劲太大了 一般人真顶不住啊 而就在这时 却听一道冰冷的男声传来 什么人 赵小云赶忙抬起头 向声音传来的地方望去 却看到一个紫青长袍的中年男人 正一脸冷酷地盯着自己 在他身后 还有一道令他熟悉无比的 风华绝带的身影 妖女 赵小云惊呼 那风华绝带的白色身影 正是之前追杀他一夜的妖女 而在妖女之后 还有两个头戴天鬼面具的熟面孔 正是之前对他为以重任的两个天魔殿圣女 后面一群天魔殿的长老 正一脸惊讶地看着自己 完了 当初狼窝又入虎穴赵小云眼角抽动 臭和尚 是你 看到熟悉的面孔 青鸟也惊呼出声 眼中寒光四溢 杀气顿气 张三 苏家姐妹也惊呼一声 既然你同时开口 场面一时间变得有些尴尬起来 青鸟大人 他就是你说的臭和尚 最终打破尴尬的是苏默 他吃惊地看着 从封印中爬出的张三 语气中带着一抹不可置信 他对张三那日大骂地藏王突破的一幕 记忆犹新 有意将其纳入天魔殿中重用 这几天稳定下来后 他派人去寻过这家伙 却得知 这家伙很有可能死在了和尚来袭的那天夜里 原本他还有些惋惜 这样一个良才 说死就死 结果转天这家伙就出现了 而且还是从封印破口中爬出来的 而据他所知 这些天唯一进过封印的 只有那个地藏佛门的臭和尚 没错 你们刚刚叫他张三 难不成你们认识他 听到轻摇冰冷的声音 苏木尔咽了咽口水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不认识 我们怎么可能认识这臭和尚 对对对 他只是跟我们认识的一个叫张三的人 长得很像罢了 苏木尔也在一旁应声说道 这时 赵小云回过神 从地上站起身 对着他们招了招手 你们聊 我 我走了哈 说着 便要发动说神隐无踪 臭和尚 哪里逃 青瑶哪里会给赵小云逃跑的机会 眸中寒光一领 顿时追了上去 看着两人一个逃一个追 深渊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有点意思 大人 要不要我们帮青瑶大人一起去捉拿那臭和尚 苏木尔 弱弱地问了一声 不用 深渊摇摇头 青瑶一个人足以对付他 你们跟我一起进入大阵 待会儿在我吸收天魔狂尸道时候 替我护法 属下明白 紧接着 深渊将目光放到眼前的封印缺口 心道一声 自由之声 我来了 而后便进入了封印之中 此时 封印之中被魔器充满 但跟其他人对魔器感到不适和厌恶不同 深渊乃是星魔神 魔器对他来说就像是水跟鱼的关系 越是魔器浓郁的地方 他越是喜欢 他身躯瞬间变化 从之前的儒雅中年 变成了星魔神原本的样子 黑雾弥漫 恐怖神秘 深渊环顾四周 想找一下天魔狂尸尸体的方位 天魔狂尸 身为二品天魔 留下的尸体应该庞大无比 宛如山脉一般 很好寻找 可是深渊这一圈环顾下来 除了漫天魔器之外 和无尽的黑暗之外 什么都没看到 难不成是在封印更深处 深渊心中猜测一声 随即便想向封印深处飞去 开始寻找天魔狂尸的死去的尸体 然而 一圈飞行下来后 让深渊始料未及的情况出现了 整个封印他都逛遍了 可是空间内 空荡无比 别说天魔狂尸 庞大如山脉一般的尸体 就是天魔狂尸的一根毛 他都没有看到 深渊脸上 第一次出现迷茫 我天魔狂尸呢 我那么大一个天魔狂尸哪去了 如果心魔深有嘴 深渊的嘴 已经张成了欧字形 不过很快 他便反应过来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刚刚云星就是从封印中爬出来的 只是当时他以为 那家伙只是在逃跑的时候 被魔器席卷了进去 但是现在看来 情况并非那么简单 第九十一章 不愧是深渊大人 外界 苏莫和一众天魔店的长老弟子 严阵一带 以防有人打扰到深渊 吸收天魔狂尸 不过 他们也都关注着远处的战局 面对逃跑的赵小云 轻摇顾忌虫尸 连着扔出几道紫色雷霆 这几道雷霆 在半空中交织 形成一张电光牢笼 密不透风 向赵小云头顶覆盖 不好 赵小云感受到 这雷霆中蕴含的恐怖威力 顿时知晓 如果不用立地生根的话 自己肯定要被这雷霆中伤 于是赶忙停下了脚步 双手撑起璀璨佛光 同时立地生根发动 一股厚重如山的玄妙之感 覆盖全身 仿佛与大地融为了一体 雷光牢笼 此时也落了下来 却听轰 得一声轰鸣 大地的剧烈摇颤 远处直接变成了雷电的海洋 这般威势 被远处的苏家姐妹 和一众天魔店长老弟子 所感知到 好恐怖的一击 若这一击打在我们身上 恐怕一百条命都不够死的吧 但是诸位长老 挨伤这一击 也是必死无疑 天魔店众人 望着远处恐怖的一幕 无不惶恐 这下那和尚肯定必死无疑了 上次这家伙 逃入了天卓大阵核心 让他侥幸存活了一命 这次可不会这么容易的 就让他逃走了 苏莫硬声说道 一旁的苏莫也忙开口 死得好 竟然敢骗我们姐妹 就这么轻易地死了 真是便宜他了 在得知 张三就是他们恨不得千刀万剐的 那个臭和尚之后 他们两姐妹就像是吃了苍蝇一样 要知道 张三可是他们两个一手提拔起来的 甚至苏莫 还有将张三吸纳 进入天魔店的想法 若不是青瑶出现 他们两个 恐怕还被蒙在鼓里 所以 他们两个 可能是除了青瑶之外 最恨赵小云的人了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赵小云必死无疑的时刻 雷光消散 却见远处 赵小云的身影昂然而立 周身佛光赤胜 望着周遭 逐渐平定下来的电流 这就结束了 赵小云的眸中 闪过一抹惊讶 看到刚刚那漫天的紫色雷霆 他以为自己肯定遭到重创 然而 情况却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刚刚那一道雷劈下来 却稳稳地被挡住 甚至连佛光都没有被消耗 难道是因为我突破的缘故 让防御力也增加了 赵小云猜测 心中底气大大增加 而半空中 青瑶看着下面完好无损的赵小云 眸中闪过一抹震惊 这怎么可能 他倒吸一口凉气 之前 自己一道紫色雷霆 就能消耗他不少佛光 而现在 自己几道雷霆组成的牢笼 竟然没破开这家伙的防御 而这才仅仅过了三天 防御力怎么变得这么强 妖女 这下你没办法了吧 赵小云有了底气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看着半空中的青瑶调侃到 声音中没了恐惧 休要得意 青瑶被他这一声换回现实 银牙青瑶 只见再次凝出雷霆 轰轰轰轰 连续几道雷霆 带着沙气落在地上 将赵小云周遭区域 尽数化为一片焦黑的毁灭之地 可是 赵小云却依旧跟个没事人一样 甚至每落下一道雷霆 还不忘嘲讽到 就这点威力吗 不够给我挠痒痒的 力气大点 没吃饭吗 如此场景 让远处观战的天魔殿众人 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这 这家伙还是人吗 青湖王大人的雷霆 竟然伤不到他半分 一定是我眼花了 短短三天 这和尚 怎么跟换了个人一样 原本众人都以为 赵小云肯定死在了 青瑶的恐怖雷霆之下 可这一番看下来 这次竟然跟个没事人一样 难不成这和尚 其实是某个圣僧 之前的武品 和被青湖王追杀 都是假扮的 这下完蛋了 若是青瑶王都 奈何不了他 我们岂不是 天魔殿众人 变得人心惶惶起来 不用怕 这时 苏玛忽然出声 安抚众人 我们还有深渊大人 深渊这位妖魔之主 虽然不是巅峰状态 但毕竟是曾经统育过 罪州无数岁月的恐怖存在 镇压一个臭和尚 绝对是易如反掌 更何况 这位 还吸收了天魔狂尸 实力肯定更加强大 所以 知道等到深渊出现 眼下一切问题 都将迎刃而解 大人正在吸收天魔狂尸 只要我们能拖到 他老人家吞噬成功 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苏玛冷静地出声 就在他刚说完的时候 却见一道身影 从封印缺口处 一跃而上 深渊大人 苏玛看到来者 眼中闪过一抹惊喜 深渊大人 不愧是深渊大人 吸收一个二品强者 竟然只用了一炷香不到的时间 想到这 他当即跪倒在地上深渊道贺 恭喜尊上吸收天魔狂尸 重回巅峰 指日可待 其他人见状 也学着苏玛的样子 跪在地上 拍起深渊的马匹 尊上果然厉害 竟然这么快就吸收了天魔狂尸 大人 吸收了天魔狂尸 感觉气质变得更加高深莫测了 是啊 看到大人 属下只感觉心惊胆战 有大人在 任那和尚再厉害 也翻不起什么风了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称赞着 然而 面对他们的道贺 深渊却一言不发 这让场上的氛围 一时间醒得有些尴尬起来 苏玛心道一声奇怪 微微抬起头 却发现深渊一张脸黑的可怕 眼神中透露出的阴冷气息 仿佛能将空气冻结 这是怎么了 苏玛眼中疑惑 深渊期盼吸收天魔狂尸 已经很长时间了 此时心愿达成 应该很开心才对 怎么却阴着一张脸 苏玛眼中流出不解 却也不敢开口询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只能尴尬地待在原地 等待深渊的命令 但就在此时 却听深渊道 清渊把那和尚抓回来了没有 听到这句话 苏玛赶紧起身 指向清渊和赵小云交战的方向 当然 那和尚诡异的井 一身防御恐怖如斯 连清渊大人都奈何不得 深渊看向他手指的方向 依稀能看到 清渊的身影悬浮在半空 一对丰满剧烈起伏 第九十二章 天狐焚日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家伙的防御力 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强大了 清渊不断喘息 他连续使用了诸多手段 可却始终没能耐何得了这和尚 甚至连他自己的真气 都出现了短暂的空虚 清渊凝眉 一边补充着灵力 一边心惊道 怎么不打了 我还等着你 给我松松筋骨呢 赵小云大声笑道 当然 这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 他如此强大的防御 全是立地生根带来的 而想要维持立地生根 就只能站在原地 一旦离开 失去立地生根带来的保护 他连妖女的一道攻击都扛不住 但是一直站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 立地生根也是要消耗真气的 以他现在的状态 最多维持一天的功夫 超过这个时间 自己真气枯竭 便无力继续维持立地生根 一天时间 他可不敢保证 地藏佛门的支援 能不能在这个时间到来 如果来不了 那他可就完蛋了 而现在 他能做的 也就是嘲讽嘲讽妖女 和天魔殿的人 最好能让对方投鼠忌器 给他机会离开 所以想到这 赵小云掐断思绪 肆无忌惮地打量了妖女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微笑 妖女 你干嘛 对我这么大的恨意 在练妖鼓的时候 一听到练妖鼓三个字 轻咬脸色顿时大变 眼中闪过一道领光 大吼一声 住口 凭什么 赵小云毫不客气地还嘴道 中闯的练妖鼓 也是你主动给我送鸡翅 本来我都要走了 结果你非要 臭和尚 你够了 轻咬愤怒的一声 打断了赵小云 同时身上升起危险的气息 练妖鼓的事 是他心底的一块逆鳞 自己堂堂青狐王 放眼整个罪周 都是鼎鼎有名的存在 去魅惑一个只有九品境界的小和尚 就不说什么了 结果还被对方破了身 这种事情 若是被公开讲出去 自己还有什么脸面 活在这个世上 轻咬现在杀心大气 因为之前有深渊大人的吩咐 他没有用出最强手段 甚至连法相都没有用上 然而现在 自己的黑历史 即将被臭和尚曝光的当口 轻咬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现在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让眼前的赵小云闭嘴 最好是永远的闭嘴 想到这 轻咬眼中闪过一道凶力 身后缓缓冒出七根巨尾 横跟天地 狂暴的气息席卷出去 山谷内狂风大气 九尾天虎法身 三品境界 法相和身体融为一体 被称为法身 拥有法身的存在 实力要比没有法身的时候 强大数十倍不止 妖女要动真格的了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道金芒 看着九尾狐法身 他心中也微微感到一丝惊骇 不由得有些担心 因为他隐隐感觉到 自己可能扛不住这一击了 坏事了 这要是万一扛不住 我不就嘎了吗 赵小云心想 有种拔腿就跑的想法 可是理智 却告诉他 现在跑路死得更快 他大脑飞速转动 忽然眼前一亮 我不是有灾厄之种吗 这东西 应该对眼下的状况 有些作用 灾厄之种 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气韵 让一个人遭遇不幸 但眼下这种情况 影响一下妖女的气韵 或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 白来的东西 不用白不用 抱着这种想法 赵小云赶忙调动 石海当中的灾厄之种 释放了一丝灾厄之力 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此时 青瑶法身 已经全部凝聚了出来 九根天壶之尾上 萦绕着水 火 风 雷各式各样的五行之气 彼此交叉缠绕 恐怖无边 臭和尚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青瑶怒声 运转起一门杀伐之术 天壶焚日 双手下意识捏出一记纷繁的硬诀 看得人眼花缭乱 一股射人心魄的 恐怖力量在虚空之中蔓延开来 仿佛有什么恐怖即将降临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青瑶手中的硬诀 忽然停了下来 紧接着他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天壶焚日第163个手印 是什么来着 天壶焚日这门杀伐之术 需要在短时间内 捏出174个手印 但或许是自己太久没用过 也或许是被臭和尚气昏了头 青瑶在这个时候 忽然忘了第163个手印怎么捏 不过 这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 青瑶稍加思索 很快便想到了 这一世的手印如何施展 天壶焚日 他再次怒吼一声 手中再次捏起手印来 这次很顺利 没有任何的卡壳 空气开始站立 一道道青紫色的妖翼火焰 在半空中凝聚 恐怖的高温 烘烤的四周虚空 都在此刻变得扭曲起来 然而 眼见这些青紫色火焰 就要完全凝聚成功的时候 青瑶没有来的鼻子一酸 阿屁 一声喷嚏 把即将凝聚成型的青紫色火焰 直接喷散了 青瑶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自己堂堂三品妖王 怎么还打起喷嚏来了 不过 他并没有多想 而是继续大吼 妖狐焰日 阿呸 天狐焰日 这次 青瑶没开始就念错了名字 看到这一幕 赵小云乐了 他自然清楚 青瑶出现 眼前这种情况 肯定跟自己的灾厄之力 脱不了关系 灾厄之力 这也太好用了 竟然能让堂堂一个三品妖王 连续犯这么多次错误 此刻 赵小云对灾厄之力 有了全新的认知 同时 心中担忧彻底消失 用嘲笑的语气笑 妖女 你到底行不行啊 听到赵小云的嘲讽 青瑶又惊又怒 臭和尚 休要嚣张 天狐焰日 第九十三章 形势逆转 然而这一次 他在捏第九十三个手印的时候 忽然出错 导致失败 天狐焰日 手指放错位置 失败 天狐焰日 青瑶连续试了十几次 想要凝聚天狐焰日 可中间全部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打断了 搞到最后 他甚至怀疑 自己都忘了天狐焰日的手势 是什么样子的了 而他那一声声天狐焰日 不可避免的 被远处天魔殿的一众人听到 青瑶大人这是怎么了 怎么说话 不见动作呢 难不成是在用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秘法 不对吧 我感觉怎么像是秘书施展失败的样子 怎么可能 你当青瑶大人 跟你一个水平 施展秘书 还能失败 对啊 这种事情 我们都是手拿把掐的 青瑶大人身为三品竞技的强者 怎么可能失败 没错 就算是失败 也没有失败十几次的吧 天魔殿众人都被青瑶这一声声大吼 给搞不懂了 在原地一轮纷纷 唯独深渊 在看到这般场景后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青瑶遭遇的情况 很明显是发动秘书失败 而想要让一个三品竞技的强者 连续失败十几次 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做到 灾恶之力 能够影响到一个人气运的强大力量 被灾恶之力 影响到的人会无比倒霉 遭遇各种不祥 对应到现实 就是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突发情况 甚至喝凉水都会塞牙缝 而能够动用灾恶之力 只有凝聚了灾恶之种的天魔能够做到 目前整个罪周 能够动用这种力量的天魔 一个是他自己 另一个就是早已经死去的天魔狂尸 剩下的全部都在炼妖塔里关着 而他的灾恶之种早已经被打碎 更不可能对青瑶出手 而天魔狂尸已死 但他的尸体不翼而飞 所以能做到这一切的只有一个 想到这里 深渊瞬间将目光放到了赵小云的身上 只有这个小和尚是从封印中爬出来的 天魔狂尸的尸体不翼而飞 加上这莫名出现的灾恶之力 所以很明显 天魔狂尸的消失 肯定跟着小和尚脱不了干系 看来 是时候跟他摊牌了 深渊轻难了一声 望着赵小云 眼中闪过一抹莫名的光芒 随后 飞身向战场的方向飞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 原本正在好奇 为什么深渊从封印中出来 却黑着脸的苏家姐妹顿时眼前一亮 太好了 尊上大人终于要亲自出手对付那和尚了 而等荡真是三生有幸 竟然能亲眼目睹大人的出手 松茉尔声音惊喜地对众人说道 要知道 这可是深渊妖魔之主 传说中的存在 所有摩修的精神图腾和指路明灯 但凡是摩修 没有一个不期待亲眼看到这位出手 可惜 从跟地藏王菩萨一战之后 就从来没有人再看到过 甚至见上一面都很困难 然而 这一切都要在今天结束 深渊大人亲自出手对付那个 令所有人讨厌的臭和尚 这是他们这些亲眼看到深渊大人出手的人的荣幸 也是那个臭和尚的荣幸 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下 深渊快速向战场中心靠近 此时 天 天魔焚日 清瑶有气无力地喊出声 错了 下方的赵小云忽然出声打断了他 明明是天狐焚日 你这已经念错两次了 连名字都能念错 太粗心大意 怎么可能杀得了我 重新念 赵小云像是个老师似的说道 哦 对哦 是天狐焚日 心慌意乱的清瑶下意识地回答道 随即意识到自己被赵小云耍了 眼中闪过怒涩 淡转又变成了无可奈何 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 平日里随手就来的招式怎么连续出错 而且还是在自己最讨厌的臭和尚面前连续出错 清瑶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要说 咱还是算了吧 你先回去好 练练这招 咱们下次有机会再交流 赵小云提议道 臭和尚 你趁早死了这条性 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你的 就算是死 我也要拉着你一起 清瑶怒声道 好啊 赵小云想都没想直接答应 咱们两个一起死了 正好做一对亡命鸳鸯 传出去也不失为一件美谈 赵小云故意说道 从之前立此表现观察 他知道 妖女非常排斥跟自己的那段关系 他越排斥 自己越要说 对方就越愤怒 出错也就更多 这是赵小云的小心思 果不其然 在听到赵小云说 要跟他一起做一对亡命鸳鸯的话后 清瑶肺都要气炸了 你你你 无耻 他嘴唇哆嗦 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终只骂出了无耻两个字 从他有记忆以来 还从来没出现过 这么让他手足无措的局面 幸好 尊上这个时候 在吸收天魔狂尸 不然让他老人家看到这场面 肯定会认为我没本事的 清瑶在心中道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却听一声清瑶 从身后传来 听到这个熟悉声音 清瑶浑身一个机灵 后背汗毛倒立 缓缓转过头 看到深渊深影 就站在自己身后 第九十四章 灾厄之力 味道不错 清瑶大脑整个当机 整个人身形一晃 差点从半空中摔下去 完了 清瑶脑海中 只剩下这两个字 正等待深渊的斥责 却听对方道 你先出手吧 深渊声音一如往常般 高高在上 充满不容拒绝的威严 他清楚 有灾厄之力在 清瑶想伤害到那小和尚 简直难如登天 就算能使用出招式 也只会弄巧成桌 甚至反而会伤害到自己 这就是灾厄之力的恐怖 是 尊尚 听到尊尚的话 清瑶虽然心有不甘 却只能遵守 默默向后退了一段距离 而看到这一幕的赵小云 眼中闪过一道惊讶的光芒 其实他刚刚就注意到了 这个身穿紫黑袍服的中年男人 但是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以为对方是个挡路的 或是带路之类的角色 却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才是大boss 这妖女 可是三品境界的强者 放在地藏佛门 可是跟圣僧一个级别的存在 即便是放眼整个罪周 也是绝对是数得上的强者 而眼前这其貌不扬的中年人 竟然能指挥的 洞一名三品强者 肯定也不是好相处的家伙 赵小云心中提起了几分戒备 但就在这时 却听对方开口道 云心 把灾厄之力收起来吧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听到这一声 后退到深渊深厚百米的青瑶 眼中闪过一道惊讶的光芒 灾厄之力 这个名字他自然不陌生 传说中境界达到二品境界的天魔 才能掌控的恐怖力量 小道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气韵 大道可以让一片地狱 化为人间炼狱 原来我是被灾厄之力影响 所以才无法施展天湖焚日吗 青瑶恍然 转头看向赵小云 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 可是灾厄之力 不是只有二品境界的天魔 才能掌握吗 眼前这个小和尚 虽然一身诡异的本领 但境界只有五品 怎么可能拥有灾厄之种 这种逆天之物 青瑶眼中闪过一万个不解 而另一边 赵小云更是惊讶无比 对方竟然知道自己的法号 而且看出了 自己使用了灾厄之力 要知道 自从深渊连带着手下的十二天魔 被镇压之后 整个罪周就出过一个天魔狂师 成功凝聚出了灾厄之中 而天魔狂师刚凝聚不久 便被地藏佛门 联合罪周各方势力 给联手镇压 所以千年下来 知道这种力量的人 已经少之又少 甚至在地藏佛门内部 知道的人也没几个 不说其他人 就是刚刚三品经济的妖女 都不知道自己使用了灾厄之力 而眼前这中年男人 竟然一眼就看了出来 赵小云并没有收回厄运之力 而是警惕地问道 你是谁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面对赵小云的警惕 深渊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你可以称呼我为深渊 深渊开诚不公 直接抱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也并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 自己的身份 小和尚早晚都会知道 深渊 死 听到深渊这个名字 赵小云直接倒吸一口凉气 眼中的惊讶 如同溃疤一般流出 深渊 千年前统于罪州的妖魔之主 即便已经过去千年 也依旧是一道笼罩 在所有人足头上的乌云 即便只有传说流传 但也是所有人心中的噩梦 联想到妖女 仅因为对方的一句话 就乖乖退却 赵小云几乎是瞬间 就相信了对方所身份 只有深渊这位曾经的妖魔之主 才能对一位三品境界的妖王 照之即来 挥至极取 而这恐怖的存在 现在就站在自己面前 笑隐隐地看着自己 赵小云顿时感觉到了一种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 不过虽然心中已经怕得要死 但赵小云面上 却很快镇定了下来 原来是大鸣鼎鼎的深渊 小僧这项有礼了 赵小云恭敬的抱拳 声音彬彬有礼 态度跟刚刚面对青瑶时 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毕竟青瑶再厉害 也就是个妖王罢了 有灾厄之力 和种种神通压身 自己有几分把握 而眼前这个 可是一位活着的传说 他不敢大意 深渊对赵小云的态度很满意 点点头 你这家伙还算识去 把青瑶身上的灾厄之力收了 稳遂与你谈些事情 深渊淡淡地说道 就像在命令自己的手下一般 然而 赵小云却直接摇了摇头 开玩笑 正是因为灾厄之力的干扰 妖女才无法伤害到自己 如果收回灾厄之力 这妖女突然对自己出手 那吃亏的还是自己 仿佛是看出了赵小云心中所想 深渊嘴角勾起一抹意味颇深的微笑 你不愿意收也没关系 他说了一声 随后对着青瑶头顶上方 伸出手掌 猛地一抓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却直接让赵小云感觉到 笼罩在妖女头顶上的 那一抹灾厄之力 就这么被抓了下来 而那股灾厄之力 仿佛被一只无形大手握在手中 缓缓送到了深渊面前 灾厄之力 好久没有享受过这东西的味道了 深渊有些感慨地说道 然后直接将这一道灾厄之力 放进了嘴里咀嚼 没错 就是如同正常人吃食物一般 直接放进了嘴里 就是这个味道 一千年了 灾厄之力的还是那么 深渊一边咀嚼 一边流露出了 极为享受的神色 赵小云看着这一幕 有些傻眼 让三品强者无可奈何的灾厄之力 在深渊这里 竟然跟一根薯条样 被当成了零食 这可是他目前最大的依仗 而另一边 在灾厄之力被深渊拿走之后 青渊忽然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清敏感 他好了 他眼神中流出一抹喜色 看向赵小云眼中闪过一道寒光 臭和尚 没了灾厄之力 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手段 青渊声音冰冷 天狐焚日 第九十五章 身份之谜 九尾天狐法相瞬间展开 大吼一声 便要施展天狐焚日 让赵小云长长厉害 赵小云心下大惊 正想着 要不要记出自己的地藏王法相 用金刚祥磨印 跟着妖女正面硬抗一波的时候 却听深渊开口道 青渊 我让你出手了吗 深渊这一声出口 怒气冲冲的青渊 眸中闪过一抹畏惧 此时 他才想起 深渊之前交代过 让他不能对臭和上下死守的命令 他犹豫了一下 虽然不甘 却还是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随后 深渊将目光放回到眼前的赵小云身上 本尊已经拿出了足够诚意 怎么样 现在你可愿意跟我谈一谈 听到这话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奇怪 谈什么 他搞不明白深渊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可是佛门中人 最终有谁不知道 深渊最恨佛门中人 而且 自己在练妖补的时候 睡了他的手下 夺了他的宝骨 现在又抢了他精心魔化的天魔狂尸 就凭这几点 他应该恨不得千刀万剐了自己 深渊眼睛微微眯起 用期待的语气问道 你到现在 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份吗 怀疑自己的身份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他身份有什么问题 难不成深渊这老灯 发现自己穿越者的身份了 不对啊 自己穿越的事情 只有他一个人清楚 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深渊这家伙 又是怎么知道的 看到赵小云一脸疑惑的样子 深渊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微笑 看来你已经发现 自己身上奇怪的地方 深渊笑盈盈的说道 这老灯该不会是在套我的话吧 赵小云心想 在下愚钝 没察觉到什么奇怪的地方 听到赵小云的话 深渊面色一僵 不过很快就缓和了过来 那好 本尊不妨提醒你一下 你是如何进入炼妖谷的 炼妖谷的魔器 连那些修为高深的高僧大德 都无法挡得住 只有修炼特殊功法 凝聚佛心的主持一脉 才能进入其中 可赵小云进去的时候 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僧 却做到了很多高僧大德 都没有办到的事情 而发生这种情况 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 小和尚乃菩萨罗汉转世 天生佛心 可以无视炼妖塔的魔器 至于第二个就很简单 小和尚乃是天生魔体 有这种体质的人 乃是天生的魔区 无惧任何魔器 天生魔体的人 有一个显著特点 那就是 无法修佛 根据深渊在炼妖谷的观察 赵小云非常符合这两点 所以 他特意问出这个问题 好让对方从源头上 认识自己的身份 然而 听到他这话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奇怪 回答道 我怎么进炼妖谷 当然是走着进去的 当然你要是想 也可以爬着进去 我特么当然知道 你是走着进去的 深渊眼角猛抽 只感觉这和尚的脑回路 实在是有些大条 所以 深渊决定开门见山 难道你就从来没怀疑过 你其实不是一个佛门之人吗 嗯 而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奇怪 他不理解 深渊是如何得出的这个结论 毕竟 他现在周遭可就笼罩着佛光了 正常情况下 只要对方眼睛不瞎 即便间隔极里远都能看到 而且对方应该知道 自己凝聚出了地藏王法相 杀了他手底下好几个四品 这都能说自己不是佛门之人 深渊这家伙 真是随口就来 把小爷我当傻子糊弄了 赵小云这边一脸不幸 而在稍后面的青瑶提 听到深渊说 赵小云其实不是一个和尚的话后 看向赵小云的眼神中 留过一抹不可置信 原来 这臭和尚 竟然不是和尚 随后 眼中闪过一抹恍然 怪不得这家伙破戒之后 半点事情都没有 原来这家伙 压根就不是一个和尚 可是随即他意识到另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不是佛门的人 为什么会有佛光 为什么不遭地藏大阵的压制 能安然无恙地待在地藏佛门 像是猜出了他的心思 深渊此时看向赵小云 再次开口 你肯定很好奇 如果你不是佛门之人 为何有修为 能施展佛门神通 又为何会凝聚佛光 我可没好奇 赵小云嘴角撇了撇 他的修为和神通 都是从系统那边得来的 他自然门清 不过表面上 赵小云还是一脸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 因为这是骗局 一场针对你的骗局 深渊震生 你其实是天生魔体 天生的修魔奇才 如果没有意外 你将是我魔道的一名天骄 而地藏佛门那些老秃驴 发现了你的体质 为了阻碍你成长 将你抓进地藏佛门 为了不让你发现异常 他们让你修行佛法 并给你注入了地藏真学 你的修为 你的神通 你的佛光 其实全部都是地藏真学力量 你不过是被他们欺骗的可怜虫罢了 深渊雨不惊人死不休 而赵小云的嘴巴 也配合的张成了O型 心里却在想 大哥 你想象力这么好 不去写小说 真是屈材了 赵小云无语 以他在地藏佛门这些年的了解 自己如果真的是什么天生魔体 地藏佛门第一时间 就把他扔进锁妖塔里面 和一群天魔天妖刺牙玩了 更别说 他清楚 自己的修为 神通等等 都是系统奖励的 至于什么地藏真学 太扯淡的 地藏真学便出修为他性 但他空间当中的一堆小零食 香烟 以及上千万块的零食 所以他配合的露出一副震惊的样子 深渊很满意赵小云现在的反应 趁热打铁的说道仔细想想吧 如果你是佛门之人 为什么别人都不能进入炼妖谷 而你能进入 如果你是佛门之人 那为什么犯戒后却没有佛成 如果你是佛门之人 那为什么融合我的宝谷后 没有被地藏大阵 焚成灰烬 如果你是佛门之人 那为什么你能炼化天魔狂师的灾恶之中 使用灾恶之力 第96章 想不想报仇 他一连说了很多 赵小云身上的违和之处 接着摇了摇头 斩钉截铁的总结道 不得不说 地藏佛门为了应对你 当真是下了血本 竟然用了地藏真血这等宝贝 不惜让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佛修 不过 你能快速融合我的宝谷 炼化天魔狂师的灾恶之中 说明你就是天生魔体 看着深渊一脸信誓旦旦的样子 赵小云嘴角忍不住抽动 眼中闪过一抹无奈 虽然心底是一点都不幸 但赵小云还是配合的 在下竟然一直生活在骗局之中 现在自己是人在屋檐下 赵小云不得不谨慎对待深渊 毕竟这老灯可以吸收灾恶之力 而没有灾恶之力这底牌 万一惹得这家伙不开心 他又让妖女来打自己 那可就坏事了 就算自己能防御住妖女的攻击 但这老灯毕竟是妖魔之主 活了至少上万年 谁又能保证这家伙 拿不出什么新手段对付自己 所以 现在赵小云的目的 说出来就一个字 拖 能拖住 最好拖到佛门的支援赶来 一切就都万事大吉 在此之前 管他深渊说什么 自己只要配合 他就对了 怪不得我在佛门十几年 修为一直停留在酒品 怪不得主持会安排 我去看守练妖谷 赵小云装出一副 大梦初醒的样子 喃喃说道 而看到赵小云的表现 深渊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眼中闪过一抹 微不可查的得意 年轻人 还想跟我斗 实在是嫩了点 深渊得意的想到 其实 他刚刚说的那些 并不完全都是真的 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 是他瞎编出来的 剩下的一部分 是他根据以往的认识 推测出来的 再结合一点 他对赵小云的认知 随随便便就能编出一套来 他这么做 其实也有自己的目的 无论赵小云身上的奇怪 是什么造成的 他能自由进入练妖谷 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根据他的观察 这家伙也绝不像其他和尚一样 一心的清灯古佛 软硬不吃 赵小云喜欢大吃大喝 喜欢美色 喜欢利益 而有喜欢的东西 就证明他有可以拉拢的点 只要自己能够收买它 让它潜入练妖谷 暗中做一些手脚 就能释放出自己那半具躯体 届时 自己便能重回巅峰 重新成为最周顶尖的霸主 不过在此之前 这一直是他的备选计划 他的主要精力 其实依旧放在 夺取天魔旁尸的残余 吸收灾厄之重上 然而 这个计划 却因为赵小云的原因搅黄了 说实话 深渊现在活寡了赵小云的心都有 不过 作为一个苟了千年存在 这便亏 他吃得下 只要对方能帮自己 夺回另一半的躯体 别说一个天魔狂尸了 锁在炼妖塔里的另外十二个天魔 自己一样给他也无妨 所以 他之前才叮嘱清瑶 不要对赵小云下厮手 现在看来 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如果清瑶真的将这家伙杀死了 不仅天魔狂尸的灾厄之种 也会随之消失 甚至 自己在可见的未来 都没有可以重新得到自由的希望了 深渊心里想着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微笑 然而这些话 传到一边清瑶的耳中 却让他心中掀起一片惊涛骇浪 在他的眼中 深渊作为妖魔之主 说出来的话是极具分量的 所以 清瑶没有任何的怀疑 直接相信了这两个人说的 小和尚竟然是天生魔体 从出生以来 一直被地藏佛门欺骗和隐瞒 这也太惨了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在得知赵小云 是被骗入地藏佛门的之后 清瑶的心中 竟然少了一丝对他的厌恶 转而多了一丝丝怜悯 然而就在这时 赵小云忽然开口问道 敢问深渊大神 地藏佛门为什么要骗我 他们这么做 有什么目的 他将自己的演技 发挥到了极致 脸上挂着一丝 世界观崩塌后的迷茫 和下意识的不幸 看到自己的话有了成果 深渊眼中闪过一抹欣慰 继续道 你乃是天生魔体 只要修行魔道 便如虎天意 很容易便能成为 明镇最周的一方强者 而地藏佛门那些和尚 为了不让你接触到真正大道 所以才会欺骗你 虽然地藏真血 赐予了你力量 但那些全部都是虚假的 你的寿命 却依旧是凡人的寿命 在你活着的这段时间 他们让你帮他们 看守练妖谷 等你百年之后 会化作一具枯骨 他们则不费吹灰之力 就毁掉了我魔道的 一名未来的强者 这就是那些 突离的真实想法 他们的心机深不可测 如果不是你 融合了我的一块宝骨 甚至于连我都不能 看破他们的诡计 不过好在 他们千算万算 终究是算漏了这一环 让你融合了我的宝骨 这才让我看破了 他们的诡计 才能出面点醒你 如果你依旧认为 你是一个正常的佛门修士 在你融合我深渊宝骨的那一刻 早就应该死在 地藏王大阵的镇压之下 就算没有地藏王大阵 佛门弟子入魔 也会天降佛怒 将你烧得魂飞魄散 但是这些都没有 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 你根本就不是和尚 为了蛊惑赵小云相信 深渊引经据点 旁证作影 说了一堆真的假的的例子 总之 主题就是一句话 佛门之人 一个个心怀鬼胎 破啊 精神控制 赵小云这个未来的魔道高手 现在 你明白那些佛门之人的 用心险恶了吧 深渊最后 语重心长的道 是是是 我不是 你是行了吧 听完深渊这些话 赵小云在戏中吐槽 但表面上 他却瞪大了双眼 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做大梦初醒状 原来如此 地藏佛门竟然一直在骗我 他们真是可恶啊 赵小云做出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 恨声说道 好似 已经完全相信了 深渊所说的话 很好 看来这家伙已经相信了 深渊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微笑 现在 赵小云已经对佛门产生怀疑 剩下的事情 对他而言 就很好办了 只要想办法 给自己效力即可 芸汐 深渊忽然大吼一声 我问你 你想不想报十八年欺瞒之仇 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吗 赵小云被他这一声大吼 吓了一大跳 第九十七章 拜我为师 不过他表面上 依旧一副诚恳的模样 点了点头 请深渊大人 教我如报得此仇 很简单 深渊昂首说了一句 嘴角流出一抹笑意 只要你肯加入本尊麾下 本尊便将这传承交给你 深渊内心中盘算着 赵小云能融合自己的宝骨 说明他的魔道资质并不差 也不算辱没了他的传承 而且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想让赵小云心甘情愿地为自己效力 自然要拿出一些真的东西 不然光靠空口白牙 只能欺骗对方一时 想让对方为真心为自己效力 乃至于冒着生命危险 强闯恋妖骨释放自己的另一半肉身 必须要让对方心服口服 深渊这句话 传到身后的轻摇的耳中 后者眼中当即闪过一道震惊的光芒 深渊大人竟然要将自己的传承 交给赵小云 这一个瞬间 他甚至换怀疑 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这可是深渊的传承啊 包含着深渊这个罪周 有史以来 最强大的妖魔之主的功法 神通 整个妖族 连带着已经逐渐销声匿迹的魔族 包括天魔殿等等 一众新崛起的魔道势力 没有一个不想要得到这一份传承 甚至连他做梦都想要得到 能获得这份传承 不仅代表直接获得了妖魔两族最顶尖的功法 神通 而且还一跃成为了整个妖族最顶尖的存在 从地位上 甚至要超过了他们这些妖王 以及那些被关在炼妖塔当中的天妖天魔 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无数妖族的青年才俊 都为了这份传承而努力 然而千年以来 青妖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谁获得了这份传承 而现在 深渊竟然选择将这份珍贵无比的传承 交给一个人类小子 而且还是给他们造成了无数影响的人类 这让青妖有些难以接受 大人 这个和尚奸诈狡猾 您怎么能将自己的传承 交给他呢 青妖下意识地出声反驳道 如果真让这个臭和尚 获得了深渊大人宝贵的传承 那对方就会一跃成为妖魔之主的清传弟子 自己肯定会报仇无望了 然而 在听到青妖的反驳之后 深渊眼中却闪过一抹非常不愉快的光芒 混账 本尊做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 这一声带着浓浓的微压 传到青妖耳中 让他心神猛颤 肝胆欲裂 他眼中闪过一抹恐惧 赶忙拱手作一 请罪道 属下 属下只是好心提醒 还请遵上赎罪 传承一世事关我族大业 还请遵上三思 即便被深渊呵斥 青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他不能让这代表妖魔一族至高无上的传承 落入面前这个欺辱自己的小和尚身上 见青妖竟然还敢反驳自己的话 深渊眼中闪过一抹凶利的光芒 冷声说道 看来你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了 这一声说出 青妖忽然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力量 冥冥中锁定了自己 在这股力量的锁定之下 他感觉到了一股来自血脉深处的恐惧 连一丝一毫的反抗的念头都不敢生气 青妖额头上顿时冒出细密的汗珠 他不敢犹豫 赶忙跪在半空中 向深渊认错道 属下之错 滚 深渊冷喝一声 虽然他现在只是心魔神 真打战斗起来绝不是青妖的对手 但是 他能控制这么多的妖王 在自己手下兢兢业业 靠的也从来不是战斗的实力 早在很多年前 自己还是统于罪州的妖魔之主的时候 他便已经在青妖等妖王的先祖身上 种下了血脉之中 凡是这一脉的子孙 都会受到他的掌控 只要他一个念头 便能让青妖瞬间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这也是为什么 他现代的实力 比起全胜的时候 已经实不存一 却仅仅只凭借一道心魔神 就能控制八个三品境界的妖王的依仗 见深渊动了真格 青妖便是有万般不怨 也不敢继续顶着对方的怒火 继续顶撞 所以 在道了一声欠之后 立刻飞身向远方而去 而看到这一幕 赵小云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他虽然平日里大大咧咧 但是观察事情 却还是非仔细的 刚刚他明显感觉到 妖女情绪的变化 看来 深渊和这些妖王之间 并非铁板一块 赵小云心中想着 却见 深渊再次将目光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现在轮到你选择了 愿不愿意接受本尊的这一份传承 如果接受 那你就是本尊麾下第一模子 地位位于十万大山所有妖魔之上 仅次于本尊 若是不接受 后果你会知道的 深渊半蛊惑半威胁地说道 我选择接受 赵小云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接受 一方面是因为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深渊开出的架码 实在诱人 第一模子 地位在十万大山 自己直接变成了幽魔一方的领军人物了 自己现在既是地藏佛门的佛子 又是十万大山的魔子 佛魔两道让自己给全占了 这让赵小云产生了一种不太现实的感觉 不过 他还是很快便反应过来 对着深渊深深地拜了下去 深渊老师在上 请兽徒儿一拜 做戏做全套 赵小云依照惯例给深渊行了拜师礼 同时 心中不免也有些期待 传说中的深渊传承 究竟有什么厉害之处 而听到赵小云如此时序地拜师自己 深渊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微笑 不错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会为这个选择感到无比荣幸 深渊说着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让这小和尚加入自己这边了 不过 他并没有完全相信赵小云 毕竟人心隔肚皮 身为活了近万年的老妖 深渊自然没那么天真 就这么轻易地选择相信赵小云的沉默 想到这 深渊掐断了思绪 看向下面正在给自己行三拜九寇拜师里的赵小云道 既然你选择拜师于我 那就签下这份天道士吧 第九十八章 天道士 深渊说着 手中忽然多处一张漆黑古谱 透着隐隐光运的纸张 看着像是用什么生物的皮毛制成 看到中一张纸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道惊讶的光芒 天道士 深渊竟然还有这东西 在离开地藏佛门的前一段时间 赵小云在藏经阁中恶补了不少的知识 正好听过这天道士的名头 天道士 其实是罪州之外流传来的一种契约方式 双方立下的契约会被天道记录 任何分违反 都会遭到天道打击 这个打击有轻有重 还是主要看契约内容所定 轻者道心破碎 修为永远不能寸进 重者 甚至可能会引来天浅雷洁 赵小云原本只是想跟深渊逢场作戏一下 主要目的是拖时间 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将对方的传承骗到手 那也是极为不错的一件事 但是他没想到 深渊手中竟然有天道士这种东西 这可是天道誓言 要比佛门戒律还要严重 还要苛刻 佛门戒律还能通过一定的手段 隐瞒 遮盖 或是逃避 天道士可是天道为政 只要在这个世界当中 那就必无可避 想到这 赵小云眼中不由地闪过了一抹迟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却听深渊的声音再度传来 这便是天道士 只要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 我们说的话 便会被天道记录下来 如果双方有任何违反 便会遭到天道雷杰打击 深渊告诉了手中这漆黑纸张的功用 他手中的天道士 如果违反 后果是最为严厉的天谴雷杰 而天谴雷杰 在他全盛时期 都不敢轻易招惹的存在 像是赵小云现在的这个境界 如果遇上 只有一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签订了这个契约之后 他才能完全地相信对方 从而将自己的一部分 传承交给他 想到这 深渊掐断思绪 飞身来到赵小云周边 将手中的天道士 递了过去 然而 赵小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接下来 看到赵小云脸上的犹豫之色后 深渊眼睛眯了起来 某种闪过一抹危险的光芒 冷声问道 怎么 难道你不愿意牵 这一声 将赵小云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他犹豫着 将深渊递给他黑色纸张 接过来看了一眼 纸上面 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这些字迹 赵小云虽然看不懂 但却能感觉出里面的意思 零零总总看下来 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无条件服从 并忠诚于深渊 这要是签了 小命不就彻底握在深渊手里了 赵小云眼神中闪过一抹苦涩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却听系统的声音忽然传来 请宿主不要担心 本系统的对戒律的定义 同样也包括誓言 什么 听到系统传来的声音后 赵小云眼神中的苦涩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激动之色 他第一次感觉到 系统对自己这么温柔 仔细想想 系统出了坑了一点 其实还蛮不错的嘛 系统的话 打消了赵小云最后一点心理负担 他痛快地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姓名 而另一边的深渊 看到赵小云竟然这么痛快地 签下自己的名字后 眼中闪过一抹奇怪的光芒 这小子情绪变化 有点奇怪啊 深渊心想 作为魔盗顶尖人物 他对情绪的感知和把握出神入化 因此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赵小云身上情绪发生的变化 刚开始 对方结果天道士的时候 虽然表现得很平淡 但平淡的表面下 一丝不情愿 但随后 这不情愿却忽然消失 反而变得十分激动 这有些反常 面对赵小云 深渊心里提起了一百个警惕 毕竟这家伙身上发生的古怪事 实在是太多了 自己可以说是怎么小心都不为过 但就在这个时候 赵小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漆黑之掌忽然燃烧 化为一股灰烬 随风飘散 而与此同时 深渊和赵小云同时感觉到 一股莫名其妙的气息 从天而降 压在他们两人的身上 天道士 生效了 深渊眼中闪过一抹惊奇 他惊奇 赵小云竟然没有耍什么手段 而是真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过 就算对方有什么小心思 天道士是至高无上 无可更改 无可逃避 只要这小子 做出有谓天道士的内容 就会遭遇天谴雷剑 而另一边 赵小云也正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深渊这个老灯 都与我签订天道士了 想来对我的怀疑 应该打消了不少 那不如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打入十万大山内部 将卧底的行动 进行到底 而且有十万大山做椎眼 自己犯戒起来而已轻松不守 甚至还能趁着这个机会 摸清深渊势力究竟如何 给地藏佛门彻底扫清 十万大山 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赵小云盘算着之后的方案 此时 深渊回过神来 看着签订完契约的赵小云 道 很好 签订得这么痛快 不愧于师尊这么信任你 他声音隐隐带着一抹兴奋 赵小云已经签订了天道士 必须忠诚于自己 那自己终于有机会 可以破坏炼妖塔封印 释放出另外半具躯体 回归到巅峰状态了 自从被地藏王镇压以来 深渊第一次看到了事 自己攻破炼妖谷 退到炼妖塔 重新回到巅峰的希望 师尊点醒我 又不令将我收为弟子 赐予传承 弟子感激涕灵 以后师尊但凡有命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赵小云叩手道 听到赵小云这句话 深渊眼中闪过一抹激动 甚至有一种 立刻将赵小云派出去的冲动 不过最终 他还是忍住了 不行 我现在不能着急 必须做好完全的准备 再用出这最后的王牌 深渊心想 反正他已经得到 赵小云这张王牌 不能因为这一时半会儿的功夫 就将这张牌打出去 要想覆灭地藏佛门 推倒炼妖塔 必须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不然功亏一篑 想要再找到赵小云这样一个奇人 可就困难了 第九十九章 我宣布个事 而与此同时 远处天魔殿的人 看着原本战场的方向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在此之前 他们可是在满心期待着 深渊出手 以雷霆之势 将臭盒上镇压的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 深渊过去之后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反而是青鸟 一脸阴沉地飞了回来 浑身散发着凛类的寒意 让众人隔着老远 都不由地感到一阵寒了 这是出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尊上 连深渊大人也对那个和尚 束手无策 胡扯 深渊尊上乃是 最周有史以来的最强者 区区一个臭和尚 深渊大人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将他捏死 怎么可能会束手无策 众人议论纷纷 猜测远处的情况 青鸟飞回众人面前 站在远处 一脸生人物尽的冷峻之色 摩电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有一个赶上去问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 都安静 苏梅尔出声 深渊大人让青鸟大人回来 说不定是要施展什么 威力极大的神通 害怕青鸟大人被波及 所以让他先回来 我们乖乖看就好了 深渊大人出手 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苏梅尔出声安抚众人道 这话自然被站在远处的青鸟听到 他嘴唇蠕动了两下 想告诉下面众人真相 但话到嘴边 他却打住了 那件事 他们迟早都会知道 还是让他们开心一下吧 苏梅尔的话 成功地将众人安抚了下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深渊和赵小云动了 两人签订下天道事后 维持住了表面师徒关系 小云 将浮光收起来吧 你已经成为我的徒弟 十万大山和天魔殿的地魔子 地位尊贵 没有人那个敢对你出手 说到这 深渊忽然拿出一个紫色的令牌 此乃我的魔主之令 你且收好 未来在任何地方 见此令者如我本尊清灵 谁要是对你不利 那就出示此令牌就好 深渊淡淡说道 在推倒连腰塔 覆灭地藏佛门之前 他必须稳住赵小云 同时也不能让对方出半点问题 这样必然要赐予他足够的地位 这魔主令牌是他的象征 持有魔主令牌 相当于他本尊清灵 无论是十万大山还是天魔殿 他的地位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每一句话都是圣旨 无人胆敢违抗 这样能够保证赵小云 在自己的势力范围指定的安全 多谢师尊 赵小云惊喜地接过令牌 同时将自身的佛光收了起来 深渊渐壮 欣慰地点了点头 以后在我的麾下 这佛门功法就尽量不要使用 待随本尊回到十万大山之后 便正式传你魔宫 深渊说着 打量了赵小云一眼 你现在融合了本尊宝骨 又吸收了天魔狂师的灾厄之中 在魔道上的基础 堪称深厚 未来修行魔宫 境界增长定然一日千里 待你将魔道修为晋升一定境界 师尊还有重担要交给你 听到这话 赵小云赶忙表态道 徒儿定不负师尊重托 好好好 深渊满意地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远处的人群 开口道 走 现在本尊带你去见见手下 让他们认识认识 你这位魔子 说吧 深渊便拉着赵小云 向天魔殿众人的方向飞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 看到深渊竟然和赵小云 一同向众人方向而来 天魔殿众人包括苏木 眼中巨都闪过一抹猛逼的神色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说好了 深渊大人要亲手镇压这臭和尚吗 怎么两人非但没动手 反而有说有笑地一起回来 便是天魔殿众人见多识广 也从来没见过这么诡异的情况 而就在这个时候 苏木尔眸中忽然闪过一抹帮忙 我明白了 他惊呼出声 紧接着对众人道 深渊大人魔宫滔天 肯定是用秘术控制了那和尚的心智 天道无形 大道至简 深渊大人的魔道修为 已经到如此恐怖如斯的地步 随着苏木尔的这一声解释 天魔殿众人眼中 纷纷闪过恍然之色 原来如此 是我们眼界太狭隘了 认为深渊大人出手必定气势不凡 没想到确实润物系无声 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那和尚降服当真厉害 不错 大道至简 深渊大人的手段 不是我们能够看明白的 我们跟深渊大人之间的差距 已经恐怖到这种地步了吗 天魔殿众位弟子长老眼中 纷纷流出惊叹 唯独青鸟 在听到他们的言论后 眼中闪过一抹无奈 希望待会儿 你们知道真相的时候 不要后悔现在说的话 在众人或是期待 或是敬佩的目光中 深渊和赵小云一前一后 非凌智众人上空 苏家姐妹连带着所有人 都对深渊叩首 本尊要向你们宣布一件大事 看着下方跪倒一片的 天魔殿的成员 深渊震声道 宣布大事 宣布什么大事 你傻呀 没看到尊上带着那个臭和尚吗 肯定是要当着我们的面 将这臭和尚抽皮八斤 千刀万剐 告为死去的同门 原来如此 这和尚害死我们那么多的同门 的确罪该万死 落到今天的下场 也是他最有应得 众人嘻嘻嘶嘶地议论着 深渊并没有理会下面人的窃窃私欲 而是伸手指向身边的赵小云出声道 我宣布 从今往后 小云便是我的徒弟 二等的魔子 这一句话 深圳天际 犹如雷霆一般 划破长空 即在每个天魔殿成员的脑海当中 所有人脸上 都闪过一抹不可置信 完了 我耳朵好像坏了 我好像听见 深渊大人要将那和尚立为魔子 啊不可能吧 难不成你耳朵也坏了 面对这条堪称炸裂的消息 大伙宁可认为是自己听错了 也不愿意去相信 这一切是真实发生在自己面前 第100章 屈服 且不说 魔子之位 已经几千年没有出现过了 在众人的印象之中 这甚至成了一个传说 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传说 有人甚至认为 深渊尊上从今往后 再也不立魔子之位 可是现在 深渊尊上竟然不仅要立魔子 而且这位魔子的人选 还是给他们造成了无数困扰的赵小云 这让大家如何能够接受 其中最震惊的 当然是苏家姐妹了 他们两个 之前可一直是将臭和尚 当成自己的生死大敌来对待 结果一转眼 这家伙竟然被尊上立为了魔子 这是他们两个 想都不敢想的一个位置 在他们姐妹的印象之中 这魔子之位的拥有者 应当是一位魔道的极致天骄 要经过层层选拔 网罗人妖魔三族的人才 最终选出一位极致天骄 压服所有人 才配拥有魔子之位 成为深渊大人的传承者 然而 现在深渊告诉他们 你们的魔子 是一个和尚 一个前两天 还在跟他们打生打死的臭和尚 尊 尊上 你 你没再给我们开 玩笑吧 苏默迟熟着说道 冤态度变化得太快 魔子立得太仓促 人选也太荒诞 让他多有些反应不及 这甚至让他产射 让那个一种怀疑 深渊是不是在跟他们开玩笑 本尊看起来就那么闲吗 深渊眼中闪过一抹不悦 但他心里也知道 自己将赵小云直接立为魔子 是一件十分大胆和冒险的决定 毕竟这千年以来 他从来就没有立过魔子 很多一群跟着自己走来 功勋卓卓的老部下 都没能蝴蝶如此殊荣 而现在却直接给到了名不见经传 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 还跟自己挥下势力 有过不少仇怨的赵小云身上 故而很多人不解 也是理所应当 不过 这也只是权宜之计罢了 一切都是为了他能覆灭地藏佛门 重获另外半具身体做的努力 等他完成自己的目标 重回巅峰之后 会不会保留赵小云这魔子之位 还有未可知 当然 这一切都只是深渊在心里想想而已 在没有让赵小云 替自己完成推倒练妖塔的目标之前 他魔子的位置 绝对是无可动摇的存在 然而在听到深渊这一句后 天魔殿众人 直接陷入了猛逼之中 全场一片死寂 没有人开口说一句话 一根针掉在地上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而看到呆若目击的众人后 深渊掐断思绪 扫了一下一脸疑惑的天魔殿众人 淡淡地开口道 本尊的话 你们都没有听到吗 还不快来拜见你们的心魔子 这一声 带着一股不容易质疑的威严 直接将众人 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看着半空中 正用一种玩味目光 打量着他们的赵小云 尤其是他那一张 在几个时辰之前 还让他们恨得咬牙切齿的面孔 所有天魔殿的成员 全部都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就连以往最支持 最听深渊话的苏家姐妹 这次也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哼 深渊见状 鼻中发出一声冷哼 身上顿时一股 威压向下方倾泻 下方添魔殿众人 只感觉后背上忽然夺出一座山峰 无比沉重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本尊许多年未曾发怒 看来很多人都已经忘了 本尊的怒火了 深渊的声音 冰冷异常 仿佛寒冬腊月的刺骨寒冰 让听到的人 产生了一种 直刺灵魂的寒冷 深渊是真的怒了 他已经狠给这群手下面子 刚刚让众人拜见赵小云 已经是他给众人台阶下的结果 却没想到 他们竟然三番五次地违抗自己的命令 这让向来说一不二的他 心生不满 看到深渊发怒 天魔殿众位长老 眼中赶忙闪过一抹惊恐之色 深渊的怒火 可不是他们这些小虾米 能够承受得了的 众人心中不由浮现出一段 埋藏很深的记忆 千年前 深渊位被地藏王镇压的时候 手下其实有四大天妖 每个天妖 手下的一个大势力 其中一个天妖 颇受深渊赏识 仗着实力强大 以及深渊的伤势 这个势力在妖魔内部 横行霸道 七上满下 其主也曾经一度膨胀 力压其他三大天妖 但就因为其再一次公开场合 顶撞了深渊几局 最后那个天妖 直接被深渊震杀 其部署也全部都被屠杀一空 从此之后 深渊的冷酷 便深深埋在麾下 每一个人的心中 而伴随众人惊恐的目光 深渊双眸 忽然变得漆黑 一股磅礴沙击 自虚空中弥漫而来 仿佛一柄无形剑刃 悬在每个人的头顶 赵小云看着下方的一幕 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光芒 深渊这老灯 不愧是苟了万年的老妖怪 对自己的手下 都这么心狠手辣 乖乖 刚加入深渊麾下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赵小云便对自己 这便宜师尊 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妖魔之中 深渊就是主人 剩下的人 就都好似是他的奴隶一般 对待清瑶这位三品境界的妖王 忽来喝去 没有半点尊重 对天魔殿的这些手下 也是心狠手辣 动辄打杀 而赵小云 毕竟是从佛门出来的 佛门之中等级 虽然也很森严 但仍讲究 佛法戒律 以及人伦理法 面对犯了错误的弟子 交由戒律 以及门规处置 而非像是深渊这般 全看自己的心情 心情好的时候 是一种形式风格 心情不好的时候 又是另一种画风 看来以后 我得稍微小心一点 赵小云在心中 暗自提起几分戒备 不过 他还是挺乐得见 深渊重城下面的 这些天魔殿弟子的 毕竟这群人 是都是凶名赫赫 犯下不知道 多少罪灭的存在 深渊杀了他们 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然而 正在赵小云期待深渊 动手承治天魔殿 遗众人等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承受不住 深渊带来的巨大压力 有人赶紧向 赵小云的方向扣手 见过魔子大人 有了第一个人 剩下的人 也纷纷回过神来 一个个全部向 赵小云磕头 拜见魔子大人 第101章 地位改变 此时 就在他们 有诸多的不怨 在深渊带来的 死亡的威胁面前 全部化为乌有 坚持到最后了两个地 是苏家姐妹 看着赵小云 那张熟悉的脸庞 想到对方 曾经一口一个 就是自己心心念念 想要将对方粉身碎骨的臭和尚 而金曲一转成为了魔子 深渊尊上的徒弟 除了深渊外 妖魔势力中 地位最尊崇的大人物 他们两个 还是有些恍惚 在魔中闪过一连串衣的不情愿 憋屈 以及不甘心后 苏莫尔最终长叹一口气 天魔殿圣女苏莫 叩见魔子大人 苏莫尔紧随其后 天魔殿圣女苏莫 见过魔子大人 她的声音中 依旧能惩处一些不情愿 见到天魔殿 所有人都承认了 赵小云的地位之后 唯一站在场上的 只有一个青瑶了 深渊将目光转向了青瑶 一言不发 但无声在这时候 却代表不容置疑的威严 青瑶玲珑的娇躯 微颤了一下 清冷的眸子 看向赵小云 眼闪过一抹复杂的光芒 经历了这一连串的事情 她的心里 现在是五味杂陈 不甘 委屈 悔恨 忧怨 以及深深的无助 早知道是这种情况 当初她宁死也不会答应 深渊前往练妖谷 或许 这就是我命中该有的结束吧 青瑶在心中长叹一声 随即掐断心中 一团乱麻的思绪 对赵小云微微行了一礼 青瑶见过摩子大人 青瑶 赵小云听到对方的名字 眼中闪过一抹光芒 虽然跟对方 已经发生了超有益的关系 但她这还是第一次 得知对方的姓名 名字跟容貌一样漂亮 就是这个性格太野蛮了一点 赵小云打量了青鸟眼 心中评价道 而此时 见所有人都接受了赵小云的身份 深渊眼中的怒气 这才有所消散 哼 她冷哼一声 这次 本尊新收徒弟 心情大好 便放你们一马 若是再有下次 深渊后面的话没说 但所有人都听出了 其中浓浓的威胁意味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身躯颤抖 不敢抬头看向两人 对于众人畏惧的表现 深渊脸上闪过一抹满意的表情 这种随意掌握 其他人生死大全的感觉 最令人陶醉 她将浑身气势收了起来 目光放到了苏家姐妹的身上 地藏佛门的人 很快就要到了 听到这话 赵小云抬头 眼中金光闪过 仔细算算时间 距离她通知地藏佛门 已经差不多过去了将近九天时间 按照天目长老告诉她的情况 地藏佛门 这次特地的派出了一位圣僧前来 按照三品经济的矫程 差不多也应该要到了 如果能再拖上一点时间就好了 得知佛门的支援 已经临近之后 赵小云心中叹了一声 如果她坚持的时间再长一些 等那位三品圣僧到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圣僧的战斗力 可是傲视整个罪州的存在 佛门意图 刻起手里 不休长生 换来的确实对妖魔的极致杀伤 同境界下 一位圣僧 足以战平三位同境界妖王 若是单对单的情况下 一位圣僧 可以轻松碾压同境界妖魔 所以 若是她你能拖到这位圣僧到来 情况或许会好上不少 只可惜 赵小云现在也只能是想想而已 深渊掌握佛门行踪 比她还要清楚 恐怕不会给自己拖时间的机会 算了 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现在再说 后悔也没有用 赵小云摇摇头 打断了自己思绪 这时 深渊继续说道 你们留下收拾一下残局 一切按照之前定好的计划形式 掩盖好合机 等天黑之前离开成果 苏玛知道 深渊这话 是说给自己听的 也是点点头 属下遵命 此时 深渊交代完了任务 转头看了一眼赵小云 继续道 小云 这里你没什么事情了 你跟本尊一起回十万大山 我传授无上魔宫 同时向各方通报 你被立为魔子的消息 深渊的声音 将赵小云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一听对方要带自己去十万大山 赵小云心中下意识地生起一抹恐惧 毕竟他从小接受的知识中 十万大山就是一个堪比人间炼狱的恐怖之地 那里的妖物以人为石 河水当中流淌着鲜血 无主尸骸堆聚成山 怨气积聚成云 总之就是两个字 可怕 不过这股畏惧只持续了一瞬 便被赵小云压了下去 怎么说 自己现在也是深渊麾下第一模子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只要深渊不同意 就没人能害得了自己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看看传说中妖魔大本营 十万大山是否真的如传言一般恐怖 赵小云心想 压下一切杂念 点了点头 徒儿遵命 赵小云其实也能猜到一些深渊的心思 知道对方留下自己 肯定是为了练妖谷 在对方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目标之前 对方肯定不会让自己出半点差池 所以暂时来讲 他的安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 自己有立地生根 神隐无踪 金刚祥魔印等神通在 除了轻摇这个等级的存在 还真没有哪个能拦得住自己 而轻摇这个等级的存在 可不是大白菜 便是十万大山 也只有八位而已 其实仔细想想 去十万大山一趟 也并不全是坏事 赵小云仔细想了想 自己进入十万大山之后 一方面可以用魔子的身份打探情报 另一方面还能钻研一下魔道的功法 找到更多利用深渊宝谷和灾厄之种的手段 这两样东西 每一样也都极为逆天 尤其是灾厄之种 只要不遇到深渊 甚至能够当作他的一张底牌 而他现在 只能够非常粗浅 使用这两者 灾厄之力尚且简单粗暴 放出去就有效 然而 深渊宝谷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赵小云却只能用他来洗练自身 连十分之一的功效都发挥不出来 第102章 各有打算 如此想来 去这一趟 反而对我来说力大于弊 想到这 赵小云点了点头 心情也变好了不少 他仔细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实力 只要不跟深渊正面撕破脸 自己的实力 放在十万大山都属于顶尖 甚至连青瑶都无法奈何自己 赵小云这一番盘算下来 心中底气增加了不少 小云 不要再发呆了 深渊的声音响起 将赵小云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深渊跟青瑶已经飞到了半空 正用催促的眼神看着他 罢了罢了 不想那么多了 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他心道一声答复道 没问题师尊 我这就跟上 说吧 便凌空飞向二人 紧接着 深渊忽然伸出手 往前方的虚空中微微一拿 半空中间突然浮现出一艘巨大的非洲 通体漆黑 宛如九游明铁锁住旧的一般 在阳光下闪着乌森森的寒芒 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此乃师尊的一尊法宝 名为通天梭 速度极快 瞬息千里 有此物在 我等天黑之前 便能赶回十万大山 深渊伸手指向飞梭 声音洋洋得意介绍道 赵小云心中一惊 此地距离十万大山 少说也得有五万里 他现在发动神隐无踪的情况下 每天最多走一万多里 这个速度已经相当于 普通三品境界的强者了 而眼前这个不怎么起眼的飞梭 一日竟然能行五万里 甚至超过了 二品强者的速度 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 就是不知道这飞梭 能不能被我的神隐无踪神通加成 赵小云不由的心想 他的神隐无踪 可以提升五倍的速度 我是加上 这瞬息千里的通天梭 整个罪州无论任何地方 对他而言 全部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 有机会把这通天梭 搞到手中就好了 赵小云心中说道 面上却一副崇拜的表情 对深渊说道 师尊果然厉害 竟然有如此厉害的法器 这可比地藏佛门那群穷和尚们 厉害多了 卧底 卧到底 拍马屁拍到极致 通过这一小段时间的相处 赵小云也能看出来 深渊是个浩大喜功 喜欢别人吹捧的人 那他只能投其所好了 果然 不出赵小云的猜测 深渊在听到他的话后 脸上露出一抹非常得意的笑容 小云 佛门都是一群穷鬼罢了 好好表现 本尊的底蕴你无法想象 深渊的爱好并不多 但非常喜欢听到 地藏佛门被贬低 尤其这话 还是从赵小云 这个地藏佛门的和尚 亲口说出来的 另一边 清渊看到赵小云 将深渊说得哈哈大笑 眼中闪过一抹奇怪的光芒 这小和尚拍马屁 还真有一番水平 竟然能把深渊大人 拍得这么开心 清渊心中不免有些惊讶 从他第一次见深渊开始 深渊便一直是一副高高在上 深不可测的模样 给人的感觉就是 心机如海 难以捉摸 还从来没见过 这位有这么开心的时候 而这赵小云 不过刚被深渊尊上收为图 就能一下子超越他这个 跟了深渊近百年的妖王 简直是不可思议 好了 好了 我们还是快些离开吧 不然等地藏佛门的老秃驴来了 凭空多些事端 深渊虽然被拍马屁 拍得很爽 但还是知道 眼下最紧要的是 赶紧立即开 于是说吧 便拉着赵小云走上了通天梭 青瑶跟在两人身后 亦步亦驱地一同走了上去 却见 一道乌森森的光芒亮起 嗖 通天梭瞬间化作一道光剑 刹那刺破天空 犹如一道流星般 直冲天际 转眼便消失在了天边 看着通天周 完全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中 呼 苏家姐妹 直接不顾形象 瘫倒在了地上 刚刚深渊带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大到他们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 此刻他二人的后背 已全部被汗水打湿 其他人也大差不差 一些天魔店 修为低微的弟子 甚至被吓尿的裤子 姐 姐姐 深呼吸了两口气之后 苏木尔的情绪 稍微平静了下来 他叫了一声苏木尔 道 姐姐 你掐我一下 听到这一声 苏木尔有些奇怪地望向他 我想确定一下 今天发生的事 是不是都是一场梦 苏木尔的声音 犹疑不定 深渊尊上 为什么会把那么重要 魔子之位 交给那个臭和尚 他是一个和尚 而且之前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 苏木尔话刚说到一半 直接被苏木尔打断 木尔 静生 神渊大人都决定 不是我们两个能够猜测的 既然将那人立为魔子 必然有他老人家的理由 我们这些当手下的 只需要遵从他老人家的命令做好 苏木尔用告诫的语气说道 可是 苏木尔还想反驳 没有什么好可视的 以后对那位魔子 也放尊重一些 不要一口一个臭和尚 苏木尔淡淡地说道 姐姐 你为你也太谨慎了吧 苏木尔这次并没有顺从姐姐的话 现在就将那臭和尚称之为魔子 我看还太早了一点 十万大山内部 有那么多强大的天骄 都盯着这一个位子呢 火龙公子 白羽妖帅 还有金骄魔龙 这些哪个不比臭和尚厉害 而且他们的背后 各自都有强大的依仗 小和尚就一个人 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苏木尔一脸不屑地说道 妖魔内部有诸多强大的精英 他们实力强大 功勋卓著 在妖族内拥有不俗的威望 若是让他们知道 魔子的位置 被一个和尚给占据 想想就知道 他们会有多么愤怒 毕竟魔子的位置 是他们所有人的梦想 如果深渊没有立魔子的想法 他们还能安分 但现在深渊既然有这个想法 他们终会心甘情愿 因此 就算明面上认同小和尚的魔子地位 背地一定会使用各种阴险手段 这点 苏木尔毫不怀疑 十万大山的那些妖族 一个个心狠手辣 有一万种方法 让那小和尚死无葬身之地 第103章 骑士 唉 这一切就都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苏木尔叹了一口气 我们只需要尽力完成好深渊大人 交代给我们的任务就行 至于魔子之位的归属 还是让十万大山内 到那些妖族天骄们去操心吧 苏木尔的声音有些无奈 魔子的位置 无论落到谁的手里 都跟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妖族的传统 人族在他们眼中 就是一群会说话走路的食物 再加上千年前 人族帮助地藏王菩萨 推翻妖魔的统治 更加深了妖族对人族的仇怨 无论任何妖族 对人族都是激进彼夷之能使 甚至他们这些魔修 都不配被归入十万大山 只能另行成立组织 便是眼下的天魔殿了 对于这种不公平 深渊从来就没有管过 甚至还有一推倒 在深渊的规划里 天魔就是一个半个种苦差事的组织 只需要服从 服从 服从 挨最毒的打 吃最多的苦 办最难的事 死最多的人 给予最少的资源 魔子的位置 根本轮不到天魔殿的人来指手画脚 即便他们两个贵为圣女 这也不是他们能够染指的话题 虽然对于这种现状 苏默也有不少的怨气 十分不满 但也只能积压在心中 毕竟 说出来的下场 很有可能会触怒深渊尊上 那个后果 不是他可以承受得起的 听到姐姐的话 苏默眼中闪过一抹沉重 是啊 魔子的位置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只不过是妖魔之间的事情罢了 他们这些人类 操心这事情 不过是先吃萝卜蛋操心吧 等等 苏默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眼中闪过一团金光 他这时候才想起来 那个臭和尚 是个货真价实的人类 也就是说 他们拥有了一位人类魔子 死 意识到这个情况之后 苏默倒吸一口凉气 一位人族 竟然从诸多妖魔手中 得到了魔子之位 这是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人族在十万大山的地位 可以说跟奴隶差不了多少 然而却得到了 这最尊贵的魔子之位 如果对方真能坐稳魔子之位的话 说不定能提高人族在十万大山的地位 想到这儿 苏默忽然感觉自己对臭和尚的恨 没有之前那么深了 行了 别胡思乱想了苏默的声音传了过来 打断了苏默的思绪 将他拉回到了现实世界当中 深渊尊上临走前交代了 地藏佛门的支援马上就到 我们赶紧把这里的事情收尾 不要让地藏佛门抓到把柄 苏默淡淡地说道 魔子的事情远在天边 而深渊交代他们的任务 才是当下最紧要完成的 我是姐姐 我们该怎么收尾 苏默好奇地问道 虽然同为圣女 但一直是姐姐在处理大部分的任务 替他担下了不少的担子 苏默看了他一眼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既然要扫清痕迹 自然是要把这里的人全部杀光 这样 就算地藏佛门的人来了 也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苏默声音 刹那间变得冷酷无情起来 仿佛这么多的人命 对于他而言 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鬼老 这时苏默转头看向身后的一个身穿黑袍 身形勾楼的天魔殿长老 黑风山这里就交给你来善后 帝都那边交给我和莫 属下遵命 鬼老双手抱拳 痛快地答应下了这个任务 紧接着 双方就此分开 苏家姐妹带着一半的弟子 向着帝都的方向而去 而鬼老这边 带着剩下的人 向黑风山营地的方向赶了过去 与此同时 黑风山外围的营地内 一群修士聚集在广场上 听说长生大政不见了 那今天到底会不会把零食发给我们 天魔殿怎么说 也是罪州排名第四的大势力 不至于连这么点零食都拖欠我们的 那可说不准 天魔殿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 我看这件事不会那么简单 哼哼 这件事又不只有天魔殿一家 天魔殿我们惹不起 不是还有成国皇室吗 我们这有上千号修士 背后有上百个宗门家族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 就算天魔殿敢赖账 成国皇室也不敢不给 一众修士都听说了 长生大政建设完毕的事情 正聚集在广场上讨论 天魔殿之前承诺的那些零食 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发放 然而 跟其他人一脸热切地讨论零食不同 李鹏林安静地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他现在最大的期望 就是能活着从黑风山走出去 至于零食 他一个八品境界的小若鸡 就算真的发给他几万零食 他也不敢要 在黑风山这种恶劣的环境里 他一个公认的废柴 怀抱着几万块的零食 无意与小而吃惊过闹事 这些零食也只会是他的催命符 就算他将这些零食都交出去 被朱油蒙了新的修饰 也不会放过他 所以 他现在反而是最不期望发零食的那个 要是张大哥还在就好了 李鹏林不禁叹了一口气 如果张三还在的话 凭借他超强的实力 自己肯定能将这些零食保存下来 而且他信得过张三的人品 只可惜 对方前几天在那和尚过来闹事的时候 突然失踪了 外界一直有传言说他死了 但是李鹏林不太相信 这是他的一种直觉 他总觉得 张三所表现出来的 只是水面上的一层浮冰 而在水面之下 还潜藏着一座庞大恢红的冰山 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轻易地 死在大号的过程中 李鹏林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 只想赶快度过这段时间 然后安全地下山 就在这个档口 忽然听到一声 天魔店发零食了 大家快去领啊 不知道是谁大吼了一声 网场上所有的修士全部激动地 向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跑去 想赶紧领过零食后下山 而李鹏林却站在原地 陷入了纠结 第104章 谢莫杀驴 去吧 几万零食在手 肯定会被其他人抢走 但是若不去的话 自己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苦 有些不甘心 罢了 还是安全为上 能安全地下山回家 比什么都重要 李鹏林心中呢喃了一声 最终下定了决心 决定不去领取天魔店发放的零食了 看着周围人 一股脑地向发零食的地方冲了过去 李鹏林心中顿时也来了主意 不如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等其他人领完零食下山后 我再离开 自己这个修为和小身板 如果跟着人群第一时间离开的话 就算身上没有零食 肯定会被人打劫 而若是最后离开 运气好一点 不碰到人 就能安全地下山 李鹏林很快便做出了决定 他没有跟随人群 前往领取天魔店发放的零食 而是回到了自己所在的小屋 静静等待所有人离去 然而 等他刚回到屋子 却听到一声惨叫 从远处传来 紧接着便是人群的混乱 快跑 天魔店杀人了 零食我们不要了 不要动手啊 后面的 不要过来 天魔店泄莫杀驴 听到这些慌乱的声音 李鹏林后背汗毛乍立 他偷偷将窗户推开一条缝隙 由内向外望去 李鹏林因为不受待见 所以房子修建在营地旁边的高地上 又破又小 但却有一项好处 那便是视野开阔 可以看到营地内发生的大部分景象 却见 原本争先恐后着 前去领零食的修士们 正仓皇向四处奔逃 一位位穿着紫黑袍服的天魔店弟子 紧紧追在他们身后 每追上一个人 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对方杀死 天魔店的弟子 每一个至少都是六品 相当于兼功境界 面对众多修为在七品的修士 就像是一个成年人 在面对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童一般 没有几个修士能抗住他们的出手 短短几步路的距离 便有几十名修士陨落在他们的手中 而他们走过的地方 留下一地尸体 场面血腥无比 看着这一幕 李彭琳下意识平住了呼吸 比他预料中更坏的情况出现了 天魔店竟然屠杀他们这群 帮忙建造掌声大振的修士 在此之前 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情况发生 之前他所预想的最坏的情况 也不过是有人盯上他获得的零食 如果真遇上的话 他交出零食 运气好点的话 还能有一丝生路 但是现在 天魔店竟然出手 看样子不打算放过任何人 这就是实死无生的局面了 李彭琳私存的时候 却听人群中忽然传来一声 都特么别跑了 就这么跑下去 大家都只有被杀的份 大家伙跟他们拼了 说话的 李彭琳认识 是黑风山营地内的一个监工 实力在六品中期 因为没见他怎么出过手 所以对他的战斗力 不是很清楚 那名监工的一声大吼 很快就变起了笑 不少忙着逃命的人 分停下脚步 说的没错 天魔店的人 简直无耻至极 不给零食也就算了 还想要杀我们 跟他们拼了 对 如果不反抗 我们会被这群畜生给杀光 大家团结起来 一起跟他们拼了 义愤填膺的众多修士 开始有意识地反抗起 天魔店弟子们的屠杀 天魔店弟子虽然厉害 但是只有二十几个人 而反抗的修士人 足足有几百人 在几个六品修士的带领下 众人开始激烈地反抗 一方实力强大 但是人少 一方实力弱小 但是强大 场面竟然一时陷入了胶着之中 在众多修士们 拼死一搏的攻击下 甚至有不少天魔店的弟子负伤 太好了 说不定有机会 李彭琳看到这一幕后 眼中猛地闪过一道金芒 如果照眼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修士这一方 未必会输 但刚当他内心 燃起一丝希望之火 却见 一道浑身包裹在黑暗之中的身影 忽然从天而降 落在了人群当中 是天魔店的长老 李彭琳深吸一口气 眼中流出浓浓的惊恐 黑袍 是天魔店的长老的象征 他来黑风山这么长时间 见过身穿黑袍的长老 完了 这下车完了 看到天魔店长老出现 李彭琳眼中流出一抹绝望 如果仅仅只是天魔店那几十个弟子的话 他们这些修士们联合起来 未尝不能博得一条生路 但是天魔店长老出手 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四品觐见 一个平常修士 做梦都不敢想的觐见 事实果然不出李彭琳所料 在天魔店长老出现之后 原本僵持的战局顿时逆转 那位长老仅仅只是挥挥手 便抛洒出一片黑色火焰 这黑色火焰诡异无比 仿佛有神志一般 自动向周围修士飞去 但凡被这火焰沾染到的修士 即便只沾染到一丝火苗 也就几个呼吸的时间 便会被焚为一团灰烬 有人想要反抗 祭出自己随身法器 或是灰剑劈砍 或是凝聚水器 想要浇灭火焰 然而 四品强者使出的秘术 岂能是用这些普通办法能解决的 毫无意外的 这些办法全部都无济于事 黑色火焰无物不焚 法器 秘术 一切种种全部化为柴星 反而让火势愈发旺盛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便有至少上百人 陨落在这诡异的黑色火焰之下 快跑啊 最终 有人坚持不住了 率先向后逃去 这一下 带动了其他所有反抗的修士 面对着堪称无解的黑色火焰 他们反抗的勇气被彻底撕碎 随后 大批人开始逃命 几个监工间大势已去 纷纷加入到了逃跑的队伍当中 刚刚才组织起来的人们 顿时坐鸟受散 击溃了所有反抗者的信心 这就是四品强者的强大 看着逃跑的众人 那位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天魔殿长老开口 追 不要放过一个 天魔殿中弟子领命之后 顿时向着逃跑的人群追了上去 第105章 找到你了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屠杀 一群只顾着逃命的七品修士 怎么可能是天魔殿弟子的对手 而少数几个逃得快的幸运 在即将来到营地出口的时候 却发现 门口的地方 已经有一个身穿黑袍的天魔殿长老 毫无疑问 迎接他们的又是一场极为惨烈的屠杀 剩下人群只能尝试向其他方向逃命 可是他们却绝望地发现 每个方向都被堵死了 四品修士的速度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 往往是他们还没到一个地方 天魔殿长老已经提前 在那个方向等着他们 最终 众人无奈地发现 这就是一个绝望的牢笼 他们根本没有生落 这绝望的一幕 被远处躲在屋内的星号星号灵 尽收眼底 如果张三老大在的话 说不定会有一线生机 星号星号灵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想起了张三 如果张三还在的话 凭借他那神秘高强的实力 说不定就能拖住天魔殿的长老 为众人争取到一丝逃命的机会 星号星号灵这时不免有几分后悔 如果他早知道会是这么个结局 前几天跟张三一起下山的时候 就求对方不要将自己带回来了 他相信 凭借张三的人意 肯定不会强行将自己带回来的 然而 现在想那么多 已经晚了 伴随时间的流逝 一位又一位修士倒下 山下的惨叫声逐渐息 原本足足上千号修士 此时已经只剩下几十个 剩下的这些 都是六品境界的强者 他们被围堵在一处空地上 前有长老拦路 后有天魔殿弟子逼近 如此绝望的一幕 让他们崩溃了 扑通 一个六品强者 忽然给前方的 天魔殿长老跪下 前辈 在下上有老下有小 天魔殿的零食 我们不要了 只要您饶我一命 我给您当牛做马 其他人也纷纷效仿 给挡在前面的那个天魔殿长老 磕头求饶 这是他们眼下 唯一能做的事情 郭躁 然而 众人正在求饶的时候 却听冰冷的一声 从前方传来 伴随着冰冷的一声 最开始求饶的那个六品修士的胸膛 直接被一只大手给冻穿 出手的是一个身形勾楼的老者 正是之前被苏梅交代任务的鬼老 鬼老扫了一眼剩下的人群 对着追来的天魔殿弟子 冷声道 动手快点 这一声 直接给众人宣判了死刑 伴随着一道道血花飞溅而起 最终 整个黑风山营地 变成了一个血腥的人间地狱 鬼老 人都已经杀光了 我们现在要不要撤 在解决最后一个修士之后 一个衣服被鲜血尽尸的天魔殿弟子 来到鬼老身边 恭敬地问道 闻言 鬼老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光芒 转头向黑风山营地之内看了一眼 谨慎地开口道 尊上交代给我们的任务 是一个不留 这些房子里面都没有搜过 可能还有人潜藏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先把这里的所有仿佛 一个个全部搜一遍再说 鬼老冷声下令道 遵命 一众弟子恭敬领命 随后便散开 开始在营地内的房间中 搜索幸存者 完了 星号星号灵通过自己的房间 看着这一幕 心脏几乎都要停滞了 天魔殿这架势 是不想留一个活口 我现在该怎么办 星号星号灵 在心中疯狂思索着对策 跑 肯定不行 他屋子所在 虽然是高处 但周遭却没什么遮挡 外面那么多天魔殿弟子盯着 跑出去肯定只有死路一条 跑出去这个想法 被星号星号灵否定之后 他随即想到了第二个办法 藏 天魔殿弟子虽然在哀户搜查 但大部分都是扫一眼就过去 只要自己能躲过他们的搜查 就有极大概率可以活下去 想到这 星号星号灵当即在屋内环室 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 最终目光锁定在了那张简陋的木板床下 营地的设施太过简陋 而且他这还是营地诸多房间中最差的那个层次 狭小闭塞 可供他选择的躲藏的地点 本就没有几个 眼看着 已经有天魔殿的弟子 向他这个方向搜索了过来 星号星号灵只能一咬牙 钻进了床下 星号星号灵全缩在床下 心脏咚咚咚狂跳 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 却窗外闪过一道黑影 伴随着 吱压一声 屋门被人推开 这一刻 星号星号灵心脏出现短暂的停滞 看一眼就走 看一眼就走 他在心中疯狂祈祷 时间的流速在此刻都变得十分缓慢 而就在这个时候 对方忽然迈步走了进来 他踏踏 脚步声传来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星号星号灵的心上 对方黑衣之上 还在不断向下滴落点点血迹 那些都是敌人的血 星号星号灵甚至能看到血珠上 倒映着自己惊恐的面孔 他紧紧紧捂住了嘴巴 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心中却在不断的狂吼 不要发现我 不要发现我 老天保佑 道祖保佑 雷尊保佑 地藏王菩萨保佑 星号星号灵将自己认识的 和不认识的所有神仙都求变了 只求对方不要发现自己 或许是他的祈祷应验了 那天摩店的弟子 进来之后 只是随意转了一圈 期间也来到了床前 但始终没有发现 星号星号灵的踪迹 最终或许是因为屋内没有热 对方转身向屋外而去 看到对方离开 星号星号灵眼中闪过狂喜 心中涌出无限激动 老天开眼 终于可以躲过这一劫了吗 他刚想松一口气 却见对方走到门前的时候 忽然弯下腰 露出一张苍白的面孔 带着血迹 嘴角带着阴分的微笑 瞳孔中倒映着 星号星号灵惊恐的面孔 发现你了 这一声 让星号星号灵的心脏 直接骤停 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 看来鬼老说的没有错 果然还有落网之余 对方声音玩味 说罢便支起身子 直接向星号星号灵的方向走来 光荡 简陋的木床 被直接抛飞 第106章 定身术 李鹏玲的大脑 此刻陷入一片空白 嘿嘿嘿 你以为躲在床底下 我就发现不了你吗 太天真了 天魔垫地子 冷笑着说道 他其实一进门 就发现了床底下 躲着的李鹏玲 刚刚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陪对方玩一玩 假装没有发现对方 然后再突然一击 给予希望 然后再掐面 这种感觉 简直不要太爽 看着对方因为恐惧 一脸痴呆的表情 他心里别提有多舒服了 临死之前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李鹏玲被他这一生 换回到了现实 能放我一条命吗 他痴痴地说道 没门 天魔垫地子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染上一层紫黑色的魔器 此时他的形象 在李鹏玲的眼中 就犹如一位死神 一切都要结束了吗 李鹏玲双眼紧闭 不知道为什么 在死亡真的降临的时候 他反而平静下来 不似之前那样紧张 反而有种说不出的事 结束了也挺好的 他心想 或许是因为死亡即将到来 李鹏玲感觉 时间在此刻便慢了好多 他始终没有等到 对方那恐怖的一掌落下 嗯 李鹏玲疑地睁开双眼 却发现 天魔垫地子 依旧保持着之前的之前姿势 手掌高举在半空 迟迟没有落下 此时的对方仿佛 仿佛直接变成了一座雕塑 一动不动 脸上表情 一如之前一般 残忍争鸣 而眼中却带着一丝惊恐 发生什么事了 李鹏玲被眼前这一幕搞懵了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疑惑地站起身来 戳了戳对方的身体 是活的 但是好像被什么控制住了一样 一动也不能动 难道说 我已经死了 李鹏玲脑中 突然蹦出这么一个想法 传说人死后 时间会停滞 在他生前看到的最后一幕 眼下发生的一切 非常符合这个传说 正当李鹏玲怀疑 自己是不是已经没了的时候 却听到一声 不好了 从屋外转来 长老 佛门 那声音只说到一半 便戛然而止 李鹏玲赶紧跑到窗边 向外望去 只看见 距离自己房间不远处的地方 站着一个个天魔垫的弟子 他们以各种各样 不同的姿势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脸上的表情也是各异 惊恐 慌张 不见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存在 还有不少天魔垫弟子 正慌忙地向远处逃窜 而在他们身后 是一个身穿质朴僧袍的枯瘦老僧 仿佛一阵风就能将其吹倒 然而 正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 身形瘦弱 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老僧 却将天魔垫的一众弟子 吓得屁滚尿流 这一切都是 这个老僧造成的 李鹏玲的眼中 流出一抹不可思议的光芒 外面站着的这些 如同雕塑一般的天魔垫弟子 竟然是这个看起来 普普通通的老僧造成的 李鹏玲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在他眼里 这已经跟神仙手段一样 就在他惊讶之际 却见老僧颤巍巍地迈出一步 这一步 却直接跨越数百米 直接追上了一个天魔垫的弟子 李鹏玲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一步跨越数百米 就算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四品大能 也不一定能够做到 在他惊讶的目光中 老僧伸出两根手指 轻轻点向一个天魔垫的弟子 就是这轻轻的一点 朴实无华 没有任何不凡的气象泄露 然而被点到的弟子 登时将在原地 如此手段 让李鹏玲惊讶到说不出话来 佛门定身术 快跑啊 长老救命 有弟子大吼求援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大胆突驴 给我住手 天魔垫弟子们 惊慌地向四处逃窜 这与之前 被他们斩杀的修士 没有任何区别 一样的慌乱 一样的惊恐 然而 老僧的实力 却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他身相如同鬼魅一般 不断地在营地中穿梭 但凡被他出去碰到的 天魔垫弟子 全部都被定住了身形 如雕塑一般站在原地 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 李鹏玲忽然振奋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黑色的身影 从天而降 落在弟子们的身前 鬼老 看到来者弟子们 眼中流出欣喜的光芒 只感觉自己有救了 臭贼秃 别以为会定身术就了不起 一个人就敢强闯我 天魔垫的地盘 真是活腻歪了 鬼老开口 声音阴森沙哑 带着一抹不屑 如果眼前的和尚不是一个人 他或许会忌惮几分 但是他刚刚神念 扫过老和尚来的方向 没有察觉到任何人意 他们三位长老 对付一个和尚 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正说着 另外两个长老 出现在老僧两侧 呈三角之势 将老僧紧包围了起来 不给他一点退路 李鹏玲刚刚放下的心 在此刻又悬了起来 毕竟三个长老 可都是四品经济的高手 他刚刚才见过这三人的恐怖 那上千个修士 起码有一半的人 是陨落在他们三人手中 然而 面对三位四品高手的围堵 李鹏玲却看不出 老僧的背影 有任何惊慌 平静淡然 虽然瘦弱 却散发着一股如山般的厚重 这时 老僧开口道 阿弥陀佛 几位施主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几个长老 共同发出笑声 放下屠刀 你这老家伙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鬼老冷笑着说道 别跟他废话了 这老家伙 说不定是在拖时间 等地藏佛门的援兵 我们赶紧把他杀了 然后带着弟子们撤退 鬼老说吧 是以三人一起上 自己则从虚空中 拿出一把匕首 鬼气森森 另外两名长老 一人拿出一把鬼兽大刀 另一人则 祭出黑色的火焰 一起上 杀了他 鬼老大吼一声 手中的漆黑匕首率先飞起 向老僧刺了过去 配合黑色火焰和鬼兽大刀 恐怖无边 然而 面对如此恐怖的攻击 老僧仅只是伸直一点 哄 枯瘦的手指和匕首撞在一起 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声响 第107章 恐怖的天智 李鹏林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他有点不敢看战场中央 三个四品的联手攻击 就算这老和尚 是四品巅峰境界 也会被这一击所中伤 可是 他并没有听到 老和尚被杀后 天魔殿众人的狂欢 而是听到了一声 光荡 仿佛是什么金属被折断的声音 李鹏林猛地睁开眼睛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却见老和尚什么事情都没有 勾楼的身形依旧站在原地 而与他手指对撞在一起的匕首 和鬼兽大刀 却出现一道恐怖的裂痕 而老僧的那根手指 却什么事情都没有 另一位天魔殿长老释放的黑色火焰 也被一道璀璨到极致的佛光 挡在周身 连接近老僧周身都做不到 咔嚓 一声脆响传来 众目睽睽之下 那两柄断裂的法器 直接崩碎成了两截 全场寂静无声 看到这一幕 李鹏林瞪大了双眼 老僧仅仅凭借一根手指 就将两柄杀法法器给断成了两截 他的手指 是神经处就成了吗 李鹏林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天魔殿几位长老手中的兵器 绝对不是普通繁兵 肯定是要选用很多珍贵材料打造 坚硬无比 就算是同阶法器 也不一定能直接将法器折成两段 而眼前平平无奇的老僧 仅仅只靠一根手指 就做到了 就在李鹏林震惊的时候 下方鬼老为首的几个长老回过神来 仿佛见了鬼一般 眼中流出浓浓的惊恐之色 金 金身 三品圣僧 鬼老看着老和尚 声音不自主地开始颤抖起来 佛光可以防御一伙 肉身坚不可摧 在佛门当中 能做到这两点的 只有境界达到三品境界的圣僧 可以利害三位妖王的圣僧 意识到这点之后 一股凉气从他脚底出现 直冲头顶 地藏佛门竟然派出了一位三品圣僧 他只知道 地藏佛门派出了支援 以为地藏佛门最多派来 那十八个空子被长老之一 在他们天魔殿 设计让上一任佛子陨落之后 地藏佛门派人就十分的谨慎 在没有打探清楚情况的前提下 不会轻而易举派高手前来 尤其是对方已经派来了一个 实力极为强大的小突驴 哦不 现在是他们的魔子 魔子刚叛变地藏佛门 投靠了深渊大人麾下 地藏佛门应该不知道这情况才是啊 怎么可能直接派来一个三品境界的圣僧 鬼老心中闪过无数的疑惑 只是没人回答他这些疑问 一瞬间他掐断思绪 回到现实 对着依旧沉沦在镇经中的几个长老和弟子大吼道 这老家伙三品 我们快撤 然而他话还没有说完 却见老僧 另一只手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他面前 在他额头上轻轻一点 顿时 鬼老只感觉 自己眼前的一切全部凝固 一股无形的力量 涌入四肢百骸 阻断了他控制身体的想法 他只能看 却做不出任何反应 察觉到这一切的鬼老 顿时意识到 眼前这老僧的定身术 已经超脱了一般秘书的范畴 达到了神通之境 因为秘书级别的定身术 只能对四品以下的修饰施展 无法定住他这种 已经修炼出了神念的四品修饰 鬼老尝试突破定身限制的当口 其他长老和弟子 也没有闲着 回过神来便想要逃跑 然而 老僧哪里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却见他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一步迈出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而后直接出现在一个 向远方逃顿的长老面前 没等对方反应过来 便是轻轻一指 对方一将 失去控制的身体 如一段赤之焰般 向下掉落 三下五除二的功夫 所有打算逃跑的人 全部被定住 僵在了原地 鬼老虽然一动不能动 但却能清楚地 感知到这一切 他彻底的绝望了 三品圣僧 定身神通 缩地成寸 无敌精身 老僧带给他们的压迫感 甚至超过了魔子 魔子手下 他们还能有逃跑的机会 但是在老僧手下 他们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种被定身的状态下 老僧想要杀他们 不必杀一只鸡 困难多少 另一边 在定住所有天魔殿的人后 天智的神念 向整个黑风山覆盖而去 在神念的感知中 除了天魔殿的人 和一个被他救下的小修室外 再无一个人 反倒 只剩下满地的死尸 阿弥陀佛 天智念了一声佛号 眉头紧皱了起来 他这么快地赶过来 最重要的任务 并非是破坏天魔殿的诡计 而是保护云星佛子的安全 然而 就目前的情况来讲 他好像 还是来晚了一点 这里的活人 几乎都没天魔殿的人杀光了 佛子也不知道是逃出去了 还是已经遭遇了不测 必须确认佛子的行踪 天智宁没想到 云星佛子的意义 对地藏佛门来说太重要了 地藏佛门传承千年 就出了这么一位传承人 他但凡出任何事情 都不是地藏佛门 能够承受得起的 想到这 天智将目光转移到了 眼前这些天魔殿的人身上 眼下最快能得知 佛子下落的 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想到这 天智掐断思绪 一步迈出 下一秒直接出现在了鬼老面前 看到天智忽然回到自己面前 鬼老心中一惊 他还以为是天智 要动手杀了自己 心中刚说一声 完了 结果便听到一声 姐 顿时 禁锢住他的那股莫名的力量 顿时消散 他重新恢复了 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突然恢复身体控制权的鬼老 身子一软 直接扑通一声 栽在地上 不过此时 鬼老却没心情顾及自己的情况 而是抬头看向老僧 不明白 对方为什么忽然解开了自己的病身 平僧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你 天智开口 冷声问道 鬼老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 将心底所有杂念 全部压了下去 道 大师有什么问题 小的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第108章 顿入空门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更何况 还是落在一个三平境界的圣僧手中 除非十万大山这个时候 突然派出来三个妖王 不然没人可以 将自己从老僧手中救下 鬼老很清楚 自己是不值得 三个妖王相救的 想活下去的唯一办法 就是配合眼前的老僧 不然对方一个不开心 将自己送入传说中的炼妖塔 那可就坏事了 那地方 可是有境无处 生不如死 这几日 你们可曾 见到一名佛家弟子 天智冷声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 鬼老眼中 闪过一抹奇怪的光芒 随即点头道 见过 当然见过 如果他所料不错的话 这老僧所问的 应该就是被深渊尊者 收为魔子的那个小和尚了 听到这句话 天智眼睛眯了起来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鬼老眼中 闪过一抹思索之色 思考要不要如实 将那小和尚 被收为佛子的情况 告诉眼前的老僧 快快说来 天智老僧见到 鬼老脸色迟疑 暗中闪过一道 危险的光芒 随即身上 腾起一股厚重的气势 犹如大山一般 重重压在他的背上 鬼老眼中 闪过一抹畏惧 赶紧掐断思绪 开口道 被带走了 谁 天智老人 眼睛眯了起来 身上的危险气势 有所削减 毕竟只是被带走了 而不是陨落了 情况不算最差 鬼老闻言 咽了一口口水 是被我们深渊大人 带走的 鬼老决定只说一半 只告诉对方 小和尚被带走的消息 而不告诉他 对方被立为魔子的事情 现在深渊 只是向他们内部公布了 将小和尚立为魔子的事情 如果他提前泄露出去 且不说会不会 误了深渊大人的谋划 就是眼前的老僧 相不相信 都是一说 毕竟深渊一直以来 都没有表现过 立魔子的想法 现在突然立一个 地藏佛门的小和尚为佛子 这件事怎么听 怎么给人一种荒诞质感 你说他被深渊带走了 闻言 天智浑浊的谋中 闪过一道金芒 他倒吸一口凉气 整个人向后退了几步 被深渊带走 这结果可是糟透了 云星身为地藏王菩萨的传人 却落到了深渊的手中 怎么可能有好下场 如果落到天魔殿 或是十万大山的某个妖王手中 他们地藏佛门付出一些代价 或许还能将对方救回来 可落到了深渊手中 这位妖魔之主 虽然已经几百年没有出现过 可毕竟千年前罪州的第一强者 无冕之王 留下的手段无穷无尽 他躲在十万大山深处 外围有八大妖王守护 深处可能还有二品境界的天妖守护 根本不是现在没有 罗汉坐镇的地藏佛门能够突破的 而且就算突破了 以深渊的手段 在他们突破十万大山之前 也早就转移到了别处 这样的事情 在过去的千年间 已经发生了不知道多少次 天智越想 面色便越是凝重 原本平淡无波的眸中 都闪过一道担忧的光芒 这一幕 被鬼老看到 让他眼中闪过一抹奇怪的光芒 那小和尚究竟是什么身份 竟然能让这老僧如此担心 眼前这位可是三品境界的圣僧 刚刚在面对他们 三个长老一起进宫的时候 面色连变都没变一下 但在听到小和尚 被深渊尊上带走的时候 脸上却一脸凝重 这说明 那个和尚的身份 必定不普通 他正想着 却听天智问道 我在问你 他是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鬼老眼睛转了一圈 回答 就在一个时辰之前 向十万大山的方向去了 他选择如实告诉鬼老 甚至连深渊等人的去向 一并说了出来 毕竟 如果鬼老选择 去追击对方 肯定无心顾忌自己 届时 自己便可有机会逃脱 至于深渊那边 他完全不担心 深渊等人 乘坐了通天梭 现在恐怕 已经在是几千里之外了 老僧的梭地成寸 虽然厉害 但根本不是通天梭的对手 而正如他所预料的一般 听到鬼老说的 深渊等人 当即闪过一道希望的光芒 若是能追上对方的话 说不定还有一些希望 能将佛子救回来的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自己也不能放弃 另一边鬼老正 满心欢喜地期待着 等天梭老僧离开之后 自己可趁机逃脱升天的时候 却见天梭老僧回过神来 突然一直点在他的额头上 而后 天梭环顾向身后 大吼一声道 小友 可否出来一见 这一声 犹如熔熔大鼓 在整个山谷中回荡 惊醒了远处高地上 正处在镇惊当中的李鹏玲 他随即反应过来 老僧这是在教自己 面对这位救命恩人 他自然毫不犹豫地出门 向对方的方向跑去 大 大师 在下李鹏玲 多谢您的救命之恩 李鹏玲气喘吁吁地 跑到天梭身边 感谢了一声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这是我等佛门中人应该做的 小友不必客气 天梭与气平和淡然 完全看不出 是一个三品境界的圣僧 更没有刚刚面对 天魔殿众位修饰时的浑身杀气 小友 老那有一事要拜托你 天智随即请求道 大师请讲 天智回头环顾了一下 被他钉住的众人 开口道 老那有事 需要立刻离开 这些人 你帮老那看好 三天之后 我佛门之人便道 到时候 你将这些人 尽数交给他们即可 一听到天智说 让自己看着这大几十号人 李鹏玲心里一个咯噔 这些人可都是杀人不眨眼 而且随便一个修为 都高过自己 万一有那个人突破了定身术 那自己不就完了 或许是看出了他的忌惮 天智老僧摇了摇头道 小友无须担心 说着 他拿出一个古铜色的铃铛 此乃镇魂灵 遇到危险时 摇动此铃 便可抱你无鱼 这下打消了李鹏玲心中的顾虑 他点了点头 道 多谢大师 保证完成任务 不让这里一人走脱 第109章 各有心思 天智在将镇魂灵交给李鹏玲之后 便没有多说什么 他还要急着要寻那小和尚 于是一步迈出 下一秒直接出现在百米之外 而李鹏玲虽然还是有些害怕 但依旧坚守了下来 望着老僧离去的背影 他咽了一口口水 这就是佛门的高僧吗 好厉害啊 李鹏玲眼中流出一丝向往 他在成国 佛门只是听说过而已 却从来没实际见过 但是通过为数不多的两次接触 他第一个接触到的佛门之人 就是那天前来袭扰的和尚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 但对方硬抗两个四品长老的大招 并一招反杀二人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便是眼前的老僧了 几十个天魔殿的弟子 外加上三个天魔殿的长老 全部被定在原地 如同雕塑 连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佛门当真强悍的恋向往啊 李鹏玲心中感慨道 这次在飞风山 他吃尽了弱小的苦 因此也明白了实力的重要性 故而对强大的佛门 有了一丝向往之情 其实在没来飞风山的时候 因为家族内激烈的斗争 就让他有一种 想要脱离家族 远顿他乡的想法 而加入宗门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当时他便考虑过 加入地藏佛门 毕竟这乃是罪州第一宗门 实力 资源 名望 都是一等一的不用多说 最重要的是 隔着一整个罪州 距离家族很远 简直完美契合李鹏玲心中所想 唯一让他有些犹豫的 就是加入佛门 要遵守许多苛刻的戒律 不能吃素 不能昏去 而经历此遭 看到地藏佛门的强大后 他产生了一种 现在就加入地藏佛门的冲动 等后续地藏佛门的人来了 问问他们招收弟子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李鹏玲一边心想着 一边警惕地看着 周遭这些被定住的天魔殿的人 就这样 时间悄然流逝 转眼 时间来到了傍晚 金红色的夕阳洒向大地 映得远方的十万大山 犹如一条条府 在大地上的金色蛟龙 无比壮观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天边出现一个紫色的星辰 在夕阳之下 依旧明亮无比 伴随时间流逝 那颗紫色星辰越来越大 最终变成了一道流光 依稀可以看出 一只飞梭的影子 这飞梭 宛如一道绝美的流星 飞速划过十万大山 与外界的交界 向最深处而去 望着脚下飞速变换的景色 赵小云心里说不忐忑 那是假的 毕竟 这里是十万大山 堪称整个罪洲最恐怖的险恶之地 而他的身边 就坐着罪洲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存在 妖魔之主 深渊 光是坐在深渊旁边 便让他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压力 这股压力 是来自于精神上的 是因为深渊留下的赫赫威名导致 看着一脸沉重的赵小云 深渊开口道 小云 你不必担心 到了十万大山 就是本尊的地界 由我保护 就算是地藏佛门倾全力进攻 也进不来 听到深渊的话 赵小云心中有些无语 小爷我这么忐忑 就是因为你啊 当然 他不会这么说 而是露出一幅崇拜的表情 开始拍起深渊的马屁来 他发现 深渊很吃这一套 所以 他也只能投其所好地 从实力 再到外貌 再到深渊之前留下的事迹 等等几个方面吹嘘了一番 最后在日常贬地下地藏佛门 这一连串下来 深渊嘴角都快勾到天上去了 小云啊 本尊授你为弟子 果然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深渊感叹道 原本收照小云为徒 只是双方互相利用逢场作戏而已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发现 赵小云还蛮对自己的胃口 另一旁的轻摇 看着这两人一唱一和 心中则更是无语 原本对深渊尊上 深不可测的滤镜 破碎了许多 不过 他也多了一丝莫名的预感 总感觉赵小云这次到来 说不定会给一潭死水的十万大山 注入一些新的活力 至于是好还是坏 他说不准 不过可以预见的是 赵小云的出现 肯定会让妖族不少人大吃一惊 妖魔两族 不知道多少天骄 都眼巴巴的盯着魔子的位置 却被赵小云 这么一个外来的人类给抢占了 不知道那些自诩为天骄的后辈 会是个什么反应 震惊 愤怒 亦或是不甘 不过依照青瑶对他们的了解 这些天骄 肯定不会坐以待毙 任由赵小云 就这么轻易的坐稳魔子的位置 而这些天骄背后的各族 也肯定不会安分 想到这 青瑶目光转向赵小云 眼中闪过一抹莫名的光芒 就是不知道 这家伙能不能抗得住这么多人的针对 然而 这个想法刚出现 随即就被打消 别人的话 肯定会死得渣都不剩 这个家伙 没准真的有戏 青瑶跟赵小云打交道的次数多了 深知这家伙的诡异 不说他那诡异的防御力 以及那足足可以将一处山坡轰击出来的神通 单单是灾恶之力 就够跟他为敌的人 喝一壶的了 想到这 他甚至有些期待起来 期待着十万大山的各方势力 跟赵小云真正撞在一起 会是什么反应 尤其是他那几个对头 比如说火凤王 那个家伙在火龙公子手上 投入了不少的资源 就等着这位明日之星 有朝一日能突破到天妖境界 成为深渊之下第一人 到时候 他火凤王便可承着火龙公子的事 彻底压过自己一头 然而火凤那家伙 算盘打得很想 结果这转眼就杀出来个赵小云 就算那个火龙公子 真的突破到了二品天妖 按照规矩也得乖乖听赵小云的命令 不能有任何的违抗 所以 他很想看看 火凤王那家伙 期望落空的场面 想到这里 青瑶原本因为阴郁的心情 竟然莫名地开朗了几分 甚至连原本在他看起来 十分碍眼的臭和尚 此时都显得顺眼了一些 或许 这家伙的到来 说不准是一件好事 第110章 妖地宫 转眼间 最后一缕夕阳消失在天际 通天梭也终于来到了十万大山深处 重重鹰雾笼罩之下 一处巍峨的宫殿 在屹立在群山之中 而此时 通天梭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赵小云看着这一幕 不由得深呼一口气 明白自己 这是到了十万大山的核心地带 这里的情况 千年以来 外界从来只有猜测 没有一个人可以实地探访 而赵小云没想到 在这鬼地方 竟然还有如此恢弘的一处宫殿 单看外观 这宫殿漆黑古朴 周遭明刻着各种寿类的图案 神俊无比 活灵活现 而大殿很明显遭遇过重创 地基部分有很明显的 断裂的痕迹 可以证明 这宫殿只是一个 更加恢弘庞大的建筑的上层 除了这处最明显的 断裂痕迹之外 大殿之上 还有各种各样的伤痕残缺 种种迹象表明 这处宫殿 在过去的岁月之中 遭到过重创 但是 这些重创的痕迹 非但没有损坏 这座大殿给人的观感 反而为其增添了一抹 古朴沧桑的气息 赵小云观看着宫殿的间隙 通天舟缓缓降落在宫殿正前方的 一处广场之上 这里通体由黑魔石扑就 转刻着赵小云看不懂的 上古的文字 不等几人走下通天梭 就见一群穿着寿面人身的妖族侍从 从四周围了上来 这群人来到境前之后 非常熟练地排列成两对 跪在地上 恭敬地跪在地上 恭迎深渊 尊上回宫 上千人一同出生 生震天际 将半空中弥散的浓雾都 震得剧烈翻滚了起来 沃特 排场拉得也太足了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光是回来 就有上千人出来迎接 深渊这妖魔之主 当得还真是不次 小云 别愣着了 随本尊一起回宫 深渊出生 将赵小云拉回到了现实 随后 他便第一个走了出去 然后轮到赵小云 他本想客气一下 想让青瑶先下 结果 青瑶却摇了摇头 用叮嘱的语气道 到了十万大山 就把你们人族的那一套虚伪全部收起来 我们妖族按地位说话 你是魔子 地位仅次于深渊大人 我若是先与你 便是渐远 青瑶声音 虽然还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但是那个比较之前 却正常了许多 赵小云不由 感到一丝开心 满意的点了点头 看来 你还是很关心我的吗 听到他这话 青瑶两只拳头顿时钻紧 眼中闪过一抹怒色 呸 谁关心你了 我只是不想让深渊大人 因为你这个魔子 被人取笑 青瑶随便编了一个理由辩解 随后催促道 别废话了 你想让深渊大人等你吗 赶快下去 听到这一声 赵小云撇撇嘴 跃出了通天梭 青瑶紧跟在他身后 意气出了来 众人落在广场上 深渊用一种感慨的语气说道 小云啊 你可是第一个有机会 踏入这妖地宫的人族 在十万大山当中 人族被视为污秽 卑贱 下等的种族 只配被妖族当作奴隶和血实 根本没资格被踏入这妖地宫一步 所以千年以来 赵小云还真是唯一有机会 踏入妖地宫的人类 这是徒儿的荣幸 是沾了您的光 赵小云无形中 再次拍了深渊一记马屁 深渊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转头看向青瑶 青瑶 他叫了一声对方的名字 青瑶顿时反应了过来 拱手回答道 属下在 这里 就你的腿脚最快 便由你去通知其他妖王 三天之后 来妖地宫集合 商量要事 一个都不能缺席 深渊声音充满威严 仿佛一位至高无上的王者 青瑶身躯一阵 赶忙回答道 属下明白 这就去通知其他人 说吧 便直接飞到空中 化作一道青色的光剑 如同流星般 一眨眼消失在了天边 紧接着 深渊又转头对 跪在一旁的仆从们 大吼一声道 竹鹰 属下在 人群当中 顿时站起一位身穿绿袍的女子 那名为竹鹰的女子 抬起头来 露出一张精致的面容 两只尖尖的耳朵 和背后一对半透明的薄翼 证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灵族 竹鹰 这位 是我的徒弟 未来的魔子 以后你便专职 服侍他吧 深渊冷声命令道 竹鹰听到这话 眼中闪过一抹震惊 魔子 他没想到 深渊大人出去这一趟 竟然给他们带回来了一位魔子 而且 他能感觉得到 这魔子竟然能还是个人族 这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竹鹰短暂的愣了一下 但还是很快便反应了过来 恭敬地答道 竹鹰遵命 紧接着 深渊转头看向赵小云 道 小云 今天先让竹鹰带你熟悉一下 明日你来我这妖地宫 我传授你 情无为优路 深渊还是很看好赵小云的资质的 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 但是从他对赵小云的各方面 了解来说 这家伙有很大概率 真的是天生魔体 这种体质 可是千年难出一个的魔道肢体 就连他自己 也是很久之前 在域外游历之时 听说过这类体质 可却从未见过 所以只能从一些表征之上判断 赵小云是不是真的天生魔体 想要真的确认 就看明天 传授给赵小云魔宫之后 对方的表现如何了 而赵小云 一听深渊说 明天就传授自己魔宫 眼中顿时闪过一道激动的光芒 这可是深渊亲自传授的魔宫 论珍贵程度 除了地藏法神经之外 放眼整个罪周 都算是金字塔之上 独一档的存在 而他也非常想验证一下 自己是不是真的 可以同时修行 佛魔两种力量 毕竟之前动用深渊宝谷的力量 是那么得心应手 想来 修行魔宫问题也不大 如果真的验证成功 那自己可就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掌握了佛魔两种力量的修饰 放眼整个罪周 甚至是罪周之外 可能都是唯一 第111章 飞云殿 想到这 赵小云掐断思绪 回到现实 多谢师尊 好了 你先下去熟悉一下 本尊还有些重要事情需要处理 深渊摆了摆手 示意让竹鹰叫赵小云带下去 跟深渊道别之后 两人离开 赵小云在竹鹰的带领下 向妖帝宫后方的宫殿走去 一路上 赵小云左顾右盼 打量着四周沧桑古朴的宫殿 看似是在欣赏建筑 实际确实在打探的防御守卫情况 然而这一路走下来 他却并没有看到 有守卫的存在 赵小云心中虽然疑惑 却没有多问 毕竟出来乍道 问多了容易让人警惕 打断思绪 他看着恭敬地走在前方的竹鹰 好奇地问道 敢问姑娘可是精灵族的人 无论是半透明的翅膀 还是尖尖耳朵 以及那人见犹怜的面容 都跟赵小云之前 见过的精灵一族非常相似 所以他才如此笃定 听到精灵两个字 竹鹰身体一将 步伐出现了短暂的停顿 某中闪过一抹别样的光芒 仿佛是追一起的过往 不过很快 他便回过神来 坚定地摇了摇头 摩子大人眼光真好 属下的确出身于精灵族 但是深渊大人格外开恩 让我成为了尊贵的妖族 所以 属下现在就是妖族 是深渊大人和您的奴婢 而非是什么精灵族 竹鹰的声音虽然非常客气 但赵小云却从中听出了几分 生冷和不情愿的语气 仿佛他不愿意谈起这个话题 也是也是 赵小云挠了挠头 精灵族的人脾气又大 还喜欢胡搅蛮缠 的确是没什么好当的 之所以不愿意谈起精灵族 只因那里承载了自己这一生 最美好的记忆 在这黑暗 野蛮 危险的十万大山之中 那一点美好的记忆 是为数不多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 所以 他才故意摆出一副高冷的姿态 仅仅是不想让这份美好被玷污 所以当听到这个魔子 被精灵族出言不逊的时候 他才会反应这么激烈 不过 他脸上的愤恨 仅仅只是一闪而过 没有让赵小云察觉到 这是竹鹰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 练就的一项技能 控制自己的愤怒 只有当控制住了愤怒 才有机会在这里活下去 魔子大人 咱们还是不要聊精灵族了 我给您介绍一下其他的吧 竹鹰非常顺滑的 便岔开了话题 不过 赵小云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 他情绪上的变化 这么敏感 还说自己不是精灵族 赵小云撇了撇嘴 在心中说道 虽然女人口口声声说 为自己是妖族而感到荣幸 但是看对方的表现 可不像是为自己是妖族而荣幸 赵小云赋斐一阵 不过的确没有再提起 精灵族的事情 刺激对方情绪 他能感觉得到 竹鹰对精灵还是有感情在的 好啊 你说不谈 咱们就不谈了 你给我讲讲这妖帝宫的事情吧 赵小云淡淡地说道 听到这话 竹鹰心想 可算是把这家伙的注意力转移过去了 随即长出了一口气 开始跟赵小云 讲起了妖帝宫的由来 以及各种需要注意的规矩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很快便来到妖帝宫后面 气势不凡的大殿 摩子大人 这飞云殿 千年之前 原本是深渊尊上的寝宫 可是他老人家 现在只有天摩生 平日里都待在主殿当中 这处飞云殿便空了下来 千年来一直没有人居住 如今 您贵为摩子 也只有你配注进这处宫殿了 听到竹鹰解释 赵小云点了点头 飞云殿 飞云之志 跟我赵小云的名字很配吗 不错 不错 他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推开了飞云殿的大门 扑面而来的浓郁的灵气 让赵小云眼前一亮 大殿内肯定是用了聚集灵气的阵法 光是站在门口 便能感觉到 屋内的灵气浓度是外界的十几倍 在这个环境下修行一天 相当于在外界修行十几天 不知道是让多少修饰梦寐以求的存在 一步踏入其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飞云殿的屋顶 雕梁画洞 顶部镶嵌着一颗颗夜明珠 按照周天星辰排布 仿若真正的星空一般 而后 精美却不显得繁琐 大气却又不显奢华 一切都是浑然天成 完美无缺 恰到好处 这才是人住的地方啊 赵小云心中感叹道 眼下的飞云殿 比起他之前在地藏佛门居住的小院来说 根本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他在地藏佛门居住的条件虽然不差 但也绝对称不上多好 因为地藏佛门拥有 不得做高光大床的戒律 所以 无论长老还是弟子 居住的条件都非常的简陋 尤其是那张床 与其说是床 不如说是一条板凳 勉强能躺下一个人 晚上睡觉稍微动弹一下 就有可能掉在地上 赵小云可是没少在这方面吃亏 刚到地藏佛门的时候 几乎天天睡觉都会掉下来 但是因为有戒律的存在 他一直没敢修改 生怕遭遇到佛城 就这样一直挺过了十几年 挺到了现在 他甚至已经习惯了 不仅睡觉不会翻身 甚至还养成了一种特殊的 在睡觉中保持平衡的绝技 即便他睡在一根绳子上 也不会掉在地上 就这 地藏佛门的住宿条件 其实已经还算不错了 相较起来 练妖谷那处简陋的草房 则是跟猪窝差不了多少 所以 赵小云看到那一张大床的时候 眼睛都转不开了 这么多年了 自己终于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大床了 竟然是在妖魔这里 实在是令他虚虚不已 魔子大人 您觉得这里如何 赵小云正在欣赏的时候 却听竹鹰在旁边问了一声 赵小云点了点头 不错 挺满意的 虽然他已经尽量显得平静 但不断跳动的眼角 以及嘴角无法抑制的笑容 都在证明着 他非常满意 第112章 都是一个辈分 差距怎么那么大 那您先休息 有什么需要 随时叫我 没问题 赵小云点了点头 紧接着 对方便非常有礼貌地退了下去 与此同时 数万里之外 十万大山的边缘 一道身穿灰色质朴僧袍的身影 从远方而来 正是得知消息后 匆忙追来的 天智 此时 早已经进入深夜 远处的十万大山在 如同一尊俯卧黑暗中的巨兽 一如一睹一眼 望不到边的巍峨城墙 携带着巨大的压迫感 还是没有赶上吗 天智叹了口气 眼中闪过一抹担忧 在黑风山得知佛子 被深渊掳走的消息后 他便马不停蹄地 向十万大山赶来 以气能追上深渊 可是 直到追到这里 他却始终没有发现 半点深渊的踪迹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继续前行 进入十万大山 第二个 就只能选择后撤 另寻踏法 天智站在山巅之上 思索了很久 最终还是选择退却 原因很简单 十万大山的水太深 那里是深渊的老巢 有十大妖王守护 即便他修为已成三品 身具种种大神通 若是贸然进入其中 自己能不能玩好出来都两说 更不要说 还要在广袤的十万大山当中 搜救佛子了 所以 再三思量之后 天智选择了离开 当然 这并不是放弃 佛子已经被掳进了 十万大山深处 维京之计 只能回去 集结地藏佛门的力量 硬汉十万大山了 思量好之后 天智深吸了一口气 不再犹豫 转身离开了这处山峰 转眼 时间便来到了第二天 赵小云从飞云殿宽敞 柔软的大床上起身 放松地伸了个懒腰 竹鹰此时 带着一群人 给赵小云送来了 连夜定制好的衣物 摩子大人 您现在身上穿的 配不上您的身份 所以奴婢连夜命人 定制了一身一副 您看如何 竹鹰说吧 事宜后面几个女子 将叠好的衣服散开 这是一件长袍 紫黑为底色 继承了十万大山和天魔殿 一贯着装风格 长袍之上 还有一些古朴的名文 应该是上古妖文 虽然能够看出一些 赶工的痕迹 但总体制作 还是非常精良 端庄大器 反正比他现在 这一身的黑袍好了 不知道多少 还行 就是这个颜色 以后换年轻一点 赵小云随口道 也不知道妖魔的审美 是怎么回事 总是喜欢这阴暗色调的衣服 这一身紫黑色穿身上 就好像前世 他在电视山看到的大反派 好像无时无刻 不再谋划着 毁灭世界一样 奴婢明白 以后会注意的 竹鹰神情一阵 赶忙点头道 行吧 你们先出去 我这就换衣服去见师尊 赵小云摆了摆手 让众人出去 打算赶紧换上 这一身衣服之后 去见深渊 可在听到他这话后 竹鹰脸上却闪过一抹为难 瞬间跪倒在地上 道 摩子大人身份尊贵 怎能亲自做这种小事 让奴婢们来帮您 他们这些奴婢 在妖地宫存在的唯一意义 就是服侍人 若是失去了这个意义 那他们的存在 便再无价值 后果将会十分惨烈 见状 赵小云眉毛挑了挑 随即无奈地叹了口气 行吧 那你们来吧 这一生 让众人如蒙大赦 众人赶紧起身 熟练地帮赵小云宽衣 更换了衣物 同样都是子自辈的 对比其佛子来 待遇差距怎么这么大 赵小云一边享受着众人低福 一边在心中感慨 佛子在地藏佛门的地位 和魔子在十万大山的地位 差不了多少 但是待遇天差地别 赵小云成为佛子之后 除了遇到其他人的时候 称呼从原来的云星 变成了师兄 以及多了可以自由 进入藏经阁的权限外 感觉基本没什么提升 甚至还要帮忙解决一些 弟子修行上的疑惑 而天魔殿这边呢 是虽然暂时没体会到 但想都不用想 肯定差不到哪里去 而且干什么都有人服侍 一步到位 极大的满足了人所有欲望 不过赵小云还是很清楚 魔门中换来的这一切 都是有代价的 相比较起来 他还是更喜欢地藏佛门的生活 虽然苦了一点 但却能获得难得的心安 在被服侍着 换好了衣物之后 赵小云便直接离开了大殿 按照指引 前往深渊所在的妖帝宫的主殿 妖帝宫主殿是整个宫殿群 最显眼的建筑 威额耸立 宛如一座大山般 跟周围的山峰比起来 都丝毫不落下风 来到主殿前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寂静的有些诡异 仿佛时间在此刻都静止了一般 而与此同时 赵小云直接推开门 知呀 古老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 露出一望无底的黑暗 衬托的整个大殿 仿佛都像是一只多人而式的猛兽 好好的一座宫殿 整得这么黑 但是迈步踏入其中 咚咚咚咚 整个大殿空旷无比 却又诡异的安静 只有赵小云的脚步声在回荡 不过还好 在他进入大殿之后 两侧自动有灯亮起 虽然昏暗 却也不至于什么都看不清 师尊 您老在不在 赵小云环顾四周 没有发现深渊的身影 于是开口问道 却在此时 轰一声巨响 刚刚被他推开的沉重石门 忽然被关上 紧接着 大殿之中 突然刮过一阵阴森森的寒风 让赵小云不自觉地 打了一个寒颤 小云 你来了 随即 一道沙哑刺耳 声音从大殿内 空无一人的王座上传来 却见 一道浓密到极致的黑暗 从虚空中弥漫出 现实向周围扩散 然后又凝聚成一道人形 但是 这人形只有上半身 全身都由黑雾组成 看不清楚五官 却带着一股 让人毛骨悚然的气势 看着黑影 赵小云一时间 有些反应不过来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敢问您是 第113章 秦魔幽露 这是为师心魔身 也是本罪原本的样子 深渊开口 淡淡地解释了一下 他之前的外表 都是为了掩人耳目 伪装出来的 如今回到了妖帝宫 自然便换回自己原本的面目 也就是现在的黑雾形态 徒儿明白了 赵小云点了点头 随即道 世尊 您不是要教我功法吗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却听深渊淡淡的声音传来 不要着急 深渊说着 伸出一只手 手中黑雾凝聚 形成一个特殊的手掌型的符号 这便秦魔幽露的真意 你只需要放到额头上 便可领悟 深渊的声音 虽然沙哑 却难掩期待 而赵小云却警惕地问道 敢问师尊 这秦魔幽露修行之后 有什么功用 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根据他之前的了解 一般魔修的功法 比之平常一般修饰的功法 会强大许多 但强大的实力 换来的却是严重的副作用 所以 魔修一个个性格诡诀 残暴 做出了各种上残忍至极的事情 就算是一个正常人 在修行魔宫之后 也会出现性格大变的情况 而他虽然已经用过很多次魔器 甚至连灾厄之力 这种超越一般魔道之上的力量都掌握了 可本质上 他所掌控的那些 全部都是别人的力量 深渊宝谷 是深渊遗留在其中的力量 灾厄之种更不用说了 所以 赵小云有些担心 自己修炼魔宫之后 会不会也出现性情大变的情况 没有 听到赵小云的问题之后 深渊坚定地摇了摇头 情魔忧禄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此法功能也很简单 修行之后 可以让你从师尊身上借力 助你战斗修行 深渊开始给赵小云讲述 情魔忧禄的功用 而通过他的讲述 赵小云也终于有所理解 正如深渊所说的那样 情魔忧禄入门之后 便可以从深渊身上 借助力量 可以轻而易举地发挥出 超越当前品阶的力量 而且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或许是为了打消赵小云的疑心 深渊特地强调了 没有副作用这一点 最后 深渊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其实要说副作用 也真有一点 那就是这晴天幽露 乃是师尊我 千年之前 在外周游历之际 偶然获得的残缺功法 只能修行到二品境界 想要继续突破 就需要将这本功法补全 可惜 千年前师尊遭遇了地藏王纳斯 落得如今这个下场 一直没有几乎去补完后面的部分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有朝一日 你助我覆灭地藏佛门 推倒练妖塔 放出师尊的那半具肉身 师尊便有机会补完这部功法 而在此之前 这门功法 足够你突破到二品境界 加上戒力的功效 足够让你拥有一品的战斗力 足够傲视整个罪周了 深渊说这最后一句的时候 声音中带着一丝蛊惑 赵小云一边听着 一边点头 仿佛一个好学的学生 口中喃喃 原来如此 如果深渊说的是真的的话 那这 琴魔幽露 还真是不凡 可以通过向深渊借力 换取到超越一个境界的实力 实现跨境免压 简单粗暴 赵小云正私衬的时候 就听深渊再次开口道 好了 废话说的时间太长了 你抓紧时间快些领悟吧 他声音中 隐隐带着催促 一边说 一边将手中的手掌形符纹 递到赵小云面前 见深渊这个架势 赵小云眼睛微眯了一下 深渊催促的有些太着急了 让他明显嗅到一丝不正常的气息 他心中提起几分戒备 却还是从深渊手中 将琴魔幽露 真意 接了过来 放到额头之上 反正自己现在十海之中 有地藏法身经作证 就算深渊在这真意中下了什么手段 他也不怕 毕竟再厉害的手段 还能有天魔狂师的残魂厉害 地藏法身经 连天魔狂师的残魂 都能只手镇压 对于区区的禁止 自然没什么问题 而看到赵小云开始领悟 琴魔幽露 后 深渊身上涌动的黑雾 出现了短暂的振战 很好 这下 你再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深渊在心中喃喃自语 他刚刚告诉赵小云的 都是真话 只不过 却隐瞒了一些事实 就比如说 琴魔幽露 其实并非只能修行到二品 他获得的 琴魔幽露 其实是能修行至义品的 还有 这功法的戒力 也是双向 低境界 可向高境界借取力量 却需要经过对方同意 而高境界 却可以不用经过对方同意 向低境界拿取力量 他给赵小云的琴魔幽露 其实是阉割版 省去了拿的部分 只能向自己借取力量 而不能随意拿取 只要赵小云领悟成功 开始修行功法 自己便能掌控他的修为 而自己不告诉他 对方甚至永远都不会知道 这可比他下任何禁止 都要来厉害 关键时刻 或许会有出其不意的功效 而这一切 正在领悟琴魔幽露的赵小云 却浑然不知 他此时正在疑惑 为什么 我什么都领悟不到 赵小云将琴魔幽露 放到自己额头上之后 除了有一点特殊的冰凉感外 什么都没有感觉出来 他疑惑地睁开双眼 看向深渊 师尊 这是不是坏了 为什么我什么都领悟不到 怎么可能 深渊听到这话 眼中闪过一抹惊异的光芒 根据他之前的推测 赵小云应当是天生魔体 对魔道有先天亲和力 很快便能领悟 这真意 悟性越高 领悟得越快 你乃天生魔体 悟性不可能差 再试试 听到这话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莫名的光芒 心中却莫名有些忐忑起来 悟性之越高 领悟的能力越快 他可记得 自己当初在地藏佛门的时候 领悟一个入门级别的慈门经 都耗费了几年的时间 而现在 第114章 资质好患 虽然 赵小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但肯定不能现在说出来 只能按照申渊的指示 将真意重新放回自己的额头上 继续领悟 可是一番尝试下来 终究是无果 这领悟能力也太差了吧 申渊有些无语 眼下这个情况 是他所料未及的 他原本以为 赵小云在地藏佛门 修行了十几年 还是九品境界 应当天生魔体 可从现在的结果来看 这孩子 只是单纯的悟性太差 情魔幽露的真意 他都已经拿出来了 正常人应该很快就能领悟到入门的功法 可赵小云 却什么都感应不到 难不成是他识破了我的计划 所以故意不领悟 申渊心中不禁想到 然而看到赵小云那一脸的苦涩 没有半点装的样子 申渊陷入了迟疑 师尊 是不是徒儿资质太差了 赵小云此时问道 可能因为自己是穿越者的原因 领悟这个世界的功法 非常困难 他现在修行的功法 都是系统赠予的 通过自己领悟的 只有一本《慈星经》 别人都是几天 最多几个星期就能入门 而他足足花费了三年 如果不是系统的话 他现在还是一个 九品境界的扫地小僧呢 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希望 能突破到八品以上的境界 原本他还真有些期望 申渊说的是真的 自己其实是传说中的天生魔体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只是空谈罢了 而听到赵小云的这句话 申渊嘴角抽了抽 他现在有些后悔 之前为了拉赵小云 加入十万大山说过的那些话了 什么天生魔体 千年难遇的魔道奇才 嗨嗨 申渊倾咳了两声开口道 小云 你不要妄自菲薄 秦魔幽露乃是整个罪州最顶尖的功法 繁杂无比 就算你是天生魔体 也不是那么好领悟的 这真意你且带走 相信你只要秦家领悟 很快就能领悟成功 申渊开口 故作镇定地说道 只要时间长了 就算是投诛也能领悟 弟子明白了 赵小云点头将真意收起 那弟子便先下去修行了 就不打扰师尊了 申渊没说话 至死摆了摆手 事宜让他退去 赵小云随即离开了大殿 而后便重新回到飞云殿 我就不信 我的悟性就那么差 赵小云倔脾气 此时也上头了 重新拿起这 秦魔幽露的功法 开始细心感悟了起来 时间飞速流逝 一转眼 时间便来到了三天之后 闭眼感悟三天的赵小云 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眼 他长出一口气 喃喃道 总算还有些领悟 俗话说得好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经过三天 持续不断的感悟 赵小云成功领悟了 秦魔幽露的一些碎片 没错 仅仅只是一些碎片 还不够入门的 但就这个结果 赵小云已经很满意了 毕竟当年 他在地藏佛门的时候 领悟慈心经 足足翻阅了几个月的经书 脑子都梦了 才领悟到这些碎片 现在不过三天时间 就领悟出这些 已经是融合深渊宝谷之后 资质提升之后的结果了 就在赵小云盘点自己 三天领悟的收获的时候 却听竹鹰的声音 忽然从门外传来 莫子大人 尊上今天召开会议 讨论要是 诸位妖王都已经到了 您也快些过去吧 听到竹鹰的提醒 赵小云这才猛地响起 三天前 自己刚到的时候 深渊的确是让青瑶 去着急猪妖王前来妖帝宫 于是他赶紧回过神来 道 好的 我这就过去 随后 竹鹰贴心地带着一群仆人 服侍赵小云穿戴整齐 收拾齐整之后 赵小云便离开飞云殿 向主殿的方向过去 而与此同时 主殿之内 十万大山的八大妖王 巨都落座在此 大殿内的气氛有些沉寂 资历最老的紫园王 转头看向青瑶的方向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问道 青瑶都是到如今了 你可以告诉我们 尊上这次召集我们到底 是要商量什么事情了吧 没错 青虎王 你火急火燎地把我们叫过来 还没说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对啊 青虎王你先给我们偷个底 让我们心里好有些准备 也不是 众妖王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 他们大部分都是接到青瑶的通知 立刻赶来妖地宫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事情 然而 面对众人的好奇 青瑶却只是冷静地摇了摇头 各位都不要着急 诸位想知道的 待会儿尊上过来 自会全部告诉你们 青瑶卖了个关子 并没有将情况告诉众人 他很想看看 待会儿这群妖王 看到赵小云之后的反应 尤其是火凤王 想到这 青瑶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见青瑶这个样子 诸位妖王虽然着急 却也无奈 这样 青瑶你只用告诉我一件事情 那就是 尊上这次 到底有没有将深渊宝谷取回来 紫园王好奇地问道 深渊血迹十万妖兵妖将 就是为了取回深渊宝谷的事情 他们都听说了 如果真的将深渊宝谷取回来了 赠予他 他便有机会突破妖王禁锢 晋升到天妖境界 这也是他现在最渴求的一件事 其他妖王听到深渊宝谷似的字 眼中也都放出一道金芒 深渊宝谷对于他们任何人来说 都是十分珍贵的质宝 而其中最期待的 莫过于一身火焰长裙的火凤王了 深渊宝谷本来应该是他的所有物 原本打算积极与自己的秦王火龙公子 助他成为妖王 可惜却在炼妖谷遇上那个诡异的小和尚 好好的深渊宝谷成了那家伙的所有物 甚至逼得深渊尊上都不得不出山的程度 这次就算宝谷找回来 也肯定没他的份了 而若是找不回来 可能还要被深渊大人怪罪 一想到这 火凤王不由的心生一股憋屈之感 都怪那该死的臭和尚 若不是他 本王怎可能沦落到如此境地 第115章 是你 火凤王想到这里 眼中闪过一抹晦涩的光芒 他又想起了在炼妖谷时的那一幕 那个臭和尚 身上冒着诡异的 佛魔两种力量 两种完全冲突的力量融合在他身上 非但没有招来地藏大阵的镇压 反而引来天地异象 地藏王的佛光都在为其清贺 在此之前 这种诡异的事情 火凤王闻所未闻 甚至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查找有关记载 然而却收获寥寥 这也说明 小和尚身上发生的诡异事情 甚至连妖族的记载之上都没有 也许只有尊上才能搞定这件事了 火凤王在心中叹了一口气道 如果拿回深渊宝谷这件事 还交给他来办 他甚至想不出办法对付那个和尚 不光是他 在座的妖王当中 有一个是一个 没有一个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火凤王无比肯定 他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深渊 有办法拿回宝谷 不然可就麻烦了 火凤王随着心中想法的变化 脸色也在持续不断的变化 虽然面上装的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可他却竖起耳朵 想从清瑶这边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这一切都被清瑶尽收眼底 他现在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 火凤王肯定是在为宝谷的事情担心 所以 他现在越来越期待 火凤王待会儿看到赵小云时候的表情了 想到这里 清瑶嘴角轻轻勾起一抹微笑 环顾了一眼好奇的众妖王 至于这宝谷嘛 说没拿回来 也拿回来了 要说拿回来了 却也并没有拿回来 清瑶这一句 给所有妖王都整懵了 不是 清瑶 你什么时候说话 也变得这么玄乎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什么拿回来也没拿回来 好好说话 就那么难吗 其他几个妖王 一脸着急的开口 清瑶却不急不缓的摇了摇头 我说了 都不要着急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清瑶堂塞了众人一句 看了一眼紧闭的大门 心说 这赵小云 怎么来的这么慢 他还是第一次 主动的希望看到赵小云出现 或许是听到了清瑶的请求 忽然枝鸦一声响起 大门被从外面推开 一个青年身影出现在门外 他身着紫黑长袍 长发披肩 身形魁梧 由于光线的原因 看不清面容 不好意思 来得有些晚了 那人说了一声 缓缓地从外面走近 看到这个人影 众人眼中皆都闪过一抹惊讶 平日里 这处大殿 只有深渊尊上 和他们几个妖王有权进入 其余人等 甚至不能靠近主殿千米之内 这怎么忽然 又冒出一个人来 紫园王微微眯起眼睛 黑色的鼻头秀了秀 用一种警惕的声音说道 这个气息 是人族 他的嗅觉非常敏锐 第一时间就闻出了 眼前这青年身上的人族气息 而听到他的话 其他妖王眼中 纷纷闪过震惊 什么 竟然是人族 妖帝宫 乃我妖族圣地 怎么可能会有人族 对啊 我们这妖帝宫 连奴仆都是从妖族中选出来的 怎么会允许卑贱的人族出现 一种妖王听到紫园王的声音后 眼中纷纷流露出 不可思议的震惊之色 千年以来 从来没有哪个人族敢踏足妖帝宫 不 我的感知不会错的 这家伙绝对就是人族 紫园王斩钉截铁地说道 除非眼前这个人 是深渊大人伪装而成 不然整个十万大山 没有哪个可以瞒过他的感知 听到紫园王如此笃定的语气 其他妖王也不由得不相信 紫园王身为他们当中资格最老 实力最强 境界最高者 他说的话 由不得众人不相信 难不成是 深渊尊上新收的奴隶 可是新收的奴隶 为什么敢进入我们这里 或许是新来的不懂规矩 妖王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了一番 猜不准赵小云的来意 竟任由对方 静止走进了大殿 看到赵小云进入大殿 火凤王原本郁闷的心情 仿佛瞬间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他怒瞪向赵小云的方向 呵斥道 大胆 是谁让你这个卑贱的人足进来的 滚出去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哐当一声 大殿的门骤然关上 由于外部的阳光消失 众人随即看清了此人的面容 却见来人面容清秀 从外表看上去 岁数不大 一双大眼看着众人 带着一种玩世不恭的笑意 然而 看到来者的瞬间 火凤王的瞳孔骤然一缩 是你 他惊句出声 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想到 近来的人竟然是那天 在练妖谷看到的臭和尚 是他 绝对是他 火凤王的瞳孔颤抖 那个噩梦一般的身影 他绝对不会记错 火凤王整个人仿佛被一盆冷水 从头浇下 我们认识吗 赵小云听到这一声 眼中流出疑惑的光芒 他不记得自己 在哪里见过这身穿烈焰长袍的女子 而看到对方的反应 却好像认识自己一般 其他妖王 见到火凤王这般反应 眼神也变得奇怪了起来 火凤王 你怎么了 怎么一个人族就把你吓成这样子 对啊 你认识他吗 这小子到底是谁 为何闯入我们这妖帝宫来 一种妖王纷纷好奇地问道 他他他 他就是 火凤王只向赵小云 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只有满脸焦急 看见他这样子 青瑶暗中勾起一抹窃喜的微笑 果然 如他所预料的一般 赵小云的出现 让火凤王难得地露出窘态 这场面 平日里可是十分难得啊 青瑶在心中道 心情也变得开心起来 臭和尚倒也不是一无是处 他连带地看赵小云都顺眼了几分 与此同时 见火凤王见了自己 跟一副见鬼了的模样 赵小云摇了摇头 大姐 我又不吃人 至于这么害怕吗 你给我住口 紫园王大吼一声 小子 你是谁 是谁让你进来这妖地宫的 第116章 宣布 紫园王这一声大吼当中 充满了鄙怡 看着赵小云的目光当中 流出几分敌意 无论这个人族 是怎么来到妖地宫的 对方竟然在他们 召开会议的当口 贸然闯入主殿之内 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按照一般情况 就算是妖族添娇 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胆敢踏入这大殿中一步 也会遭到严惩 更别说这个人族了 若非不清楚对方的身份 紫园王甚至都懒得 跟他在这里废话 直接一挥手 就将他捏死了 然而 面对他这一声 赵小云却面色平定 他没有搭理紫园王 而是对着那空无一人的王座 拱手做了一衣 开口道 徒儿赵小云 拜见师尊 这一声出 在场的所有妖王当中 除了青谣以外 全部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个人族小子 竟然敢称呼 深渊尊上为师尊 这可是千百年来 无数天骄都无法获得的荣誉 众妖王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 就是不相信 深渊成为妖魔之主几千年来 妖族出过多少璀璨的天骄人间 就不说他们了 曾经的三大天妖 十二天魔 大半都是深渊大人培养出来的 他们可都是二品强者 即便放在那个璀璨的时代 也是镇压整个罪州的存在 他们当中 不是没有人想要拜深渊尊上为师 但没有一个例外 全部都被拒绝了 深渊尊上眼高于鼎 连那些强者都看不上 怎么可能收眼下这区区人族为徒呢 大言不惭 哼 强闯大殿 冒充尊上之徒 该死 紫园王咆哮 目光中爆发点点惊瑕 想要将这胆大包天的人族 给当场轰杀 紫园王住手 青谣见状赶忙惊呼 阻止紫园王继续出手 紫园王是他们众位妖王当中修为最高 若是出手将赵小云这位模子伤到 他这个众位妖王当唯一知情人 事后肯定会被深渊责罚 被他这么一阻止 紫园王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却也下意识地止住了攻击 宁媚问道 青谣王 你认识这人类小子 青谣点了点头 他就是 他正打算给众妖王解释赵小云身份的当口 忽然大殿之门咚得一声紧闭 紧接着 一股冷风袭来 无形的黑暗自大殿中弥散 最后缓缓在王座上凝聚出一道人形 正是深渊 他一出现 众人顿时清醒过来 紫园王也急忙收起攻势 不敢犹豫 迅速起身 拱手朝深渊拜了一拜 恭迎遵上 其他妖王也紧随其后 纷纷向深渊请安 面对众人的恭维 深渊只是轻轻摆了摆手 示意众人结束行礼 众人落座 唯有赵小云一人突兀地站在大殿正当中 深渊扫了他一眼 淡淡地开口道 小云 他指了指王座一旁 而后伸出一只手 轻轻一扫 续空当中顿时多出一个座位 今后你便坐我身旁 听到深渊这话 所有妖王眼中闪过一抹惊骇之色 坐在深渊身旁 这可是连他们都没有的荣誉 在处处讲究地位的妖族 座位排布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距离深渊越近 代表地位越高 妖地宫分为三重平台 深渊王座位于最高处的第一重平台之上 第二层平台空有座位 但却看不到一个人影 因为这里是原先的 是三大天妖 十二天魔的位置 现在他们都已经被关入了索妖塔内 第二层平台上所有的座位 全部空了下来 而最后一重 也就是第三重 才是他们这些妖王的位置 千百年来 他们一直想要 坐到第二层都不得 而这个突然出现的人类 竟然能直接坐到深渊身旁 那个位置 别说深渊被地藏王镇压的千年以来 就是当年没被镇压的时候 妖族最辉煌鼎盛 群星璀汰的年代 都没有任何人 有这个资格坐在深渊身边 慈子称呼尊尚为师尊 还能直接坐在尊上的一旁 到底是什么身份 除了清渊之外的所有妖王 眼中都流露出深深的疑惑 他们冥冥中感觉到了 这场会议的不俗 多谢师尊赐座 赵小云拱手谢过深渊后 快步来到平台的最高处 在深渊赐予他的那尊宝座上坐好 不得不说 深渊真的非常会选地方 这个视角居高临下 俯视下方的众妖王 很容易给人一种高高在上 掌控一切的感觉 就在这时 深渊说话了 这次将你们叫过来 主要是为了两件事 深渊扫视了一眼众人 沙哑的声音在大殿中回响 竟带来一种莫名之感 犹如高高在上 俯视众生的神灵 要说正事了 众妖王在听到深渊的话后 神情顿时严肃起来 第一件事 深渊看向赵小云 你们认识一下 本尊新收的弟子 文言 众人眼中闪过一道金芒 这话从深渊口中亲自说出来 彻底证实了 赵霞云之前的话 他真的是深渊大人新收的徒弟 深渊大人收徒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所有妖王都感到一些措手不及 深渊当妖魔之主 几千年的时间 从来没收过弟子 这怎么忽然改了性子 而且 即便是收徒 放着妖族内那么多的天骄不收 而是收了这么一个人族 这让众人都有些难以理解 其中最难以置信的 就是火凤王了 这和尚出现在妖帝宫 已经非常不正常了 现在竟然又被深渊大人 收为了徒弟 他不是个和尚吗 而且连续破坏了尊上多次行动 还贸然融合了深渊大人的宝骨 按理说 深渊大人应该早早将这和尚给处死 怎么却要收这家伙为徒了 火凤王绞尽脑汁 都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他却忽然理解了 清摇之前在面对其他妖王问 深渊宝骨下落时 回答的那句 回来了 却也没有回来是什么意思了 在众妖王被深渊收徒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震得不清的时候 第117章 艰难禁遇 赵小云站起身来 对着众人拱了拱手 别人赵小云 今后还请诸位多多关照了 赵小云熟练客套地向众妖王说道 然而 现场氛围却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沉寂 众妖王根本没人回应 看向赵小云的眼神中带着疑惑 不解 甚至有几个妖王 眼中还带着迷茫 怀疑自己 谁不是在做梦 深渊大人收徒 却收了一个人类为徒 前所未有 而就在这个时候 深渊再度开口了 小云既然已经被我收为了徒弟 按照规矩 今后便是摩子 等再次拜见吧 深渊的声音 在大殿内隆隆回响 犹如雷鸣 将众妖王从呆愣当中 惊得回过神来 听到深渊要将赵小云立为摩子的话后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收徒是收徒 摩子是摩子 收徒代表的 只是知识上的传承 而摩子则相当于凡俗皇朝的太子 代表的是叶的传承 收徒只能说明他很看好对方 而将对方立为摩子 这是代表要将妖魔之主的地位 交到对方手里 深渊收徒可以收很多人 而摩子整个十万大山都只能有一个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深渊离开之后 摩子就是他权柄的代表 可以说就是下一任的妖魔之主 这才是众人难以置信的事 而且但凡妖族就没有一个不亏是这个位置的 甚至就连他们几个妖王做梦的时候 都梦到过自己成为摩子 号令十万大山的一幕 但是深渊竟然放着他们这些忠心耿耿 为十万大山效忠 为妖族建功立业的妖族功臣于不顾 将如此重要 如此特殊的位置 交给了一个他们连剑都没见过的人类 这让他们非常难以接受 至于火凤王这边 则是彻底抹了 摩子两个字犹如雷霆般 在他的脑海当中乍下 他不可置信 这个小和尚究竟有什么魔力 能免疫佛成 还能掌控佛魔两种力量 现在甚至得到了深渊尊上的乙重 不仅将他收为徒弟 还让对方担任了摩子 梦 这肯定是一场梦 火凤王暗中掐了自己几把 想从这个荒唐而又疯狂的梦境中醒来 然而 清晰传来的疼痛感 却让他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现实 在听到将赵小云立为摩子之后的事情 只有青瑶 因为在飞风山的时候 就知道了这件事 所以是众位妖王当中 反应最平淡的 因此 他也是众妖王当中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聪慧如他 过了这些十日 其实能够理解一些 深渊将赵小云立为摩子背后的想法 无非就是想要借着赵小云的手 重新获得 那半腹被地藏王镇压在练妖塔下的身躯 清瑶心思灵敏 他能隐隐感觉到 深渊心底那潜藏着的 对自由的渴望 已经越来越难以压抑 甚至已经影响到失去理智的地步 不然也不会让他堂堂一个妖王 去献身给当初只有九品境界的赵小云了 想到这 清瑶掐断了思绪 眼中闪过一抹别样的光滑 希望这家伙 真的能如愿完成尊上的夙愿吧 清瑶心中说道 而就在这个时候 重妖王当中 实力最高 资历最老的紫园王回过神来 尊上 摩子之事事关重大 还请您三思啊 紫园一族 虽然在血脉上跟人族相近 但确实重妖当中 虽瞧不起人族的 故而 紫园王不能接受 一个人族成为摩子 站在自己的头顶上撒尿 没错 摩子的事情 还请尊上三思 请尊上三思 一众妖王在紫园王的带领下 纷纷开口 想要劝阻住深渊 唯独清瑶一动不动 在黑风山的时候 他已经出言劝阻过一次了 为此差点惹怒了深渊 因此 他知道 众位妖王的劝阻 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深渊立照小云为魔子的意志 不可更改 其实他也理解 深渊为什么会如此执着 不仅仅只是因为 对自由的渴望 还有另一种因素 那就是时间拖不起了 不是深渊的时间 而是他们 或者说是十万大山拖不起了 自从地藏王之后 妖魔两族 已经被压抑了太长的时间 他们两族最强大的战力 全部被压在索妖塔内 只有他们几个妖王在苦苦支撑 地盘也从全盛时期的大半个罪州 逐渐沦落到这西北角 最险恶的十万大山 而人族那边 却在这千年当中 却日渐繁盛 从一个卑微到了泥土当中 只配起妖魔两族 当作奴隶的种族 一跃变成了罪州的第一大种族 从当初整个种族 都难以找到几个修行者 到现在的传承遍地开花 修行者如雨后春笋 地藏佛门这种诞生过 二品罗汉敬强者的存在 就不说了 其余人族 在这千年时间 靠着不少从外周流入的修炼传承 也逐渐发展起来 甚至到了 他们妖魔 也要借助天魔殿这种势力 才能在地藏佛门的围剿下 苟延残喘的地步 而现在 他们的魔子 也成了人族 故而 青瑶十分理解深渊 理解深渊的这种紧迫感 人族发展得太快了 如果任由他们 继续这么强大下去 那么再过上千年 甚至都不用这么长的时间 几百年之后 人族便会拥有压倒性的实力 覆灭十万大山不在话下 到时候 整个罪州将再无他们的立足之地 而且 这是大事 很难改变的大事 而想要改变这种大事 最快的办法 自然就是推倒练妖塔 释放出深渊另外半具身体 和他手下的顶尖站立 这样 深渊的实力 就会瞬间回到巅峰一遍 绝对的冠绝整个罪州的实力 覆灭地藏佛门 只在一念之间 而地藏佛门覆灭之后 其余跟妖魔两组作对的事力 都只是腐朽而已 青瑶的脑中 一时间流过好多 有对历史的无奈 也有对当下时局的担忧 而这些 最终都化作了一声叹息 最终 在其余妖魔的劝解声中 他恭敬地朝着 赵小云的方向做了一一 道 青虎王青瑶 见过魔子 第118章 青瑶 而他这一声 却是直接让还在 劝戒深渊的其余几个妖王 全部愣住 青瑶竟然率先承认啊 众妖王也是人精当中的人精 纷纷从青瑶这一手上 闻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息 这段时间 尊上出十万大善 众位妖王都只知道一个大概 深渊从来没跟他们 透露过自己的想法和行程 只有青瑶 是他们当中唯一的知情者 所以他们 在一世开始之前 才会纷纷向青瑶求问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现在青瑶站出来 第一个表示承认赵小云这个魔子 众妖王不由的纷纷联想到 之前青瑶在面对他们问题时 模棱两可的态度 不由反应过来一些事情 青瑶肯定是提前知道 赵小云被立为魔子的事情 而以他们对青瑶的了解 青瑶不可能不对这项决定表示质疑 可是青瑶却表现得如此的顺从 原因只有两个 第一个 他本身就十分支持 将赵小云立为魔子 而这几乎没有可能 青瑶也是妖 不可能任由这样一个人族 踩在他们众妖王的头顶 派出第一个之后 结果就只有第二个 那就是青瑶知道魔子的事情 无可更改 知道他们的反抗 都是白费力气 所以便不打算反抗 直接承认了赵小云的魔子之位 而能让青瑶堂堂妖王 直接屈服的 放眼整个十万大山 都只有一位 那就是端坐在众人上方的深渊本人了 只有他才能强行让青瑶这位妖王 改变自己的意志 通过青瑶的反应 众位妖王顿时明白 将赵小云立为魔子的这件事 深渊已经铁了心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更改的 明白了这一点后 众位妖王态度转变得很快 拒之王 见过魔子大人 八大妖王之一的拒之王第一个开口 选择跟随青瑶的意志 承认赵小云的魔子之位 有了第一个人开口 其他人也纷纷放下了自己的骄傲 紫园王 见过魔子大人 一个个妖王都选择了屈从 他们就算胆子再大 也不敢跟深渊作对 毕竟 自从深渊成为妖魔之主以来 从来没有人能再违抗他的意思后 还能安然无恙的 众位妖王 很快全部承认了赵小云的魔子地位 而最后一个出生的是火凤王 他现在的心中五味杂陈 遗憾 后悔 愤恨 不甘 震惊 种种情绪在他心中交织 让他说不清现在是个什么感受 因为之前的种种恩怨 他十分排斥赵小云成为魔子 在他看来 魔子这个位置 应该是属于天骄的 现在的妖族虽然不似千年之前那般辉煌 却也拥有不少的天骄英才 就比如他的那位秦王火龙公子 身具龙族血脉 而且还是先天火焰之体 化形不过三十年 便已经达到了四品巅峰境界 只要稍加培养 未来妥妥就是一族二品天妖 甚至连传说中的一品境界 也并非不能达到 而资质只不过是一方面 除了资质之外 火龙公子还为妖族建立了不少工业 其中最辉煌的战绩 莫过于帮助天魔殿 诛杀了地藏佛门的上一任佛子 直接削弱了如日中天的地藏佛门 让对方出现人才断代 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二品罗汉出现 帮助十万大山 赢得难得的喘息之机 在他看来 这魔子之位的归属 就应该是火龙公子的 而非是眼前这个叫做赵小云的和尚 虽然这家伙 手段的确诡异了一些 但论功绩 十个都赶不上如今的火龙公子 火凤王心中被不满充斥 然而 面上却不敢有丝毫显露 毕竟这个时候 其他妖王都已经承认了赵小云的魔子之位 若是只有他一个人反对的话 那他将独自一个人 面对来自深渊的压力 这可不是他能够承受得起的 想到这 火凤王掐断思绪 深深向赵小云作一鞠躬 迎牙轻咬 从牙缝当中挤出了这一句 火凤王见过魔子大人 这女人怎么回事 火凤王的反应和不甘心 赵小云都敏锐地察觉到了 他眼中赏过一抹疑惑 我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 赵小云只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青瑶对他不满 他倒还可以理解 毕竟自己拿了人家的身子 而这个浑身冒火的女人 自己连剑都没见过 这家伙就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敌意 赵小云心中正疑惑 另一边 见最后一个火凤王屈服 大殿内原本有些压抑的氛围 顿时有些缓解 小鱼 深渊开口 呼唤赵小云的名字 以后 你便是我做下第一模子 可不能让本周内失望啊 深渊又莫名的语气道 赵小云回过神来 赶忙点了点头 云星多谢师尊厚爱 今后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反正好听话不要前 赵小云噼里啪啦 直接表了一番忠心 很好 很好 有你这话 何愁我妖族不兴 面对赵小云表忠心的话 深渊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 看向下方的众人 开口道 将赵小云立为模子 这件事 你们都清楚了 那么我们该说后面的第二件事了 深渊再度开口 本尊计划反攻练妖谷 众妖王一听这话 眼中顿时闪过惊讶的光芒 反攻练妖谷 妖族做过很多次 很久之前 派强者多次进攻过练妖谷 然而结果导致妖族伤亡惨重 数位强者 被地藏王留下的佛光 复制一具 这才过去了多久 深渊又要反攻练妖谷了 或许是看出众妖王的惊恐 深渊开口道 尔等不必担心 由小云的加入 本尊这次有八成的胜算 八成 你上次还说是九成呢 众妖王在心中吐槽 深渊跟他们说 推倒练妖塔 也不是一天连天的了 然而 无论是很久之前 派人强攻 再到这段时间的智取 全部失败 所以 众人再次听到深渊说 自己有把握后 眼中纷纷闪过怀疑的光芒 深渊没有理会 众妖王疑惑的目光 而是继续自顾自的说道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们要做多项准备 第119章 魔炎斩魂刀 故二 本尊准备将魔炎斩魂刀取回来 深渊斩钉截铁地说道 而众妖王听到这一声 魔纷纷闪过莫名的光芒 魔炎斩魂刀 这可是深渊尊上的法宝 是整个罪州有史以来 最厉害的魔兵 死在这边刀下的强者 包括精灵族的圣灵 血脉逆天的神兽 以及外周而来的道门 佛门强者 甚至有传说 这柄刀引过那超越一品境界之上的 神灵的血 千年前 这柄魔炎斩魂刀 曾威震整个罪州的存在 也正是靠着这柄刀 深渊才打出妖魔之主的威名 成为整个罪州的污蔑之王 然而 这柄刀在千年前 随地藏王那一战 落在了罪州的南极之地 大战之后 地藏王失踪 深渊只能在妖地宫苟延残喘 魔炎斩魂刀 便一直留在了南极之地 千年过去 这柄刀散发的魔器 和其中的怨气纠缠在一起 将整个南极之地 化为了一片魔土 寸草不生 寸物不活 只有无穷无尽的怨魂 在那里游荡 只有三品境界的强者 才能深入其中 寻常人靠近 只会被外围无穷无尽的 冤魂所吞噬 而且 就算深入了其中 非深渊本人 也只会被那魔刀所吞噬 千年以来 无数的人 基于这柄魔刀的强大 有地藏佛门的圣僧 想要将此刀 放入炼妖塔当中度化 也有跨州而来的天骄之辈 想要降伏此刀 成为自己的护道法宝 然而他们 无疑都失败了 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 深渊尊上 竟然要将那柄魔刀取回来 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 众妖王凛然 魔眼斩魂刀 是深渊的底牌 这么多次覆灭 练妖谷的行动 都一直没有将其取回来 而这次 竟然要将那底牌取回来 说明 深渊这次是真要动真格的 就在众妖王好奇 深渊如何将这柄魔刀 带回来的时候 深渊却将目光 转移到赵小云身上 小云 你除为魔子 与我妖族寸功未利 众人也都是 看在本尊的面子上 强行认下你 深渊忽然一转话题 谈起了赵小云 为了让大家幸福 你必须要有足够 拿得出手的功绩 所以 将魔眼斩魂刀 取回来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深渊说吧 目光直勾勾地 看着赵小云 将魔眼斩魂刀 取回的任务 其实很早之前 就已经定下了 原本是在他 吸收完天魔狂狮以后 恢复了自由身 顺手便可前往 南极之地 将魔刀取回 然而这一切 因为赵小云的出现 出现了错乱 天魔狂狮被赵小云所炼化 他无法恢复自由身 虽然有血迹这一途径 但只能在十万大山 周遭十万里内活动 而南极之地 距离十万大山 足足有十五万里之遥 已经远远超过了 这个极限 所以 虽然话上说的 是让赵小云拿功绩 能完成 他融合了自己的一块宝骨 还练习了秦魔忧禄 足以取信魔炎斩魂刀 将其带回自己身边 之所以要取回魔炎斩魂刀 是因为要拖住地藏佛门当中 一个让他忌惮的存在 地厅 这个当年地藏王的坐骑 二品巅峰的凶兽 只差一步就能晋升到一品 整个罪周 除了全盛时期的自己 没有人可以降服地厅 幸运的是 地厅被地藏王束缚 不能离开地藏佛门 周遭一千里 不然有二品巅峰的地厅的帮助 他们十万大山 早就被地藏佛门覆灭了 根本不可能坚持千年时间 而练妖骨 就在地藏佛门五百里范围内 如果他们的行动 被地藏佛门察觉 地厅出手 会对他们造成非常大的干扰 而只要有魔炎斩魂刀的存在 自己便有十足的把握 拖住前来支援的地厅 虽然时间并不长 但只要赵小云 能够推倒练妖塔 自己两具身体合一 重归巅峰 便可轻而易举镇压地厅 所以 魔炎斩魂刀 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赵小云听到 深渊将这件事情交给了自己 有何 深渊真是不客气 自己刚外施他没几天 就交给自己这么一个任务 还真是物尽其用啊 南极之地那鬼地方 除了他之外 还真没几个人能够进去的了 不过这件事交给他来办 算一个不错的结果 自己说不定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将霍乱南极之地 千年的魔炎斩魂刀给解决掉 赵小云心中盘算着 闪过一道光芒 嘴角撇了撇道 徒儿遵命 见到赵小云同意 深渊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那这件事 本尊便全权交由你来负责 说着 深渊将目光放向平台之下的妖王们 道 小云 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尽管向他们提 希望你们同心协力 不要让本尊失望 深渊声音威严地说道 众妖王们纷纷站起身来 属下尊命 一定好好配合摩子大人 听到他们这么说 很好 那本尊便可以放心了 深渊只留下了这一句 身躯顿时消散成一片黑雾 飘散在虚空 只留下赵小云一人 和大殿内的众妖王 大眼瞪小眼 我操 深渊这老灯真会当甩手掌柜 啥玩意儿都交给我 他倒挺省心 赵小云心中富匪道 深渊这甩手掌柜当的 也太舒服了 真就什么都不干 只留下一句 不要让他失望 然后撒腿就跑 哪有这么当领导的 深渊这一走 大殿之内顺势安静下来 一众妖王都眨巴着眼 看着独自一人 站在台上的赵小云 魔子大人 一道声音忽然传来 打破大殿内沉寂的氛围 同时也将赵小云 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他看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发现说话的 是紫园王 于是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开口问道 啥事 紫园王的眉头 微微皱了皱 开口问道 敢问魔子大人 有什么计划 取回魔眼掌魂刀 可否告诉我等 也好帮您参谋一番 紫园王的声音 还算恭敬 然而 看向赵小云的眼神中 带着一股难以言明的戏血 第120章 计划分三步 紫园王其实是 故意这么问的 他想看看 不在他们的帮助下 能被深渊大人 唯以重任的赵小云 究竟能想出什么办法 可以取回魔眼掌魂刀 毕竟这一趟的行程 要纵跨整个罪州 从十万大山的极北之地 直接前往极南之地 中间不一定会遇到什么危险 而且 南极之地 还有地藏佛门的人 一直在监视 若没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肯定不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 而他这么问 第一个想法 便是想看看 赵小云的资质如何 值不值得辅佐 如果值得辅佐 那么在赵小云提出自己的计划后 他便帮助其 纠正一下计划中的漏洞 在对方心中 留下一个好印象 而若赵小云是一个绣花枕头 不值得辅佐的话 那可就有的商量了 一旁的其他几位妖王 在听到这话后 眼中也纷纷流出了异动之色 他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 看看赵小云的橙色几何 希望赵小云 不要在这种关键时刻 给我掉链子 青瑶在心中有些担忧地说道 他是众位妖王当中 第一个表态支持赵小云的 如果赵小云表现得好 提出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这样 他脸上也有光 如果对方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那自己第一个表态支持的行动 在其他妖王看来 就是纯纯的小丑了 众妖王心思各异 纷纷看向赵小云 而赵小云也感受到了 众人期待的目光 老灯的任务刚交代下来 你们就让我拿出计划来 小爷我怎么去南极之地的路线 都不知道呢 赵小云心中有些无语 他加入十万大山 满打满算也才四天多一点 这四天时间当中 大部分还都在埋头领悟 勤磨幽露 十万大山的基本情况都不太了解 就被深渊老灯 强行派给了这么一个任务 原本他还想问下面妖王们 有什么计划 然后照着执行 却没想到这群家伙竟然反过来问自己 他现在大脑一片空白 怎么可能有什么计划 然而看到众妖王那一道道审视的目光 赵小云顿时感觉自己仿佛是在受审一样 下面的妖王们是法官 而自己就是面临审判的犯人 如果自己说的有问题 就会面临很大的惩罚 不行 我得把这个皮球提回去 赵小云心中道 不能让这群妖王这么轻易的 就能拿捏自己 想到这 他的眉毛挑了挑 计划吗 我觉得很简单 可以分为三步 听到这话 众妖王眼中都闪过一道金光 赵小云竟然真的有计划 而且已经划分好了步骤 只是这个三步 他们不太理解 到底是哪三步 这时 却听赵小云继续说道 既然是拿刀 第一步 肯定是先要找刀 众妖王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赵小云说的 的确有几分道理 整个南极之地方圆万里 而且常年被浓郁的魔旗包裹 找刀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事情 难不成赵小云已经想到 如何找到的好办法了 众妖王心中不由地猜测到 看向赵小云的目光中 不由闪过几分期待 他们想知道 赵小云在这件事上 能有什么计划 然而 在他们期待的目光中 赵小云开口道 找到魔眼斩魂刀后 第二步就是拿刀 最后一步就是将刀送回来 赵小云只简单地说了 上面三个步骤 然后便停下了声音 大殿内重新陷入了沉寂 众位妖王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他们还等着听 赵小云详细地规划呢 众人大眼瞪小眼一阵之后 摩子大人 后面的计划呢 紫园王再度开口问道 赵小云摊了摊手 找刀 拿刀 送刀 这三步就是我的计划 赵小云声音淡定地说道 他是故意提出 这么一个简陋框架的 想要将皮球 踢回给下面的这些妖王呢 详细计划 让他们去制定吧 然而 听到赵小云这一句 所有妖王眼中 都闪过一抹奇怪的光芒 赵小云的计划就这 找刀 拿刀 送刀 加起来一共六个字 玩呢 紫园王第一个反应过来 嘴角勾起一抹细血的笑容 心中却道 深渊尊上的眼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 竟然选了 这么一个极品蠢货 来当我们的模子 虽然心中非常不屑 但他面上 却依旧是一副恭敬的表情 开口道 模子大人的计划 非常好 简单清晰 简洁明了 真当是令我等耳目一新啊 这段话表面上 看似是夸奖 可只要耳朵不聋 都不难听出其中 带着浓浓的讥讽之意 这一声出现 其他妖王顿时反应了过来 紫园王说得不错 模子大人的计划 的确令我等耳目一新啊 对啊对啊 只用短短六个字 就能将行动设置得如此证密 当真令我等大开眼见 一众妖王 纷纷阴阳怪气地说道 而火凤王在听到赵小云给出的 这荒诞不羁的计划之后 心里都快了疯了 原本因为在练妖谷的时候 对赵小云那一丝忌惮 顿时被抛至九霄云外 这赵小云的脑回路 真是不知道怎么长的 竟然当着这么多妖王们的面 当众说出这些蠢话 他目光直接转向 众位妖王当中 唯一低着头的青妖 开口道 还是青虎王的眼光好啊 肯定是早就料到了 模子大人英明 所以才第一个败奖 火凤王尖酸刻薄地说道 丝毫不掩饰话语中的嘲讽意味 其他妖王听到这话后 目光纷纷看向青妖 眼中充满了戏谑与嘲讽 如果不是青妖第一个带头 选择承认赵小云的模子之位 他们说不定 还能劝深渊大人改变主意 然而青妖的带头 却直接破坏了他们内部团结 这才让赵小云这个极品模子上了台 如果今天这件事传出去的话 青妖肯定会成为 所有妖王当中的第一笑柄 众妖王讥笑 嘲讽的眼神 如同一柄柄利刃刺在青妖身上 他低着头 一言不发 他眸中散发着丝丝寒意 第121章 幸灾乐祸 赵小云 青妖从牙缝中挤出赵小云的名字 他原本满心期待地以为 赵小云能拿出一个好计划 给自己脸上长战光 结果这家伙 竟然只想了那么荒诞的三步 让自己当中这么多妖王的面 尤其是火凤王的面 出了这么大的仇 这让青妖心里十分不适滋味 如果不是碍于赵小云模子的身份 他现在恨不得直接将赵小云给大卸八块 然而 这也仅仅只是想想罢了 他清楚 以赵小云那诡异的防御能力 以及掌控的灾厄之力 自己想要伤到他 还真是一件难事 罢了罢了 他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这件事本王不掺和了 青妖在心里诅咒了赵小云 不知道多少遍之后 无奈地叹息道 原本他还打算站在赵小云身后 帮他一把 最主要的是气一气火凤王 可是赵小云刚刚的表现 实在让他有些心灰意冷 故而决定 退出在这件事上插手 让赵小云自己一个人胡折腾 想到这 青妖掐断了思绪 脸上的冷意逐渐消散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抬头看向赵小云 用跟其他妖王一样 恭维且敷衍的语气道 属下也支持魔子大人的计划 听到青妖这么说 其他妖王眼中 纷纷闪过一抹莫名的光芒 没想到连第一个 支持他的亲户王都选择敷衍 这下 这蠢货背后 连一个自己人都没有 看他那什么当魔子 通过青妖的态度 代表青妖也放弃了对赵小云的支持 开始跟他们一样 以敷衍的态度来应对 这贱人还真是能忍啊 看见青妖转变态度 唯一一个不开心的 自然就是火凤王了 他还想趁着这个机会 多嘲讽几句呢 可惜青妖态度转变的实在太快 不给他这个机会 众妖王的反应 全部被高抬之上的赵小云 尽收眼底 哟 他们这事全部摆烂了 赵小云心中惊疑了一声 众妖王的反应 他属实没有预料到 他原本以为自己提出这个框架之后 会有其他妖王给出更详细的计划 毕竟他们总不能真按照这个简陋的计划去执行吧 万一失败了 自己有退路可选 他们可就要面临深约的惩罚 却没想到 妖王们竟然将溜须拍马 和欺上瞒下的功底 发挥得这么好 真的通过了这个离谱的计划 这群妖王这是把我当傻子糊弄吗 赵小云自然能听出 妖王们对他恭维的那些话当中 大部分都是嘲讽和奚落 充满了幸灾乐祸 故意让他下不来台 既然你们这样 那就别怪小爷 我将计就计了 赵小云想到这 眼睛转了一圈 闪过一抹微不可查的光芒 随即掐断思绪 嘴角轻起一抹微笑 看来大家都很同意这个计划 那我们就按这个计划来执行吧 赵小云淡淡地说道 反正他也没打算 好好给深渊干活 取回那什么破刀 正好计划越简陋 他能从中做的手脚就越多 只要找个机会 通知地藏佛门 将魔眼斩魂刀送到地藏佛门 彻底断了深渊这边的一个大杀器 然而 等众位妖王 听到赵小云的话后 眼中的讥讽 嘲笑 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惊愕 不是吧 他们同意这个计划 仅仅只是单纯地想让赵小云下不来台而已 可赵小云竟然真的想按照那个鬼计划去执行 那这不是纯纯活腻歪了吗 如果将魔眼斩魂刀取回来 仅仅可以用找刀 拿刀 送刀三个步骤就能完成的话 还用在南极之地放上千年 他们早就将魔眼斩魂刀拿回来了 那里轮得到赵小云去 不是吧 这个傻子真的打算就这么去取刀 清瑶在听到赵小云的话后 眼中也闪过一道金芒 他不知道赵小云究竟怎么想的 如果真的按照这个计划去搞 失败是必然的 到时候深渊尊上怪罪下来 这小子就算是有十条命都不过杀的 想到这 清瑶神色忽然一礼 不对 我关心这家伙的死活干嘛 他死了不是正好 我想那么多干什么 清瑶发现自己变得有些奇怪 竟然担心起赵小云来 这跟他的性格完全不符 这让他心绪产生了些许凌乱 与此同时 赵小云望着寂静无声的下方众妖王 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那还请诸位多多配合 赵小云的这一句 将众位妖王都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看着赵小云一本正经的样子 他们谋中的惊恶缓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疑惑 配合 赵小云的计划总共几六个字 跟小孩过家家一样 需要什么配合 摩子大人需要我们做什么 紫园王代替大家 将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 很简单 我需要找一个带路的 赵小云开口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在十万大山 人生地不熟 连南极之地在哪都没听说过 只知道在南方 如果就这么贸然出发的话 不定就迷失在南方的无尽之海当中了 所以肯定需要一个人来带路的 听到赵小云这个要求 众妖王顿时面面相聚 南极之地那鬼地方 只能三平以上的人方能进入 三平以下进入者 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这个带路任务 肯定只能从他们这些妖王当中 选出一个 然而 赵小云定了一个那么不靠谱的计划 结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会失败 那么跟着他的那个人 肯定也会受到牵连 所以 这个任务 根本就是跳火坑 故而 一种妖王都沉寂了下来 莫不作声 我测 不是吧 连让你们帮忙找个想到 都这么困难 赵小云看着这一幕 非常无语 自己不过是想找一个向导罢了 这群妖王都推三阻四 就这个胆人的配合程度 也怪不得十万大山 如今逐渐日薄西山 成为如今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 第122章 累了 毁灭吧 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一道声音传来 打破了大殿内沉寂无声的氛围 莫子大人 属下推荐青狐王给您担任向导 火凤王有些幸灾乐祸的开口说道 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放弃坑青摇一把 其他妖王一听他这话 也纷纷开口 我也推荐青狐王 紫园王第一个开口 青狐王心思聪慧 办事靠谱 深受深渊大人的信赖 由他担任您的向导 这次任务保准万无一失 没错没错 青狐王最合适了 是啊 这个任务 简直非青狐王莫属 八大妖王之间的关系 本来就是一敌一友 在面对外敌 诸如地藏佛门的时候 团结一心 但是内地里还是有不少摩擦的 别的不说 单单就资源来说 现在十万大山修炼资源 跟千年之前 妖魔两族鼎盛的时候 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随着控制地狱的缩小 每年下发给他们的资源 也越来越少 让他们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就比如紫园王 三百年前他便 已经晋升至妖王巅峰 就差那么一步 就可以踏入天妖的境界 可就是这最后一步 却足足卡了他将近三百年的时间 而这就是因为资源紧缺的原因 如果放到千年之前 妖魔鼎盛的时候 在各种有助于晋升的天才地宝加持下 他早就突破到二平了 哪里还会蹉跎三百年 资源还只不过是很小的一个方面 十万大山这地方虽然广袤 但架不住十个妖王 全挤在这里 众妖王背后 还有各自的种族 稍微扩张 就影响到其他妖王的地盘 这个时候少一位妖王 能让他们整个族群都获得很大的受益 之前姬坤的死亡之后 属于姬坤的那一份资源和地盘 让众位妖王吃得盆满钵满 现在 他们非常乐于见到 青瑶也落得姬坤的那个下场 这样 他们就又能瓜分一份资源和土地 而青瑶 在听到火凤王以及其他人的推荐后 美眸当中 罕见的闪过一抹慌乱 他自然知道 周遭这群家伙打的究竟是个什么主意 所以 他下意识的 想要找理由拒绝 回摩子大人 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直接被火凤王打断了 青瑶 摩子大人的计划 关乎我们整个妖族的未来 难道连这你都要推辞吗 说的没错 青瑶 这件事非你莫属 就不要推辞了 我们当中 就你跟摩子大人打的交道最多 还有谁比你更合适 其他妖王见状 也纷纷找了各种理由 开始逼迫起青瑶来 而面对他们的指责 青瑶甚至出现了一时的语色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而这一幕 落到了赵小云的眼中 他眸中闪过一抹莫名的光芒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道 青瑶 救你了 之所以选择青瑶 是因为在场的诸位妖王当中 他唯一了解的就是青瑶 知道自己手中的立地生根 和灾厄之力 可以将他克制得死死的 而且 这妖女实力也不凡 路上遇到什么突发情况 也能指望帮帮忙 以上种种 综合考量一番下来 赵小云最终选择了青瑶 作为自己的向导 赵小云的这一声 直接终结了整场对话 青瑶无数话语涌到嘴边 然后又全部咽了回去 他知道说 什么都没有用了 没有人站在他这一边 就算是请深渊来了 也没用 青瑶抬头环顾了一眼 周遭诸位妖王 尤其是火凤王那个贱人 嘲讽的眼神 又看了一眼高台上 一脸懵懂样子的赵小云 心中不由地叹了口气 或许这家伙 真的就是自己的克星 他心中五味杂陈的想到 稍后 他掐断思绪 将自己的情绪收敛起来 声音有些无奈地问报 但问摩子大人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现在青瑶 只想快去快回快失败 然后结束这一场噩梦 以后离赵小云有多远离多远 不想再继续掺和 这家伙的事情当中 今天准备一下 我们明天出发 赵小云思考了一下 最终决定明天出发 十万大山的生活虽然不错 可在深渊身边 总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压抑感 让他心里没有底 因此想要早些离开 等出了十万大山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到时候 他便可以找寻机会 将这边的情况告诉深渊了 听到赵小云将出发的日期定在明天 众妖王心中再次摇头 不过他们 已经对赵小云的疯狂有所了解 所以 此时并没有觉得太过意外 属下遵命 青瑶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 他现在心里用一句话形容 累了 毁灭吧 定下了出发的日期后 这场会议也到了尾声 众妖王先后离开 只有青瑶留下 准备明天跟赵小云一起 去南极之地寻找磨岩斩魂刀 天色渐晚 火红的夕阳印满天际 十万大山的山脉蜿蜒起伏 宛如一条俯卧大地之上的金龙 一道火红的流光 自天边出现 犹如一颗陨星般 像十万大山西南角的一片地域坠去 这片群山 跟十万大山其他地方都不同 这里有一座火山 鸟鸟黑烟 从火山顶部飘渺升起 灼热的岩浆自山顶缠缠而下 散发的恐怖高温 甚至将大地都灼成了一片焦黑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 令人难受的硫磺的气息 带着剧毒 寻常人但凡踏入这片绝地 就算不被灼热的岩浆蒸熟 也会被空气中的毒气活活毒死 便是寻常八品境界的修饰 进入这片地狱 也只有落荒而逃的粉 然而 这片令人类无比恐惧的热土之上 却是一些喜欢火焰的妖族的乐园 火雀 火狮 火熙 等等妖族 都在这里生活 不仅仅如此 这片热土最高处 建着一座庞大的宫殿 宫殿主体 全部由火金石铸造 整体通红 散发隐隐红芒 四周火焰喷勃 端的是磅礴大气 这里便是火凤王的王宫 第123章 敖怀 此时 一道流星 跨越天际 落到了火凤王的王宫之前 光芒消散 显化出一道曼妙的身影 身着大红长袍 头发 眉毛全部都由烈焰组成 浑身散发上位者的气息 正是从妖帝宫赶回自己领地的火凤王 大王 您回来了 几个手下迅速上前 帮助火凤王退去了那一身大红羽衣 敖怀在不在 火凤王对着那几个手下问道 敖怀 是火龙公子的真名 只要妖族内部的人才知晓 在 敖怀公子正在宫中修行 手下赶忙回答道 你去叫敖怀一趟 让他去寝宫见我 就说 我与他有要事相伤 火凤王吩咐道 自从敖怀成了火凤王的擒郎之后 火凤王便经常跟对方一起商量 大有要一起居家过日子的打算 两人的关系 几乎已经是半公开 这些常年服侍火凤王的仆人自然知晓 因此也没有多问 只是点头说道 属下遵命 然后便按照火凤王的吩咐 前去寻火龙公子 没多久 回到寝宫当中的火凤王便听到大门被人推开 随即一道火红色的身影走了进来 来者是个男子 体型高挑 身着一身云纹红袍 头发 眉毛全是火红色 犹如一匹红绸般披萨在身后 他长着一双三角眼 眼中闪着莫名的寒光 给人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而最引人注目的 当属他额头上的两只黑色尖角 额生双角 这是隆重的象征 说明眼前这男子 身上有龙族的血脉 却儿 男子开口 叫出火凤王小明 声音中带着宠爱 而在整片领地之内 敢称呼火凤王为却儿的 毫无疑问 就是火龙公子敖怀了 看到敖怀的出现 火凤王的眸中 闪过一抹罕见的羞涩 你来了 他娇称地说道 无意间抬起腿 露出血白的肌肤 然而敖怀仅仅是扫了一眼 便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反而好奇地问道 今天尊上召集你们几大妖王开会 都说了些什么 敖怀好奇地问道 火凤王眼中闪过一抹忧怨 却还是道 没什么 就是公布了魔子的人选 火凤王淡淡地说道 然而 敖怀听到魔子这两个字后 魔中忽然闪过一道金光 魔子 深渊大人竟然公布魔子的人选 究竟是谁 是白羽那家伙 还是金龙纳斯 敖怀震惊地问道 他资质逆天 最是自傲 经常习惯性将自己当作未来深渊大人 做下第一人 这一代十万大山的所有天骄之辈 他全部没放下眼里 而经魔子之位公布 竟然不是自己 这让他有种说不出的挫败感 同时还有强烈的不甘 他认为这魔子之位 无论如何 都应该落在自己的手里 见敖怀如此反应 火凤王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听到火凤王这话 敖怀面色一顿 随即闪过一抹疑惑 不是他们两个 还能有谁 现在妖族只有他们三个自知最好 如果不是另外两人 敖怀想不到 还有谁能接过这魔子的宝座 见敖怀一副刨根问底的姿态 火凤王无奈地叹了口气 哎 你可还记得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练妖补的小和尚 他反问道 闻言 敖怀眼中闪过一抹凶光 你是说抢了我宝谷的那个小和尚 敖怀当然记得 那根深渊宝谷 可是他费了好大力气 从火凤王手中求取来的 本来想着融合这块宝谷之后 直接突破到妖王境 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妖王 结果 火凤王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出现意外 这宝谷被练妖谷的和尚给融合了 据火凤王所说 那和尚身上 还发生了很多诡异的事情 加之时间不长 所以敖怀记忆犹新 没错 火凤王点了点头 就是他 听到这句 敖怀火红色的眉毛往上挑了挑 雀儿 我不是问你 魔子的人选是谁吗 你扯那个臭和尚 是什么意思 敖怀不解地问道 他不理解 练妖谷的小和尚 跟魔子人选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魔子 还能是那小和尚不成 敖怀心中疑惑地想到 见状 火凤王摇了摇头 我说了 魔子就是那个小和尚 这不可能 敖怀听到这个结果 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眼中闪过不可置信 他们十万大山的魔子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族 还是个和尚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击吗 所以 敖怀下意识地认为 火凤王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雀儿 这种时候 咱就别闹了好不好 快告诉我 魔子的人选到底是谁 敖怀用央求的语气问道 听他这么问 火凤王眼中闪过一抹无奈 用郑重的语气道 敖怀 我知道这件事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我说的 每一句都是实话 魔子 就是那个臭和尚 他叫做赵小云 看境界应该是无凭左右 不过融合了深渊大人的宝骨 外人很难看出具体的境界 看到火凤王一脸严肃 和镇定的表情后 不由得敖怀不相信 这 这怎么可能 他皱着眉头 一脸不可思议的神色 深渊大人竟然选择一个人族和尚 接任魔子 接任了他想都不敢想的位置 再联想到 之前正是这个和尚 夺了自己的深渊宝骨 一股无名之火 忽然窜上了敖怀的心头 让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魔子 产生了浓浓的恨意 火凤王看到了敖怀脸上表情的变化 知道对方不甘心魔子的位置 被一个外人抢占 于是开口劝诫道 敖怀 你其实不用在意的 那个赵小云 根本就是一个猪头级蠢货 我跟你说 火凤王将今天会议上发生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敖怀 尤其是赵小云提出的 那愚蠢的计划 以及 他如何接着这次机会 狠狠整了一顿自己的死对头 轻摇一顿 然而 听完这些话后 火龙公子面色却变得更难看了 第124章 计划截杀 深渊尊上竟然宁可选择一个人族和尚加蠢货 也不选择让自己成为魔子 这不是更证明他不行吗 这更加深了他对赵小云的仇恨 另一边 火凤王依旧在劝道 不要想太多了 就那个和尚的蠢样子 到最后肯定会吃亏的 我们只需要好好看他们的笑话就行了 火凤王不以为意地说道 赵小云定制的那个计划 出奇地简陋 在他看来 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而只要他们失败 耽误了深渊大人的计划 最后肯定饶不了他们 听到火凤王的话 敖怀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眼中忽然闪过一道金光 对 他忽然惊呼出声 然后道 我们必须要让他们失败 敖怀心中瞬间便来了主意 只要让赵小云他们这次行动失败 以深渊的形式风格 保不齐就会废掉赵小云的魔子之位 届时 深渊大人说不定就会重新选择魔子的人选 自己就有机会了 想到这里 一个计划在敖怀脑海中逐渐构建了起来 另一旁火凤王 听见敖怀的自言自语 以为他终于想通了 现在除了清渊那个骚狐狸之外 其他几个妖王 没有人能帮助他 这次任务必败无疑 我们只需要看他们两个的笑话就行 火凤王声音有些得意 毕竟让清渊跟赵小云一起这件事 是他一手促成的 两个人都跟他有很深的过节 所以一想到两个人即将大难临头 他便止不住的开心 不行 敖怀这时候忽然回过神来 坚定地摇了摇头 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而是要主动出击 让他们必须失败 敖怀迷着眼 声音带着冰枉的寒意 可是深渊大人若是知道了 火凤王听到这一声 眼中闪过一点惊恐 他聪慧灵敏 自然听出了敖怀话语背后的意思 那便是主动出手 破坏赵小云两人的行动 这个想法 是他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他虽然非常期盼任务失败 但是可不敢主动去破坏这次任务 两者的性质可谓完全不一样 现在这种情况下 赵小云和清瑶两人取刀任务失败 罪则全在他们两人的头上 事后深渊大人追究起来 也只会惩罚两人 而如果他们两个这个时候插手 那就完全属于蓄意破坏 若是被深渊大人查出来 他们两个的下场绝对惨不忍睹 看到火凤王一脸惊恐的模样 敖怀淡定地摇了摇头 目光放远 眼中闪过一抹若有所思的光芒 雀儿 你虽然是妖王 却不理解深渊大人的深意啊 他开口 声音中带着感叹 深渊大人的深意 他老人家背后有什么深意 火凤王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不理解敖怀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敖怀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你就没有好奇过 深渊大人为什么会将赵小云立为模子吗 文言 火凤王眼中闪过一抹思索之色 你说的我也好奇过 只不过当时那件事 给我的冲击太大了 经敖怀这么一提点 火凤王眼中当即闪过一抹金色 将赵小云立为模子的事情 带给他冲击太大 后来又发生了取刀的事情 导致这个疑惑被他压在了心里 此时敖怀提起 这个疑问自然冒了出来 他想了一下 却想不出什么头绪 于是道 深渊大人选择赵小云为模子 肯定有他老人家的用意 说到这 火凤王忽然看见 敖怀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笑容 心下好奇 便问道 怎么 难不成你才出了深渊大人的用意 敖怀这一脸得意的表情 很明显是猜出了什么 没错 敖怀点了点头 我记得你说过 赵小云之前在练妖谷的时候 融合了深渊宝谷 而前一段时间 尊上谢记十万妖兵妖将 也正是为了取回这根宝谷 可是这次回来 却只带回来了一个赵小云 并将其立为了佛子 敖怀缓缓将这段时间 从火凤王这里获悉的 有关于深渊的消息 逐一进行串联 最终得到了一个结果 深渊大人将那赵小云立为模子的唯一原因 就是因为他融合了深渊宝谷 敖怀坑枪有力地说道 而听到这里 火凤王眼中当即闪过一抹 恍然大悟 取刀只有深渊大人本人 以及融合了深渊大人宝谷的人 才能完成 那个赵小云被立为模子 正是因为深渊大人 需要他去帮忙 取回魔眼斩魂刀 火凤王口中喃喃 顺着敖怀的猜测 往下说了下去 没错 敖怀点点头 眼中闪过一抹激动之色 如果我所料不错 深渊大人将赵小云立为模子 皆是因为那赵小云 融合了深渊宝谷 说到这里 他眼中闪过一抹寒光 所以 我们只要将那赵小云杀了 从他身上挖出宝谷 由我融合之后 代替他完成取刀 深渊大人办事 向来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 只要完成他老人家交代的任务 就不会惩罚我们 敖怀兴奋地说道 随即眼中闪过一抹激动的光 继续道 而且 我融合了深渊大人的宝谷之后 实力肯定突飞猛进 到时候 模子的位置 肯定是我的 敖怀越说 双眼越明亮 在他的设想当中 深渊将赵小云立为模子 只是因为 他融合了深渊宝谷 深渊大人 连人族和尚都能立为模子 没道理 他这个妖族天骄 融合了深渊宝谷之后 不被立为模子 等他被立为模子之后 真个十万大山 他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再也不用依靠火凤王的庇护 最重要的是 他终于有机会 尝一尝那个妖族第一美人的滋味了 虽然跟火凤王关系亲密 但敖怀心中最仰慕的 却还是妖族第一美人轻摇 如今跟火凤王的关系 只是一时全宜罢了 但奈何 对方乃是出了名的高冷 一直对他爱达不理 要想得到对方 就得爬得比对方要高 而只要等自己成为模子 到时候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区区一个轻摇 还不是守到青睐 第125章 都老夫老妻了 敖怀心中想着 眼前似乎已经出现 自己杀掉赵晓云 融合深渊宝谷 成为魔子之后 将青狐王的景象 好计划 此时 毫不知情的火凤王 听到敖怀的谋话之后 忍不住称赞一声 综合所有原因来看 深渊将赵晓云 立为魔子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对方融合了深渊的一根宝谷 既然如此 那只要敖怀 也融合深渊宝谷 并代替赵晓云 取回魔眼斩魂刀 完成深渊交代的任务 以他对深渊的了解 对方说不定 真的有可能会选择既往不救 或许还会夸奖他们说不定 毕竟魔修从来不讲究什么面皮 那都是做给外人看的 只要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别说是收徒 就算是认爹 又有何妨 想到这 火凤王又不由的 感到一丝后悔 早知道是这样 当时我就不吭那个骚狐狸了 火凤王有些郁闷的说道 如果早知道有这个计划 他就不推荐 青妖当赵晓云的向导 而是自告奋勇 或是随便推荐个认怒的小妖 毕竟青妖的实力 虽然放在几大妖王当中 算不上顶尖 却也算不上弱 起码跟他平分伯仲 会对他们杀掉赵晓云的计划 产生不小的阻碍 听到火凤王的话 敖怀回过神来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青妖王乃是三品中期 对我们行动的确是个麻烦 他口中喃喃 大脑飞速转动 很快便想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于是赶紧转头看向火凤王 雀儿 他们什么时候出发 看他有了主意 火凤王赶紧回答道 我听他赵晓云的意思 他们两个好像打算 明天早上动身 你是想到什么好主意了吗 火凤王好奇地问 明天早上 时间还来得及 敖怀眼中闪过一道亮光 解释道 我们这里在十万大山西南角 距离南极之地较近 若是提前他们一步出发 在半路设下五行 要杀阵伏击二人 再由你牵扯住青狐王 届时 我出手除掉赵晓云 再融合深渊宝谷 敖怀将自己的计划 全部说给了火凤王 听得对方双目之中 闪过激动之色 完美的计划 听完敖怀的话 火凤王忍不住出声赞叹道 敖怀的谋划 简直天衣无缝 让他非常庆幸 庆幸自己找了这么一个 足智多谋的秦王 看着火凤王如波般的眼神 敖怀深吸了一口气 道 事不宜迟 我们两个现在就出动 在南极之地附近 寻找一处埋伏之地 之所以选择在南极之地附近动手 主要还是为了避人耳目 若是在十万大山附近出手 很容易让其他妖王赶知道 到时候计划受阻 可就坏事了 好 我们现在就走 火凤王肯定了敖怀的话 点了点头 紧接着 两人收拾准备一番之后 趁着天色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的时候 先一步向南飞去 然而 即便两人走得已经很小心 可却还是被有心人看在了眼里 呵 敖怀 火凤王 两个蠢货 本王果然没有看错你们 远处群山中 一道笼罩在黑暗中身影 望着火凤王和敖怀两个人离去的身影 发出不懈的嘲讽 而这些事情 远在妖帝宫当中的赵小云 却浑然不知 他休息 琴摩幽露 到了深夜 然后才开始休息 谁知这一觉 直接干到了第二天中午 次日中午 他睡得正香 就听到飞云殿外 传来一阵嘈杂 好像有什么人在争吵 秦虎王 摩子大人正在休息 您不能进去 主音焦急的声音 从飞云殿外传来 哼 本王此来可是受深渊大人所托 哪里轮得到 你个小小的奴仆插嘴 青瑶冰冷的声音响起 将睡意朦胧的赵小云 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他刚想睁开眼 就听砰的一声传来 青瑶不顾外面竹银等人的阻拦 直接推开了飞云殿的大门 他迈步走入殿内 目标明确 直奔赵小云床踏而来 三两步便来到床前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他冷声向床踏上的赵小云问道 赵小云昨天跟他定的时间 是清晨出发 他原以为 赵小云无论如何也算个和尚 作息肯定不会变 所以 他傻乎乎的起了一个大早 从清晨一直等到了现在 结果赵小云却在呼呼大睡 这家伙真是佛门出来的 青瑶看着床上 如一滩烂泥般的赵小云 心中有些无语 赵小云揉了揉双眼 看到站在身前的青瑶 声音有些无奈的道 别急嘛 反正深渊大人又没定时间 早上和晚上不都一样 青瑶呼出一口气 催促道 快点动身吧 在没有完全准备的情况下 越早出发 抢在其他势力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出发 成功的几率还能高些 如果拖的时间长了 我怕会有人搞鬼 他身为妖王之一 自然清楚 十万大山内部 是个什么情况 完全可以说是混乱至极 诸多妖王之间的明争暗斗 从来就没有停下过 赵小云此时也完全清醒了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道 行行行 走之前总得等我穿上衣服吧 听到这话 青瑶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光芒 赶紧转过了身去 脸上难得地浮现了一抹害羞的神色 赵小云见他这样子 眼中浮起一抹调侃 道 呦 都老夫老妻的了 还这么害羞 然而 他话还没说完 就见青瑶身上的气势骤然变了 一道紫雷从虚空中浮现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刺向赵小云 哄 一声暴鸣传来 偌大的床榻 直接在这紫雷之下化为了灰烬 也幸好赵小云眼疾手快 立地生根开启得及时 加之青瑶也并未真的动杀意 所以并未受伤 只是 他的床榻 以及衣物 全部被焚成了灰烬 不过 飞云店与整个妖地宫乃是一体 在如此猛烈攻势下 竟然完好无损 第126章 五行要杀阵 不过即便如此 赵小云还是被吓了一跳 不就是开个玩笑 至于吗 他 看着青瑶的背影 有些忧愿地嘟囔了一声 这妖女性格也太烈了 当初在练妖鼓的时候 明明是自己主动 现在却直接翻脸不认人 仿佛完全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对于赵小云的抱怨 青瑶充耳未闻 只是冷冷道 摩子大人 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在外面等你 留下这一句后 青瑶便二话不说 直接离开了飞云店 在他离开之后 竹鹰等仆人 才敢进入飞云店 看见赵小云有些狼狈的样子 赶紧帮他收拾一番 并拿来了新的衣物 一番忙活 半个时辰之后 赵小云收拾好了所有 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他随身物品 全部都在系统空间里面 只是带了几身衣服 以防不测 然后便走出大殿 我们走吧 青瑶没有转过身 便知道赵小云靠近 所以只冷冷说了这一句 然后便飞身 向远方飞去 赵小云也赶忙运转 神隐无踪跟了上去 仿佛是为了报复赵小云 青瑶飞行的速度极快 两人虽然相差一个大境界 但在赵小云动用神隐无踪之后 速度竟然差不了多少 如果让其他人看到 必然惊奇不已 两人一前一后 犹如两颗流星 一路向南飞去 两人速度极快 一日可行 将近两万里 中间除了几次停下来 辨别方向外 几乎没有停歇 一路直奔南极之地而去 赵小云原本想找机会联系佛门 结果根本找不到机会 青瑶每次辨别好方向之后 直接就走 根本不给他留半点时间 时间一转 来到五天之后 经过两人长途跋涉 终于接近到了南极之地附近 这里的情况 跟十万大山有很大不同 空气更加干燥 却透着寒冷 太阳光虽然照在身上 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 地面上的植物 也从参天大树 变成了低矮的灌木 而且处处均裂 很少看到水源 至于生物方面 更是贫瘠的可怜 别说人了 连野生兽类都没有几个 到了这里 两人的速度也慢了下来 因为这里不仅仅是生机荒凉 连天地灵气都少得可怜 而且空气中 还有一丝丝的魔气酝酿 赵小云可以吸收魔气补充 但青瑶却不行 妖魔两族虽然一直放在一起 但部分妖族 修炼需要的也是天地灵气 对魔气非常排斥 青瑶便是其中之一 所以到了南极之地附近后 天地灵气稀薄 两人之前的原本青瑶在前 赵小云在后的局势反转了过来 变成了赵小云在前 反而时不时的需要等青瑶补充 损耗的天地灵气 这鬼地方越往南走 越荒凉了 两人再一次停下 青瑶补充灵气的功夫 赵小云望着周围的环境感慨了一声 曾经的南极之地 也是一片生机繁华的乐土 但因为魔眼斩魂刀的原因 干扰了这里的气候 所以这里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青瑶忽然开口 解释了一下 这里环境变化的原因 这里还只是外围 没有过多魔气干扰 所以 还有一些生物能够存活 等到了最深处 那里才是人间绝地 经过这么多天的冷战 青瑶的气有些消了 加之临近南极之地 一路上预想到的种种情况 都没有发生 接下来 只要找到魔眼斩魂刀 两人的任务便完成了一半 所以 他紧绷的心 有所缓和 主动开始跟赵小云说话 难得 您这青湖王竟然 跟我主动说话 听到青瑶主动给自己搭话 赵小云声音有些惊讶 这些天 青瑶一直一副高冷饭 搞得他都有些自闭了 你看你平常不冷着脸多好看 冷着脸跟得大兵棍似的 搞得 想我亏欠你很大一样 赵小云充分发挥了 做死做到底的精神 开始调侃起来 而听到赵小云的调侃 青瑶不知为何 心中再次涌起一股无名之火 赵小云 你给我闭嘴 哎哎哎 你看 我刚说你一句 你就变脸 赵小云又开口 这下算是彻底惹毛了青瑶 他迎牙青瑶 看着赵小云 眼中冒出一团火光 开始跟赵小云斗嘴 而这一幕 却被几十里外的两个人 尽收眼底 守了这么多天 总算是找到他们了 火凤王一双毛子微微眯起 看着远处正在斗嘴的两人 闪过一道寒光 他乃先天灵情化形 速度本就远超一般妖王 所以三天前便到达了此地 早早就等着赵小云和青瑶两人了 而在他的审判 敖怀看着正在跟青瑶斗嘴的赵小云 眼中闪过一抹微不可查的极度 这个家伙 用着他的宝骨 跟他心仪的女人在一起 打情骂靠 这让他心中的度火汹汹燃烧 机遇将眼前的赵小云给生吞活泼 事不宜迟 我们直接动手吧 敖怀回过神 冷声道 火凤王点点头 叮嘱道 带我先用五行要杀阵困住他们 然后牵制骚狐猎 你抓紧时间 杀了小和尚 然后融合宝骨 说吧 只见他一挥手 虚空中出现一个营绕着五行之气的阵盘 通体金光 点点光芒散如虚空 端地是神意不凡 这正是五行要杀阵的阵盘了 借助此阵他 可以完全压制住青瑶 让对方无法救援赵小云 掐断思绪 火凤王对着阵盘 双手掐出繁杂的手印 并轻声喝道 五行要杀 开 一声寄出 顿时 五道光柱 从天而降 以两人站立的地方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 眨眼间 便将方圆百里之内所有土地 全部覆盖了进去 哎 怎么突然变天了 察觉到了天色变化 正在跟青瑶斗嘴的赵小云停了下来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道 而青瑶也停了下来 看到远方腾起的那五道颜色各异的光柱后 瞬间变了脸色 五行要杀阵 该死的红毛鸡 第127章 截杀 青瑶一眼就认出了 远处腾起的五道光柱 就是五行要杀阵阵 这是一方上古传下来的大阵 可以凝聚五行之力 压制二平以下的敌人 而这五行要杀阵 整个妖族只有两个人会 第一个便是深渊尊上 而第二个便只有火凤王了 深渊自然是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 那结果自然只有一个 那就是跟他一直关系不对付的火凤王 另一边 赵小云刚开始还以为 这五道光柱 是有什么不得了的宝贝出事了 但看到青瑶一脸谨慎的样子 和他一副如灵大敌般的神情后 瞬间反应过来 这是有人来找事了 他眼睛闪过一道微不可查的一色 心想 千万不要是佛门的人 不然自己很难解释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赵小云心中祈祷 却见远处飞来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巨都身穿红色长袍 火焰滔天 宛如两颗从天边飞来的火流星 眨眼便来到两人身前 正是火凤王和敖怀两人 还好 看到来者是火凤王 不是佛门的人 赵小云悬着的心放松了下来 眼中闪过一抹疑惑 对着火凤王道 火凤王是吧 我记得你 你怎么跟到这里来了 赵小云没记得自己说过 让这家伙跟来 接着 他又看向火凤王身边敖怀 这哥们是谁 难不成是深渊老灯派来监视我的 赵小云心中思索 听到他这一问 飘在半空中的火凤王和敖怀两人 轻蔑地扫了他一眼 然后将目光转向青瑶的身上 骚狐烈 没想到我们两个会出现在这里吧 火凤王冷笑 声音洋洋得意 看着两人 青瑶眼中闪过一抹警慎 从地上站起身来 咬牙道 红毛鸡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料想过火凤王会干扰 但以他对火凤王的了解 这家伙就算干扰 也就是暗地里搞些小动作罢了 就比如之前在妖地宫 让他成为赵小云的向导那样 两人明争暗斗的次数多了 他多少也熟悉了一些 火凤王的性格 但看这次 这家伙竟然用上了五行 要杀阵这门阵法 看起来并不是要搞小动作 大有跟他撕破脸 大打一场的架势 听到青瑶的问话 火凤王发出一声不懈的冷笑 我都出现在这里 还能干什么 说话间 一阵强横的气势 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向四方扫荡 紧接着便听到一声尖锐的鸣叫声响起 他的背后一只火凤盘旋而起 遮天蔽日 恐怖的高温席卷 仿佛要将这方天地煮沸 青瑶目光紧盯半空中的火凤王 美眸之中闪过一道紫色雷霆 问道 红毛街 取道一事 事关我妖族千年大业 你为了我们两个之间的那点丝绸 公然出手截杀 就不怕遵上怪罪吗 青瑶不是没有想到 这次任务中有人截杀的情况 但是他却没想到 第一个出手截杀的人 竟然是火凤王 他们两个是有仇不假 但顶多是丝绸而已 还没有到公然撕破脸的时候 更何况 还是在取道这种重要的场合 而且 即便有五行要杀阵的压制 他想要自保 却没什么问题 只要自己离开 将今天的事情报告给尊上 以他老人家的性子 火凤王绝对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 他想不明白 究竟是谁给了 蠢鸟这么大的勇气 竟然敢出手截杀他们 闻言 火凤王冷哼了一声 哦 少拿尊上来压我 实话告诉你 我火凤王此来 就是来帮助尊上清军策的 说着 将目光转移到了他身旁的赵小云身上 这个臭和尚 三番两次与我族为敌 破坏尊上大计 如今又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蛊惑了尊上 成为魔子 我火凤王身为妖族忠臣 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火凤王大义凛然的声音 传入赵小云的耳中 正在吃瓜的他 额头上冒出了许多问号 本来听青瑶的意思 还以为是他们两个之前的私院 结果这家伙竟然是冲着自己来的 还用什么狗屁清军策这种理由 说自己蛊惑情缘 分明是老灯蛊惑自己 这魔子的位置 分明也是他抢给的 结果到头来 竟然让自己背过 赵小云心中一整个大无语 赵小云正无语的时候 火凤王身边 那个头生独角的男子开口 至于取刀的事情 也用不着青虎王宁来操心 尊上之所以派这臭和尚前来 无非是看中他身上有深渊宝谷罢了 待我杀死他之后 挖出宝谷融合 也能接近魔眼斩魂刀 到时候一样完成尊上的任务 跟火凤王不同 敖怀跟青瑶说话时 彬彬有礼 一双眼睛 止不住地在青瑶身上打量 如果青虎王你识相的话 待会就不要护着这和尚 待本公子挖出他身上的宝谷 取回魔眼斩魂刀后 定会在尊上面前 替你美言几句 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 会饶了你半事不利的罪过 也说不定 敖怀说话间 一副吃定了两人的表情 脸上丝毫看不见 此次任务会失败的担忧 敖怀 你休想 看着敖怀 轻咬眼中闪过一抹燕舞 要说这十万大山 他第一讨厌的就是火凤王 而拍在火凤王之后的 就是敖怀 连赵小云都只能拍在第三位 敖怀这次贪图自己美色 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仗着他天资高 被深渊看中 跟个狗皮膏药一样 缠着自己 被自己多次拒绝后 又不知怎么跟火凤王这只蠢鸟 倒到了一起 现在又出来截杀他们两人 还在深渊面前替他美颜 跟这两个被贪婪蒙蔽双眼的家伙不同 轻摇最清楚不过 深渊看中赵小云的原因 可不是因为他身上的深渊宝骨 而是他能自由出入练妖骨的能力 可以破坏练妖塔 深渊的这次计划 赵小云绝对是核心中的核心 甚至可以说 整个计划都是围绕着赵小云建立的 甚至连魔眼斩魂刀的作用 都比不上赵小云 第128章 凭你也想挖回的宝骨 所以 他绝不能做出放弃赵小云的事来 不然深渊雷霆一怒 绝对会让他吃不了兜着做 想到这 轻摇深吸了口气 打算跟两人讲一下 赵小云的重要性 从而让他们放弃这做死的行为 你们两个蠢货 根本就不知道 尊上选择赵小云 可是话刚收到一半 他的余光却扫到了一旁的赵小云 这家伙脸上根本没有半点距异 反而有种跃跃欲试的表情 他忽然意识到 赵小云可不是一般人 这家伙能凝聚地藏王法乡 有堪称变态的防御能力 甚至还有连自己都奈何不得的 堪称变态的灾恶之中 自己根本不需要担心他 因为火凤王他们两个 想要诛杀赵小云 根本不可能 反而 自己或许可以趁机 一举扫除这两个大敌 敖怀 跟着骚狐狸费什么话 轻摇话说到一半 火凤王趁机插了一嘴 声音中带着酸味 敖怀跟轻摇说话时的态度 让他产生了浓浓的危机感 自己这次 必须要将骚狐狸彻底打入地狱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火凤王心中恨声 继续对敖怀说道 我拖住骚狐狸 你抓紧时间 杀了臭和尚 咱们速战速决 说吧 火凤王不由分说 直接一抬手 背后的火凤法香 刹那吐出一道火焰 向两人的方向覆盖而来 猛烈的高温 将虚空灼烧的都颤抖起来 轻摇这边率先反应过来 伸手打出一道紫色雷霆 在半空中 分化成为一道雷网 挡住了猛烈的火焰 而后转头对赵小云道 这头蠢鸟交给我 剩下的就靠你了 这一声提醒 虽然语气冰冷 但却让赵小云心里暖洋洋的 他点了点头道 没问题 我这里你就放心好了 自己注意安全 然而没等他的话说完 轻摇已然召唤出了九尾法身 腾上半空 跟火凤王站在了一起 这时 敖怀也飞到了赵小云的头顶上空 哼哼 臭和尚 本公子不想脏手 实相的话 乖乖自己将宝骨挖出来 本公子还能大发慈悲 给你一个痛快 如果你不知好歹 非要本公子亲自动手 那后果可就不是现在这般了 敖怀声音高高在上 嚣张至极 仿佛赵小云在他的眼中 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敖怀非常不屑 在他的眼里 赵小云就是一个六品境界的菜鸡 即便融合了深渊宝骨 也不是已经四品巅峰的自己的对手 况且他资质逆天 身怀上古蛟龙异族血脉 甚至掌握了一门龙族神通 就算同为四品巅峰修士 也只有被自己碾压的份 这也是他在十万大山之外 纵横无敌的基础 就算是地藏佛门的那几个空字辈的长老 也奈何他不得 更不要说 眼前这个只是走了狗屎运 融合了宝骨的小和尚了 完全是他一根手指头 就能碾死的货色 赵小云回过神来 抬头看向他 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 就凭你 也想挖我身上骨 他能感应得到 这男子顶多就是一个四品 连破他的防御都难 还想杀他 挖他的骨 简直可笑 听到赵小云的话 敖怀并没有生气 反而眼中流出一抹玩味 赵小云现在的表现 非常符合他印象中的 那些人类天才们的表现 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 总以为自己 在一小群人类当中拔尖 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看谁都不放在眼里 可笑得如同井底之蛙 殊不知跟自己比起来 就宛如天上的浩日 与田野里的萤火虫一般 敖怀最喜欢遇见这种人 在意识到双方差距时的那种 惊恶和绝望感 他现在非常期待眼前的赵小云 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刻 想到这 他嘴角勾起一抹凝笑 道 哼哼 既然你不知好歹 那便让你尝尝本公子的手段 话说到最后 他声音一寒 整个人顿时消失在原地 一个呼吸的时间 直接出现在赵小云的身前 嘴角挂着猙獰的笑 死吧 他冷喝一声 左手抬起 指尖寒芒一闪 向赵小云的防御 最薄弱的驳梗出而去 这一套连招 速度极快 别说是六品 就是寻常凝聚出 法相的五品境界的修饰 都不一定能反应得过来 而这一点 也是威力不凡 敖怀肉身堪比灵气 这意志之威 相当于寻常六品修饰的权力一击 对付赵小云 这种垃圾货色 足够了 然而 正当敖怀以为自己 这一击要成功的时候 却听翁的一声传来 一道璀璨的光芒 自照小云身上爆发 温暖祥和 神圣纯洁 这宛若春夕的光芒 在敖怀感觉中 却仿佛太阳一般炙热 甚至超越了敖怀 见过的所有灵活 这股灼热 源自于灵魂深处 无时无刻不在 灼烧他的法力 这是 佛光 敖怀一经 佛光是所有妖魔的克星 尤其是他这种 修炼魔宫的妖 更是要承受双倍伤害 与此同时 他感觉到自己指尖 撞上了一道 坚不可摧的屏障 咔嚓一声脆响 他的肢骨断裂 剧痛袭来 与佛光带来灼烧两相叠加 敖怀赶紧发动步伐 远离了赵小云 距离赵小云几百米的位置 火龙公子停下脚步 捂住自己断掉的那根手指 恨恨地看向赵小云 该死 这家伙佛光怎么这么强 他暗骂一声 眼中闪过一抹惊骇 却见赵小云周身笼罩的佛光 厚达赵许 甚至超过了他所见过的 很多佛门四品长老 果然不简单 敖怀心想着 用力一掰那根错位的手指 强大的生命力 瞬间覆盖了伤处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 伤口便复原如初 完好无损 这时 赵小云调侃的声音传来 喂 别跑啊 我都没打算还手 你跑什么 他刚刚甚至都没发动立地生根 全靠佛光的被动防御 就完全挡下了那一击 你不是要来挖我的骨吗 跑那么远 还怎么挖 赵小云的声音带上了几分嘲笑 第129章 真龙惊艳 声音传入不远处敖怀的耳中 臭和尚 休得张狂 敖怀抱喝 眼神中染上一抹怒火 这赵小云果真是有几分本事 竟然可以防住自己 这一击 不过他以为那一击 就代表本公子的全部实力了吗 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敖怀心下升起几分认真 力声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以为修出佛光 就可在我敖怀面前张狂吗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真身 火龙真铁 敖怀大吼一声 双铜瞬间变为树铜 爆发出烟红光芒 犹如血钻 亦如岩浆 头部生出一个跟猙獰的肉刺 舌头分叉 整个头颅变得如同蜥蜴般 身上长出一层又一层的鳞片 这些鳞片 犹如烧红的钢铁 闪着隐隐之光 不断向外散发灼热 两只手也变粗变大 长出锋利的 如同刀刃的指甲 在阳光下闪烁着寒芒 呼啦 背后一双肉翅展开 如同船的帆 头下巨大的阴影 卧槽 巨龙 赵小云惊呼出声 敖怀此时变化的形态 非常符合他前世记忆中的巨龙 形象 在此之前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能在这个世界 看到传说中的西方巨龙 赵小云惊讶时 敖怀那酷似熙翼的头颅 发出声音 臭和尚 本公子练就了火龙真体 不用晋升三品 就能融合法相 能见到我的这个形态 是你这辈子最大荣幸 敖怀的声音洋洋得意 他的火龙真体 自从练成之后 除了几个族内的好友 便没人见到过 赵小云还是第一完整 见到他这一形态的人类 更荣幸的是 你还能死在 本公子的神通之下 赵小云的诡异 让敖怀下定决心 直接动用自己那门无上神通 直接将赵小云抹杀 以防夜长梦多 神通 真龙惊艳 敖怀大吼 血盆大口张开 口中一点金光亮起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即将诞生 四周虚空在此刻都开始颤抖起来 神通吗 赵小云嗅到了一丝熟悉而又危险的气息 跟他施展金刚祥魔印的时候 非常相似 只有练过神通的人 才能感受得到这股气息 赵小云不敢大意 直接发动了立地生根 一股厚重如山的气息 将它完全包裹了起来 也就在这时候 哄 一股金色的神艳 自巨龙口中喷出 带着坟尽世间一切的恐怖温度 将赵小云的身影完全淹没 在这无比恐怖的高温下 大地先是变得焦黑 随即开始液化 变成岩浆形态沸腾起来 真龙惊艳爆发的威势 被高空中 正在对峙的青鸟和火火凤王感知到 相比较下放 敖怀和赵小云的对抗 他们这边 竟然陷入了诡异的瓶颈 毕竟两人的目的 都是牵制住对方 让对方不能影响 或者干扰下放的战局 火凤王目光轻轻一扫 看到金色火焰 将大地坟的沸腾 瞬间明白了局势 哈哈大笑 哈哈 敖怀的真龙惊艳 可是能焚山 竹海的神通 便是我都不敢正面对抗 大臭和尚此刻 恐怕早已变成灰烬了 声音带着几分嚣张 敖怀真龙惊艳 即便是他这生于火焰之中的天才 都不敢应接的存在 赵小云充其量 不过是一个六品的垃圾罢了 怎么可能承受得住 真龙惊艳的焚烧 火凤王得意笑道 青瑶看着下方 被金色火焰淹没的赵小云 眼中罕见的闪过一抹担忧 虽然他心里一百万的讨厌赵小云 但是这个时候 他却最不希望赵小云出世 真龙惊艳威力不凡 威力可以媲美他的紫色雷霆了 赵小云能防御他的雷霆 应该便能挡下这火焰 只是 他毕竟不知道赵小云那诡异的防御能力 从何而来 是法宝 俘虏 神通 亦或是某项奇物 如果他无法展现出 那么强大的防御力怎么办 各种念头在青瑶心中横飞 他的心 乱 火凤王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幕 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微笑 青瑶 不要反抗了 识相一点 自费修为向深渊大人请罪 后半生做我的奴隶 我保你平安 面对火凤王的贴脸嘲讽 青瑶全当没听到 他现在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牵制住纯鸟 然后等待赵小云那边战局的结果 只要赵小云没事 他这边自然没事 若赵小云出了问题 他这边就算跟纯鸟打出脑浆 也无济于事 而就在这个时候 敖怀吐出的金色火焰缓缓消散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看向刚刚赵小云处理的地方 却见那里依旧站着一道身影 被佛光包裹 宛如从神话中走出的先天神圣 太好了 他活着 看到赵小云的身影 青瑶那颗玄置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而另一边的火凤王 眼中的得意刹那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惊涛骇浪般的惊骇 这怎么可能 火凤王心中惊呼 真龙惊艳 可是能焚山主海的强大神通 即便是最坚硬的神经灵铁 都扛不住 那个臭和尚 怎么可能扛得住 这么恐怖的一门神通 火凤王下意识地眨了眨眼睛 还以为是自己看到了幻觉 跟他有同样心思的 还有下方的敖怀 看到赵小云 完好无损地站在一片岩浆中央 敖怀惊得差点没从天上摔下来 他 他是怎么挡得住我的真龙惊艳的 就算是四品巅峰的修士 都扛不住这门火焰神通的焚烧 而眼前的臭和尚 不过是六品而已 不对 他绝对不是六品 敖怀此时反应过来了 赵小云这种表现 已经超出了六品的范畴 这家伙绝对不是像火凤王说的 只是刚刚突破六品的货色 不然绝对扛不住自己的火焰 喂 你还有没有别的招要使了 一起来吧 这时赵小云开口道 刚刚那金色火焰 威力放在四品这个等阶着实不错 威力已经不必轻咬紫色雷霆逊色了 但是想要破他的防御 远远不够 看着处在震惊中的敖怀 赵小云继续道 如果你不出手 那我就动手了呀 第130章 那么大翅膀跑得没也快 赵小云说吧 一脚踏上岩浆 周围灼热高温 对他造不成半点伤害 他只是平静地走 身影却让敖怀感到莫大的压力 犹如一座山峰重重压在他的身上 此子有妖艺 不可为敌 敖怀眼中闪过一抹浓浓的惊骇 真龙惊艳已经是他压箱底的神通 连神经都能融化 却连赵小云的防御都没有破开 如此变态的防御力 根本不是他眼下能对付的了的 而且赵小云 光是防御力都这么变态 谁知道这家伙 还会拿出多少诡异的手段 万一今日折在这里 那可就吃亏吃大了 想到这 敖怀心中萌生一股退意 赵小云不是他现在能对付的了的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退意 但敖怀面上 还是做出一副凶狠的样子 冷声道 臭和尚 你休要猖狂 深渊宝谷本公子 一定会想办法取回来的 敖怀放下这一句狠话 巨大双翅闪动 狂风席卷 急速向远方而去 啊 跑得这么快 赵小云看着敖怀逃跑的背影 感到有些无趣 他还想跟着家伙正面打上一场 检验一下自己 现在的战斗能力究竟如何 结果敖怀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剑梅杀死自己 直接逃跑 不过 你以为你想跑 我就没办法了 掐断思绪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神隐无踪 他心中默默发动了身影无踪之向逆天神通 身形顿时消失在原地 向远处正在逃跑的敖怀追了上去 敖怀逃跑的一幕 自然也被半空中的青瑶和火凤王两人所注意到 哈哈 火龙公子 蠢鸟 这就是你吹嘘我足天交 逃跑的时候 还真是一点都不托你带水 青瑶开心地笑道 丝毫不掩饰语气中的奚落 火凤王平日没少吹敖怀的天资 什么古往惊癌深渊之下低腰之类的话 为敖怀造势 此时敖怀吃饼 他自然要趁这个机会 好好奚落火凤王一番 这一句奚落 将火凤王从震惊中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他眼中闪过一抹屈辱 出现现在这种情况 他始料未及 毕竟敖怀的实力 堪称同境界无敌 杀一个一个月之前 刚刚进入六品境界的人类和尚 应该轻而易举 却没想到 敖怀连自己压箱底的神通都用了出来 愣是连对方的房都没有破 蠢鸟 青瑶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不是要挖魔子的鼓吗 现在给你这个机会 去吧 我不阻拦 青瑶主动让出了道路 当然 这只是他说说而已 如果火凤王真的选择去杀赵小云 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赵小云两面夹击 将火凤王留下来 火凤王虽然猜不透青瑶的想法 但一想到青瑶以往诡计多段的性格 便立刻察觉到 所谓的不出手 多半只是托词罢了 骚狐烈 你不要得意 咱们今后走着瞧 走着瞧 青瑶听到这一句 眼中闪过一抹笑意 今日 你们做出此劫杀之事 违抗了尊上的意志 只要我上柄 你猜尊上会如何惩罚你 青瑶声音玩味 以深渊的性格 如果知道火凤王和敖怀两人 竟然做出这种事情 不把他们两个的皮疤了都是轻的 骚狐烈 你少威胁我 火凤王冷声道 眼中却闪过一抹畏惧 他自然知道 今天的事情 如果被深渊知道的话 自己和敖怀肯定会遭到严惩 至于深渊会用到的手段 那是让他这个妖王 光是想想 都会感到毛骨悚然的手段 想到这 他咽了一口口水 心中想到 不行 绝不能让深渊大人知道这件事 这次截杀虽然失败 但是青瑶和那个臭和尚 还没拿到魔眼掌昏刀 没办法回十万大山 他和好坏 还可以趁这段时间 想办法将两人留下 想到这 火凤王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青瑶 心中萌声退意 骚狐烈 你给我等着 咱们这件事没完 留下这一句狠话 火凤王顿时收起五行要杀阵 化作一道火光 消失在天际 算你跑得快 青瑶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目光看向下方的赵小云 发现赵小云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接近逃命的敖怀 没想到 这臭和尚手段这么诡异 无愧是能被深渊大人 立为魔子的存在 这次大意了 早知道就应该带上几件大杀器 逃跑中的敖怀 心中既为赵小云的实力感到惊骇 又有些懊悔 这次截杀来的太匆忙 没有做好完全准备 他只当赵小云是个普通的四品 以为凭借自己的实力 杀掉他轻而易举 却没想到 连对方的防都破不了 吓得他赶紧离开 此时的他 已经无法顾及 正在跟青瑶僵持的火凤王该如何脱身了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男龄投个自飞 不过还好 本公子火龙真体顿速无双 那臭和尚虽然防御高强 论顿速 肯定不会是我的对手 敖怀有些庆幸地想到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敖怀忽然感觉 前方出现一道莫名的身影 紧接着就先看到 一道金光超越了自己 这金光他熟悉无比 正是赵小云之前身上爆发出的佛光 这怎么可能啊 敖怀无比震惊 他的速度 放在四品这个境界当中 已经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级别 只有三品网上妖王 才有超越他的可能 那臭和尚 不过只是个四品而已 怎么可能也拥有这么恐怖的速度 看错了 肯定是自己看错了 那个和尚就是个六品 不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速度的 敖怀震惊之际 却见金光在超越他之后 直接拦在了他的前方 光芒消散 显化出赵小云的身影 看着他 嘴角带着一抹细血的微笑 小龙啊 那么两个大翅膀 速度也不行啊 赵小云的声音传来 敖怀两只灯笼大地树桶 缩成一点 闪过浓浓的金锯 但他来不及探究 赵小云是怎么拥有这么恐怖的速度的 赶紧控制自己的身躯 调转身形 向其他方向逃窜 第131章 一招秒了 敖怀做出这个决定的瞬间 双翅闪动 巨大的身形 在半空中 以灵活地转向另一个方向 这次敖怀使上了全身力气 用最快速度远离赵小云 可是赵小云 哪里会给他这个机会 在敖怀刚转过身的时候 他已经发动神隐无踪 停在了对方想要逃离的方向 又来 敖怀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赵小云 彻底没了脾气 这个和尚不仅防御力高 自己究竟招惹到了怎样一位存在 打完我就想跑 哪有那么好的事 赵小云含笑说道 敖怀作恶无数 这次又主动对自己出手 他断然没有放过的道理 于是立即 双手开始结印 一股巨大 微能莫测的力量 自他身上浮现出来 感受到这股特殊的气势 敖怀眼中流出一抹恐惧 臭和尚 你打算干什么 赵小云结印的时候 他感受到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死亡的恐惧 这种感觉烙印在每一个生物的本能当之中 即便敖怀没有经历过死亡 也能感受得到 此时的他已经彻底的慌了 看着赵小云 之前的高傲和不屑 全部荡然无存 我可是火龙公子 妖族最有希望突破二品的天骄 深渊大人看中的天才 你若是对我不利 深渊大人和整个妖族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敖怀大声吼道 为了活命 他放下了高傲 甚至不惜用深渊的名号 试图让赵小云饶他一命 可是 赵小云哪里会听他这个 深渊大人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手中结硬的动作不停 一边冷笑着说道 不提醒你怕不是忘了 我乃深渊大人清定的魔子 在妖族这个尊卑制度尊严的种族之中 魔子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地位 可不仅仅只是说说 而是真有一言定生死的能力 就算是那些被封印在炼妖塔里面的天妖 天魔 他都可以处死 当然 前提是有让对方生死的能力 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不过凭借赵小云现在的实力 杀死那些天妖天魔 虽然困难了一点 但是弄死区区一个敖怀 还是绰绰有余的 想到这 他手中一点金光涌现 伴随着极为剧烈的杀鸡 一道万字形的灿金印记 出现在赵小云双手之间 犹如一颗璀璨的大日 向外释放着恐怖的能量波动 这 这是 看到这灿金色的万字形印记 敖怀长大了嘴巴 在这印记面前 他感到自己的灵魂都在颤抖 这绝对是一门恐怖的神通 远超他的真龙经验 远远超过了他所能防御的范畴 甚至别说是他 敖怀怀疑 就算是那些修为境界 达到了三品的妖王 恐怕也会陨落在这金印之下 该死 这臭和尚 怎么会掌握这么恐怖的神通 敖怀心中怒嚎 一双树桶闪过不甘 他是妖族的 最有希望成为天妖的存在 受深渊大人看重的天骄 他的未来 辉煌而又璀璨 他绝不能死在这里 想到这里 他定了什么决心 道 摩子大人 饶我一命 敖怀愿意效忠 在死亡的威胁面前 敖怀放下了他的自尊 甘愿效忠赵小云 他做出这个决定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天资出众 又深受深渊看重的原因 很多妖王都出手招揽过他 想将他纳入自己的麾下 赵小云出来十万大山 根基上浅 需要自己的部署 自己这个让十万大山 所有势力都掩热的天才 选择效忠 他肯定不会拒绝 敖怀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已经规划好了未来的计划 只要能活下去 自己就找机会 收集赵小云的信息 然后在关键时刻脱离对方 有朝一日 总会将自己今日所吃的窥狮 全部给找回来 敖怀心中闪过种种念头 然而 面对他的投降 赵小云却无动于衷 眼神冰冷 毫无温度 赵小云已经在心里 判了敖怀死刑 他虽然有魔子的身份 但是他心还是向着人足 希望最终能和平稳定 敖怀以火龙公子的身份 在罪周造下无数杀虐 甚至还有自己的同门师兄弟 丧身在其手中 赵小云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敖怀求饶后 没有等到赵小云的回应 眼中闪过一抹慌乱 却见 赵小云手中的万字形精硬 越来越大 恐怖的气息丝毫未减 即便隔得很远 都能感受到 其中蕴含着恐怖的能量 下辈子投胎后 做个好畜生 赵小云冰冷的声音传来 金刚降魔印脱手 向敖怀的方向飞去 不好 敖怀大惊失色 飞快转动身躯 想要避开金刚降魔印 然而四方天地传来巨大的压力 犹如即使座山峰 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 在这巨大的压力下 别说想逃跑 就算是想要挪动一步都困难 敖怀只能一边尝试挣扎 一边绝望地 看着那可无辉煌的精硬 划破虚空 飞向自己 无影金光将他视线填满 随即 轰的一声 一到今天彻底爆炸声 直冲云霄 响彻天际 伴随着狂暴的能量汹涌 一到冲击波四散开来 以爆炸中心为基点 横扫周围方圆百里 连天空中的云层 都被彻底震散 甚至波及已经跳出去 几十里歪的火凤王 猛烈的冲击波 干扰了他逃跑的步伐 火凤王停了一下脚步 看向远处腾起的蘑菇云 眼中闪过一抹震撼 随即意识到 那是自己秦王之前所在的位置 敖怀 他痴痴地念出敖怀的名字 眼中的震撼转变成了悲伤 敖怀死了 这个他最看重 也是最喜欢的雄性 但他来不及过多悲伤 他在冲击波中 感受到了浓浓的浮道气息 青瑶身为妖王 是绝不可能使用出佛门神通的 这说明刚刚恐怖的一击 是出自那小和尚之手 青瑶再加上那小和尚 他若是继续停留下去 恐怕自己也得搭进去 第132章 秦魔幽露完整版 青瑶 这件事我们没完 火凤王心中嘶吼一声 瞬间将逃命功法摧发到极致 整个人像是一发火箭般 陡然提速 向远处的天空逃顿 算你跑得快 望着火凤王消失的身影 远处的青瑶回过神来 轻斥一声 他原本是想出手拦下火凤王的 但奈何对方原身乃是鸟类 速度太快 整个妖族 除了深渊尊上 以及之前被他一箭斩首的鸡�鲲之外 没人能追得上火凤王 所以 看着远去的火凤王 青瑶只能作罢 等回到十万大山之后 再料理这只蠢鸟了 收回思绪 他将目光转移向下 此时 爆炸造成的冲击波已经散去 火龙公子的身体 在赵小云的神通下 已经化为了飞灰 空气中只一息残留着一些血物 证明这敖怀曾经来 而地面之上 则是直接被轰出一道十米深 上百米宽的圆形深坑 尘埃飞扬 这家伙的神通 竟然拥有这么恐怖的威力 青瑶扫尸一圈之后 忍不出惊叹出声 他自然认得 赵小云刚刚使用的神通 正是当初两人在练妖鼓时 赵小云使用过的那个 正是当时 他以为这神通 没什么了不起的 自己拼着重伤 解封实力 可以完美接住 但出去忌惮地藏大阵的原因 他并未解封 才慌忙撤走 但是如今看来 自己当初的感觉问题很大 赵小云刚刚那一击的威力 甚至超过了三品妖王 使用神通时的威力 别说当时自己浑身实力 都被压制的情况下 就算是放到现在实力全胜之时 承受这一击 也要重伤 练妖鼓的时候 自己若不是撤退的及时 恐怕当场便要被这一击轰杀 看着金刚降魔印的恐怖威力 轻摇心有余悸地想到 而且 他刚刚也注意到了 赵小云是在没有动用法香的情况下 用的这个神通 如果动用法香 威力至少提升十倍都不止 照着驾驶 如果使用法香 施展着神通 别说是三品的妖王了 就是二品的天妖 也未尝不能一战 怪不得这家伙 整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轻摇心中有些恍然 赵小云表面上 一直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做什么事情都直来直去 能说出去魔眼斩魂刀 只用找刀 拿刀 还刀 三个步骤 不是因为赵小云脑子袖斗 而是他真的有这个实力和底气 应对一切来犯之底 看来这家伙 还是有几分本领的 轻摇心中念叨 掐断思绪 直接向下方的赵小云飞了去 而与此同时 下方的赵小云双目紧闭 刚刚在用金刚祥磨印 斩杀火龙公子之后 系统的声音忽然传来 检测到宿主 轰杀敌人 手段残忍 无一丝慈悲心肠 触犯杀剑 奖励 秦魔幽露 完整攻法一篇 这段时间 赵小云一直都在忙各种事情 没心情专门触犯戒律 故而系统奖励的都是一些垃圾 直到这次轰杀火龙公子 系统给的东西 才有了一些变化 秦魔幽露 完整版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只感觉到 一股庞大的信息流 自虚空中出现 犹如洪水一般 涌入了他的石海当中 通过这股信息流 赵小云知晓了更多有关 秦魔幽露这本书的信息 这本 秦魔幽露 乃是很早之前 比幽魔之主深渊被地藏王还要久远 甚至可能连罪周历史 都没有记载的上古时期 一个名为秦的魔神 创造出来的功法 目的是让更多人修炼 从他们身上汲取更多修为 反哺自身 为此 秦曾经创造了一个魔国 整个国家的人都修行此种功法 这也一举让秦突破了一品的质骨 点燃了神火 成为了显赫一时的魔神 然后 秦的出现便引来了佛门的注意 一位实力堪比地藏王 浑身笼罩在金光中的菩萨 自吸而来 是要将秦镇压封印 为了战胜着菩萨 秦直接吸干了整个国家所有人的修为 一个国家 亿万生灵 全部消失 秦的实力 也突破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赵小云只从系统传来的画面中看到 一位三头六臂的魔神 屹立在一片焦土之上 天空中黑云翻滚 降下滔天血雨 这一幕震撼人心 连只是旁观的赵小云 都不由道西一口凉气 当然 那位菩萨也不是凡累 头顶功德金云 脚踏佛光金莲 身后神轮旋转 倒映诸天佛国 威风凛凛 神威莫测 两人站在一起 虚空破碎 山川青岛 海河断流 可是 实力突破的秦摩威汉天洞地 那位菩萨最终落入下风 被打得金身破碎 佛光暗淡 金黄色的佛血从天际洒落 在地面上形成一汪大壶 赵小云为那菩萨的遭遇揪心之际 却见那菩萨忽然盘坐在地 像是在向虚空的神秘存在祈祷 而恰恰就在此时 画面戛然而止 赵小云回过神来 眼中闪过意犹未尽 系统 不带你这样的 最后情况怎么样了 菩萨跟魔神到底谁赢了 赵小云在系中对系统说道 报告宿主 本系统没有除奖励宿主 您饭界之外的其他功能 您所接受到的信息 皆为功法所携带的记忆碎片 与本系统无关 听到系统的解释 赵小云恍然 原来刚刚自己看到那金石一战 竟然只是 琴摩幽露 功法自带的记忆碎片 可为什么戛然而止了 诸多疑问在赵小云心头浮现 但很显然 在这南极之地 不可能有人回答他的疑问 于是他也只能将好奇暂时收起 开始检查系统赠送的 琴摩幽露 却见此时 他的石海当中 除了地藏法身经那尊金色大佛之外 还多出了一只漆黑幽森的鬼手 正向外喷勃着磅礴的魔气 但是这魔气 跟周围的佛光也并不冲突 两个原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能量 竟然相安无事 各自占据石海一方天地 井水不犯河水 第133章 外周来客 佛魔两种力量 竟然融合在了一起 赵小云颇有些惊讶 他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因为这两种力量 在外界是完全冲突的 相互消耗的 从来没有和平共处这一说 因为魔气是混沌的代表 邪恶的源头 使人堕落 腐化万物 而佛光则是秩序的代表 彼岸之徒 度化苦恶 完全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魔道气息会疯狂腐化福道 福道气息也会用尽全力 去度化魔道之气 两者就这样相争 除了自己之外 从没有听说过 有谁可以同时掌握这两种力量 倒不是没有人尝试过 赵小云之前在地藏佛门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 沉浸藏经阁当中 看到过外周 曾经有先贤大能 试图将佛工和魔工一起修炼 妄图突破那遥不可及的一品之上 但是最后下场却极为惨烈 佛魔两种力量冲突 那修行者一身滔天修为 尽数沦丧 灵山诸佛被亵渎 降下佛怒 将那人的血肉炸成了飞灰 而其灵魂也因为魔道的腐蚀 疯疯癫癫 成为了一名疯魔 连同他留下的无尽传说 消失在这片大陆之上 相比将那名先贤 赵小云现在算是掌握了 佛魔两道的至高功法 如果这两种力量 真的在他的身体里爆发冲突 他可没有那名先贤那么强大的修为 很可能直接爆开 不过 赵小云并不是很担心 这两门功法 毕竟是系统奖励给他的 看他们在石海中的表现 两种力量精卫分明的样子 应该不会轻易像传说中那样爆开 再者说 如果真的要爆开 早在炼妖谷的时候 他融合深渊宝谷的时候 就应该爆开了 那个时候的他只有六品 佛魔两种力量 只要稍微擦起一点火花 就足够让他魂飞魄散 赵小云想到这 收起了自己的思绪 想那么多没用 反正有系统在身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掐断思绪 赵小云看了一眼四周凌乱的环境 火龙公子熬怀庞大的身躯 在金刚降魔印恐怖的威力之下 早已经化成了血物 不过 这并不代表 这里没有好东西了 四品大妖的血肉 也是不可多得的物品 况且火龙公子身上 肯定还有储物发起 此聊纵横罪周几十年 无数修士遭他毒手 储物发起当中 肯定积累了不少的好东西 想到这 赵小云赶忙放出神念 开始在附近搜索 而与此同时 距离此地五百里之外的某地 一处荒凉山丘之上 怪石灵巡 这里灵气稀薄 几乎看不到绿色 只有灵星几根小草 顽强地吸取着空气中的生机 几道身影站在山丘之上 正在向赵小云 刚刚和敖怀交战的战场方向眺望 这些人身穿白玉色长袍 腰间都跨着剑 袖口处带有一枚修真的阴阳八卦 证明他们的身份乃是盗门之人 为首之人 是一个青年 心眉贱母 气质出尘 宛如从神话图卷中走出的折仙版 道子 好强烈的能量波动 都已经接近王侯境 没想到 这种灵气稀薄的蛮荒之地 竟然也有王侯境的强者 看来这罪州 也没有传言中的那么弱吗 感受到远处传来的 强烈的能量波动 这群人眼中流露出一抹惊讶 而通过他们交谈的内容 不难得知 这群人并非罪州本地之人 是来自神秘的外州 众人议论的时候 有人看向为首的那青年剑修 问道 王师兄 这种地方出现王侯境的人 说不定是在抢夺什么不得了的一宝 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青年冷眸看着远方 眼中闪过一抹思索的光芒 随后摇了摇头 我们这次来醉州 是为了降服那魔刀 顺便醉州 传播我玄天道宗的道统 在完成这些任务之前 还是不要多声势断的好 感觉到了 刚刚那股能量波动当中 有非常强烈的佛家神通气息 这说明 刚刚出手的一方 肯定有佛门中人 他来之前 也做足了功课 知道醉州本地最大的势力 就是当年地藏王横渡而来 开创的佛门道统 地藏佛门 而且 除了佛门气息 还察觉到了很浓的妖气 而妖族十万大山 正是醉州排名第二的本土势力 虽然他们师兄弟几个 全部都是王侯境 不过这两大势力 但是这毕竟是涉及了 本土第一和第二大势力的争斗 稍有不慎 便可能同时得罪这两大势力 这对于他们即将要完成的目标来说 并无任何的注意 想到这 他继续道 醉州的王侯境界 大多出自佛门和魔道 两者都在醉州深耕已久 势力繁杂 我们现在远离宗门 还是低调些为好 他们跨越无尽疆域 来到这里 有自己的目的 在完成目的之前 最好不要跟本地的势力起冲突 青年威望很高 此言一出 身旁几个白衣纷纷点头 王师兄说的有道理 那事不宜迟 咱们还是赶紧去那魔狱 降服那传说中的魔刀吧 那柄魔刀可是盗器 即便放在咱们那一周 也是不可多得的好宝贝 没错 醉州的这些土修士 还真是蠢笨啊 竟然让一柄盗器沦落千年 当真暴殖天物 这不正好便宜了咱们 众人热烈的议论一阵 便打算离开 而与此同时 为首的那名王师兄 忽然停下了脚步 回头再次看向了战场方向 目光晃动了一下 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异常 王师兄 你怎么了 有弟子好奇地问道 青年皱眉 我好像感觉到了一缕真经的气息 但是那气息消散得很快 他天生灵觉敏锐 能察觉别人察觉不到的气息 给他修行道徒 带来过不小的增益 刚刚他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那个方向传来一丝不同寻常的波动 崇高威严 夹杂着一丝暴虐的气息 有点像是他们门内那一门 无上真经的气息 真经的气息 怎么可能 有弟子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一脸的怀疑 真经只有天人静之上 点燃了神火的仙神才能拥有 第134章 黄雀在后 一群白衣弟子 脸上闪过无比震惊的表情 震惊两个字 可不是随便说说 那是仙神静人物的大道之机 稀有无比 只有那些名震天下的绝世道统 才可能拥有 并且都是震宗之宝 非常人所能见闻 就比如他们玄天宗的智宝 玄天真经 只有历代的掌门传人才能习练 其他人根本连接近都不能 而罪周这鬼地方 野蛮荒凉 千百年间除了一个接近仙神的天人静大魔外 唯一一个点燃神火的 还是从外周而来的地藏王菩萨 如此荒凉的地方 怎么可能出现真经这种东西 王师兄 真的假的 真经可是仙神的成道之机 得到一本真经 便是得到一位点燃神火的仙神传承 足以让传承者 成长为镇压一周之地的绝世大能 有弟子眼中流出狂热 一位仙神级别的绝世留下的底蕴 足以让一周疯狂 这种绝世级别的机缘 竟然让他们撞到了 怪不得这么偏僻的地方 竟然有本地王侯 难不成他们在争夺的 就是那真经不成 管那么多干什么 直接过去看看不就行了 有人催促道 但也有人表示怀疑 王师兄 你真的确定那是真经吗 咱们现在所处的鬼地方 连草木都看不到几棵 怎么可能会有那种层次的质保存在 有弟子疑惑问道 不相信真经这种机缘 会轻易落到他们的头上 听到周围人传来的议论 青年眸子颤了两下 我再探测一下试试 青年声音 有些不确定 毕竟这可是最终 大陆的边缘 文明的边荒 连个本土仙神佛墨都没有 怎可能会有真经 还被他们给撞见 一边想着 他一边他将自己灵局 催动到了极致 想要将继续搜寻 那气息的下落 然而却没有什么收获 那股真经的气息 只存在了一瞬间 然后就消失不见 就好像从来没有出过一样 随着探测进行 青年面色 渐渐由兴奋和期待 转变为了失落 他这般表情变化 自然瞒不过周围众人 王师兄 莫不是 你真的感应错了 一名弟子出身问道 省省心吧 罪州这种乡下地方 是不可能有真经存世的 不然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连个天人境都没有 没错 你看看这地方 连天地灵气都没有 怎么可能拥有真经 不错 整个罪州 唯一有可能藏有真经的 也就是地藏佛门了 其他的地方 连仙神经的人物都没有 怎么可能有真经 他们知道 王师兄的灵觉比常人灵敏 可是如此荒凉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有 只有绝世道统才会有的真经 听着周围师兄弟们怀疑的话 可能 真的使我感觉错了吧 在一番感知 毫无所获之后 青年压不由的产生了一丝怀疑 怀疑是自己感知出了问题 罢了罢了 真经什么的 距离我们太过遥远 那是只有仙神才配拥有的东西 就算真的有 也不是咱们这几个能觊觎的 咱们此番若能将那魔刀 顺利带回齐州就不错了 这可是一柄递接盗器 收获足够丰富了 有人谨慎地提醒到 他们几个虽然也都是王侯 但都是出街 相当于罪州的这边的四体 在罪州 这块文明的边荒之地 只是自保有余 如果真的贪心 去追求真经那种传说级别的宝物 说不定会引来什么大因果 很快 众人的想法达成了一致 决定只深入南极之地 将那魔刀拿到手 与此同时 在赵小云和敖怀战场的东北方向 这里是一座光秃秃的石山 层栓叠障 岩壁爬满了岁月的痕迹 面对战场一侧的一道石缝当中 一大一小两道紫色身影矗粒 具备一道紫萌萌的光芒裹住 屏蔽了所有的神念感知 看不清具体面容 也没有半点气息泄露出来 若不深入这石缝之中 根本不可能发现两人 不愧能被深渊大力为魔子 这家伙果然不简单 竟然秒杀了火龙那丝小一点的身影开口 生命中透着忌惮 本来还想让火凤王跟青虎王两败俱伤之后 我们来一个黄雀在后 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小瞧了那和尚 稍大一些的身影开口 声音沙哑 隐隐透露着沧桑的气息 虽然两人身影遮挡得很好 没有任何人发现 但是从他们说话的语气不难猜出 这两个人是来自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内部 在打赵小云主义的 不只有火凤王一个 王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还要不要对他们两个出手 小一点的身影 继续开口问道 没用的 那人的实力已经媲美三品 你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时候上去 只会重蹈火凤王的覆辙 大一点的身影回答 那我们要就此退缺吗 稍小身影显得有些不甘 他的资质 更敖怀在同一水平线上 只要能挖出深渊宝谷 他便极有可能得到那摩子之位 届时他们一族 便会是十万大山最强种族 但是 现在那人类的实力太过强悍 超乎了他的意料 就连他将自己视为最大对手的敖怀 都惨死于那人之手 因为年龄的关系 他修行时间 还要晚于火龙那家伙 所以现在冲上去 很可能也会落得之前的下场 这些道理 他都明白 所以声音显得有些失落 稍大的身影忽然开口 谁说 杀死那家伙 非得我们亲自动手了 听到这一声 稍小一些的身影 眼中立马闪过惊喜的光芒 王 你有办法了 他惊喜地问道 人类当中有一个成语 叫做借刀杀人 那和尚出自地藏佛门 如今叛离佛门 成为十万大山魔子 还帮助妖魔之主 取魔眼斩魂刀 你说地藏佛门知道此事后会发生什么 沧桑的声音中带着些许玩味 佛门和尚 成为魔子 地藏佛门恐怕要疯了 第135章 真龙之灵 以他对地藏佛门那些和尚们的了解 只要他们知道 赵小云变成了魔子的事情 肯定会不顾一切前来这里验证真假 只要验证成功 以那群和尚们脾气 只怕将赵小云活疲了的心都有可能 可是我们怎么通知地藏佛门 稍小人影眼中闪过好奇 他们乃是妖魔之身跟地藏佛门视同水火 就算自己上门告诉对方 他们肯定也不会相信 这件事的真实性 如果放到平常 还真难说 但幸好 我这次做了完全的准备 苍老人影开口 他天生谨慎 做事情之前总喜欢准备齐全 这次同样不例外 说着 他伸手自虚空一握 竟直接抽出一根 正在散发紫色荧光的水晶 此物乃是流影水晶 我在其中注入了一切画面 有尊上宣布赵小云成为佛子 也有刚刚那一战的景象 足够证明 他真的叛离了佛门 你现在立刻启程 前往地藏佛门 不用做什么 只将这水晶给到他们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看一场好戏了 苍老人影声音非常得意 将手中的水晶交给旁边 从苍老人影手中结果水晶 烧小人影 却还是有几分犹豫 王 我还是有些担心 若是让深渊大人知道我们 他们截杀赵小云 戏究起来 还属于妖魔内部的争斗 他们十万大山 本就奉行抢者为王那一套 私下竞争也很激烈 然而 私下里厮杀和竞争 跟勾连外人 尤其是地藏佛门这个死敌 杀害同袍相比较 那性质可完全不一样了 相当于叛变 对于叛徒 妖魔可从来都不会手软 嘿嘿 苍老人影发出两声诡异的奸笑 开口道 你太小瞧深渊大人了 真当他老人家 不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吗 苍老人影声音有些玩味 那次议事 我根本没有隐藏 自己身上带着流影水晶的气息 以深渊大人的感知 他在看到流影水晶的第一时间 肯定就已经猜到了我的谋划 可是他老人家并没有出手阻止 你猜猜这是为什么 苍老人影反问 为什么 稍小一些的人影 一边摆弄手里的水晶 一边问道 他虽然天资惊人 但是在涉事经验方面上前 无法跟他口中的王 以及深渊那种活了数个时代 敢跟先佛抗争的存在 相提并论 刚刚那场战斗 难道你就没注意到什么异常吗 苍老人影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继续反问 异常 那可太多了 稍小人影眉头皱起 刚刚那一场战斗中 赵小云一招秒杀火龙公子的那一幕 太过震撼 让他下意识地忽略了其中的异常 但是现在仔细回想一下 异常可太多了 比如赵小云是如何抗住真龙惊艳 这一门强大神通的 又是怎么追得上三品之下 速度第一的敖怀 以及最后出手秒杀敖怀时 使用的那项神通 究竟是怎么来的 一切的一切 就是不知道王说的是哪个一点 你太注意表象了 苍老人影忽然开口 将他从杂乱的思绪当中拉了回来 太过注意表象 他有些疑惑 只觉得王说的话太过晦涩难懂 见状 王摇了摇头 赵小云身上最大的异常 就是他已经是个一个叛僧 甚至是魔子这个位阶 按照佛门那些规矩 此时的他 早已经在天降佛怒之中 化成了一缕飞灰 即便能抗住佛怒的惩罚 他已经触犯戒律 灵魂被诸佛所厌恶 此生将无法动用任何佛门神通 他顿时有些恍然 没错 赵小云明明已经是魔子 为什么还能动用佛家神通 稍小人听到这里 只感觉毛骨悚然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他脑海中冒了出来 难不成 赵小云这家伙 其实压根就没有破解 一切都是装的 是佛门的阴谋 他倒吸一口凉气 遭遇佛成 被佛厌恶者 终生无法调用佛门神通 但是赵小云不仅能调用 甚至佛力澎湃 佛光鼎盛 更坚有一门强大的佛门神通 这哪里有半点遭遇过佛城的样子 所以 他不由地怀疑 赵小云根本没有破解 而是地藏佛门 用了什么手段遮掩 见烧小一些的人影 面上的变化 苍老人影再度摇了摇头 你所担心的 同样也是深渊大人所担心的 所以 深渊大人才默许我用流影精石 录下了赵小云成为魔子的影像 想来正式让我将这段影像扩散出去 最好让地藏佛门所有人都知道 这样便可以根据他们的反应 窥探出赵小云真正的底细 苍老人影解释得很仔细 稍小一些的人影听完 总算明白了这其中的一些关键 眼中闪过了然的光芒 原来如此 他恍然道 好了 苍老人影摆了摆手 趁着他们还没有找到魔眼斩魂刀这段时间 你赶紧将流影水晶送到地藏佛门 若是 等他们寻到刀后 返回十万大山 到时候可就晚了 闻言 稍小一些的人影点了点头 对着苍老人影道 属下这就去 接着 他便直接化作一道紫色流光 向东而去 消失在天际之间 目送他远去 苍老人影再次将目光转回到战场 却见战场中央 经过一番仔细的寻找 赵小云赵小云 在一片半固态的岩浆之下 找到了一片火红色的鳞片 上面正散发着储物法器特有的波动 终于找到了 赵小云长出口气 拿起那一枚火红鳞片 如果索料不错的话 这枚鳞片 应该就是火龙公子的储物法器了 想到这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正打算将其练化 看看这位号称妖族第一天骄 究竟有多少宝贝的时候 就听青瑶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那一枚鳞片不凡 乃是上古真龙之灵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化的 我劝你 还是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开启吧 第136章 上古之密 青瑶悬浮在赵小云的头顶 看向他的目光中 带着一股难以言明的光芒 像是羡慕 又像是叹息 真龙之灵 赵云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这片灵 竟然是真龙留下来的 他着实没有想到 虽然 罪州号称龙的妖族有很多 火龙 金龙 魔龙 地龙 蜥龙 诸子种种 不胜枚举 但这些所谓的龙 大部分都是 只还有一点龙的血脉而已 就比如火龙公子 他那个巨大的龙身 与其说是龙 更像是长了翅膀的蜥蜴 这就是血脉紊乱的表现 真正的龙 乃是神话生物 鹿角凌身 五羊之主 行云不语 腾云驾雾 生下来便是超越二品的存在 恐怖无边 只有这种神话生物 才配被称为真龙 在上古年间 龙这个字 只属于真龙 其他所有的妖族 无论血脉浓度 甚至不配用这个字 而随着真龙一族 随着上古一起消失 龙这个字眼 渐渐也普及开 刚开始 只是一些拥有龙族血脉的妖族 为自己命名为龙 到后来 甚至连一些跟龙族 毫不沾边的妖族 也都用起了这个名号 但他们 不过都是 打着龙这个名号的伪龙而已 想借龙这个名字 在上古时期留下的威名 为自己种族壮壮生事罢了 真龙这样的神话生物 只在上古年间存在过 后来便销声匿迹 而今只在历史古迹之中 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 起码在最周 已经找不到这种生物 存在过的痕迹 或许在外周仍存 但踪迹难寻 自己手中的这块鳞片 竟然是传说中的真龙灵 赵小云自问 算是见过不少的天才地宝 地藏佛门 为最周第一大势力 宝库之中堆满了天才地宝 甚至不乏一些上古罕见的奇物 但是没有跟真龙相关的物品 可能是因为建立的时间太晚 真龙一族 连存在过的痕迹都被抹除了 也就只有十万大山 才能拿出这种神物了 赵小云单手拿着真龙灵 翻来覆去地看了看 想看看其中有什么门道 或者有没有记录着 强大的神通秘法 然而一番仔细地勘察下来 除了发现 这玩意儿有储物的效果之外 好像并没有其他神奇的地方 嘖嘖嘖 大名鼎鼎的真龙灵 竟然只是一个储物的法器 我还以为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赵小云撇着嘴说道 看他一副有些嫌弃的表情 轻摇脸上闪过一抹无奈 这片灵片不凡 火龙公子当年只是一只火蜥蜴而已 正是得到了这一片真龙灵 才逆化血脉 成为了十万大山第一天骄 我怀疑 他那真龙惊艳 也是从这灵片上面获得的 轻摇开口 声音有些羡慕 火龙公子如同流星一般崛起 跟这片真龙灵脱不了关系 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想要研究了解 甚至引起过妖王之间的血战 最后还是深渊一锤定音 将这片真龙灵交给了火龙公子 这才化解了十万大山内部的争斗 敖怀喷的那小火苗 原来是从这上面来的 看来这龙族神通也就一般般嘛 赵小云有些嫌弃地说道 虽然都是神通 但是这真龙惊艳 在他看来真的非常一般 论杀伐的能力 不及自己金刚祥魔印的十分之一 论保命能力 不及自己立地生根的千分之一 论速度 这个就不用比了 总之这门神通 在他看来真是如鸡肋一般 实之无用 弃之可惜 听到这话后 轻摇眼中赏过一抹韵怒 赵小云说的这话 实在有些反尔赛了 这可是神通 万法源头 就算是对于三品境界的妖王来说 也是非常稀有的存在 妖王之间 为了神通发生的战斗 更是数不胜数 而赵小云竟然很嫌弃 总之这玩意儿蕴含机缘 你若是不要 可以交给我 我愿意拿物品来给你换 到最后 轻摇尝试着交换 不行 然而赵小云直接非常果断地 拒绝了他的请求 蚊子再小也是肉 毕竟是真龙的东西 留下来 说不定哪天就能用得上 反正这东西又不占地方 说吧 赵小云直接将真龙灵 收进了系统空间当中 你 轻摇面色战红了一下 他感觉赵小云在耍自己 眼中闪过一抹怒意 但很快就消散了 跟赵小云相处的时间一长 他现在已经有些习惯 这家伙不着掉的性子 算了算了 姑奶奶不跟他生这个气 轻摇在心中安慰自己一生 随后掐断思绪 看向赵小云 这里没什么东西了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 赶紧进入南极之地 寻找魔眼斩魂刀 行 赵小云点点头 方圆十里内 已经被他刮第三尺 他甚至连熬怀的一些碎肉块都没有放过 全部被收进了系统空间 这片地狱已经没有什么价值 紧接着 两人休整了一下 补充了刚刚因为战斗消散的灵气 随后直接腾空而起 继续向南极之地深处而去 月往里走 里面越发荒凉了 空气中开始出现魔气 丝丝缕缕缕 散布在空气当中 犹如一条条黑色细线 连阳光在此地都弱了几分 月往里走 里面的魔气越发浓郁 连大的都变成了阴森的紫灰色 常年累月的魔气轻染下 这里的石头都发生了一变 攀爬着诡异的纹路 仿佛这一方天地都腐烂了 看得人毛骨悚然 而这里仅仅只是外围而已 还能看得清道路 阳光虽然微弱 照在人身上却也是温暖的 继续在往南飞行了大约三千里之后 一道黑色大幕出现在两人面前 这道黑幕连接天地 一眼望不到边 里面魔云翻滚 阴风呼嚎 仿佛炼狱 赵小云和清瑶两人 停在大幕之前 清瑶开口道 前面就是南极之地的核心区域 那里面有一些诡异的生灵 是当年丧生魔眼斩魂刀 手下的怨魂 吸收了这片土地千年聚集的魔气 发生了一变 会对我们造成不小的麻烦 清瑶出声警告 正是因为这怨灵的存在 才导致南极之地十分危险 只有三品之上才能进入 第137章 怨灵 听到清瑶这一声郑重的提醒 赵小云也不由重视了起来 他眉头一凝 道 怨灵 这东西怎么可能威胁到四品呢 怨灵在最洲 不算什么罕见的东西 一些强者死后 怨念吸收天地灵气 可以长存与世 但是这些怨灵 通常都十分的弱小 不说 佛门这种专门度化怨魂的宗门了 就是一些小门小派的修行者 只要修炼出异的力量 都有机会斩杀这些怨灵 总之 修士在成为怨灵之后 力量修为都会大跌 实力不及生前 所以 这种能威胁到三品境界的怨灵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听到赵小云这一声疑问 青鸟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那是平常的怨灵 而这里的怨灵 都是死在魔炎斩魂刀下的 步伐绝世强者 加之吸收了千年魔气酝氧 能体敌三品不算什么 魔炎斩魂刀是深渊的武器 伴随这位征伐过无数大敌 那些强者当中 三品二品强者如云 甚至包括了最洲上一位妖魔之主 一位一品大能 这种存在当中 但生几个能威胁到三品的怨灵 还不是轻轻松松 原来如此 赵小云点了点头 明白了这其中的关系 如果是绝世强者所化成的怨魂 那的确有机会 未到三品境界的修饰 掐断思绪 赵小云看向青鸟 摆出一副害怕的表情 道 青鸟 那本魔子的姓名 可就全部交到你手里了 你可一定要保护好我了 看着赵小云这个样子 青鸟美好气的瞥了他一眼 心下感觉有些无语 这家伙连敖怀都能随手秒杀 防御力连自己都破不开 速度跟自己也是不相伯仲 已经足够匹敌 一位三品境界的高手了 而且 他一身佛门功法 对怨灵还有种种伤害加成 说不定比自己还要吃香 竟然还要自己的保护 真是没个正行 青鸟摇摇摇头 然后道 时间紧迫 咱们还是赶紧进去 寻找魔眼斩魂刀吧 不然让佛门 或者其他什么人反应过来 又是一件或事 说吧 青鸟一马当先 直接冲入了被漆黑魔物包裹着的南极之地当中 赵小云跟在他身后也钻了进去 进入之后 赵小云感觉回到了当初在黑风山 他探索天拙大阵核心的时候 这里的魔气浓度 跟天拙大阵外围有的一拼了 而且相较于天拙大阵的魔气 是强行聚集起来的不一样 这里魔气存在的时间相当长了 已经连这片天地童话 连大队都在向上蒸发紫气 而且在魔气当中 神殿被压制 只能探索到周边几百米的范围 如同被人蒙上了双眼 魔眼斩魂刀在哪 赵小云好奇地问道 轻摇眼中闪过一抹思索之色 魔眼斩魂刀是这里魔气的源泉 只要向着魔气浓郁的地方前行 应该就能找到 与此同时 距离两人千里之外的一个方向 这里的魔气太浓了 感觉令人窒息 一名玄天宗弟子 皱着眉说道 这里魔气浓郁的程度 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那毕竟是一柄接近到气的魔刀 拥有它的是 当年统治整个罪州的无上大魔 能释放出如此恐怖的魔气 不足为奇 有弟子应声道 是啊 魔气越浓 说明那魔刀越强大 待将其带回去之后 能获得的奖励 也就越丰厚 众人交谈着 深入魔气当中 这里气氛阴冷 看不见太阳 更辨认不清楚方向 常人近来稍有不慎 就会迷失在其中 这种环境 不免让一些弟子心生担忧 问道 可是这么浓的魔气 压制得我们的神念都施展不开 真的能找到那柄刀吗 没关系 有人不以为意的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要相信王师兄 队伍前方的王师兄 微微点了点头 我拥有灵魂天眼 不受到魔气压制 感应到那一柄刀的所在 王师兄刚说完 面色忽然一变 看着漆黑的前方 眼中闪过一抹警惕 停 他抬起手 示意众人停下脚步 怎么了王师兄 身后弟子小声问道 他们还是第一次 在王师兄的脸上 看到这种紧张的表情 都不要说话 施展脸细卷 王师兄没有回答 众位弟子疑惑 他吩咐一声 手中掐起法印 周身顿时浮现出一层青芒 将它包裹起来 这层光芒 可以隔绝修饰向外 散发的一切气息 通常只有在遇到 强大妖物的时候 才会用到 其他弟子健壮 虽然疑惑 却不敢多说什么 赶紧学着他的样子 施展脸细绝 收敛全身气息 然后 王师兄又指挥众人散开 寻找地方 隐蔽自己的身躯 众弟子依旧照做 很快 远处摩云翻滚 显现出一个半透明的黑影 周身散发稠密的魔气 与周围淡紫色的魔气比起来 因是发黑 就如同点燃的潮湿木柴 所散发的滚滚黑烟一般 这身影散发着强悍的威压 在众人上空游荡 仿佛是在寻找几人的气息 王侯静的怨灵 看到这一道身影 以及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 只属于王侯静的气息 由弟子眼中闪过冷光 看向王师兄神念传递消息 王师兄 要不要出手解决掉他们 这只怨灵 不过是王侯出境而已 解决他对于在场的 玄天宗弟子来说 算不上什么困难的事情 而在听到他这句话后 王师兄赶紧摇了摇头 不行 他用神念阻止 想要出手的弟子 这怨灵只是那柄魔刀的奴隶 感应到了我们的气息 过来探查情况的 若是我们出手对他造成伤害 恐怕会引起那柄魔刀的敌意 到时候想要收复他 无异于痴人说梦 王师兄劝诫道 玄天宗打这柄魔刀的主意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百年之前就有前辈到此游历过 遇到了这些怨灵 选择出手 结果引得魔刀发狂 生出无数怨灵 其中光是王侯境界的 就有上百 如此恐怖的实力 别说罪周了 就是放在外面 也足以负面一个一流宗门 第138章 宝谷异动 其他弟子听到这句话 眼中不约而同的闪过恐惧 这样的是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上百只王侯境的怨灵 的确已经超出了 他们所能对付的极限 只有那些点燃神火的仙人进大牢 或许才能扛过这么多怨灵的进攻 不过好在 众人反应得足够及时 脸稀绝用得早 那怨灵来到众人头顶之后 扫尸半天 什么都没有发现 最终离开这里 向远方离去 在他离去之后 众人才发现 还真的有几只堪比王侯境后期的怨灵 跟在那怨灵身后 仿佛是在钓鱼 只要他们对第一只怨灵出手 那几只怨灵便能顺息赶到 幸好王师兄提醒的及时 这才将一场危机化解 直到那怨灵离开 玄天宗仲弟子 这才长出一口气 怪不得此刀在这里横垢千年 都没有人来取 有这么多的怨灵在 凭借罪州本地的那些势力 没人能拿得起这柄刀 有人敢叹道 不过有这些怨灵在 这柄刀最终便宜了我们 咱们应该好好感谢王师兄 若非他的提醒 咱们现在恐怕只有逃命的份了 众弟子望着那几只怨灵远去的方向 心有余悸地开口说道 你们说 咱们拿走魔刀之后 罪州本地的几个势力 会不会出手针对咱们 针对咱们 凭什么 罪州自从那位地藏王菩萨之后 连第二个点燃神火的人都没有 根本就是一群废物罢了 不然这笔魔刀落在此地千年也 早就有人取走了 哪里会轮到咱们 他们若敢对我们出手 宗门自会帮我们讨回公道 说的没错 罪州之人无能 这种鬼地方 也就只有咱们能进来了 咱们取走了这刀 帮罪州解决了这一难题 没找他们 要解决魔刀的报酬 够给面子了 如果还想找我们麻烦 宗主可是点燃神火的先神镜强者 便是将罪州整个镇压也不在话下 一谈到这个话题 几个玄天宗弟子的语气中 带上了自傲 跟罪州这种边荒之地不同 他们所在地狱 乃是一片超凡鼎盛的区域 凡甚无比 玄天宗历代宗主 都是点燃了神火的绝世强者 一周丝毫不过分 众人一边休整一边闲聊 就在这时 王师兄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好了 大家都安静一下吧 我们感觉到 那柄刀距离我们不远了 趁着那群怨灵刚走 我们快些赶过去吧 这一言出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向深处继续走去 而与此同时 赵小云和青鸟两人 也正飞速向魔刀的方向赶来 不知道为什么 越向魔眼斩魂刀的方向前进 赵小云越感觉到 胸口处的那块深渊宝骨 仿佛有了生命一般 在不停跳动 难不成是深渊宝骨 跟魔刀有冥冥之中的联系 赵小云咒没想到 而就在这个时候 前方带路的青鸟 忽然停下 面色骤变 怎么了 赵小云掐断思绪 好奇地问道 有怨灵朝我们这个方向过来了 青鸟咒着没说到 随即拉着赵小云落在地上 不要让自己气息外溢 不然会引来大量怨灵 不是我们两个能对付的了的 青鸟冷声提醒道 身为深渊的手下 他对南极之地这片地方了解非常深 知道这里怨灵背后 都是魔眼斩魂刀在控制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能正面硬抗 赵小云点点头 按照他的话 收敛起自己的气息 二人寻找一处隐蔽的地方 躬身藏起 很快便看到一只半透明 面容可怖的身影 出现在魔物当中 根据其散发的气势 赵小云判断 对方应该是在四品质的等级 自己随手便能抹杀 但是青鸟之前提醒过 他并没有动手 而是静静看着这怨灵 却见怨灵在他们刚刚所处的位置附近 转悠了一阵之后 没发现什么异常 就打算离开 但还没等他离开多远 赵小云胸口的深渊宝谷 忽然爆发一波波能量波动 仿似是一颗心脏般跳动起来 怎么这个时候 赵小云皱眉 深渊宝谷肯定跟魔眼斩魂刀有牵连 说不定可能让他们暴露 果然 深渊宝谷出现异动之后 原本正打算离开的怨灵 忽然停下 转头向赵小云这个方向望了过来 不会吧 赵小云有羞无语 怎么自己怕什么来什么 他发动神隐无踪 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尽力收敛其自己的气息 想看看能不能蒙混过关 然而 随着深渊宝谷的异动加剧 那怨灵仿佛能直接发现他一样 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吼 忽然 怨灵一声大吼 阴风呼啸 周围如墨般的魔气 猛地汇聚成一道道寒芒 如雨点般向赵小云刺来 赵小云险之又险地躲过这些魔刺 眼中闪过一抹韵怒 他要收敛气息 就不能展开佛光防御 这些魔刺对他威胁不小 吼 那怨灵再次发出咆哮 魔气翻滚 再次拒出无数魔刺 向赵小云这个方向覆盖 给你两个是不是 这次魔刺一根擦着他的鼻尖而过 差点就将赵小云贯穿 赵小云瞬间意识到 有深渊宝这个内鬼在 自己想要逃过怨灵追杀 光靠躲是不行了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 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退出南极之地 怨灵只能在魔气覆盖 范围内活动 只要退出笼罩在南极之地的 那片黑幕之外 自然就能脱离危险 第二个就是泄露气息 直接捏死这个不长眼的怨灵 第一个 赵小云想都没想直接排除 自己都到了这里 怎么可能有退出这一说 战 赵小云很快便做出决定 调转方向 不再遮掩气息 欲空而起 将深渊宝谷的力量 汇集到拳上 一拳轰向那怨灵 只是平平无奇的一拳 在深渊宝谷的加持下 却好似上古魔神般 蕴含恐怖力量 狠狠砸在怨灵之躯上 第139章 来都来了 空气中响起暴鸣声 原本怨灵还想躲开 但是这一拳中 却蕴含着至高无上的气息 原本周围如水般的魔气 可以任意穿行的魔气 在此刻竟然全部凝固 将它牢牢禁锢在原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这一拳砸在自己身上 哄 直接被赵小云这一拳给撕碎 恐怖的力量 激起的冲击波 敌荡四方 周围魔气出现如水般的波纹 震的天外阳光都泄进来几分 而怨灵本体 则毫无疑问地陨落在这一拳之下 这一击的力量 已经不逊色于三品修士的寻常一击了 之所以有如此恐怖的力量 则全要仰仗于 还深渊宝谷的力量 这里面储存着深渊本体恐怖力量 之前赵小云只能发挥出 很少的一部分 现代晋升四品 才终于有机会 调用其中真正的力量 足以让他普通攻击 拥有超越四品的威能 真是不知道 自己有几斤脊俩 看着张牙舞爪的怨灵 彻底消失在自己眼前 赵小云拍了拍手 正想招呼轻尧 打算趁其他怨灵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却忽然听到 远处传来赠的一声 仿佛金属交明 在这一声传来之后 周围的魔气如同潮汐一般 开始疯狂翻滚 好似有千军万马 在向这个方向奔腾而来 看到这一幕 远处青瑶眼中闪过一抹慌张 这种情况 代表两人的存在 已经被魔眼斩魂刀所感知到 那柄刀 正指挥怨灵向自己这个方向而来 完了 任务失败了 这是青瑶心中升起的第一个想法 他看向赵小云的位置 眼中闪过一抹无奈 似乎跟这个臭和尚在一起 他总是会倒霉 还愣着干什么 趁怨灵没到之前 赶紧离开这里 青瑶大喊 想叫赵小云离开 然而 赵小云却站在原地 丝毫未动 刚刚自己调用深渊宝谷 并没有用上权力 结果随便就轰杀了一个四品怨灵 这让他心里有了底 深渊宝谷的力量在此地有加成 如果他用上全部实力 说不定能解决这些怨灵 总而言之 现在还不是逃跑的时候 既然已经撞上事了 那就要想办法摆平 这个家伙 看着半空中一动不动的赵小云 青瑶立刻就明白了赵小云的打算 他要正面对抗此地的怨灵 想到这 青瑶的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这家伙疯了吗 待会要来的怨灵当中 可是有媲美三品的存在 只凭他一个人 怎么可能是这群怨灵的对手 若是只有一个两三品 他跟赵小云两人联手 或许能应付得过来 但是根据他所了解到的信息 此地三品的怨灵 足有几十个 除非十万大山亲力来战 否则不可能有人是这几十个三品怨灵的对手 更何况 还有成百上千只四品怨灵 所以胆紧跑路是最理智的选择 这个疯子真是封了青瑶气不过 转身便打算离开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后方的魔器也开始翻滚起来 隐约间有数道黑影在其中窜动 很明显他们的退路也被怨灵包围了 该死 青瑶的心沉到了谷底 跟青瑶一样的 还有玄天宗的几名弟子 那一声刀鸣 他们听得真切 紧接着笼罩在他们周身的 魔器开始翻滚 种种意象都说明了一件事 有人触怒了那柄刀 朱天璇弟子脸上流露出疑惑和惊讶 他们靠着王师兄超强的感知 一路上已经绕开了许多危险 更是没跟怨灵们起什么冲突 怎么可能触怒那一把刀 他们纷纷看向队伍前方带路的白衣青年 王师兄 现在怎么办 那柄刀已经被触怒了 我们趁着怨灵没有来的时候 赶紧撤退吧 有人提议到 虽然不知道是谁搞砸了这一切 但总之撤退是最保险的事情 对啊 这个机会 咱们还是离开吧 不然跟几十个怨灵撞上 损失惨重 就这么撤走 咱们太亏了 死地距离那柄刀 最多也就还几十里 还不如趁着这个时间杀过去 直接将刀收复 到时候危机一并化解 有人提议撤退 也有人不甘心 提议直接杀杀过去 将刀收复 到时候一切危难自然化解 两方各执几件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争执不下 但就在这个时候 队伍前方王师兄忽然开口道 不对 他紧闭的双眼忽然睁开 眼中闪过惊讶的光芒 触怒那刀的不是我们 而是另有其人 王师兄开口 石破天惊 在他的感知之中 那些强大的怨灵 向着另一个方向汇聚 根本没有向他们这个方向赶来 听到王师兄这一言 众人脸上纷纷闪过惊讶 什么 竟然还有其他人也进来了 怪不得 我们一路上已经十分小心了 不可能触怒那柄刀 王师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有人问到 现在那柄刀已经发怒 不知道能不能被他们收服 那柄刀已经醒了 震气符失效 只有强行镇压 才能够收服 但那是一柄盗器 只有点燃神火的 仙神静强者才能镇压 咱们失败了 王师兄摇了摇头 声音有些伤感 他们此来收服这刀的最大一仗 就是宗门下发的一张震气符 其可以短暂镇压魔刀的意识 给他们腾出机会 初步掌握魔刀 在其中留下自己烙印 可是现在 魔刀已经被激怒 在想用震气符 镇压对方意识 非常苦难 即便能够镇压 时间也会大大缩短 可能没等自己祭炼完成 魔刀就会苏醒 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 还可能会遭遇不测 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既然都已经走到这里 我们不去看看 也太可惜了 对啊 有其他人替我们吸引那些怨灵的注意 说不定可以找到机会 将刀收服 说的没错 师兄既然已经到了这里 若不尝试一下 岂不遗憾 第140章 围困 听着众人的劝说 王师兄眼中闪过一道特别的光芒 那好吧 我们便去看上一看 说吧 他一马当先 踏上了寻找魔眼斩魂刀的路 而与此同时 另一边 赵小云和青瑶的情况 却并不容乐观 怨灵们如同潮水般 向他们这个方向袭来 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通 而且这些怨灵 还都是有神志一样 只为不打 仿似在等待继续更多力量 一举拿下两人 密密麻麻的怨灵 在魔物当中游走 散发的气息 连虚空都颤抖起来 赵小云和青瑶 两人背靠背 站在包围圈中央 观察周围形势 并没有轻举妄动 多怪你 已经警告过你了 不能对那个怨灵出手 你非不听 否则咱们 怎么可能落入这种境点 青瑶向赵小云抱怨 由于两人是分开躲避 所以他对当时的情况了解的 并不是很清楚 只以为是赵小云主动动手 去杀的那只怨灵 所以便想当然地认为 眼前这一幕 都是因为赵小云的原因造成的 哎 而是那块骨 赵小云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情况 包括深渊宝谷的异动 以及深渊宝谷异动 所吸引来怨灵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青瑶 若非我出手的及时 死的可就是我了 赵小云用一种无奈的语气说道 虽然他并不惧怕怨灵 可是陷入如今 这种情况 也不是他想要看到的事情 而另一边听完赵小云的话 青瑶的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魔眼斩魂刀 是深渊尊上的兵器 两者有血脉相连 深渊宝谷有异动是正常的 但是 这是表明身份的一种方式 魔眼斩魂刀 应该会勤技能 拥有深渊宝谷的人 怎么可能上来就攻击你 青瑶喃喃自语 眼神当中流出浓浓的疑惑 魔眼斩魂刀 是深渊亲手炼制的法器 用自己鲜血浇灌过 深渊宝谷发出的异动 应该就是 再向魔眼斩魂刀 表明自己的身份 这种情况下 魔眼斩魂刀 应该屈服才对 可怎么去 青瑶想到这 忽然一道电 闪过自己的脑海 想到一个非常不妙的可能 坏了 他忽然出声 眼中闪过一抹惊骇 什么坏了 你知道宝谷异动的原因 赵小云闻言 赶紧出声发问 如果你刚刚说的是真的 深渊宝谷有异动 那证明魔眼斩魂刀 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 可是 他依旧操控这么多的怨灵 来围攻咱们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青瑶声音中带着忌惮 说明什么 魔眼斩魂刀 叛主了 说话间 青瑶的眉头紧凝起来 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出现了 魔眼斩魂刀遗落千年 当年深渊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 已经被岁月所消磨 什么 赵小云听到这个结果 眼中闪过一抹不可思议 他听说过人叛变 听说过腰叛变 没想到一柄刀也能叛变 法器被打下烙印之后 不是除非原主死亡 否则烙印永不消失吗 赵小云奇怪地问道 一般的法器是这样没错 青瑶回答 但是魔眼斩魂刀的品阶 赵小云点点头 法器拥有灵智这一点 他无论是在前世地球的时候 还是在地藏佛门当中都听说过 一般法器等阶达到某个品阶之后 会诞生自己的灵智 这样的法器可以被称之为灵气 所以这件事对他而言并不算什么 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情 很多法器都有自己的灵智啊 但也没听说过 有几个想要施主的 赵小云继续问道 青瑶一边皱眉沉思 一边回答 都说了 那是一般的法器 魔眼斩魂刀 乃是深渊尊上取罪周上一代妖魔之主的尸骨炼制而成 这让他拥有了远超一般灵气威力的同时 也埋下了隐患 这柄刀当中 含有上一代妖魔之主残存下来的意识 若是时间长了 很有可能回忆起 之前残存的记忆碎片 如今看这个反应 他很明显 已经有了之前的记忆 对深渊尊上产生了敌意 所以才会主动攻击你 青瑶将自己猜测的情况 一股脑的全部告诉了赵小云 魔眼斩魂刀复苏 另一边赵小云 听到魔眼斩魂刀的由来 不由得恍然大悟 怪不得一进入这个范围 他的深渊宝骨就开始异动 怪不得感受到异动之后 那怨灵会直接攻击自己 原来还是深渊老灯给自己留下的麻烦 这家伙竟然将上一代妖魔之主的尸骨 炼制成了自己的法器 手段也真是够狠的 赵小云一想到自己的尸骨被炼制成法器 不由得背脊发凉 也由不得魔眼斩魂刀记忆苏醒之后 会对深渊产生这么大的恶意 有这么大的恶意在 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收复魔眼斩魂刀 赵小云心中疑惑 便继续向青瑶问道 听你的意思 我们即便能突破这些怨灵的封锁 也不一定能收服那笔魔刀了 不一定 青瑶摇了摇头 想来深渊大人在刀内留下的烙印 应该还是存在的 魔眼斩魂刀只是抹出了部分 并没有化解全部 不然在这里围困我们的 可就不是怨灵 而是魔眼斩魂刀的本体了 那可是堪比二品天街的存在 就算我们两个加起来 也都不够抗住一刀的 青瑶淡淡的道 通过观察现在的局势 他明显更感觉到 魔眼斩魂刀 还是有一定限制在的 不然也就不会指派怨灵围攻 凭借那位对深渊的恨意 在感知到的一瞬间 飞过来的就应该是本体 或者一道斩向二人的刀光了 这么说 我们还是有机会收服他 赵小云眼前一亮 第141章 不堪一击 先不要想收服魔眼斩魂刀的事情了 还是想想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吧 青瑶有些无奈的说道 他也不知道该说赵小云什么好 眼下他们被上百只怨灵围的水泄不通 其中不乏三品的存在 他们两个如果能从这里逃出去 就谢天谢地了 至于魔眼斩魂刀 还是不要奢望了 青瑶这边刚说完 却听这 得一声 那一声金属交鸣声再次传来 仿佛是高高在上的将军 再给自己的手下传达命令一般 不好 听到这一声催鸣 青瑶和赵小云两个人面色俱变 有上一次的经验在 他们可以判断 这绝对是魔眼斩魂刀 在向怨灵传递信息 果不其然 正如同两人所猜测的那样 在金属交鸣声传来的瞬间 所有怨灵全部倾巢出洞 犹如巨浪一般向两人涌来 怨灵们拥有自己的神志 当头的是一群 境界达到四品的怨灵 高品阶的怨灵 则在后面驱使那些低阶怨灵上前 看样子是想消耗两人的力气 自己在后面捡漏 这群老鬼 还真是不傻 赵小云瞬息便明白了他们的部署 但他丝毫不慌 深渊宝谷提供给他的力量 无穷无尽 这些四品的怨灵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面对疯狂向自己冲来的怨灵们 他毫不迟疑 直接调用体内的深渊宝谷 瞬间无匹的力量 从宝谷中涌出 负向赵小云双拳 直接迎面冲入了那群怨灵之中 顿时 虚空中传来阵阵颤抖 伴随着拳风轰鸣 数个怨灵在赵小云的拳下 变成了飞灰 在他的拳头面前 这些怨灵都好似变成了纸壶的一般 根本扛不住他的拳力 赵小云每一次出拳 都能带走至少两个以上的怨灵 如此一来 清理的速度自然也是几块 三圈两脚便在如潮水一般的怨灵当中 清理出一片空地 相较于赵小云这边的轻松 轻摇那边则要困难许多 他虽然境界已经达到了三品 但却并不擅长战斗 加之一身妖力 却被周围魔器克制 只能凭借自身高出一个层级的境界 压制这些四品怨灵 但是相较于外面 在此地出手消耗更大 至少是外界的两倍 清瑶反手打出一道雷电 消灭一个打算冲上来的怨灵后 看向赵小云的方向 刚好看到了赵小云双手缠绕深渊魔器 在一群怨灵当中开无双 横扫一切 犹如一尊无敌的魔神一般 不由得心生感叹 这个家伙 明明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四品 但为什么看上去 却比我这个三品妖王还要厉害 清瑶心声不解 跟赵小云接触的这段时间下来 他发现 赵小云简直就是一个异类中的异类 实力强大 免疫佛成 最变态的是 他能同时掌握佛魔两种力量 并且应用自如 就好像之前 赵小云出手便是佛门神通 镇压了火龙公子 却又在这个时候 化身无上魔神 在这片魔狱当中如鱼得水 罢了罢了 这家伙身上笼罩的疑云太多 就算是想破头 也不可能想得明白 清瑶心道一声 掐断思绪 开始专心对付怨灵 不过他开始有意识地 向赵小云的方向靠近 以此减轻自己的压力 真是没想到 我堂堂青狐王 竟然有一天会沦落到 让这个人类保护 清瑶在心中感叹一声道 不过 他也还是感慨一下 自然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随着两人 主要是赵小云越战越勇 不到半个时辰 待在后面的那些三品怨灵们 就有些坐不住了 这个人类太奇怪了 他们在这里耗了半天 想要等两人耗尽能量之后 再出手剿灭两人 然而情况却跟他们想得恰恰相反 那两人非但没有被剿灭 反而越战越勇 尤其是那个男人 不仅杀的四品怨灵们 如砍瓜切菜 竟然还有余力照顾那个女妖 力量更好似大海一般 根本用不完 赠 忽然间 魔眼斩魂道的暴鸣声再次传来 像是命令 又像是催促 而且跟之前只想一声不同 这次足足响了三声 像是在催促怨灵们 赶紧解决完这边的事情 赶紧回去 好 听到这一声催促后 剩下的那些三品境界的怨灵 当即也不再犹豫 大吼一声 向赵小云这个方向冲了过来 大的要来了 赵小云虽然一身心地 全部投入到了战斗当中 但对外界的警惕 却没有丝毫放松 故而第一时间 感知到了这些三品怨灵来袭 妖女 保护好自己 我去对付他们 赵小云提醒了轻摇一声 而后一拳横扫 清空了身前两只四品境界的怨灵 接着便朝准一个三品怨灵 杀了过去 好 三品怨灵大吼一声 他们跟第一阶怨灵不同 拥有自己的神志 所以对赵小云主动出击 非常愤怒 他半透明的身躯 闪过一阵幽光 凝聚出三只鬼手 瞬息跨越百米距离 想要将赵小云束缚起来 但是这些鬼手 却在碰到赵小云周身的时候 忽然被一阵耀眼的光芒 给挡了下来 这光芒璀璨如今 如同在漆黑幽森的魔芋之中 升起一轮大日 辉煌耀眼 散发出的光芒 穿透漆黑魔物 几十里外可见 这片沉沦千年的腐化大地 终于在此刻 重新见到了光芒 毫无疑问 这正是赵小云的护体佛光了 检测到这些鬼手 可能对赵小云产生威胁 佛光自动开启 笼罩赵小云周身领域 那三只鬼手 在撞上佛光的瞬间 如同一块寒冰 被放到了热水里 转瞬间便融化成魔器 被佛光蒸发 没有丝毫残余 好 怨灵被佛光蒸发三只手臂 仰天长笑 有愤怒 也有畏惧 佛光是他们永远的克星 对佛道之力的畏惧 深刻在每一个怨灵的灵魂深处 难以消磨 所以 在看到赵小云周身萦绕的佛光后 这些怨灵下意识的是 停下了冲刺的步伐 脸上很明显闪过人性化的畏惧 他们畏惧这种力量 然而 赵小云此刻也并不好受 第142章 速战速决 这片天地间被浓郁的魔器所包裹 展露佛光所来带的消耗 是平常环境下的数十倍 佛光的开启也是需要真气支持的 但这消耗通常非常的微弱 通常情况下 展露佛光所造成的消耗 根本不用赵小云修炼 只靠身体自己补充 就能将这部分消耗完全补充回来 但是 在这片天地 魔器太过浓郁 外界的魔器 可不是深渊宝谷中的魔器 想要在如此浓郁的魔器下施展佛门神通 所消耗的真气 可想而知 赵小云仅仅只是释放了一下佛光 便感觉经脉中如潮水般汹涌澎湃的真气 猛的少了一大截 佛门神通不能动用 可是我现在调用深渊宝谷的力量 又太过薄弱 赵小云咬了咬牙 陷入了沉思 按照他的估计 就现在的这种消耗速度 他体内的真气只够支撑他召唤法香 全力战斗半个小时 如果施展的是金刚祥魔印这种大神通的话 甚至只能发出一次吗 而后他便会真气枯竭 且此处天地灵气 早就被浓郁到极点的魔器排挤一空 想要补充都没地方补充 这也是为什么 魔眼斩魂刀威祸南极之地上千年 地藏佛门却始终没有机会将其降服的原因所在 进入南极之地的消耗实在太大了 打到就算是修为强悍到二三品的圣僧罗汉 也经不住这么消耗的 所以 在地藏佛门前期 几次尝试收复魔眼斩魂刀失败之后 也只能无奈放弃 任由这柄魔刀在此了 而根据一位想要降服魔眼斩魂刀的圣僧留下的话 他认为只有地藏王清灵 或者地藏佛门当中处 一位一品境界的绝世高僧 才能将这柄刀驯服 赵小云原先只是从书籍中 看到这些强者们留下来的支言片语 感受并不深刻 直到此时此刻 他才有些明白 那些前辈们经历了什么 他好歹还有深渊宝谷的力量可以动用 而那些佛门前辈 只能凭借自己一身修为 以及一颗救苦救难的慈悲之心 来到此地硬抗 话说会现在 连那些圣僧罗汉都扛不住此地的消耗 更别说现在的赵小云了 等他力量消耗完 还能动用深渊宝谷 发挥动其中的魔道之力 可是这股力量 虽然无穷无尽 且不受这片环境的压制 但是就以赵小云目前的境界来讲 只能调动宝谷中很小的一部分力量 对付那些四品以下的妖魔鬼怪尚且有余 但是面对面前 这群实力高达三品的强悍怨灵 就显得有些不够看了 三品和四品的差距 虽然只有一阶之差 但实力可差出千里之外了 所以别看他刚刚一拳 可以带走三四个四品的怨灵 那些小卡拉米 就算是一百个 也不及三品怨灵的一根手指 种种思绪在赵小云脑海中流过 他转眼便有了注意 看来必须得速战速决了 他心中喃喃 感受着经脉中飞速流逝的真气 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趁着这些三品怨灵 被自己展现出来的佛光所震慑 迅速沟通冥冥之中存在的地藏王法香 刹那间 他体内的真气 如同找到了突破口 开始疯狂宣泄 以一个难以想象的速度 急速消耗着 与此同时 赵小云身后浮现一片金光 神圣伟岸 隐隐勾勒出一尊无上存在的身形 与此同时 一股难以言明的磅礴气势 犹如神明降临 向周遭辐射 被光芒扫中的怨灵 纷纷发出痛苦的嚎叫 如同被灼烧了似的 身上冒出滚滚黑烟 也顾不上围攻两人 疯狂向外逃去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不少没来及的 以及距离赵小云较近的怨灵 在地藏法香所散发出的光芒下 直接化成了肥灰 这就是浮道伟力对魔道的克制了 相较于对正常生物 怨灵失去了肉身保护 等于承受了双倍削弱 故而浮道之力 对怨灵伤害远超其他 仅仅只是靠光芒 就荡彻一片怨灵 这是 最先感受到这股气息的 自然是轻摇了 再次看到的藏王法香 这还是他第一次近距离 接触地藏王法香 法香所散发的无尽佛光 虽让他有些不适 但更多是心理上的反应 毕竟担任这么多年的妖王 跟佛门作对百年 对佛道之力的偏见 已经深埋进了他的内心当中 当然厌恶归厌恶 他对佛道之力 还是非常敬畏的 尤其是在这种环境下 第一次被这种力量所保护 这让他内心当中 多了一丝安全感 连带着对这股力量的源头 那个原本让他讨厌 仙气 恶心的身影 也多了一丝 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就在这时间 赵小云身后的地藏王法香 也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宝香庄严 九道神轮倒映诸天世界 水火风雷环绕 谋中日月盘旋 无比神圣伟岸 看到这一幕的三品怨灵们 有些傻眼 他们虽然是怨灵 但到达三品这个境界之后 已经拥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灵智 对地藏王的身影 并不感到陌生 他们很多 是见证过 当年地藏王菩萨 和深渊的那一战的 其实说是战斗 更像是单方面的碾压 面对深渊使用魔眼斩魂刀 发出的权力一击 地藏王菩萨 挥手便将其挡下 随后再一谈 距离倾泻 直接让魔眼斩魂刀脱手而出 跨越千山万水 落到了南极之地 所以 跟青鸟的复杂情感不同 看到地藏王法相 怨灵们最先涌出的是恐惧 他们开始萎缩 眼中是邪与凶悍全然消失 开始萎缩地向后退去 看到这一幕的青鸟 顿时感到有些欣喜 只要这些三品怨灵退缩 他们两个便有机会逃出生天 赵小云同样也是松了一口气 地藏法相的效果 远比他想象的要好很多 既然在不出手的境况下 就能下退这些怨灵 可谓不诈屈人之兵 但就在两人正以为情况好起来的时候 漆黑幽森的魔气更深处 再次传来魔眼斩魂刀不甘的报名 第143章 别忘了 本王是来保护你的 很显然 魔眼斩魂刀也感受到了地藏王的气息 它是刀的主体 比怨灵们更加畏惧地藏王的出现 故而开始强行命令这些怨灵 消灭携带地藏气息 也就是赵小云的存在 魔眼斩魂刀的意识 虽然并没有完全操控魔眼斩魂刀的权利 但很明显 拥有控制这些怨灵的力量 所以奇怪的一幕出现在赵小云两人的面前 那就是 这些怨灵明明一脸害怕 畏惧 十分抗拒的表情 身躯却依旧向赵小云的方向扑了过来 该死 看到这一幕 赵小云心中暗骂一声 原本以为还能少消耗一点真气 不债儿屈人之兵 没想到那柄刀 却还在负于顽抗 该死破刀 别等小爷找到你 等找到你 必定让你尝尝小爷我的手段 赵小云咬牙 眼中闪过一抹愤怒 心中已经决定 等找到那魔眼斩魂刀之后 一定让他尝尝自己的厉害 而另一边 看到这一幕后 青鸟刚刚放下的心再次悬了起来 跟赵小云一样 暗骂魔眼斩魂刀一声 直接祭出了自己的天虎法香 准备帮助赵小云一起分担这些怨灵的压力 好 一尊象形怨灵 嘶吼一声 身形瞬间放大至宛若山岳般 很明显 这是一只上古神像 光看其巨大如山的身躯 就能知道 这一定是一尊上古时期的霸主 不然也不可能在魔眼斩魂刀当中 化为一只三瓶怨灵了 具象迈动四只巨大象腿 带着呼呼风声 虚空颤抖 魔云席卷 如同天崩般 向赵小云踩踏而来 这般恐怖的攻势 便是一座万丈飓风 多有可能被踩为平地 如果是一般四瓶的修士 别管是修佛还是修道 亦或是妖族精灵 只有躺平等死的份 三瓶与四瓶的差距下 没人能扛得住这一击 然而 赵小云岂非常人 想他我 没门 赵小云大吼一声 眼中闪过冷光 双手猛地向上一撑 身后的地藏王法香 也学着他的样子 两只擎天手臂 猛地发散金光 水土风火环绕 演化奇异生灵 妙想万千 同时携带无匹距离 迎向踩他来的象腿 哄 剧长和象腿双方 狠狠撞在一起 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 魔云翻滚震荡 虚空剧烈颤抖 竟隐隐有崩碎的迹象 猛烈的冲击波四散飞去 将不少境界低微的怨铃 扫成了灰烬 半空中 地藏王法香的双臂 和那巨像怨铃的象腿 就这么相持了下来 两种力量相持不下 如果让外人看到这一幕 恐怕早就震惊地说不出话了 在四品之前 逆战高阶的事情 虽然不能说常有 但每隔几百年 总有逆天存在 可以做到 然而 四品逆战三品 这种事情 从罪周有记载以来 确实从未发生过的事 即便是那些 只存在于上古神话传说当中的 无上存在 也做不到这么一天 可即便已经如此 赵小云却还是有些不满意 竟然只能相持吗 他皱着眉头 口中喃喃 原本他是想要正面击败这些怨铃 而后再降服那柄魔刀 可没想到 即便已经祭出四品法香 也只能跟三品境界的怨铃 站成平手 虽然从力量上讲 自己占据上风 但是这跟他预期当中的威力 还是相差太过遥远 只可惜 他终究只是一个四品 即便有种种神异加持 即便福道之力 对怨铃有先天压制 但是仍然填补平三品和四品 那宛如天谦的巨大差距 凭借地藏王法香的力量 只能将做到 跟三品境界的怨铃持平而已 还是太弱了呀 难不成非得让我使用金刚降魔印吗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思索的光芒 通过之前的表现 他现在对金刚降魔印 有充足的自信 自信自己 只要释放金刚降魔印 在场绝对没有怨铃能够挡得住自己 只有被轰杀成渣的粉 但是 使用金刚降魔印 也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 金刚降魔印 是他最后压箱底的底牌 如果用了 他浑身真气 就会被抽空 到时候 别说降服魔眼斩魂刀了 就是逃命都是问题 而就在赵小云 思索要不要用金刚降魔印 为自己轰出一条逃生通道的时候 地旁的青鸟 忽然飞身上来 浑身包裹着紫色雷电 犹如一只利剑 瞬间将巨像怨铃洞穿 好 巨像怨铃吃痛 跟赵小云对抗的相族颤抖 赵小云抓住这个机会 指挥法相转动手臂 掏向巨像怨铃的腹部 哄 暴铭声再次响起 金色佛光和魔气交织 腹部被掏出一个大洞的巨像怨铃 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 身上冒出许多道密密麻麻的裂缝 金色佛光与紫色雷电 从裂缝中穿透出来 饶使他身为怨铃 生前乃是制霸一方的上谷霸主 但是在天克佛光 和一位三品妖王的联手脚杀下 依旧只能阴狠败北 好好好 巨像疯狂嘶吼 仿似在求饶 又仿似是在向周围的怨铃同伴求援 总之在这一声声的不甘当中 他直接爆开 成为一缕缕碎片崩散 彻底陨落 在巨像怨铃陨落后 青瑶的身形重新浮现出来 悬浮在半空 周身闪电悬绕 颇有一种神妙雕塑上的 上谷女雷神的风姿 下方赵小云看着青瑶的身影 联想到对方刚刚就自己的那一幕 不由得有些暖心 第一次觉得这妖女 也挺不错的心思 于是开口对着青瑶道 多谢 他这声感谢 可是完全出自真心 如果不是青瑶出手的吉时 自己想要斩杀巨像怨铃 可不会像现在这般轻松惬意 听到赵小云这一句 半空中的青瑶没有说话 身形却出现一丝明显的颤抖 少请 他转过头 看向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谢什么谢 别忘了 这次出来是本王保护你的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傲娇 若非刚刚的情况 他几乎都快忘了 自己这次出来 是负责保护赵小云的了 赵小云会心一笑 就按照刚刚配合的那样 我们一起给这些怨铃点 颜色瞧瞧 第144章 卢佛 赵小云和青瑶说话的间隙 其他怨铃此时也都反映了过来 通过刚刚具象怨铃 跟赵小云交手的一幕 他们试探出赵小云的实力 并没有他们所想想的那般强大 他所展现出来的 不过是地藏王的法相而已 只是昔日那位地藏的残疑 明白了这几点之后 怨铃们即便依旧不愿意跟赵小云对抗 但反抗魔眼斩魂刀的程度 却不再像是之前一样剧烈 甚至有怨铃主动向赵小云扑过去 面对这灵星扑过来的几只怨铃 赵小云和青瑶两个人配合无剑 联手抵抗 赵小云指挥的藏王法相 担当主力防御和输出 而青瑶则驾驭着雷电 仿若化身成为一柄无间不摧的长矛 找准机会后 便给那些怨铃来上一击 帮助赵小云分担压力 刚开始 两人联手接连斩杀了五六个三品怨铃 然而好景不长 等怨铃们有了防备 场面再次僵持了下来 怨铃们虽然思维比不上生前的时候 却也不算傻 在接连有同伴 陨落在自己身前的前车之间 后面的怨铃也逐渐有了防备 这让青瑶的偷袭 变得越来越困难 然而当下 这还并不算最严重的事情 更关键的是 随着两人长时间的苦战 真气都有明显的下降 青瑶这边还算好 他身为三品妖王 真气容量本就超出 只有四品的赵小云许多倍 这么长时间战斗下来 他只消耗了四分之一 放到平常 即便跟同为三阶的火凤王对拼 他也消耗不了这么多的真气 青瑶如此 赵小云这边则更不容乐观 便是有深渊宝谷改造过的经脉 真气容量远超过同境界的其他人 在这十几只怨铃围 以及高达十倍的真气消耗速度下 经脉中只剩下一半的容量 并且还在疯狂消耗 你还能撑多久 青瑶看出了赵小云现状堪忧 于是赶紧飞身上前 关切问道 赵小云摇了摇头 眉头紧皱 传音道 最多一炷香的时间 就没办法再支撑法香的运行了 赵小云将自己的现状告诉了青瑶 听到这一声 青瑶脸上明显闪过一抹担忧 赶忙出声道 您那门沙发神通呢 赶紧用出来吧 不然我们两个可就真的现在这里了 跟赵小云一路同行这么长时间 青瑶自然知道金刚降魔印的存在 毕竟严格来讲 他可是第一个见证这门神通威力的人 听到青瑶的劝告 赵小云眸光闪动 他明白 此时的确到了催动金刚降魔印的时候了 但毫无疑问 就以他现在经脉中的真气 强行催动金刚降魔印虽然可以 但也却会让他直接失去战力 甚至还会造成一些损伤 如果能动用深渊宝谷中蕴含的 那无尽力量催动金刚降魔印就好了 赵小云心中叹息道 深渊宝谷中蕴含的力量无穷无尽 即便调用 也能通过吸收这片魔域当中残存的能量补充 可惜他却没办法调用 赵小云有些惋惜的想到 然而 刚想到这 一个大胆的想法 不由在赵小云脑海中催生出来 话说也没人说 不能用魔道之力激发神通吗 赵小云心脏忽然猛的一跳 金刚降魔印这神通 只要他引动真气 在脑海中勾勒出这门神通的基本符文 然后再搭配手势 便能激活 以前他一直按照老一套的办法 动用真气勾勒 可是现在 他也能调用深渊宝谷当中的力量 如果用这股力量 激发金刚降魔印会是个什么效果 赵小云想到这里 眼中不由地闪过一道金光 说做就做 他急忙紧闭双目 意识沉入石海深处的虚无空间 而后调用深渊宝谷的力量 在石海当中勾勒出一个繁杂的万字形符文 刚开始勾勒得很顺利 没什么意外 魔道之力的表现 就跟他经脉当中活跃的真气一样 随着万字形符文勾勒 他开始疯狂抽取力量 有效果 看到这种情况 赵小云兴奋无比 如果真能用魔道之力激发神通的话 那凭借深渊宝谷当中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就可以在这片魔域横着走了 然而 他高兴得太早 就在即将快要完成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万字形神通印记 忽然开始颤抖起来 仿佛是受到了一股不可知的力量的阻碰 碰 的一声响彻虚无之地 万字形印记忽然破碎 这一幕发生在瞬间 待赵小云反应过来的时候 眼前的世界已经重归虚无 果然 还是不行吗 赵小云心道 眼神变得有些暗淡 但就在此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 检测到宿主以魔道之力 强行勾勒佛门法印 犯下独佛之戒 奖励神通 魔佛金莲 魔佛金莲 谁说佛魔不相容 本神通出自灵山一位叛佛之手 可融合佛魔两道之力 化为金莲 毁灭一切 系统声音传来的瞬间 赵小云便感受到 冥冥中一股信息流从天而降 落入到自己的脑海当中 这种感觉 赵小云在获得金刚祥魔印的时候感受过 所以很顺利地便领悟了这一门无上神通 魔佛金莲 而就在赵小云最新领悟的间隙 另一边的青瑶却陷入了苦战 他一个人 要面对三个童节怨灵的攻击 处境十分危险 而赵小云却愣在原地 不使用神通也就罢了 连帮助自己也不帮助一下 赵小云 你在干什么 还不快来 他大吼一声 想让赵小云来帮自己一把 然而就在这时 赵小云的身上 却浮现出一股特别的力量 这股力量极为矛盾 融合了佛家的慈悲与神圣 却也携带着魔门特有的 暴虐癫狂的气息 这是 青瑶有些傻眼 饶视他身为妖王 知晓无数上古密闻 却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 也不仅只是他 就连周围的那些怨灵 在感受到赵小云身上 散发出来的这股特殊的气息之后 都不由地愣了一下 佛魔两种冲突的力量 竟然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并且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第145章 魔佛经联 佛魔两种力量 可以同时存在 但是相容的情况 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甚至别说是见了 就是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 这种诡异的局面 让很多怨灵感觉到了危险 好 有怨灵发出一声嘶吼 想要指挥周遭的同伴一起上前 除掉赵小云 顿时 一群怨灵纷纷显化出自己最强的形态 有三头六臂的紫色神圆 也有浑身缠绕火焰的隆重异兽 聚多是上古时期赫赫有名的存在 一时之间 各色光芒涌动 一起着朝赵小云冲了过去 这么多三平锁 共同使用神通 展现出来的威势 连虚空都开始剧烈颤抖 甚至出现了一丝丝细小的裂痕 隐隐能透过这些裂痕 看到虚空之外 一片黑色的混沌 看到这一幕 青瑶顿时回过神来 他此时已经明白 赵小云正在参悟一项大神通 一项了不得的大神通 如果被这光芒击中 肯定会粉身碎骨式 想到这 他转头看了一眼赵小云 眼中忽然闪过一抹决然 真没想到 本王竟然会有为你而死的这一点 青瑶口中青南 身后顿时飞出九根白玉色的巨尾 缠绕紫色雷电 他打算替赵小云挡下这一击 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做的 如果挡下来 为赵小云争取到了时间 让他领悟完这神通 那说不定还有一丝生机 而若赵小云身死 只剩他一个人 面对着茫茫一群同品怨灵 那便是死死无生的局面 无法化解 就跟白玉巨尾 将赵小云包裹 青瑶自己则显露出了 真身形态九尾妖狐 他血脉浓度极厚 距离传说中的九尾天狐 只差一瓶而已 青瑶真身 挡在赵小云前方 迎着那恐怖的一击 他双眸闭了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赵小云紧闭的双目忽然睁开 他的双眸 一颗金光闪耀 宛如大日般 另一颗漆黑如墨 犹如通向九幽地狱的入口 他伸手 没有用出任何繁杂的手印 只是轻轻将大拇指和中指捏起 开口道 魔佛金莲 一言即出 赵小云那两颗完全不同的眸子 瞬间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血金色 同时兼具佛门的神圣 和魔道的暴虐 两种浑然不同的力量 在此刻 完美交融在了一起 而后 他手中一点血金光芒闪耀 刹那显化成也一道金莲 妖意和妆严同时具备 散发二色光滑 去 赵小云向那些怨灵 挥起来的光芒伸手一指 血色金莲刹那飞出 犹如一颗陨星 撞了过去 青瑶还在等待 那最终的一击落在自己身上 可是没有等到 便感觉身后传来剧烈的能量汹涌 他赶忙睁开眼睛 回身望去 正好看到赵小云凝聚出血精宝莲的一幕 青莲顺着他的视线飞出 与天空中落下的灰光撞在一起 动 刹那间 一声闷响出现 而后便是刺眼的光芒亮起 青瑶下意识闭上双眼 这感觉 杭伯的能量自半空向外汹涌 暴虐无比 连他在半空中都有些站立不稳 险些被这能量波动吹走 好不容易稳定好身形 他再次睁眼 却见半空中金莲和法术灰光相撞之地 只剩下密密麻麻的裂缝 金莲和法术灰光全部消失 抵消了 看到这一幕 青瑶眼中闪过一抹吃惊 刚刚那一道法术灰光 可是至少十位三品 联手施展出来的 威能无边 便是他都没有完全的把握能挡下来 但是却被只有四品的赵小云挡下来了 刚刚那金莲 究竟是什么力量 青瑶不由地想到 赵小云刚刚脱手而出的金色宝莲 如此恐怖的威力 可以抵消数位三品强者的联手进攻 这肯定是一门了不得的神通 震惊的不只是青瑶 那些三品怨灵 全部呆愣在原地 刚刚那一道攻击 融合了他们所有怨灵的法术 已经超越了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 全力出手时的威力 甚至在某些方面 已经足够媲美二品强者的实力 可就是这么恐怖的一击 却依旧没办法杀死那个人 这下 他们彻底胆寒了 站在原地 犹豫不敢上前 赠 魔眼斩魂刀感受到了这种情况 再次发出嗡鸣声 催促这些怨灵上前 同时还带着一种安抚的意味 仿佛是在说 这门神通人类只能使用一次 这人已经用过一次 现在正是虚弱的时候 或许是无奈 亦或是侥幸 魔眼斩魂刀嗡鸣发出 一群怨灵竟然继续向赵小云扑来 赵小云那一击的威力恐怖 可这种威力恐怖的神通 通常要付出极大的消耗才行 赵小云真的能抗住 这么恐怖的消耗吗 带着对赵小云的关切 转头看向身后的赵小云 却见赵小云冷冷地看着 向他冲来的 如同潮水般的大军 眸中看不到任何巨色 反而闪过一道寒光 不知死活 赵小云冷喝道 如果放在之前 面对这种情况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 连逃跑的成功性都不能保证 但是他现在获得了魔佛金莲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魔佛金莲的威力 跟金刚祥魔印相差不大 但是却能通过 引动深渊宝谷的力量来激发 这彻底解决了 真气消耗的问题 在深渊宝谷的功能下 毫不夸张地说 他连搓数十个都没有问题 故而面对这些 向他冲来的怨灵 他眼中丝毫看不到巨色 脑中观想谢金宝连 手中掐出连印 顿时 谢金光芒升起 恐怖能量自赵小云手印发散而出 引得虚空颤鸣 什么 率先看到这一幕的青鸟 震惊了 如此恐怖的大威力神通 赵小云搓出一个 就十分不得了了 竟然还能搓出第二个 而且看面色 还不是强行透支潜力 才凝聚出来的 其他怨灵也感受到了恐怖波动 纷纷想要停下脚步 但是 一切都已经晚了 魔佛金莲 给我杀 赵小云大喝一声 向着怨灵的方向 扔出了手中的血金宝莲 第146章 这能是四品 哦 随着金莲被扔出 虚空开始颤鸣起来 金莲拖着长长的火焰伪计 宛若一颗陨星般 划过天空 向怨灵中飞去 哄 爆炸声撤云霄 四周魔器翻滚 冲击波四散 将挡在两人身前的所有怨灵 全部挡空 一刹那的失明过后 所有怨灵将目光转向爆炸中央 那里出现一个巨大空洞 四周魔器正向内飘散 填补这个空洞 而原本空洞的位置 占着十数三品怨灵 此刻已经全部消失 连一点残余都没有剩下 仿佛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 此刻 所有怨灵 包括青鸟 全部恐惧了 数十个三品怨灵 就这样被抹除 那金莲究竟是怎样一门可怕的神通 整个南极之地 除了魔眼斩魂刀外 还有谁能扛得住这恐怖的异击 就在所有怨灵震惊的时候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魔佛金莲的威力 他非常的满意 一击扫清了四分之一的怨灵士 效果远比他想想的好 所以 他对这一神通非常满意 想到这 他将目光再次转向其他怨灵的方向 左手再次捏起莲花印记 准备多来几记魔佛金莲 彻底将这些玩意儿扫空 还来 青鸟再次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法力波动 眼中闪过一抹惊诧 赵小云这家伙 当真是要逆天了 如此恐怖的神通 常人搓出一个 就已经十分了不得了 两个就已经是逆天的存在 而这家伙 竟然还能搓出第三个 他的法力 是用不完的吗 青鸟心中惊恐的想到 根据他经验 威力越恐怖的神通 往往代表着 消耗也就越大 如果是他的话 使尽浑身力气 放出一个精联 几乎浑身法力就要被榨干 放出第二个 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放出第三个 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了 然而赵小云却能一口气扔三个 并且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放完神通之后 浑身虚脱 再联想到 赵小云只有四品的境界 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可思议 一个四品 可以轻轻松松搓出覆灭 十几个三品愿灵的恐怖神通 若是之前 从其他人口中听说 青鸟肯定会以为 对方在拿自己寻开心 可是 这件事 却是发生在自己眼前 活生生发生在自己眼前 不由得他不去相信 他现在甚至怀疑 赵小云是不是一个 披着四品皮的老怪物 青鸟陷入思绪不能自拔的时候 赵小云又接连脱手几记魔佛金莲 向四周的愿灵轰击而去 狂暴的法术波动 向四周肆虐 仿似要将这片魔余覆灭一般 而与此同时 东南方向 距离两人五百里处 一柄漆黑的大刀 斜插在大地之上 刀身漆黑一片 紫色光运点缀 显化一个个蝌蚪式的上股腰纹 浑身包裹在血红色的腰火当中 周遭魔气喷勃 狼烟滚滚 腰衣可步 毫无疑问 这正是为霍罪周千年 昔日威震天下的妖魔之主 深渊的沙法法器 魔炎斩魂刀了 此时 魔炎斩魂刀的刀刃之上 贴着一张黄玉式的符录 符录上的文字 勾连天地规则 形成一道大道金锁 将魔炎斩魂刀禁锢 一众玄天宗弟子 盘坐在被禁锢魔炎斩魂刀前 施展一处守护阵法 将魔炎斩魂刀和王师兄 保护在大阵正中央 终于接近到了 他们朝思暮想的魔炎斩魂刀 但是众弟子的面色 却并没有多少欣喜 反而一脸担忧地 看向某个方向 轰轰轰 那个方向上 正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响 伴随而来的 还有堪称 恐怖的法术波动 赠 赠 被震气伏禁锢的魔炎斩魂刀 发出两声暴鸣 周身魔炎大放 隐隐有要挣脱禁锢的驱使 关键时候 王师兄伸手掐出两个法印 口中大喝一声 伏震万物 震气伏爆发出一阵璀璨的白光 其上的红色神纹 更是活过一样 字体之上龙缝环绕 显示出种种的神意 竟生生将魔炎斩魂刀 这股挣脱的趋势 给镇压了下去 不过 这一幕还是看得众弟子心惊胆战 他们转头 看向龙龙雷鸣传来的方向 这都已经是第四次了 那群人还没有被消灭吗 一位玄天宗弟子 惊讶地开口 他们早一阵来到这里 保护王师兄 收服魔炎斩魂刀 原本以为 激怒魔炎斩魂刀的那群人 早就死在这片魔裕当中的 王侯静怨灵的围攻之下 却没想到 这群人竟然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期间还动用了数种恐怖神通 使得魔炎斩魂刀 连续被激怒 让他们收服工作 险些功亏一篑 那群进来的人 究竟是何人 竟然能在如此恐怖的魔裕当中 施展神通 有玄天宗弟子开口 满脸的不解 这片恐怖的魔裕下 除魔修之外的其他一切修士 施展神通术法 小好都是外面世界的数倍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另一伙人应该就是魔修了 有人开口 只有魔修 才能在这片魔裕当中 如鱼得水 但是 这名玄天宗弟子刚说完 当时便有人反驳道 不一定 根据刚刚传递过来的法术波动 我在里面感受到了福道的气息 而且 不是一般的福道气息 说这话的 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的青年 俊朗的武官 却透露着稚能 怎么可能 有人当即反驳 佛魔相冲之下 佛门修士进入这片魔裕 受到的压制 以及施展神通的消耗 更是我们的数倍 就算是那些金刚罗汉 都不一定能在这地方撑下去 怎么可能有人走到这里 对啊 如果是佛门的话 罪州最大的势力 就是地藏佛门 他们有办法的话 早就降服这魔刀了 怎么可能留到现在 等着我们去拿去 众人不相信 那即兴小修士所说的话 实在太荒诞了 魔眼斩魂刀 在此处千年 已经说明了 地藏佛门对这刀无可奈何 不然以佛门那群家伙的性格 早就将这刀拿走 怎么可能留到现在 吉师弟说的没错 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肯定即兴修士的话 第147章 沙川 听到这一声 众弟子转头 看向声音传来的地方 却发现王师兄 不知道何时睁开了眼睛 我也感觉到了 很强的浮道气息 王师兄开口道 眼中闪过一抹特别的光芒 而且 这股气息有至高的感觉 对方应该是练习了 佛门那几部真经 王师兄说着 摇了摇头 这也是为什么 魔刀的反应 这么强烈的原因 说话间 他眼中闪过一抹失望之色 魔眼斩魂刀 连续好几声暴鸣 现在只能凭借 震气服勉强镇压 想要收服 却是再无可能 众人从王师兄 失望的表情 读出了这次 收服摩刀的行动失败 脸上纷纷闪过忧怨 那一伙人当真是可恶 如果不是他们激怒摩刀 我们恐怕早就成功了 有弟子愤怒道 他们为了这次行动 付出了巨大代价 跨越无尽山海 方才来到这罪州 王师兄 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王师兄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摇了摇头 魔刀的气灵已经被激怒 拒绝任何人沟通 除非这柄刀的 原主人出手 不然没人能收服 这柄刀的原主人 是曾经制霸 整个罪州的妖魔之主 早在千年前 就已经被地藏王所镇压 故而想要收服这柄刀 谈何容易 都怪激怒魔刀的那些人 他们真该死在怨灵围攻之下 有弟子不甘的咒骂道 当真是气人 若非他们已经被怨灵包围 我非得过去教训一下他们 有弟子咬牙道 没错 这群人太客气 但这句话刚脱口 一道剧烈的暴鸣声从传来 伴随着冲击波 让四周浓稠的魔气云朵 都开始激荡起来 感受到这股波动 所有弟子都瞪大了双眼 眼中闪顾不可置信 好恐怖的法术波动 光是冲击波都能荡彻百里 究竟是何人在出手 如此恐怖的一击 已经超越了王侯镜所能施展的上限 恐怕只有那些只差一步 就能点燃神火的天人静强者 才能施展出如此可怖的法术 众弟子议论纷纷 震惊于这次传来的 法术波动之剧烈 天人静强者 罪周这种偏僻的乡下地方 怎可能出现天人境界的强者 对啊 来之前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了 罪周上一个堪比天人境的强者 早已经陨落 现今最强的 不过是地藏佛门的圣僧 难不成还有其他外周势力 也打上这柄刀的主意 一众弟子或是惊讶 或是不解 不理解这天人静强者 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不过 就算是天人静强者 在魔狱当中 面对数十尊堪比 王侯境界的怨灵围攻 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师兄开口言道 但是他这话刚说完 就听远处 轰轰轰轰轰 传来一连串 好似雷鸣般的爆炸声响 伴随着声音 虚空都开始站立 并隐隐透出许多黑色裂痕 王师兄顾不上尴尬 看向波动传来的地方 谋中闪过一道震惊 天人静大能 对方肯定是天人静大能 他出身玄天道宗 见过不少 只差一步点燃神火的天人静大人物 甚至曾经观察过这类人物演武 远方传来的波动 非常符合 他对天人静大能出手的认知 而且 对方一出手 便是这么多的恐怖神通 说明对方并非出入天人静 即便放在他所见过的 一众天人静强者当中 也属于极其厉害的那一类了 就在他震惊的时候 身旁的几个弟子开口询问道 王师兄 我们现在怎么办 在得知来的人 很有可能是天人静大能之后 这些弟子也顾不上咒骂了 原先那些说 要给对方点颜色翘翘的弟子 此时全都闭口不言 笑话 一个天人境界强者 挥挥手便能灭掉他们 对方不找他们麻烦就不错了 还想要给对方点颜色翘翘 简直天方夜谭 若是在玄天道宗所在的那片大洲 凭借背后的宗门 他们或许还有跟这类强者叫板的资格 但是在这荒凉的罪周 他们被抹杀了 都没地方说理 呜 王师兄长出一口气 抬起头看向远方 眼中闪过一道莫名的光芒 道 既然是天人境强者 我们有必要前去拜访一下 顺道提醒他们一下 魔刀气灵已经被激怒 无法收服 就当是跟这位强者结个善缘吧 天人境强者 足以让他们将所有的埋怨压在腹中 修真界虽然有各种各样规矩法则 但底色终究是弱肉强食 对强者的敬畏 深埋在每个修士的血肉当中 闻言其他弟子微微点了点头 没有反驳 这位天人境强者 就在距离他们几百里外的地方 如果他们选择退避 失了礼数 万一惹怒了那位 恐怕就要遭受无望之灾 当然 那位强者很可能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心上 但是这种时候 没人敢拿自己的命去赌 众弟子很快便达成共识 一起向法术波动传来的地方奔去 而这一切 赵小云都浑然不知 他不知道 自己因为搓出魔佛经验的原因 被人误认为了二品强者 在他连续几个魔佛经验轰击之下 此时原本浩如烟海 将他们围堵得严严实实的怨灵巢 此刻已经变得七零八落 堪比三品强者的怨灵 此时只剩下两三只 而四品的怨灵 赵小云甚至都没有主动去攻击他们 就已经被魔佛经验造成的冲击给扫荡一空 剩下的几只怨灵 此时全部留在远处 半透明的身躯微微颤抖 看向赵小云的目光当中 只剩下恐惧 一个人形怨灵发出一声乌液 顾不上魔炎斩魂刀的命令 转头离去 剩下的几个怨灵剑状 也纷纷开始逃跑 转瞬便消失在魔物深处 剑状 轻摇旋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第148章 外周之人 看着赵小云的身影 他有些不敢相信 这一切竟然就真实发生在自己面前 面对如此险境 自己都绝望了 结果竟然让只有四品境界的赵小云给解救 种种心绪在他心中交织缠绕 让他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情感 原本他对赵小云只有恨意 恨不得将这家伙手刃 等到赵小云成为魔子之后 他的想法又变成 只要离赵小云远一点 最好永远不要再见面 可是如今 经历完这一切 他的心思再次发生了变化 对赵小云多了一丝说不清 到不明的感觉 与此同时 赵小云望着远去的怨灵们 长舒一口气 感受着深渊宝谷的状态 刚刚挤进魔佛金莲 外表看上去 他凝聚得十分轻松 但实际上 消耗的全部都是 深渊宝谷内储存的能量 即便是深渊宝谷当中 储存着浩如烟海的力量 足足被消耗了三分之一 当然 这些亏损的能量 都在快速补充 如果有人能看到 四周魔气涌动的趋势 就会发现 现在赵小云周遭 宛如一颗黑洞似的 正疯狂吞噬着周遭魔气 根据现在的情况 我大概可以一次性 搓出十个魔佛金莲 赵小云计算了一下 消耗的量 得出结论 他对目前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一个魔佛金莲 便可以重创三品境界的修饰 十个魔佛金莲 足以让他在最周横着走 当然 前提是 没有撞上深渊那种层次的老怪物 掐断思绪 赵小云转过视线 看向青瑶 发现对方正盯着自己 于是便迅速落到对方身前 你没事吧 赵小云关心的问道 刚刚自己感悟魔佛金莲神通的时候 青瑶为了保护他 差点丢了性命 这让他有些感动 我 没事 青瑶回过神来 看着落在自己身旁的赵小云 眼神当中闪过一抹恍惚 心中某处忽然一颤 浑身血液开始加速流动 察觉到异常 他赶紧将这股异样的思绪掐断 重新恢复了那副巨人千里的表情 道 只是这里消耗太大 腰力有些亏空 不碍事的 听到这句 赵小云点点头 没事就好 现在怨灵已经基本被我驱散 咱们赶紧去寻魔眼斩魂刀吧 经过之前一轮扫荡 这片魔狱当中 对他们最大的威胁怨灵 已经被拔出 现在两人只要能找到魔眼斩魂刀 便能完成深渊所交代的任务 但就在这个时候 请阿游眼中忽然闪过一抹异样之色 抬头看向某个方向 眉目间留过一抹警惕之色 赵小云发现了他的异常 赶忙问道 怎么了 那边有人 青瑶立即回答 而且很强 他的声音多了几分谨慎 他身具九尾天湖血脉 感知能力远超一般修饰 故而能够感受到 在那个方向 有很多人正在飞速接近他们 是怨灵吗 看来刚刚给他们的教训 还是不过深刻啊 赵小云听到有人正在飞速靠近 下意识地认为是之前被驱散的怨灵 趁着这个机会重新杀回来了 不是怨灵 是人类 跟你一样的人类 青瑶眉头紧皱了起来 每种生物都有不同的气息 这群接近到人身上 都散发着浓厚的气血气息 这是只有活着的生物才独有的力量 跟怨灵那种 因为种种原因残留在世间的魂体完全不同 而且根据他们散发出来的气息 很明显就能断定 这伙人一定是人类 而且这群人的实力不俗 这群人很强大 有好几个三品 仔细感觉一番后 青瑶惊讶开口 他感觉到 那群来的人当中 竟然有好几个三品境界的修饰 怎么可能 听到青瑶的话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惊讶 且不说这片魔玉 已经至少数百年都没有人来了 光说好几个三品修饰 除了地藏佛门和十万大山外 没有哪个势力能够一口气拿出许多来 就在两人都有些惊议不定的时候 战场的边缘处出现几个白点 闪着各色光芒 在漆黑一片的魔玉当中 仿佛几颗亮起的星辰般 向两人这个方向飞速而来 见状 青瑶和赵小云都提起几分警惕 很快 那几颗星辰逐渐变大 犹如璀璨的圣剑落在两人身前 光芒消散 走出几个深渊白衣的人影 这些人巨都气势不凡 从修为气息上来看 其中修为最低的都是四品 而修为达到三品境界的更是有三个 这是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一伙人 青瑶眉头皱了起来 醉舟一口气能拿出三个三品境界的存在 除了他们十万大山就只剩下地藏佛门了 其他势力只有零星几个三品 加起来也不到这两家的零头 并且 这群人的功法底蕴 不属于这两家的任何一家 反倒有些道门的底色 就在青瑶思考的时候 对面那几人当中 走出一个气质儒雅的青年 道 见过两位道友 在下玄天道宗真传王泰安 他抬头环顾一圈 似是在寻找什么人 而后眉头皱了皱 不知二位从何而来 那位天人前辈 现在又在何方 听到这话 赵小云和青瑶相互看了一眼 眉目当中闪过疑惑 什么玄天道宗 什么天人精的前辈 赵小云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 正要开口反问 却听脑海当中 忽然响起青瑶的声音 不要轻举妄动 这群人是外周来的修士 青瑶用神念对赵小云说道 无论是眼前这些人 高得离谱的修为 还是他们两个 从未听过的势力名称 无不都在向两人证明 他们并非罪周之人 他们口中的天人精 就是二品 应该是误把你刚刚 使用神通的一幕 当成了有二品强者在助阵 结合之前的情况 青瑶很快便判断 清楚了眼下的局势 见青瑶和赵小云 两人一言不发 王泰安尴尬 而不是礼貌的一笑 道 二位不要误会 我们没有敌意 此来只是为拜见一下 那位天人敬前辈 敬一下礼数 第149章 强行收服 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提醒两位一下 王泰安继续道 我想 两位和那位前辈到此 肯定是冲着魔刀来的 可是现在 那魔刀已经被激怒 气灵无人无法沟通 除非有原主到来 否则无人能够收服 王泰安边说边摇头 声音中带着浓浓的惋惜 激怒气灵的人就在眼前 他却不能做什么 反而还得好言提醒 嗯 多谢道友告知 赵小云点了点头 淡淡地感谢了两人一声 这个情况 其实他早就已经知道了 魔眼掌魂刀的气灵 并非他所激怒 而是感知到了 自己身上的深渊宝谷 因此起了敌意 所以才会拒绝沟通 不过对他而言 气灵愿不愿意与他沟通 其实并不重要 他身怀深渊宝谷 就相当于原主深渊清灵 只要能沟通深渊 在刀内留下的炼气烙印 便可将其收服 至于那个气灵 不过就是一个寄生 在魔眼掌魂刀上的寄生虫罢了 等自己沟通了炼气烙印 无论气灵愿不愿意 都得乖乖听话 故而 他并不担心这个问题 多谢几位道友告知 清咬此事也开口感谢了两人一声 不过我们的事情 就不劳烦几位操心了 咱们有缘再见 说吧 他礼貌跟玄天道宗的几个弟子道别 然后拉起赵小云 向就想远处飞去 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 留在原地的玄天宗的几名弟子 有些尴尬的站在原地 一名弟子脸上闪过不悦 我们好心相劝 他们就拿这个态度 他们好心过来提醒 想要跟那个天人敬强者结一个善缘 结果天人敬强者面都没见到 就见到了这两个家伙 还不相信他们的劝告 这让他们这群天之骄子 窝了一肚子的火 走吧 既然他不听我们的劝告 尝试去解除暴怒的魔刀气灵 吃了亏跟我们无关 有弟子提议道 没错 就算有震气符 也不一定能震得住暴怒中的魔刀气灵 待会儿有他们好受的 盗气实力相当于二品强者 就算他们两个 背后有那位天人敬强者保护 也讨不了好处 众弟子奚落到 讥讽赵小云和青瑶的天真 义论声将王太安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周围残破凌乱 地上布满蜂窝状的坑洞 非常明显的被法术轰击的痕迹 而且周围空气中 还残留着肆虐的能量 有神圣的福道之力 也有强悍的妖力 更有怨灵被扫荡一空后 残留的阴森之气 看着这一切 王太安深知 站在刚刚两人背后的那天阶强者 绝对不一般 这样的强者 即便放在外周 也一定是显赫的存在 难道真的会如此冒失 王太安周没想到 危险的道理 魔刀的危险 自己都能想到 难道那位强者就不知道 可是他依旧 让那两人前去魔刀的方向 这说明 对方肯定有其他办法 不然不会做出如此冒失的事情 想到这 他转头看向 已经消失在漆黑大幕之中的 赵小云和青瑶两人 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光芒 道 都给我住口 一言即出 全场所有天旋弟子 全部安静下来 全都用进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向王太安 走 我们回去 王太安开口 不要带众人折返回去 王师兄 为什么 一名年纪稍大的弟子疑惑开口 魔刀已经确定无法收服 他们回去干什么 难不成 还要解救那两个不听劝的家伙不成 对啊 那两个家伙肯定会激怒魔刀 我们现在回去 万一被魔刀剥解 蜀目寸光 面对众弟子的不解 王太安摇头鹤道 而后眼睛眯了起来 用神念将自己刚刚那个的猜想 告诉了众人 众弟子听完 眼中纷纷流过恍然的指色 理了王太安又补充道 就算他们真的出了岔子 凭借我们手中胜着的半张震气符 关键时刻也能出手救他们一命 到时候 也能博得那位天人镜高手的几分好感 王太安算盘打得很好 自己手里的震气符 还能发挥功效 如果那两人 中间出了什么岔子 惹怒了魔眼斩魂刀 只要他祭出震魂符 自然能帮他们一把 到时候有救命之恩 那位隐藏在后面的天人镜强者 肯定会出来相见 听完王太安前后考虑 其余弟子眼中 纷纷流出赞叹之色 还是王师兄考虑的周到 零了 有人出声夸赞 说通了众位师弟 王太安便迅速带领众人 跟在赵小云和青瑶两人身后 向魔眼斩魂刀的方向 重新飞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 赵小云和青瑶两人 经过长途跋涉 远远的便看到了 斜插在大地之上的魔眼斩魂刀 下方便是魔眼斩魂刀了 青瑶提醒一声 拉着赵小云落在魔眼斩魂刀之前 两人刚落地 便感觉到一股炙热之感扑面而来 这股感觉并非来自肉体 而是来自灵魂 是魔眼斩魂刀上包裹的那层魔眼造成的 这柄刀与寻常的刀不同 可以指斩人的灵魂 灭杀元神 甚至囚禁归位己用 当年妖魔之主深渊 正是靠着这柄魔刀 扫灭无数恐怖存在 将整个罪周纳入自己统治之下 曾经那些敌人 全部变成了刚刚赵小云他们所遇到的怨灵 我替你护法 你抓紧机会 沟通尊上在刀内留下的烙印 将魔刀收服 青瑶开口 将赵小云拉回到现实当中 他点点头 伸出手 打算触摸刀身 沟通里面深渊留下的烙印 而就在这个档口 哄 的一声 魔眼斩魂刀身上的魔眼忽然暴增 而后发出一声嗡鸣 似是在威胁 他不要靠近你们 都到这时候了 还想负于顽抗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身上爆发出璀璨佛光 直接无视了气灵的威胁 将手放到了刀身上 而这一幕 正好被跟在他们身后的天玄宗 一众弟子看到 见赵小云什么准备都没做 直接伸手解除刀身 王太安眼中闪过一抹惊叉 第150章 不要命了 这家伙是真的不要命了 王太安和身后几个玄天道宗的弟子 看到这一幕 眼中纷纷闪过惊叉 他们观察魔刀 发现上面并没有震气符之类的宝物 可以压制魔刀的气灵 就这么直接解除魔刀身 这个家伙 难道就不怕刀灵暴怒 一口气将这人震杀吗 通过刚刚的接触 他们能感觉到 赵小云本体 不过也就是王侯境界而已 也就是罪州本地的九品境界罢了 比之王太安还逊色几分 在不借助震气符的帮助下 贸然接触魔刀 下场肯定极为惨烈 我还以为 他们能有什么特殊方法呢 看来是我们想多了 他们原以为这两人有什么特殊办法 但是现在看来 两人完全一副愣头青的样子 压根什么准备都没有 就直接上手 这两人如此莽撞 背后那位天阶强者 难道就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性吗 为何不出言提醒 有弟子疑惑 赵小云伸手直接触碰魔刀的动作 在他看来 完全就是找死 按理来说 站在他们两人背后的那位天阶强者 早就该出言提醒了 可是却什么动静都没有 难不成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两人去死 随着这一声 众人眼中巨多流过疑惑之色 的确 在一位天人静强者 在场的情况下 不应该会发生这种情况 当然 如此放心地直接解除魔刀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此人有万全把握 可以不被魔刀所伤 就比如那传说中的魔刀的主人 最终几千年来 唯一点燃过神火的存在 妖魔之主深渊 身为魔刀的主人 跟魔刀内打下的烙印有联系 可以越过气灵 直接控制魔刀 自然不用担心被魔刀所伤 也就是说 眼前男子除非是传说中的妖魔之主 才有可能避免被魔刀所伤害 否则下场定然十分惨烈 极有可能被暴墓中的魔刀 直接斩为两段 灵魂也会被这柄魔刀囚禁 千年难以解脱 但是这种可能性 在众位玄天宗弟子看来非常小 小到几人根本不愿意相信的地步 虽然跟赵小云 两人解除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他们都清楚地感应到 赵小云身上带着的那一股佛门气息 况且 此时他手上还被佛光包裹 只要眼睛不瞎 都能看出他佛门之人的身份 而据他们所知 妖魔之主跟佛门有不共戴天之仇 其身上怎么可能有佛门气息 况且 这里是魔狱 这气息反倒会引来更多不祥之事 所以 玄天宗众人根本想都没想 便排除了这个可能 就在他们疑惑目光的注视下 赵小云的一只手 包裹着璀璨佛光 穿过了魔盐 斩魂刀外面燃烧着的魔焰 直接触碰到了黑紫色的刀身之上 一阵冰凉的感觉袭来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惊奇 这刀外围被炙热的魔焰包裹上千年 内里的刀身却依旧冰凉四铁 足以说明此刀的不凡 在他解除的一瞬 刀身开始剧烈颤抖 像是在求饶 也像是在反抗 这时候想要服软 晚了 赵小云呢喃道 双目微闭 凝聚全部神念 沟通魔刀之内 深渊留下的印记 然而神念感应到的 只是如同黑夜一般的死记 别说什么烙印了 什么都看不到 一片漆黑 仿佛坠入无穷虚空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他胸膛出的深渊宝骨 此时仿佛活过来似的 开始剧烈跳动 伴随着这股跳动 赵小云感觉到 魔炎 斩魂刀身之内的某处 跟自己产生了一种 冥冥之中的特殊感应 像是在黑暗周围汇总 他的神念 顺着这股特殊感觉 像和深渊宝骨牵动的地方赶去 顺利地在一片漆黑当中 看到一个古朴繁杂的印记 那印记是一个古朴的大字 犹如辉煌磅礴的宫殿 通体为紫色 无时无刻不再向外传递 一种神秘诡异的气息 对于这股气息 赵小云可以说是十分熟悉了 正是深渊的气息 无论是从宝骨上 还是深渊的心魔身上 都能感受到 但是相较于这两者 这股气息当中 多了一丝难以言明的崇高气息 在这股气息笼罩范围内 赵小云有一种被看光的感觉 就好像在接受神明的注视 赵小云只在接受地藏法 神经的时候感受到过 很显然 这种气息是只有一品 以及一品之上的强者所拥有的 这也代表全盛时期的深渊 已经迈入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层次 呼 赵小云虚喘一口气 从这种感觉中挣脱出来 感叹道 不愧是深渊全盛时期留下的印记 光是散发出的气息 便有一种令人想要拜服的感觉 叹罢 他便凝聚神念 便想要驱动深渊宝骨 炼化这印记 但就在这个时候 深渊 一道沙哑的声音 从周围无穷的黑暗当中透了出来 带着仿佛要燃烧起来似的愤怒 赵小云顺着声音的方向望了过去 却见一道半透明的身影从虚空中显现出来 他身上穿着黑色的铠甲 浑身散发紫色浓雾 从头盔处缝隙 可以看到一双带着怒火的恐怖眼眸 我魔渊永远不会向你屈服的 气灵不甘地咆哮道 听到他的咆哮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道有意思的光芒 道 你是魔眼斩魂刀的气灵 气灵听到这话 怒眸当中闪过一抹疑惑 深渊 你这个背信弃义 事实叛道的逆徒 竟然装作不认识我 别装了 你身上的那股臭味 我永远不会忘记 有本事你就抹杀了我的神志 否则 你休想让我屈服 你爱屈服不屈服 赵小云摇了摇头 反正这魔刀最后的归宿是炼妖塔 他才不会管这家伙愿不愿意屈服呢 至于这气灵和深渊之间的恩怨 他懒得去探究 毕竟想来也就是一些你判我 我杀你的事情 这些都跟他无关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将这柄刀收服 然后找机会 送入炼妖塔 跟深渊的另一半身躯作伴去 第151章 接触烙印 所以 他并没有理会气灵在一旁的咆哮 此刻他已经跟深渊在刀中留下的印记建立了联系 气灵已经失去了 对魔眼斩魂刀的操控权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一步步炼花烙印 等将烙印完全炼化之后 赵小云便拥有掌控气灵的权力 虽然不能将其抹杀 但气灵再想伤害他 也成了奢望 神念深入烙印 开始缓缓炼花烙印为己用 虽然有深渊宝谷的助力 但是他毕竟不是深渊 想要完全炼化烙印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他需要先将深渊之前留在烙印内的神念之力驱散 而后再转化为自己的神念 但因为 两者境界差距巨大 单单是驱散深渊留下的烙印 都是一件十分浩大的工程 赵小云估计了一下 想要完全炼化 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 这还是他有深渊宝谷助力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深渊宝谷 可以将他的神念 伪装成为深渊的神念 想要炼化深渊留下的烙印 更是要付出水墨的功夫 那就不是十天这么简单了 可能就要付出十年 乃至百年 这也是为什么 在上古的一些传说记载当中 修士们获得法器后 通常要闭关很长时间的原因 当然如果他的境界能超过深渊 这个过程会加快不少 而就在还赵小云 正在努力炼化魔眼斩魂刀的时候 外界 距离他们不远处的山坡上 天玄东弟子们却集体呆住了 他们原本以为 赵小云贸然接触魔眼斩魂刀 下一刻便会被暴怒的魔刀斩为两劫 然而现实情况 大大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赵小云触碰暴怒的魔刀 竟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怎么可能啊 这家伙明明是佛门之人 一身的浮道气息浓厚无比 理应被魔刀销售才对 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地触碰到魔刀 一名玄天道宗弟子 看着远处赵小云触碰魔眼斩魂刀 发出了吃惊的声音 魔佛不相容 这是自古以来的铁律 也是佛魔冲突的根本原因 道气级别的魔刃 被一个视频佛家弟子触碰 还是在没有震气符等保护措施下接触 这一幕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对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名弟子不相信的揉揉眼睛 难道这家伙 其实不是佛道之人 然而 面对赵小云手上所笼罩的璀璨佛光 却不由得 他们不相信 就连一直淡定的王太安 此时眼中也流出了浓浓的吃惊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感知 赵小云身上流出来的佛道之力是那么的浓厚 甚至远超一般四品 除了不是光头外 任谁见到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和尚 但是出现这种情况 确实有些超乎了他的认知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敏锐地感知到 赵小云身上传了一股异样的悸动 带着一股让人心惊的气息 这个气息是 王太安眉头一皱 他从赵小云身上感受到了一种 不同于佛道气息的神秘力量 这股力量崇高而诡异 跟他通常所认知的佛道力量有很大差距 而且这股力量他并不陌生 之前在尝试收服魔眼斩魂刀的时候 他在魔眼斩魂刀内 曾经感受到过这股神秘的力量 他清楚地知道 这股力量正是魔眼斩魂刀 那位主人留下所留下的气息 深渊的气息 难道这人是深渊派来的 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安然无恙地 接触魔刀的原因 王太安心中冒出一个猜测 无论是赵小云身上 还是身上所散发出的深渊的气息 还是他接触暴怒中的气灵却不受影响 只有这一种猜测能够解释 那就是眼前之人是深渊派来的 或者是跟深渊有什么联系 难不成这两人身上 有什么我们感受不到的密码 可以压制气灵不成 此时 其他人还在就下面出现了异象 一轮纷纷 你们都猜错了 王太安忽然开口 打断了他们的讨论 他眉头紧皱 这家伙身上有深渊的气息 他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众人 听完他说的话 周围众弟子 脸上纷纷闪过一抹惊讶 师兄 你不会感觉错了吧 这人身上有很强的佛道之力 你看他手掌大浮光 怎么可能跟深渊牵扯上关系 一名弟子出生质疑道 赵小云身上的佛道之力浓郁无比 隔着十数里都能感觉到 说他身上有深渊气息 这根本不可能 没错 不说佛魔冲突 单就佛门戒律 严禁和任何魔道产生联系 如果这家伙真跟魔道有牵连 此时早就被天降佛城所抹杀 灰飞烟灭 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般安然无恙 对 没错 光是跟魔道有牵连 便会有如此可怕的成见 更莫要说 此人跟那位妖魔之主深渊有牵扯了 众弟子一脸不幸地开口道 王台安说的话 太违反常识了 众位师兄说的没错 王师兄 此人身上怎么可能会有深渊的气息 就连吉师弟也一脸不相信 他并没有感受到 王台安说的深渊的气息 听着众位师弟们的质疑 王台安眉头拧紧 深深地摇了摇头 不会错的 这股气息 我在魔眼斩魂刀内感受到过 就是深渊的气息 他的语气十分肯定 综合种种因素 他已经确定 赵小云身上的气息 就是深渊的气息 看到王台安这么肯定的样子 不由得其他人不相信 毕竟在眼下这种环境下 王台安的超常感知 才是他们可以依仗的根本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终还是选择相信王台安 可是王师兄 如果这人身上有深渊气息 他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选择相信 但众人还是十分不理解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不知 王台安十分干脆地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赵小云身上 有魔佛两种力量交织 实际上若非亲眼所见 他肯定不会相信自己看到的 见王台安也不清楚原因 众人也纷纷止住好奇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还要不要留在这里 第152章 霍水冬影 有弟子问道 他们本来留在这里 是打算在关键时刻 帮助两人一把的 结果情况超乎了 他们两个的预料 搞得他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要继续留在这里 文言 王台安眼眸当中 闪过一道特别的光芒 现在这种情况 两人肯定是有完全把握的 用不着他们出手 没有必要留在这里 两人跟伸渊 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这件事肯定不容小觑 他正想着 却听一名弟子再次开口道 伸渊是千年前的妖魔之主 跟魔道有牵扯 我们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 那名弟子说到这里 停下了声音 却伸出手 在驳梗横着滑了一下 意思非常明显 这一声打断了王台安的思绪 他想都没想 直接摇头拒绝道 不行 且不说这两人 跟伸渊那种千年前的狠人有牵连 单单就两人背后 那个神秘的天人静强者 就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 如果他们真的不知死活 对两人出手 那后果绝不是 他们现在能承担得起的 那难不成 我们就眼睁睁地 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什么都不管吗 那我被除魔味道的信条 又当如何 那名提议的弟子 有些不满道 玄天道宗 虽然是外周宗门 但是所属的乃是道宗 跟魔道向来是敌对 所以 对跟深渊有牵扯的赵小云 两人生了杀心 文言 王台安谋中 闪过一抹思索之色 除魔味道 也是要讲究方法的 这两人跟妖魔之主 深渊有牵扯 背后可能还有天人静的大能守护 不是我们能够对付的 说到这里 他眼中忽然闪过一道金光 不如我们将这里的情况 告诉地藏佛门 借助地藏佛门的力量 来对付两人 王台安说着 眼睛眯了起来 看着远处一只手 放在魔眼斩魂刀上的赵小云 和正义脸警惕地 看着他们的青鸟 闪过一道锦盛光芒 这两人身上的情况太过诡异 地藏佛门 肯定会非常感兴趣的 王师兄说的有道理 我怎么就没想到 刚刚那名不满的弟子 此时脸上的不满之色 尽数消散 嘴角勾起了笑容 没错 如果将这里的情况 告诉地藏佛门 凭借地藏佛门 对魔道的关注 肯定会详细调查此事 其他弟子脸上的疑虑 也纷纷消散 这时 王台安忽然抬起手 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赶紧行动 这两人即便有深渊的帮助 想要收服魔刀 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咱们最好趁着这段时间 赶紧将消息告诉地藏佛门 然后再用最快速度赶回 争取将他们堵住 届时 我们说不定还能拿到那笔魔刀 王台安开口 算盘打得叮当响 魔刀之所以难以收取 正是因为深渊并未陨落 他存留在刀身当中的烙印 依旧存在 而现在赵小云 他们两个人所做的事情 正是在炼化深渊留下的烙印 烙印主人被替换之后 只要杀掉现在的主人 魔眼斩魂刀 便会再次成为无主之物 到时候 他便可以趁机将魔刀炼化 甚至不用浪费 那半张珍贵的震气符 他这话说完 玄天宗弟子们纷纷激动起来 那我们还等什么 王台安此时继续开口 我留下来监视他们两个 你们当中挑个御剑 速度最快的 去地藏佛门汇报情况 说着 王台安伸手拿出一枚令牌 道 我宗之前有前辈 曾经跟地藏佛门有联系 拿着这块令牌 可以向他们证明身份 交代完一切之后 一众玄天宗弟子 挑选出两个修为最高 遇见速度最快的弟子 带着令牌 离开了这里 向地藏佛门的方向赶了过去 而与此同时 正在守护赵小云的青鸟 望着远处腾起的两道流光 美眸当中 闪过警惕的光芒 身为妖王他 感知敏锐 即便被这片魔玉所压制 但依旧注意到了 那几个他们之前 碰到的域外之人 跟着他们一起 来到了这里 并且就停在距离 他们只有几十里的小山之上 这群人 究竟是什么意思 青鸟心中谨慎地想到 猜不错这群人 为何要跟着来到这里 却又只是远远观察 不靠近这里 如果是打算对他们两人不利 眼下就是最好的出手时机 赵小云正在专心 炼化魔眼斩魂刀 但是这群人偏偏不出手 反而警惕地留在远处的小山上 单单只是看着 而他现在也摸不准这群人的意思 更不知道 这群人是善是恶 不敢轻易离开赵小云 害怕自己离开赵小云 那群人会趁机对赵小云不利 当然 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至于另一方面 想打着 他转过头 看向赵小云 空旋的心中 没有来得多出一丝安全感 罢了 还是守着他安全一些 如果那伙人 真的打算对我们不利的话 我就叫醒他 青瑶在心中安慰自己一生 随即专心警惕起来 准备对方一有异动 便将赵小云唤醒 给他们一个教训 可是 一转眼三天便过去 这三天时间 两方一直僵持在此 那伙人既没有动手的意思 也没有离开的意思 这让青瑶更加摸不准他们的意思 毕竟再过几天 等赵小云将魔眼斩魂刀练化 他们就更没有机会 出手对付他们两人了 如果他们对两人没有敌意 那为什么留在这里 或者不过来当面说清楚 不过 三天下来 青瑶也早已经适应了他们的存在 现在实际不合适 等赵小云完全将魔眼斩魂刀练化之后 他们两人再找过去也不迟 而与此同时 地藏佛门当中 却是愁晕一片 距离赵小云被深渊抓走 已经过去半个月有余 成国那边的消息 也终于传递到了地藏佛门 得知赵小云被抓走 还是被深渊抓走后 所有长老的心都沉了下去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问心殿内 剩下的五个空子被长老 以及另一个破关的天子被圣僧天行 端坐在其中 第153章 等待奇迹降临 所有人都是一脸沉重 没有人说话 大殿内的气氛仿佛凝固下来一般 他们也是刚接到赵小云被抓走的消息 这对于地藏佛门的人来说 无异于一记重锤 毕竟赵小云所代表的异不一般 他是地藏佛门自建立以来 唯一一个地藏王菩萨的传人 是所有地藏佛门中人的希望 而且还刚刚被立为佛子 未来将会是整个地藏佛门的指路明灯 他被抓走 无异于直接掐断了他们的希望 哎 错在我们 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去城国跟天魔殿打交道的 坐在长老位置上的空忧 长叹了一口气 神情中留过悲悯和后悔 他现在无比后悔 当初的决议 让赵小云前去城国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 去跟天魔殿打交道 最终才酿成现在这种情况 所以 在得知现在这个情况之后 他和一众长老 纷纷陷入了自责当中 认为自己当初不该让赵小云前去 他这一生 打破了殿内沉重的氛围 另一位空字辈的长老摇了摇头 若是天魔殿 情况倒也好办 大不了我地藏佛门发动全部力量 就算拼上 我们所有人 跟天魔殿来个鱼死网破 只要能救救回云星 大不了牺牲我们这几个老骨头 就不算亏 但是 说到这里 这位长老的头深深的埋了下去 眼中留过一抹无奈 诚如他所说的一般 如果赵小云只是被天魔殿给抓了过去 并不算最坏的情况 他们地藏佛门实力强大 大不了直接杀到天魔殿老巢 逼他们放回赵小云 那就不算亏 可偏偏消息传来的确是 抓走赵小云的是深渊 那位千年前的恐怖存在 盘旋在整个罪州头顶的阴魂不散的存在 十万大山作为他的老巢 经营千年 内里有十大妖王 还有深渊剩下的半具尸体 实力强大 扛过全圣时期的地藏佛门的数轮扫荡 更别说现在他们地藏佛门实力大不如前 就算他们地藏佛门倾巢而出 也不一定能攻入进去 而且 深渊这家伙 毕竟是一瓶顶峰的存在 赵小云 再如果落入其他势力之手 还能隐瞒 一下自己地藏王传人的身份 但是落在深渊的手中 凭借那家伙敏锐的感知能力 想要隐藏下去 难如登天 而且以深渊对地藏王菩萨的仇恨 在知道赵小云是地藏王菩萨的传人后 肯定会做出无比可怕的事情 众人一想到 赵小云落到深渊手中 将会面临的凄惨下场 无不及被发寒 皆都沉默不言 大殿内再次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阿弥陀佛 就在这个时候 端坐在最前方的天行圣僧 忽然开口 念了一声佛号 睁开双眼 眸中一道金色光芒闪过 转头看向下方一脸沉重的几人 开口道 而等大可不必如此 深渊既然选择将云星带走 就说明云星对他有用 不着大费周章地将他带走 况且 云星能被地藏王菩萨选为传人 冥冥之中定然有我佛庇佑 或许这次深入魔窟 便是一次对他的历练 天行身为圣僧 见多识广 并且经历过地藏佛门真正的黑暗时刻 所以跟众人相比 倒是冷静了很多 也能更加客观地分析眼下的情况 深渊对地藏王菩萨恨之入骨的事情 整个罪周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如果他察觉出 赵小云是地藏王传人的事情 准备时间很充分 他劝慰的话 传至众人耳中 众人眼中的忧愁 这才稍微缓解了些许 这时候 空幽忽然抬起头 看向手座之上的天行 问道 可是天行失书 可是佛子 在魔窟当中 即便有我佛庇佑 或许只能保一世平安 但若是长久这么下去 终究不是办法 还是必须想办法 将佛子解救出来才是 天行说的道理 他们其实也都知道 但他们发愁的地方 却是如何将赵小云 从十万大山那种地方解救出来 要不 咱们干脆将地厅神尊放出来 借用他老人家的力量 直接杀进十万大山算了 正好一举 将那魔窟荡平 还给罪周 一个真正安稳的环境 又一个长老开口 提出建议 地厅是他们地藏佛门 最后的底牌 二品巅峰的凶兽 参与过当年 地藏王菩萨镇压深渊的战斗 其实力放眼 整个罪周 都是最顶尖的 搭配上他们这些长老圣僧 再加上门内的几件压箱底的宝物 足够将十万大山 明面上的实力覆灭了 空净 莫妖妄语 可是听到他这话后 空忧却赶紧出声喝止了他 地厅神尊凶兽本性未消 放出来后 能不能为我们所用都很难说 更何况帮助我们 覆灭十万大山了 没错 即便真的帮助我们 你能够保证 在十万大山覆灭后 地厅会安分守己 不会变成下一个妖魔之主吗 手座之上的天行圣僧点头道 放出地厅 的确是解决眼下困境的一个办法 然而放出地厅后的结果 却不是他们能够掌控的 所以 地藏王当年留下的话 只是让他们在遭遇灭门危机的时候 才能将地厅放出 赵小云被抓这件事 虽然非常严重 但对于地藏佛门来说 远不到被灭门的时候 故而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不能轻易走放出地厅这条路 哎 提的那个长老 长长的叹了口气 可这是我们唯一能解救佛子的事情 如果不这样 我们真的就只能这样盗看着 等待奇迹的降临 或是等深渊 自己将佛子放出来 你们想想 这样可能吗 这一言落定 大殿内再次陷入沉寂 的确如这位长老所言 地藏佛门眼下能做的事情不多 如果不放出地厅 跟十万大山血拼一场 那么能做的 真就是静观其变 等待那一抹渺茫的奇迹降临 第154章 十大妖王奇聚 这一下 大殿之内再次陷入了沉寂当中 但与此同时 地藏佛门之外 几个守门弟子 正无聊地打着哈欠 商量着山下的一些趣闻 以及门内最近一些 有关于佛子的传闻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紫色光芒 忽然从天而降 光当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 打断了他们的议论 顺着声音望去 却见地面上 一团被紫色光芒包裹的神秘物品 出现在他们的视野当中 这紫色光芒散发着妖艺 看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这是什么 一名弟子吃惊 他们守门这么长时间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奇怪的事情 其他几名弟子 眼中也纷纷闪过疑惑 但都只在旁边围观 没有一个赶山前 接近着紫色光芒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紫色光芒忽然消散 显化出其中的物品 一根晶莹剔透的紫色水晶 里面有淡淡的波动 仿似水波纹一般 绚难异常 水晶 几名弟子眼中闪过疑惑 紫色光芒当中 竟然包裹这一块 看起来瑰丽绚难的水晶 这让他们不由地感到好奇 这水晶究竟是谁送来的 又为何送来 你们快看 那上面有一张纸条 一名观察仔细的弟子 指着水晶大吼一声道 众人目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望过去 果然看到一张纸条 我去看看 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弟子 捏手捏脚的上前 拿起了那张纸条 上面只有一行字 速将此流影水晶 呈颂张老 里面有关于贵宗佛子的 重要信息 你小心一点 万一这是妖魔 或是天魔殿送来的 什么邪物 可就坏了 有同伴见他这么大胆 不由地提醒道 这是流影水晶 看到纸条那名弟子 眼中闪过惊讶 拿起那一枚紫色水晶 脱口出道 那人说 这里面有佛子的信息 让我们速速将此水晶 拿去送给诸位长老 这下 轮到其他弟子吃惊了 佛子的信息 说起来 佛子好像消失好一阵了 因为保密的原因 地藏佛门高层 并没有将赵小云 真实去向对外公布 所以 就连地藏佛门的许多弟子 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既然是有关佛子的 咱们还是赶紧拿给长老们看看吧 如果真有什么问题 长老他们肯定能看出来的 一名弟子 谨慎地开口道 其他弟子纷纷点头 同意了他的想法 这件事 已经超出了他们 能处理的范围 有必要承报各位长老了 最终 通知长老的事情 还是落到了那个胆子 比较大的弟子的手里 他抱起水晶 便向地藏佛门深处 问心殿的地方跑去 时间不长 他便赶到了问心殿外 面对高耸的殿门 他赶忙大吼道 弟子有要事 求见诸位长老 巨大的声音传入问心殿 打破了殿内之前留下的沉寂氛围 孔悠抬起头 看向殿门处 目光当中闪过一点金芒 随即便看到跪在外面的身影 于是摇头道 有什么事情 请来说吧 声音落下的瞬间 殿门打开 拿着流影水晶的弟子 迅速进门走了进来 进来之后 他当即跪倒在地 将流影水晶双手递成 弟子在外门指手 突然看见紫光从天降 里面正视着流影水晶和纸条 说是有佛子的信息 弟子不敢怠慢 便赶紧拿来交由各位长老 他简单叙述了一下事情经过 而后将流影水晶 承交给空幽 便自觉地退了出去 待他离开之后 空幽望着手中的流影水晶 以及那张写有自己的纸条 释放出神念 仔细探查一阵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这就是一块流影水晶 而纸条也是一张 平平无奇的纸条 东西没有问题 空幽确认完东西没有问题后 抬头看向周遭几位 发现他们眼中 都闪过强烈的疑惑 这流影水晶 是成功的空墓他们送来的 空静第一个开口问道 应该不是 空幽摇头 空墓他们送消息那里 用得着这么遮遮掩掩 说到这儿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而且 我在其中觉察到了一股淡淡的妖气 恐怕此物跟妖族脱不了干系 空幽皱眉说到 他感觉到了淡淡的妖力存留 虽然对方掩盖得很好 但最多也就瞒一下五六品的修饰 肯定是瞒不过他的 如果是妖族送来的 那就说得通了 手座上的天行开口道 云星被深渊抓走 落入了妖魔之手 能有他最新消息的 也就只有妖魔了 说到这 他深吸一口气 眼中闪过一道莫名光芒 道 既然他们将流影水晶发来 很可能是有什么要求 或者是对我们提什么交换条件 不妨激活水晶看看吧 看看妖魔是何意图 妖魔这个时候 送来有关于赵小云的流影水晶 依照常理推测 肯定是有所求 既然有所求 那无非就是架码的问题 剩下他们要做的 只是谈条件就可以了 好的 空幽点点头 双指并拢 指尖法力运转 一道金光射出 没入流影水晶当中 刹那间 水晶光滑大方 五彩缤纷光芒 向四周散射而出 这些光芒穿叉后交融 形成各种各样的物体 最后化作一方 漆黑无比的大殿 大殿当中魔气浓郁 形成了肉眼可见的云烟 依系能看到 几尊古朴的座位摆放 每个座位之上 都坐着一尊尊恐怖人影 有的芳华绝带 有的阴云环绕 也有的包裹在火焰当中 对于这些身影 地藏佛门众位长老 可以说是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青湖王 雾狼王 火凤王 一共九个妖王 就差一个紫园王没有出现了 空幽数了一下出现的妖王的数量 发现除了紫园王以外 十万大山当中 有名有姓的妖王 全部到齐了 他倒吸一口凉气 这几个妖王当中 每一个放到外界 都是叱咤风云的存在 现在竟然到了一起 究竟是什么样规格 不对 其实十大妖王全到了 天行忽然开口 第155章 师尊 天行说完 其他妖王顿时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拍摄者的视角 就在几大妖王当中 其他几位妖王都已经出现了 剩下的紫园王 只能是这拍摄视角了 如果这水晶是紫园王留下的 那十大妖王就聚齐了 肯定是要商量非常重要的事情 可他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将水晶送到我们手中 看着场景沉闷的十大妖王 空静皱着眉头问道 需要十大妖王齐聚商量的事情 对于妖族来说 肯定非常重要 但这么重要的事情 紫园王竟然用流淫水晶记录下来 还送给身为死对头的他们 这让他十分不理解 既然他留下的纸条上 是说跟佛子有关 难不成这是深渊抓到云星之后的庆功宴 他故意留下这段水晶 只是为了向我们炫耀 他们抓到了佛子的事情 空幽宁没到 看着大殿内的场景 他踪一种不祥的预感 妖魔这个反应你 肯定是知道云星就是佛子的事情了 送流淫水晶过来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表情都染上几分凝重 只能继续将目光放回流淫水晶 试图从画面当中 寻找心中疑惑的答案 流淫水晶放出来的画面 被屏蔽了声音 因此妖王们的交谈 他们听不到 但是从妖王们留下的画面上 依稀能够看到 他们也是一脸疑惑 仿似是正在好奇 为什么会被交到这里一样 无声的画面过了好一阵 众长老师越看 那些疑惑非但没有得到解答 反而更加浓重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吱压一声响起 好像有人推开了一扇沉重无比的大门 流淫水晶当中被屏蔽的声音 恢复了 有声音了 众长老双目忽然瞪大 赶紧集中注意力 不敢错过分毫 画面中 紫园王也转动视角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却见黑暗古朴殿门被人推开 一道背着光的身影 出现在门外 跟奇形怪状的妖王们不同 这道身影 看不出有任何妖化痕迹 很明显是一个人足 这是 看到这道身影的瞬间 空幽眸中闪过一道金光 这身影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 他心中涌现出猜测 但却不敢肯定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身影迈步进入大殿当中 咣当一声 殿门关闭 自门外透进来的强光消失 众人也终于看清了这身影的容貌 一身黑衣 长发披肩 五官清秀 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芸汐 几个长老一口同声的大喊 声音震惊 进来的人 竟然是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的赵小云 所有人此刻都凭住了呼吸 打量着屏幕中的赵小云 生怕他遭受了什么伤害 然而一番观察下来 至少从外表上看来 那群妖魔并没有对赵小云做什么 甚至还给他换上了一身新衣服 而且 从刚刚他独自迈入大殿的情况来看 可能还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没有被堪压起来 当然 也有可能是 十大妖王在场认为 赵小云没有被堪压的必要 看到赵小云没事 众长老一颗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但与此同时 他们心中疑惑更浓 妖魔抓到赵小云 竟然没有像往常一般 言行逼供 极尽迫害之事 众长老疑惑的时候 画面中传来其他人的声音 大声喝骂进来的赵小云 让他滚出去 也有好奇赵小云身份的 大声质问 这些妖王可都是三品境界强者 一言一行都牵引着周边环境 一时间大殿内黑云翻滚 肉眼可见的气势 向赵小云压了过去 面对十个三品妖王 常人恐怕早就崩溃了 而赵小云面对这些贺骂和质问 以及他们释放的强悍气势 却窥然不动 颇有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的风姿 众长老看到这 不由微微点头 不愧是地藏王菩萨的传人 身处魔窟却泰然自若的表现 已经超过你我了呀 一名空子被长老感慨到 纵然 他隔着流影时 都能感受到赵小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如果将他置身于这种环境下 表现得甚至可能还不如赵小云 可惜 依照这群妖魔暴虐的性格 云星只怕是要 也有长老表现出悲观 妖魔性格暴虐 最喜欢折磨人类 尤其是跟妖魔 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佛门弟子 落到这些人手中的佛门弟子 下场通常都十分凄惨 也就是说 赵小云现在表现得越是硬气 待会遭遇的摧残 可能就会越发恐怖 就在众长老为赵小云 会暗不明的前途感到担忧的时候 却见画面中的赵小云 忽然上前两步 走到大殿中央 向高台之上 一处空无一人的王座 躬身打了个起手 弟子赵小云 拜见师尊 赵小云开口 平淡的声音 却如一道雷霆般 在大殿中乍响 一时间 所有愤怒猖狂的妖王 全部止住了声音 不止画面当中的妖王们 就连画面之外的佛门众长老 此时也全部沉默了下来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个地方 一时间 各种猜想在众人脑海当中流过 局势愈发扑朔迷离了起来 但没多长时间 赵小云声音落下片刻 画面中的那空无一人的王座上 忽然黑雾弥漫 快速凝聚成一个人形 光是看着 就被人一种妖意诡诀之感 深渊 是深渊 空忧震惊的出声 能出现在这空无一人的 至高王座上的 只有那位妖魔之主深渊了 他声音刚刚落下 画面当中的妖王们 便纷纷起身 一起朝向黑影跪拜 口称尊上 声音恭敬无比 这一声 证明了空忧的猜测 众人心中顿时大害 赵小云竟然称呼深渊为师尊 这特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们一个个都瞪大了双眼 继续观看画面当中发生的事情 不敢放过一丝一毫的细节 第156章 万一是真的呢 画面中 其他妖王明显也被这个情况震惊到了 一个个都瞪大双眼 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 深渊让赵小云起身 并向众位妖王宣布了要将赵小云立为魔子的事情 这时候 不管是画面中的各位妖王 还是画面之外的几个地藏佛门的长老 全部沉默了 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空净不可置信的揉了揉眼睛 地藏菩萨在上 我没看错吧 深渊竟然当着十大妖王 宣布将赵小云立为魔子 身为佛门长老 佛门与深渊带领的十万大山对立几十年 他们自然清楚 魔子这个身份所代表意义 被立为魔子 在整个十万大山及妖魔系统内部便只在深渊一人之下 其他万妖之上便是声名显赫的十大妖王 也不能媲美 可以说 完全不下与他们地藏佛门的佛子一身份 深渊竟然立 赵小云这个佛门佛子当了魔子 这是一众佛门长老 哪怕是圣僧 也从来没想到 他们原本以为 赵小云被深渊抓走之后 很有可能会遭受十分残酷的虐待 却没想到 事情竟然变成了这样 完全超出了他们所有人的认知 其他长老看着这一幕 满色各异 却纷纷沉默不语 视角继续转向画面 几大妖王在最初的惊讶过后 却在清胡王的带领下 承认了赵小云是魔子的事情 整个过程当中 赵小云表现得都相当自然 欣然接受了众妖王称呼他为魔子 完全看不出任何被强迫的痕迹 仿似一切都是他自愿所接受的一般 众长老越看 面色愈发阴沉 眸中闪过恨铁不承当的光芒 如果这么做的是其他人 长老们或许不会如此 但做出这件事的是赵小云 地藏佛门佛子 地藏王菩萨的传人 他们整个地藏佛门未来的方丈 赵小云以佛子 地藏王菩萨传承人的身份 接受了深渊赐予的魔子之位 这无异于给整个地藏佛门 所有人的来上狠狠来了一巴掌 紧接着 画面定格在 众妖王向赵小云跪拜的一幕 然后便戛然而止 问心殿内重归寂静 众长老都沉浸在 刚刚刘影时当中 画面带来的震撼当中 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在大殿内空气 愈发凝重的时候 哎 空幽忽然叹了口气 打破了这死水一般的沉闷空气 我认为 这刘影时当中的消息 不一定是真的 很有可能是妖魔 送来欺骗我们的 空幽震声 某种闪过一道金光 赵小云被身冤 立为佛子这件事 无论怎么想 都太过荒诞 太过不现实了 他更愿意相信 这是假的 是十万大山的妖魔 施展的某种障眼法 这一下 瞬间让其他人打起了精神 没错 云心乃是佛子 佛心坚毅 更通过了双圣问心的考验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 叛离师门 加入佛门 一位长老出声道 说得对 妖魔狡诈 这其中的画面 肯定是伪造的 说不定就是想要一次 打击我等星星 让我等放弃营救佛子 众长老也不愿意承认 被自己寄予厚望的赵小云 竟然在这种关键时候 选择叛变佛门 加之这流影水晶 毕竟出自向来狡诈的紫园王之手 这更加剧了他们的这种不信任 但就在这个时候 本来熄灭的流影水晶 忽然再度散发起光芒 这流影水晶当中 还有第二段画面 空幽察觉 震惊开口 如他所言 流影水晶散发出的光芒 再次交叉融合 形成一幅新的影像 画面是一处山间夹缝 透过缝隙 可以看到一片荒凉的沙漠景象 空气中肉眼可见的 可以看到丝丝缕缕的魔气 正在游荡 这里是 南极之地外围 一名长老震惊开口 对于南极之地 他们自然并不陌生 哪里有大名鼎鼎的魔眼斩魂刀 他们一直放在心上 实际上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有佛门长老前去南极之地 探查哪里的信息 在场几人 大多也都去过 所以一眼就都认出了 这是南极之地外围的景象 南极之地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一名长老眼中闪过好奇 难不成是打算 取回魔眼斩魂刀 南极之地这个地方 存在上千年 要什么没什么 除了魔眼斩魂刀外 可以说毫无价值 所以一直都是这个现状 虽然魔眼斩魂刀价值巨大 但受限于自身实力的原因 地藏佛门和十万大山 都没有实力单独取刀 故而渐渐的 两方对这里 也就不再上心 除了例行检查外 连防御力量都撤了回来 所以 看到第二段画面当中的 出现南极之地的场景 众长老们的眼中 纷纷闪过疑惑之色 不明白他们打算干什么 南极之地深处 有几十只三品怨灵游荡肆虐 虽然实力不及 寻常三品 但联合起来 却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就凭现在十万大山 肯定是不足取刀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 画面流转 出现赵小云跟火龙公子 大战的一幕 并且有声音传来 通过两人的交谈 众长老顿时知晓了 这一幕究竟是在干什么 这是云星受深渊所托 前往魔狱取刀 空净倒吸一口凉气 凭借其他人 想要取回魔眼斩魂刀 自然困难无比适 可是赵小云身上 融合了深渊宝骨 有种种神异之能 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时 画面忽然再次定格 出现一行字 秃驴们 想要验证这信息真假很简单 来南极之地 这说话语气 很明显是紫园王留下的 现在我们怎么办 画面结束时 一名身形勾楼的长老开口问道 我们要不要去南极之地走一趟 假的 肯定都是假的 牛偶们前去的圈套 空忧一脸不相信地说道 可是 这万一是真的呢 这时 坐在手座之上 天行开口 一句话 让众人再度沉默了下来 是啊 他们大可认为这是假的 可是万一是真的 又该怎么办 第157章 敲碎最后一丝幻想 虽然大家口头上都在说着 流营水晶当中的事情 是假的 但是每个人的心中 却都有那么一丝担忧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赵小云真的叛变了 成为了魔子 而且正在取魔眼斩魂刀 光是想想 就让他们感到几倍发凉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过去看一看为好 最终 空净开口提议道 没错 如果是假的 自然最好 可万事没有绝对一说 尤其此事 还涉及魔眼斩魂刀 不得不防啊 的确有必要去南极之地看一走 长老们出言 都表示 应该派人去南极之地看一看 这个任务交给我 空忧率先站起来 想要接下钱 去南极之地探查的任务 空忧师兄这个任务 还是交给我比较好 空净开口毛遂自见 无熟练隐秘之术 如果碰到妖魔圈套 能万无一失地退回来 让我去吧 我顿速更快 其他长老也纷纷踊跃报名 想要参与进来 然而就在众长老 争执不下的时候 大殿外忽然传来破空声 紧接着便听到一道 震耳欲聋的声音传来 玄天宗弟子 有要事来访 求见地藏佛门长老 此时 距离地藏佛门不远处的半空中 玄庭两柄零剑 两名玄天宗弟子 正毅力齐上 三品气息释放 整个人宛如利刃出窍般 遇见飞行 一日万里 他花费三天时间 最终跨越数万里之遥 来到地藏佛门 甚至来不及走礼仪程序 直接在地藏佛门外 动用传音术法 呼喊佛门长老 这样虽然有失礼数 但却是速度最快的办法了 问星殿内 其他几个长老 听到这一声呼喊 眼中纷纷闪过疑惑 玄天道宗 没有听说过啊 莫非是新建立的宗门 他们熟知的宗门当中 还从来没听说过 有玄天道宗这一宗门 唯有首座之上天行 眉头一皱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玄天道宗 外周大宗 天行身为三品圣僧 早些年曾经跟 玄天道宗的人打过交道 因而知晓这一宗门的来历 外周大宗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听到天行的话 其他长老脸上 纷纷闪过惊讶 罪州偏居异于 很少有外周之人前来 即便前来 也很少跟他们打交道 没想到 对方这次竟然找上门来 不晓得天行摇了摇头 昏黄的眸中 闪过一丝疲惫 真是多士之秋 先是佛子被抓 可能有叛变的风险 现在还有外周大宗来访 关键 现在地藏佛门的大半人手 都去成国了 只剩下他们几个 还要处理这么多偶遇事情 是实在有些捉惊见肘 罢了 天行叹了一声 对方没有走常规礼节拜访 而是直接出声召唤我们 想来应该是有急事 天行出生 其他长老自然没有意义 纷纷点头 而后便在天行的带领下 向外走去 不多时 天行几几个长老 便见到了玄天宗 前来报信的两个弟子 见过圣僧前辈 我等来访 事出紧急 礼节有失 还请诸位莫要怪罪 带头的玄天宗弟子 客气地对天行打了个击手 而后向天行出示了一下离开前 王太安交给两人的令牌 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贵客不必客气 玄天宗两人态度不错 又出示了证明身份的令牌 天行自然也不能冷脸 便寒暄地问道 两位贵客有何要事 需要亲自来访 他不明白 这外周大宗 有什么要事 非要跟他们联系 而且 看这两人的实力 一个接近三品 一个四品 放眼整个罪周 都算一等一的高手 有什么事情 是他们两个解决不了的 是这样的 我们师兄弟几人 此番前来罪周 原本是为魔言斩魂刀而来 但是中途 玄天道宗两人没有拖沓 迅速将自己等人来时的情况 简单地说给了地藏佛门的几人 听到魔言斩魂刀 则几个字 所有长老顿时打起了精神 赵小云也是为魔言斩魂刀去的 难不成玄天道宗 这群人来的目的 跟赵小云有关系 其中最奇怪的是一个青年 那人身上可以绽放佛光 身上还带着深渊的气息 玄天道宗的两个弟子 着重强调了一下 赵小云的异常 身为佛门弟子 却跟妖魔之主有联系 听到这里 地藏佛门的几个长老 顿时反应过来 他们口中所说的奇怪的人 正是自家佛子了 整个罪州 能办到这一点的 只有一个赵小云 就是这样 那一妖一人 覆灭所有怨灵 正在炼化魔言斩魂刀 不日将会成功 只凭借我们师兄弟几人的力量 恐不是他们的对手 故而便来贵宗求取支援 如果魔言斩魂刀 被那两人获得 妖魔实力恐将大增 届时 罪州恐将再次遭遇大劫 玄天道宗两名弟子说完 天行等佛门长老的眉头 已经皱成了穿字 如果之前只凭妖族传来的流营水晶 他们还不能确定 赵小云叛离宗门的事实 那么现在玄天道宗的人现身说法 无异于打破了他们心中的那一丝幻想 赵小云真的叛变了 而且被叛得非常彻底 离开佛门 不过一个半月的时间 竟然就叛变到了十万大山 并帮助深渊 拿取魔言斩魂刀 是说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恐有此时已经彻底迷茫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芸心竟然真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 我们真的是看错他了 地藏王菩萨竟然选了这样一个传人 哎 众长老脸上的失落都快要溢出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 天行摇了摇头 事情还不能这么早的下定论 芸心这么做 可能是什么不得了的苦衷 这样好了 留下一人将消息传递给成国那边 让他们速速回宗 剩下的所有人都跟我一起 前往南极之地 找芸心问上一问 第158章 晋升之相 交代完这一切之后 地藏佛门和玄天宗几人 便一起向南极之地赶去 南极之地 一转眼 又是三天时间过去 赵小云收复魔眼斩魂刀 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 深渊留下烙印 他已经炼化了七七八八 只要再等两天 就能全部炼化 就在这个时候 周遭漆黑的虚空 忽然亮起光芒 随着光芒扩大 赵小云好似来到地狱 到处都是岩浆 其中还有如海般的怨魂 在上下浮沉 深渊 灭族之仇 不共戴天 深渊 你斩我之仇 我必报之 深渊 我试得好惨啊 各种各样的声音 传入赵小云耳中 有的愤怒滔天 有的饱含仇怨 有的凄凉哀 这些怨魂 都是真实存在的 当年被深渊斩杀的生灵 各种生物都有 死状凄惨 如同苍蝇一般 环绕在赵小云的四周 仿似要将它带入九幽地狱 听着这些声音 赵小云眼中闪过一抹不耐烦 又来这一套 你烦不烦 谁杀的你们 你们就找谁去 我又不是深渊 你们没事老缠着我不放 算是怎么回事 他眼中闪过一抹无奈 随着他炼化进度的加快 魔眼斩魂刀的气灵 愈发狂躁了起来 在一旁不断干扰 虽然这些场景和声音 伤不到他 但依旧给他造成了 不小的干扰 拖延了一些 他炼化烙印的速度 当然 他能做到的 仅仅也只是拖延罢了 随着赵小云 逐渐熟悉这种节奏 这种干扰的影响力 正在逐渐见效 所以 面对周围地狱一般的场景 和无数怨魂索命的声音 赵小云全部充耳不闻 全身心投入到 炼化烙印当中去 时间流逝 眼见怨魂们的干扰不起效果 赵小云炼化烙印的速度 没有变慢 魔眼斩魂刀气灵的眸中 闪过一道癫狂的光芒 既然你那么想要炼化我 那我就满足你的愿望 气灵心中嘶吼一声 然后仿佛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猛地向赵小云冲了过去 此时的赵小云 似乎正全身心地 投入在炼化过程当中 面对气灵的突然接近 没有丝毫防备 整个人飞速与对方撞在了一起 刹那间 一股冰凉赶袭来 传遍全身 像四肢百骸流去 仿佛要将灵魂冻结一般 这股冰凉的气息 是这么多年以来 死在魔眼斩魂刀之下 所有人的怨念 正是这部分怨念 组成了气灵的一部分 是如潮水一般 涌入赵小云的脑海当中 他仿佛化身了 成为了一个个 上古年代辉煌的存在 可能是一方山林的王者 也可能是某一个 大族当中的天骄 然后一次次被魔眼斩魂刀杀死 赵小云一时猛地一将 积攒了将近万年的怨气 一股作气 全部涌入他的脑海 让他出现了短暂的尸神 哈哈 这股积攒了千年的怨气 就连深渊都无法接受 所以才创造出了我 替他承受 这时 他脑海当中忽然传来 魔刀气灵放肆的大笑 现在 既然你想要拥有这笔魔刀 那你就应该拥有这魔刀的一切 伴随着声音 更加磅礴的怨气 涌入赵小云的意识当中 此刻他仿佛被分割成了碎片 每个碎片都是一个生灵 在持续被魔眼斩魂刀杀死 而伴随这股怨念的涌入 外界 魔眼斩魂刀忽然颤抖起来 原本持续不断挣腾的黑色魔气 忽然停止 刀身之上不断爆发颤鸣 最先察觉到这一幕的 自然是距离魔眼斩魂刀最近的轻摇 听到魔眼斩魂刀这一声清明 他眸中闪过一抹震惊 发生什么事了 距离赵小云开始炼化魔眼斩魂刀 这才过去六天 就算这家伙再厉害 也不可能在六天时间 就炼化成功吧 轻摇心想 目光回转放到赵小云身上 却发现 赵小云此时的状态有些异常 眉毛正在疯狂抽搐 脸上时不时闪过痛苦的表情 不好 看来是炼化出了问题 轻摇脸上闪过一抹焦急 可是面对眼下这种情况 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炼化的事情 只能靠赵小云自己 与此同时 远处 正在监视二人的王泰安 也注意到了 这股突如其来的异动 王师兄 魔刀震动 停止向外挣腾魔气了 一名弟子 惊讶地出声道 难不成是这家伙 即将要炼化魔刀了 有人惊讶 这两人跟深渊有牵扯 又炼化魔刀 咱们要不要先离开这里 听着周围师弟们的讨论 王泰安眉头皱了起来 原本在他的计划 是准备和罪州最大的势力 地藏佛门联合起来 一起围杀这二人 但是现在魔刀即将炼化 而地藏佛门的人 却迟迟没有到来 只凭借他们 根本不是 获得了魔刀的二人的对手 更被说 两人跟深渊有牵扯 背后还站着一个 神秘的天人精大牢 这种情况下 若是他们墙上 只怕是要遭殃 这时 王泰安向下方的两人 放出自己的感知 眼中闪过金光 不对 那人的状态不对 不是炼化成功的表现 王泰安开口 他也察觉到了 此时赵小云身上的状态不太对 跟他们想象的 即将炼化魔盐斩魂刀的印象 差距甚远 但究竟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他也不少很了解 而就在这个时候 魔盐斩魂刀上 忽然爆发出一股强无形的吸力 这股吸引力 是专门针对魔器的 四周魔器 开始向魔盗方向狂涌 形成一股狂风 向魔盐斩魂刀方向涌去 这下 其他人又不淡定了 这 这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魔盐斩魂刀 开始吸收魔器了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 魔器疯狂涌入 魔盐斩魂刀之上 爆发出一股更为强大的烈焰 伴随更多的强悍气息 一股恐怖的威压 从刀身之上散发出来 向塌出蔓延 而看到这一幕 王泰安眼中 忽然闪过一抹莫名的光芒 这是静生之相 第159章 真实等级 灵气静生 听到王泰安的话 其他人眼中 全都闪过一抹震惊之色 王师兄 你是说这魔盐斩魂刀 要从地阶盗气 静生成为天阶仙气了 一名弟子惊讶地问道 魔盐斩魂刀 现在就已经是地阶盗气 即便放眼外周 也是十分罕有的存在 地阶盗气在网上 就是天阶仙气了 凡是静生到天阶的存在 巨多无比稀有 盗气之上 就是大名鼎鼎的仙气了 这种级别的存在 即便放眼外周 也都是稀有无比 一柄仙气出世 就连那些点燃神火的 仙神境界的存在 都会为之疯狂 所以 众人才会表现得如此惊讶 可是盗气静生仙气 难如登天 往往要有逆天机缘才可以 可是这荒郊野岭的鬼地方 什么机缘偶都没有 魔盐斩魂刀 怎么可能会静生 一名弟子不可置信地问道 盗气静生为仙气 听上去跟修士静生一样简单 然而两者之间难度差距 却有天差地别 每一柄静生的法器 都要有惊天机缘才行 可是魔盐斩魂刀 落在南极之地这等荒凉的地方 千年期间 除了刚刚那两人 一直都没有动过 怎么可能忽然获得了静生的机缘 总不能是被炼化一下 就能静生吧 那样的话 这柄魔刀 早应该在奇缘主人深渊 那位妖魔之主手上的时候 就该静生了 怎么可能这个时候静生 众玄天道宗的弟子们 眼中留过疑惑不解 王太安眼睛忽然眯了起来 既然如此 那只有一种可能 他口中喃喃 眸中一道金光 一闪而逝 怎么可能 其他弟子眼中留过好奇 魔盐斩魂刀在此地千年 根本不可能获得静生的机缘 就算有静生机缘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要静生成为仙器 所以出现眼下这种状况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魔盐斩魂刀 原本就是一柄仙器 只是因为某种原因被封印 直到现在方才解封 这一眼 恰似语破天惊 众弟子眼中 纷纷流过惊讶之色 这魔盐斩魂刀 竟然本身就是一柄仙器 原来如此 众人脸上恍然大悟 脑海中的各种疑惑 纷纷消散 一柄仙器 有弟子大吼一声 某种闪过羡慕的神色 一柄仙器 那可是连仙神境强者 都会疯抢的存在 王师兄 要不要咱们现在直接动手 将那柄魔刀 给听到是仙器 顿时有弟子 眼中流出贪婪 一柄稻器 就足够让他们 跨越千山万水 来到罪周 更别说是一柄仙器了 对啊王师兄 咱们如果将这柄仙器 给拿回宗门 你的稻子之位 可就稳了呀 其他弟子 也纷纷贪婪的说道 然而 面对这些诱惑的言语 王太安却摇了摇头 唉 他叹了口气 眼中闪过一抹惋惜之色 可惜 太可惜了 听到他这一声叹息 其他弟子眼中 纷纷闪过疑惑 王师兄何故叹息 王太安摇了摇头 魔眼斩魂刀 虽然是仙器 但确实一柄魔刀 魔刀又如何 难道就不是仙器了吗 有弟子疑惑地问道 一般兵器晋升至天阶 自然珍贵无比 然而魔器不同 魔器乃是伴随大灾祸而生 必定背负不祥 这会引动冥冥之中的气韵 有记载以来 所有接触过天阶魔器级别的存在 全部报死 没有一个善终 就算是点燃了神火的无上存在 也逃脱不了这一厄运 所以天阶魔器 已经出现 必然会带来灾祸 只能由各大宗门镇压 王太安开口 为众人讲述一段秘文 而听到他说的 其他弟子 魔物中纷纷闪过震惊 什么 天阶魔器竟然还会有这种不祥 竟然连仙神境界的绝世存在 都逃脱不了 这也太恐怖了 我还以为会是什么好事呢 听你们这么一说 那下面练花天阶魔器的那两人 岂不是危险了 弟子们议论纷纷 再次看向下方的青瑶和赵小云两人 眼中的贪婪之色消失 剩下的只剩惋惜 唉 王太安也转头看向下方 眸中闪过一抹莫名的光芒 原来如此 他口中喃喃 这两人可是犯下了弥天大祸 这魔刀 应该是那位妖魔之主 故意封印成为盗器的 连他都不敢承受 这天阶魔器的大因果 那人贸然获得 只怕是药 这他们说话间 魔器疯狂汹涌 在天空中形成一个漏斗 疯狂向刀身中汹涌 外围 空气中的魔器 渐渐变得稀薄起来 这片遗落千年的土地上 再次见到了阳光 另一边 伴随这些魔器的涌入 赵小云面色愈发痛苦起来 身体也开始颤抖 随即 他扑的一声 喷出一口鲜血 看到这一幕 青瑶脸上闪过震惊 自打他认识赵小云以来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赵小云受伤 看得青瑶脸上闪过一某担心 臭壳上 你那么厉害 一定要没事 与此同时 刀身之内 赵小云依旧保持在原地 他身体忽明忽暗 隐隐有要破碎的感觉 灵魂被漆黑的怨气冲斥 看着这一幕 麒麟眼中闪过一丝快意 哈哈 没想到吧 魔眼斩魂刀 其实是一把天阶魔器 背负因果 连深渊都不敢贸然解封 你一个小小的四品 给我死吧 麒麟非常得意 解封这一招 是他的杀手锏 原本是留着对付深渊的 当年魔眼斩魂刀著成 诞生了天阶之相 深渊当时口恐惧了 不敢背负这滔天因果 只能以秘法进行封印 强行将魔眼斩魂刀 压制在地阶境界 勉强才能使用 但即便如此 也依旧被冥命中的气韵压制 撞上了地藏王菩萨这个天坑 最终落得个被斩为两节的下场 地藏王菩萨 曾经也想要拿走这柄刀 但是 发现了魔眼斩魂刀是天阶的事情 最终也只好退却 连这两尊无上人物 都不能够背负的大因果 这人区区一个四品 必死无疑 第160章 鱼波 与此同时 十万大山 妖帝宫 寂静无人的大殿中 深渊的身影忽然浮现出来 这个气息 他身上黑雾翻滚 眸中闪过一道犀利的冷光 虽然他现在只是心魔身的状态 各种感知能力都不如全盛时期 但是 在此刻 他忽然感受到了一种心迹 仿佛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即将诞生一般 究竟是什么东西 深渊眉头皱起 面上闪过思索的神色 能让他感受到恐惧的东西 即便放眼整个罪周 都没有几个 但是他记忆中的那几个存在 不是已经陨落 就是失踪已久 很难再寻觅 而且这股气息 带给他的那股不祥的预感 要远远超过记忆中那些存在 而且这股气息 带着一股说不清到不明的不祥感 仿佛有一朵恐怖的乌云 遮在头顶 这种气息 有点熟悉 难不成是 深渊忽然想到了什么 眼中顿时闪过一道惊讶 心魔身上的黑雾猛的一阵 引得整个大殿都摇颤起来 接着便听到他的惊呼 是魔眼斩魂刀 那股令他熟悉的气息 正是当年他全胜时期 陪伴他征伐无数强敌的杀器 魔眼斩魂刀的气息 这柄刀有他铸造 虽然经过千年沧海桑田 这种联系 已经渐渐变淡 但是依旧存在 魔眼斩魂刀再变强 我留下封印被破了 感受着那股冥冥中传来的气息 深渊眸中不断有惊讶的光芒流过 当年铸造魔眼斩魂刀 他不仅动用了上一代妖魔之主留下的肉身 甚至还用了一块绝世罕有的仙骨 那是超越一品质上的存在留下的骨 其中蕴含的力量 即便是全盛时期的他 都感到心惊 通过这两样质宝 他本来是想炼制一柄仙气 却没想到 最终炼制出来的魔眼斩魂刀 竟然是一柄天间魔气 天间魔气背负滔天因果 最为不祥 这一点深渊自然清楚无比 为了避免自己背负上这魔气的滔天因果 所以他动用无上手段 在魔眼斩魂刀 没有完全蜕变成为天间魔气的时候 强行干预 破坏他晋升的过程 最终让其停留在地界 然而 这样很可能是掩耳盗铃 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 魔气所带来的厄运诅咒 在获得魔眼斩魂刀后的不到千年时间 地藏那家伙便跨周而来 以绝对碾压般的实力将自己镇压 他怀疑 这背后可能就有魔眼斩魂刀 那莫名气韵的原因 他这次让赵小云去取刀 还有背后更深层次的考虑 那便是将魔眼斩魂刀改换主人 让赵小云代替他 承接那诡异的不祥气韵 所以 他明明有更方便的 可以让赵小云不必炼化 就能控制魔眼斩魂刀的办法 却依旧选择传授了赵小云 炼化魔眼斩魂刀的办法 让他前去炼化魔眼斩魂刀 只是 魔眼斩魂刀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晋升 深渊皱起了眉头 魔眼斩魂刀明明已经被他封印在地阶 怎么现在又忽然晋升 刚想到这 他的脑海当中 随即便冒出了赵小云的模样 赵小云 难不成是他 深渊呢喃 心中算了一下时间 发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赵小云他们 现在应该已经深入南极之地了 哎 深渊叹了口气 眸中闪过一抹无奈 也只有赵小云这家伙 这种事了 魔气 希望不会对本尊脱困大业有所影响吧 经过这千年 现在深渊心中的想法和欲望 只有一个 那便是自由 只有自由 才是他最渴望的东西 其他的一切 在自由面前 都如同梦幻泡影 所以 魔眼斩魂刀的出现 给他脱困的大业 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担心 有那不祥气韵的影响 自己的脱困之路 恐怕要变得崎岖很多 不过 这种杂念之持续了一瞬不到 便被深渊所掐灭 不过暂时看来 问题应该不大 魔眼斩魂刀 已经被赵小云炼化 即便是反噬不祥 也只会反噬到他身上 与本尊无关 深渊半猜测 半安慰自己的道 他跟赵小云 本来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答应给赵小云模子位置 只是为了让他帮自己脱困而已 赵小云生死 他并不关心 只要这家伙能活着 帮助自己覆灭炼妖塔就行 即便是不祥因果 也不会立刻降临 等他收复之后 只要抓住不祥降临前的时间 覆灭地藏佛门就可以了 深渊思索地说道 天间魔器有不祥 但是这不祥 却是随着时间流逝 遇见强大 只要抓住不祥 不可阻挡前的一段时间 完成他重获自由的目的 就算大获成功 至于剩下的 如何应对不祥 那就是赵小云自己的事情了 跟他没有关系 不过 这小子诡异的紧 说不定真的能承受住魔刀的反噬 也说不定 深渊又道 毫不夸张地说 赵小云绝对是他见过的 最看不透的存在之一 这家伙外表看上去 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类而已 虽然有四品境界 但这个层次的手下 他连多看一眼都不会 一根手指就能捏死 然而 赵小云明明是佛门之人 却能免疫佛城 即便判出佛门 也依旧能动用福道之力 这即便是在他的认知中 也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个 即便是当年镇压他的地藏王菩萨 都做不到这种地步 而且 这家伙还能融合他的宝骨 以及天魔狂师的灾厄之中 佛摩兼备 这种情况 即便放眼整个罪周 都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 他真的说不定 抗下魔眼斩魂刀 这份天间魔器的不祥因果 想明白这些 深渊掐断思绪 望着南方 目光在这一瞬间 仿佛跨越千山万水 看到了正在苦苦之称的赵小云 感应到魔眼斩魂刀出世地 并非只有深渊 与此同时 罪周东南 精灵祖地 无垠森林当中 那一株当年地藏王菩萨 亲手种下的菩提树 忽然光芒大放 光芒映照天际 显化出一幕幕奇异的景象 第161章 地藏血泪 有天降血雨 摩海翻腾 陨星坠落 火山喷勃 岩浆成河 焚烧一切 大地军裂 草木枯死 江河断流 山峰断裂 无数生灵 在这地狱一般的景象中 哭喊失声 好恐怖的一响 祭灵这是在预告什么吗 菩提树发出的异响 很快便被精灵异族的人察觉 他们看到这异响中的场景 纷纷震撼 天哪 这是世界要毁灭了吗 我好像看到 咱们精灵异族了 祭灵是在向我们警示什么吗 察觉到异象的精灵们 迅速围了上来 哄闹声不绝于耳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紫色魅影 忽然出现在半空中 菩提树前 正是之前陪同西悦 在地藏佛门受洗的西运祭祀 他身为祭祀 最主要的职责 便是供奉祭灵 所以赶来的最快 祭灵又在预警了 这次情况 好像比之前更加严重了 西运看着菩提树昭示的一幕幕 眸中闪过震惊的光芒 这一株菩提 是当年地藏王亲手种下的 漫长的岁月当中 帮助他们精灵一族 度过不知道多少危难 所以 西运并非是第一次看到祭灵预警 祭灵这次展现出的异象 前所未有啊 这时 一道声音从西运身边传来 说话的是一个身穿白色仙裙 青纱遮面的女子 她体态玲珑有致 散发清冷的气质 五官虽然被青纱遮挡 但依旧能朦胧地看出 她长着一双国色天的面庞 背后四对白翅随风摇动 翅膀的对数 是等级的象征四对翅膀 代表她乃是三品境界 整个精灵族 只有一个三品境界的存在 那便是精灵王 西运 见过王上 西运看到西运出现 单手放在胸前 鞠了一躬 不必多脸 西运轻轻摇头 目光转向菩提树 显示出的种种异响 看来 罪周将会有一场大难降临 西运有些惆怅地说到 峨眉间闪过一抹惆怅 精灵族放眼整个罪周 虽然也算一方大势力 然而 他们这确实全族之力 对比其他单个势力而言 相较于人族 妖族这两个大种族 他们精灵异族的力量 就太弱了 人族和妖族的势力被灭 仅仅只是少了一两个势力 而他们精灵异族 若出了什么问题 受伤害的 将会是整个精灵异族 现在整个精灵异族的情况 本就不甚乐观 辛苦培养的天才被被刺 现在继灵幽预警 可能将要发生 祸及整个罪周的大灾恶 这让他有些难过 看着精灵王这一副忧伤的模样 西运深吸了口气 开口道 王上 情况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听到他说的 歇妖眸中闪过一抹奇怪的光芒 西运祭祀 此话怎讲 王上 您难道忘了 祭灵上一次预警 西运开始提醒 上一次 你是说西运受洗之前的那次 西妖眸中 忽然闪过一道金光 上一次预警 就发生在他们去地藏佛门之前 当时现实出现各种异象 被解读为地藏佛门即将大兴 所以 他才会带领他们精灵异族 天资最高的后辈西运 前往地藏佛门完成受洗 可结果却令所有人大跌眼镜 西运在受洗的过程中 被那地藏佛门的佛子给偷看 跟对方签订下了奴仆契约 虽然到现在为止 地藏佛门的人 并没有用这门契约干什么事情 但是谁也保不准 未来会如何 上一次张显祥瑞 结果却让我们损失了西运这一位大财 如今这次 也不一定准确 西运声音中带着怨念 上一次 他就是因为相信了菩提树的意向 所以才带西运前去 虽然事后 足内并没有将他如何 可他却依旧非常愧疚 呼 西遥听完 长出一口气 谋中闪光莫名光芒 西运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不过 万事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从今天开始 召回所有在外族人 内里族人一概不准外出 明白 西运点点头 另一边 地藏佛门 佛门中央 也是最宏伟的一处宝殿 内供地藏菩萨今身像 名为地藏正殿 大殿内 数百小僧端坐仆团上 目光齐齐 看向大殿前方正在讲经的老和尚 世人苦 一切众生从无始来 种种颠倒 犹如迷人四方异处 老和尚讲得入迷 大殿内只有他一人的声音回荡 然而 就在这时 下方响起一阵嘈杂 打断了他 老和尚双目睁开 闪过一抹韵怒 刚想呵斥 抬下众僧 却见众僧一个个做吃惊状 看向他的身后 他下意识转身去看 却见身后不知何时 爆发出一阵耀眼的霞光 霞光包裹着地藏精神菩萨像 缓缓抬起了头 他半眯的双眸睁开 望向大殿外 目光仿若穿透无尽疆域 将整个罪周一览无余 而后 地藏王佛像的双眼 忽然落下一滴鲜血 阿弥陀佛 这一声 似黄中大吕 浩浩荡荡 刹那间传遍整个地藏佛门 殿内僧众皆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菩萨像已然恢复了原样 依旧低着头 半眯着眼眸 此眉善目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蒋经老和尚傻眼了 自他出家七十年来 从未见过 甚至听都没听过今日之事 地藏王菩萨 落下血泪 这是大不祥的征兆啊 他回过神来 倒吸一口凉气 朝下面小和尚吩咐道 找人去练妖骨 通知主持 就说地藏菩萨流血泪了 不用啊 一道威严的传来 却见大殿中 不知何时 多出一道身影 他身形魁梧 肌肉奔张 头戴宝冠 身披九宝袈裟 目光炯炯 散发着凶悍之气 正是主持 身为三品境界的高手 他并非时时刻刻都待在练妖骨中 现在佛门长老都在外 他便一人兼顾两处 今日正好回四 刚好撞见了这一情况 见过主持 众人齐声 主持望着地藏菩萨像 看着那两行血泪 双手合十 眼中闪过一抹忧愁 第162章 佛怒降临 地藏佛门成立千年以来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 在佛门当中 菩萨落泪 预示着天下苍生 要遭遇打劫 但这次跟以往还并不一样 地藏王菩萨留下的是两行血泪 血泪更是不祥的征兆 主持 地藏王留下血泪 是不是预示着 最终即将被一场惊天浩劫席卷 那年纪大些的长老 有些不敢相信的开口问道 虽然这是第一次见到 可是地藏王留下血泪 肯定不是在代表什么好事 听到他的话 主持回过神来 叹息一声 手指掐算了一下 想要探测一下天机 看一下佛像落泪 究竟在预示着什么 可是一番掐算下来 他只感觉一片混沌 什么都没有算出来 看到主持这一副挂满忧愁的表情 其他人也意识到了 恐怕情况不容乐观 主持 怎么样 可算出来什么 老僧开口问道 主持微微摇了摇头 没有 只推演出一片混沌 没有推演出这大劫 究竟要因在何方 听到这 众人脸上纷纷闪过压抑之色 最恐怖的事情 是明知有大劫将近 却不知这大劫什么时候到来 多世之秋啊 下方有人叹息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现在地藏佛门内部空虚 十七个长老 要不就是在成国 要不就随着天行一起 前往了南极之地 偌大的地藏佛门 只剩下主持一个高端战力 而且还要兼顾练妖谷 这让众人心中 都有些忐忑 那老僧再度开口 问道 敢问主持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文言 主持微微摇了摇头 如今的局势 我们好似 身处迷雾之中 看不清前路的方向 提前做什么准备 也无从谈起 未经之计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所谓兵来降挡 水来土野 只要坚持下去 总会看到 事情发生转机的那天 说完这句 不知道为什么 他脑海中忽然闪过 赵小云的面孔 或许 转机就在他的身上 魔眼斩魂刀解封 所带来的异象 在整个罪周 都掀起了渲染大波 可是造成这一切的 始作俑者赵小云 却浑然不知 赵小云感觉自己 整个人好像一片破碎的镜子 每一块碎片 都在演化不同的人生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感觉自己 正在逐渐地失去自我 仿似与万千怨魂 要融合一体 一旁的气灵 谋中闪过癫狂 一切都如同 他所预料的那样 只有四瓶的赵小云 根本扛不住 魔眼斩魂刀 晋升时的冲击 最终的结果 只能是与魔眼斩魂刀 合为一体 成为他这个气灵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 他便可以彻底地恢复自由 甚至还多出了一副躯体 成为一柄活着的魔器 放眼整个最终 乃至于外周 这都是绝无仅有的 想要练化我 跟我融为一体吧 魔眼斩魂刀 嚣张地大喊 然而 正当他得意的时候 沉迷在 无尽怨魂记忆当中的赵小云 冥冥之中 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检测到宿主 欲要打破人鬼界限 转变为怨灵泰 触犯戒律 获得奖励 如来神掌 残偏 毫无意外 出生的正式系统 佛门有戒律 人鬼殊途 当然 这个鬼并不是 严格意义上的人死后的灵魂 最终归宿应当是冥界 在冥界当中 洗清自身留下的因果 而后便投身与轮回之中 转世投胎 这个过程是很正常的过程 死后的魂 虽然也会被称为鬼 但是跟人鬼殊途里的鬼 完全是两个概念 这人鬼殊途当中的鬼 有很多概念 有强留世间 不愿意进入轮回当中的鬼 也有因为想要求取长生 动用神通 将自身改变为怨灵状态 妄图跳出生死轮回的家伙 赵小云现在这种状态 就非常符合第二种 动用你推荐手段 强行将自己转变为 灵魂形态的家伙一样 系统声音落下的一瞬间 轰隆隆 外界被魔器覆盖的天地 忽然传来了浩大的雷声 隆隆之声 汗天阵地 宛如一尊兽皮大鼓 在众人耳边敲响 伴随着雷声的响起 外界所有人 都感觉仿佛有一个 尊恐怖的存在 将目光投射到了这个位置 仅仅是一个目光 便带给人无上的压力 仿佛有一座大山 压在了众人的背上 不好 是佛怒 王太安最先感受到 这股气息的来源 正是传说中 大名鼎鼎的佛怒 下面那人 竟然真的是佛门之人 他触犯了佛门大律 引来了佛怒 王太安惊呼 他震惊的原因 并不是为佛怒恐怖的威势 而是为赵小云 他惊讶 赵小云竟然引来了佛怒 这说明 他身上的佛光 并不是伪装出来的障眼法 而是切切实实的佛光 佛怒景象 不过 这股震惊只持续了一瞬 随即便消散了下去 哼哼 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在这个时候 引来了佛怒 倒是省了我们一番功夫 佛怒的恐怖 他们也有所耳闻 佛怒降临 就算是菩萨金刚 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更别说下面那个 只有四瓶的小和尚了 这家伙肯定 只有被佛怒焚烧 成为灰烬一个下场 原本他还在忧心 该会磨研 斩魂刀晋升成功 他们要怎么才能阻止 两人到地藏佛门支援到来 毕竟魔器虽小 但威力却堪比天阶仙气 远非他们所能抵抗的 所以 想要拖着两人 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不过现在 佛怒的到来 却让他们的担心 变成了多余 凭借这次佛怒 所表现出来的威力 就远超天人竞强者出手 在如此恐怖的佛怒之下 下面那个和尚 还能扛得住 这就是魔器带来的不祥吗 仅仅只是练话 就招惹来了佛怒 这也太邪门了 怪不得记载上说 就连仙神经的绝世大能 都不愿意招惹魔器 没错 太可怕了 这两人也真是倒霉 竟然招惹魔器 不知死活 第163章 佛问迦兰 其他玄天道宗的弟子 也是议论纷纷 这股伟岸的 佛怒的气息 距离赵小云最近的清瑶 自然也感受到了 这气息是 在这恐怖气息之下 清瑶只感觉到 自己的灵魂都在发生扎力 他秀气的面容上 顿时染上一抹震惊 跟佛门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 他自然能感觉到 这股恐怖的气息 就是传说中的佛城 不对 这股气息 要远远超过一般的佛城 而能产生这种恐怖压力的存在 除非地藏王菩萨清灵 否则便只有一个可能 那便是佛怒 严格意义来讲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目睹佛怒降临 之前在连妖鼓 跟赵小云发生荒唐事的时候 佛怒就曾要降临 这股诡异的力量忽然消失 希望这次也能平安 青瑶站在不远处 眼中充满了担忧和无奈 他的双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却无能为力 突然 一切变了 佛城原本强大无比的威压 突然消失了 就像从天而降的噩梦 在瞬间结束 与此同时 赵小云意识深处 赵小云陷入了深深的怨魂记忆之中 他的意识漂浮在一个无边的黑暗中 怨魂的每一块碎片的记忆 都像锋利的刀刃 划破他的灵魂 他虽然不知道 外界发生了什么 但心底却有一种紧迫感 仿佛不从这里出去 就再也无法出去了 但是他越着急 就越找不到出口 这里仿佛迷宫 无时无刻不再变换 仿佛是一尊被汗死的牢笼 永远找不到出口 他尝试着想要冲破这牢笼 然而 意识状态下的他 根本没有外面的无穷伪力 每一次撞击 都会给他添上一道伤痕 数次撞击下来 他现在的身上布满了伤痕 仿似碎片 下一刻就会崩碎一般 累了 毁灭吧 赵小云不知道撞击了多少次 最终无力瘫倒在虚空中 就在他即将想要放弃的时候 忽然敏锐地注意到 天空之中闪过一点金色的光芒 那是一只巨大的手掌 闪耀着神圣的光辉 带着一股庄严神秘的力量 那手掌似乎是宇宙的中心 蕴含了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他无比巨大 每一道掌纹 都好似山川大河般 雄浑壮阔 那手掌从天而降 携带无穷力量 那些由无数怨灵化成的记忆牢笼 看似坚不可摧 但在这一掌之下 却宛如一块薄玻璃般 但凡被这手掌所触碰到的地方 所有一切全部化为积粪 赵小云看着这一切 有些恍惚 思维因为正在跟记忆碎片缠斗 变得有些迟钝 直到那手掌落在他额头 不 毫无征党的 手掌碎裂 变为点点筋芒 涌入他脑海当中 这一刻 赵小云感到自己 仿佛获得了无穷的力量 他的意识逐渐清晰 而那些怨魂的记忆 也渐渐退去 口中轻轻念叨 如来神掌 第四是 佛问迦兰 清瑶不可置信地仰望天空 呼吸停滞 几乎不能相信 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幕 口中痴难道 怎么可能 居然又是这样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 经历佛城消失在面前这种场面 但是再次目睹 清瑶还是感到无法理解 他张大的嘴巴 但发不出声音 脸上写满不可置信 他的眼神在空中四处飘移 想要找到 令这恐怖佛怒消失的源头 由于是第二次 他的表现 已经足够镇定 与他相比 站在远处的山峰之上的王太安 则是直接直接傻了眼了 他还在跟身旁诸位师弟 解释佛城的恐怖 不可阻挡 然而他刚说完 佛城就消失了 真就直挺挺地消失在自己眼前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若非是身上 因为对抗威压留下的疼痛 他甚至会以为 刚刚的那一期期 都是自己出现的幻觉 这 这怎么可能 太安抬头仰望天空 倒吸一口凉气起他 最终发出颤抖的声音 声音中充满了怀疑和困惑 佛怒 竟然消失了 颤抖的手指触摸自己的脸 仿佛要确认 这一切并非梦境 佛怒的力量 就算是菩萨金刚 也不可立敌 怎么可能就这么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难不成是他们两人背后的 那个天人静强者出手 替他们驱赶走了佛怒的力量 有弟子好奇的猜测 但很快便被王太安否定 不可能 佛怒的恐怖 那是连点燃神火的菩萨 不要畏惧地存在 天人静的强者 虽然实力强大 但在点燃神火的爵士仙神面前 跟蝼蚁没什么区别 王太安开口说道 虽然天人静界的强者 在他们这群王侯静界的修饰面前 好似一座山峰般高不可攀 但在佛怒的面前 只有被焚烧成为灰烬的份 刚刚佛怒出现 那位天人静强者 只怕有多远跑多远 怎么可能出手帮忙驱逐佛怒之力 说吧 他低下头 目光放到了赵小云和青鸟两人身上 却见赵小云依旧保持着刚刚的姿势 仿佛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 的笑容将在脸上 眼睛瞪得像同龄一样大 就像被雷击中一样 他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却没有发出声音 仿佛失去了语言能力 这两人 居然设什么事情都没有 原本 他满怀幸灾乐祸的心情 认为两人将会在佛怒之下覆灭 可是 佛城竟然消失了 而两人却什么事情都没有 他的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和怀疑 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 自从遇到这两人 发生的怪事 实在是太多了 先是魔眼斩魂刀被触怒 然后又团灭几十个王侯境界的怨灵 最后那个家伙 明明是佛门之人 身上却有深渊那个妖魔之主的气息 而后又是魔眼斩魂刀解封 晋升天间魔气 眼下又发生了佛怒降灵 却被驱散的诡异之事 诸此种种加起来 让他看两人的目光中 带上了一丝恐惧 一股说不清 道不明的疑云 笼罩在两人的身上 以至于 两人明明就在那里 他却无论如何都看不清 第164章 意识回归 佛怒的气息 不只是外界 就连魔眼斩魂刀内部的气灵 也感受到了 然而 由于他此时特殊状态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股恐怖的气势忽然出现 然后忽然消失 除了让他产生了刹那的心迹之外 并没有造成更多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他暗骂一声 目光转回赵晓云身上 眸中闪过一抹贪婪 有了这个家伙 他便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气灵 而是彻底成为魔眼斩魂刀的主人 凭借这柄天阶魔气物 假以时日 他便拥有向深渊复仇的能力 他越想越期待 但就在这个时候 赵晓云的意识体上 忽然冒出一阵金光 这金光辉弘浩大 神圣祥和 给魔眼斩魂刀内部 无穷无尽的虚空 带来一丝光亮 仿佛黑夜结束 升起的一缕阳光 在这光芒出现之后 赵晓云忽明忽暗 飘忽不定 几乎快要碎裂的意识体 忽然间安定了下来 正在扩张的裂痕停下 一股无形力量 填补了那些裂痕 开始缓缓消失 这 怎么可能 气凌看到这一幕 下巴惊得都快掉了下来 这里是魔眼斩魂刀的内部 所有力量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怎么可能突然出现一股力量 瞒过他的感知 帮助赵晓云 这根本就不可能 然而 在他的注视下 赵晓云身上的金色光芒 愈发赤胜起来 整个意识体 变得如同骄阳 彻底照亮这方天地 伴随着光芒的出现 一股浩瀚无边 重高伟岸的气息 从赵晓云身上传出 向四方席卷 气凌同样感受到了这股气势 他半透明的身体 产生一种飘摇之感觉 在这股力量面前 他感觉自己 就像是一夜在大海上航行的偏舟 随时会被惊涛骇浪掀翻船只 丧身海底 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气凌惊慌大吼 想要凝聚起更多的怨念 进入赵晓云灵魂当中 将他彻底同化 然而 这一切都是无济于事 随着那金色光芒愈发耀眼 赵晓云那双紧闭的双目忽然睁开 某种隐约间有句大手掌 从天而降 魔眼斩魂刀 炼化吧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 声音中听不到任何感情 此时他的意识不再虚弱 在光芒映衬下 他就仿佛一尊从神话中走出的金身罗汉 神圣威严 伴随他这一声 魔眼斩魂刀最后一丝烙印 被他彻底炼化 这一刻 他跟魔眼斩魂刀产生一丝莫名的联系 有种如必指使的感觉 轻轻一挥手 外界的魔眼斩魂刀忽然疯狂颤抖 拔地而起 忽然间的一动 吓坏了青鸟 短短一天不到 他先后经历了魔眼斩魂刀晋升 佛怒临头 心神早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稍微有些风吹草动 都会让他担心不已 至于另外一边 玄天道宗的几个弟子 看到这一幕 更是惊呼 魔眼斩魂刀动了 这是怎么回事 有弟子惊讶 经历了这么多 他们现在就是感觉一团乱 今天发生的任何一件起事情 无疑不再冲击着他们 过往形成的常识 王台安听到这一声 眸中闪过一道金光 震惊到 以念灰刀 魔眼斩魂刀 被那家伙炼化了 王台安没有掩饰声音中带着的惊讶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他还没从刚刚佛怒的忽然消失之中 回过神来 下面那二人 就已经将天阶级别的魔眼斩魂刀炼化 这可是一柄天间魔器啊 炼化难度跟盗器时期相比 难度倍增 结果就在这一眨眼的时间里 炼化成功 这如何不让他震惊 这就炼化成功了 这么简单 道祖在上 下面那两人究竟是怎样的妖孽啊 玄天宗弟子们纷纷惊呼 但是相比之前 他们这次的表现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因为经历了那么多次震惊 他们已经对两人的表现提高了预知 就在外界因为魔眼斩魂刀的异动 一轮纷纷的时候 魔眼斩魂刀内部 清醒过来的赵小云 长舒了一口气 目光转向一旁 正沉浸在惊讶中宛如一尊雕塑的气灵 现在的他 已经是魔眼斩魂刀之主 可以任意掌控气灵 说着 他伸出一只手 向气灵拿去 刹那间 那一只手掌变大 顶天立地 散发惶惶之威 刹那便向气灵覆盖了过去 毫无意外 气灵直接被他这一掌拿住 他想跑 但是被赵小云控制 根本动弹不得 在这无比巨大的金色手掌面前 气灵的身影 就好像一只蚂蚁 赵小云摊开手掌 看着掌中 如同一粒沙般的气灵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赵小云开口 声音在这方天地回荡 重重叠叠 宛如神音 现在的他们 就好像西游记中 猴王被如来抓在手心的那一幕 发觉赵小云看向自己 气灵此时也回过神来 好强大的辅导力量 你究竟是谁 他咽了一口并不存在的口水 痴痴地温饱 虽然刚刚朦胧中 察觉到外界同时出现 佛魔两种力量 但是他并没有过于在意 只以为是佛门当中 有人在截杀眼前 这个融合了深渊宝谷的青年 但是现在 更浓烈的佛道气息 从眼前人的身上传了出来 他这才意识到 面前这家伙 竟然同时掌握了佛魔两种力量 气灵主意时 乃是罪州上一代妖魔之主 赵小云身上的这种情况 他从未见过 哼哼 我就是我 魔眼斩魂刀的主人 赵小云 赵小云露出和蔼的微笑 虽然这气灵不怀好意 差点将他意识覆灭 不过他却因祸得福 获得了如来神掌的残片之一 第四是 佛问迦兰 而且还让魔眼斩魂刀完成晋升 他现在身为魔眼斩魂刀之主 感觉魔眼斩魂刀 比之前提升了至少十几倍 并且多出了许多 他目前都不是很了解的微能 赵 小云气灵喃喃一声 谋中闪过一丝畏惧 赵小云 我害了你 你打算如何处置我 第165章 近在掌握 听到他这么问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你想要什么处置 讲道理 他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魔眼斩魂刀的气灵 如果有选择的话 他宁愿直接将这家伙抹杀了 可是 虽然他能控制气灵 但是如果将气灵抹杀 这柄天接的魔眼斩魂刀 将失去很大部分微能 直接变为一柄普通的玄阶法器 当然 基本质依旧是天接法器 并且经历漫长岁月之后 还会诞生其他的气灵 但是这需要数不清的岁月沉淀 在此之前 这柄天接法器 相当于废了 赵小云自然不会办这么蠢的事情 这可是 一柄天接法器 就算是地藏佛门都没有的宝物 怎么可能就这么毁灭 在此之前 他的确有过将魔眼斩魂刀 送到索妖塔镇压的想法 但在真正成为这柄刀的主人之后 他的想法发生了一些改变 有这柄刀在 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可以傲视所有三品强者 甚至有希望可以越阶与二品境界的强者一战 这对于身处在十万大山这种十分险恶环境当中的他来说 十分有必要 这么强的魔眼斩魂刀 如果就直接送索妖塔 太过浪费了 而如果就这么放过这麒麟 赵小云心里却过不去这道坎 他刚刚可是差点生死 从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后 他还从来没有距离死亡这么近过 如果不成借这瞎活一番 赵小云心里都过不去那口气 随着赵小云思考的深入 他面色变换不定 而见赵小云迟迟不说话 魔眼斩魂刀气灵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哼 有本事你就灭了本灵吧 他佯装硬气地说道 虽然他也知道 失去了自己 魔眼斩魂刀便相当于丧失了绝大部分的威能 但是 魔眼斩魂刀毕竟是天接武器 只要时间拉得足够长 总会诞生新的气灵 所以他的存在 说重要 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只要赵小云狠地下心 甘愿付出时间成本 总有办法的 虽然他并不想死 但是曾经身为妖魔之主的尊严 不允许他向赵小云求饶 故而 与其被动地等待赵小云的审判 不如自己主动开口求死 这样倒也不惰自己当年留下的威名 同时 也能换一个解脱 自从他被深渊杀死 倒成为魔眼斩魂刀的气灵 过去了足足数千年 只成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动力 不过是向深渊复仇而已 但是现在 他复仇的最大底气 全被赵小云给搅黄了 即便是魔眼斩魂刀 未来可能会有的不祥气韵 那也是 硬在赵小云身上 而非深渊身上 可以说 他已经丧失了 亲手向深渊复仇的机会 报仇无望 生死又被掌握在面前人的手中 气灵给长心累 加上这千年下来 他也罚了 就这样死了其实也挺好 换的一个解脱 从此淡出历史 尘归尘 土归土 说话间 气灵闭上了双眼 坦然接受死亡 这一句 将赵小云从思考中拉了回来 看着一副坦然求死模样的气灵 他眼睛当中 闪过一道奇怪的光芒 谁说要抹杀你了 他摇了摇头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我已经告诉你了 平僧我乃是佛门之人 从不杀生 即便你有心害我 我也不会杀你 赵小云一本正经的说道 他当然不会杀气灵了 杀了他 辛苦获得的魔眼斩魂刀 就变成了烧火棍 他才不会办这么蠢的事情 听到赵小云的话 气灵睁开眼睛 某中闪过一道莫名的光芒 那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一马 他态度转变得非常快 当然 他并不相信 赵小云说的什么 佛门之人不许杀生之类的鬼话 这和尚留着自己 很明显是因为 魔眼斩魂刀天机的潜力 根本不是为了 那什么佛门规矩 既然如此 他只好转变策略 放低自己的身段 以请求赵小云的宽恕 他正想着 赵小云的忽然开口问道 当初你冒犯深渊 他是如何处置你的 听到这话 气灵忽然浑身一震 脑海中一段隐藏的 很深的记忆被重新唤醒 深渊不仅实力无双 在残酷方面也是绝无仅有 火狱 雷击 各种各样折磨他的手段 层出不穷 想到这 气灵浑身打了个寒颤 嘴角勾起 一抹僵硬的微笑 您问我这个干什么 心中却不由自主地怀疑道 这小子 该不会是想像深渊那样折磨我吧 不行 这家伙看起来年纪不大 又是出掌握魔眼斩魂刀 应该不知道 什么惩罚气灵的手段 不能如实将这些告诉他 气灵心中疯狂思索 然而 他却不知道 他心底所想的一切 全部被赵小云所知晓 赵小云虽然是魔眼斩魂刀的主人 可以随意控制气灵 然而魔眼斩魂刀的气灵 乃是继承了被深渊杀死的 上一任妖魔之主的意识 属于外来意识 因此他并不清楚 这家伙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不过 这对赵赵小云来说 却不是哀问题 刚刚系统奖励了他如来神掌的残片 佛问迦兰便有他心通的功能 只要被手掌触碰 便可掌握对方所思所想 而现在 气灵就站在他的手掌之上 所以 气灵脑海中所思所想 他已经全部掌握 这时候 气灵还在想 这赵小云乃是佛门中人 能懂什么惩罚手段 只要我不告诉他 他也没地儿了解去 而等他了解那些手段后 说不定气早就消了 听着气灵在脑海中窃窃私语 赵小云嘴角忽然勾起一抹微笑 他忽然间 想到了一个惩罚气灵的措施 于是开口道 你莫要想太多 深渊那些手段 有伤天理 平僧乃是佛门之人 劝人向善 断不会做出如此事情 他先是宽慰了气灵一声 听到这话 气灵眼中闪过一道得意 什么有伤天理 你是压根就不知道吧 第166章 陈福 赵小云的反应 在气灵看来 完全就是在装样子 但是 赵小云忽然轻轻挥了挥手 忽然间 一道紫色天雷 从天而降 宛如一只紫色的蛟龙 重重落在气灵的身上 伴随着剧烈的滋滋声 刹那间 紫色雷电在其身上分化出来 化作千百条紫色小蛇 钻入气灵的体内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气灵完全没反应 他此刻还满心以为 赵小云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惩罚自己 然而 这一紫色雷霆 落在他身上的时候 一股来自灵魂深处的剧痛袭来 让他面色骤变 怎么可能 他惊呼一声 整个身体开始颤抖 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 看着赵小云 眼中流出一抹不可思议 刚刚那一道雷霆 是神渊最拿手的一招 名为落天之雷 专门针对于魂体 尤其是针对他这种 原本生灵 转化为气灵的存在 传说中的落天之雷 是非常恐怖的一项神通 可以斩杀二品境界的存在 当然 这并不是真正的落天之雷 而是魔眼斩魂刀 这柄天间魔器之内 规则演化的产物 可以拥有部分落天神雷的威能 就比如对魂体的伤害 这一招 明明只有深渊才能掌握 你怎么会 气灵稳定住身形 看向赵小云的目光当中 闪过一抹震惊 落天神雷这项隐秘 只有深渊才能掌握 除了他之外 其他人根本不了解 而这个小和尚 怎么可能掌握这项神通 气灵内心的惊恶 全部通过佛问 加兰的他心通功能 被赵小云金属知晓 他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 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对气灵说道 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不必知晓 平淡的声音 在黑暗的虚空中扩散 让气灵的内心 再度翻涌起惊涛骇浪 他张大嘴巴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目光流出呆滞 他是怎么知道 自己内心在想些什么 气灵惊惧 他此时 感觉自己浑身 被看了一个通透 站在赵小云面前 有种站在悬崖边的感觉 赵小云不经意间 展露出来的 可以准确猜中 气灵内心的想法 让其陷入震惊当中 气灵的这般反应 赵小云非常满意 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继续道 你只需要知道 我自有惩罚你的方法 这一声 他声音加重几分 犹如一声雷霆 然后声音又忽然缓和了下来 不过 我佛门中人 不惜残酷手段 只要你能是安分守己 偿还自身留下的罪恶 我便不会对你使用那些手段 说这句话的时候 赵小云声音放缓了许多 与气宛如春风和面 听到赵小云的话 气灵眉目当中 闪过一道莫名光芒 旋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 尝试着问道 我该如何偿还罪念 此时他的态度 相较于之前 变好了很多 不再有身为天阶魔气气灵 以及曾经身为妖魔之主的傲气 因为他虽然身为气灵 是整个魔眼斩魂刀的核心 但他却唯独掌握不了自己的生死 除非法气之主 想要将他抹杀 否则他就只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正是因为此 他当年在深渊手中 可谓是生不如死 在其各种惨烈手段的折磨下 无数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根本做不到 所以他才会对身上 有深渊气息的赵小云那么抗拒 想要置其余死地 也因为此 他刚刚才想要求死 然而 赵小云并非向外表看上去那么简单 这家伙不仅同时掌握了佛魔两种力量 甚至还可能拥有他心通 这种可以读取人 心底所思所想的恐怖神通 并且通过这些从自己手中 知晓了深渊之的大魔头 折磨自己的一些手段 所以 现在的他 必须彻底放下身段 不能惹怒赵雄奥运 如果一个不小心触怒了他 被其用手段惩罚 他没有一丝一毫反抗的机会 而且 说不定还会重蹈当年的覆辙 被赵小云用恐怖手段一次次的折磨 现在就是不知道 这家伙会让自己用什么方法偿还罪念 不过听说 佛门最喜欢搞格尔卫音那一套 气凌在心中的嘟囔 自然瞒不过赵小云 他眸中闪过一道亮光 嘴角勾起微笑 道 想要偿还自己的罪念 很简单 他说着 环顾四周 却见这方空间被无穷无尽的魔器充满 并且随着吸收外界的魔器 这方天地的魔器 还在变得愈发聪明 这些魔器 都是魔眼斩魂刀所淡 凡外界之物 被魔器所染 草木枯死 江河断流 有伤天河 故而这刀我只会暂时持有 终有一天 他将被放入炼妖塔当中阵风 赵小云开口 声音平淡地道 而后看向气灵 跟其充满疑惑的目光对视在一起 希望你能日日送念度化新生的魔器 听到赵小云的话 魔眼斩魂刀气灵的眸中 当即闪过一抹奇怪的光芒 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赵小云竟然会这样安排自己 自己一个天下绝无仅有的魔器的气灵 竟然要修佛 还要度化自己魔器 气灵搞不明白 赵小云为什么要这么做 魔器越多 魔眼斩魂刀的实力也就越强 威力也就越大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而且 自己身为魔器气气灵 对佛道之力有先天排斥 像是佛光这种 什么伤害 但是沐浴在其中 会给他带来一种先天不适 让其自己修炼佛法 度化魔器 这就跟让太监形式一样荒诞 这 气灵掐断思绪 刚想跟赵小云说一说难处 让对方换一个方式 然而他刚抬起头 就跟赵小云目光交汇 赵小云目光平静 但却给还气灵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浑身打了个机灵 刚刚打算说出口的话 堵在嘴边 无论如何都说不出来了 赵小云见状 嘴角勾起微笑 佛问佳兰在 气灵在想什么 他全部清清楚楚 他之所以向出这么一个方法 其实是驯服气灵的一部分 第167章 担忧 目的是 确立自己的地位 让魔言 斩魂刀气灵 对自己提起敬畏 从而能减少很多麻烦 这一点 还是他之前在蓝星打工的时候 从资本家老板手底下学到的 目前来看 效果很不错 另外 你若表现得好 用功努力修行佛法 他日谋认封刀之时 我还你自由 打一棒子 给一个甜枣 赵小云也能看出来 眼前气灵对自由的渴望 已经刻入骨髓 用这件事作为诱饵 让其全心全意为自己卖命 身为魔言斩魂刀的主人 他自然拥有一句话 更换气灵的能力 总之到时候 放不放全凭他一句 如果气灵能好好配合他 别给他上眼药 整出什么幺蛾子 那他自然会说到做到 而如果气灵依旧像现在这样 有事没事 就给他找麻烦 那他自然也不会心软 深约能使的手段 他一样能够全部使用出来 保证让气灵爽上天 而另一边 听到赵小云说的 要给他自由的话后 气灵的某种忽然一震 闪过一抹不可置信的光芒 自由 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 他已经很久没听到了 自从成为魔言斩魂刀的气灵以来 他便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这片暗无天日的虚空 整日遭受深渊的折磨 自由两个字 对他而言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而现在赵小云竟然愿意给他自由 气灵微微一震后 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 自己可是魔言斩魂刀的气灵 让自己脱离魔言斩魂刀 要耗费巨大的资源 不仅如此 魔言斩魂刀 这柄举世罕见的天间魔器 也将就此彻底报废 在未来千年的时间当中 无法动用 失去威能 为了自己这样一个气灵 牺牲一柄天间魔器 这种事情 没有人会做 甚至说 能做出这种事的人 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他很难相信 赵小云说的是真实的 他怎可能就这样 放过自己一马 加上他生前乃是罪周上一任妖魔之主 绝对算得上最强的人物之一 怎么可能就这样 轻易相信了赵小云 空口白牙一句话 所以 当听到这句话的第一时间 他心里已经涌起 99%的不相信 不过 万一呢 即便有99%的几率为假的 甚至有可能只是 赵小云随口一说而已 但毕竟还剩下 1%的可能 就是这1% 万一实现了呢 气灵脑海中 忽然闪过一道光芒 在这片暗无天日的世界里 他已经呆够了 现在的他 对自由的追求 已经到了一个 十分可求的地步 只要能达到 哪怕只有1%的希望 甚至0.1%的希望 哪怕这希望是假的 虚无缥缈的 他也要去争一下 不会就这几样 轻而易举地放弃 不就是念经吗 只要能出去是 不当这个气灵 哪怕天天让我 我也愿意 气灵心道一声 随即身上那股高傲的气势 顿时消散 而他这一切转变 全部被赵小云 尽收眼底 有效果 赵小云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某种闪过一点精芒 看来他的胡萝卜加大棒 战术是有效的 精准拿住了魔眼斩魂 刀气灵的痛点 对自由的渴望 只要拿准了这个痛点 接下来的事情 就任由他掌握了 很好 有道是出家人不大狂语 只要你能一心向佛 那平僧自然会说到做到 赵小云安慰道 哎 希望你说的是真的吧 气灵在内心中叹息一声 他重获自由的希望 全部都在赵小云一个人身上 他没有反抗的余地 掐断思绪 某一切按您说的做 说出这话的瞬间 他彻底败道与赵小云麾下 紧接着 赵小云传了他两句 地藏法神经当中 度化魔器的经文 这里的魔器量实在太强大了 随后意识便直接离开了这处空间 外界 赵小云紧闭的双眼 微微睁开 与此同时 由于魔眼斩魂刀被炼化 又疯狂吸收魔器 晋升为天间魔器 南极之地核心笼罩的魔器 吸薄了几分 原本浓稠到 几乎结为实质的力量 此时只剩下薄薄的一层 已经隐隐能看到 有阳光透过魔物 洒落在这片土地之上 不只是核心区域 被魔眼斩魂刀聚拢在外围的魔器 因为魔眼斩魂刀认主 故而失去了束缚 开始向天地间四散去 很快 他们便会消散于天地间 而经历千年浩劫的南极之地 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后 能够重新诞生出一部分生命 赵小云睁开双眼 伸出手指 轻轻一点 口中轻斥道 收 刹那间 魔眼斩魂刀剧烈震动 原本高耸如山峰般的刀身 猛地开始变小 最终变为 可以供赵小云手持的大小 赵小云满意地点点头 将这刀放到了储物戒指之内 但是魔眼斩魂刀 便小引发的异动 却成功 将青瑶和一侧山峰之上 正处于震惊当中的几名玄天宗弟子 拉回到了现实当中 看到魔眼斩魂刀 被赵小云收起 青瑶原本警戒的眼神 瞬间放松了下来 三两步跑到赵小云身边 魔中留出一抹关心 问道 情况怎么样了 听到青瑶的关心 赵小云微微摇了摇头 任务完成 魔眼斩魂刀已经被我收服了 听到这话 青瑶上下打亮了赵小云一眼 刚刚你情况很糟糕 我差点以为 没事的 都已经过去了 赵小云出声 安慰道 刚刚的经历 他现在回想起来 也有点心有余悸 魔眼斩魂刀近身 他的意识在无数怨灵的冲击下 差点破碎 便为他们其中一员 若非关键时刻 系统奖励了他 一势如来神掌 恐怕他现在已经是 那些怨魂当中的一员了 这也让他提起几分小心 虽然他拥有系统 并且在战斗力方面 拥有了堪比二品的力量 但是还是不能小瞧其他人 从而放松警惕 不然 这次有系统搭救 那下一次就很难说了 正在他私存的间隙 忽然青瑶警戒地 看向一侧山峰 第168章 废物而已 有人来了 青瑶眼睛一眯 死死盯着不远处 转眼间 几道身影飞速前来 停在了青瑶不远处 围首的王泰安 看着毫发无损的赵小云 眼里全是震惊 赵小云 你 你竟然 竟然真的把魔眼斩魂刀收了 王泰安语气激动 对面的赵小云 就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赵小云怎么能不知道 眼前玄天宗这些人 要干什么 不就是想过来找事吗 但现在的他可不怕 王泰安见赵小云这般 咬紧牙关很声道 哼 赵小云 你身为佛门的人 竟然收复了魔眼斩魂刀 你说 这难道没有问题吗 不等赵小云回答 青瑶就站出来冷笑道 赵小云有没有问题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劝你 现在赶快给我闪开 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王泰安一愣 指着赵小云阴冷道 好啊 赵小云 你一个佛门弟子 现在跟这些妖魔勾结在一起 这件事情 我们玄天宗绝对不能坐视不管 一个小小的玄天宗 竟然口出狂言 还要管赵小云的事 我刚才就告诉过你们 要是不滚 就别怪我不客气 现在你们还一步步的挑战我的底线 青瑶声音冰冷 眼睛也一眨不眨的 看着面前的这些人 他的这话一出 王泰安只感觉浑身一凉 身后的弟子 也全都感觉双腿一软 这 这妖魔实在是太恐怖了 要不然 不然咱们 还是赶紧撤吧 是啊 赵小云现在已经把魔眼斩魂刀收了 咱们一时半会 也不能怎么着他 就是啊 况且我们还不一定能打得过面前的妖魔 青云宗的这些弟子 吓得缓缓地往后退 王泰安当然注意到了身后的动静 他转过身来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这些人 我看谁敢跑 今天 你们要是敢跑 以后 你们就不再是我青云宗的人 王泰安这话 让那些弟子停住了脚步 青瑶看着这一幕 忍不住大笑道 哈哈 你们青云宗也不过如此 我就是吓唬了两句 你们这些人就要逃跑 咋咋咋 还真是废物 赵小云看着这一幕 无奈地摇头道 青瑶 不要跟这些人废话了 咱们速战速决吧 青瑶回头 对着赵小云点点头 既然赵小云发话 那他就不啰嗦了 然而 不等青瑶回头 王泰安就趁气不备 猛地朝青瑶冲去 抬手直接朝他拍了过去 碰 青瑶立马回神 眼神阴冷地看着偷袭的赵小云 两人对拼在一起 轰隆隆 整个地面都在剧烈震动着 仿佛随时都会坍塌一般 本来晴朗的天空 瞬间变得阴暗 天空中电闪雷鸣 狂风呼啸 咔嚓 忽然间 天空中出现了一道 巨大无比的闪电 照亮了黑夜 同时也将两人的脸照得通明 轰隆 又是一声惊雷乍响 天空之上乌云密布 仿佛要下暴雨一般 而就在此时 两人却没有丝毫停手的意思 碰 忽然间 王泰安的双臂之上 传来一阵剧痛 整个人被击退几步 身体晃荡着 噗哧 王泰安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满脸震撼不已地看向轻尧 此刻 轻尧的眼睛里 充斥着嗜血的杀意 双眸之中的鸿芒 如同实质一般 他一步一步走进王泰安 每踏出一步 都会发出雷鸣般的脚步声 并且 每往前踏出一步 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被抽干了 此时的他 浑身散发着 令人窒息的恐怖压迫力 如同魔鬼灵世一般 让人心生畏惧 你 你 王泰安看着轻尧一步步逼近自己 吓得不轻 结巴了半天 也没能说出话来 他想逃跑 可是双腿 却像灌签了一般 根本卖不动半分 轻尧缓慢地 走到王泰安身边 伸手抓住了他的衣领 然后一把把他提了起来 你 你 你要做什么 我告诉你 你要是真敢对我怎样 玄天宗不会放过你们的 此时的王泰安 已经被吓破胆子了 连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轻尧微微皱眉 眼神中带着几分不屑 哼 我刚才就说了 你们玄天宗在我眼里就是个屁 还敢跟我们魔子大人叫嚷 显直就是不自量力 王泰安恐惧地咽了口唾沫 他有预感 要是再这样下去 他真的会没命的 该死的 所有玄天宗弟子听令 不阵 他们玄天宗也不是吃素的 既然眼前的轻尧非要来应的 那他就陪他斗下去 只见王泰安一声令下 剩下的那些弟子快速行动 他们迅速地摆成阵形 然后将轻尧包围在其中 一副誓死保卫尸门的架势 轻尧的眼神冷漠 看着眼前的阵法 眼底深处露出几分不屑 王泰安看着轻尧的表情 心头咯噔一跳 心道不好 不过随即镇定下来 他就不相信这阵法没用 杀 王泰安大吼一声 然后一挥手 顿时数十名弟子一拥而上 轻尧冷笑一声 然后抬手猛地挥出 一拳砸下 直接砸碎了眼前的阵法 王泰安等人健壮 脸色顿时难看至极 轻尧的强大 远超众人的预料 王泰安看着轻尧一拳 将他们玄天宗的阵法打破 心中顿时一紧 给我杀了他 他咬牙切齿地吼道 杀 剩余的弟子听闻此言 立马挥舞长剑 冲向了轻尧 刷 刷 刷 数十道光滑闪烁 剑气四射 这是数十道玄阶高级武器 组合而成的剑阵 虽然威力很大 但是在轻尧的眼里看来 却并不算什么 轻尧微微勾唇 然后再次出手 碰 啊 一声惨叫传来 只见王泰安被一道全径机飞了出去 狠狠地摔落在地 嘴角流出鲜血 而剩下的那几十名弟子 也全部倒飞了出去 摔得七零八落的 你 王泰安看着轻尧 一脸的震撼和不敢置信 第169章 退后 让我来 他不敢相信 他们玄天宗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我告诉过你了 玄天宗在我面前 只被成为蝼蚁 你还妄图与我为敌 找死 轻尧冷笑一声 然后缓缓朝王泰安走去 王泰安看着一步步朝自己靠近的轻尧 恐惧地摇着头 住手 就在轻尧伸手的一瞬间 一道暴怒的声音 制止了他的动作 轻尧皱眉 看向发出声音的地方 指尖不远处 输到佛光闪现 紧接着 地藏佛门那些人的身影 出现在赵小云的视线内 看着围守的天行 赵小云眉头一皱 他可就难办了 此时 王泰安本来绝望的脸上 瞬间扬起希望 他果然是神机妙算 提前去地藏佛门请人来了 地藏佛门的人看到赵小云 肯定会将其拿下 到时候 都不用他动手了 想到这 王泰安连忙爬起来躲到一旁 这次虽然损失了不少玄天宗的弟子 但好在最后的结局 没让他失望 跟在天行后面的众长老 在切身实地地感受到 赵小云身上的魔气后 心中最后一道希望也破灭了 赵小云 你身为地藏佛门的佛子 竟然背叛佛门 你 简直就是佛门的败类 有长老忍不住站出来 大声吼道 就是 赵小云 我们地藏佛门 这么辛苦地培养你 结果 你现在竟然跟这些妖魔 私混在一起 不仅如此 你还混成了魔子 赵小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赵小云 现在你还有回头的机会 希望你不要做什么傻事 众长老看着赵小云 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说着 虽然眼前的情况 确确实实是赵小云背叛了他们 但他们说到底 跟赵小云还是有感情的 要是就这样把赵小云给处死 他们也于心不忍 可是 不等赵小云回答 青瑶就一脸严肃地 走到赵小云身边 赵小云 这些人都是地藏佛门的人 看来都是冲着你来的 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 就算咱俩家一起 也不能对付得来 赵小云见状 淡淡道 青瑶 这件事情不用你操心 怎么能不用我操心 你可是我们的摩子大人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赵小云 你先走吧 我留下来拖住他们 青瑶这话一出 赵小云的神色 顿时变得怪异起来 地藏佛门这些人的实力 赵小云再清楚不过了 尤其是今天 就连天行也来了 青瑶根本就对付不了 可现在 青瑶竟然能毫不犹豫地 说出这话 说实话 赵小云的心里 还是非常感动的 赵小云 我们这是再给你机会 你竟然不珍惜 我们地藏佛门 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就出了 你这个败类 地藏佛门的长老 见到赵小云 不仅不搭理他们 反而跟妖魔有说有笑的 顿时都绷不住了 当初 就不该让这个赵小云当佛子 现在 赵小云就是他们 整个地藏地门的耻辱 天行健壮 缓缓上前两步道 赵小云 我们佛门不杀上 可现在 你犯了大忌 如果你能费了浑身修为 跟我们回去的话 这次的事情 相信我佛可以原谅 青瑶见状 连忙警惕地转身 你快走 这里 由我来对付就行 说着 青瑶就准备冲上去 可就在那一瞬间 赵小云拉住了他 退后 让我来 紧接着 在那一瞬间 赵小云寄出了魔眼斩魂刀 论时 魔器席卷整个天地 天地间 就像是被阴云笼罩住一般 看着这一幕 面无表情的天行 终于表现出了一丝愤怒 赵小云 你身为佛子 竟然用这种手段 对付我们地藏佛门 真是让人失望 赵小云没说话 就这样静静地 看着面前人 他并没有打算 要了这些人的命 只不过 是想要把这些人 吓唬走而已 赵小云也知道 这次的行动 深渊都在背后 默默观察着 既然做戏 那就要做全套 所以 他只能在心里 默默地给地藏佛门的人 说声对不起 可对面的人却不知道 那些长老站在远处 指着赵小云一阵痛骂 而赵小云的身后 青瑶看着赵小云 坚定地站在自己身前 心中顿时涌出 一股奇异的感觉 他当然知道 赵小云清楚 这些人的实力 可赵小云 还是义无反顾地 站在他面前 不知道怎么的 那一刻 青瑶的心跳 突然就加快了 少废话 天行 我给你机会 现在带着地藏佛门的人走 要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了 赵小云大喊道 赵小云其实还是希望 在不伤人的前提下 让地藏佛门的人离开的 天行却冷笑一声 赵小云你是在威胁我们吗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地藏佛门 不带走你 绝对不会离开 紧接着 一道刺眼的佛光 席卷整个天地 天行的身影 顿时变得高大起来 而其身后 更是若隐若现的一尊佛像 好好好 天行出手了 赵小云这次 绝对跑不掉了 对 赵小云这叛徒 等抓回去 一定要让他吃点苦头 地藏佛门的长老 神情激动 而此时 赵小云看着面前的天行 不由地叹了口气 好 跟我玩是吧 魔眼斩魂刀 该你上了 这件一瞬间 天行散发出来的无边佛气 就被魔眼斩魂刀的魔气覆盖 随即 一柄漆黑如墨的魔眼斩魂刀 出现在赵小云的手中 这一刻 赵小云的气息变得无比的强烈 仿佛是魔君降临人士一般 好可怕 那 那家伙竟然 竟然能够吞噬我的佛力 天行在感受到那股恐怖的魔气之后 不禁脸色俱变 此时此刻赵小云看向天行的目光中 带着非常大的无奈 他也不想这么做啊 可不这么做不行啊 天行 你真不投降吗 等会我可真就不会手下留情了 半晌后 赵小云看着天行冷声笑道 啊 你太小瞧我了 我天行怎么会那么容易败给你呢 第170章 魔眼斩魂刀不容小觑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真的不客气了 魔眼斩魂刀 破灭万千 下一刻 赵小云就猛然挥舞出了手中的魔眼斩魂刀 魔眼斩魂刀 此时被赵小云用来对付地藏佛门的人 两边本来就相生相克 现在遇上更是威力巨大 一瞬间 整片天空都化为了魔狱 无数的魔火凝聚成了一条巨大无比的火龙 朝着天行扑去 这一击 威力之大 足以摧毁一座城市 哪怕是神王境界的强者 也难以抵挡 哼 看着那冲来的魔火龙 天行冷笑一声 魔眼斩魂刀 给我破 下一刻 天行的双臂一阵 一股强大无比的佛气 便从天行的体内爆发而出 瞬间就形成了一个金色的漩涡 哼 只听一阵惊天巨响 魔火巨龙直接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这一幕 让众多佛门的长老们彻底兴奋起来 赵小云手中的魔炎斩魂刀是何等厉害的武器 他们也有所耳闻 可是此时 天行竟然轻描淡写的 就将魔炎斩魂刀给化解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赵小云根本就不行 想通了这一切 众位佛门的长老都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此时此刻 天行的脸色也缓和了不少 怎么样 赵小云还有什么招式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还是乖乖跟我回地藏佛门 天行看着赵小云说道 哼 刚才只是开胃菜而已 赵小云冷喝一声 随即身体周围的魔气再次暴涨 托 下一秒 赵小云再度一刀斩落下 顿时 滔天的威压朝着天行袭来 天行皱眉看着周围的变化 魔炎斩魂刀的威力 确实不容小觑 不过 赵小云身为佛子 对魔力为什么能有这么强的把控 难不成 就是因为败了深渊为师 天行正在思索之时 赵小云已经来到了他的眼前 小心啊 赵小云 你要是敢伤害天行长老 我们地藏佛门是不会放过你的 对 天行长老 你小心啊 小心那小子搞偷袭 该死的 赵小云 以后 咱们地藏佛门跟这家伙势不两立 这种长老看着前面的动静 心里都忍不住揪了起来 此时 不仅是这些长老 就连青鸟也忍不住担心 地藏佛门天行的实力 他之前也略有耳闻 赵小云说到底 实力也没有天行高 万一真的被天行抓走了 那他回去该怎么跟深渊交代 不由的 轻咬紧张的后背都湿透了 然而 不等他们这些人反应 前面的两人又混成一团 赵小云手持魔火斩魂刀 与天行大战在一起 魔火斩魂刀在手中捂出无数刀芒 将四周的空间全部震碎 轰隆隆 赵小云和天行两个人 一直在空中战斗着 不断地爆发着各种恐怖的招式 将周围所有的东西全部碾压粉碎 一时间 方圆百米范围内 已经被摧毁成渣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而赵小云的攻击 每一击都带着惊天的气浪 所过之处 一切尽皆湮灭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盯着前方的两道身影 生怕错漏任何一个动作 砰砰砰 两人不停地厮杀着 赵小云盯着面前的天行 在外人看来 他对天行发动的每次攻击 都是致命的 可实则不然 他在要击中天行的要害后 都会特地避开 天行的实力 确实是在他之上 可有了魔眼斩 魂刀的加持 赵小云根本不害怕他 甚至可以说 天行根本就不是赵小云的对手 对面的天行 似乎也感受到了赵小云的动作 顿时 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赵小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天行不解道 赵小云冷笑道 我是怎么想的 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 让你带着那些人赶快离开 要不然 我不能保证 有其他无辜的人受伤 天行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他能感受到 有了魔眼斩魂刀后赵小云的威力 如果他真的叛变 跟那些妖魔撕混在一起的话 我才看见他们的时候 就已经对他们下杀手了 可是现在却不是 不过 下一秒 天行使劲地摇摇头 甩掉了这个念头 因为赵小云的下一招 已经朝着他狠狠地袭来 这赵小云肯定叛变了 他之所以在这里拖延时间 只不过是畏惧他们地藏佛门的实力而已 地藏佛门的所有长老加起来 一定能把赵小云给抓回去 想到这 天行趁赵小云不备 转身对着身后不远处的长老点点头 此时 玄天东的王太安也注意到了天行的动作 顿时 王太安的脸上变得兴奋起来 好啊 好啊 地藏佛门 这是要出动所有长老来压制赵小云啊 这下 赵小云说什么也跑不掉了 想到这 王太安揪着的心不由地放了下来 此时 地藏佛门的长老们 也接收到了天行发来的信号 顿时 所有长老准备就绪 朝着空中赵小云的方向冲了过来 然而 不等他们动身 青瑶就站到了他们面前 你们地藏佛门的人竟然这么不要脸 敢在这个时候搞偷袭 我青瑶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们想过去 就先从我身上踏过去 青瑶说得斩钉截铁 对面的长老们冷笑着看着他 还真是不自量力 你一个妖魔 难道能对付得了我们吗 各位 灭了他 说着 几位长老大吼一声 朝着青瑶冲来 此时 正在跟天行周旋的赵小云 也注意到了下方的动静 当他看到地藏佛门的几位长老 朝着青瑶冲去的时候 心里顿时一紧 该死的 本来不想来真的 可现在 不来点狠的 他们 是不会善罢甘休了 想到这里 赵小云看着天行的眼神一变 轰隆隆 只见赵小云将手中的魔眼斩魂刀举过头顶 一道巨大的漩涡缓缓地形成 各位 我赵小云对不住了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 以后再补偿你们吧 第171章 怎么都跑了 嗯 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体内的佛气流失的这么快 正准备朝着青瑶攻击的几位长老一运工 突然就发现了不对劲 你们也发现不对劲了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死 不应该啊 咱们体内的佛气 怎么会突然消散的那么快呢 几位长老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随后又把目光看向了面前的青鸟 肯定是这该死的妖魔搞的鬼 说 你到底使了什么应招 然而 就在他们的话音刚落下 突然就看到头顶上震撼的一幕 只见赵小云的头上 突然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那漩涡就犹如无底洞一般 而他们消失的一缕缕佛力 正快速地被漩涡吸入 看到这一幕 几个长老震惊的嘴巴长得巨大 这 这是什么招式 竟然能够吞噬我们的佛气 磨岩斩魂刀 那漩涡是赵小云用磨岩斩魂刀弄出来的 我好像 好像在哪听说过这样的招式 众长老震惊的 已经完全顾不上面前的青鸟了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招式 此时 赵小云对面的天行眉头紧皱 看着赵小云头上的漩涡 眉油来的一阵心慌 阿弥陀佛 怎么会这样 半晌后 天行喃喃道 他好像明白了 眼前的赵小云要使什么招式 好像是佛法 突然 下面的王太安大叫一声 这一声 让在场所有地藏佛门的长老一愣 佛法 这一招对于他们来说 不算非常的陌生 因为这是 好几百年前出现过的招式 也是用魔炎斩魂刀发出的 佛法 听名字就知道 这一招 就是专门的对付佛门中人的 在涌出佛法的一瞬间 会出现一个小漩涡 转眼之间 小漩涡会变得如同山峰一样巨大 这个漩涡的用处 自然就是吸取方圆百米内 所有人的佛气 吸收完毕后 所有的佛气将会在漩涡内 转换成攻击力 随后 会附带着魔炎斩魂刀的力量 回击到刚才所有人的身上 这一招可以说非常的恐怖 就连天行也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哈哈 怎么 现在是不是感觉体内的力量 再一点点的消失啊 此时 赵小云看着面前的天行 面带微笑 天行皱眉 盯着赵小云没说话 他在暗自发力 可是 让他一想不到的是 他越是发力 体内力量流失的速度就越快 要是再这样下去 他根本不会是赵小云的对手 想到这 天行把目光看向了下面各位长老 然而 各位长老的状况跟他一样 不仅是地藏佛门的几位长老 就连玄天宗的那些人都没能幸免 王太安在感受到体内的不对劲后 立马封住了自己的穴位 可就算这般 体内的力量还是在不停地流逝 并没有因为他的动作而缓和一丝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 连地藏佛门的人 都对付不了赵小云吗 王太安咬着牙 眼睛阴冷地盯着赵小云 此时地藏佛门的几位长老的脸色 越来越着急 但对面的青瑶却笑了起来 我原先还以为地藏佛门的人 有多厉害呢 现在对上我们小云 也只能束手无策 青瑶轻蔑的声音 让所有长老的脸色一黑 可恶的妖魔 竟然敢在这个时候 对我们冷嘲热讽 要是抓住他 绝对有他好果之势 几位长老脸色难看地盯着青瑶 眼下最重要的 已经不是面前的这个妖魔了 而是赵小云发出的这一招佛反 这一招实在是太稀有了 他们现在根本就没有用应对的方法 就连天行也只能默默地握紧了拳头 阿弥陀佛 赵小云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难道要把我们地藏佛门的所有人 都杀死不成 你这样做 佛祖是不会原谅你的 天行眯着眼道 赵小云无奈一笑道 我现在都已经成为魔子了 难道还管佛祖原不原谅我吗 我刚才就说了 只要你们乖乖滚开 我赵小云就不计较了 不过 你们非要不听 实话告诉你吧 等会 在场所有佛门的人都不会幸免 赵小云的这番狠话 彻底地把天行唬住了 天行看着赵小云 又看着下面众长老 都是一副脸色难看的表情 顿时长长地叹了口气 几位长老 听我的 撤 终于 天行对着几位长老一挥手 几位长老脸色难看地望向赵小云 现在连天行都开口让撤退了 那是真的没办法对付赵小云了 阿弥陀佛 赵小云 苦海无涯回头是阿 天行临走之前 深深地看了眼赵小云 随后 带着几位长老瞬间消失在原地 这一幕 顿时让一边的玄天宗傻眼了 王泰安看着已经跑得无影无形的几人 顿时蹦不出了 不是 怎么 地藏佛门的人怎么说走就走啊 怎么回事 赵小云不是他们的人吗 他们怎么连自己人都对付不了啊 王泰安现在气得只想骂娘 但是 看着不远处 赵小云把目光看向了这边 心里顿时咯噔一声 不好 玄天宗的人听令 现在全部撤退 王泰安只能大喊一声 随即带着身后几个弟子 慌不择路地逃跑 转眼之间 要跟赵小云作对的人 全都跑光了 看着这一幕 青瑶忍不住笑着跑到赵小云身边 摩子大人 还是你厉害 就连地藏佛门的那些老秃驴 都不是你的对手 深渊大人的眼光 实在是妙啊 青瑶此时心里别提多得意了 当时 他可是第一个支持赵小云来着 他就知道 赵小云不会让他失望 赵小云放下武器后 看着旁边的青瑶笑道 青瑶 没什么 不过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你可别冲在我前面了 我虽然实力不是很强 但对付这些 还是没问题的 青瑶听完 脸色顿时一红 我 我这不是关心我们摩子大人吗 要是你有什么闪失 我怎么回去跟深渊大人交差 第172章 再观察观察 原来只是为了跟深渊大人交代啊 难道 就不能是因为关心我 赵小云故意笑道 青瑶脸色一红 看着赵小云不自觉地开口道 摩子大人 你 我这样做 其实也是关心你 意识到把心理话说出来后 青瑶连忙摇头 他一个妖王 竟然在赵小云面前 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心理话 说出去 人家肯定会笑话的 摩子大人 刚才的话 你就当我是在放屁吧 既然拿到了魔眼斩魂刀 那咱们就回去交差吧 青瑶深吸一口气 对赵小云笑笑后 先一步朝回去的方向走去 赵小云笑着摇摇头 随即跟上了青瑶的步伐 此时 十万大山 深渊看着观影室内的赵小云 久久没有说话 深渊大人 火凤王求见 突然吓人的一声话 打断了他的思绪 听到这话 深渊有些不耐烦道 他这个时候来干什么 吓人连忙道 这火凤王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现在就要见你 行了 让他进来吧 此时深渊的表情殷勤不定 谁也猜不出他 现在在想什么 不一会 火凤王带着一声怒气 来到深渊的面前 深渊大人 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跟您顶报 这次 您一定要给我做主 火凤王一想到 敖怀死在了赵小云的手上 浑身就起得止不住的颤抖 深渊深吸一口气 看着面前的火凤王冷哼一声 火凤王 难不成 你是要为敖怀鸣不平吗 听到深渊这话 火凤王一震 他看着深渊激动道 深渊大人 这件事情 看来您都知道了 是的 我这次来找你 就是因为敖怀的事情 赵小云身为魔子 竟然残害同门 这件事情 希望深渊大人 给魔子一个教训 火凤王越说越激动 他恨不得现在就去找到赵小云 把赵小云生吞活泼了 要不是他不是赵小云的对手 他早就自己去报仇了 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找到深渊 深渊看着火凤王 眼神越来越冰冷 最终 深渊冷哼一声 真是废物 火凤王 你还好意思回来 跟我说这件事 深渊这一声怒吼 让火凤王吓了一跳 火凤王有些害怕道 深渊大人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求您明鉴啊 我们 我们知道 您要赵小云去取魔眼斩魂刀 我们是想要帮他的 可是 赵小云那家伙 不仅不接受我们的好意 还把敖怀杀了 我 我这是气不过才找您啊 碰 深渊气得浑身气势猛地迸发 火凤王被这气势 吓得一个亮枪 火凤王 你真的以为 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做的那些事 那些想法 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 深渊声音冰冷 火凤王这才意识到 深渊彻底生气了 可就算这样 敖怀也不能白死啊 想到这 火凤王不甘道 可是 深渊大人 没有我们的帮助 赵小云 是根本弄不回来魔眼斩魂刀的啊 啪 深渊终于忍不住 一道气息 狠狠冲到了火凤王 没有你们 赵小云拿不到魔眼斩魂刀 你说什么废话 现在赵小云 已经拿到魔眼斩魂刀回来了 这话一出 火凤王顿时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不 不会吧 深渊大人 您说什么 赵小云已经拿到了 这不可能啊 深渊深吸一口气后 闭上眼睛 不管你信不信 现在木已成舟 赵小云跟青鸟 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如果你不想继续惹我生气的话 就把这件事情 当作没发生 深渊这话 让火凤王心里的希望破灭了 他紧咬着牙 最终无奈地点头 是 深渊大人 我先回去了 火凤王深吸一口气 转身朝外走去 看着火凤王离开的背影 深渊再次冷哼一声 脸色也突然变幻莫测 而火凤王回到自己的宫殿 愤怒地将桌子上的东西 一扫而空 该死的 真是该死 深渊大人 竟然护着那该死的赵小云 敖怀难道就只能这样 牺牲了吗 火凤王的脸上全是不甘 敖怀可是他心爱的男人 他喜欢了多少年 还没爬上敖怀的床内 敖怀就这样死了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赵小云 该死的 赵小云 没想到 竟然带着魔眼斩魂刀回来了 可是 你真的能如愿地回来吗 杀死敖怀 我火凤王这辈子 跟你势不两利 说着 火凤王起身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 赵小云跟着青瑶 朝着回去的方向缓缓飞去 完成任务后 赵小云整个人都轻松很多 他本以为这次的任务 会非常的难以完成 甚至会因此露线 可没想到 这次的任务会这么顺利 不过这对他来说也是好事 但是 后面遇到了地藏佛门的人 确实让赵小云头疼 魔子大人 你在想什么呢 突然 青瑶打断了赵小云的思绪 赵小云连忙笑道 没什么 就是想着 回去的路上 应该不会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了 青瑶听完 顺势点点头 其实魔子大人 我的心隐隐约约有些不安 总感觉在回去的路上 会发生什么事情 哈哈 青瑶 其实也不用担心 毕竟 地藏佛门的那些人 都不是我的对手 就算再有人袭击 我也一样 能将其打退的 赵小云这话说得非常自信 这股自信 自然也感染了青瑶 青瑶认真地点头道 魔子大人 这次 真的谢谢你 也让我看清了 知晓我的无知 哈哈 青瑶 你倒是不用 跟我这么客气了 相比于两人之间的欢快氛围 此时 地藏佛门这边的气氛 则沉闷了不止一点半点 几位长老面色凝重地坐在大殿里 前面的天行 同样面无表情地没有说话 半赏后 终于有人站起身来 天行长老 这次赵小云的这件事情 您怎么看 这话一出 所有长老的目光 都投向了天行 第173章 偷袭 阿弥陀佛 天行说完这话后 就陷入了长长的沉默 周围的各位长老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明白 天行者是什么意思 不是 天行长老 您倒是说句话 那赵小云 明摆的是跟我们地藏佛门作对 我的建议是 现在我们地藏佛门 应该全面戒备 找机会 将赵小云捉拿回来 空忧的脸上全是愤怒 不光是他 其他几个空字辈的长老 也都跟空忧一个表情 是啊 赵小云这次太不像话了 要不是我们着急找他 没准备好 根本就不会这时候回来 对 我们这次 可不是败给他了 我们就是没准备好而已 再加上他手里那个魔眼斩魂刀 我们回来 一直是无奈之举 各位长老议论纷纷 终于 前面的天行缓缓开口道 各位 你们真的觉得 这次赵小云是叛变了吗 此话一出 周围的长老全都一愣 天行长老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次的事情不是明白着吗 他赵小云 就是背叛了我们地藏佛门 对 竟然使出佛法那样的杀招 这不明摆着要我们的命吗 天行长老 您可能顾虑的是 赵小云为什么没有直接杀了我们 我敢肯定的说 绝对是因为他刚拿到魔眼斩魂刀 用的不熟练罢了 对 我支持空静长老的观点 赵小云 就是在跟我们地藏佛门作对 周围的几个长老 在一次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了起来 此时 天行缓缓起身 看着几位长老道 阿弥陀佛 但我感觉各位的观点 还是有些片名了 这话顿时让场面安静了下来 空静忍不住问道 天行长老 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难道你发现了什么吗 天行点点头 之前在跟赵小云对战的时候 我确实认为赵小云被叛了我们佛门 可越到后面 我却越感觉不对劲 赵小云并不像各位说的那样 是因为刚刚掌握了魔眼斩魂刀 所以是装枪做事 相反 赵小云虽然是刚刚收服魔眼斩魂刀 可却把魔眼斩魂刀用得非常的熟练了 这话一出 周围的这些长老顿时炸开了锅 不会吧 刚把魔眼斩魂刀收服 就能如此熟练的使用 这个赵小云还真是你天啊 唉 可惜啊 不过眼下咱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天行看着众人缓缓道 阿弥陀佛 现在的情况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轻举妄动 而是在观察一阵的为好 万一赵小云是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天行这话 让各位空自辈的长老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们冷静下来琢磨着天行的话 天行的话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按照天行说的 赵小云已经掌握了魔眼斩魂刀的话 那一招佛反 绝对能让他们元气大伤 可现在却不然 一时间 众人也陷入了两难 最终 几位空自被长老默默地点了点头 天行长老 那就听你的吧 他们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一想到赵小云那个恐怖的招式 他们也只能作罢 这段时间 他们好好地观察赵小云到底是什么情况 你好好地研究研究 怎么对付魔眼斩魂刀 天行看着周围的这些长老点头 双手合十道 阿弥陀佛 彼时 赵小云这边 他们一路上都非常顺畅 要不了多长十日 他们就能回到十万大山了 可轻尧的心里 却越来越不安 轻尧 还在担心呢 赵小云也注意到了轻尧的不对劲 他笑着在轻尧身边坐了下来 也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他这样的实力 再来点多少人 他也能对付 哎呀 轻尧 不是哥吹 而是哥真有实力保护你 行了 别想这么多了 收拾收拾 咱们继续走吧 然而 就在赵小云说完这话 轻尧顿时一愣 他随即警惕地看向周围 不对 我感觉前面不对 赵小云随即眯起眼睛 认真地看着不远处 然而 看了半天 他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轻尧啊 要我说你就是 碰 突然 一道案件朝着赵小云飞射而来 赵小云一个翻身 躲过了如闪电般的案件 这一道案件上面 带着十足的魔气 要不是赵小云反应快 此时就已经中招了 该死的 模子大人 您没事吧 轻尧反应过来后 连忙跑过来 查看赵小云的情况 赵小云摇摇头 轻尧 小心 这一件的威力可不小啊 前面确实有埋伏 你要小心 就在赵小云刚刚说完这话 周围突然狂风大作 紧接着 连整个天空都突然暗了下来 赵小云跟轻尧两人背对着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周围的情况 就在这时 两人的周围 突然出现了五个黑衣人 那五个黑衣人浑身上下 都是一身黑 头上包裹着厚实的黑色头巾 只留下了一双犀利的犀利的眼睛 这些人看不出到底是哪的人 但模样却非常神秘 一看就知道 不是好惹的 那五个黑人站在远处 围成一个圆 把赵小云跟轻尧困在里面 看着这一幕 赵小云冷声道 你们这些人想干嘛 还有 你们是哪地方的人 站在赵小云面前的黑衣人 冷哼一声 不用管我们来自 你只要知道 我们是来 要你们命的就行 说着那些黑衣人快速转动 但并没有立马朝着赵小云两人攻去 糟了 轻尧突然惊呼一声 赵小云连忙回头 怎么了 我们好像中了他们的计 现在 我们好像正在阵法的正中央 轻尧说着 想要挪动自己的双腿 但发现自己的双脚 就像是被焊在了地上一般 一点都不动 赵小云反应过来后 也是准备抬脚 可是他的情况跟轻尧一样 两人站在原地 根本无法动弹 只能看着旁边五个黑人的动作 该死的 没想到在这个地方 会被这些人给摆一道 赵小云眉头一皱 第174章 黑衣人身份 哼哼 在我们五个的阵法内 想跑出去 等于异想天开 为首的黑衣人嚣张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和你们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你们干嘛非得对付我 轻尧愤怒问道 因为此时的他 也看不出对面到底是谁的人 毕竟 他们得罪的人可不在少数 轻尧心里 现在出现了非常多的可能 但这些黑衣人 实在是太神秘了 哈哈哈哈 为首的黑衣人 听了轻尧的话后 先是笑了几声 随即把目光落在了赵小云的身上 我们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今晚就是你们的死期 轻尧 魔子大人 你们还有什么遗言要说吗 轻尧愤怒道 我呸 有种你就杀了我们 否则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再说 你们既然知道我身边的这位是魔子 还敢这么猖狂 我看你们就是在自不量力 是吗 黑衣人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冷漠的弧度 我倒是很好奇 在我们的阵中 魔子大人要怎么应对 不过 现在看来 魔子大人连双腿都动不了 也只能等死了 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自不量力 黑衣人极其嚣张地说完这话后 轻尧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轰隆 突然 黑衣人的手中突然多出了一把长枪 魔子大人啊 迎接你的死期吧 刷 长枪瞬间刺向赵小云 而与此同时 其他几个黑衣人也同时冲向赵小云 将他包围了起来 黑衣人的速度极快 而且还带着一股强烈的煞气 如果赵小云是普通人的话 那么他肯定已经中招了 但是 赵小云毕竟刚刚收复了魔眼斩魂刀 还有系统的加持 这些黑衣人想伤他 还是很难 只不过不知道 眼前的黑衣人究竟用的是什么阵法 竟然会将他们二人困住 只见 赵小云心念一动 身体周围出现了一层淡金色的保护罩 噗哧噗哧 枪尖刺在保护罩上 发出了沉闷的撞击声音 枪尖之上散发着一阵黑芒 竟然想穿透赵小云的防御 碰 赵小云的右拳狠狠地砸向枪尖的位置 发出了剧烈的碰撞声响 赵小云的拳头之上 散发出了一股金黄色的光韵 这个金黄色的光韵 看上去就像是一团火焰一般 在不断地燃烧着 并且在燃烧的过程中 将枪尖上的黑色光芒吞噬殆尽 啊 黑衣人惊呼了一声 连忙收回长枪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赵小云的肉身 竟然如此强悍 该死的 这家伙 难道有金钟罩吗 我手里的枪都刺不破 黑衣人面色凝重道 而就在他收回长枪的一刹那 赵小云抓住了机会 身影闪烁之间 便消失在了原地 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嗖 扑刺 赵小云挥舞出了右拳 几位黑衣人连忙反应过来 快速地做出防御的动作 赵小云的拳头 与其中一名黑衣人 对撞在一起 轰隆 两者接触的地方 爆发出了剧烈的能量波纹 将周围的树木摧毁得四分五裂 碰 另外的三个黑衣人 则是被震飞了出去 其实他们并没有受伤 只是感觉到一股大力 从他们的身体里传了出来 让他们感到胸口闷痛 该死的 我们的阵法 怎么对他不起作用 是啊 青瑶那个家伙 还在阵法里没出来 赵小云却能随意走动了 这家伙果然不好对付 三个黑衣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脸上流露出惊异之色 哼哼 想必你们是还没见识过 魔眼斩魂刀的威力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赵小云说完 手里出现了一把 散发着巨大魔气的恐怖大刀 几位黑衣人脸色一变 这 这真的是传说中的魔眼斩魂刀 一名黑衣人震惊到 赵小云脸色冰冷无比 不错 这正是传说中的魔眼斩魂刀 听到魔眼斩魂刀的时候 几位黑衣人的瞳孔猛缩 他怎么拿到了魔眼斩魂刀呢 一位黑衣人忍不住问道 当初 他们被派过来的时候 可是被告知赵小云的手里 根本就没有什么厉害的武器 魔眼斩魂刀 也只不过是为了 欺瞒深渊大人的幌子而已 可现在 魔眼斩魂刀 就这么清清楚楚地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并且 那上面的魔气缭绕 要说那不是魔眼斩魂刀 恐怕都没有人相信 之前就在几个黑衣人愣神之时 赵小云缓缓举起魔眼斩魂刀 在那一瞬间 几名黑衣人身边的魔气 猛地暴涨 他不仅拿到了魔眼斩魂刀 而且还已经把他给炼化了 一名黑衣人惊骇道 什么 几位黑衣人脸色一变 眼中充满着金剧之色 他们知道 眼下这样的情况 如果让这魔眼斩魂刀施展出来 他们必死无疑 老大 现在怎么办 魔眼斩魂刀 咱们根本对付不来 黑衣人的脸色都非常难看 为首的黑衣人 死死地盯着赵小云 该死的 这次我们的任务 是把他们俩都杀死 主人说了 要是杀不死 伤了也行 既然咱们对付不了这个赵小云 为首的黑衣人一声令下 他们瞬间消失在原地 正准备出手的赵小云 看着消失在眼前的几人一愣 刚才因为打斗 他们已经跑出了阵法好远 此时的青瑶 还站在阵法内动弹不得 青瑶 受死吧 不然 五名黑衣人 再次出现在青瑶眼前 只是他们七七划破自己的双手 整个阵法 瞬间散发出奇异的黑光 啊 青瑶脸色一变 他只感觉 周围有什么东西 不停地在挤压他 该死的 你们把赵小云怎么样了 青瑶即使自己身处险境 但心里还是最担心的赵小云 按道理来说 回来的应该是赵小云 而不是这五个黑衣人啊 青瑶 哈哈 就是你想的那样 今天 就是你们的死期 几个黑衣人看着青瑶兴奋到 然而 下一秒 几个黑衣人 全都猛地瞪大了眼睛 第175章 大事不好 就在青瑶疑惑 这几个人 怎么突然没有声音的时候 抬头一看 猛地发现 五个人的胸膛 都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血窟窿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青瑶瞪大了眼睛 这几个人 既然能把他困在阵法 那就说明 自身的实力不容小觑 但他们从史智中 都是用的阵法 导致青瑶看不出他们的实力 但青瑶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人绝对不可能被他杀死 难道是赵小云 想到这 青瑶连忙跑到几个黑衣人身边 模子大人 模子大人 您在哪呀 您没事吧 眼前 只看到这五个黑人的尸体 却并没有看到赵小云的身影 青瑶有些着急的大喊了起来 模子大人 您要是听到就赶紧出来 别吓我了 啪 突然 一只手拍在青瑶的肩膀上 青瑶吓得连忙回头 模子大人 您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您 您被这些黑衣人给怎么了呢 青瑶说完 一下子扑到了赵小云的怀里 赵小云感受到怀中的一丝柔软 忍不住一愣 这家伙 怎么就这么没有防备呢 赵小云嘴上小声的说着 但心里却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 模子大人 实在是不好意思 刚才我太激动了 半晌后 青瑶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做了什么 于是连忙起身 手忙脚乱的站到了远处 青瑶此时只感觉自己的心跳无比的快 他刚才 怎么就激动的跑到赵小云怀里了 真是太丢人了 他青瑶什么时候也没有这么失控过 青瑶看着面前的赵小云 越来越不自在 最终 青瑶倾刻一声道 模子大人 我 我先检查检查 这五个人身上 有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然而 青瑶刚走两步 赵小云就拉着他道 不用找了 我好像已经猜到了 他们是谁的人 青瑶一愣 疑惑转头道 谁 火粪王 这些人都是火粪王的人 这话一出 青瑶瞬间暴怒 好啊 火粪王 上一次 也是他带着敖怀来找茬 这一次竟然自己想要我们的命 模子大人 你放心回去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火粪王 青瑶想想就来气 那个火粪王实在是太猖狂了 等他回去以后 一定要让这个火粪王知道 什么人该惹 什么人不该惹 此时火粪王店 火粪王笑眯眯地坐在桌边 雾狼王也跟着他缓缓坐了下来 雾狼王 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会儿来找我 是干什么 火粪王瞥了眼雾狼王 雾狼王叹了口气道 哎呀 火粪王 我这不是听说了敖怀的事情吗 特地来看看你 那个赵小云 简直就是该死 我当初就说 那小子根本就不配当我们的模子 火粪王听到这 冷哼一声 赵小云 我自然不会放过他 可是 深渊大人竟然对这件事情做事不管 并且 还把我臭骂了一顿 这口气我怎么也咽不下 雾狼王不由地点头 火粪王 你说得对 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家伙以后 恐怕都要骑到我们头上拉屎 再加上 听说他已经拿到了魔眼斩魂刀回来了 深渊大人 怎么也不可能责罚他 火粪王冷笑道 雾狼王 咱们不必担心 这次赵小云 说不定就回不来了 说到这 火粪王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 雾狼王见状 眼睛一转 连忙道 火粪王 难道 你已经动手了 那当然 赵小云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说什么 也不会放过他 这次派出去的五个人 可全都是我的亲信 实力完全不用担心 我就不相信 他们五个出手 赵小云还能活着回来 听到五个人后 雾狼王心中一惊 他们都知道 火粪王身边有五个隐藏的高手 但是他们谁都没有见过 虽然不知道 实力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要是那五个人出手 恐怕很少有对手了 雾狼王没想到 这次为了对付赵小云 火粪王这么舍得下本 火粪王 赵小云要是回不来 我们这几个妖王 到时候 恐怕都要感谢你啊 哈哈 雾狼王恭为了一句 火粪王却淡淡道 感谢我 恐怕那个青鸟 不会这么想吧 哦 火粪王 不好了 不好了 突然 下人急急忙忙地闯了进来 火粪王之后没到 没看见 我在接待雾狼王吗 你突然跑进来做什么 下人慌张地连忙跪下 火粪王 是你五个轻视的事 火粪王心里顿时咯噔一声 你说什么 一旁的雾狼王健壮 也跟着起身 火粪王 看来这件事情还很重要 那我就不方便听了 先走了 雾狼王实相地起身 朝外面走了出去 他不用猜就知道 下人那副表情 一定没什么好事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 都是火粪王派出去的 那五个人失败了 可是不应该啊 火粪王的那几个人 实力那么强 难道说 是因为赵小云拿到了魔眼斩魂刀后 实力也变强了吗 雾狼王不敢细想下去 他要赶紧回去准备准备了 毕竟连火粪王的人都失败了 赵小云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 就该回到十万大山了 想到这 雾狼王加快了回去的步伐 此时 火粪王脸色阴沉地 看着面前的下人 说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人吓得浑身颤抖道 火 火粪王 您派出去的五个黑衣人 已经全军覆没了 他们每个人的胸口 都出现了一个血窟窿 是被一箭穿心死的 火粪王脸色阴沉地 听完下人的汇报 捏着扶手的手 不由得越来越用力 碰 只见木制的椅子 在火粪王的用力下 被捏成了粉末 该死的 连我的五个轻视 他赵小云都能弄死 该死的 该死的 火粪王整个人都快气炸了 要不是这里是他的宫殿 他恐怕早就把这片地方 移为平地了 赵小云 从今往后 我火粪王跟你势不两立 今后在十万大山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第176章 家道欢迎 赵小云这边 他跟青娘在经历了 上次的事情之后 也不敢在路上多耽搁了 他们又用了两三天的时间 紧赶慢赶的 终于回到了十万大山 恭迎摩子大人 两人刚刚来到十万大山 就有不少妖魔出来迎接 那些大大小小的妖魔 站在山路两边 满脸兴奋地 看着回来的两人 那副模样 就像是赵小云 是他们的英雄一般 而这迎接的队伍 足足有一公里长 赵小云看了看这些人 又看了看旁边的青娘 青娘疑惑地摇摇头 之前在十万大山 就算深渊从外面回来 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阵仗 这是怎么回事 赵小云忍不住问道 路边的小妖魔 在听到这话后 连忙回答道 哈哈 魔子大人啊 您的事情 我们都听说了 您把魔炎 斩魂刀拿回来了 深渊大人非常高兴 所以特地派我们来接您的 是啊 魔子大人 不愧是您 这才去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已经把任务完成了 您是我们整个 十万大山的榜样啊 对对对 魔子大人 就是我们整个 十万大山的榜样 我们以后 都要好好地向您学习 周围恭维的话一出 赵小云跟青瑶 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他还以为是谁弄的这一出呢 原来是深渊啊 既然是深渊的话 那没事了 就在这时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只见雾狼王大笑着 大步朝着赵小云走了过来 哎呀 魔子大人啊 您终于回来了 我就知道 你这么厉害 一定能轻轻松松地 把魔言斩魂刀拿回来 这不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 这才一个月的时间 您就回来了 雾狼王这番恭维的话 让一旁的青瑶非常受用 他就知道 以赵小云的实力 这些妖王早晚会臣服的 除了那个讨人厌的火凤王 而赵小云笑着白白手 哎呀 雾狼王 你这话太夸张了 雾狼王一愣 本以为赵小云要谦虚一番 可赵小云接下来的话 让雾狼王一阵无语 雾狼王 要不是这次路上遇到了点麻烦 根本不用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的厉害程度 你根本想象不到 赵小云极其自信道 雾狼王尴尬地笑了笑道 是啊 您多厉害啊 就算是深渊大人出马 也要很长时间 您比深渊大人还要厉害啊 赵小云可没有听出来 雾狼王口中的冷嘲热讽 他白白手 谦虚道 没有没有 深渊大人可比我厉害啊 他看人很准的 能选我当模子 那就是早就看出了 我有这样的实力 我跟深渊大人一比啊 差距还大着呢 雾狼王见状 连忙笑着点点头 对对对 模子大人您说的对 深渊大人已经在大殿 等着咱们了 咱们现在就过去吧 赵小云点点头后 跟上了他的脚步 只不过在雾狼王转身的时候 赵小云露出了一丝冷笑 刚才雾狼王的那话 就是故意射陷阱 让他往里面钻的 不过 雾狼王真的以为 他是什么好对付的吗 他刚才要是真的说自己 比深渊厉害 恐怕这件事情 马上就会传到深渊的耳朵里 就算他是模子 以深渊那个性子 也会生气 他一生气 只不定让他做什么呢 而此时 背过身的雾狼王 脸色也非常难看 他刚才确实是故意那样说的 只不过是临时起义 没有准备好 才让这么好一个机会 白白错失了 不过 就算现在不能怎么样 赵小云以后 也有的是机会 此时 青瑶跟在赵小云的身后 他并没有感觉到 两个人之间的波涛汹涌 他看着走在自己前面的 赵小云高大的身影 心跳突然就加速了 在经历了这次的 魔眼斩魂刀事情后 青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他跟赵小云两个人之间 变得不一样了 可要具体说哪里不一样 他也说不出来 只是 他现在一看到赵小云 就感觉要恋爱一般 对了 青瑶 等会到了之后 你不要说过咱们的遭遇 一切听我的就行 突然 赵小云停住脚步 站在青瑶身边小声道 被打断思绪的青瑶 连忙点头 嗯 魔子大人 一切都听您的 两人说完 又跟上了前面 雾狼王的步伐 此时 大殿内 深渊笑眯眯地 看着大殿门口的位置 而大殿内 几位妖王也都站在一旁 他们当然知道 这次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只不过 他们的心里 一百个不愿意来 但深渊亲自发话了 他们不得不来 深渊大人 这魔子大人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突然 有人出声道 魔子大人 说到底 也是深渊大人亲自挑选的 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出事吧 一旁的妖王 故作关心道 火粪王听到这 冷哼一声没说话 深渊则摆摆手 看着众人道 不会 刚刚就已经收到消息 魔子已经回到了十万大山 我特地派人去迎接的 估计在门口费了点时间吧 这话一出 在场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深渊这是明显地向着赵小云啊 他们也不会继续地找不痛快 深渊大人 魔子大人回来了 就在这时 雾狼王的声音从门外响起 紧接着 主人就把目光投向了门外 果然 三道身影缓缓走了进来 赵小云跟青瑶 跟在雾狼王身后 看上去非常精神 并且 几位妖王隐隐的感觉 赵小云这次回来 实力竟然还提升了不少 不由的 几位妖王心思各异 深渊在看到赵小云后 大笑道 哈哈 小云啊 回来了 这次你能拿回魔眼斩魂刀 可是立了大功啊 几人进来后 赵小云看着深渊谦虚道 尊上 虽然这一路上十分艰险 但还在我信不辱命 说着 赵小云一伸手 魔眼斩魂刀 就这样静静地 躺在他的手心内 这么近距离地 看到魔眼斩魂刀后 周围的几位妖王 脸色一变 第177章 不是假的吧 真的是魔眼斩魂刀 文在感受到 这强大的威力后 心里无异都是一惊 在赵小云 还没有把魔眼斩魂刀 拿出来之前 在场的所有妖王 其实心里 还是抱有着一丝侥幸 那个魔眼斩魂刀 怎么可能会是 这么轻易就能拿回来的呢 赵小云说是拿回来了 只不定是蒙蔽深渊的手段 可现在魔眼斩魂刀 确确实实地 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这几个妖王张张嘴巴 想说什么 但却发不出声 此时 坐在上面的深渊 满脸笑意地看着赵小云 呈上来吧 深渊说完 赵小云拿着魔眼斩魂刀 呈上去 深渊起身 接过赵小云手中的魔眼斩魂刀 然而他拿到刀的那一刻 脸色微微一变 这细微的变化 在场的没有人看出来 嗯 这魔眼斩魂刀不对劲啊 深渊低沉地说了一句 这句话 让在场所有的妖王 都看向了他 顿时 他们几个的眼神都亮了起来 不对劲 该不是 咱们之前猜的情况吧 赵小云其实就是 拿着一个假的魔眼斩魂刀 来糊弄深渊尊上的 哈哈 赵小云 你身为魔子 竟然敢忽悠尊上 尊上 请你一定不要心思手软 是啊 魔眼斩魂刀这种东西 可不是随便能开玩笑的 魔子 尊上这么相信你 你看看 你都干了什么事 各位妖王无一例外 听到深渊的话后 全都站出来指责赵小云 一旁的青瑶 看着几人这般 皱眉道 你们几个这是干什么 赵小云拿魔眼斩魂刀的过程 我是亲眼看着的 现在尊上手里的那个魔眼斩魂刀 百分之百是真的 你们不要在这里瞎起哄 嘿 青虎王 也不知道到底谁在这里瞎起哄 刚才是尊上自己说的不对劲 这难道是在质疑我们尊上吗 这话一出 青瑶的脸色立马变得铁青 关键是 这些话他没有办法反驳 刚才 尊上确实是说了一句不对劲 可是那魔眼斩魂刀 怎么会不对劲呢 明明是自己看着拿回来的 不由的 青瑶担心的 看向上面的两人 此时 深渊手中拿着魔眼斩魂刀 没有说话 也没有管下面这些妖王的反应 而是就这样闭上了眼睛 这一幕 让这场所有的妖王都无比庆幸 这次的赵小云 说什么也不会运气这么好了吧 深渊的脾气 在场的人都非常清楚 要是敢随便的 就这样糊弄他 保证会死无全是 就在所有人都幸灾乐祸的时候 深渊突然开口道 魔子 你先下去 离我远一点 这话再次让所有人一愣 他们不解看向深渊 此时不仅是这些人奇怪 就连赵小云也觉得非常奇怪 这深渊也不知道 到底在搞什么鬼 闭上眼睛也就算了 让他离远点 再怎么说 这个魔眼斩魂刀也是真的 既然深渊想看的话 那就随他去吧 想到这里 赵小云点点头 缓缓走了下来 魔子大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赵小云下来 青鸟焦急地问道 赵小云笑着摇摇头 并且给了青鸟一个放心的眼神 不用担心 深正不怕影子嫌 相信深渊尊上 心里自有他的考量 赵小云的这话 自然也传到了旁边几个妖王的耳朵里 火凤王最先站出来 不屑道 还深正不怕影子嫌 你本来就是个外货 等着吧 尊上这次肯定不会放过你 你 看着出来 找茬的火凤王 轻描气愤地想上前理论 可赵小云却拦住了他 火凤王 别人不相信我的实力 难道你还不相信吗 说完 赵小云还意味深长地看着火凤王 火凤王怎么会不明白 赵小云是什么意思 想到敖怀 还有自己的五个亲事 都死在赵小云手里 火凤王的脸色 就变得无比难看 然而其他的几个妖王 除了乌狼王 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然 他们也听说了 火凤王身边的敖怀被杀的消息 但单单就是一个敖怀 并不能看出赵小云是什么实力吧 火凤王 你难道还跟这小子之间比划过 有人不长眼地出来问道 火凤王回头 狠狠地瞪了一眼 那人立马闭上了嘴 赵小云 你别得意 尊上这回没找你麻烦 但是你在十万大山的好日子不长了 敢欺瞒尊上大人 尊上可是不会放过你的 火凤王说完 不给赵小云说完的机会 冷哼一声转过身去 一旁的雾狼王见状 哈哈一笑 看向赵小云道 魔子大人啊 你说你也真是的 魔眼斩魂刀 要是没拿回来 就说没拿回来嘛 这怎么还搞出这一套 来欺骗尊上呢 你也知道尊上最讨厌欺骗 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雾狼王这话 让赵小云忍不住笑道 雾狼王啊 我怕你还是没搞清楚尊上的脾气 嗯 魔子大人 我们跟在尊上身边这么多年 怎么会不清楚尊上的脾气呢 雾狼王比一道 但赵小云只是笑笑没说话 雾狼王见自己吃了个闭门羹 脸色顿时不好了起来 雾狼王 别跟他一般见识 等会儿有他的好果子吃 此时 几位妖王的心里 巴不得深渊快点睁眼 好弄死赵小云 就在这时 深渊突然的就睁开眼睛 他一阵眼 在场的这几个妖王顿时兴奋起来 孙上 怎么样啊 魔子大人拿回来的东西 是不是魔眼斩魂刀 您不用动手 让我们来就行 是啊 他敢拿假的东西来糊弄您 不用您动手 我们都不会放过他 赵小云 还不快快束手就齐 几个妖王 你一言我一语 争先恐后的 想要上去捉拿赵小云 前面的深渊剑状 低喝一声 都给我闭嘴 魔子这次拿回来的魔眼斩魂刀 怎么可能会是假的 你们都当我瞎吗 这话让在场所有人一震 顿时 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 火凤王更是一脸怨恨地看向赵小云 此时 这些妖王的心里 都有一个疑惑 既然魔眼斩魂刀是真的 为什么刚才深渊要说不对劲 第178章 新的任务 尊上 您就别给我们卖官司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 尊上 我们都是因为关心您刚才才忍不住说的 尊上 我们也不是故意要为难魔子大人的 听着这些人的话 深渊一抬手 好了 不要说了 我刚才之所以说不对劲 是因为感受到了魔眼斩魂刀里面气灵的变化 深渊这话让在场人一愣 顿时 几个妖王全都脸色难看的瞥了眼赵小云 他们刚才白白高兴了半天 不过 赵小云这家伙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不等他们细想 深渊接着又开口道 魔子 我问你 这里面的气灵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话语中带着一丝质问 几个妖王一听 顿时感觉自己又行了 这气灵变了 难道因为这魔眼斩魂刀的力量 变得大不如前了 众妖王此时好奇地盯着深渊 赵小云见状 淡淡道 尊上魔眼斩魂刀的气灵 是不是变得比以前听话不少 深渊笑着点点头 是啊 魔子真是好手段 当初这家伙 就算是我出手 也非常顽劣 没想到 你能让他变得如此听话 不愧是我们十万大山的魔子 这件事情 你做得好 本来感觉又行了的妖王 在听到这话后 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怎么从头到尾 都是他们在吃扁 火凤王健壮 不由地站出来大声问道 尊上 还请您说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深渊也不啰嗦 他上前两步缓缓道 魔子这次做的事情 我非常的满意 不仅顺利地拿回了魔眼斩魂刀 还把我都搞不定的气灵 收拾得服服贴贴 这对我们整个十万大山来说 绝对是件好事 这夸奖的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赵小云 赵小云站在原地 面带微笑地接受着所有人的注视 此时 火凤王眼中的极度都快喷出来了 这个赵小云处处都在跟他作对 这件事情之后 尊上肯定会更加重视他 到时候他想要动手都会变得麻烦无比 其他几个妖王也心思各异 不过赵小云可不管他们在想什么 好了 各位 魔子大人这次的事情办得非常好 我身为十万大山的领头人 自然也想表示表示 这样吧 魔子 这魔眼斩魂刀就赐予你当武器 深渊这话一出 犹如在人群中引爆了一颗炸弹 在场的所有人瞬间沸腾起来 那些妖王的脸色 瞬间变得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尊上 三思啊 魔子大人这件事情做得这么好 确实应该奖赏 但是这样的奖赏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是啊 尊上 那魔眼斩魂刀 可是只有你才配得上的 难道就这样直接交给魔子大人了吗 尊上 请您考虑考虑 收回成命 这件事情可万万是不得 相比于这些人的交集 秦瑶显然镇定很多 他看着这些人冷笑道 这全都是尊上的决定 说明尊上看好咱们魔子大人 尊上自有他的考量 你们到底是不相信魔子大人 还是不相信尊上 你 青瑶 怎么出去一趟 你跟魔子大人的关系 变得这么亲密了 火凤王咬牙切齿道 青瑶一愣 随即反击道 因为我见识到了魔子大人真正的实力 魔子大人 完完全全能配得上魔眼斩魂刀 倒是你 火凤王 在我们去的路上 你还带人去袭 行了 青瑶 这件事情 还是听尊上的吧 就在青瑶要说什么的时候 赵小云连忙打断他的话 青瑶见状 有些不解地看向赵小云 这时候 正是跟尊上告状的好时候 那个火凤王这么嚣张 就要让尊上搓搓他的锐气 可赵小云对着他摇摇头 青瑶只能转头 看着火凤王朗哼一声 深渊当然知道 这些人之间的暗流涌动 他看着在场这些人淡淡道 行了 你们不必因为这件事情吵来吵去的 就跟青瑶说的一样 魔子现在的实力 完全能配得上魔眼斩魂刀 看着深渊都发话了 那些妖王 只能把气往肚子里沿 魔子希望到时候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一番苦心 最后 深渊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赵小云 魔眼斩魂刀 其实深渊的心里 一百个不愿意给赵小云 但是 刚才他在试探七零的时候 发现那个家伙 竟然死活不愿意换主人 要是不能换主人 那他就算拥有魔眼斩魂刀 也发挥不出来 他的全部威力 深渊只能出此下策 只不过是谁也没有看出 深渊脸上的怒气罢了 赵小云见状 笑道 尊上 您放心 我保证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对了 魔子 听说你们回来的时候 遇上了地藏佛门的人 当时不仅有空自卑长老 连天自卑的长老也来了 怎么样 那些人有没有为难你 深渊接着试探道 赵小云连忙摇摇头 尊上 那些人确实是来了 只不过 我用魔眼斩魂刀 将他们吓跑了 吓跑了 深渊淡淡地瞥了赵小云一眼 而此时 那几个妖王却炸开了锅 天自卑长老 还有空自卑的 难道就凭赵小云一个人吗 这不可能 他怎么会把那些人吓跑 就是啊 有点太扯了 就算有魔眼斩魂刀 也不可能做到 这家伙 现在连说谎都不打草稿了吗 这几个妖王低声讨论着 只有火凤王在一旁没出声 因为他知道 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可能的 毕竟 连他的五个亲事 都死在了赵小云的手下 此时 深渊看着赵小云笑道 魔子 这次你可是非常被我们妖魔长脸 不过 既然你能轻松地对付地藏佛门的人 那接下来 我可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了 深渊可没管那几个妖王 是怎么想的 眼下重要的不是这些妖王 而是赵小云 赵小云则毫无意外地点点头 深渊遵上 你有什么任务 直接开口就行 第179章 为什么不说 想必你也知道 那次你在那些和尚面前 露出的那一招佛反 对地藏佛门的压力有多大 深渊瞥了一眼 赵小云道 根据我们的探子来报 地藏佛门回去之后 针对魔眼斩魂刀 专门成立了一支队 这话倒是让赵小云非常的意外 地藏佛门 竟然这么忌惮 他的魔眼斩魂刀 不过这也能理解 毕竟他的那一招这么厉害 所以 尊上 你是想要我去阻止他们吗 赵小云疑惑道 让他去阻止 这有些不太可能 难不成他要潜入地藏佛门 把那一支队伍全都弄死吗 这显然非常的不现实 魔子 我当然也知道 地藏佛门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 我现在有一个消息 是这支队伍要不了多久 就要去寻找一个秘境 秘境里面有本能 强化他们佛力的功法 听说要是能得到那个功法 对付魔眼斩魂刀 就容易多了 深渊这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明白了 这就是要赵小云去阻止的意思 赵小云认真的点点头 那 尊上 您知道这个队伍是什么实力吗 虽然他能使出那一招佛反 但是最后的威力 并不能把天行怎么样 那一次 他只不过是赌赢了而已 可要真让他再多负一次那几个长老 谁输谁赢 还真不好说 深渊转身 缓缓道 这次队伍的实力 好像好几个空字辈的 剩下的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对你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 魔子 我相信 这次你一定会跟这次一样 让我满意 赵小云有些后悔的皱了皱眉 他刚才就不应该说 特别轻松 现在倒好 一下子给自己惹了一个这么大的麻烦 哈 尊上 其实 尊上 这次的任务 让我们去就行 魔子大人拿魔眼斩魂刀都这么累了 就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吧 不等赵小云说什么 火凤王直接站出来道 对 尊上 魔子大人这次都这么辛苦了 就让他好好歇歇吧 地藏佛门的那些人 我们一样 能对付得了 就是啊 尊上 他们本来就要研究魔子的魔眼斩魂刀 要是让魔子去 岂不是更方便他们的行动了吗 这些妖王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 让本事准备 说不行的赵小云闭上了嘴 尊上 我想这几位妖王 还是不信任我啊 哈哈 我的实力 想必尊上你也清楚 这次的任务 就让我去吧 赵小云知道 要是这次让这些妖王去 那等他们回来 一定会拿这个当借口来攻击他 他才不会这么傻的 主动把这次机会让出去 深渊看着那几位妖王 淡淡道 你们几个就不用去了 老老实实地待在十万大山就行 魔子的实力 你们难道还不清楚吗 还是 你们真的以为魔眼斩魂刀 很好拿回来吗 深渊这话的意思就是 在警告他们这些人 让他们现在不要跟赵小云作对 可火凤王一脸的不服气 那深渊大人 您让魔子什么时候出发 雾狼王见状 上前问道 不急 我听说那些人 准备半个月后才出发 魔子 这段时间 你就好好地休息休息 深渊说完 在场的几个妖王都没有说话 行了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今天就先到这吧 深渊说完 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看着深渊离去的背影 几个妖王顿时脸色不好地 看向赵小云 哈哈 魔子大人啊 您这次 还真是立了大功了呀 火凤王比一道 赵小云则没搭理他们 瞥了他们一眼后 大步地朝着殿外走去 他知道 要是再不走的话 后面免不了他们这些家伙的阴阳怪气 还不如走了清静 而就在他走后 轻窑冷着脸 走到火凤王面前 火凤王 真是给你脸了 魔子大人 上次好心好意地饶你一命 你不懂赶恩就罢了 还故意跟魔子大人作对 轻窑这话 让本来就心情不好的火凤王 顿时激动起来 轻窑 你是跟他一伙的 还是跟我们妖魔一伙的 火凤王气得直跺脚 一旁的几个妖王也跟着附和道 轻窑 你这就是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们现在跟你挑明了说吧 我们几个都不看好魔子大人 轻窑冷哼一声 你们看不好魔子大人 是在质疑尊上吗 要是尊上知道了 你们这些人 恐怕会受罚的 然而 那几个妖王却满不在乎道 就算尊上知道了 又能怎么样 不过轻窑 这次我们倒是看清了你的嘴脸 这几个妖王 显然是要跟轻窑划清界限 可轻窑现在哪还想搭理他们 在他们说完这话后 轻窑冷哼一声 看都没看 他们一眼就走了 这一幕更是让这几个妖王起得冒烟 哼 不就是这次拿到了魔眼斩魂刀吗 有什么好装的 火凤王暴毙 一脸鄙视的看着轻窑离开的方向 雾狼王见状 上前两步道 火凤王 我看他这样下去 十万大山都要改名了 这样下去绝对不行 火凤王点点头 不说别的 单说他杀死敖怀这件事 我就不会放过他 雾狼王附和道 我们也一样 他能这样肆无忌惮地杀死你身边的人 下次不一定会杀死我们其中的谁呢 最主要的是 深渊尊上还这样放任他 就算为了我们自己 也要把他除掉 几人就这样密谋着 外面的轻窑 很快就跟上了赵小云的步伐 魔子大人 魔子大人 您等等我 轻窑走在赵小云后面喊道 赵小云转身 轻窑 这么长时间也累得不轻 您也好好的去歇歇吧 听着赵小云关心的话 轻窑忍不住心里意暖 魔子大人 我追怪找您 是因为刚才 您在深渊尊上面前的话 赵小云听完疑惑道 刚才 什么话 有什么问题吗 轻窑连忙道 不是的 魔子大人 我只是疑惑 为什么你不让我在尊上面前 说火粪王袭击咱们的那件事情 第180章 误老 哎 轻窑啊 你还是太年轻啊 赵小云这话 让轻窑忍不住疑乐 不是 魔子大人 我还年轻 他都不知道 活了几百岁了 赵小云笑道 轻窑 你想想 尊上刚才把什么事情都说了一遍 就是不说火粪王的事 难道你有没有看出来吗 轻窑听到这话后 终于明了过来 魔子大人 您的意思是 难道是 尊上故意不管这件事情呢 轻窑说到这 忍不住有些气道 那个火粪王这么可恶 两次袭击您 尊上竟然做事不管 这简直 这简直让人气愤 赵小云却摇摇头 轻窑 这件事情 深渊既然这样做了 那自然有这样做的道理 也不必为这个感到气愤 反正赵小云知道 那个火粪王 肯定不会就此把手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赵小云也不会客气 到时候 只希望深渊不要因为死了一个火粪王而难过吧 轻窑听着赵小云的话 认真地点点头 魔子大人 您放心 以后我一定在您的住宅 偷偷加强戒备 绝对不给那个火粪王再次动手的机会 两人接着又说了几句后 赵小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段时间确实把他累得不清 回来后 赵小云躺在床上 很快就睡着了 只不过 他睡着后 那些妖王子不太平了 火粪王回去后 大发雷霆 雾狼王回去后 则面色严肃地坐在自家大殿内 雾狼王 你怎么看上去愁眉苦脸的 是遇到什么不好解决的事情了吗 不一会儿 雾狼王的大殿突然出现了一道声音 那声音听上去略显苍老 听到声音后 雾狼王连忙看向大殿外 雾狼 你怎么来了 雾狼王连忙下去迎接 只见门口那道略显苍老的身影 缓缓朝着殿内走来 他笑着摆摆手 不用 还没有老到那种地步 说完 雾狼王在大殿内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雾狼王在看到雾狼来之后 心里非常惊讶 因为雾狼在很久很久之前 就在十万大山隐居了 并且不参加在外面的任何事情 而这位雾狼的实力 雾狼王还可惜了好一阵子 可现在怎么突然就出来了 雾狼王带着疑问 坐到了雾狼身边 雾狼 我想请问您这次出来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雾狼王好奇道 雾狼淡淡点头 我听说声渊选了个模子 并且 这个模子还拿回来了魔眼斩魂刀 雾狼王连忙道 那小子只不过是侥幸罢了 只不过 我也没想明白 声渊尊上为什么要选他的模子 听到雾狼王略带声音的话语 雾狼笑着摇摇头 你呀你 这么多年了 还是一点没变 永远的都不服气啊 这个话顿时让雾狼王严肃起来 雾狼 您误会了 这不是我不服气的问题 而是我们几个妖王除了青妖 都对他抱有敌意 雾狼奇怪道 这是为什么 可能雾狼您不知道 那个赵小云 之前可是地藏佛门的人 你说 让那样的一个人来当我们的模子 虽然能气息地藏佛门 但终究不合适 况且 那小子在我们看来也没有什么实力 听完雾狼王这话 雾狼认真地点点头 你说的这话也有道理 不过 能拿回魔眼斩魂刀的人 就算是运气好 本身也要有实力才行 所以 或许那个家伙 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弱呢 雾狼反问道 雾狼王冷笑一声 雾狼 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如果他真有那个实力 我们几个早就服了 现在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 他根本就不值得我们相信 雾狼点点头 确实 你都这样说了 那就说明他 或许真的没有多少实力 不过 我还是要去亲自确认一遍才行 魔子的事情 可不是小事 如果这件事情不办好 我是没有办法安心隐居的 雾狼说完 缓缓地起身 雾狼王健壮 也跟着起身道 不是 雾狼 您这意思 难道要亲自去护会那个赵小云吗 雾狼笑了笑 你放心好了 我有分寸 说着 雾狼很快就消失在了他面前 雾狼王健壮 不由地皱紧眉头 雾狼的实力 虽然在我之上 但我总感觉 他不应该去找赵小云 雾狼王就这样皱着眉 一直站在那里 直到火凤王来了 才回过神来 雾狼王 听说雾狼出山了 火凤王疯疯火火地赶来 一来就说这件事情 雾狼王淡淡道 火凤王 你这消息这么灵啊 雾狼前脚刚走 你后脚就过来了 雾狼王看着火凤王 心里隐隐约约的有些不耐烦 他怎么能不知道 火凤王这里是想干什么 不就是想请求雾狼帮忙吗 雾狼之前 可是他雾狼王的人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地 给别的妖王帮忙 不由地 雾狼王语气都变得有些生硬 火凤王 还真是不好意思 如果你是来找雾狼的话 那只能白跑一趟了 雾狼王这话说得非常明显 就是在拒绝火凤王 可火凤王此时有事相求 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地就离开 他微笑着在一旁坐了下来 哎呀 雾狼王 雾狼这是回山里了 还是有事出去了 火凤王笑道 雾狼王轻咳一声 刚才雾狼就直接走了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去干嘛了 不过 你要是想等他回来的话 就在这里等吧 雾狼王知道 火凤王这个急性子 肯定不会在这里等下去的 果然 他刚说完 火凤王就叹了口气起身 那好吧 雾狼王 如果雾狼回来的话 麻烦你过去跟我说一声 雾狼王虚伪地笑了笑后 火凤王才离开 看着火凤王的背影 雾狼王不由地冷哼道 这火凤王 肯定是想让雾狼帮忙杀赵小云的 就这样空着手来 怎么好意思说让来帮忙的 第181章 美梦 火凤王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雾狼 我们当然没有那个意思 只不过 我们要是放你进去的话 青瑶大人是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所以 雾狼你也别为难我们了 我们也只是安病行事 看着两个侍卫一脸坚定 雾狼不由地冷哼一声 他出山的事情 十万大山里除了几个妖王知道 其他人还都不知道 他不想让过多的人知道他出山了 但要是现在在这里闹的话 他出山的消息 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十万大山 这根本就是得不偿失 想到这里 雾狼冷哼一声转身走了 那两个侍卫兼务务离开 只不过在两个侍卫看不见的地方 雾狼突然出现在了赵小云的后院 此时 屋内的赵小云还正在睡觉 他根本没发现自己的后院里 还站了一个人 而雾狼在院子里缓缓走了一圈 见屋里的赵小云依旧没有动静 不由得冷哼一声 突然 雾狼脑子里灵光一闪 既然是在睡觉 那我就去你梦境里会会你 此时 正在睡觉的赵小云确实在做梦 只不过 他这次做梦的对象是青瑶 在梦境内 四周一片洁白 看不清周围到底是什么 赵小云此刻只能看见青瑶清晰的脸 还有他那曼妙的身材 青瑶 你在这干什么 这是什么地方 赵小云好奇地看着周围 青瑶轻笑一声 他缓缓来到赵小云面前 就在赵小云又想说什么的时候 面前的青瑶突然把手放在了赵小云的肩膀上 就在那一瞬间 青瑶身上的衣服 突然就变成了莫如蝉翼的白纱 而玲珑的身体 就这样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赵小云面前 赵小云不是没见过美女 可是现在 却是青瑶这般出现在自己面前 顿时 赵小云感觉鼻子一热 有什么东西顺着鼻子流下来了 哈哈 模子大人 你怎么流泻了 只见就在那一瞬间 青瑶修长洁白的手指 浮过赵小云的脸庞 很快就擦掉了赵小云脸上的鼻血 青 青瑶 你这是要干什么 赵小云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对面的青瑶再次微微一笑 这笑容把赵小云都看呆了 模子大人 我想做什么 你不是最清楚吗 就在青瑶说完这话 赵小云就看到青瑶的脸 在自己眼前不断扩大 赵小云再次狠狠咽了口唾沫 心中只有两个字 刺激 然而 就在赵小云闭上眼的时候 面前的青瑶突然摇身一变 变成了刚才在院子里的雾老 碰 只见雾老看清楚眼前的景象后 一掌拍开面前的赵小云 赵小云猛地睁开眼 这才发现眼前的青瑶 竟然变成了一个老头子 卧槽 怎么回事 你 你谁啊 赵小云看着面前的老头 脸色顿时愤怒地涨红起来 奶奶的 刚刚明明不是青瑶吗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老头子 幸好刚才没下嘴 要不然太恶心了 赵小云就这样想着 对面的雾老同样是满脸黑线 这个模子 果然跟雾狼王说的一样 不成器 这梦的都是什么东西 喂 听说你就是深渊大人心力的模子 雾老深吸一口气 语气冰冷地问道 赵小云此时不想 根本不想 和眼前的这个老头废话 撇了他眼后 淡淡道 是啊 怎么 你有什么问题吗 既然我找到了你 那当然有问题 雾老冷哼一声 赵小云却笑了 有问题 我可知道 这里是我的梦境 你还有问题 你算个屁啊 赵小云当然知道 这是自己的梦里 所以说话一点也不含蓄 要不是眼前的这个老头 刚才的美梦 一定还能继续下去 赵小云想想就来窃 而此时 雾老同样一脸气愤 以他在十万大山的地位 就算是深渊来了 也会称呼他一身雾老 可眼前这个小兔崽子 竟然说他算个屁 他还从来都没受过这样的屈辱 刚才在门口 那些人拦他也就算了 现在这个赵小云 还敢挑衅他 不由的 雾老周围的魔气猛地暴涨 他眼睛心红地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 我雾老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惹怒我的代价 说着 雾老手中猛地出现一柄 用魔气化成的长剑 赵小云的眉头微皱 你以为这就能杀了我吗 赵小云的声音冷冽 哼 杀你简直易如反掌 雾老冷笑一声 随后 他猛地挥动手中的长剑 长剑猛地爆发出刺目的光芒 然后猛地朝赵小云劈了过去 给我死吧 随着雾老大喝一声 他身上的黑气 也猛地冲天起 然后凝聚成了一张猙獰的魔脸 那魔脸张牙舞爪 仿佛要将赵小云撕裂一般 雾老一边挥舞手中的长剑 一边怒吼道 你去死吧 随着雾老愤怒的咆哮 魔脸张着血盆大口 朝着赵小云咬去 赵小云的眼神冰冷 但是并没有丝毫躲避的意思 哄 就在那魔脸即将咬住赵小云的瞬间 只听见轰隆一声 紧接着 一股狂风吹过 雾老的魔脸居然被一阵风给刮散了 雾老惊呆了 而此时的赵小云却没有丝毫停留 而是直接从雾老身旁掠过 什么鬼东西 雾老惊慌失措 就在这时候 突然一个冰冷无比的声音传来 雾老 你是打算杀了自己 你就这点实力吗 雾老转过头看向赵小云 眼睛瞪得滚圆 你 你怎么可能会没死 他实在是难以置信 第182章 梦境控制 没有人知道 雾老其实拥有着对梦境的掌控能力 就算是深渊的梦 他也能随意进出 并且还能在梦里 对于深渊发出伤害 可现在 在赵小云的梦里 雾老的这个能力 好像消失了 他刚才可是使出了最厉害的方式 但却没能把赵小云怎么样 这不对劲 非常的不对劲 雾老非常非常讨厌 这种失控的感觉 刚才自己那一件 明明都把赵小云的心脏给贯穿了 就算不死 也不可能好好地站在自己面前 雾老实在是难以相信 但是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眼睛变得更加阴沉了起来 哼 我看你到底能撑多久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抵挡得了我十招之内 说着 他便再次挥动手中的魔剑 直接那巨大的魔脸 再次张大嘴巴 朝着赵小云扑去 去死吧 雾老咆哮一声 他的魔剑猛地朝着赵小云斩了过去 轰隆 又是一阵爆炸声 那魔脸再次被风吹散 而这个时候 雾老却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魔器猛地翻滚起来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顿时涌现上心头 不好 雾老心中一惊 他赶紧调动自己体内的魔器 来对付这股危机 然而就在他调动魔器的时候 他却突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居然动弹不得了 而且 就连自己的灵魂 似乎都被一种诡异的力量束缚住了 这种情况 让雾老感觉到恐惧 因为他感觉到 自己似乎被谋补未知的力量所操控 而此刻 赵小云则站在距离雾老几十米远的地方 雾老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很奇怪 自己怎么会动弹不得呢 赵小云的嘴角带着一抹玩味 你 雾老想说什么 但是却说不出话来 此刻 他只能用充满恐惧的眼神 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 你给我做了什么 雾老大叫着问道 然而 赵小云却没有回答 他淡淡一笑 雾老 这个世界上有一句话叫做 自作孽不可活 你不该惹我 惹我者必亡 说完 他便走进了雾老 雾老惊恐地后退了两步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赵小云看向雾老 冷冷一笑 我不是要干什么 只是要把你送回去罢了 你 你要送我回去 你想干什么 雾老连忙问道 难道赵小云发现不对劲吗 不可能啊 雾老看向赵小云 该死的 赵小云 你真以为你吓唬我 我就不对你下杀手了吗 雾老大喝一声 他手中的长剑 瞬间化为了无数的剑影 向赵小云袭击而去 然而 这些攻击全部被赵小云轻松躲过 雾老的眼睛都瞪得老大 这是怎么回事 雾老心里非常疑惑 你到底是谁 雾老大声吼着 向赵小云冲了过去 雾老的实力非常强悍 他手中的长剑 在他挥舞之时 散发出刺目的光芒 他的长剑化为了十几柄长剑 那十几柄长剑 在半空中相互交错 形成了一张剑网 向赵小云笼罩而去 然而 当那些剑网即将触碰到赵小云身体的时候 穿梭了过去 来到了雾老的身前 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这一幕 雾老惊呆了 雾老连忙挥动着剑 向赵小云攻击了过去 你还没明白吗 你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雾老大喊着 啊 既然你想知道我是谁 那就让你知道吧 说完 赵小云的身躯突然消失了 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雾老的背后 他一拳砸向了雾老 碰 一声巨响传来 赵小云这一拳 砸在了雾老的身上 使得雾老连忙倒飞而出 他撞击在墙壁上 然后摔落下来 嘴巴一口鲜血吐出 赵小云再次冲了过去 他一拳又打在了雾老的胸膛上 碰 雾老再次倒飞出去 摔落到了地上 嘴巴又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他的脸色苍白如指 眼神充满了恐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雾老连续倒退着 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 都仿佛一味了一般 疼痛欲裂 而赵小云 却依旧紧专上 雾老的嘴巴里 不断地冒出鲜血 他眼神之中充满了惊恐 他不断地倒退着 想逃离这里 然而 赵小云却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 赵小云 雾老惊恐地大叫起来 放了我 求求你 放了我 这次他进入赵小云的梦境 可是花费了好大的力气和手段 要是在赵小云的梦境里 被他伤了 那他在外面的身体也会受伤 这一切的一切 都跟他近来之前想的不一样 赵小云 为什么会这样厉害 此时 赵小云却冷冷一笑 我这不正好成全你吗 赵小云的嘴角勾勒起一丝阴森森的笑容 然而 这一切都晚了 碰 雾老的脑袋被轰碎了 雾老 死 你这个雾老啊 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因为现在是我的梦境 我的梦境 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来伤害我 赵小云看着消失在面前的雾老 脸上全是冷笑 此时 正在院子里的雾老猛的一睁眼 就在他睁眼的一瞬间 一大口血 瞬间从口腔内喷出 他整个人都止不住的大口喘着气 呼呼呼 该死的 可可嗨 赵小云 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雾老能够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变化 赵小云在梦境里的伤害 虽然没有百分百地传到他身上 但也让他伤得不减 谁 谁在那说话 突然 就在雾老大口喘气的时候 突然就听见门口那两个侍卫的声音 雾老脸色难看地看向前面 该死的 低声咒骂了一句后 雾老很快就消失在了原地 之前在门口的那两个侍卫 再来到后院后 快看 那地上怎么有血剑 那两个侍卫来到后院后 立马察觉到了不对劲 不过 两人在周围快速地搜寻着 并没有瞧见有谁的踪影 唉 看来 这件事情 等莫子大人醒来 告诉莫子大人吧 第183章 反噬 雾狼王大殿 雾狼王在大殿内缓缓躲步 他时不时地看向门外 因为从刚才开始 他的心里隐隐约约的 就有些不好的预感 但具体为什么会这样 他也说不上来 所以 雾狼王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只能在原地来回夺步 对了 雾狼有消息了吗 雾狼王突然停住脚步 对着旁边的下人问道 那下人摇摇头 还没有消息 不过 刚才得知 雾狼要从正门去找莫子大人 但是被莫子大人的侍卫拦下来了 这话一出 雾狼王脸色一黑 那家伙的侍卫竟然敢拦着雾狼 雾狼是什么身份 他赵小云虽说是莫子 但见了雾狼也要恭敬地喊一声雾狼 可现在竟然不长眼地 把雾狼给拦在了门外 想到这 雾狼王气得使劲一握拳 赵小云 要不是深渊尊上护着你 你早就完蛋了 雾狼王个狠狠道 就在他刚说完这句话 突然外面的下人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雾狼王 不好了 不好了 那下人跌跌撞撞地跑进来 看到雾狼王后 急忙道 雾狼 雾狼现在在您寝宫里呢 您快去看他吧 听到这话 雾狼王脸上一惊 雾狼 怎么会 雾狼有没有事啊 雾狼王连忙问道 那下人急忙道 我看到雾狼回来的时候 身上全是血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狼王 您快去看看吧 雾狼王健壮 也不敢多耽搁 他连忙大步朝着自己寝宫走去 可嗨嗨 可嗨嗨 此时 雾狼王的寝宫内 雾狼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 双手捂着胸口 大口地咳嗽着 该死的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不应该啊 难道说 深渊传授给了那家伙 什么秘书吗 坐在地上的雾狼 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今天为什么会失误 就在雾狼捂着胸口 大声咳嗽的时候 雾狼王终于赶来 雾狼 雾狼 您没事吧 当雾狼王看到浑身是血的雾狼 坐在地上的时候 心中大惊 他吓得连忙跑过去 观察雾狼的情况 雾狼健壮 连忙摆摆手 我没有什么大事 不过是稍微的 有一点反事而已 让我歇一会儿就没事了 见雾狼的气息 还是非常稳定 雾狼王心里的大石头 终于落了地 呼 雾狼 您真是吓死我了 您干什么去了 怎么会遭到反事呢 雾狼王忍不住好奇 雾狼在地上歇一会后 感觉身体好了许多 于是他看向一旁的雾狼王 雾狼王 我是去找赵小云了 只不过他在睡觉 那些侍卫没让我进去 雾狼王点点头 雾狼 这件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你放心 有机会 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教训 那个不识好歹的赵小云 雾狼听到雾狼王要教训赵小云 忍不住摇摇头 雾狼王 你知道我这一身反事 是怎么搞的吗 雾狼王摇摇头 我虽然没有从这门进去 但是我进入了赵小云的梦境内 这话一出 雾狼王恍然大悟 他当然知道雾狼在这方面的厉害 梦境杀人法 那可是雾狼的拿手绝活 不过 雾狼的拿手绝活 怎么会遭受到反事呢 这不应该啊 此时雾狼仿佛看穿了雾狼王的疑惑 他摇摇头 叹了口气道 我的梦境杀人法 在赵小云的梦境里 竟然失控了 那家伙在梦境里 狠狠地伤了我 我怀疑 这个赵小云背后 绝对有人帮助 这话一出 雾狼王眉头一皱 雾狼 您肯定他背后有人吗 雾狼脸色严肃道 对 我百分百肯定 要不然 就凭他的实力 绝对破不了我的梦境杀人法 他背后的人 实力非常厉害 我猜啊 上次他能拿到魔眼斩魂刀 恐怕也是背后高人相助的 死 雾狼 您这么一说 也非常有道理 我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茬呢 就是啊 就平堪那样的实力 要是背后没高人相助 绝对不可能怎么样你 雾狼王认真地说着 半晌后 雾狼王又不解道 可是 雾狼 您说 那家伙背后的人 到底是谁呢 难道那背后之人的实力 比深渊还强大吗 雾狼摇摇头 这些我也不是非常清楚 所以 这件事情 必须要好好地调查调查 雾狼王见状 认真道 雾狼 您说的是 您放心 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会派人好好地盯着摩子的 另一边 赵小云这一觉睡得非常舒坦 除了那个关于雾狼的梦 不过 那毕竟是梦 醒来后的赵小云 很快就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 接下来这半个月的时间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赵小云起床伸了的懒腰后 推开了房门 就在他刚打开房门 侍卫就连忙跑过来 摩子大人 您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听着侍卫奇怪的话 赵小云疑惑道 当然睡得很好了 怎么你们两个这副表情 是有什么事吗 那侍卫点点头 摩子大人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 我们听到你的后院有动静 就跑过去查看 谁知道在那里发现了一堪血迹 赵小云一皱眉 在我后院 对 这血迹 您回来之前还没有呢 就在您睡着之后出现的 我们不敢打扰您休息 又恐怕有什么意外 所以摩子大人 您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后院看看 看着侍卫严肃的模样 赵小云点点头 带路吧 侍卫见状 连忙带着赵小云来到了后院 此时 昨天的那一堂血迹已经干涸 颜色也变得无比暗沉 并且隐隐约约的 还有股腥味 摩子大人 您看 这就是昨天晚上留下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 是谁留下的 摩子大人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侍卫满脸严肃 赵小云看了看地上的血迹 又看了看那侍卫的脸 轻咳一声 看来 是有人半夜闯进我的后院了 第184章 邀请 还能怎么看 哪眼看啊 难不成 还让我凭这一滩血 找到是谁啊 再说了 他昨天晚上也没有受伤 所以 管他这滩血是谁的 赵小云默默吐槽着 那侍卫则认真地点点头 那摩子大人 您接下来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侍卫问道 赵小云听到这话 忍不住又看了眼侍卫 确定了 青瑶派来的这侍卫 脑子不好使 看来眼下只有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加强守护力度了 赵小云故作深沉道 侍卫连忙点头 不愧是摩子大人 这个方法确实好 您放心 我们一定加强对您的保护 赵小云 摩子大人 摩子大人 就在赵小云转身准备 出去走走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青瑶的声音 紧接着 青瑶就出现在了赵小云的面前 摩子大人 您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听说您的后院 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滩血 昨天晚上 是不是有什么人 闯入了您的后院 青瑶关切地看着赵小云 赵小云看着面前的青瑶 突然想到了 昨天晚上的那个梦 不由的 赵小云有些尴尬地挠挠头 没事没事 青瑶 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处理的 然而青瑶却一脸严肃 摩子大人 这件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已经安排了守卫在这里 却还是有人肆无忌惮地闯入你的后院 摩子大人 您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不对劲 赵小云摇摇头 不对劲 梦到你算不对劲吗 青瑶听完 脸色瞬间变得通红 哎 摩 摩子大人 您说 您昨天晚上梦到我了吗 顿时 青瑶看向赵小云的脸色变得无比暧昧 哈哈 青瑶 你 碰碰碰 青瑶大人 摩子大人 我们雾狼王有要事相告 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下人 打断了赵小云要说的话 本来娇羞的青瑶 看见赵小云的话被打断后 立马生气地转身 到底什么事情 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说 没看见我们正忙着的吗 青瑶的心里别提都生气了 刚才要是赵小云没停下来 说不定就说到什么 他喜欢听的内容了 青 青瑶大人 是小的不长眼 您 您别生气 那下人连忙慌张地道歉 青瑶见状 不由得摆摆手 行了 行了 快说到底什么事吧 青瑶本来想臭骂他一顿的 但想到旁边赵小云还在 青瑶只能忍住了 青 青瑶大人 雾狼王说 说雾佬出山 想邀请您跟摩子大人去聚一聚 下人说完 赵小云连忙道 死 雾佬 他昨天晚上梦到的那个老头子 是不是也叫雾佬啊 赵小云有些奇怪道 真是奇怪 怎么会突然梦见他 不过 不管了 反正也没啥事 一旁的青瑶并没有听到赵小云小声的话 而是问道 摩子大人 雾佬之前是十万大山实力非常强悍的长老 只不过很久之前 他就隐居了 虽然不知道 这次为什么突然出来 但摩子大人 您要是不想去的话 我也不去了 赵小云本来是不准备去的 但是心里还是非常好奇 好奇这个雾佬王口中的雾佬 跟他昨天做梦梦到的那个人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 可 青瑶 既然雾佬王邀请了 那咱们就去吧 毕竟 你也说了 雾佬之前可是十万大山非常有实力的长老 我身为摩子 怎么能不去看看呢 赵小云这话 让青瑶佩服不已 摩子大人并不会因为自己是摩子 就对之前的老人不敬 实在是模范 好 你回去告诉雾狼王 我们很快就过去 青瑶转身 对着那人回应道 此时 雾狼王的大殿 雾狼王看着坐在旁边的雾佬 有些担心道 雾佬 您才休息了半晚上而已 真的没事吗 雾佬摇摇头 那当然 只是遭到了一点轻微的反事而已 我的身体还是非常能打的 对了 让去通知摩子的 去了吗 雾狼王连忙道 雾佬已经派人去了 不过 要是摩子不愿意来怎么办 雾佬冷笑一声 不可能的 我相信那摩子一定会来 如果不来 我们还可以拿这个当借口 以后可以在尊上面前参他一本 雾狼王听完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对啊 雾佬还是你想的周到 他要是赶不来的话 那我就在尊生面前 要好好地告他的状 就在雾狼王说完这话 门口突然就出 出现了一个火红色的身影 雾佬 哈哈 明出山了呀 此时 进来的并不是赵小云 而是昨天晚上 无功而返的火凤王 看到火凤王 雾佬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火凤王 这么些年没见 你倒是变得越发漂亮了 雾佬淡淡道 雾佬虽然是雾狼王这边的人 但在他隐居之前 十万大山的妖王都非常尊敬他 就连火凤王也不例外 此时 火凤王连忙笑着走上前 哎呀 雾佬 这么多年不见 想不到你还真有出山的这一天 两人客气地寒暄着 火凤王上前 找了个位置 坐到了雾佬旁边 对了 雾佬 您这次出山 是为了什么 火凤王好奇道 雾佬笑笑 这不是听说深渊大人选了模子吗 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当然要出来看看了 听到这 火凤王立马严肃起来 哎呀 雾佬啊 那您这次可是出来对了 雾佬一挑眉 嗯 这话怎么说 您是不知道 我们几个妖王是非常不认可这个模子的 要是深渊尊上真的把十万大山交到模子的手中 恐怕十万大山要不保啊 火凤王这话说得非常严重 雾佬 则面无表情到底点点头 火凤王 模子的事情 雾佬王已经跟我大概的说过了 我的心里啊 已经有了考量 雾佬说完这话 火凤王立马把目光转向一旁的雾佬王 火凤王知道 雾佬王在雾佬面前说的话 一定不会是关于模子的好话 既然这样的话 他就放心了 第185章 宴会 哈哈 雾佬 听说 你这次还把模子给邀请过来了 火凤王问道 雾佬笑了笑 当然 那可是模子 要是光邀请你们来 不邀请模子 这也说不过去 再说 这个模子到底是什么底细 我还没搞清楚呢 雾佬这话的意思非常简单 并不是他要站在模子那边 而是要好好地探探模子的底细 火凤王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很快 剩下的几个妖王 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 当紫园王进来之后 他立马激动地跑到了雾佬身边 哎呀 雾佬 哈哈 真是好久不见啊 没想到 能见到您出山的那一天啊 上次地藏佛门的事情 是紫园王一手安排的 可没想到最后的结局 跟他想的不一样 不过 紫园王并没有把这上次的事情 放在心上 而是转头 另寻其他办法 而这次 雾佬能出山 百分之九十的功劳 都是紫园王的 只不过别人不知道罢了 当然 对于这一切 紫园王可是谁都没告诉 就连雾佬都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紫园王操作的 此时 坐在位置上的雾佬笑着 跟紫园王点点头 紫园王 好久不见了 这实力 又精进不少啊 紫园王听着雾佬的夸赞 笑着摇摇头道 哎呀 雾佬 您真是过奖了 我的实力想要跟您比 还是差很多的呀 雾佬不由得摆摆手 行了行了 你就别谦虚了 坐吧 坐吧 终于 在大殿邀请的其他人 都快到齐的时候 门外终于来了一道 雾佬想见的身影 嗨嗨 魔子来了 魔子来了 雾狼王倾咳一声 所有人的视线 瞬间锁定在了大殿外 此时 缓缓地朝着大殿走来 青瑶奔在赵小云的身后 就像是赵小云的跟班一样 哎呦 魔子来了 我们这些人都到了 你猜来 真是好大的面子啊 连雾佬的邀请不这么拖沓 火凤王见到赵小云后 毫不客气地阴阳怪气道 赵小云没搭理他 而是直愣愣地 看着大殿内的雾佬 我去 跟我昨天在梦里的一模一样 赵小云愣愣道 此时 坐在大殿内的雾佬 跟昨天晚上他梦到的一模一样 重现赵小云昨天晚上的梦境 魔子大人 魔子大人 您说什么 青瑶并没有听见着 赵小云在说什么 但他看着赵小云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总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青瑶的话 立即把赵小云叫回了神 赵小云见状 笑着走上前去 哎呀 雾佬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刚才来的路上有点耽搁了 雾佬 我可是听青瑶说过你的 您这样的前辈邀请 我感到非常荣幸啊 听着赵小云这话 雾佬跟着笑了笑 对了 雾佬 我怎么感觉你这么熟悉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赵小云故意问道 雾佬一听 脸色一黑 然而 不等雾佬说话 一旁的火凤王就冷声道 哼 雾佬是昨天晚上刚出山的 你上哪见雾佬 魔子 你这套进服的话 简直太老套了 雾佬见状 笑了笑道 火凤王还是跟之前一样 心直口快 魔子大人 希望你不要介意 这个火凤王就是这个脾气 不过 你说在哪见过我 魔子大人 可能是咱们两个有缘吧 赵小云也笑着点点头 是啊 雾佬 可能咱们有缘吧 虽然赵小云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梦到他 但总归就是一个梦而已 并且 他在梦里还把雾佬给弄伤了 这样说出去 总归不好 好了 既然人都来齐了 那咱们开始吧 雾佬起身 对着各位妖王点点头 这次 雾佬让雾狼王 准备了规模不小的宴席 那些妖王点点头后 雾狼王对着旁边的人挥挥手 此时 赵小云坐到了雾佬身边 青瑶则坐得离他远了一点 当然 这一切都是雾佬安排的 雾佬也不明白 为什么青瑶跟魔子这么亲近 按道理 青瑶应该站在这些妖王这边才是的 不过 雾佬现在可没管这么多 嗨嗨 魔子大人啊 我刚出山 就听说 你的英勇士忌啊 宴会开始 下人开始陆陆续续上菜 雾佬趁机问道 赵小云见状 连忙到 英勇士忌 雾佬 难不成你说的是魔眼斩魂刀 就是魔眼斩魂刀 没想到啊 我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魔眼斩魂刀回来啊 雾佬忍不住感慨 赵小云忍不住道 哈 雾佬 其实这一切 并不是想象的这么难 再说了 我还有着帮助 自然能顺利的把魔眼斩魂刀拿回来 赵小云说的帮助 是指青瑶的帮助 可这话到了雾佬里 却便为了 有着帮助 那不正印证了雾佬的猜想吗 赵小云背后肯定有人 不由的 雾佬看着赵小云的目光变得审视起来 哈哈 魔子大人 尊上已经检查过魔眼斩魂刀没问题了 所以 魔子大人 能不能让我再看看魔眼斩魂刀 赵小云见状 连忙点点头 当然可以啊 说着 魔眼斩魂刀 就静静地出现在了雾佬的面前 雾佬看着面前的魔眼斩魂刀 缓缓地伸出手 不一会后 雾佬就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死 简直不可思议 这魔眼斩魂刀的气灵 都变得如此听话了 就在雾佬惊讶的时候 躲在魔眼斩魂刀里的气灵 不耐烦起来 该死的 一个魔眼斩魂刀 怎么这个 摸完那个摸 哼 不过就这样直接伤人的话 主人肯定不愿意 既然你喜欢摸 那我就给你点奖励吧 气灵说完 一道黑光瞬间消失在雾佬的掌心内 在场所有人都没有察觉 就连雾佬跟赵小云都没有 半场后 雾佬终于收回手 哈哈 魔子大人不愧是你啊 这次可算是 让我开眼了呀 哪里哪里 雾佬客气了 对了 魔子 听说你之前 是地藏佛门的人 这声质问 让赵小云的动作一顿 第186章 你疑心太重 哈哈 雾佬 看来之前你已经了解过我了呀 没错 我之前确实是地藏佛门的人 这一点我承认 赵小云大大方方的承认了 这一点倒是让雾佬有些刮目相看 哈哈 魔子 你不要误会 我问这话 并不是要质疑你的 而是非常好奇 为什么你是地藏佛门的人 却成了我们十万大山的魔子 雾佬笑道 赵小云也没藏着掖着 他哈哈一笑 直接道 哎呀 雾佬 你也知道 地藏佛门那些和尚都是死脑筋 其实我早就受不了他们了 就算那一次 深渊尊上没有把我接回来 我也不会在那里多待的 就在赵小云说这话的时候 一旁的紫园王偷偷地拿出了流影石 此时 雾佬点点头继续道 原来如此啊 魔子 既然你已经是十万大山的人了 那我雾佬 敬你一杯 赵小云也没跟他客气 立马端起了酒杯 一旁的青瑶看着两人之间的动作 一时间不知道这个雾佬到底要搞什么鬼 因为青瑶心里隐隐约约的感觉 这次雾佬出山非常不对劲 可具体是哪不对劲 他也说不上来 只能就这样先观察观察 酒过三巡 雾佬笑眯眯道 魔子 其实我这次邀请你来呢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雾佬 有什么事情 你就直说 赵小云道 其实啊 魔子 我还是想见识见识你的实力 毕竟 你也知道 我之前一直都在隐居 对外面的事情不多关注 可魔子以后 毕竟是要接管十万大山的 让老夫见识见识你的实力后 我才能安心啊 雾佬就是故意这样说的 刚才的酒里 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 在里面加了点东西 要是等会赵小云不论跟谁比试 都会说 到时候这件事情 必然可以大做文章 想到这 雾佬脸上的笑更浓了 赵小云并不知道 这老狐狸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笑着回应道 雾佬 我的实力你随时可以看 不过 你要怎么个看法 其实雾佬不知道的是 赵小云早就知道了 杯子里的酒有些不对劲 不过雾佬可能不知道 那些东西 对赵小云根本没用 赵小云喝下那些酒 里面的药物 立马就挥发消散了 幸灾乐祸的雾佬还笑着道 这个简单啊 我就是想看你跟在场的 随便一个妖王 比一场 你觉得怎么样 赵小云还没说话 火凤王就直接站出来道 雾佬 我愿意跟摩子比 火凤王也知道 雾佬在赵小云的酒里加了点量 所以现在根本不怕 一旁的青瑶健壮 皱着眉道 火凤王 摩子大人还没答应呢 你愿意什么 火凤王则冷哼一声 怎么 青瑶大人 我只是想跟摩子比一比 有什么不妥的吗 还是说 摩子大人害怕 不敢跟我比啊 看着火凤王挑衅的模样 青瑶脸色一黑 他随即看向赵小云 并对赵小云摇摇头 可赵小云却笑笑 青瑶 你就放心好了 我只是跟火凤王比试比试 让雾佬看到我的实力罢了 这能出什么问题呢 就是啊 青瑶大人 你的疑心未免太重了 再说 人家摩子可都答应了 火凤王冷笑着看向青瑶 青瑶皱着眉 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对他点点头 此时 雾佬见状 跟着笑道 好啊 好啊 不过现在 咱们面前也不适合比试 这样吧 咱们去门外 你们两个 要记住点到为止啊 火凤王起身 点点头 雾佬 您就放心吧 我可是非常有分寸的 一定会点到为止 赵小云也跟着起身 在场的其他妖王健壮 也都跟着两人的步伐 朝着外面走去 雾佬 这次摩子大人 恐怕赢不了火凤王了 雾狼王笑着 走在雾佬旁边 雾佬也跟着笑道 那是当然 我的东西 可是百分百靠谱 要是这次能够重伤摩子 再好不过了 两人的话虽然非常小声 但还是传到了后面 青瑶的耳朵里 青瑶听到这 立马慌张的 看向远处的赵小云 等一下 先别开始 雾佬 我有话要跟摩子大人说 青瑶立马高喊一声 在场所有人的视线 都集中在了青瑶身上 雾佬见状 一皱眉 哎呀 青瑶 你跟摩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就是一场普通的比试而已 瞧把你给吓的 青瑶瞥了眼雾佬 缓缓道 雾佬 先别开始 我先过去跟摩子说两句话 说着 不管雾佬是什么反应 直接就跑到了赵小云面前 雾狼王皱眉道 雾佬 糟了 青瑶该不会听见了 咱们两个刚才的话吧 雾佬却摇摇头 就算听见怎么样 要是赵小云不去比 那我不就有的说了吗 堂堂一个摩子 竟然不敢跟摩王比试 这是要是让尊上听到了 尊上肯定会数落摩子的 雾狼王见状 立马道 行 雾佬 都听您的 赵小云这边 青瑶跑来后 趴在赵小云耳边道 摩子大人 久有问题 他们都是有备而来 要不 您还是别比了 看着青瑶担心的脸庞 赵小云笑道 有没有问题 我早就看出来了 青瑶 不用担心 我可是摩子 青瑶本来心里非常担心 但是听到赵小云这话后 不知道为什么 莫名其妙的心安了下来 那摩子 你一定要小心 小心火凤王使暗招啊 青瑶叮嘱道 喂 青瑶 你是当我火凤王耳朵龙吗 我使暗招 呵呵 我才不会跟你一样呢 火凤王忍不住怒道 但青瑶可没搭理他 又叮嘱了赵小云一句后 才离开两人打斗的范围 好了好了 既然没有人要说什么 那摩子大人 火凤王 你们两个就准备准备开始吧 悟老站出来道 火凤王冷笑一声 摩子啊 上次敖怀的事情 想必你还没忘 我告诉你 我火凤王 跟你势不两立 第187章 用出佛术 呵呵 火凤王 我当然没忘 不过 这次 我非常有信心能赢 这样吧 我让你三招 赵小云缓缓道 这话一出 火凤王大笑起来 呵呵 赵小云 你不是在搞笑吧 你还让我三招 火凤王大笑着 我是认真的 哼 你当我火凤王是傻瓜吗 你让我三招就三招 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火凤王冷声道 悟老既然下手了 那他没必要再占便宜 毕竟 要是让周围人看了 岂不是要笑他 好 既然如此 那么我也没必要再客气了 接招吧 赵小云也不扭捏 火凤王看向了赵小云 脸上露出了细虐的表情 呵呵 赵小云 要不然你别让我三招了 我劝你直接乖乖投降比较好啊 呵呵 火凤王 难不成 你是害怕我了吗 赵小云冷声道 如果你不想太丢脸的话 就来吧 呵呵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怪不得我了 说完 火凤王便冲了过去 呵 火凤王双掌猛拍向赵小云 顿时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他的双掌之中传来 瞬间将周围的空气都震动了起来 砰砰砰 赵小云连忙施展了防御手段 呵 赵小云 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嘛 你现在投降的话 或许我可以饶你一命 火凤王大笑道 休想 现在才哪到哪啊 我才用了二分力而已 再说 我赵小云是绝对不会投降的 好 既然你这么喜欢找死 那我成卷你 说吧 火凤王继续攻击而去 两人在天空中打斗 整片空间都被震荡的摇晃着 赵小云与火凤王的修为相差无几 但是 打斗到现在 赵小云竟然没有丝毫落败的迹象 看到这一幕 火凤王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不对劲啊 按道理说 雾老头的药 现在应该已经发挥功效了 怎么赵小云现在还是没有一点不对劲 实力还是跟之前一样 一点没变呢 火凤王深吸一口气 不会的 估计是因为雾老害怕被发现 吓得伎俩有点小 发挥的有点骂也 想到这 火凤王再次伸手 瞬间 一道巨大的火焰剑出现在火凤王手中 赵小云见状 嘴巴里面也开始念叨起咒语 只见一阵金光闪过 赵小云身边竟然多了一尊金色屏障 阿弥陀佛 赵小云一声低贺 然后猛地向着火凤王冲去 火凤王见状 眉毛轻挑 哄 火凤王手中的火焰剑 直接射在金色屏障上 顿时 金色屏障上面出现了裂缝 哈哈 就平面 火凤王狂笑一声 手掌再次一翻 又是一道火焰剑朝着金色屏障飞去 金色屏障上面的裂缝越来越大 最终 砰的一声爆炸开来 赵小云和火凤王的身影出现在半空之中 两人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彼此 火凤王冷笑一声 就凭你这三脚猫功夫 也敢跟我打 简直找死 话音刚落 火凤王再次举起右手 准备放一个火焰剑 等等 就在这时 赵小云突然喊住他 然后开口道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听到这句话 火凤王的脸上露出疑惑之色 哦 什么事 其实 等等 赵小云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火凤王打断了 哼 你这种废物 有什么资格知道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吧 你是逃不掉的 等会儿就是你的死期 火凤王冷笑一声 随后抬手 再次一记火焰剑射出 哦 就在这时 赵小云的背后 突然浮现出一尊金色佛像 将火焰剑拦截在外 怎么可能 看到这一幕 火凤王的脸上露出了惊骇的表情 他的火焰剑 竟然被阻挡在外面了 哼 赵小云冷哼一声 然后再次念起咒语 随后 一道巨大的金色符文 从金色佛像上出现 化作一把利剑 刺穿了火焰剑的攻击范围 看到这一幕 火凤王的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 这你吗 这他妈还是人吗 不仅是火凤王 周围所有人都惊呆了 雾老满脸严肃的站在原地 看着两人不断的打斗 不应该啊 雾老 按道理来说 这一会 火凤王应该站得上风啊 为什么 为什么魔子 还是能将其压制 雾狼王不解道 雾老同样一点不解 就是啊 魔子喝下去的东西 我是一点一点看着的 绝对不会出一点问题的 可现在是怎么回事 两人都想不明白 而其他几个妖王 在严肃的 看着半空中的场景 紫园王盯着这一幕 不由得喃喃道 这个魔子 实力也太厉害了吧 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 不由得 紫园王的眉头越皱越深 此时半空中 火凤王一脸不甘地 看着面前的赵小云 该死的 魔子 既然你是魔子 为什么要在打斗的时候 用佛术 你这是在挑衅 我们十万大山的妖魔吗 火凤王冷声道 赵小云见状 连忙摇摇头 不好意思啊 火凤王 之前开始的时候 有没有说必须要用什么 我还以为你不会介意呢 不过 火凤王你既然都这样说了 那我就换换 火凤王见状 脸上的愤怒更大了 这个赵小云 这话是什么意思 搞得跟我火凤王很畏惧他一样 火凤王的话 赵小云并没有听见 此时的赵小云 已经收起了浑身的佛光 在那一瞬间 周围的魔器猛地暴涨 悟老看到这一幕 顿时瞪大了眼睛 我去 魔子 竟然能够把佛法跟魔器切换自如 这到底是什么妖孽 简直太恐怖了 不知道为什么 悟老突然觉得自己昨天夜里 在赵小云的梦境受损 是应该的了 估计 深渊尊上也是看到魔子这般 才让他当魔子的吧 悟狼王在一旁淡淡道 悟老深吸一口气缓缓道 我知道了 魔子这么妖孽 体内的药效 恐怕已经消散了 啊 悟老 为什么会这样 悟狼王惊得瞪大眼睛 第188章 火凤王输了 那个药 恐怕不会对魔子有效 该死的 看好场上 可不要让魔子伤了火凤王 悟老说完 一脸严肃地看着场上 此时 赵小云浑身的魔气暴涨 但他并没有拿出魔眼斩魂刀 而是跟对面的火凤王一样 用魔气幻化出了一把普通的长刀 哼 魔子大人 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用魔气 我可比你用的时间长 火凤王脸上全是不鲜 而赵小云也是一脸势在必得 火凤王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既然刚才的不算数 那就重新再来 好 魔子大人 到时候 你可不要求这认输 火凤王冷喝一声 他虽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但是他就不相信 自己的还干不过了 哼 赵小云冷哼一声 两人同时出手 赵小云的魔气 如同滔天海浪一般 汹涌澎湃 而火凤王的 则更加霸道无双 那种气息 仿佛连空中的云层 都能够焚烧殆尽 赵小云的这些魔气 在火凤王的眼中 就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根本掀不起 多么大的波澜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人的攻击 很快便碰撞到了一起 碰 碰 碰 接二连三的爆炸之声传出 整个战场 仿佛被点燃了一般 赵小云的魔气 跟火凤王的火焰 相遇在一起之后 立即就发生了 剧烈的反弹 赵小云的魔气 瞬间便被焚烧殆尽 然而火凤王却毫发未损 哈哈 赵小云 你这些东西 也敢多别 真是找死 火凤王嚣张地大笑了起来 哼 赵小云冷吼一声 火凤王 我的确是小看了你 可是你也别忘记 我的修为可不仅仅只有这些 赵小云冷吼一声 魔气又一次涌现出来 但是这一次 赵小云的魔气 并没有直接冲向对方 而是凝聚成一团黑色的雾气 然后朝着火凤王飞去 这团黑色雾气之内 蕴含了极其恐怖的能量 这股能量 仿佛可以吞噬一切一般 哼 雕虫小剑 给我破 火凤王冷吼一声 右手轻挥 一团巨大的火焰 从手心喷尸而出 直接将那团黑色雾气 吞噬殆尽 砰 砰 两团巨大的火焰 轰然碰撞在一起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之声 仿佛两颗炮弹爆炸一般 砰 砰 砰 爆炸过后 两人各退一步 火凤王脸色非常难看 因为火焰竟然被对方的黑雾 直接焚烧殆尽 根本无法 伤及到赵小云 火凤王脸上露出了惊骇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 这可是我的本命之火呀 居然被赵小云的黑雾 直接焚烧了 火凤王 你这火焰确实厉害 但是 我还有别的招式呢 你决定现在不投降吗 只要你投降 接下来的一招 我可以给你放水哦 赵小云微微一笑道 火凤王勃然大怒 赵小云 你竟然敢这么羞辱我 我告诉你 今天咱们没完 老娘弄死你 赵小云见状 冷笑一声 哎 既然你自己不愿意 那我也没办法了 然后右手猛然一挥 只见他的背后 突然浮现出一尊庞大的虚影 那尊虚影有四只翅膀 有龙头 虎尾 鹰爪 而且 这尊虚影的身体 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黑暗气息 火凤王脸色顿变 这个赵小云 竟然有如此诡异的虚影 好 这时候 那尊虚影仰天怒吼 随即 那尊虚影便是朝着火凤王扑去 哼 雕虫小剑 我会怕你不成 火凤王大怒 身体猛然一动 然后一团巨大的火焰 便朝着赵小云扑去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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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焰跟赵小云的黑暗 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一股狂躁的能量波纹 席卷八方 周围的树木 直接化为灰烬 咔嚓 咔嚓 那一团火焰 竟然直接崩溃消失 什么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这个赵小云到底是什么怪物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所有人 全部都惊惑了起来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 这是一招什么招式 我怎么没见过 雾老震撼地瞪大了眼睛 他身为妖魔这么长时间 研究过的功法无数 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 难不成 这招是深渊单独传授给赵小云的 但是不可能 不应该是这样的 此时 不仅是他 周围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撼 雾狼王更是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因为他刚才能够清楚地感受到 那黑雾散发出来的巨大威力 那种威力 就算是雾搂 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地放出来 这 魔子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判 还有紫园王 更是眉头紧皱 他盯着场上的动静 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此时 赵小云的身体 快速地朝前飞去 那速度快若闪电 根本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便已经出现在了火凤王的跟前 火凤王的实力不弱 但是面对赵小云 却显得如此的无助和渺小 在那一瞬间 赵小云的黑雾 直接缠绕在了火凤王的脖子上 然后将火凤王给捆绑住了 你 你不是说你的实力强大吗 赵小云嘴角微扬 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 说道 你倒是来打我了 火凤王咬牙切齿 他想要挣扎 但是那黑雾 却如同钢铁一般 他怎么挣扎都挣脱不开 嗨嗨 魔子大人 点到为止 既然火凤王输了 就放了吧 此时 悟老开口 火凤王见状 立马怒道 悟老 我还没有输呢 再丢一点时间 我一定能把魔子打趴下 火凤王这话说 他非常自不量力 赵小云忍不住笑道 怎么 火凤王 难道真的让你死 才是输吗 你看看你现在 还能动得了一点吗 还有一点的还手之力吗 赵小云这话说的非常现实 火凤王再再怎么努力的挣扎 都是徒劳无功 此时的火凤王 也终于意识到了 自己真的输了 要是两人这次不是比试 而是实打实的战斗 恐怕他现在已经死了 第189章 都结束了 嘿嘿 火凤王啊 老夫我现在 也大约知道了魔子的实力 你不用这么拼命了 远处的悟老见 火凤王不肯认输 连忙劝说道 火凤王本来就打算放弃了 听到悟老这话 更是心如死灰 魔 魔子 我输了 火凤王低下头道 他一百个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可事实就是这样 拳头才是硬道理 事实也不会因为火凤王的 不开心而改变 这一幕 看得周围所有人 都是一阵皱眉 今天一战 我倒是发现 魔子实力远超我的预期啊 是啊 是啊 怪不得魔子能把魔炎 斩魂刀拿回来 看来还是有些实力的 不得不说 还是咱们深渊尊上厉害 能够找到赵小云这么厉害的 那些妖王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周围那些 看热闹的小妖魔 在不停地感慨 此时 赵小云看着火凤王认输 立马收回了浑身的魔气 原本束缚着火凤王的黑色魔气 在那一瞬间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一瞬间 火凤王感觉周围的压力 瞬间消失 自己仿佛又活过来了一般 火凤王 以后这样的事情 你可不要出头了 毕竟你现在可清楚地知道我的实力了 赵小云笑道 火凤王脸色立马难看起来 但想到自己刚才被束缚的模样 火凤王就冷哼一声 魔子大人 魔子大人 您没事吧 就在这时 轻摇大步走到赵小云面前 看着赵小云 火凤王健壮 冷笑道 轻摇 输得又不是魔子 你问他有没有事干什么 再说了 比赛的时候 你不是都看着的吗 火凤王对于轻摇这样 尚赶着关心赵小云的模样 非常不屑 可火凤王这话说完 轻摇根本就没搭理他 就好像当他是空气一样 好好好 你们这一对狗男女 好得很 火凤王低声咒骂一局后 朝着雾老的方向走去 雾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不是在他那里动了手脚吗 为什么我还会被他压制 火凤王来到雾老身边后 语气中带着不满 雾狼王健壮 皱眉道 火凤王 这件事情根本不怨雾老 雾老也不知道 魔子有这么强悍的实力 只是失去了判断而已 再说了 本来雾老也没有打算 让你去对付魔子 雾狼王给火凤王好一通训斥 雾老健壮 连忙摆摆手 行了行了 这件事情 我也有一份责任 要不然 也不会让火凤王置于危险之中 火凤王 这件事情 老夫会补偿你的 火凤王连忙道 雾老 不愧是您 乃像有些人这么小心眼 一边的雾狼王健壮 狠狠瞪了眼火凤王 好了 不过 我现在可以 基本上判断 魔子是有点实力 但背后一定有高人在指点 我们下一步要搞清楚的是 魔子背后的人是谁 雾老淡淡道 火凤王一愣 雾老 您说什么 什么背后的人啊 魔子背后 还有高手撑腰吗 雾老点点头 我基本上有这个判断 你有什么线索 如果有的话 可以先告诉我 毕竟咱们的目标都是对付魔子 火凤王皱着眉 使劲思索了好大一会 最终还是摇摇头 哎 既然想不起来的话 那就算了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急 还是要慢慢来 对了 切记不能让魔子发现我们的异常 雾老低声道 一旁的两人点点头 就在这时 远处的赵小云也走了过来 雾老 我的实力 相信你也有些了解了吧 赵小云过来后笑道 雾老健壮 连忙上前哈哈一笑道 哎呀 魔子啊 今天可算是让我长见识了呀 看来我还是老了呀 这十万大山 就给你这样的年轻人 我心里也就踏实了 雾老皮笑若不笑 赵小云则点点头 雾老 你放心就好 既然已经结束 那我就先回去了 啊 行 魔子大人 您先回去吧 雾老笑着对他摆摆手 赵小云走后 剩下的人也都陆陆续续的离开 就在所有人都走完 就剩下雾老的时候 雾老突然感觉到 身后有一道身影 于是立马警惕转身 哎呀 雾老 我来了 你紧张什么 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深渊 当看到深渊后 雾老连忙行礼 哎呀 尊上 我没想到你会来 实在是失礼 深渊见状 摆摆手 不过 我听说你今天出山 还设了宴席 但是 怎么却连我这个尊上都不请了 听着深渊的话 雾老连忙解释 尊上 您别误会 我开这个宴会 并不是在叙旧的 而是听说了 您立了魔子 想要见识见识罢了 再说 我要是请您过来 到时候场上都放不开 我怎么见识到 魔子真正的实力 深渊见状 忍不住笑了一声 雾老啊 雾老 你还是跟当年一样 还是一副老狐狸的样子 雾老忍不住摇摇头 尊上 你也跟当年一样没变 只不过 我想不明白的是 尊上 您为什么要让那个 从佛门来的当魔子呢 难道仅仅是 想要弃弃佛门的人 雾老王给他说过这个可能 但是雾老感觉不对 深渊既然让赵小云当魔子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 要弃弃弃佛门的人 深渊见状 瞥了眼雾老 雾老啊 想必今天也见识到了他的实力 当然也不仅是他的实力 没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要利用他达到我的目的 当然 他只不过是我手里的一个工具而已 听到深渊这话 雾老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尊上 你这样说 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雾老认真道 深渊点点头 你们怎么做 我不管 但不要妨碍我就行 对了 雾老 这次出伤后 还回去吗 雾老连忙道 如果能够解决我心里的不安 我很大几率会回去 哎 可惜了 本来还想让你到我们十万大山的镇山长老 不过雾老 既然决定了 那我就尊重你的选择 第190章 深渊来访 赵小云从雾老那离开后 青瑶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赵小云疑惑道 青瑶 你不回去吗 青瑶叹了口气道 摩子大人 我觉得 您现在一点也不安全 赵小云微微一皱眉 为什么这么说 今天的事情 想必摩子大人 你已经看明白了 我在下面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雾老在你的酒里放了东西 如果不是你本身过于强大 恐怕这次真的中了他的招 青瑶说到这 眼里就浮现出怒气 赵小云点点头 这件事我当然也知道 只不过我不明白 他一个刚出山的人 为什么要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 我之前见都没见过他 更别说惹他了 青瑶见状 看了看四周 小声道 摩子大人 我感觉 是因为妖王都不服你 所以雾老自然就站在了他们那一边 所以才会帮着他们 青瑶这话 让赵小云站在原地思考了很久 那青瑶 这个雾老的实力怎么样 赵小云问道 摩子大人 他的实力 恐怕比雾狼王的高很多 应该在深渊尊上之下 但具体的 我也不太清楚 青瑶道 听到在深渊尊上之下 赵小云忍不住紧紧皱眉 他的实力这么强的话 那可就不好办了呀 毕竟谁也不想让自己多一个实力强悍的敌人 不过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 雾老今天的所作所为 就是在跟赵小云说 他要跟赵小云为敌了 摩子大人 要不然把这件事情告诉尊上怎么样 青瑶突然眼前一亮 赵小云却摇摇头 不 这件事情 恐怕尊上也不会管的 为什么 您可是摩子 那我老说白了 以后也不会管十万大山的事情 尊上 难道我还不站在你这一边吗 青瑶不解 赵小云瞥了眼他道 青瑶啊 不是我说你还太年轻 今天我使出佛法的时候 威力大不大 青瑶连忙点头 当然大了 大的都把火凤王压制了 那为什么 这么大的动静 没能把尊上给引过来 并且 这里还是十万大山 我在十万大山 全是妖魔的地方 使出了佛法呀 尊上都没动静 赵小云忍不住冷笑一声 青瑶顿时一愣 可是 可是摩子大人 要是尊上真的不在乎你的话 为什么会选择你当摩子呢 青瑶想破了脑袋 也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赵小云双手背后 双眼目视前方 半晌后 缓缓道 真实的原因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敢肯定的是 这件事情的背后 并没有那么简单 悟老 恐怕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再回山里 他们可能会再次对我动手 赵小云这般 青瑶突然感觉 他变得不一样了 自从拿回了魔眼斩魂刀之后 摩子就变得比以前更加有魅力了 不自觉的 青瑶把自己全部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赵小云身上 那摩子 他们要动手 该怎么办 要是其他妖王有这个想法 我还可以拦一拦他们 可是 现在是误了 我 青瑶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些人 都要跟摩子做对呢 赵小云叹了口气 青瑶 不用麻烦你了 这些事情 我会自己处理的 摩子大人 我跟你不分你我 你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 摩子大人以后 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青瑶这话 让赵小云一阵欣慰 青瑶啊 你放心 我可是没得把你当外人啊 没 没把我当外人就好 青瑶的脸 不由得红了起来 另一边 地藏佛门 一个佛门弟子 站在天行面前汇报着 天行长老 上一次 赵小云在拿到魔眼斩魂刀回去之后 受到了十万大山里那些妖魔的热烈欢迎 恐怕他已经成功的加入到了妖魔的队脸 听着那个弟子的汇报 天行双手合十 淡淡道 阿弥陀佛 没想到事情已经变成了这样 芸心啊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你到底有没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对于这些 天行都不得而知 眼下能做的 只能静等了 天行长老 天行长老 就在这时 那几个空字辈的长老 匆匆的赶来 几位 是有什么事吗 这么慌慌张张的 天行疑惑道 几位长老点点头 天行长老 你上次说的那个 去寻找破解魔眼斩魂刀方法的队伍 我们已经弄好人选了 这次 不仅要派长老去 地藏佛门实力强的弟子 我们也准备挑选几个 跟我们一起 天行听着这话 不由得点点头 几位长老决定的就行 不过 这次的行动 一定要保护好弟子的安危 咱们的行动虽然是保密的 但保不期途中 会遇到什么危险 几位空字辈长老连忙点头 天行长老 这件事情 就算您不说 我们都会注意的 那我们走后 地藏佛门就交给您了 几位放心 几位也要注意好自己的安危 要是之前 天行并不会这么没完没了的唠叨 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次天行的心里 总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但是这件事情 从开始计划到现在 知道的人非常少 应该算得上非常安全 天行长老 您放心 我们都会完完整整的回来的 一群人又说了一阵后 这几个空字辈的长老才离去 不过 天行长老这次的反应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出去后 空静忍不住道 确实有点太大了 不过也可以理解 毕竟 上次赵小云的事情 给咱们带来的冲击 实在是太大了 多注意点 也不是什么坏事 是啊 是啊 谁都没有想到 赵小云会做出来那样的事情 要是按我说 就应该 把咱们地藏佛门的高手都放出来 去把赵小云捉拿回来 对 把赵小云抓回来后 一定要让他好好的知道知道 咱们地藏佛门 可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行了大家 这次的行动也非常重要 咱们快回去准备吧 第191章 迎接死亡 另一边 雾狼王又被雾老叫了过去 雾老 您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雾狼王奇怪道 雾老点点头 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模子背后的人不是尊上 尊上 不会在背后默默帮助模子的 雾狼王奇怪道 雾老 为什么要这么说 难道尊上已经找你谈过了吗 雾老轻声道 对 找过我了 现在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尊上对模子 并没有各位妖王想象的这么好了 雾老这话 让雾狼王陷入了沉思 既然雾老这样说的话 那我也就放心了 不过 雾老 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吗 倒是真有一个 今天晚上 我准备再去模子那一趟 什么 雾老 你要再去模子那一趟 您难道 还准备用梦境杀人法吗 雾老点点头 对 上一次没能把他怎么样 我估计只是因为我很久没用 所以有些失误了而已 这次要去绝对能够拿捏他 雾老兴实诞旦 但雾狼王却有些担心 雾老 要不然 今天晚上还是别 雾狼王 你不用劝我的 我自有分寸 今天晚上就算不行 以后也还有机会 雾老还是非常坚定 好吧 雾老 既然你坚持这样的话 那你就去吧 正好 模子每天晚上都会睡觉 也正式肯定下手 雾狼王道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深夜 而闲来无事的赵小云收拾完后 也是舒舒服服的躺在了床上 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再梦见青鸟 不管了不管了 先睡了 先睡了 说着 赵小云就闭上了眼睛 很快 赵小云就进入了梦乡 此时 雾老再次出现在了赵小云的后院外 只不过 今天的后院有人直守 雾老差一点就被发现 该死的 这家伙怎么这么惊铁 昨天晚上不就是后院多了一点血吗 今天至于加了四五个守卫吗 雾老站在墙外 按骂倒 转了一圈后 雾老没办法 只能偷偷地放倒了那些人 该死的 要速战速决了 要不然本会这些人该醒了 雾老跳到赵小云的床边后 瞬间开始发力 因为雾老这个功法有范围限制 最大距离不能超过两米 要不然 他也不会这么冒险的 把院里的守卫全部放倒 此时 赵小云的梦里 今天他都没有梦见青鸟 而是梦见另一个人 火凤王 看着面前的火凤王 赵小云一阵皱眉 喂 喂 火凤王 你怎么在这 只见赵小云毫不客气地大喊着 对面的火凤王健壮 立马皱眉看向赵小云 莫子大人 你难道要跟青鸟跑了 不要我了吗 火凤王皱着眉 脸上不知道什么表情 赵小云听到这话 脚下一个亮腔 不是 火凤王 你要不要听听 你自己在说什么呢 什么跑了 你真的没事吗 火凤王健壮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莫子大人 我爱慕你这么长时间 你怎么从来都不愿意看我一眼 你真的让我好伤心呀 怎么办 我的心好疼啊 看着面前发颠的火凤王 赵小云脸上全是震惊 莫子大人 我能不能有最后一个请求 半晌后 火凤王哭着道 赵小云不知道怎么说 只能点点头 你能不能过来抱抱我 我现在没有什么冤枉了 火凤王这话说得非常绝望 赵小云此时就感觉自己真的是个渣男一样 好好 我答应你这个要求就是了 说完 赵小云就不受控制地朝着火凤王走去 然而 就在他走到火凤王面前的时候 突然整个人都定住了 咦 奇怪 怎么走不了了 赵小云低下头 疑惑地看着自己的身体道 哈哈 你当然走不了了 因为是我控制了你 只见赵小云一抬头 面前火凤王不见了 前面站着的赫然正是霧老 霧老 当看清楚面前的人是谁的时候 赵小云再次震惊 他知道 现在自己是在自己的梦里 可是今天晚上梦见的 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还有这个霧老 之前在梦里就梦见过他一次了 怎么还出现了 美女也就算了 这老头子是什么意思 他不喜欢啊 哈哈 没想到你认出我来了 没错 站在你面前的就是我 霧老 霧老冷声一笑 赵小云突然就感觉后背发凉 霧老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赵小云忍不住皱眉道 霧老缓缓走到面前 他一开始并没有说话 而是把赵小云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了一遍 我今天来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杀了你 赵小云看了眼笑道 杀我 你不是在开玩笑的吧 我当然不是在开玩笑的 你看看 你现在还能动吗 是不是动不了了 我告诉你 现在你的这场梦可是都有我主宰的 今晚我让你死 你就活不过今晚 霧老这话说的非常嚣张 但赵小云却忍不住笑了 霧老 实话告诉你吧 昨天晚上我也梦到了你 不过昨天晚上我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这是我的梦 我自己的梦 你一个外人 怎么可能会主宰 赵小云显然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话 霧老听完 却哈哈大笑起来 我一个外人 怎么可能主宰 那你现在倒是动一下 你倒是动啊 很显然 现在的赵小云已经被霧老给控制了 这次的霧老可没有跟上次一样莽撞 这次的他可是有备而来的 此时 赵小云晃动着身体 发现自己的身体确实跟霧老说的一样 就算他怎么动 就算是他用出了魔器 也没能让自己身体动一点 哼哼 没想到 今天晚上做的还是个噩梦呢 赵小云微微一笑道 今天晚上可不是什么噩梦 今天晚上 是让你死的最后一晚罢了 赵小云 怎么样 准备好迎接你的死亡了吗 霧老此时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猙獰 第192章 为什么 哼 这事在我的梦境里 我为什么不能动 赵小云看着面前逐渐逼近的霧老 不断挣扎着自己的身体 霧老争鸣地笑道 动了 你倒是动了 就算是你的梦里 又能怎么样 我霧老想做的 一定会做成的 今天晚上 我要把你剁成肉酱 然而 在他的这个话音刚落下 赵小云的手猛的一回 紧接着 赵小云整个人都一个亮枪 差一点要趴在地上 赵小云看着自己的身体 随即大笑道 霧老 你说能控制我的梦 那我现在为什么能动了呢 我告诉你 你别装了 当霧老看到赵小云能动了之后 瞬间大喊 可能啊 你怎么可能能动 这次他来是做足了准备的 刚才的那一招 更是他拿手的一招 就算是深渊 站在他面前 也不一定能动 可 到底是为什么赵小云却动了 这完全完全不应该啊 都告诉你很多遍了 因为这里是我的梦里 霧老 你还想怎么样 尽管来吧 赵小云本来还以为 今晚上这是场噩梦 但是现在看来 也不过如此嘛 霧老见状 一咬牙 既然这一切都被你发现了 那我也就没有隐藏的必要了 就算今天晚上 你能脱离我的控制 我也要把你碎尸万段 说着 霧老整个人猛地飞起 周围的天空瞬间的阴沉下来 霧老周围的魔气 更是在一瞬间暴涨 赵小云 受死吧 霧老怒吼一声 双掌之中 顿时地爆发出两道恐怖的气流 两道气流 瞬间地形成了两条巨大的蟒蛇 直接地朝着赵小云冲击过去 瞬间地将赵小云吞噬其中 而赵小云整个人 此刻也是被两道黑色的气流所包裹 看不清楚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霧老之所以钟爱梦境杀人法 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因为在梦境杀人法中 只要是霧老知道的招式 就算他没修炼过 也能发挥出来 这简直就是个作弊利器 不过 这个杀人法也有很大的弊端 要是在梦境中用力过头 醒来后 要花费非常长的时间来修复 这个非常长的时间 可不是十天半个月 而是最少半年起步 霧老一般不会轻易使用这个招式 并且 这个招式还会吞噬修为 但霧老这次 为了对付赵小云 昨天的还没恢复 今天就再次使用 可想而知 对他的伤害非常大 但霧老可不在乎 只要能把赵小云弄死 此时 霧老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赵小云啊赵小云 你的确有几分能耐 但你终究还是太年轻 我霧老 活的时间可比你长多了 见识无比的广播 就算是这回你 不受我的控制 我依旧能把你踩在脚下 只有如此 才能够 让我彻底的完成自己的目的 哈哈 霧老说完之后 双手之中的攻势再次的加快 两股恐怖的攻击 瞬间的便是冲击而出 赵小云的身影 依旧是没有丝毫动作 他整个人就那么静静的站在那里 双眼紧闭 脸上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 似乎并没有任何害怕的表情 但实际上 赵小云的内心里 此刻却是震惊无比 刚才霧老的两股恐怖攻势 他根本就是不敢硬抗 只能是用尽全力去抵挡 这才勉强的抵御住 两股恐怖的力量 但饶是如此 他整个人都已经是感觉到 体内五脏六腑 都仿佛是要被撕裂了一般 该死的 怎么这么厉害 赵小云忍不住低声道 乌老听到赵小云的话语 不屑地冷哼一声 哼 这就感觉到厉害了 那你是没有看到过 我乌老真正的实力 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说完之后 乌老的双眼之中 闪烁出阵阵冰冷的寒芒 随即一挥手 冰封万古 随着乌老话音落下的时候 整个世界仿佛是在瞬间 变成了冰雪世界一般 整个世界都已经是化为了 一片的白茫茫 在白茫茫的一片世界里 只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赵小云 另外一个则是乌老 两人相隔着一段距离 乌老看向赵小云的目光之中 充满了浓郁的嘲讽之色 说道 赵小云 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我乌老也算是讲究人 你 要是有一言 我到时候可以帮你传达 说完之后 不等赵小云说什么 乌老双臂之中 两条冰冷的蟒蛇 瞬间的便是直接冲向了赵小云 在两条蟒蛇出现之后 周围的温度 瞬间的便是下降了许多 整个天地都是仿佛变成了冬季 乌老双手猛地朝着前方推去 两条冰冷的蟒蛇 瞬间冲向了赵小云 吼吼 两头巨大的蟒蛇 发出咆哮的声音 瞬间的便是朝着赵小云扑去 赵小云的瞳孔瞬间收缩 他没想到 乌老居然会使出这样的招式 他不敢迟疑 连忙的便是运转体内的法觉 在法觉催动的同时 赵小云周身上下 也是出现了无数的灵力 这些灵力在赵小云的身旁迅速的凝聚 随即在他的身旁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疯狂地吸收周围的灵力 这些灵力瞬间便是 被他吸收进入了体内 随即 他周身上下散发出的那股恐怖的气息 瞬间的增长 呜呜呜 赵小云的身体之上 瞬间便是出现了一层巨大的防护罩 这条兵蟒的攻击 都是停留在了赵小云身体外围的 那一层巨大的防护罩上面 这 怎么可能 你 你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庞大的灵力 悟老的脸色瞬间变得猙獰无比 这一刻 悟老整个人都好像是失控了一般 他完全地想象不到 赵小云的身体 竟然蕴含如此强大的灵力 而赵小云听到悟老的问话之后 却是没有回答他 而是继续地催动身体之中的灵力 将这些灵力 全部都是融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在这样的吸收和修复之下 赵小云体内的伤势也慢慢地痊愈 而悟老 脸上的神情则是越发的难看 第193章 失效了 不 悟老怒喝一声 随即便是再次地朝着赵小云扑了上去 给我扑 悟老怒喝一声 双手瞬间变换成了利爪的形态 在他双手之中的利爪 瞬间地变得更加的锋锐 砰砰砰 随着悟老的一声嘶吼 瞬间地便是直接朝着赵小云冲撞了上去 在悟老的双爪狠狠地刺穿赵小云的胸口位置的时候 他却发现自己的利爪竟然无法寸进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 悟老整个人瞬间地便是愣在了那里 双眼瞪得滚圆 嘴巴张大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最为强大的一击 竟然对于赵小云一点威胁性都没有 赵小云此刻则是微微一笑 随即双手握拳 直接轰出 朝着悟老打去 赵小云的双手之上 一层层巨大的力量 直接地便是将悟老给轰飞了出去 轰隆 悟老直接地便是刀飞出去 撞击到了冰墙上面 随即整个冰墙瞬间的碎裂 化作了漫天的冰块 悟老的整个身躯 也是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嘴里也是吐出了鲜血 悟老看向赵小云的眼眸中 充满了浓郁的怨毒 小子 你居然敢伤我 赵小云微微一笑 道 伤你又怎么样 你以为你现在还有机会吗 你以为凭借你刚刚那点实力 便能够与我一战吗 说完之后 赵小云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一副嘲弄的神色 你以为 我现在的实力 是你所能够比你的吗 悟老 你还真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混账 悟老从地上爬了起来 身体之上 也是散发出一道道 恐怖的黑色气流 这道黑色气流 不断地朝着四周扩散开去 在扩散开去之后 悟老的身体 顿时地变得高大了起来 他身上的那层皮肤 也是渐渐地消失了 整个身躯看上去 死 赵小云的瞳孔 顿时便是收缩了起来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 悟老竟然是一个怪物 悟老的体型非常的巨大 几乎是遮蔽了半边天空 他整个人身上 也是充斥着一层厚厚的领甲 在领甲上面 一颗颗细小的尖牙 散发出令人胆寒的光芒 死 悟老仰头发出了一声嘶鸣之声 声音响彻天地 呼 悟老张开大嘴 直接地便是喷射出一道漆黑的火焰 朝着赵小云袭去 随着他的跺脚 周围的地面也是纷纷崩塌 而在地面的崩塌之中 赵小云的双脚 也是深深地陷进了地下 他整个人就好像是一个大坑一般 随后 赵小云的身体之上 便是涌现出一层淡红色的光芒 赵小云的双脚 也是直接地踏在了地面之上 而且 还不仅仅是双脚 赵小云的身体 直接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悟老喷射出的那团黑色的火焰 瞬间地便是落在了赵小云的身体上面 但是 赵小云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层淡红色的光芒 却是瞬间地便是将黑色火焰给抵挡住了 吼 就好像是野兽发狂一般的嘶吼声 响彻而起 只见得悟老喷吐出来的那团黑色火焰 瞬间地被抵挡住了 悟老见到自己的这个攻击无效 当即再次地喷吐出来 另外一种更加强大的黑色火焰 黑色火焰 瞬间地便是落到了赵小云的身体之上 然后瞬间地便是融入到了他的身体里面 赵小云的身体 在此时此刻居然也是发生了变化 只见得在赵小云的身体之上 那黑色的纹路 竟然是在此时 慢慢地消失掉了 随着那黑色的纹路消失掉了 赵小云的气息 似乎也是变得越来越平静 悟老的攻击无功 当即的也是停止了下来 并且也是停留在了赵小云的身前不远处 而就在悟老刚刚的停顿的那么一会儿 赵小云的身体 也是缓缓地动了起来 只见得在赵小云的周围 那浓郁的火元素的能量波动 以及那恐怖的热浪 在这个时候 也都是瞬间的弥漫而起 随着那恐怖的热浪的蔓延 赵小云身体之内的能量 也是瞬间地抱涌了出来 悟老见状 眼神之中 也是露出了震惊之意 悟老知道赵小云厉害 但是他也没想到 赵小云居然会厉害到这个程度 悟老知道 自己绝对的不可能是赵小云的对手 所以 当下也是快速地向着后方退去 只要悟老退走了 赵小云就不可能追上来了 悟老的想法很美好 但是事与愿违 就在悟老退走的那一刻 赵小云的身形瞬间地闪烁而至 随即的便是出现在了悟老的身前 然后便是朝着悟老抓了过去 悟老见状 脸色大变 当即的便是使用出来了空间跳跃的技巧 身影瞬间的便是从原地消失 同时的也是躲避开了赵小云的一招 只见得那赵小云的身影闪烁 瞬间的又是出现在了悟老刚才所站立的位置 该死的 怎么回事 悟老咒骂着 并且不断地逃窜着 悟老也是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会是赵小云的对手 悟老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逃跑了 然后再寻找机会 赵小云 这次算你好运 要是下次再让我抓到机会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悟老说完 眼睛一闭就准备退出赵小云的梦里 然而 他一睁开眼 面前不远处 还是赵小云 周围也还是刚才的地方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出不去了 悟老大害 随即 他又闭上眼睛 退 然而 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眼前还是刚才的景象 一点也没有发生变化 卧槽 为什么会这样 悟老闭眼 睁眼 这样试了无数次 竟然还是没有变化 之前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不由得他的心里 竟然有点慌了 悟老 你这是想跑吗 突然 赵小云再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第194章 令牌 跑啊 悟老 现在怎么不跑了 刚才你不是挺嚣张的吗 赵小云笑眯眯的 站在悟老面前 悟老阴沉着脸 愤怒道 你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走不了 悟老心里其实非常害怕 之前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要是这次被赵小云困在这里 不一定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还有 后院里的那些侍卫 恐怕很快就醒了 要是他再出不去 恐怕真的完蛋了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跪下来 磕头叫我爷爷 求我原谅你 我就让你走 赵小云瞥了眼笑道 悟老脸色瞬间黑得像锅底一样 你说什么 让我跪下来给你磕头 你是在做梦吗 悟老大吼道 当然 我就是在做梦啊 要不然 怎么会让你磕头道歉 赵小云说的理直气壮 悟老顿时黑着脸 无话可说 怎么 悟老 你要是不答应出不去了 赵小云脸上全是得意 这个悟老 之前在现实中 还想着欺负他 现在倒好 还准备来他的梦里欺负他 这让他赵小云 怎么能忍 这不得好好的 把这个悟老羞辱一番吗 赵小云心里 已经做好了决定 并不会对面前的悟老让路 悟老脸色难看的盯着赵小云 久久没说话 就在这时 突然 悟老好像听到了微弱的声音 死 怎么回事 我怎么突然睡着了 哎呀 就是啊 怎么也突然睡着了 感觉像是被人打了一样 哎呀 该死的 咱们要守护后院的 快起来 快起来 快看看有没有人来后院了 听见那一阵嘈杂声后 悟老顿时脸色大变 该死的 外面的那些人 好像已经醒过来了 眼下 悟老 没有别的办法了 要是真的被抓住 传出去不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想到这 悟老不由地看向赵小云 模子 只要我跪下给你道歉 你就能让我走吗 你放心 悟老 我赵小云可说话算说话 只要你能跪下来 给我道歉 我立马让你走 悟老奸壮 一咬牙 跪了下来 模子大人 今天在这里是我不对 我不应该挑衅你的 求求你原谅我吧 悟老这话说的 赵小云非常开心 行 既然你都道歉了 那我就说话算话 你走吧 赵小云心里别提多舒坦了 这个悟老 在外面不就仗着自己年龄大吗 现在不还是给他道歉 不过 这样是在现实就好了 而就在赵小云说完这话 悟老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不 出去后的悟老跟昨天一样 睁开眼睛 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不好 有动静 快去窗户那看看 这一声动静 让后院的那些守卫警惕起来 悟老见状 一咬牙 想瞬间消失在原地 却发现自己的魔器 在那一瞬间竟然使不出来了 该死的 真是乌漏偏风连夜雨 跑 悟老只能一咬牙 朝着外面跑去 站住 站住 快 有人闯进来 人在哪 人在哪 快去抓 来了 来了 你们几个 去那边堵着 新来的那些侍卫 快速地朝着悟老跑去 悟老黑着脸 看着身后的那些人 悟老 快 咱们快走 突然 悟老听到了前面 悟狼王的声音 见状 悟老快速地跑到他身边 走 一瞬间 两人消失在了原地 该死的 怎么不见了 当那些侍卫赶到的时候 悟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去 这怎么办呀 咱们明天 怎么跟青瑶大人交代 就在这时 突然有个侍卫眼尖地看到了 地上有一块令牌 喂 你们快看 这好像是刚才那人掉下来的东西 侍卫捡起令牌后 大声道 好好好 快保管好 明天交给摩子大人 第二天 赵小云一大早就从睡梦中醒来 昨天晚上 自从悟老从他的梦里出去之后 赵小云就感觉到浑身的不自在 他躺在床上思来想去 也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把他给放走 那时候就应该多折磨折磨悟老 再加上 外面也不知道什么人在大喊大叫的 赵小云这一晚上 可以说睡得非常不踏实 唉 真是头疼 这青瑶的人 怎么这么不管用啊 赵小云有些无语地起身朝着门外走去 大道要看看 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哗啦 然而 就在赵小云刚刚打开门 就看到青瑶站在他的门前 哟 青瑶 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赵小云有些意外道 他昨天跟青瑶分别的时候 好像还交代过他 没事就不用往他这跑了 这怎么大早上的又来了 沃子大人 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青瑶一脸凝重 这让赵小云一惊 难道 尊上出事了 嘘 青瑶连忙捂住赵小云的嘴 怎么可能啊 怎么会是尊上 是你 我 赵小云不敢相信地指了指自己 青瑶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能出什么事 赵小云只感觉今天的青瑶 有些莫名其妙 青瑶见状 叹口气道 摩子大人 你先跟我来吧 说着 青瑶拉着赵小云又来到了后院 不是 怎么 难道后院又出事了 赵小云这话刚说完 青瑶就带他来到了那摊血子面前 对 摩子大人 又出事了 并且昨天晚上 我安排的这些守卫 全都被弄晕了过去 青瑶严肃道 赵小云叹了口气 青瑶 要是你的人不行就不用白费力气了 你看 现在我不是也没事吗 赵小云现在感觉 青瑶派过来的这些人 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到时候 别说保护他了 别反过来误伤他就行了 青瑶却一皱眉 摩子大人 我派过来的这些人夹起来 能把火凤王都压制 这件事情 有蹊跷 说着 青瑶转身 从身后的那人手中 接过昨晚上的令牌 摩子大人 您看这个令牌 这个令牌 在十万大山里面 只有有身份的人才会有 第195章 有事出去了 是这样吗 赵小云接过令牌后 皱着没仔细地观察起来 青瑶 那在十万大山 什么人算是有地位 赵小云问道 青瑶立马道 摩子大人 我好像知道这令牌 到底是谁的了 赵小云 谁 悟老 这话一出 赵小云眉头皱得更深了 你说 这个令牌是悟老的 怎么肯定 应该不会吧 赵小云一下子 说出了好多心里的疑问 而青瑶严肃道 摩子大人 这个令牌 是十万大山 最早一批的令牌 而这一期令牌 早就没用了 现在能有这个令牌的人不多 而眼下有这个令牌的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悟老了 这话让赵小云陷入了沉思 悟老 他的令牌 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后院里 还有昨天晚上 他梦到了悟老 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应该不是吧 或许 悟老昨天要对他下手 所以他才在梦里梦到了悟老 不过好在最后 悟老没有得逞 要不然 不知道什么后果呢 想到这 赵小云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摩子大人这件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 咱们是直接去找悟老吗 青瑶问道 赵小云思索片刻道 如果咱们要直接找他对质的话 悟老说不定不会入出什么破绽 要不这样吧 令牌我先拿着 我等会儿就去把这个令牌还给他 对了 青瑶 让你的这些人都撤了吧 也没什么用 还有 这件事情让你的人不要说出去 就算是有人问也说不知道 青瑶虽然不知道赵小云这是什么意思 但看着赵小云坚定的眼神 青瑶也跟着点点头 那好 摩子大人 这就去办 不过你找悟老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啊 青瑶不放心地叮嘱着 赵小云笑笑 你放心 悟老现在肯定不敢对我怎么样 等到青瑶回去后 赵小云看着手中的令牌 缓缓地点了点头 悟老啊 悟老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赵小云喃喃着 朝着悟狼王的宫殿走去 此时 悟狼王宫殿内 悟狼王正坐在大殿里 突然吓人过来通报了一声 悟狼王 悟狼王 门外摩子求见 这话顿时让悟狼王一皱眉 摩子 他这个时候来干什么 悟狼王 摩子大人 好像是过来找悟老的 吓人道 而听到悟老 悟狼王顿时眼睛一瞪 什么 他过来找悟老的 该死的 他怎么会这个时候过来找悟老 难道是 发现了什么吗 这也不可能啊 昨天晚上我可是去亲自接的悟老 悟狼怎么可能被发现 嗨嗨 悟狼王 不好意思啊 你看这人也迟迟不出来 就用自己进来了 你不会介意吧 突然赵小云的声音 出现在两人的耳边 悟狼王连忙看去 此时的赵小云已经进来了 就算悟狼王 想要让他别进来 也来不及了 不好意思啊 摩子大人 我这下人 说话没说清楚 我还以为是怎么回事呢 您这会儿来是要找悟老的吗 悟狼王连忙换了一副表情笑道 赵小云知道悟狼王是故意的 但是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 他跟着笑道 对 现在悟老在吗 悟狼王一脸遗憾道 哎呀 摩子大人啊 那还真是不巧 今天早上悟老说有事出去了 这不到 现在还没回来呢 我问他去干嘛 他也没跟我说 摩子大人啊 实在不好意思了 赵小云见状 叹了口气道 哎呀 本来我还有东西要交给他呢 但没想到不在就算了吧 说着赵小云就准备转身往外走 突然 悟狼王连忙道 摩子大人 您要是有什么要转交的东西 直接给我不就行了 等到悟老回来的时候 我再给他 不知道为什么 赵小云在说出 要交给悟老东西的时候 悟狼王心里总有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急切地想要看看 赵小云到底要拿出来什么东西 但赵小云可不给他机会 而是笑笑道 哎呀 这个东西挺重要的 还是我亲自交给他比较好 不是 摩子大人 您这意思是 信不过我吗 悟狼王眉头一皱 赵小云忍不住道 悟狼王不是信不过你 而是有一件事情 我没有确定 所以那个东西 我也没有确定 到底是不是悟老的 还是我自己给他吧 等一下 你说那东西 一定是悟老的 悟狼王焦急地说了一句 说完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 不是 摩子大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既然你有怀疑了 那这个东西 肯定就跟你判断的一样 悟狼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赵小云见状忍不住勾唇 是吗 那就好 这样吧 今天我的东西也没拿过来 要是悟老回来 就让悟老去找我吧 说完 赵小云头也不回地 就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哎呀 该死的 看着赵小云的背影 悟狼王狠狠地拍了拍大腿 突然 他想到了什么 连忙转身 朝着宫殿后面走去 悟老 悟老 您在吗 悟狼王来到了一个隐蔽的房间后 轻轻地敲了敲门 静 里面传来了一道沉闷的声音 悟狼王看了看周围 确定没人后 快速地开门大步走了进去 屋内 昏暗的灯光下 悟老闭着眼睛 盘腿坐在床上 悟老身上 还有已经干涸的血迹 此时的悟老脸色惨白 整个人就像是 被给吸干了精气一样 悟老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您这样的情况 还要多久时间才能恢复 悟狼王来到悟老身边后 焦急问道 悟老此时缓缓地睁开眼睛 再看了看旁边的悟狼王后 使劲地咳了几声 不行 这次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 我最少要一周的时间 才能勉强跟正常人一样 悟老这话 让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至少要一周啊 悟狼王咬咬牙 悟老您放心 这一周我帮您把着 不过悟老 您从魔子那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掉什么东西 第196章 帮忙 东西 悟老转身一脸严肃地 看向悟狼王 什么东西 悟狼王为难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魔子说的有模有样的 我感觉悟老 就是你掉了东西 悟老缓缓起身 朝着自己身上一模 完了 突然悟老惊吓到 悟狼王连忙道 悟老 是不是您的东西啊 好像是我的令牌 该死的 那个令牌 常年都在我身上绑他的 为什么昨天晚上会掉 悟老的脸色非常的难看 悟狼王同意心里一沉 该死的 悟老 魔子好想知道 那个令牌是你的了 刚才特地过来一趟 不过被我打发走了 悟老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要是被魔子发现 用这个事情来解题发挥 那悟老可就完蛋了 悟老阴沉着脸没说话 半晌后 悟老终于缓缓道 哼 这件事情 只要咬死了不承认就行 啊 咬死了不承认吗 悟狼王脸心虚地看着悟老 可是 悟老 我已经说那东西是您的了 不过 我当时也不是故意的 是魔子故意套我的话 悟狼王小心翼翼地看着悟老 果然 悟老顿时瞪大了眼睛 什么 你已经说 那件东西是我的了 悟老眼里 仿佛要喷火一样 悟狼王 我认为 你在这些妖王里 算是最懂事的 可没想到这件事情 你太让我失望了 悟老这话 让悟狼王羞愧地低下了头 悟老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不过你放心 等您消养好出来之前 这件事情 我一定解决好 悟狼王严肃地保证着 悟老看了看自己 现在的身体状况 又看了看面前悟狼王一脸严肃的样子 最终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行吧 悟狼王 希望我出去的时候 这件事情 你已经办好了 悟老 您就放心吧 那我先走了 您继续 悟狼王点点头 随即往外走去 等到悟狼王走后 悟老静静地坐在桌前 赵小云啊赵小云 看来你还真难杀 不过 我从来都没有悟老搬不成的 一瞬间 悟老的眼神中燃起了斗志 这是多年来在悟老身上 都没见过的斗志 外面 悟狼王出去后 在宫殿内想了想 快速地叫来了吓人 你 快去找火凤王 就说 我有关于魔子的非常要紧的事 找他 很快 火凤王来到了悟狼王的宫殿 怎么 悟狼王 是悟老出手了吗 哈哈 那我可要等着看好戏了 火凤王笑着走进来 然而 悟狼王却一脸严肃道 火凤王 悟老是出手了 但是 却失败了 现在悟老在疗伤 他最少要一个星期才能出来 这话一出 火凤王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悟老失败了 那你叫我来干什么 就是听这个不好的消息的吗 悟狼王见火凤王要走 连忙追过去道 火凤王 我知道 现在你很想让魔子出事 但是你也看到了 我们每次行动都失败 火凤王不耐烦道 对啊 那悟狼王 你这次来 就是让我再次见证失败的 悟狼王摇摇头 悟老说了 他可以帮你杀死魔子 不过 他现在需要你的帮忙 火凤王冷哼一声 悟老帮我杀死魔子 他现在自己不都失败了吗 还帮我 你觉得 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悟狼王一皱眉 火凤王 你又不是不知道魔子的手段 悟老这次就是被他阴了 并且 这次的行动魔子还把悟老的令牌抢走了 所以我才想着找你帮忙的 如果你这次能够帮助我们 以后 你有什么条件 悟老都答应 火凤王站在原地没说话 半赏后 火凤王缓缓道 真的什么都答应 悟狼王是在撒谎 但是眼下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能先骗骗火凤王 对 什么都能答应你 不过我要保证的是 这次你的帮助 我会成功 悟狼王严肃道 行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不帮你 也说不过去 你说说吧 要我怎么做 火凤王道 悟狼王见火凤王答应下来 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火凤王 现在悟老的令牌在魔子身上 我们只要把魔子约出来 拿回令牌就好 不过这件事情说着容易却很难 魔子到哪都非常小心 悟狼王站在火凤王面前 背着手 来回夺不倒 不过 我现在心里有一个想法 就需要你来配合了 火凤王见状 点点头 既然都答应你了 你有什么想法 就直接说吧 我一定会配合的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你先把魔子约出来 然后 办上后 两人终于计划完毕 行 我没问题 就按照你说的办 不过 你说的那个东西靠谱吗 不会又跟上次一样吧 火凤王有些担心道 火凤王 你放心 这次的东西百分百靠谱 悟狼王信誓旦旦 两人商量好后 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宫殿 两天后 闲来无事的赵小云 就收到了火凤王的邀请 魔子大人 火凤王说 有件事情要找你 让你亲自过去一趟 有人来通报着 此时 赵小云正在跟青瑶商量着事情 听到这话 青瑶立马起身 不对 这件事情不对劲 魔子大人 那火凤王怎么会无缘无故地邀请您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蹊跷 要不然 您还是别去了 青瑶的心里有预感 这次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赵小云见状 点点头 行吧 你回去告诉他 我不去了 去找那个疯婆子干嘛 还不如跟青瑶多待一会呢 然而那人立马道 魔子大人 我们火凤王说了 这次是要告诉您 关于雾老的事情的 您要是错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店了 这话瞬间让赵小云来了兴趣 你说 关于雾老的事情 是真的 赵小云问道 那人回答 我们火凤王是这样说的 具体的 还是您去了才知道 第197章 令牌不见了 这 青瑶还是非常不放心 赵小云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你就放心吧 我就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不用担心 说完 赵小云就对那人点点头 带路吧 青瑶看着赵小云离开的背影 你想说什么 但最后只是叹了口气 很快 赵小云就跟着那个人 来到了火凤王的宫殿 火凤王 魔子来了 那人将赵小云 带到火凤王面前后 就退了下去 此时 火凤王正坐在宫殿后面 大花园的凉亭内 他看到赵小云后 笑着起身 我还以为魔子大人 你不会来了呢 看着满脸笑容的火凤王 赵小云总感觉非常瘆人 火凤王 你说 你有关于物老的事要说 我现在来了 你说说吧 赵小云开门见山 火凤王微微一笑道 魔子大人 我约你来 确实是说这件事的 但是你干嘛这么着急啊 先坐下来喝杯茶吧 赵小云见状 也没有过多的推辞 他跟着火凤王来到了凉亭内 只不过在坐下来之后 赵小云总感觉周围特别热 魔子大人 这是我今天特地为你泡的茶 尝尝吧 尝完咱们就能开始正式的话题了 火凤王笑道 赵小云本来不想和他递过来的茶 但是因为周围的温度特别热 赵小云便随手拿了杯子喝了起来 行了 也别磨叽了 快点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不过在这之前我很好奇 你跟物老不是一伙的吗 怎么现在要说关于他的消息 这件事情物老知道吗 赵小云的这话 让火凤王脸上的笑容凝固起来 说实话吧 魔子大人 之前我火凤王确实跟你不对付 你把凹花杀了 这件事情是事实 我非常讨厌你 火凤王缓缓道 赵小云没想到 火凤王竟然跟自己说了实话 火凤王 这件事情怎么又能全怪我呢 我那也只不过是自我防卫罢了 赵小云淡淡道 火凤王冷哼一声 不过这件事情先不管 我只不过是刚发现 物老做的有些事情 比魔子大人您还讨厌 就是这个理由 我要告诉你物老的秘密 火凤王说完 又认真的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微微点点头 行 就当是我相信了这个理由 那你为什么要把物老的秘密告诉我 我跟物老 我们两个好像没有什么仇 没有什么愿吧 魔子大人 我都已经知道了 上次物老在你杯里下毒 都这样了 魔子大人 您肯定很恨物老 火凤王忍不住道 好吧 火凤王 我本以为你是那种没有脑子的人 现在看来你还算聪明 赵小云笑道 你 听到赵小云这话 火凤王心里一阵恼火 但是想到自己接下来的计划 他只能强忍着自己的怒气 魔子大人 你不要误会我了 其实我这非常聪明 我知道您的实力非常厉害 之前都是我做的不对 所以 这次魔子大人 你愿不愿意听我说物老的秘密呢 火凤王深吸一口气道 赵小云立马道 当然 既然决定要来 那就已经决定了 要听你说 好了 咱们两个也别废话了 你直接说吧 火凤王此时缓缓起身 微笑道 当然 魔子大人 其实我要告诉你 物老的秘密就是 物老的迷药 这次又用到了你身上 顿时 赵小云一皱眉 你说什么 当然 魔子大人 这次的药效 可没有上次那么垃圾了 并且还是无色无味 怎么样 魔子大人 没感觉出来吧 此时 赵小云只感觉眼前 火凤王的脸 越来越模糊 碰 就在赵小云想说什么的时候 他只感觉眼前一黑 直接昏迷了过去 哼 魔子啊魔子 这次你终于落到了我的手上 我告诉你 怎么样 这次 你自己也没有想到吧 此时火凤王脸上的表情非常猙獰 那模样 就像是下一秒 就要把赵小云生吞活泼了一样 火凤王 你可千万不要冲动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突然 物狼王突然出现在火凤王面前 看着物狼王 火凤王冷哼一声转过身去 你要找那什么令牌就快点吧 要不然 我等会肯定忍不住会做出来什么 物狼王也没废话 在火凤王说完之后 他就来到赵小云的身边 只不过 物狼王本以为自己要找好大仪器 才能找到令牌 但没想到刚走到赵小云身边 就看到了赵小云腰间的那个旧的令牌 物狼王一把扯下后 对着火凤王点点头 行了 人我先带走了 火凤王 你不要心结 你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 要是现在就把魔子怎么样了 尊上肯定不愿意的 到时候 我们一起弄死他 物狼王说完 也没管火凤王是什么反应 他抓起赵小云 就消失在了原地 很快 天色就黑了下来 赵小云终于从昏迷中缓缓醒来 死 该死的 我就料到 那个火凤王会给我来这一招 没想到还真是 赵小云从地上起身 看了看周围 刚才他烫的地方 正是他后院的地方 哼 还知道给我送回来呢 不过 这家伙好像没趁我昏迷的时候 做点什么 这倒很奇怪 赵小云说着 缓缓朝着前面走去 然而 走着走着 赵小云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咦 我腰间的令牌怎么不见了 赵小云看着自己腰间空荡荡的 顿时一愣 不过 很快 赵小云就明白了过来 哦 怪不得呢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哈哈 不过 火凤王他们应该没想到吧 赵小云心情甚好的朝着屋内走去 此时 天虽然黑了 但是屋内灯火通明 当赵小云打开门口 青瑶焦急地走上前来 摩子大人 摩子大人 您终于回来了 没事吧 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 青瑶满脸的关心 赵小云笑着摇摇头 倒也做了点不好的 不过 第198章 新的计划 摩子大人 您别给我卖关子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青瑶现在心里焦急地不行 他心里非常担心赵小云 刚才他也派人去找赵小云了 可火凤王那边的人摩子 已经回来了 青瑶找不到赵小云的人 心里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非常着急 这种感觉 是他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好了好了 我也不逗你了 你知道他们让我过去 是干什么的吗 赵小云问道 青瑶摇摇了摇头 赵小云接着道 他们让我过去 其实是想要抢走物老的令牌 这话一出 青瑶顿时站了起来 该死的 不知道 他们没有打什么好主意 不过 摩子大人令牌 没有被他们拿走吧 青瑶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摇摇头 不 令牌已经被他们拿走了 什么 青瑶顿时大惊 摩 摩子大人 令牌被拿走了 那 那我们的证据怎么办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能够对付他们的证据 现在倒好令牌 却被他们那些人抢回去了 接下来 他们一定会更谨慎 到时候想要抓住他们的证据 可就难多了 哎呀 青瑶 你先别着急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赵小云忍不住笑道 他们是把令牌拿走了 只不过拿走的不是物老的令牌 啊 不是物老的令牌 摩子大人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青瑶现在一脸猛逼 赵小云缓缓道 你恐怕也注意到了 我在见到你之前 一直带着有一块破旧的令牌 在我的腰间 你还记不记得 青瑶见状 立马点点头 当然记得 对吧 那块令牌 因为有些破旧 所以跟物老的令牌很像 他们是把令牌偷走了 只不过是把我的令牌偷走了 赵小云笑着摇摇头 这群蠢货 也真是够蠢的 不知道就这样的家伙 怎么当上了妖王 赵小云想着 拿出了物老的令牌 青瑶 现在这个令牌 先放到你那里 你好好保管 到时候这个令牌 可会派出大用场呢 青瑶看着他手中的令牌 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 摩子大人 您的令牌待了这么久了 想必对你一定很重要吧 就这样 让他们抢走了 青瑶担心到 赵小云连忙到 哎呀 那个令牌其实也不重要 不过是我觉得好看 挂在腰间罢了 这下青瑶彻底放心 行 摩子大人 保证帮您完成任务 时间很快 一个星期过去了 物老也终于从那个地方走了出来 经历了一个星期的休养 虽然没有把那两碗消耗的 全部都恢复过来 但好歹看上去不那么虚弱了 物老 您终于出来 正在大殿内的物狼王 看到物老后 连忙走来问道 物老点点头 一个星期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物狼王笑道 物老 您就放心吧 事情已经办妥了 这次一定不会出什么岔子了 物老满意道 物狼王 你办事我放心啊 对了 令牌不用给我了 你拿着吧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物老 您说 物狼王立马竖起了耳朵 先这样 然后再 到时候 你们就尽管对他动手 就算是尊上来了 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 物老背着手 笑着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计划 物狼王听完后 也跟着笑起来 物老 还是你厉害啊 这个方法 简直太完美了 您放心 我现在就去准备 说完 物狼王就大不得离开 物老看着物狼王离开的背影 脸上全是笑意 模子啊模子 你自以为能对付得了我 可是你绝对想不到 将还是老的辣 这次 我看你要怎么掏 另一边 赵小云闲来无事 在十万大山的深处闲逛 还有没几天 赵小云就要去应对 地藏佛门的那些人了 赵小云现在非常的犯难 他不知道到底怎么做了 说实话 他不想伤害地藏佛门的人 但要是不伤害他们 那妖魔这边 就没有办法交代 因为这件事情 赵小云苦恼了好几天了 哎 真是的 要是非必要的情况下 就不伤害他们了吧 赵小云找到了一个 景色好的地方坐了下来 只不过他刚坐下来 突然感觉到了周围的不对劲 谁 赵小云立马警惕地起身 就在他起身的一瞬间 周围呼拉一声 无数的妖魔围了上来 我去 这些家伙是想干嘛 赵小云忍不住道 赵小云忍不住道 你们这些家伙 没事围到这里干嘛 怎么我说话 你们没听见吗 哼 魔子 现在你眼前的这些 可都是我的人 就算你是魔子 也没有全力命令他们 再说 魔子 魔子 恐怕你等会儿就不是魔子了 就在这时 雾狼王从那些妖魔中 缓缓走了出来 赵小云看着走出来的雾狼王 眉头紧皱 雾狼王 你想干嘛 赵小云眯着眼道 我想干嘛 魔子 你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清楚 我今天来 不过是来替雾狼报仇的 雾狼算是我们十万大山开山的长老了 你却对他痛下杀手 你根本就不配当魔子 雾狼王对着赵小云高喊道 赵小云皱着眉 听到雾狼王的这段话后 赵小云好像隐隐约约的知道了 这家伙要干什么了 雾狼王 我没做过的事情 我是不会承认的 不过 你确定要跟我来这一套吗 赵小云淡淡道 你别跟我装 这件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是怎么回事 你做了那样的事情 难道还不想承认吗 不过今天就算你不承认 也抵挡不了 你伤害雾狼的事实 赵小云只感觉一阵莫名其妙 雾狼王 你诬陷我什么不好 偏偏诬陷我伤害雾狼 我那次回去后 连雾狼的面都没见到 你却说我伤害雾狼 那好 证据呢 赵小云一点也不害怕 雾狼王健壮 冷笑一声 还真是油嘴滑舌 第199章 别怪我无情 雾狼 在我的宫殿里等着呢 你是自己过去 还是我把你带过去 雾狼王一脸很不 赵小云冷笑一声 怎么 这就要跟我撕破脸皮了呀 那我就说了吧 今天我不可能过去 雾狼王脸色一沉 这都是你自找的 说着 雾狼王身边魔气迸发 赵小云眉头紧皱 眼中寒芒闪烁 好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看我不把你给抓回去 赵小云身形一晃 直接冲了出去 手掌一灰之间 天空顿时阴云密布 雾狼王脸色凝重 身后一只巨大的黑影 浮现而出 这是雾狼族特有的魔兽 雾狼王 雾狼王张口一笑 一阵黑烟弥漫开来 在黑烟弥漫间 一个庞大的虚影 渐渐凝结而成 一道淒厉的狼叫响起 紧接着 黑烟凝聚的虚影的颜色 越来越深 这只巨大的狼王虚影 足有两丈多高 通体散发着黑暗魔艳 雾狼王冷哼一声 赵小云 今日就算你不愿意 也没办法 要不然就死死 赵小云嘴角挂着 轻蔑的笑意 就凭你 说完 身躯一阵 一道金光 从他的背后涌出 这道金光 竟然是一尊神灵精神 金光缭绕中 赵小云竟然化作了 一尊三丈之高的惊人 这是什么神通 雾狼王脸色一变 没想到赵小云的手段 还挺多 赵小云淡淡地看着雾狼王 今日你必死无疑 雾狼王冷哼 就凭你也敢大言不惭 说着 雾狼王猛地一跃而起 向着赵小云扑去 他要用最快的速度 解决掉赵小云 赵小云眼中金光一闪 一步踏出 他的脚下 瞬间出现无数的符文 每一个符文 都流转着璀璨的金灰 这些符文 仿佛化作了一座山岳 将赵小云整个人都包裹在其中 紧接着 这些符文轰然爆炸 形成了一片火海 火海中传出来了赵小云的怒吼 死了 这是金刚拳 在金刚拳爆发出来之后 金刚拳所笼罩的范围内 一切物质全部被烧毁 化为灰烬 这一刻 赵小云仿佛化作了火焰中的神奇 雾狼王脸色微微一变 他感受到了威胁 急忙躲闪 但是金刚拳的攻击太强了 金刚拳在半空中 划过一道道的弧线 向着雾狼王追逐而去 雾狼王身形闪烁 躲避金刚拳的攻击 但是金刚拳却仿佛有着生命一般 不断的追踪 这样下去的话 雾狼王迟早会被金刚拳打败 雾狼王脸色殷勤不定 该死的 你真的以为我打不过你吗 只见雾狼王突然停下了脚步 紧接着他身后的那巨大狼王 虚影猛的转身 朝着赵小云的攻击冲去 金刚拳和那巨大狼王的虚影 狠狠撞在了一起 一股恐怖的波动 从两者交汇的位置扩散开来 周围的一切仿佛被撕裂一般 赵小云眼中瞳孔猛地收缩 这股波动太强大了 强大到连赵小云都只皱眉 雾狼王哈哈一笑 怎么样 怕了吗 赵小云眉毛微醋 眼中金光闪烁 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只不过是试探性的绷击罢了 听到赵小云的话 雾狼王脸色阴沉得可怕 雾狼王的确有点心疼 毕竟这可是他花费了很大的代价 才召唤出来的虚影 可是现在竟然被赵小云给弄碎了 该死 赵小云 今日我必须杀了你 说完 雾狼王再次冲向了赵小云 雾狼王的实力确实非常强悍 赵小云虽然能打得过火凤王 但不见得能打得过他 两者在空中激烈对抗 赵小云的攻击越发强大 一道道金光在他的四周闪烁 仿若金龙一般 而雾狼王的攻击也越发凶狠 不断地释放着黑暗魔艳 好 喷喷喷 两人的身影快如闪电 在空中碰撞 喷喷喷 好 轰隆隆 两者的交手引发了恐怖的风暴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在空中蔓延而出 赵小云和雾狼王交战之处 地面崩溃 周围的建筑物倒塌 周围的妖魔惊呼 快走 不要靠近这里 两人的余波已经这样了 如果靠得更近的话 肯定会受到伤害 赵小云和雾狼王在空中疯狂地对拼着 赵小云 你还是太难了点 雾狼王冷喝 赵小云冷哼一声 少废话 有本事就使出你的全部实力 我们两个分胜负 哼 分胜负 那可由不得你 说完 两人的攻击更加猛烈了 周围的妖魔纷纷躲远 轰隆 碰 两人不断地交锋着 两道身影在空中碰撞的地方 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周围的妖魔不断地逃离 碰碰碰 又是几声碰撞之声传来 雾狼王和赵小云的身影终于分开了 两人都退后了好几步 这家伙还挺强啊 赵小云冷冷到 看来还真的全力以赴了 说着 赵小云猛的一跺脚 身形化作一团火焰消失了 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火系法则 从空中席卷而出 火焰化作一条巨大的火蛇 冲向了雾狼王 那火蛇在空中不断翻腾 仿佛有灵魂一般 哦吼 雾狼王仰天长笑 一双血红的毛子 射出两道新红色的光柱 那新红色的光柱 与火蛇相撞 爆发出了强大的冲击力 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火蛇瞬间湮灭 雾狼王眼中闪烁着兴奋的目光 赵小云 今日我看你如何逃脱 雾狼王哈哈大笑道 赵小云的眼睛微微眯起 就算这样 今天我也不会给你回去的 说完 一股恐怖的火属性能量 在他的掌心中酝酿 随时准备出击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 雾狼王的身形猛然飞出 速度极快 眨眼便到了赵小云的面前 雾狼王手持力爪 猛地刺向赵小云的胸口 轰隆隆 雾狼王的攻击 落在了赵小云的胸口处 一声巨大的爆炸之声响起 雾狼王只觉得自己的手臂 像是被什么东西给阻挡住了 雾狼王抬头望去 只见赵小云正站在自己面前 但自己的手 却被另一个人抓住了 第二百章 赵小云的罪行 谁他骂的 雾狼王看着那只手 张嘴便骂 可当他看见 抓着他的手的那个人是谁后 顿时吓得浑身的魔气消散 尊 尊尚 您 您这么来了 雾狼王怎么也不会想到 沈渊会突然出现 尊尚不是跟雾狼说 不管这件事情吗 沈渊看了眼两人 冷哼道 你们两个这么大的动静 难道是要把我这十万大山给烧了不成 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魔子跟妖王打起来了 这说出去恐怕让人笑话 沈渊的语气中带着生气 两人都能听出来 雾狼王见状 连忙道 尊尚 您听我解释啊 我是不想对魔子动手的 可是您不知道 他做了什么事 雾狼王说着说着 语气就变得激动起来 那你倒是说说 他做了什么事 沈渊一挑眉 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一脸无所畏惧的 看向雾狼王 尊尚 您不知道 这家伙无缘无故的就欺负雾狼 雾狼在 我那整整一个星期才恢复了一点 我今天过来找魔子 就是 让他过去给雾狼赔礼道歉的 再说 魔子这样随意欺负十万大山之前的老人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雾狼王说的义正言辞 沈渊则点点头 魔子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赵小云冷笑道 我没做过的事情 我可不会承认 尊尚 要是你不相信的话 咱们可以现在就去对证 一旁雾狼王见状 连忙道 好啊 尊尚就在这里 看你怎么跑 赵小云没说话 沈渊则看着两人点点头 好啊 那我倒要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 要是这件事情处理不好的话 你们两个 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沈渊说完这句话后 雾狼王连忙点头 尊尚 您放心吧 您跟我来 说完 雾狼王看向赵小云 魔子 走吧 这次尊尚在 看你还怎么耍赖 赵小云没说话 只是冷笑了一声 蹬了过去 此时 雾狼王的大殿内 所有妖王都聚起了 火凤王看着面前的雾狼 满脸兴奋 雾狼 这次的事情 一定会成功吧 火凤王激动到 雾狼一脸沉稳的点点头 那是当然 再一 再二 不能再三 这次说什么 我的计划也会成功 到时候 你们可要好好地配合我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马上就要来了 雾狼这般模样 让火凤王整个人都舒畅了起来 好好 雾狼 要是能让那个家伙下马 您就是我的恩人了 两人正说着 突然挤到气息 突然出现在大殿门口 这动静 瞬间吸引了在场的所有人 尊尚也来了 当看到深渊的身影后 那些妖王全部起身 尊尚 尊尚 他们全部都恭敬地 给深渊打着招呼 深渊摆摆手 行了 雾狼连忙上前 尊尚 正好你也来了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帮我做主 雾狼也没想到深渊会来 不过这样正好 深渊来了 这件事情的性质 可就更大了 那就离他想要的结果 就更进一步 深渊点点头 走到了上方 行了 都别站这儿了 快点说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此时 赵小云跟雾狼王 就站在不远处 清咬此时 看着眼前的这般景象 不由地紧张起来 该死的 这些家伙 怎么处处都想跟模子作对 不过 这次的事情 呵呵 你们肯定不会如意 现在 清咬已经完全地把自己 当做了模子身边的人 此时的赵小云 还不知道这些 他就静静地 看着旁边的雾狼王 雾狼王缓缓开口道 尊尚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雾狼上次聚会后 因为一点误会 模子就把雾狼 约到了没人的地方 并且 模子还用了非人的手段 把雾狼折磨了一番 雾狼回来后 整整休养了一个星期 才恢复了一点 这话一出 在场的一片哗然 今天雾狼不仅把这些 妖王都喊出来了 还把十万大山里 那些有些名字的妖魔 都叫了过来 他们之前都知道 雾狼是什么样的存在 现在听到模子 竟然这么对待雾狼 顿时愤怒不已 不是 雾狼可是我们 十万大山的开山长老 要是没有他 我们十万大山 现在说不定 还没有发展得这么繁华 就是啊 这样的人 我们十万大山 每个人都要尊重 可现在 模子竟然这么对他 真是可恶至极 听说模子之前 是地藏佛门的人 果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 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根本就不配 当我们的模子 这些人七嘴八舌的 无疑都是 在讨论着赵小云的不是 不光是他们 这些普通的妖魔 就连那些妖王 也全都鄙夷地 看向赵小云 不是我说 模子啊 雾狼之前 确实有对你有点不满 但雾狼没对你怎么样 怎么你现在竟然 对他使出这样的手段 嘖嘖嘖 简直是残忍至极啊 对待雾狼都这般 不敢想象 之后是什么样的 尊上 模子这样 实在是难堪大任啊 说不定 哪天模子发疯 拿整个十万大山出气呢 这些妖王 同样也是七嘴八舌地 讨伐着赵小云 而赵小云站在原地 任由他们这些人说 从头到尾 他都是一个表情 也没有说一句话 而青瑶却愤怒地 看向那些人 你们这么诬蔑模子大人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模子大人 怎么可能会做出来 这样的事情 尊上 这件事情 您不要听信了他们的谣言 青瑶大声地 跟这些人辩解着 那些妖王 全都鄙夷地看向青瑶 青瑶大人 怎么 难道这件事情 你也参与了吗 咦 青瑶啊 亏我们以前还这么信任你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哼 尊上 依我看啊 青瑶也跑不了责任 第201章 真相 你们 你们这些人 简直是 哼 面对众人的围攻 青瑶气得脸 都黑成了锅底 这些人跟模子 本来就不对付 现在抓着机会 一定会好好讨伐模子的 对于这一点 青瑶非常清楚 不过 青瑶看着赵小云 站在原地面 无表情的样子 总感觉 模子应该会有办法 此时 深渊看着面前的几人 缓缓点头 雾老 雾狼王说的是真的吗 深渊问道 没错 尊上 这件事情 就跟雾狼王说的一样 我也不知道 模子是看我哪步说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不过 尊上 既然是模子 那这样做 肯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 我雾老恳求 尊上轻点处罚模子 雾老这话再一次 让周围炸开了锅 雾老 都这个时候了 你也没必要帮模子说话了 雾狼王急忙道 是啊 雾老 那个家伙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你要是这次帮他 他下一次 肯定还会变本家里的欺负你 火凤王也跟着道 此时 不仅是这些妖王 就连那些来看热闹的妖魔 在那一刻 都肃然起敬 雾老不愧是雾老啊 都这个时候了 还帮模子说话呢 雾老可不是什么坏人 模子这样做 简直就是该死 对 模子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他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模子 深渊尊上 这件事情 你可一定要还雾老一个公道啊 对 您这次要不狠狠地教训他 我们都不同意 此时 众人看向赵小云的眼光 都带着愤怒 深渊也把目光看向了赵小云 模子 对于这件事情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当然有 赵小云淡淡道 然而 就在他刚说完这一句 雾狼王就冷哼一声 你就别在我们面前狡辩了 如果你快点承认 说不定死的还会痛快一点 行了 雾狼王 先让模子说完 深渊冷声道 雾狼王这才不甘心地闭上嘴 赵小云见状 缓缓道 好 那我就说了 雾老说我无缘无故地袭击他 那好 有什么证据吗 是在哪个地方 谁看见了 而对面的雾老 仿佛早有对策一般 他冷笑道 当然 你就在雾狼王殿外袭击我的 要不是雾狼王赶来及时 我恐怕都被你打死了 雾狼王见状 连忙道 对 我可以作证 赵小云缓反道 不 不对 你们可说错了 打斗的地方 可不是你们雾狼王殿外 而是我的梦里 这话一出 在场的一片哗然 模子这是疯了吗 他在说什么鬼话呢 什么他的梦里 就是啊 我怎么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呢 他就算想要解释 也不用找这么离谱的理由吧 哼 那他还不如直接让尊上惩罚他呢 这些小妖魔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但这些妖王却知道 雾狼有一招非常有名的梦境杀人法 当然 深渊对此也非常清楚 他瞥了一眼雾狼 此时 雾狼心中一惊 随即猛地回神 摩子大人 你可不要说什么胡话 我怎么可能在你的梦境里杀你 雾狼高声道 赵小云冷笑一声 怎么不可能 在你出山的那一天晚上 就来了我那里想杀我 只不过 没能成功 在那一天聚会时 你对我酒里下药 想要杀死我 但是也没有成功 所以 晚上又来到了我那里 怎么 雾狼这些难道你都没有印象了吗 雾狼顿时冒了一身冷汗 哼 摩子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给你下药 怎么可能会去你那里伤害你呢 雾狼此时 脸上全是装的愤怒 赵小云笑着 就在这时 他手中突然出现了一壶酒 哎呀 雾狼还真是不小心 那一天走的时候 我把酒给顺走了 怎么 要不要咽咽 这酒里到底有没有药 赵小云这个举动 彻底让雾狼抱走 他愤怒的上前一把夺过赵小云的酒壶 啪 胡说 简直就是胡说 怎么可能 雾狼摔碎酒壶后 指着赵小云骂道 赵小云怂怂间满目在乎道 我知道你不会承认 好了 雾狼 其实那个酒壶 就是我到底酒壶 根本不是那次烟灰上我拿的 你这么着急干嘛 这话瞬间让雾狼愤怒起来 你 你竟然敢耍我 雾狼没想到 自己本来计划的好好的 却被赵小云三言两语给打破了 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尊上该怎么看 而此时 深渊脸色殷勤不定地看着雾狼 雾狼王意识到了不对劲 连忙上前道 摩子 你可不要胡说了 雾狼再怎么说 也不会你那里对你动手 赵小云见他们还在狡辩 不由地叹了口气 你们确定 还要继续跟我掰扯下去吗 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们可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雾狼王冷声道 怎么 你害怕了吗 你根本就是没有证据来证明 雾狼去了你呢 看着雾狼王一脸得意 赵小云笑着摇摇头 青瑶 我让你帮我保存的令牌 你拿来了吗 赵小云转身 对着青瑶问道 青瑶连忙点头 带了 带了 说着 他走到赵小云身边 把雾狼的令牌递了过去 当这个令牌拿出来的一瞬间 雾狼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转过身去 对着雾狼王传音道 雾狼王 你不说这件事情 已经办妥了吗 为什么我的令牌 还在赵小云那里 雾狼王也是一脸猛逼 不对啊 我分明已经把那东西拿过来 并且 已经按照您的意思销毁了 他 他什么时候又拿到的 雾狼王彻底的慌了 此时 不仅是雾狼王 就连火凤王都心中一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雾狼王到底是怎么搞的 不都是 已经把这件事情办妥了吗 为什么还是会这样 就在所有人都惊讶不已的时候 深渊也看向了那个令牌 这个令牌他非常熟悉 确确实实实物老大 第202章 处罚 深渊看着那个令牌 又看见雾狼那颤抖的手 立马就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哼 雾狼 这件事情 看来是你有错在先了 深渊这话一出 在场顿时炸开了锅 不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模子拿出了个令牌 尊上就说出来了 那样的话 哎呀 你还没看明白吗 刚才咱们是错怪人了 什么 咱们错怪人了 不可能吧 难道 模子并没有打雾狼吗 哎呀 何止没有打呀 还是雾狼想弄模子 没有成功 所以才反过来污蔑的 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雾狼怎么还说谎啊 这 哎 看来咱们当才真是错怪模子大人了 不仅是这些人被惊住了 就连那些妖王也都神色各异 他们当然知道 这一切都是雾狼的计划 可是没想到 他的谎言这么快就被戳破了 本来他们还以为 这次能够让模子常常记性呢 现在可倒好 一切都往他们心中坏的方向发展 嗨嗨 雾狼 现在证据已经摆在你的面前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赵小云缓缓道 雾狼此时脸色非常难看 他气得浑身直哆嗦 你 模子 你这就是在污蔑我 尊尚 这件事情 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我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够了 深渊冷喝一声 雾狼啊雾狼 我也没想到你 竟然这么的没有分寸 亏我还认为 你这次出来是好事 深渊这话 就像是给雾狼吓了死刑一样 雾狼只感觉自己的眼前一黑 差一点就晕倒过去 雾狼本来自己身上的伤就没好 在一经受这样的刺激 他感觉现在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尊尚 雾狼的嘴张了半天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深渊叹了口气 行了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雾狼 念你在十万大山待了这么多年 以后你就回你隐居的地方 永远不要出来了 雾狼王 火凤王 你们这次作为这件事情的帮凶 自然也免不了处罚 你们两个 各自在自己宫殿闭门四过半年 谁也不准求情 并且 以后要满足模子的所有要求 这话一出 几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雾狼更是头一晕 跌坐在地上 不 为什么会这样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这不应该啊 不应该啊 可雾狼无论在说什么 深渊也没有在看他一眼 魔子 还有几天就要去秘境了 你准备好了吗 深渊临走之前 看着赵小云问道 赵小云点点头 放心吧 尊尚 一切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深渊点点头 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大殿里 当深渊走后 在场顿时炸开了锅 哎呀 没想到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哎 雾狼真是糊涂 哎 以后 咱们可要对魔子大人攻进一点了 那可不嘛 魔子大人 也没有雾狼说的那么坏 行了 行了 事情都结束了 大家散了吧 散了吧 此时 雾狼也缓缓回过神来 他看着赵小云的目光里 全是绝望 魔子大人 你还真是好手段啊 这句话 是雾狼咬着牙说出来的 赵小云笑着道 哪里哪里 要不是有雾狼您的帮助 我也不会做到这个地步 雾狼记得一口鲜血 从口中喷出 哼 魔子 你等着吧 就算是我回去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说着 雾狼就朝着外面走去 而这句话对赵小云来说 几乎没有构成什么威胁 神渊既然下令 让他永远不能出来 那他跟死了 也没什么区别 赵小云现在要对付的 就只有雾狼王跟火凤王了 此时 他们两人都是一副愤怒的表情 魔子大人 你别得意的太早 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们两个一口同声 赵小云笑道 哎呀 不会善罢甘休了好啊 只要是别下次再被罚闭门撕过就行了 这话顿时让两人脸更黑了 一旁的清瑶见状 开心地笑道 魔子大人 我就知道 你的决定一定是正确的 刚才这些人还不相信你 现在好了 这话明里暗里 都在嘲讽那几个妖王 旁边的那几个妖王 顿时脸色也跟着难看起来 好了 清瑶 咱们走吧 留在这里 也没什么用了 赵小云拍了拍清瑶的肩膀 徒留下原地黑着脸的妖王们 该死的 这个魔子 要不是尊上刚走 我恨不得马上宰了他 火凤王怒道 一旁的雾狼王 脸色也非常阴冷 赵小云 这个家伙 我这辈子跟他没玩 剩下的那些妖王 虽然没说话 但心里也偷偷地暗骂着 只不过 他们并没有光骂赵小云 他们也把雾狼王跟雾老他们 一块骂上了 要不是他们的计划有纰漏 事情也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 可 雾狼王啊 以后对付魔子 用这点小手段 可能不行了 要动脑子 临走之前 紫园王缓缓走到雾狼王面前 此时的雾狼王还在生气 听到这话顿时不耐烦道 紫园王 我怎么做还不用你来救 没事就赶紧走吧 听到这话 紫园王冷笑一声摇摇头 这蠢货 给他机会 他都能把事情倒砸 真是不堪重用 这家伙 算是废了 就这样想着 紫园王走出了雾狼王的宫殿 紫园王 您的计划 要不是他们这些人不争气 赵小云现在已经不是魔子了 紫园王回到宫殿后 他的下人露出了惋惜的表情 紫园王冷哼一声 这些家伙 我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蠢的家伙 这么简单的事情 竟然都能搞砸 要不是他们这么蠢 现在赵小云也不会这么嚣张 下人跟着叹了口气 对了 紫园王 尊上不是说 要反攻练妖谷吗 怎么现在没有动静了 听着下人的话 紫园王冷笑一声 第203章 开始了 尊上这段时间并没有提这件事情 上次魔眼斩魂刀拿回来的时候 尊上也没有说什么 不知道尊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紫园王忍不住皱着眉 不行 这件事情 我要去问问尊上 说着 紫园王很快就来到了深渊的宫殿前 我要见尊上 麻烦通报一声 紫园王对着门口的侍卫道 那侍卫摇摇头 尊上说了 他现在不见任何人 雾狼王 还请回吧 紫园王见状 不由得直皱眉 哎 尊上 到底在想什么呢 紫园王叹了口气后 没说什么 转身走了 另一边 几天后 赵小云已经收拾好了 准备出发 就在出发前 深渊突然过来找到了赵小云 魔子 已经收拾好了吗 深渊看着赵小云缓缓道 赵小云立马笑道 当然 尊上 临走之前 您还是有什么吩咐吗 深渊点点头 这次的行动 虽然对你来说不算难 但我还是不放心 所以 我有一个提议 赵小云立马点点头 他当然知道 深渊这说是提议 其实就是在命令 不过 就算深渊说什么 他也不会拒绝 这次 就不让青瑶跟着你去了 我想让紫园王跟着你去 青瑶 我还有其他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深渊缓缓缓道 赵小云心里有些奇怪 但嘴上还是老老实实道 尊上 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既然你们有什么疑问 那我就通知下去了 等到紫园王准备好了之后 你们立马出发 深渊说完 很快就消失在了原地 赵小云见深渊走了 不由得奇怪道 怎么突然让紫园王跟我 难道说 深渊怀疑我吗 对于深渊到底想的是什么 赵小云也不得而知 很快 青瑶跟紫园王 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当得到这个消息后 青瑶立马起身 朝着深渊的宫殿飞去 当然 紫园王也是这个反应 不一会 两人就在深渊的宫殿门口碰头了 紫园王 这件事情 难道不是 你跟尊上提的吗 当青瑶看到 同样有些震惊的紫园王后 不由得奇怪道 紫园王冷笑一声 怎么可能是我提的 摩子大人 现在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只有你愿意接受 我也是突然才知道这件事情 行了 别废话了 咱们进去问问 尊上到底是什么意思 说着 两人面前的宫殿大门就打开了 你们两个进来吧 只见深渊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两人不敢怠慢 大步地走了进去 尊上 两人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尊上后 便直直地看着他 此时的深渊站在大殿里 双手背后 听到两个人的声音后 他转过身来 你们两个来了 是不是为了摩子的事情 这句话不是疑问句 而是肯定句 青瑶见状 最先道 对 尊上 就是让我跟着摩子去就行 不用劳烦紫园王的 一旁的紫园王见状 跟着点点头 尊上 既然青瑶想去 何不常让他去呢 深渊缓缓道 青瑶 我是会让你去的 不过这次 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所以 就让紫园王跟着摩子去 紫园王听完 顿时心如死灰 他根本就不想待在赵小云身边 但现在深渊都这么说了 他根本没有权利拒绝 一旁的青瑶见状 皱着眉点点头 尊上 这件事情 是必须现在做的吗 那是自然 深渊淡淡道 行了 情况也跟你们说完了 紫园王 你回去收拾收拾 去找摩子 你们一起去吧 对了 务必记住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摩子 另外青瑶 你留下来就行 紫园王健壮 只能任命地朝着外面走去 留下里的青瑶 看着深渊道 尊上 您 您有什么任务 深渊 另一边 紫园王回去后 脸色一直黑着 吓人健壮 忍不住道 紫园王 到底是什么事情 您一直愁眉苦脸的 紫园王冷哼一声 也不知道尊上是怎么想的 竟然让我跟摩子一起去对付地藏佛门的人 还说青瑶有任务 为什么任务不让我去 这让我保护摩子 我踏马的 听到这话 那吓人一愣 不过他随即道 紫园王 尊上不让青瑶跟着 却让你跟着 是不是 对青瑶不放心 吓人这话一出 紫园王瞬间一愣 等等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紫园王有些不解 那吓人不好意思的 摸了摸脑袋 紫园王 这件事情 我也就是想想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尊上竟然留下来青瑶让您去 说不定是看这次对付的是地藏佛门 青瑶现在 已经完全站在了摩子那边 尊上可能不太放心 这话一出 紫园王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啊 我就说 这件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尊上竟然把这件事情交给了 我一定会好好完成的 赵小云之前可是地藏佛门的人 要是这次 我看到他对地藏佛门的人 有一丝手软 回来我就告诉尊上 紫园王想通之后 整个人都变得轻松不少 行了 去找摩子吧 很快 赵小云的房间内 紫园王就出现了 摩子 相比尊上的安排 你都已经知道了 既然咱们已经收拾好了 那就赶快走吧 紫园王并没有给赵小云什么好脸色 他只是完成任务而已 而赵小云对于这些也并不在意 就算紫园王跟着 赵小云也能把他当空气 两人很快就踏上了路程 此时 地藏佛门那边也开始了行动 天行长老 这次一共四位空字辈长老 以及二十名地藏佛门的弟子 这件事情 一定会顺利进行的 几位长老在天行面前道 天行点点头 虽然这次秘境的危险系数低 但切记 回来的时候一定要一个不辣 就算没有拿到对付魔炎斩魂刀的办法 也要保证弟子的安危 几位长老点点头 第204章 鬼煞蛇 经历了差不多半个月的长途跋涉后 赵小云跟紫园王终于来到了秘境的入口 两人这一路上都没有过多的交流 赵小云看着面前秘境的入口 缓缓点头道 秘境大门有被动过的痕迹 想必 地藏佛门的人现在都已经进去了 我们也赶紧进去吧 紫园王见状 有些不悦道 怎么就敢肯定一定是地藏佛门的人呢 万一地藏佛门的人还没到呢 紫园王这话 可不是故意跟赵小云作对的 因为接到的消息是 地藏佛门的人在他们出发之后才出发的 地藏佛门跟秘境的距离 和他们十万大山距离秘境的距离相差无几 所以 紫园王现在觉得 地藏佛门的人来得一定没趟快 赵小云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那要不这样好了 你在这里等着他们 我就进去找找了 这话一出 紫园王脸色顿时一黑 在这里等那些地藏佛门的人 就算等到了以他一个人的力量 也对付不过来 赵小云这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想到这 紫园王不由地生气道 尊上说了 我这次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 我不可能丢下你一个地 他们进去吧 说着 紫园王先一步朝着里面走去 赵小云无奈地怂怂肩后 跟上了他的步伐 这里面怎么感觉不对劲啊 赵小云皱眉道 当赵小云跟紫园王走进去后 立马被无边无际的雾气包围 完全看不到前面的路 这能有什么 消息上不是说 这个秘境的危险系数非常低吗 之前摩子都能把魔眼斩魂刀拿回来 现在难道还害怕一个小小的秘境不成 紫园王在赵小云的后面 脸上露出的嘲讽的模样 这副模样 当然没有被赵小云看见 赵小云并没有搭理他 而是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 紫园王见状 冷哼一声 摩子大人 你走得太慢了 还是让我走前面吧 说着 紫园王越过赵小云 大步地朝着前面走去 看着紫园王的背影 赵小云忍不住道 喂 紫园王 你小心啊 这里真的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然而 任由赵小云怎么说 紫园王都没有回头 不一会 两个人之间就拉开了距离 等到紫园王再一回头的时候 已经看不到了赵小云的身影 唉 这个模子 真是莫见 紫园王见状 脸上出现了一丝不耐烦 随即 他带着气朝回走去 然而 他走着走着 感觉面前的雾气越来越大 大到快伸手不见五指了 死 这地方是怎么回事 怎么变成这样了 紫园王此时心里才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不对劲 嘿嘿 突然 一道黑黑声打破了紫园王的思绪 模子 模子 你别跟我玩了 快点出来 紫园王听到这声音后 心里一惊 他总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朝着他靠过来 然而 他说完这话 不知道从哪里又传来了哈哈的声音 该死的 到底是谁在那里装神弄鬼 快点给老子出来 要不然老子打爆你的脑袋 紫园王不耐烦道 终于就在紫园王说完这话 面前猛地出现一张巨大的蛇眼 小小妖王 竟然敢擅闯 我鬼杀蛇的地盘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只见那话音一落 地面都开始震动起来 那模样 就像是地震了一样 一会后 紫园王终于看清了面前的景象 只不过 这幅景象 可不是什么好的景象 而是一座犹如泰山一样高大的蛇身 你这个家伙在我地盘上捣乱 就是在找死 那鬼杀蛇的声音就像是惊雷一样 在紫园王的耳边响起 紫园王冷笑一声 一个小小的鬼杀蛇 竟然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真是可笑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妖王 紫园王说着 身边的灵力瞬间暴涨 紫色灵气形成的巨型拳头 直接朝着鬼杀蛇狠狠地轰了过去 鬼杀蛇张开血盆大口 一团红色火焰喷吐出来 火焰瞬间把紫园王的灵力击溃 化为点点星芒 消散在空中 好强大的攻击 但是却无法伤害到我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紫园王哈哈大笑道 随即 他的身体周围再次浮现出一阵阵黑雾 黑雾形成一道道利剑 朝着鬼杀蛇的身躯射了过去 每一柄利刃都闪烁着寒光 看上去风锐无比 哼 雕虫小技罢了 鬼杀蛇冷哼一声 随即 他猛地张开了嘴巴 一股黑雾 瞬间涌向紫园王所凝聚出的剑语 这剑语瞬间被黑雾吞噬 消失不见 这是 紫园王的眉毛微皱 显得很是诧异 我的毒素最厉害 你根本没办法抵抗住的 鬼杀蛇张狂地大叫 紫园王却是淡淡一笑 是吗 那么试试吧 说完之后 紫园王双手合十 口中念念有词 下一刻 在他面前的虚空突然变得扭曲 一片混沌 不好 鬼杀蛇顿时发现不对劲 身子猛地朝着后方暴退 只不过这个时候 已经迟了 那混沌突然裂开 一只漆黑的爪子从里面探出 狠狠地抓在鬼杀蛇的身上 这一幕看上去非常诡异 紫园王的身后 出现了一只黑色巨爪 这只巨爪 正是刚刚出现在混沌当中的巨爪 该死 怎么会这样 鬼杀蛇脸色阴沉得可怕 给我破开它 他猛地咆哮一声 那巨大的身躯 猛地撞在黑色的爪子上面 砰砰砰砰砰砰 鬼杀蛇撞得头昏脑胀 整个身躯都摇晃不停 而那黑色的爪子 却纹丝不动 只是将其震退几步 并且没有收回的迹象 紫园王脸色冰冷的可怕 现在知道我为何敢这般 嚣张了吗 哼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我诅咒你 死无葬身之地 鬼杀蛇怒吼一声 身躯猛地膨胀 朝着紫园王扑了过去 紫园王冷哼一声 不自量力 他抬起一脚 朝着鬼杀蛇踢了过去 第205章 惊天动地的战斗 鬼杀蛇虽然强悍 但遇上紫园王这十足的一击 还是往后倒飞了出去 哼 不愧是妖王 这样的实力 确实能够成为我的对手 不过 你要知道 现在可是在我的地盘 你想赢我 不可能 鬼杀蛇稳住身子后 冷笑道 我可没打算赢你 我只是想告诉你 今天你注定会输 紫园王淡淡道 哈哈 好大的口气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处境 难道以为你是什么 今天你注定是逃不掉的 鬼杀蛇不懈道 我确实是逃不掉的 但我想告诉你 这不代表我今天会输 紫园王说着 猛地抬起手 对准鬼杀蛇所在的方向 一拳砸了出去 哼 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整个地面都跟着颤抖了几下 周围的树木也被连根拔起 而且那些树木 还是在半空之中 一直往前冲了数百米后 才停了下来 鬼杀蛇所在的那片区域 更是彻底变成了废墟 而鬼杀蛇也消失不见了踪影 看到这里 紫园王的脸色微变 他能感觉到 自己刚才的攻击 已经将鬼杀蛇给彻底毁灭了 但是 鬼杀蛇却没死 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甚至连鬼杀蛇的一根毛发都没伤到 甚至连鬼杀蛇的皮肤都没破开 这让紫园王不由得有点吃惊 鬼杀蛇的防御能力 怎么突然变得如此之强 而且刚才的那种爆炸 竟然能让鬼杀蛇的肉身 完全抵挡下来 这简直是太匪所思了吧 紫园王不相信 再次举拳 对着鬼杀蛇消失的方向 狠狠地砸了出去 碰 又是一声爆炸声响起 不过这次不同的是 紫园王所砸出去的这一拳 竟然没有打中鬼杀蛇 鬼杀蛇依旧完好无损 不仅没有受伤 反而更加的猖狂 对着紫园王大喊道 臭猴子 你不行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不是对手 你确定 紫园王闻言 眉头一皱 随即冷笑着问道 紫园王的脸上 带着不屑的笑容 眼神里闪烁着浓浓的战意 刚才他那一拳 并没有使用任何法术和神通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招式 而是凭借着蛮力 凭借着紫园王那恐怖的肉身力量 这样一拳砸出去 竟然都打不到鬼杀蛇的话 紫园王还真有点不服气呢 当然确定 不然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不管我们两者的等级差距有多大 你也不可能打败我的 鬼杀蛇嚣张道 听到鬼杀蛇的话 紫园王的脸色顿时阴沉了起来 既然如此 那就试试我们的最终结果吧 紫园王冷笑道 你想试试就试试啊 我就站在这里 你能打中我才怪 鬼杀蛇大叫道 丝毫不惧怕 是吗 那就让你看看 紫园王冷哼道 说着猛的一脚踩在了大地之上 随后 一股恐怖的气息 从紫园王的体内散发了出来 这股气息 看着散发出气息的紫园王 鬼杀蛇的瞳孔 忍不住微缩了起来 这是 鬼杀蛇不仅有些吃惊 他感觉到了紫园王身上 那股恐怖的气息 这股气息 明显比之前紫园王释放出来的气息 强大了很多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突然又增长实力了 不对 这股气息 应该不是他自己领悟出来的 难道说 他的身边有高人指点 鬼杀蛇不由得有些疑惑 他想不通 紫园王怎么会突然之间 就拥有这么强悍的实力 而且 紫园王现在的状态 明显有些不一般 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这样的状况 鬼杀蛇之前并没有看到过 哼 就算你的实力再怎么增强 也绝对不可能打败我 你今天注定会失败 鬼杀蛇冷哼道 紫园王没有回答鬼杀蛇的话 而是再次一步跨出 一拳狠狠地朝鬼杀蛇砸了过去 碰 这一次 这一次紫园王并没有失败 鬼杀蛇的身体 再次被打得往后倒飞了回去 鬼杀蛇被击飞 一口鲜血喷出 怎么可能 鬼杀蛇瞪大眼睛看着紫园王 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因为他的防御 竟然连紫园王一拳都承受不了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怎么可能 我明明已经将防御提升到了极限 竟然还挡不住他的一拳 怎么会这样 他究竟修炼了什么功法 他的实力 怎么可能突然变得这么强 鬼杀蛇心中充满了疑惑 而就在这时候 紫园王一个跨步 便冲到了鬼杀蛇的身前 双目中露出一抹冰冷的杀意 猛地对着鬼杀蛇砸了过去 这次 紫园王没有选择直接攻击鬼杀蛇的要害部位 而是选择直接用拳头轰击鬼杀蛇 这样一来 虽然不能把鬼杀蛇击杀 但也可以把鬼杀蛇击伤 紫园王这是抱着必胜的决心来的 看到紫园王竟然用拳头轰自己 鬼杀蛇的眼中闪过一抹怒火 同时 一股磅礴的气势瞬间涌现 化作一团漆黑的光芒 对着紫园王迎来上去 哼 雕虫小剑 紫园王冷喝一声 随即一拳便砸在了漆黑光芒上 紫园王的这一拳威力巨大 直接将黑色光球震碎 但鬼杀蛇的反应也不慢 趁着紫园王被震碎了光芒后 鬼杀蛇快速地后退 躲避开了紫园王接下来的攻击 想跑 没门 紫园王见状不懈地撇撇嘴 然后再次冲向了鬼杀蛇 两人就这样 在荒芜大森林里疯狂地厮杀了起来 两人的每一拳 每一腿都仿佛蕴含着恐怖的威力 紫园王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哪怕是鬼杀蛇 此时也不敢与紫园王正面交锋 只能拼命地逃跑 而紫园王也不着急追赶 就像是猫系老鼠一样的逗弄着鬼杀蛇 两人一追一躲 不知道追逐了多久 鬼杀蛇的速度比起紫园王来说差远了 而且紫园王每一次出拳 都可以将空间撕裂开来 让鬼杀蛇躲无可躲 避无可避 鬼杀蛇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 而紫园王的身上则是越来越红润 你输定了 第206章 解决了 紫园王看着狼狈不堪的鬼杀蛇 冷哼一声 随即再次一拳砸出 将鬼杀蛇砸飞出去 你这个混蛋 我跟你没完 看着落在地上吐血不止的鬼杀蛇 紫园王的脸上不由地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你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乖乖束手就擒吧 我给你一条活路 紫园王冷冷地瞥了一眼鬼杀蛇 随即说道 想让我屈服 你做梦吧 我就是死 也不会做你的傀儡的 鬼杀蛇一脸猙獰地说道 哼哼 你这么执迷不悟 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紫园王冷笑一声 一拳便对着鬼杀蛇砸了下去 不要 鬼杀蛇脸色顿时变了 连忙挥动着双臂 抵挡紫园王的一击 哼 鬼杀蛇被一拳打在了地上 扑吃 鬼杀蛇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鬼杀蛇受伤严重 已经无力支撑身躯了 整个身体软绵绵地躺在地上 哈哈 我劝你不要反抗 不然 我会让你死得更惨 紫园王一脸嘲讽地看着鬼杀蛇 你这个畜生 鬼杀蛇的脸色难看无比 你骂谁呢 你再说一遍 紫园王眼神冰冷地盯着鬼杀蛇 畜生 我骂你怎么了 我骂你怎么了 看着紫园王一脸愤怒的模样 鬼杀蛇却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找死 紫园王顿时勃然大怒 一拳砸出 我死了 也要拉你垫背 鬼杀蛇也是怒吼一声 浑身散发着黑光 一掌朝着紫园王拍了过去 哼 紫园王冷哼一声 身上的金色毛发陡然间树立了起来 宛如钢针一般 闪烁着金属光泽 紫园王一拳轰在了鬼杀蛇的手掌上 咔嚓咔嚓 鬼杀蛇的手掌 被紫园王的拳头直接砸断 化成了漫天的碎片 紫园王这一拳的威力 足够让鬼杀王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紫园王没有这样做 他看着鬼杀蛇痛苦的样子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 鬼杀蛇 死吧 说着 紫园王一脚踩爆了鬼杀蛇的脑袋 在这一瞬间 鬼杀王瞬间没了声息 而周围的雾气也在一瞬间的消散 紫园王 紫园王 终于找到你了 就在这时 赵小云匆匆赶来 看着地上巨大的紫园王尸体 赵小云一惊 他能感受到这东西身上肯定非常有实力 这东西是你弄死的 赵小云看着那尸体问道 那是当然 紫园王见到赵小云后 强忍着吐血的冲动 面无表情道 赵小云缓缓点头 没说什么 模子 你先往前走吧 我把这里收拾收拾就过去 紫园王缓缓说完 赵小云看了一眼他 淡淡道 紫园王 你真的没事吗 可 模子大人 这件事情 我有必要骗你吗 紫园王冷声道 赵小云见紫园王这般 也没说什么 行 我先往前走了 等到赵小云的身影消失在视线后 紫园王终于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这个鬼煞蛇 不知道为什么 实力特别强悍 虽然紫园王将其杀死了 但自己也受了很大的伤害 要不是为了不在赵小云面前显得自己不行 紫园王这一口血恐怕 早就喷出来了 而走在前面的赵小云 则缓缓道 看来这个紫园王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悍的 刚才那么强大的东西 紫园王都能轻易对付 看来以后在十万大山 要小心紫园王了 赵小云说完 也没想其他的 继续朝前走着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鬼煞蛇 仅仅只是一个开胃菜而已 此时 另一边 正在迷雾中 走着的地藏佛门的人 突然就看到了 眼前大雾在一瞬间消散 走在前面的那几个长老 看到这一幕后 脸上瞬间大喜 哈哈 没想到啊 真是老天在帮助我们呢 刚才我还说 怎么这么奇怪 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要来 现在这个感觉 一下子就消失了 是啊 就连这大雾都消失了 看来这个秘境 也不过如此吧 唉 就算这样 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几位长老笑眯眯的 带着人往前走着 身后的弟子健壮 也放心的跟在了后面 这个秘境出奇的大 赵小云能感觉 这面积 都快比得上十万大山了 赵小云走了好大一会后 紫园王终于跟了上来 摩子 那里已经处理好了 咱们接下来要去什么地方 紫园王问道 赵小云摇摇头 咱们手上现在也没有地图 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 接下来只能一点一点的摸索 如果幸运的话 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 地藏佛门的人 对于赵小云这话 紫园王的心里 是非常鄙夷的 一点一点的摸索 要是真这样做 那到时候地藏佛门的人 说不定已经拿着东西出去了 他们还在这里呢 想到这 紫园王看着赵小云的眼神 更加的鄙视了 对了 紫园王 你知道尊上 要让青瑶做什么事吗 走着走着 赵小云突然问道 紫园王摇摇头 这件事情 你问我干什么 为什么不问尊上呢 这件事情 又不是我安排的 紫园王心里 已经隐隐约约的有了猜测 就是 深渊可能害怕轻摇叛变 但是他可不会告诉赵小云的 行吧 既然不知道 那咱们就继续行动吧 不过我有一个提议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 赵小云缓缓道 摩子大人 你有什么尽管说吧 紫园王有些不耐烦道 赵小云 我想的是 咱们兵分两路 我现在的实力 既然能顺利拿到摩檐掌魂刀 那应对地藏佛门的人也没问题 咱们两个兵分两路的话 还能快一点找到他们 找到他们后 我们就吹哨会合 赵小云这个提议 紫园王一开始是不想答应的 但是一想到要是不答应 就要和赵小云继续相处那么长时间 紫园王就心生烦躁 摩子 你这个提议 我觉得非常不错 那就按照你说的那样办吧 第207章 不对劲啊 哼 这个摩子 还想支开我 紫园王冷笑一声 等到赵小云走远后 紫园王缓缓地跟了上去 而赵小云之所以这样说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要快一点 找到地藏佛门的人 或者在地藏佛门的人来之前 找到能破解摩檐斩魂刀的方法 另一边 地藏佛门的人 在地图上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又绕回了原地 长老 他们走了这么长时间 好像一直都在原地打转啊 有弟子忍不住问道 前面的几个长老 也停下脚步 看着周围的景象 该死的 给我破 只见一位长老浑身佛光大闪 周围顿时被佛光照亮 紧接着一切都归于平静 这一点小小的伎俩 根本不能阻止我们的脚步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那长老施法完后 缓缓道 后面的弟子健壮 忍不住道 还是空敬长老厉害啊 看来咱们的这次行动 真是来对了 能够跟着几位长老学习这么多 是啊 是啊 几位长老 不愧是咱们地藏佛门的长老 听着身后弟子们的感叹 前辈的几位长老不由得白白手 这些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你们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啊 说完 几位长老笑着往前走去 然而 过了一会儿后 这一群人又回到了原地 长 长老 好像不对劲啊 咱们好像又回来了 身后的弟子看着周围熟悉的景象 不由得尴尬道 他们刚才拍完几个长老的马屁 结果现在马上就打脸了 刚才的空敬尴尬得咳嗽一声 可能是刚才有些失误 我再来一次 说着 空敬又把刚才的技能重新放了一遍 看着周围暗淡下去的佛光 空敬缓缓道 这次肯定能行 都走吧 说着 他带着身后的这群人再一次朝前走去 然而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些人走着走着再一次回到了原地 不 不是吧 这怎么回事 这次就连空敬也梦了 按道理来说 这种程度的迷魂阵 他轻易的就能把它破开 可这都破两次了 怎么还是走不出去 一旁的三位长老也都是神色各异 暖一下 空敬 我先上去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空敬说了一声后 顿时飞到了半空中 只见 当他在半空中往下面一看后 顿时脸色一变 下来后 几位长老瞬间围到了他的身边 空敬长老到底是什么情况 几位长老着急道 空敬脸色严肃道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这片森林 无论是哪个方向 都一眼望不到头 咱们 可能被困到了阵法里 但这个阵法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阵法 这话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阿弥陀佛 现在怎么办 空敬忍不住道 这个阵法 阵眼在哪 暂时也找不出来 要不然 咱们先在这里卸下吧 空忧提议道 他们来这里这么长时间了 还从来都没有休息过 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时间 好好休息休息 毕竟 几位长老眼里 就算这个阵法不对劲 他们用不了多长时间 也会破开 然而 就在他们刚坐下 周围的地面 都是颤抖起来 怎么 怎么回事 这些弟子 连忙站了起来 几位长老顿时脸色一沉 弟子们都后退 好像真不对劲 就在他们的话音刚落 几位长老面前的地面 突然坍塌下来 轰隆隆 紧接着 一道无比巨大的深渊 出现在这些人的面前 地藏佛门的人 竟然敢闯秘境 好啊 真是好得很 只见从深渊下 突然传来一道巨大的声音 这声音 让在场的人全都吓了一跳 这 这下面到底是什么怪物 地藏佛门的弟子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 不由得全都紧张起来 前面的长老见状 出口安慰道 不用害怕 只不过是等级高一点的妖魔罢了 说着 几位长老一对视 纷纷飞到了深渊上空 聂畜 在外面地藏佛门面前 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几位长老大喝一声 然而 下面回应他的 却是无尽的嘲讽 就凭你们地藏佛门的人 还想让我束手就擒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就在这话音刚落 那巨大的深渊 再次颤抖起来 紧接着 众人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 像是穿山甲的东西 从里面爬了出来 死 竟然是破山兽 不知道是谁说出了他的名字 这名字说出来的时候 全部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当然知道 这个家伙是什么实力 破山兽 实力越强 体型就越大 此时 他们面前的破山兽 足足几个山头加起来这么高 实力自然不能小觑 几位长老瞬间感觉压力倍增 该死的 这个秘境内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呢 空净忍不住到 空忧也一脸严肃 按道理说 这样的秘境内 绝对不会出现破山兽的 但是现在我们却见到了 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秘境 并没有咱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这话一出 顿时引来了周围几位长老的认可 我觉得也是 这个秘境 肯定不简单 这几位长老的话 自然也传到了川山兽的耳朵里 他听到这些人的话后 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们这群臭和尚 竟然觉得 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简单 简直就是笑话 我川山兽 不怕告诉你们 我在这秘境内 也只能算是低等的 不过 我猜你们来肯定是要找某些东西 不过可惜了 连我这低等的川山兽都过不去了 这话顿时让几位长老脸色大变 他说什么 这么强悍的川山兽 竟然才是低等的 那高等的要多厉害 不会吧 之前 说秘境简单的消息 到底是谁传来的 不应该啊 不对 这件事情 连天行长老都不知道 一定是有人猛逼我们 故意放出的假消息 第208章 打不过 少在我面前给我废话 既然你们来到了这儿 就别想回去了 川山兽大吼一声 只见他聚如山的身体 朝着几个长老冲来 快跑 其中一位长老大吼一声 转身逃跑而去 哪里走 川山兽怒吼一声追杆上 只听见咔嚓咔嚓 地面被踩碎 山林之中的树木 全部都断裂 一时间尘土飞扬 地动山摇 啊 那些弟子吓得尖叫起来 他们没有想到 这头川山兽会突然出现 他们甚至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就已经遭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 快点跑 另外几位长老大喊一声 朝着远处逃去 只见川山兽的巨尾扫来 锁过之处 无数的树木断裂成为了两劫 扑斥 一名弟子被扫中了身体 直接从半空中坠落 掉进了旁边的悬崖之中 一瞬间 只见山石崩塌 尘埃漫天 该死的 咱们地藏佛门的弟子 竟然就这样没了一个 其中一个长老 双眼含泪大喊着 哈哈 才死了一个而已 接下来 我要让你们死绝 只见川山兽大吼一声 朝着几人扑来 该死的 咱们现在可不能乱 快 布阵 将这孽畜击杀 其中一位长老大喊着 剩下的几位也快速行动 很快 几人形成了一个圆圈 将川山兽困在了里面 川山兽愤怒大吼 张牙舞爪 这个时候 只见其中一名长老 拿出了金色莲花 口中念念有词 莲华声势 五方护持 天罡北斗 五方骑 八卦盘 乾坤借法 急急如律令 随着话音一落 那名长老手掌轻轻挥动 嗡嗡嗡 随即一道五彩光芒闪烁 将五方骑和八卦盘 包裹在了里面 只听见 轰隆轰隆 的声音响起 一座巨大的五彩结界行程 将川山兽笼罩在了其中 只见川山兽疯狂挣扎着 却发现 怎么都无法从五彩结界中挣脱 几位长老松了一口气 看了看自己的手心 心有余悸 他们刚刚可是用尽了最强的力量 如果不是他们有莲花护体的话 恐怕此刻早就已经化作了血水 川山兽愤怒大吼 但是却根本无法破开结界 哼 几位长老冷笑了一声 其中一人道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吗 现在我就把你封印起来 等你的肉身完全消失的时候 我们再将你放出去 说吧 其中一人拿出了一件东西 嘴中念叨着咒语 五行之力 五行循环 急急如律令 只见那人拿出了一块玉符 猛然拍在了结界之上 哼 的一声 只见玉符爆炸开来 碰 的一声巨响 只见五行之力爆炸开来 五行之力化作五色神雷 朝着川山兽劈去 啊 川山兽发出痛苦的哀嚎之声 只见他不停地挣扎着 想要挣脱结界 但是根本无法做到 该死的 你们真的以为能伤我一点 就厉害了吗 想杀我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川山兽在结界内大吼一声 紧接着地动山摇 一股股强大的震动传遍四周 让几位长老不由地后退了好多步 这个时候川山兽猛然站立了起来 朝着五行之力轰鸣的方向奔袭而去 他的巨大的身躯带来的震动 更是无比剧烈 让众人感觉到头晕目眩 不好 咱们的结界要破了 几位长老瞬间脸色大变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在场的所有人 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仅仅是一道五行之力 便让结界产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 快 用六字真言 镇压住他 几位长老大喊着 他们的声音落下 六个字符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散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哄 一声巨响 只见六字真言朝着川山兽轰了过去 川山兽怒吼一声 一拳迎接过去 砰 一拳砸在了结界之上 顿时结界产生了一丝丝裂缝 但是那个六字真言的威力 还是太弱了 就在这时候 只见川山兽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了两排森白的獠牙 只见他猛然张开嘴巴 朝着结界咬了过去 砰 得一声 结界被咬破 川山兽瞬间从里面跳了出来 直接朝着几位长老攻了过来 糟糕了 几位长老大喊着 赶忙后退 轰隆隆 只见川山兽一路横冲直撞 所过之处 无论是山峰还是树木 全都瞬间被撕碎了 轰轰轰 川山兽的速度太快了 眨眼间便到达了几位长老身后 几位长老脸色大变 只能拼命抵挡 砰 一声巨响传来 川山兽的嘴巴狠狠地砸在了 其中一位长老的背上 扑哧 只见他瞬间被甩飞出去 剩下的几位长老吓得连忙跑过去 空幽 你没事吧 被甩飞出去的空幽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瞬间变得无比虚弱 我 嗨嗨 我没事 快 快带着弟子们走 咱们现在根本不是这川山兽的对手 他们这次来的是四个人 剩下一个长老没来 所以他们的威力大大缩小 如果他们五个极其的话 说不定能对付得了川山兽 此时 川山兽看着面前的这些人 脸上露出了轻悦的表情 哈哈 你们反抗吧 越反抗 我越兴奋 川山兽猖獗大笑着 猛然一跃而起 直接飞入了空中 轰轰轰 川山兽张嘴吐出五团绿色的火焰 快走 几位长老拽着空妞 快速地跑走 绿火落在了他们刚刚所待的地方 瞬间烧成灰烬 川山兽看到这一幕 嘴角露出了一抹嗜血的笑容 紧跟着追了上去 嗨 轰轰轰 川山兽张口大叫着 一声声惨烈的嘶吼传来 畜上 给我住手 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爆喝出现 紧接着 川山兽整个身体突然定住 第209章 交出地图 嗯 怎么回事 怎么身后突然没动静了 前面跑着的几个长老 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们停下身子 直愣愣地看着身后像是 被定住的川山兽 怎么 这到底是怎么了 那家伙怎么不动了 几位长老小心翼翼地讨论着 生怕一个大声 再次让川山兽发起攻击 轰隆 就在几位长老奇怪之时 突然看到川山兽的身体 猛地倒地 紧接着 就没有了动静 空 空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变成了这情况 那你也说是死了吗 一个长老忍不住问道 空静也好奇道 看那个模样 像是死了的 不过那家伙 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几位长老你看到我 我看看 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咱们去看看吧 终于 这些长老忍不住朝着那尸体走去 此时 赵小云一击杀死川山兽后 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川山兽的旁边 因为川山兽的体型巨大 赵小云站在他旁边 那几个长老并没有发现 而另一边 紫园王看着周围的景象 不由得怒骂一句 这个该死的模子 他就是故意要甩掉我的吧 走这么快 紫园王怒道 赵小云的行动很快 要是紫园王还没有受伤之前 绝对能够在不发现的情况下 追上他 但是因为跟鬼煞蛇战斗过受伤的缘故 紫园王现在连赵小云都追不上了 也不是追不上 就是害怕被赵小云发现 所以 现在的紫园王并不知道 赵小云救下地藏佛门那些人的事 川山兽这边 几位长老缓缓地走过来后 发现面前这个巨大的家伙 已经没有了生机 看到这一幕 他们不知道多惊讶了 不是 真的 这个念术真的死了 不会吧 怎么会这么突然呢 难道说 咱们的攻击 后劲很大 应该就是这个可能 要不然 他怎会无缘无故地就死了呢 几位长老不断地猜测 突然 他们见到了不远处一道身影 喂 你是谁啊 赵小云背对着他们 这些长老并不知道 那就是他 赵小云见状 笑着转身道 还能是谁 当然是我了 当看到赵小云后 几位长老的脸色瞬间大变 赵小云 你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你简直就是在找死 空静忍不住出来怒道 赵小云冷笑一声 你们不要忘了 要不是我 这穿山兽也不可能死 你们这会儿 说不定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 再说 你们现在以为 你们能打得过我吗 赵小云这话 再一次让这些长老变了脸色 他们知道 赵小云说的这话 非常正确 穿山兽不可能就会这样 无缘无故地死去 这也就说明了 就是赵小云干的 他们现在连穿山兽都对付不了 更别说对付赵小云了 长老 长老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就在这时地藏佛门的弟子纷纷赶来 看着那些弟子几位长老瞬间转过身来 除了刚才死去的弟子 其他的都黯然无事吧 空静问道 几位弟子连忙点点头 我们都没事 长老 咱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几位长老脸色难看的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 念你这次帮了我们的份上 我们就放过你 你走吧 空幽站出来冷声道 一 系统发布任务 从长老那里 取得关于对付魔眼斩魂刀的秘境图纸 奖励 单要一枚 突然 许久没出现的系统突然发布了任务 赵小云见状 不由地笑着走上前 几位长老可别这么激动 我救了你们 你们连一句感谢都没有 就这样 让我走了吗 赵小云道 那几位长老对视一番 连忙道 赵小云 你还想干什么 我们放你走 已经够仁慈的了 难道你非要逼 我们动手吗 赵小云连忙摇摇头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我知道 你们这次来你是干什么的 不就是寻找 对付魔眼斩魂刀的方法吗 不过眼下 你们根本拿不到这个方法 还不如 把你们手上的秘境地图叫出来 然后你们回去 要是你们接着往里走 不知道会死得多惨呢 赵小云这话 顿时让几位长老脸色一沉 赵小云前面的话 确实非常放肆 但后面的话 却说得十分在意 眼下他们才刚进来没多久 就遇到了这样恐怖的东西 要是真的再往里走 真的不敢相信 哎哎 几位长老 我给你们几分钟想的时间 不过 你们要不交出来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赵小云笑道 那些长老听完顿时怒道 赵小云 我们不用考虑 你想要我们的地图 做梦去吧 我们是绝对不会给你的 几个长老的态度非常强硬 大有不死不休的样子 赵小云看着他们 无奈道 真是难搞 不过 你们真的确定 要这样跟我做对吗 难道 就不怕我 呵呵 怕你 我们为什么怕你 说到底 你的有些功法 还是我们教的 我们虽然对付不了川山兽 但对付你 还真说不定 那几位长老 眼神死死的看着赵小云 赵小云叹了口气 好好好 既然你们非要这样的话 那我只能来应的了 说着 就在赵小云 猛地朝着半空中飞去 几位长老还以为 赵小云要动手 连忙做出了防御的姿势 然而 赵小云并没有动手 而是站在半空中 双手合十 几位长老奇怪地 看着赵小云这个动作 不是 赵小云这是在干什么呢 怎么这么奇怪啊 我的心里 总有股不好的预感 不对啊 赵小云 赵小云这好像 是要召唤什么东西吧 召唤什么东西 不可能吧 这里的东西 怎么可能让赵小云 随随便便召唤呢 不过 虽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咱们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他们说到这 又想到什么后 于是连忙转身 对 地藏佛门的弟子们 快点藏起来 第210章 搞什么鬼 就在他们说完这话 整个地面突然猛地颤抖起来 紧接着 几个长老顺着赵小云的地方望去 只见他的身后 突然冒起了浓浓的白烟 伴随着白烟而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家伙在搞什么鬼 空忧忍不住道 哼 不管他搞什么鬼 今天我们都不能放过他 一旁的长老面色严肃 就在他们刚说完这句 那白烟缓缓消失 而在那里站着的 竟然只是一只有一人高的鬼煞蛇 哈哈 这个赵小云还真是搞笑 竟然想用一个刚出生没多久的鬼煞蛇来对付咱们 还真是可笑 那几个长老瞬间大笑起来 他们的心情也不由得放松 之前紫园王遇到的鬼煞蛇实力确实强悍 但是面前这个鬼煞蛇 不说别的了 虽然有些攻击力 但那攻击力就像是他们地藏佛门的弟子一样 根本就不用他们出手 赵小云 难道你就用这个东西对付我们吗 空静上前嘲讽道 对 我就准备用它对付你们 怎么 你们现在怕了吗 赵小云微微一笑 空静立马大笑起来 我们会害怕一个小小的鬼煞蛇吗 你还真是可笑至极 如果你不敢跟我们对付 大不了可以直接投降 不用用这么个玩意来给我们笑 看着空静这般 赵小云叹了口气 好吧 既然你真的以为这么简单的话 那鬼煞蛇去吧 说完这话 那鬼煞蛇瞬间朝着空静冲来 空静看着冲来的鬼煞蛇冷哼一声 几位长老退后 这个小东西我一个人就能对付得过来 我们在后面看好赵小云 可不要让他跑了 空静 你自己小心一点 我总感觉不太对劲 后面的几位长老出声提醒着 然而 空静一点都没有听进去 只是眼睛死死的盯着面前的鬼煞蛇 小小鬼煞蛇 平僧一般不煞声 但现在也没办法了 空静冷哼一声 朝着鬼煞蛇冲去 鬼煞蛇见状 顿时发出一阵思鸣 他的身体猛然间膨胀起来 形成一股浓郁的黑雾 将他包裹其中 然后从那黑雾之中飞速钻出 一条粗壮有力的尾巴 带着呼啸风声抽向空静 空静见状 连忙在周围形成了一圈白色的屏障 但是就在此刻 只见那鬼煞蛇的舌头之上 赫然长出了一对尖锐无比的利牙 那是鬼煞蛇的两颗獠牙 锋芒毕露 寒气逼人 碰 只听一声闷响传来 那鬼煞蛇的尾巴 狠狠地积在了空静身上的防护罩之上 防护罩剧烈震荡 空静脸色微变 但却丝毫不拒 只见他双手结印 口中默念咒语 蹦蹦 随着一道金光闪过 空静的头顶之上 赫然浮现了一道巨大的金钟虚影 那虚影之上 散发出淡淡的金光 犹如实质 而且 在那金钟虚影之中 隐约能够看到一些符文 显然 空静是在施展什么神通法术 鬼煞蛇感受到空静的强悍 顿时发出一阵阵怒吼声 吼 他猛地张开嘴巴 吐出一团黑色的毒物 那团黑物之中 充满了腐蚀性和毒液 碰 就在黑物接触到空静身上的金钟虚影的时候 空静立刻吐出一道金色符咒 直接撞向那团毒物 将毒物瞬间击溃 那团黑物被撞碎之后 化作了点点黑烟 消失不见 而这个时候 空静也趁机冲到了鬼煞蛇的身前 鬼煞蛇见状 猛然吐出了自己的舌头 他的舌头之上 闪烁着一片片绿色光泽 那绿色光泽之内 还蕴含着一股强大的毒素 这是鬼煞蛇的特殊技能 毒牙之蛇 毒牙之蛇一出 顿时朝着空静攻击而去 空静剑状 立刻挥动手中的浮沉 一道青光从浮沉上击尸而出 瞬间击中了那道毒牙之蛇 空静的攻击非常迅减 那毒牙之蛇 在被青光击中之后 顿时被击得粉碎 鬼煞蛇见状 发出一阵愤怒咆哮 身体移动 再次朝着空静攻击而来 而空静剑状 则是不断地操控手中的浮沉 不停地朝着鬼煞蛇攻击而去 两人交战了很久 鬼煞蛇的实力越来越弱 而空静的灵力也越来越足 终于在某一个时候 空静一个翻身 将鬼煞蛇给压制住 空静的目光之中 流露出一丝兴奋的神情 鬼煞蛇见状 则是发出一阵愤怒的叫声 嗷呜 随着一声怒吼 只见鬼煞蛇猛然间发出一声嘶吼 他的眼眶之中 突兀地出现了一根尖刺 那尖刺在空中划破长空 朝着空静袭来 见状 空静连忙伸出手掌 将那尖刺拍碎 但这个时候 只听轰 得一声巨响 那鬼煞蛇的身体爆炸了开来 形成了无数细小的黑色毒液 将方圆百米都覆盖了起来 那些毒液落在地上之后 立刻融合在一起 不一会儿 那些毒液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怪物 足足有十几丈高 看起来凶残无比 哼 一个小家伙 竟然能使出这样的威力 真是让平僧刮目相看 不过 就算你再怎么着 还是很弱 平僧杀你 易如反掌 空静冷哼一声 话音落下 只见他猛然间飞升而起 在空中的时候 他手腕一转 手中浮沉快速变幻 形成一道道凌厉的剑气 朝着鬼煞蛇劈砍而去 这些剑气 都是由真云凝聚而成 锋利异常 但凡 遇到这些剑气的东西 无论是石头 树木 还是草泥马 野兔 统统都会被拦腰斩断 但那鬼煞蛇 却丝毫不畏惧 只见他浑身黑毛耸立 全身冒着黑雾 他不断地躲避着这些剑气 同时不断用毒液喷洒出来 阻挡空静的去路 哼 空静剑状 冷笑一声 然后双手掐绝 嘴里快速迎送咒语 只见他的头顶之上 赫然又多了一件金钟虚影 轰隆 金钟虚影一出现 便发出一阵巨响 然后快速旋转 最后形成了一面金色的大网 空静剑状 猛地催动那金色大网 朝着鬼煞蛇笼罩而去 第211章开始动手 那鬼煞蛇见状 顿时发出一阵惊恐的咆哮声 然后拼命挣扎 但是那金色大网 乃是由空静操纵 哪怕他再怎么逃跑 也逃不掉这大网的束缚 哈哈 赵小云 你的这家伙 这么快就被我抓住了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空静嘲讽地看着赵小云 赵小云摇摇头 哈哈 空静长老啊 你不会以为我就真的 用这个小蛇对付你们吧 你们也太天真了吧 这话顿时让几位长老的脸色一变 哼 赵小云 你把话说清楚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空静眯着眼睛 心中渐渐愤怒起来 难不成这个赵小云 是在耍他们吗 赵小云摇摇头 当然了 这个小蛇呢 只是一个诱饵而已 你现在伤了他 他爹可不会放过你的 赵小云这话 瞬间让几位长老瞪大了眼睛 而这个小蛇 是赵小云走在路上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的 不过他发现的时候 发现小蛇他爹走了 于是赵小云就把小蛇抓了过来 赵小云知道 要是他爹回来 肯定会闻之未来的 现在 地藏佛门的这些人 又把这小蛇给伤了 所以 小蛇他爹也是不会放过他的 不是 赵小云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没听懂 什么他爹 难道 这小蛇的爹很厉害吗 哼 这小蛇就这样 就算是他可能怎么样 咱们几个要是联合起来 一定能将其消灭 几位长老 你一言我一语 都在说着自己心中的想法 而就在这时 远处的山头 突然莫名其妙地震动了起来 那巨大的颤抖 让在场的这些人 都不由地晃动着身子 不是 怎么回事啊 从那边好像来了什么动静 空静瞪大了眼睛看着远处 剩下的几位长老 同样是一点惊恐 他们想到了刚才赵小云说的话 不 不会吧 这么大的动静 该不会真是这小蛇的爹吧 空静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随后 他赶快看向自己的大王 此时 小蛇在网里非常安静 只不过他也在看着震动的地方 并且眼里异样的光芒越来越强 不好 好像真是鬼煞蛇的爹 空静对着几位长老大喊一声 然而那几位长很快就镇定下来 空静 不要害怕 就算是这小蛇的爹又能怎么样 咱们一样能对付得过来 剩下的几位长老出声安慰到 就在这时 刚跑来的紫园王也感受到了不对劲 怎么回事 赵小云那个家伙 怎么在地藏佛门的人面前 我就知道 这个家伙一定还想着地藏佛门的人 躲在远处的紫园王看见赵小云后 脸上全是不鲜 然而 下一秒 他就被啪啪打脸 此时 赵小云冷笑着看着面前人道 几位 既然你们非要上赶着找死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实话跟你们说 这东西 可要比你们刚才见到的穿山兽还厉害 这话一出 几位长老脸色瞬间大变 你 你这简直就是在危言耸听 难道你真的以为吓吓我们 我们就会把东西交出去吗 做梦 空静气愤地看着面前的赵小云 他不知道 这个赵小云 当初到底是怎么成为他们的佛子的 他根本就不配 然而 不等他们想其他的 远处的鬼煞蛇就已经逼近 好 伤我妻子不说 现在连我儿子都不放过 好啊 你们这些地藏扶门的人 今天我要让你们碎尸万段 就在那一声吼过后 鬼煞蛇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 当看到鬼煞蛇后 所有的人都脸色一变 最远处的紫园王看到这家伙后 更是双腿一软 他现在好像知道了 之前他杀的那个 好像是这家伙的媳妇 这家伙看上去比他媳妇还要恐怖 他狠狠咽了口唾沫 另一边 地藏佛门的几位长老 瞬间出了一身的冷汗 该 该死的 好像 这家伙好像 真的非常厉害 几位长老心里不由地恐慌起来 而此时 那鬼煞蛇并没有注意到赵小云 而是眼神死死地盯着 被空井抓住的小蛇 呵呵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人 今天一个也跑不了 巨大的鬼煞蛇 愤怒的大吼一声 在一瞬间 他宛如泰山的身体 快速地朝着几位长老冲来 几位长老健壮 脸色一变 快 快不震 震腰震 一位长老惊慌大喊 几位长老闻言 快速地将阵形变化起来 一座巨大的阵法形成 喉 伴随着一声怒吼 一条巨蟒 直接从半空之中 朝着几位长老扑了过去 快 快启动阵法 另一位长老急忙道 是 另外几名长老连忙答应一声 哄 一声巨响传来 只见那条巨蟒 在半空中被阵法挡住 丝毫前进不得 哼 一个小小的阵法 也想拦住我鬼煞蛇 简直可笑 只见他话音一落 再次加大了力气 狠狠地撞击阵法 咔嚓 阵法发出一阵清脆的碎裂声 不好 阵法快要被破坏了 快启动静止 快 又一个长老惊呼道 其他几名长老闻言 纷纷点头 然后快速地结音 随着结音的完毕 整座阵法都开始晃动起来 鬼煞蛇见状 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哈 你们这些废物 还妄图阻拦我 拿病了 就在这时 阵法猛然爆炸开来 哄 一声爆炸响起 只见阵法猛然爆炸开来 阵法内部的几名长老和鬼煞蛇 纷纷受到了波及 一口鲜血 直接喷了出来 该死 怎么回事 几位长老惊骇欲绝地 看着自己所布置的静止 居然就这样爆炸开来 几位长老的脸上 充满了震惊 怎么会这样 难道阵法已经破了 可是不应该啊 难道阵法真的没有用了吗 几位长老心中惊恐至极 这个时候 只听到鬼煞蛇 发出一声音森的大笑 哈哈 第212章 威胁到了 鬼 鬼煞蛇 我放了你儿子 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行不行 空净看着这一幕 不由得大喊道 然而 鬼煞蛇听到这话 就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看着他们 你们在这里跟我搞笑吗 就算你们不说这话 我也会把我儿子救回来 鬼煞蛇冷笑一声 顿时 几位长老脸色难看起来 该死的 这下怎么办 咱们好像打不过了 长老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鬼煞蛇 见几位长老这副模样 也不想废话 既然你们还想反抗 那我现在就把你们打到死吧 只见鬼煞蛇猛的大吼一声 朝着几个长老冲来 几个长老连忙迎上前去 碰 的一声巨响 一时间 鬼煞蛇竟然被几个长老给挡了下来 鬼煞蛇猛的张开口 一道黑雾喷出 顿时便将几个长老给吞噬其中 几个长老的眼神之中 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显然 他们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在一瞬间 就失去了抵抗能力 几位长老对视一眼 眼中皆是流露出了恐惧之色 几人连忙退后 想要离开这里 但却突然听到了一声怒吼 只见鬼煞蛇的嘴巴张开 猛地吐出了一根粗壮的黑色尾巴 碰 碰 碰 那根黑色的尾巴 猛地朝着几位长老抽击过去 几乎每一鞭子 都可以将几个长老打飞出去好远 几个长老的身形 不断地闪躲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鬼煞蛇说来就来 一点也不留情 嗖 的一声巨响 只见那条粗壮的黑色尾巴 狠狠地抽击过来 几个长老连忙躲避开来 但却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连忙回头看去 只见原先他们所站立的地方 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而那条粗壮的黑色尾巴 就从那个洞穴之中伸出来 快走 这个鬼煞蛇太厉害了 如果再待在这里的话 我们必死无疑啊 一个长老连忙对着几个长老大喊道 可是 不行 咱们地藏佛门的弟子还在这里 要是咱们跑了 弟子们怎么办 一位长老大声道 顿时 几人停下了脚步 然而 就在几人发愣之时 鬼煞蛇的攻击再次袭来 几位长老再次慌乱起来 他们连忙躲避 鬼煞蛇似乎是吃定了几个长老似的 每一次的攻击都是全力而为 几位长老虽然实力很强 但在面对鬼煞蛇的时候 仍旧是显得十分狼狈 鬼煞蛇越战越勇 他身体之中的毒性 越发的强烈起来 轰隆隆 又是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出 几位长老已经躲避到了山顶 鬼煞蛇却还是穷追不舍 他的身上散发出了浓厚的魔气 看起来十分的吓人 怎么样 几位长老考虑好了吗 要不要交出地图 就在这时 赵小云突然出现在了他们几个身边 几位长老瞬间破口大骂 赵小云 你这个家伙 要是我们能活着 绝对不会放过你 对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你才是该死的那一个 几个长老拳头恶狠狠地看着他 赵小云却一脸无所谓的怂怂肩 哎呀 你们怎么骂我 我可不在意 毕竟 现在鬼煞蛇对簿的可不是我 看着赵小云嚣张的模样 长老们的拳头都硬了 几位长老 你们几个暂时也别太生气 你们看那个山洞 赵小云说完 指了指步远处 一个小小的山洞 几位长老不解道 赵小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 赵小云笑笑道 还能有什么意思呢 咱们地藏佛门的弟子 现在可都在那里藏着呢 这话一出 那些长老瞬间变了脸色 该死的 赵小云 你竟然敢拿我们的弟子来威胁我 你还要不要脸了 空静上前怒骂道 赵小云笑着摇摇头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竟然还在嘴硬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可就不管了 说着 赵小云瞬间消失在原地 紧接着 几位长老就看到 猛地出现在身边的鬼煞蛇 地藏佛门的人 给老子死 鬼煞蛇大吼一声 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向了几个长老 几个长老慌忙躲避 鬼煞蛇却并没有打算罢休 他猛地一甩尾巴 几个长老再次被抽飞出去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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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二连三的响声传来 几个长老的身影被打飞出去 该死的畜生 你真到门 怕了你不撑 几位长老纷纷怒骂一声 随即几人手掌一番 拿出了各自的法器 天罗地网 几位长老纷纷大喝一声 嗡嗡嗡 一股强大的气势 从几位长老的身上散发出来 只见在半空之中 瞬间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蜘蛛网 猛地朝着鬼煞蛇照了下来 哼 雕虫小技 鬼煞蛇冷哼一声 只见鬼煞蛇的身躯猛地缩小 化作了一团烟雾 朝着那张蜘蛛网飘荡过去 啪啦 几道蜘蛛网瞬间掉落在地 发出清脆的声音 几位长老看着眼前的一幕 怎么会这样 那个鬼煞蛇 怎么会如此轻易的 就躲过了天罗地网的攻击 一位长老震惊道 难道鬼煞蛇的毒素 比我们的法器还要厉害 另外一位长老问道 要知道 这个法器可是他们最后的家底了 现在竟然一点用都没有 嗨嗨 鬼煞蛇 这边 这边 突然 就在这时 赵小云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几人不远处 只见赵小云此时 正站在他们弟子藏身的山洞外 对着鬼煞蛇挥挥手 鬼煞蛇 等会解决完了那些人 不要忘了这里面还有吗 赵小云笑道 鬼煞蛇冷哼一声 不光是里面的人 你我也要一并解决 几位长老看着赵小云 就这样把地藏佛门的弟子 给抖了出来 顿时心如死灰 赵小云 算是我们怕了你了 到底怎么样你才能够放过我们 到底怎么样你 才能让这鬼煞蛇弄絮 终于 这些长老忍不住了 他们死可以 但是那些弟子 可是地藏佛门的希望 这个可恶的赵小云 竟然拿着他们做危险 第213章 怎么这么熟悉 我刚才就已经说了 把地图交出来 可是你们偏偏不听啊 非要让我用这样的手段 赵小云看着面前的那些长老 一脸都无辜 那些长老脸色铁青 听完赵小云的话 他们一咬牙道 赵小云 只要你不伤害我们的这些弟子 地图 我们会给你的 赵小云见状 点点头 行啊 那你们现在就先拿出来吧 然而 那几个长老却摇摇头 赵小云 谁知道你 又想耍什么花招 你先把这个家伙解决了 我们就给你 他们现在 要是赵小云拿了地图 又不帮他们怎么办 他们不敢冒这个险 赵小云淡淡一笑 行吧 不过你们 可要说话算话 我把这个东西解决了 你们可不要耍赖啊 说着 赵小云缓缓走到鬼煞蛇跟前 喂 那这个家伙 知道我是谁吗 赵小云不屑地看向鬼煞蛇 鬼煞蛇眼睛一眯 你是谁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一个小蚂蚁 我轻轻松松就能捏死你 赵小云冷笑一声 我可是十万大山的模子 你确定要跟我作对吗 听到模子的时候 鬼煞蛇明显一愣 不过他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模子 就你这样的 能是十万大山的模子 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你要是十万大山的模子 我还是十万大山的深渊呢 鬼煞蛇明显不相信赵小云说的话 赵小云摇摇头 既然不相信的话 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说着 赵小云摆出了战斗的姿势 这一幕 正好让远处的紫园王看见 哼 好你个赵小云 居然背着我偷偷地帮助地藏佛门的人 真是可笑 现在还好 被我逮到了 回去后 尊上一定不会放过你 这个家伙的 此时 紫园王脸上全是兴奋 要知道 深渊最讨厌背叛了 要是知道赵小云还帮助地藏佛门的人 那回去赵小云一定不会好过 说不定 尊上一怒之下 就把赵小云赶出十万大山呢 想到这 紫园王别提多兴奋了 而此时 鬼煞蛇见赵小云挑衅自己 立马怒了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你也有的厉害 鬼煞蛇说完这话 顿时周围爆发出无边的黑雾 黑雾之中 鬼煞蛇化作一条巨大的蛇影 向赵小云咬了过去 这一招 鬼煞蛇使得极为强势 而且速度极快 几乎在眨眼间 便已经到达赵小云的身前 而这个时候 赵小云却是突然一笑 这个笑容 在鬼煞蛇看来 那简直就是不屑与嘲讽 鬼煞蛇顿时大怒 你笑什么 找死吗 我在笑 你还真是自不量力 赵小云冷冷地看着鬼煞蛇说道 然后 他猛地挥动手臂 这个时候 鬼煞蛇意识到了不对劲 猛地闪躲 呵呵 你吼得这么大声 我还以为你能有多厉害呢 鬼煞蛇不屑道 赵小云冷哼一声 然后 他的身体突然消失在原地 而在下一刻 在鬼煞蛇的头顶上方 一柄锋利无比的黑剑 出现在赵小云的手中 看到这一幕 鬼煞蛇不禁心中骇然 这股气息 为什么会这么出现 难道 现在自己头顶上的那个 是魔眼斩魂刀 想到这里 鬼煞蛇的脸色 顿时变得难看无比 他赶紧用自己的蛇躯 将身体遮挡起来 可是 即便如此 还是晚了 因为赵小云已经冲杀了过来 并且 魔眼斩魂刀 直接砍在了蛇躯之上 一时之间 赵小云竟然一刀砍断了 鬼煞蛇三分之一的身躯 而在赵小云砍掉 这一半身躯的同时 那一半身躯 也随之消失在了虚空中 看到这一幕 鬼煞蛇不禁心中大惊 他没想到 自己的身体 竟然就这样被赵小云给砍断了 可恶啊 你究竟是谁 鬼煞蛇怒道 而就在此时 赵小云却说道 刚才我就已经说过了 我是十万大山的魔子 你这条蛇太弱了 连我一招都抵抗不住 说完这句话 赵小云又说道 我知道 你现在还是不太相信 不过 等你临死之前 就会相信了 说完这句话 赵小云再次挥动魔眼斩魂刀 准备继续砍杀 鬼煞蛇大惊 他没想到 这个家伙 竟然会真的有这么强的实力 他不敢怠慢 当下 赶紧转身 朝着远处逃跑 他是想要了那些地藏佛门人的命 但他还没有那么不长眼的 惹自己干不过的人 虽然不知道 眼前拿着魔眼斩魂刀的人 实力到底如何 但单单就是一个魔眼斩魂刀 他就对付不了 他已经顾不上其他的了 他挪动着自己剩下的三分之二身躯 快速地逃跑 而看到鬼煞蛇逃跑 赵小云却是冷哼一声 想跑 没门 赵小云话音落下 魔眼斩魂刀 立马朝着鬼煞蛇的身体砍了下去 鬼煞蛇感觉到背后传来的阵阵寒意 吓得魂飞魄散 他拼命地奔跑着 而这个时候 赵小云却是追了上去 鬼煞蛇感觉到 后面赵小云的攻击越来越近了 他知道 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于是 鬼煞蛇只好放弃了逃跑 他回头 准备与对方硬碰硬 看看自己究竟有多少精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魔眼斩魂刀却是已经劈了下来 看着那把魔眼斩魂刀 鬼煞蛇不敢有丝毫大意 他赶紧张嘴 吐出黑色毒物来抵御这一击 而这个时候 魔眼斩魂刀却是已经斩在了这些黑物上面 这些黑物顿时化为黑烟 消散在天地之间 看到这一幕 鬼煞蛇不由地惊呼道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 而这个时候 赵小云则是冷笑道 你这条破蛇 还有什么手段 都赶紧使出来吧 不然 你可没机会了 第214章 交出去吧 说完这句话 赵小云再次举起魔眼斩魂刀 朝着鬼煞蛇再次砍了过去 而看到这一幕 鬼煞蛇知道不是办法了 于是他不再犹豫 赶紧张口吐出黑血 随着他这一口黑血吐出来 鬼煞蛇的身上 立刻冒出滚滚热气 鬼煞蛇身上的皮肤开始脱落 变成一句句的白骨 随后 这些白骨又凝聚在了一起 看到这一幕 赵小云的眉头顿时微皱 而这个时候 鬼煞蛇再次吐出一口黑血来 这口黑血之中 夹杂着一团红色光芒 这一团光芒 正是鬼煞蛇身上 最精纯的鬼气所化 鬼煞蛇的这一次吐出鬼气来 竟然和刚才不一样了 此时 这些鬼气凝聚而成的红光 似乎蕴含着某种威压一般 鬼煞蛇再次张口吐出一口鬼气来 而随后 这些鬼气竟然化为一柄红剑 鬼煞蛇再次张口 喷出一口鲜血来 而随着鲜血的喷出 鬼煞蛇的脸色也是变得更加苍白了一些 他的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死亡气息 看到鬼煞蛇的这一番操作 赵小云不禁冷笑起来 你这个家伙 没想到还有这种招数 赵小云说道 鬼煞蛇没有理会赵小云的话语 他的双目死死的盯着赵小云 既然这样 我就看你能够坚持多久 赵小云冷笑着说道 随后他便开始挥舞手中的魔炎斩魂刀 继续对着鬼煞蛇的身体砍杀起来 魔炎斩魂刀的每一刀落下 都会带起一盆鲜血 洒满整个山林 而赵小云的身形 也是不断地朝着前面移动 一直将鬼煞蛇逼到一座悬崖上面 才停止下来 鬼煞蛇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能力 他现在 已经没有力气再抵挡赵小云的攻击了 魔子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吧 鬼煞蛇看了看身后的万丈深渊 再看看前面步步紧逼的赵小云 一瞬间 鬼煞蛇闭上了眼睛 紧接着 他整个身子都爆发出一道强烈刺眼的红光 不好 该死的 这家伙要自爆了 赵小云骂了一句后 快速地往后退着 以鬼煞蛇这样的实力 自爆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不赶紧跑的话 就算再厉害 也肯定会被炸伤 赵小云可不会这么傻地站在原地不动 而就在赵小云刚刚跑出去没多远 就听见身后一阵天崩地裂的声音 轰隆隆 碰 就在那一瞬间 赵小云被甩飞好远 半晌后 赵小云才落地 嗨嗨 该死的 这家伙的威力果然跟我想的一样 幸好我本身就有防护 要不然不知道会给我炸成什么样吗 赵小云起身后 拍拍身上的泥土 此时 远处的地藏佛门的长老们 看着这一幕久久地不能回过神来 赵小云 竟然能把鬼煞蛇都这么轻易地打到他自爆 赵小云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啊 对啊 咱们几个都那个鬼煞蛇 拼尽全力里也没有伤他一丝一毫 现在竟然会成这样 恐怖如斯 真是恐怖如斯 要不是赵小云 咱们这次死定了 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 周围顿时都安静了下来 不过 咱们真的要把那东西交给赵小云吗 空净忍不住道 那个地图 他们是真的不愿意交出去 但是现在的情况 他们也看出来了 要是他们不交 赵小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哎 弥陀佛 就当是为了咱们地藏佛门的弟子 咱们就把这东西交出去吧 再说了 就算把地图给他 他也不一定能够拿到那东西 空净缓缓道 对啊 这个鬼煞蛇 只不过实力在这里算是非常弱的 赵小云如果想去到那里 必定会遇到更加强大的妖兽 到时候不一定会怎么样吗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为了咱们的弟子 就把那地图交出去吧 这些长老安慰着自己说道 此时 地藏佛门的弟子 听到外面没有了动静 一个个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探出了头 因为他们刚才躲到了最深处 并没有看到 刚才赵小云威胁长老的景象 现在出来 看到鬼煞蛇不见了 长老们也都好好的 顿时激动地跑出来 长老 长老 鬼煞蛇都已经解决了吧 那些弟子 欢快地跑到长老身边 几位长老点点头 对 已经解决了 咱们现在安全了 你们恐怕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不要紧张 几位长老安慰地说道 只不过那些弟子 听到了刚才长老们的话 不由的 有些弟子好奇道 长老 听你们说 要把地图交出去 难道是咱们这次寻找对付魔炎 斩魂刀方法的地图吗 那些长老没想到 这话竟然让弟子们听到了 不过 几位长老也并没有隐瞒 对 就是那个地图 我们要交给 几位长老 考虑的怎么样了 地图快点交出来吧 就在这时 赵小云缓缓出现在几人面前 看到是赵小云 地藏佛门的弟子 全部露出了防备的样子 现在 地藏佛门的上下 没有人不知道 赵小云这个叛徒 地藏佛门的弟子 更是对赵小云嗤之以鼻 现在见到赵小云 要不是他们知道 打不过 恐怕已经上去了 长老 难不成我们要把地图交给赵小云吗 有弟子忍不住道 赵小云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那是当然 就是要交给我 怎么 你不服气吗 这话顿时让这些弟子恼怒 长老 咱们为什么要把地图交给他 赵小云 长老们放你一条生路就不错了 现在竟然还敢来抢地图 你简直就是可恶 对于这些人的话 赵小云根本没放在心上 长老 你们到底考虑好没有 到底交啊 还是不交啊 赵小云有些无语的 看着那几个人 那些长老叹了口气 赵小云 你别着急 我们也没说不交 只不过 这个地图有些复杂 哎呀 几位长老 都什么时候了 就别卖关子了 赵小云都快忍不住了 第215章 有什么遗言 能给你 不过 你要靠近过来 空静上前缓缓道 赵小云没有丝毫犹豫 立马就走到他们面前 长老 不要啊 咱们千万不能把东西给他 地图要是给他了 那咱们地藏佛门以后怎么办 就是啊 长老 凭什么把地图给这个叛徒 您这样的做法 是真不对啊 长老 您别冲动啊 不过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些弟子 都是一脸不解 此时 赵小云轻咳一声 不是我说 要不是我救了你们 恐怕你们这会已经死了吧 顿时 这些弟子不解地看向那些长老 长 长老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他救了我们 难道 那鬼煞蛇不是长老们杀死的吗 刚才他们进去之前 确实看见赵小云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认为 赵小云能厉害到那种地步 最后的鬼煞蛇 一定还是他们地藏佛门的长老杀死的 可眼下的情况 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们寝室都一脸好的看向长老们 长老们无奈地点点头 阿弥陀佛 弟子们 这次确实是他救了我们 这也是我们刚才答应的条件 所以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此时 赵小云已经来到了他们面前 空镜剑状 在赵小云的手上 快速地画着 不知道什么 紧接着 赵小云的眼前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地图 这就是地图 按照你答应我们的 我们可以走了吧 长老们见状 缓缓问道 赵小云看着那地图 满意地点点头 行了 既然东西我已经拿到了 你们可以走了 不过你们 可不要再继续往里走了 里面的东西 可不是你们能对付的 这是赵小云给他们的劝告 而就算赵小云不说这些 地藏佛门的这些人 也不打算继续往里走了 这个秘境实在是太恐怖了 怪不得根本没人来 这么恐怖 要是一般人进来 恐怕早就死了 地藏佛门的弟子们 走吧 长老一声令下 那些弟子不甘地转身 此时 另一边 紫园王看着赵小云 就这样 把那些和尚给放走了 顿时冷哼一声 赵小云啊赵小云 没想到这次收获会那么大 这次我可是亲眼看见 并且给你记录下来了 我看到时候 你要怎么抵赖 紫园王冷笑着看着这一幕 不对 那些地藏佛门的人 可不能这么轻易的就走了 就让我紫园王 好好地会会他们 只见紫园王 看着地藏佛门离开的背影 音笑一声 快速地追了上去 而此时 赵小云拿到地图后 他按照地图上的标记 快速地走着 根本就没管身后 紫园王追过去的背影 很快 紫园王就追上了 给我紫园王站住 紫园王突然大喝一声 冲到了这些人面前 地藏佛门的人 看到紫园王后 顿时一愣 这 这是紫园王 空敬看清楚他的脸后 不由地惊呼一声 而地藏佛门的这些人 听到这个名字后 顿时心里一沉 不 不是 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在这地方碰到他了 几位长老不解地对视一眼 对面的紫园王 好像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一样 哈哈 没想到吧 我也不怕告诉你们 我这次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全都是因为 我的魔子大人啊 紫园王这话一出 所有人脸色一变 他们都知道 紫园王口中的魔子是谁 那不就是赵小云吗 可他们刚才 明明已经把东西给赵小云了 紫园王为什么还会来 不解的长老 上前大声质问道 东西 我们已经给你们了 你还想怎么样 再说 赵小云说了 要放过我们的 紫园王听完 大笑道 你们这些人 还真是天真啊 我们魔子大人 说放过你们了 但我可没说放过你们啊 再说 你们的东西是给了魔子大人 又有没有给我 我凭什么要放你们离开 你 这话顿时让地藏佛门的人暴怒 我就知道 不应该相信 那个赵小云 他一个叛变到十万大山的人 嘴里有没有一句实话 该死的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 都怪那个赵小云 这些长老 眼下也大概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在他们的眼里 赵小云就是故意耍他们的 他们就不该相信 刚才赵小云说的话 长老 别怕 咱们这么多人 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紫园王吗 地藏佛门的弟子看到这 忍不住上前道 看着那弟子坚毅的模样 这些长老忍不住小声道 你们这些人都先别冲动 紫园王可不是你们想象中 这么好对付的 他可是妖王啊 再说了 我们刚才在打斗中 每个人都受到了不同的伤害 眼下 我们能回去就不错了 根本就是有心无力啊 几个长老眼里的光芒 都暗淡了不少 听到长老们这话 弟子们也一瞬间的焦虑起来 那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这些真的回不去了吗 不 不会吧 说不定 这件事情 你会出现什么转机呢 可是 现在的情况都已经这样了 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这些弟子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实力是什么样的 跟长老们说的一样 他们现在对上紫园王 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 而此时 紫园王冷笑着看着他们 你们这些人临死之前 还有什么想说的遗言吗 一块都说了吧 要不然 等会就别怪我无情了 紫园王此时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这次不仅抓住了赵小云的把柄 还一下子搞死了这么多地藏佛门的人 这次回去 深渊说什么也会奖励他的 到时候 赵小云一被罚 说不定他成为下一个魔子 都有可能 想到这里 紫园王杀死面前这些人的眼神更坚定了 哦 对了 你放心 你们死后 我只把你们的头哥下来拿回去 到时候 我会通知地藏佛门的人给你们收尸的 哈哈 第216章 不愧是妖王 你 该死的 这些长老怒目原睁 他们没想到 紫园王竟然会用这样的话来羞辱他们 长老 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可恶了 既然咱们横竖都是死 那现在就跟他拼了吧 地藏佛门的弟子再也忍不住了 几位长老脸色阴沉地看着不远处的紫园王 紫园王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空敬上前 深吸一口气问道 紫园王不屑道 那是当然 不过我劝你们赶快想想 现在身上还有什么宝器能用 几位长老健壮 缓缓走上前 好 既然这样 那为了我们地藏佛门的弟子 我们也不会手软 说着 几位长老浑身佛光散发 紫园王健壮 冷笑一声 呵呵 我已经等不及了 随即 他双臂一展 一股狂暴无皮的力量瞬间暴涌而出 整个空气都仿佛被撕裂 形成一道恐怖的飓风 给我去死吧 紫园王大吼一声 身影猛然了过去 随后 只听轰鸣之音响起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颤动 天地仿佛也因此在颤抖 只看到紫园王双拳挥舞 每次挥舞 都有可怕的进风呼啸 仿佛能够毁天灭地 而且 在这些进风中 还蕴含着强烈的杀意 如同利剑一般刺向众人 紫园王的力量 实在是太强大了 几位长老都纷纷施展自己的绝学 抵挡这些进风的攻击 但是 紫园王的力量 实在是太恐怖了 在这种情况下 众人很快就感觉到压力山大 该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么厉害 不愧是妖王 其中一名长老 脸色苍白地说道 这样下去 我们根本抵挡不住 必须想办法 将他的力量消耗干净才行 对 不管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他的力量耗尽 我们这么多人联手 难道还打不过一个紫园王吗 对 就这么做 其余几位长老 纷纷点头赞同道 紫园王哈哈大笑道 你们以为 你们能够拦得住我吗 别傻了 现在 你们只不过是在做困兽之斗吧了 等到时机合适 我会让你们全部灰飞烟灭 哼 大言不惭 就凭你 也敢口出狂言 今天 我们地藏佛门 一定能赢 说着 几位长老再度祭出自己的绝招 顿时 整片天地 仿佛都变成了金黄色 所有的空气中 都充斥着一丝金色 仿佛这片天地 就是黄金的世界 在这种金色的光芒中 一切的一切 都变得脆弱无比 仿佛都能被轻易地摧毁 紫园王见状 脸上浮现一抹惊慌的神色 该死 只见 那金色的力量 仿佛化作了丰锐无比的刀刃 狠狠地朝着紫园王斩了过去 给我破 只听到紫园王怒吼一声 周身的气势疯狂提升 身体仿佛化作了一座小山 那些金色的能量 在接触到他身体的时候 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紧接着 只看到他一步踏出 便朝着几位长老冲了过去 给我滚开 紫园王怒吼一声 顿时 整个空间仿佛都在震动 无数的力量朝着四周迸射而出 那些长老见状纷纷倒退出去 这个家伙真是太厉害了 几位长老心中暗暗惊叹 就在这时 哼 你们就算再强又有何用呢 还不是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 紫园王冷哼一声 眼神之中充满了鄙视与嘲讽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对手 几位长老文言脸上顿时闪过一抹恼怒的表情 随即咬牙切齿地说道 休要嚣张 我们可不是那么容易认输的 是吗 紫园王嘴角勾勒出一抹邪魅的弧度 只看到他双爪一挥 一股强悍至极的力量朝着几人席卷去 这股力量实在是太过强横 喷喷 只看到几人纷纷倒飞了出去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这个紫园王果然不简单 这种程度的实力 完全就不是自己能够抗衡的 几人相互扶持着站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的难看 哼 既然如此 我们只能拼命一搏 只看到几人顿视了一眼 只见他们纷纷催动自己体内的真元 顿时 他们的身躯上绽放出夺目的光芒 随即他们手掌一翻 手中便出现了几枚符纹 随后 给我去死吧 只听到其中一位长老愤怒地大喊一声 顿时手中的符纹飞向紫园王 去死吧 哼 紫园王的身躯上 顿时绽放出耀眼无比的光辉 仿佛化作了一尊魔神 他的双眼之中 暴射出凌厉的光芒 随即只看到 他张开血盆大口 对准符纹直接咬去 咔嚓 只听到一道脆响传来 那几枚符纹 竟然就这样被紫园王一口咬碎 看到这一幕 几人纷纷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你们以为 就凭这几张符纹就能伤到我吗 真是痴心妄想 去死吧 紫园王的脸上浮现出浓郁的嗜血之色 一双拳头握得咔嚓作响 随即 一股巨大的能量波动 从他的身上爆发而出 朝着几位长老席卷去 不好 看到这一幕 几位长老连忙使出全身的力量 抵挡这一股能量 轰轰轰 一阵剧烈的爆炸 响彻而起 随即 只看到几位长老 纷纷吐血到飞了出去 他们的脸上 不满了骇然之色 这 咱们的长老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怎么办 怎么办 难道这次 咱们都要死在这个秘境里了吗 这次是咱们愧对地藏佛门 不过 就算是死 我们也不会要放过那个妖王 地藏佛门的弟子咬着牙 看着被打飞的长老们 此时的他们虽然非常愤怒 但也无能为力 地藏佛门的人 你们这次只能怪自己倒霉了 谁让你们遇到了我呢 哈哈 不过 我刚才也说了 你们就放心吧 到时候 我会通知你们地藏佛门的人 让他们过来给你们收尸 紫园王大笑着 朝着趴在地上的几位长老走去 第217章 来了 碰 就在紫园王快要走到他们这些人面前的时候 突然 一道金色的光芒拦住了他的去路 阿弥陀佛 紫园王 你不能对我们地藏佛门的人下手 对不住了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众人定睛一看 天行长老 是天行长老来救我们了 天行长老 真的 真的是天行长老 我就知道咱们这次一定不会有事的 地藏佛门的这些弟子激动的欢呼起来 而此时 那些长老的脸上也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还好 还好天行长老来得及时啊 长老们看了看被拦住的紫园王后 连忙跑去天行身边 天行长老 这次多亏了你啊 要不是你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几位长老道 天行点点头 阿弥陀佛 我也是刚知道这边的状况 没想到之前的情报竟然是错误的 这次害得你们差一点就被紫园王抓着住了 天行看着那些弟子又转过身道 眼下 弟子们牺牲了一个 不过 还算好 天行跟这些地藏佛门的人聊天的时候 被拦住的紫园王脸色阴沉地看着 照着自己的屏障 哄 一瞬间 紫园王用尽全身力气 猛地轰击在面前的屏障上 然而 那屏障却纹丝未动 该死的 怎么回事 这东西 为什么这么厉害 紫园王脸上全是愤怒 他差一点就成功了 结果却被突然出现的天行打断了 紫园王脸上全是不甘心 就在这时 天行缓缓走来 紫园王 这次我就先放过你 如果再有下次 我一定会对你不客气的 听到天行这话 紫园王脸色一沉 放过我 谁给你的脸说出的这句话 有本事你把我放出来 你把我放出来 我们两个比一比 看看谁能把谁怎么样 听着这话 地藏佛门那些弟子忍不住道 哼 你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 竟然还想跟我们天行长老比一比 简直就是搞笑 对 这紫园王现在还在这里狗叫 简直可笑 是真的把他放出来 我们的天行长老 不知道把他打成什么样了 紫园王 我们天行长老 可不是你能对付的 这些弟子 你一言我一语 全都在嘲讽紫园王 紫园王脸色阴沉 他在这些人的话中 渐渐地冷静下来 要是天行长老真的把他放出去 他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 再加上 之前他还受过伤 要是对上他们 真的没什么胜算 阿弥陀佛 地藏佛门的人 咱们没有必要跟他计较 这密情非常诡异 咱们现在赶紧走吧 天行说了一句后 就带头朝外走去 如果在场的 没有地藏佛门的弟子话 那天行可能会考虑 跟紫园王斗一斗 但是现在情况不对劲 这个秘境现在非常危险 天行不敢带着弟子 在这里躲斗留 此时 紫园王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忍不住怒道 喂 你们这些该死的臭和尚 走了把我放出来啊 喂 想死是不是啊 然而 回应他的 只有地藏佛门一行人的背影 另一边 赵小云看着地图上的位置 缓缓地往秘境深处走去 还真是奇怪 怎么越往里走 这周围的动景就越小了呢 赵小云边走边喃喃道 也不知道紫园王现在到哪了 不过 先不管他了 要是拿到那东西 再去找他也不迟 反正地藏佛门的那些人也都走了 赵小云也不用担心什么 轰隆隆 突然 就在这一瞬间 远处突然传来了天崩地裂的声音 怎么回事 赵小云连忙看向发出声音的地方 然而 赵小云此时正处在一个山谷之中 根本看不清那地方是什么情况 正好要去那 去看看吧 赵小云说完 快速地朝着那地方走去 此时 不远处的山头 两个巨大的妖兽 好像正在抢夺着什么东西 赵小云一来 就看到了这一幕 两个的妖兽 打得天昏地暗 赵小云一来 只感觉周围的气息都变了 我去 这两个 难道是这秘境里 实力最强的两个妖兽吗 赵小云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要知道 他最后要去的地方 就是那两个妖兽身后的山洞 可是现在看来 那两个妖兽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赵小云能解决的 更别说 还是两个一起 赵小云现在站在这里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让打斗的两个妖兽 发现了自己 这两个妖兽 赵小云也叫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名字 只见一个长着牛头虎身 一个长着鸡头人身 两个东西的体型 都有半山之高 让人看上去就心惊 不过 到底怎么样才能过去拿东西呢 赵小云缓缓思索着 他猜测 这两个妖兽 恐怕也是保护这个山洞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现在打起来了 此时 那两个妖兽搞出的动静 天崩地裂 哼 鸡头 我告诉你 我才是整个秘境的老大 你应该听我的 牛头大声道 而鸡头却冷哼一声 你是整个秘境的老大 这说出去 谁会承认 我告诉你 你别在我面前装了 整个秘境 只有我鸡头 才是最厉害的 就在他说完这话 一拳砸在了面前 牛头的肩膀上 牛头的脸色一变 随即快速地扑了过去 既然你不承认 那咱们现在就比试比试 看看到底谁才是这里的老大 不过 要是你被我打败了 我可不会对你客气 我会把你的头给拧下来 挂在秘境最高的地方 让所有的人都看着 牛头说完 大吼一声 朝着鸡头冲了过来 鸡头见状 嘟囔了一句 自不量力 随即 两人又是一阵昏天黑地的战争 渐渐的天都黑了 但两人还没奋处胜负 不过好在 两人打着打着 渐渐走远了 赵小云健壮 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好好 可以趁着这个时候进去了 终于啊 皇天不负有心人 第218章 密室 赵小云找准时机 快速地朝着那个洞口冲了过去 正在打斗的两兽 并没有注意到赵小云 而是继续在不断地打斗着 赵小云来到洞口后 看着里面 毫不犹豫地就走了进去 然而 就在他刚走两步 突然听到咔嚓一声 赵小云停住脚步 仔细地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然后就朝前面走去 在赵小云看来 这里应该是一条密道 还真是奇怪 这才刚进来就有密道 赵小云看着周围心生警惕 赵小云走了十几米后 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不对 这好像是刚才的地方 赵小云想到这里 就停下了脚步 仔细地观察了起来 赵小云清楚地记得 刚才他走过来后 右手边一个不规则的石头 眼下这个石头 又出现了 在了自己面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那个石头有什么问题 赵小云想到这里 脸色变了变 就在这时候 赵小云看到 自己面前的那块石头 竟然开始转动了起来 赵小云看到这里 就赶紧往旁边移动了过去 随后就看到石头 开始转动了起来 赵小云见到这里 吓得赶紧退到了一边 紧接着就看到 在石头转动起来一会后 赵小云面前的石头 竟然变成了一扇门 门是怎么打开的 难道是因为这石头 可是我也没有动着石头 赵小云看到这里 心中就有些惊讶了起来 不管了 眼下好像只有这条路 进去吧 说完 赵小云朝着那门走了进去 进入到了密室里面以后 赵小云发现 这密室里面空荡荡的 一点都没有其他的东西存在 但是 当赵小云看到那墙壁上 画的那些东西 突然就愣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赵小云看到那些画中人 就疑惑地问道 这里面的人 怎么看着这么熟悉 这不是那几个妖王根深渊吗 当赵小云看清后 不由得眉头紧皱 碰 突然 只见这密室的门 在一瞬间禁闭 紧接着 画上的深渊 竟然一瞬间地消失了 赵小云 你来干什么 只见就在那一瞬间 深渊突然出现在赵小云面前 深渊 赵小云眯了眯眼睛 没想到这密室 还怪有意思的 他知道 恐怕要是破了这密室 他才能接着往里走 看来 眼下 他要对付眼前 这个冒牌的深渊了 想到这 赵小云冷哼一声 深渊 别废话 赶紧动手吧 对面的深渊不屑道 赵小云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 深渊就挥舞着手臂 对着赵小云攻击而去 赵小云看到眼前这深渊的实力 就知道 这个深渊的实力 恐怕不足真正深渊的十分之一 对付他 倒不是这么难 只见在那一瞬间 赵小云浑身浮光发散 整个身体仿佛变成了金黄色 随后 就看到赵小云的双掌之上 浮现出了无数的金色梵纹 这些梵纹 仿佛是从赵小云的体内 暴射出来一般 随后 就看到 赵小云一拳轰向了深渊 深渊感受到 那股强大的力量后 不敢再有丝毫的怠慢 他的身子一闪 避开了赵小云的攻击 哼 虽然 你还有点实力 不过我可不是吃素的 假深渊冷哼一声 根本没有丝毫害怕 随后 就看到深渊双手合十 嘴巴里念叨着咒语 下一秒 赵小云只看到 深渊双掌中间 突然出现了一颗黑色圆球 红咚咚 深渊双手猛的一推 那黑色圆球 就快速朝赵小云砸去 红咚咚 红咚咚 一连串巨响传出 那黑色圆球 在距离赵小云 还有五六米远的时候 就直接炸裂开来 随后 就看到无数黑色烟雾 朝着四周扩散了出去 这些黑雾 就好像是硫酸一般 腐蚀一切 这是怎么回事 这些黑色烟雾 怎么这么怠毒 这是什么邪恶力量 深渊难道也会这一招 赵小云看到那些黑雾 不由的扎折 然而 对面的假深渊 还以为赵小云害怕了 哼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 现在 就让你尝试一下 被黑色烟雾包裹着的滋味 说完 假深渊就对着赵小云 冲击了过来 哼 你以为这些毒烟 就可以奈何我吗 赵小云看到这里 不屑地说道 随即 就看到 赵小云的身体 就化成了无数道虚影 哼 哼 深渊就好像 是被打飞的沙包一般 哼 深渊的胸口 被赵小云狠狠地拍了一张 随后就看到 深渊的身体 就如断线风筝一般地 倒飞了出去 深渊摔在了地上以后 就站了起来 赵小云看到这里 就不屑地笑了笑 深渊啊 你可不是真的深渊 实力自然是连我都不如 现在 你就不要挣扎了 赵小云 不是的 我才是真正的深渊 你说什么假深渊 你在那里胡说什么 就在赵小云说完这话后 深渊突然暴走 但由于 他被赵小云打趴在地 现在已经没有力气起身 他只能站在那里 对着赵小云吼道 赵小云仿佛看到了事情的真相 见状 赵小云变本加厉道 假深渊 你连深渊的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难道我会认错你吗 不过 我劝你该回哪回了 要不然等会儿我把你打死了 你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话仿佛给了假深渊最后一击 假深渊听到这 脸上越来越难看 最后 整个脸都变成了黑色 好好好 赵小云 你真是好样的 竟然连这些都被你发现了 不过 你以为就以你这样的实力 能进去吗 做梦吧 只见就在那一瞬间 密室内突然爆发出了 一道巨大的光芒 赵小云不由地眯起眼睛 就在光芒过后 赵小云睁开眼 竟然发现眼前的密室 竟然消失了 第219章 出来吧 哈 看来还挺简单的 赵小云看着眼前的景象 喃喃道 只不过 此时 他的眼前出现的不是洞穴 而是一个非常开阔的平地 这周围什么都没有 有不远处的一棵古树 还有一处别院 院子的大门敞开 古树下面还摆着石桌 赵小云看着这幅景象 缓缓地走上前去 嗨嗨 有人吗 赵小云缓缓往里走着 但他并不敢有一丝松懈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诡异了 不管是刚才的密室 还是眼前的房子 赵小云都知道 这可不是轻易能对付的 很快 赵小云就来到了院子门前 不过 站在院子门口的赵小云敏锐地发现 古树下面的桌子上 居然还放着一杯热茶 那个茶还冒着雾气 一看就是当炮上的 所以说 这个屋子里肯定有人 赵小云喊了一声 剑里面没人答应 于是毫不犹豫地就走了进去 碰 就在他走进去的那一瞬间 突然一把利剑 插到了赵小云面前的土地上 赵小云不由地停下脚步 阁下 合不出来呢 赵小云看着那把剑 笑着问道 赵小云能够感觉到 这一剑对自己还没有恶意 不过里面的人不出来 赵小云也无法判断 到底是什么情况 阁下 我也是无意之间闯到这里 如果有冒犯 那就冒犯了吧 赵小云这话一出 那房间里顿时传来一阵响声 接着就听见吱压一声 那房门竟然被打开了 只见那门打开之后 从里面走来一个曼妙的身影 修长的大腿 洁白的皮肤 一头乌黑的绣发垂在身后 长相更是倾国倾城 赵小云看到这一幕 不由得一乐 按理来说 这里面不应该住着一个老头子吗 怎么会出现这么年轻的女人 赵小云难难道 而此时那个女人 仿佛听见了赵小云说的什么 老头子 哼 我虽然不是老头子 但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 怎么 你见到我很意外吗 那女人缓缓朝着赵小云走来 赵小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笑道 美女 我可没有说你老的意思 我只不过是在感慨 这地方好像出不去 美女 难道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待了很多年吗 那女人走到赵小云身边 停下了脚步 后背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别问 说完 那女人朝着门口走去 紧接着就坐到了树下的桌子前 赵小云见状 撇了憋嘴 缓缓跟了上去 美女 我也不是非要打扰你 只不过我不知道 为什么就来到了这 我就是看着有个房子才过来的 你可不要误会啊 那美女点点头 我当然没有误会 你这次来的目的恐怕是寻找那本秘籍的吧 这话让赵小云一愣 这个女人连她来找秘籍的都知道 难不成秘籍跟她有什么关系吗 那她这也算是误打误撞 找对了人 哈哈 美女姐姐果然是灰眼如猪 一眼就看穿了 我来这里是干什么的 我那个秘籍我也不是非要不渴 赵小云黑黑一笑 那女人喝茶的手显然一顿 哦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不是非要不渴 怎么会来到这里 要知道这个秘境可不是一般的秘境 秘境内的凶兽数不胜数 如果不是非常有实力 根本就来不了这 赵小云看着那美女 毫不客气的就在对方面前坐了下来 美女姐姐 实话跟你说吧 我知道 你们那个秘籍是对付魔眼斩魂刀的 赵小云没有丝毫的隐瞒 那美女在听到赵小云的这话后 终于抬起头来正视赵小云 你出去吧 秘籍我是不可能给你的 那美女冰冷的话音响起 赵小云却不解道 美女姐姐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既然我来到了这里 不就说明我已经通过了考验吗 为什么不把秘籍给我 赵小云确实对这个秘籍 也不是非要不可 但赵小云知道 要是不把秘籍带回去 也必须要把秘籍摧毁 要不然 深渊知道了 肯定不会对他手下留情 那美女自然不知道 赵小云是在想什么 她瞥了眼赵小云 不谢道 刚才你也说了 你知道那本秘籍是对付魔眼斩魂刀的 但是依照 你这样的实力 就算是修炼了秘籍上的功法 遇上魔眼斩魂刀 也只有死的份 那美女毫不客气的话 让赵小云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是 美女姐姐 你这也太小看我了吧 你说 我对上魔眼斩魂刀 只有死的份 我告诉你啊 魔眼斩魂刀 在我眼里 还不如一个木棒有威力呢 赵小云这话 一点都没有夸张 但对面的美女 显然对她的这话嗤之以鼻 哈哈 你这个人还真是有趣 不过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上一次这么说的人 已经被魔眼斩魂刀剁成肉酱了 你确定要试试 那个下场吗 美女这话 一点也不留情 赵小云见状 轻咳一声 美女姐姐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冷浅 美女淡淡道 赵小云又道 那美女姐姐 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美女一皱眉 哼 真是可笑 我怎么会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赵小云也不气恼 她笑着道 我叫赵小云 怎么 美女姐姐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对面的冷浅 只感觉赵小云非常的莫名其妙 你叫赵小云怎么了 就算你叫赵大云 我也不会把密集给你的 冷浅再一次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赵小云 赵小云无奈道 冷浅姐姐 不瞒你说 之前魔眼斩魂刀 不是一直都在被封印着吗 就在前不久啊 十万大山的魔子 已经把魔眼斩魂刀给收了 并且已经成了他的武器 对面的冷浅 就这样静静地听着赵小云的话 等到赵小云说完 冷浅淡淡一笑 这不是很正常吗 魔眼斩魂刀 之前就在深渊手上 现在落到了魔子手上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第二百二十章 冷浅 很显然 冷浅一点也没有把赵小云的话 放在心上 赵小云见状 轻咳一声 冷浅姐姐 那你知道 现在的魔子 叫什么名字吗 对面的冷浅皱眉不耐烦道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 我怎么会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再说了 就算知道了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赵小云见状 一笑道 哎呀 冷浅姐姐 你先别激动啊 听我把话说完 我想说的是 那魔子叫赵小云 怎么样 现在熟悉了吧 当这话说出去的时候 对面的冷浅猛的起身 随即 他眯着眼睛 看着面前的赵小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 十万大山的魔子是你 只见冷浅在一瞬间 浑身上下 都散发出了冰冷的寒意 赵小云见状 心道不好 不过现在话已经说出去了 恐怕已经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 对 冷浅姐姐 我只是想跟你坎成相待罢了 并且 我的意思是 魔眼斩魂刀就在我手上 所以 我才说 魔眼斩魂刀对我的威胁 还没有木棒打 此时 对面的冷浅脸色铁青 谁也不知道 他现在在想什么 赵小云就这样静静地 看着面前的冷浅 心中也在不断地猜测着他的想法 半晌后 冷浅终于开口道 呵呵 好啊 十万大山的魔子 现在竟然主动地送上门来 我是真没想到啊 在这里 待了这么多年 终于把你给等来了 说着 冷浅的脸上 似乎露出来疯狂的表情 赵小云见状 不由地心里一沉 冷浅哈哈大笑一声 突然整个人都变得无比猙獰 还能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们十万大山 本来就是死对头 现在你一个魔子出现在我面前 我能不激动吗 你知道 我在这里等了你们十万大山的人 多长时间吗 听到这话 赵小云彻底地明白了过来 原来这又不知道 是谁惹的祸啊 可是为什么这些 都要他来擦屁股 他也是刚刚到十万大山的啊 赵小云此时都已经无语了 而另一边 那冷浅眼神冰冷地看着赵小云 既然是魔子 那杀了你的话 深渊肯定会心疼 哈哈 既然这样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说完 冷浅浑身散发出无尽的寒气 明明是三浮天 赵小云在那一瞬间 就仿佛置身于冰天雪地一般 可爱死的 怎么会这么冷 这女人是什么实力 赵小云心中一惊 对面的冷浅眼神 死死地盯着赵小云 突然她的手里就出现了一把冰箭 只见那把冰箭上面 散发出无尽的蓝光 一道道蓝色雷电 就像是鱿鱼一样 缠绕在剑身上面 给我去死吧 冷浅大声喊道 只听到嗖的一声 一柄蓝色长剑 便朝着赵小云冲击而来 赵小云心中一惊 连忙躲避着 但是这把蓝色长剑 却是如影随形 直接追着赵小云跑了过来 看来一味地躲下去 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赵小云眼睛一眯 只见他猛地从空中落下 一脚狠狠地踩向地面 顿时只见整块地面 都碎裂成为无数块 赵小云的身体 在这些石头当中 竟然迷失了方向 冷浅看到赵小云 竟然躲过了自己的攻击之后 不由地皱起眉头 不过很快 他脸上就露出笑容 没想到赵模子 你还挺聪明的嘛 这样的话 你今天必须死 话音刚落 只见那蓝色长剑 突然暴射出无数道光芒 那些光芒在这一刻 全部变为了利剑 咻咻咻 一道道蓝色利剑 就像是雨点一样 朝着赵小云飞去 看到这些蓝色利剑之后 赵小云嘴角微微勾起一抹邪笑 这招对我是没有用的 赵小云说完之后 突然双拳猛的一握 只见他整个人猛的冲到空中 双手快速的结印 一道道白色的光芒 从他身上释放出来 而这些光芒 在一瞬间就凝聚在了一起 随后 只见那白色光芒 慢慢的化作一颗球 而那球越来越大 最终化作一把巨大无比的盾牌 挡在了赵小云的前面 看到这一幕之后 冷浅的眼神 也是变得凝重了几分 冷浅嘀吼一声 随着冷浅化音刚落 只见天地间的风暴突然涌动起来 大股风暴的中心 就好似龙卷风一样 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将那一片区域笼罩住 只见这风暴所过之处 所有的树木和房屋纷纷倒塌 就好似末日来临了一样 那赵小云看着这阵势 心里也是暗暗心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厉害 这个女人的实力 不可小觑啊 赵小云眼神凝重地看着这阵势 冷浅看到这个情况后 脸上也是露出冷笑 赵小云 受死吧 话音刚落 就只见那风暴当中 猛地钻出一条蓝色巨龙 那蓝色巨龙 直接就朝着那赵小云冲劲来 这女人竟然能弄出来这东西 她到底是什么人 赵小云看着这蓝色巨龙 脸上也是露出震惊之色 不过 赵小云此时来不及想其他的了 他连忙掏出魔眼斩魂刀 只见魔眼斩魂刀上面 散发着浓郁的黑色光芒 一股强烈的魔气也是散发而出 魔眼斩 赵小云嘀喝一声 只见那魔眼斩魂刀 猛地劈砍在了那条巨龙之上 然而 这魔眼斩魂刀劈在那巨龙身上后 竟然只是破掉了那巨龙的皮毛 并没有伤到那巨龙一丝一嚎 那赵小云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 该死的 这东西 竟然连魔眼斩魂刀都能挡住 对面的冷浅大笑道 魔子啊魔子 傻眼了吧 密集就在我的手上 你以为我 没有修炼对付魔眼斩魂刀的功法吗 我告诉你 你这个魔眼斩魂刀对上我 根本一点威胁都没有 赵小云这才猛地意识过来 该死的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他既然有那本密集 那已经对魔眼斩魂刀了解得非常透彻 第221章 怎会如此 也就是说 我现在根本都不能使用魔眼斩魂刀了 赵小云心中暗想 对面的冷浅道 魔子啊魔子 你要是现在投降 我还能给你的痛快 或者说 你要是以后能留下来 乖乖地当我的奴隶 我也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赵小云不由地冷笑道 那可真是让你失望了 这两个选择 我一个都不选 冷浅健壮 脸上全是不屑 好啊 既然你这么嘴硬 那我可就跟你不客气了 就在他说完这话 那巨大的蓝龙 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龙银声 赵小云健壮 缓缓地把魔眼斩魂刀收了回去 看到这一幕 冷浅的心里别提多兴奋了 把魔眼斩魂刀都收回去了 这是打算投降了吧 刚才给你机会你不用 现在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你了 给我上 就在那一瞬间 蓝龙大吼一声 朝着赵小云冲去 而赵小云站在原地并没有动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蓝龙的袭来 对面的冷浅不由得眼睛一眯 这家伙搞什么鬼 难道就这样放弃了 哼哼 我就知道这十万大山的人都是懦夫 然而就在他的话音刚落 赵小云的身边 突然爆发出了无边的佛光 顿时 整个天地都被这佛光照耀 那蓝龙一看到这佛光 不禁发出嘶哑的叫声 好 蓝龙一阵咆哮 冷浅也感觉到了事态的不妙 他看着赵小云身后的那座金莲 心里突然升起了一丝不安 嗯 什么情况 他 他不是魔子吗 为什么还会佛法 这不可能啊 冷浅此时心中冷汗直冒 一个人身上同时拥有魔器跟佛器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这个赵小云 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这样 他活了那么长时间 还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然而 不等他想明白 站在佛光中的赵小云 就猛地睁开眼睛 阿弥陀佛 今天这件事情 本来可以很快地解决 但冷浅你 非要跟我作对 赵小云这话 就像是一尊大佛 在冷浅耳边说的一样 冷浅只感觉浑身一震 赵小云 你不是说你是魔子吗 为什么 你还会佛法 这根本就不可能 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招 冷浅只是慌乱了一阵后 立马镇定下来 他知道自己的实力 要比面前这个赵小云高 就算赵小云会佛法 又能怎么样呢 刚才他可是自己亲口承认的是魔子 那他冷浅 不管赵小云身上有没有佛器 都要将其诛杀 想到这 冷浅的目光 一瞬间变得坚定起来 蓝龙 杀 给我撕碎他 冷浅一声令下 顿时蓝色的龙身 就像赵小云冲了过去 蓝龙的速度之快 就像是闪电一样 赵小云见状 嘴角微微扬起 蓝龙吗 不过如此 你还是太弱了 赵小云一声低吼 随即便挥动起双手 两只金色的手掌 瞬间出现在空中 碰 的一声 金色的手掌猛地轰击在蓝龙的身上 在那一瞬间 蓝龙哀嚎一声 看到这一幕 冷浅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他好像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他之所以能够修炼出这个功法 召唤出来蓝龙 就是因为蓝龙能对付魔炎斩魂刀 那个极具魔器的东西 而跟他相反的佛器则是蓝龙最畏惧的 现在冷浅拿着蓝龙攻击赵小云 无疑于是在找死 想明白后的冷浅不由地冷哼一声 赵小云 你别得意 既然这东西对付不了你 那我还有其他的招式来对付你 冷浅说完 那蓝龙一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对面的赵小云显然不害怕 他笑道 冷浅姐姐 咱们俩打个赌怎么样 冷浅眼睛一眯 你想跟我赌什么 就赌 我要是赢了 我不杀你 你只要把密集给我就行 我要是输了 就任你处置 你觉得怎么样 赵小云笑道 冷浅顿时不屑道 好 不 我根本不害怕 因为这次你根本就赢不了 就在那一瞬间 冷浅手中顿时出现一把冰蓝色的长毛 赵小云 受死吧 冷浅一声大喊 手持冰蓝色的长毛向前刺去 受 的一声 一道灵力的蓝光穿透空气 直接朝赵小云的眉心刺去 赵小云脸上的神色顿时凝重起来 他双手合十 口中念念有词 下一秒 赵小云的身影猛地消失 蓝色的冰刃就狠狠地扎入地板 噗哧 一声 冰刃直接插入地面 看到这一幕 冷浅的眼睛瞪大 可恶 好快的速度 不过 你以为这样就能怎么躲得了吗 真是天真 冷浅说完这话 举起长毛再次动了起来 只见长毛化作一道残影 朝着赵小云刺去 而赵小云的身体 则瞬间出现在冷浅的身后 双手紧握住冷浅的长毛 咔嚓咔嚓 只见长毛上布满密密麻麻的裂缝 很快就支撑不住 从赵小云的手中掉落下来 看到这一幕 冷浅的瞳孔微缩 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他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他自己清楚 可是 就是这样强大的力量 却被赵小云轻松地化解 他不知道 赵小云现在是什么级别 但是从刚才那一招来看 赵小云仿佛能将他压制 这不可能 冷浅深吸了一口气 他转头看向四周 此时 赵小云冷笑一声 冷浅姐姐 别看了 再看 小心输了呀 冷浅文言 咬牙切齿 输给你 也没有关系 我不会让你赢的 赵小云文言 淡然地笑了起来 那就试试呗 赵小云身形一闪 就出现在冷浅的身前 伸出右手 直接劈了过去 冷浅抬起左手格挡 他只感觉自己手中 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死 冷浅倒抽了一口凉气 他连忙将自己的手收回 冷浅便发现 自己的右手已经发紫 血也顺着流了下来 只不过 从他手上流下的血 竟然是蓝色的 赵小云也发现了 这神奇的一幕 第222章 神秘力量 你 不是人 赵小云看着那蓝色的血 眯着眼睛道 并不是因为 他的血是蓝色的 而是赵小云清楚地看到 那蓝血在滴落下来的过程中 竟然直接变成了冰炸 这一幕 任谁看了都忍不住好奇 哼 你管我是不是人 这次 我只会让你有去无回 冷浅这样 并没有丝毫懈怠 只见在那一瞬间 周围的温度 再次下降了不少 就远赵小云 都能感觉到周围的寒意 既然这样了 那我就不会对你客气了 冷浅说完这话的一瞬间 双脚猛地踩地 紧接着 半空中突然出现了 无数个冰刃长矛 那些冰刃长矛 在一瞬间 全部都朝赵小云飞了过去 而赵小云 看着冷浅这么多的攻击 也丝毫不敢怠慢 直接拿出自己的武器 朝冷浅攻击过去 砰砰砰 两人的招式碰撞在一起 发出阵阵巨响声 而那周围的树木 则是在一瞬间 直接被两人给摧毁了一大片 就连地上的土地 都直接被炸开了 怎么回事 怎么冷浅受伤过后 实力竟然变强了不少 看到这一幕后 赵小云心里也有些吃惊起来 但是 吃惊归吃惊 赵小云的动作 却并没有因此停止下来 既然你不客气 那我也就不对你留守了 赵小云道 冷浅听完这句话后 嘴角勾勒出了一抹笑容 那我倒想试试看 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说完这句话之后 冷浅身形一闪 直接朝赵小云攻击了过去 看到冷浅冲向自己 赵小云的脸色 也不由地微微凝固了起来 他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冷浅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是多么的恐怖 这种力量 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 看到冷浅攻击过来 赵小云也快速做好了应对准备 砰砰砰 两人交锋在一起之后 赵小云也没有办法和冷浅 分辨出什么胜负来 看到冷浅这样强大的攻击力 赵小云的心里也不免担忧起来 之前他以为冷浅的实力 就是刚才那样 可是现在他想错了 他的实力 恐怕已经赶上深渊了 这次算是碰上硬查了 赵小云不断对付着冷浅的攻击 脸色也越来越凝重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实力增强丹药 接下来的三个时辰内 宿主的实力将会提升至最高水平 就在这时候 只见赵小云身体猛的一震 紧接着在赵小云身上 猛地爆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来 这股气息的出现 也让周围的天空都变得暗淡了不少 那是 看到这一幕后 冷浅也不由地皱起眉头来 此时 赵小云听到系统的话后 脸上一洗 我就知道 车到山前必有路 有了系统的帮助 就算冷浅实力强又能怎么样 赵小云刹那间重新拾回自信 看到赵小云的状态后 冷浅也不禁疑惑起来 这家伙是不是吃错药了 难道就是因为 刚才自己用尽全力攻击了一番 现在这祸又突然爆发全力 看到这一幕后 冷浅不禁疑惑起来 这家伙究竟是怎么了 而且 这家伙的身上 还有着一股很特殊的力量 这股力量 让冷浅十分的陌生 就仿佛是一股从未见过的力量 但是 当冷浅仔细去观察这股力量后 他的心中又忍不住疑惑 这股力量 到底是哪来的 不管了 先杀了再说 就在这个时候 只见赵小云直接朝冷浅攻击了过去 看到这样子 冷浅也不甘示弱 直接迎了上去 喷喷喷 两人就这样在空中厮杀着 不断爆发出阵阵巨响声 周围的空气 也随着两人的交手 而产生了剧烈波动 看着赵小云这么强悍 冷浅的脸色 也不由的沉了下来 他知道 如果继续让赵小云这样下去的话 恐怕最终自己会落败 毕竟 自己刚才虽然使用了权力 但是 自己却还没有把握 能够战胜这个家伙 该死 想到这些后 冷浅的脸色 不由的沉了下来 看来 必须要使用最强大的攻击了 冷浅说完这句话后 便直接闭上眼睛 开始念起咒语来 冰封千里 一瞬间 周围的所有冰元素 在瞬间聚集了起来 随后 冷浅也睁开眼睛 他的瞳孔 在这一刻竟然变成了冰蓝色 呼 一口气吐出来的时候 周围的空气瞬间结冰 而在这个时候 那些冰元素 也纷纷朝赵小云袭击了过去 看到这一幕后 赵小云的脸色不由的一变 好诡异的力量 看到冷浅释放出来的冰元素后 赵小云的脸色也不由的变了 这股力量 比起之前来说 更加的厉害 不过 赵小云现在依旧不害怕 因为他的实力已经提升 就算是冷浅的这招 对他依旧没用 而冷浅释放出冰冻千里后 脸色也不由的苍白了几分 这是他最强大的技能之一 因为 这是属于自己的力量 只要自己能够将其掌控好 自己就是绝对的主宰者 而这个技能的消耗 也是非常庞大的 去死吧 冷浅冷冷的说道 同时 也将这股力量给催动到极致 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 周围的地面瞬间裂开了 在这个时候 只见那些裂缝迅速朝四周蔓延 而在地面裂开的同时 也将赵小云整个身躯都笼罩住了 在裂开的瞬间 一阵风暴也瞬间刮起 在这一阵风暴席卷之中 赵小云直接被包裹进去 只要是被我的冰封千里对上的人 绝对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出来的 到时候 你赵小云在里面 会被直接冻成冰雕 然后被风暴撕碎 十万大山的模子又能怎么样 我冷浅的愁 终于爆了 冷浅看着被卷进去的赵小云 脸上终于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然而 就当他以为自己已经胜利之时 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很快 那风暴就渐渐消散 当冷浅看到风暴过后的景象后 惊得一下子跌走在地上 第223章 小蛇 怎么 怎么会这样 他 他为什么会没事 冷浅不敢相信的 揉了揉眼睛 此时 赵小云还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站在那里 仿佛刚才被风暴卷进去的人 不是太眼后 不可能 为什么 我这用尽全力的一击 竟然没有伤他分口 这怎么可能呢 不应该啊 冷浅坐在地上喃喃道 因为这一击用尽了他的全力 此时 赵小云可以不费丝毫手段的 把他拿捏 现在这样的情况 摆明了一个结果 那就是他输了 并且输得彻彻底底 哈哈 冷浅姐姐 刚才那阵风挺凉快的 怎么样 还有没有其他的招式了 或者 刚才的风再来一次 也行啊 赵小云此时 神清气爽的 走到冷浅面前 不得不说 实力强悍的感觉 是真的好啊 要是一直能这样 该多好 不过 赵小云也不贪心 反正现在眼前的冷浅 已经跑不掉了 冷浅看见赵小云走来 脸上一副 视死如归的模样 要杀要寡 悉听尊辩 赵小云却摇摇头 哎 冷浅姐姐 你长这么好看 要是就这样 死了多可惜啊 还记得 咱们刚才赌约吗 冷浅不由的抬头 看向赵小云 我要是交出秘籍 你真的能放过我 赵小云点点头 虽然你刚才想要我的命 但是我赵小云说话算话 既然说了不杀你 那自然不会杀你 怎么样交出来吧 此时 冷浅的眼中 显然非常挣扎 他不知道 到底该不该相信赵小云 说实话 他还不想死 他之前是跟深渊有仇 但还没找深渊报仇之前 冷浅不想死在别人的手中 赵小云看着他 这副挣扎的模样 不由的笑道 冷浅姐姐 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 我害怕什么 冷浅不由的抬头道 当然是害怕深渊了 赵小云毫不客气道 其实你是害怕深渊 才一直躲在这里不出去的吧 我也知道 你这个人啊 胆子就这样 虽然咱们 才接触这么长时间 但我已经看清了 当赵小云说出 冷浅害怕深渊后 冷浅立马怒了 我害怕他 呸 他不过就是一个伪君子而已 我怎么可能会怕他 不就是一本秘籍吗 我给你们便是 就算你们得到了秘境 我依旧能对付得了你们 冷浅之所以守着这个秘籍 就是等着有一天 拿着魔眼斩魂刀的深渊能来 可现在 魔眼斩魂刀 已经不在深渊身上了 那对冷浅来说 再守着这个秘籍 也就没什么作用了 想到这 冷浅缓缓缓从地上起身 赵小云 记住你刚才说的话 只要我交出秘籍 你就不杀我 冷浅道 赵小云点点头 冷浅姐姐 你大可不必这么一直问 我赵小云以魔子的名义发誓 一定会遵守约定的 听着赵小云这话 冷浅终于点点头 好 那这秘籍给你便是 不过 这秘籍 也不是我随随便便能拿出来的 听到冷浅这话 赵小云一皱眉 怎么 你这意思是要耍赖吗 我不是要耍赖的意思 这个秘籍藏得很深 不是轻易就能拿出来的 我需要一些手段来将它弄出来 赵小云 你往后站 你放心都这样了 我是绝对不会耍什么手段的 赵小云听着冷浅的话 不由得点点头 你说的也对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信你 说着 赵小云往后退了退 冷浅看着赵小云的动作 深吸一口气后 往前走了几步 很快 他就来到了自己的房屋面前 就在那一瞬间 冷浅的那个房子 瞬间变成了冰块 只见冷浅猛地跳到半空中 紧接着 他伸出右手 缓缓地对准自己的房子 赵小云站在远处 直接冷浅嘴里 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紧接着 手上也越来越用力 赵小云随即把目光 看向了下面的房子处 只见在冷浅的威力下 那房子竟然不停地晃动起来 轰隆隆 就在那一瞬间 那个房子猛地被连根拔起 与此同时 冷浅猛地一口鲜血喷出 赵小云 密集就在那下面 你去拿吧 冷浅狠狠咳嗽了一声 紧接着 身体不受控制地坠落了下来 赵小云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他房子底下的大坑 于是毫不犹豫地 走到了冷浅身边 冷浅姐姐 你没事吧 怎么看着你情况不太好 赵小云一脸关心道 那冷浅此时脸色苍白 本来就冷得脸上 因为没有血色 看上去非常吓人 此时 他趴在地上 缓缓抬起头 看向赵小云 我 我 我没事 然而 就在他刚说完这句话 突然整个人都冒出了蓝光 看着这一幕 赵小云不由地愣住了 不是 冷浅姐姐 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呢 你怎么就先不行了 只见那蓝光过后 地上的冷浅身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蓝色小蛇的身影 看着地上的蓝色小蛇 赵小云脸上一阵一样 原来 冷浅姐姐 你的本体 竟然是一条冰蛇啊 我倒是没发现 此时的冷浅 已经完全没有了意识 他本来 在跟赵小云的战斗中 就消耗很多 刚才又因为接触密集的静置 一下子用力过猛 所以 整个人都回到了原本的状态 而变成小蛇的冷浅 只感觉赵小云那边 传来非常柔和的感觉 让他不自觉地 就想往赵小云身上靠 赵小云本来准备走的 但那小冰蛇 竟然一下子缠住了他的手腕 并且 无论赵小云怎么甩都甩不掉 不是 冷浅啊 难道这是讹上我了吗 我可没对你做什么 赵小云无奈道 然而 此时的冷浅 已经完全说不了话了 所以对于赵小云的质问 他自然没有回答 赵小云看着手腕上 甩不掉的冷蛇 不由得摇摇头 行吧 既然你非要跟着我的话 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不过 要是等会儿我找不到秘籍 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第224章 给你个痛快 赵小云带着小蛇 很快就来到了大坑前面 看着大坑里的场景 赵小云的眉头 一瞬间的舒展开来 此时 大坑里正放着一个 深色的圆木盒子 就这样静静地 摆在中间的台子上 验货了 赵小云一跃下 转眼间就来到了木盒面前 支呀 赵小云伸手 缓缓打开了木盒 紧接着 赵小云就看到 盒子里面一道金光闪过 里面 赫然正是赵小云要找的秘籍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下终于被我找到了 赵小云满意地 看着盒子里的东西 只见他没有犹豫 立马将东西取了出来 不错不错 这次这个小家伙 倒是没骗我 赵小云说着 看了看 缠在自己手腕上的小蛇 那小蛇仿佛听见了 赵小云说的什么 于是对着赵小云 吐了吐蛇性子 赵小云拿到东西后 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多停留 接下来出去 只要找到紫园王就行了 也不知道那个家伙跑哪去了 不过 这里面的妖兽挺难对付的 这个紫园王也不会这么不长眼的 招惹什么厉害的家伙吧 说着 赵小云大步地走了出去 此时 另一边 紫园王看着两个自己面前的 两个庞然大物 瑟瑟发抖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两个飙过来 我可是紫园王 十万大山的紫园王 你们要是敢惹我 有你们好看的 紫园王颤抖着身体说道 他好不容易才破掉了那些臭和尚 照着自己的屏障 已经耗费了全部的功力 可是没想到这才出来没多久 就遇到了这么两个恐怖的东西 紫园王能够感受到 对面两个家伙 身体里发出去的磅礴力量 要是之前紫园王的实力 在巅峰时期 或许还能跟这两个家伙对上一对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本来就受了伤 现在又耗费了所有的功力 要是现在贸然地跟这两个家伙打起来 那他绝对只有死路一条 这该怎么办 这个该死的赵小云 到底是跑哪去了 竟然不来找我 紫园王心中暗骂 但此时 对面的两个家伙 却没有给他好脸色 鸡头 你说这个家伙这么猖狂 我们该怎么处置 牛头冷笑道 旁边的鸡头 也跟着不屑地冷哼一声 这么能装 那当然是要把他狠狠地教训一顿了 要不然 正当我们这里 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呀 旁边的牛头听到这话 立马同意地点点头 行 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两个打斗就先暂停 先教训这个家伙再说 对 这个家伙不是说 自己是十万大山的妖王吗 那咱们就见识见识 这妖王到底是什么实力 此时 紫园王看着对面 两个家伙的样子 心里立马一沉 你们两个家伙 知道深渊吗 紫园王想拖时间 但对面的两个家伙 很显然非常不给他面子 知道又能怎么样 难道 你说要是我们动了你 深渊会来找我们报仇吗 你也真是太可笑了吧 你觉得这样的话 我能信吗 说着 那牛头跟鸡头大笑起来 我告诉你 你这个什么妖王 今天只有你死在这里的份 今天 就算是深渊来了 也不好使 牛头鸡头嚣张道 该死的 这到底该怎么办 紫园王看着两个家伙 身体不自觉地往后退 好 就在这时 牛头大吼一声冲了过来 鸡头也跟着一起 扑向了紫园王 紫园王看见这两个家伙 向自己扑了过来 心里不由地按脚糟糕 快闪开啊 紫园王急忙向旁边躲去 但是这时 鸡头已经追上了他 伸出了翅膀 向紫园王拍去 哄 被一声巨响 两道光芒直接撞击在了一起 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 瞬间把整片空间撕裂 一道道恐怖的裂痕 以及气流四处扩散 周围的树木直接被震倒 嗨嗨 紫园王被震飞了出去 直接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在半空中翻滚 最后重重地落在地上 牛头和鸡头对视了一眼 然后两个人又同时攻向了紫园王 碰 碰 紫园王再次被拍飞 但是这一次 他没有那么幸运 被拍到之后 直接撞断了一根树板 该死 紫园王感受到了 从身体内传来的疼痛 不由地按骂倒 紫园王知道 现在的自己 肯定不是他俩的对手 因为现在的情况 实在是太危险了 如果再继续战斗下去的话 那么自己只会越来越虚弱 甚至会死亡 想到这里 紫园王的心里面 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 紫园王从地上站起身子 转身准备逃跑 而这时 牛头和鸡头又冲了上来 两个人都是速度奇快 而且都是攻击性非常强 所以紫园王根本无法抵挡 该死的 紫园王心里面暗骂 不过现在 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和两个家伙战斗 但是很明显 紫园王还是不是 鸡头和牛头的对手 很快 紫园王又被拍了出去 这一次 紫园王的嘴角 都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脸色苍白 不好 紫园王心里面暗骄不妙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自己迟早要挂掉 现在 跑也跑不了 他们两个的速度这么快 就算跑出去 也会被他们追上 该死的 难道这次就要隐病于此吗 紫园王满脸不甘 等一下 直前这时 紫园王缓缓起身 看着两人一脸严肃道 那两个家伙 也停下了脚步 怎么 你还是有什么 临终的遗言吗 鸡头笑道 紫园王冷哼一声 我告诉你们 我们十万大山的魔子 是跟我一起的 你们等着吧 我们魔子很快就来 对面的两个妖兽 听到这后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不是 刚才把深渊搬出来 还不过瘾吗 还说什么魔子 怎么 深渊我们都不怕 我们还怕你魔子不成 哎呀 我看你是挺让人无语的 这样吧 我们给你个痛快 如何 第225章 鸡头牛头 我觉得不如何 就在两个家伙 笑着朝紫园王走去的时候 突然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听到那声音后 紫园王立马打起精神来 哈哈 魔子来了 魔子来了 你们两个家伙 就等着挨揍吧 我告诉你们 我们魔子大人 可不是吃素的 紫园王兴奋的手舞足蹈 此时 赵小云缓缓走来 那两个家伙见状 连忙转身看去 这个家伙就是魔子 牛头问道 一旁的鸡头不屑道 魔子吗 我看着就是一个小废物而已 这样的家伙 怎么可能是魔子 他们两个看着赵小云 脸上全是嘲讽 而很快 赵小云就来到了紫园王面前 魔子大人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 不会来了呢 你都不知道 我找你找得多辛苦 紫园王看到赵小云后 连忙跑到他身边 赵小云不由地笑道 紫园王 好歹你也算是个妖王 怎么连这两个家伙 都怕 按道理来说 不应该啊 听到这话 紫园王不由地一正 半晌后才缓缓开口 魔子 之前在路上有受伤 要不然这两个家伙 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紫园王没多说 赵小云也没多问 只见赵小云转身 看向了那两个家伙 两位 我们紫园王 这次也是无意冒犯 真是不好意思 倒霉也没有 给你们造成什么伤害 要不然 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吧 赵小云这话一出 那两个家伙 瞬间大笑起来 不是 你以为你是谁啊 说让我们放了就放了 我们还要不要面子了 我告诉你 你这个家伙 赶紧给我们滚开 不 不用你滚开了 因为等会儿 我连你一块收拾 牛头大笑着走上前 一旁的鸡头 同样不屑地 看着他们两人 赵小云一皱眉道 两位 当真要跟我比划比划吗 废话 不过 这个不是跟你比划比划 而是我们两个要杀了你 懂吗 鸡头上前 尖着嗓子道 赵小云一点也不害怕他们 要知道 刚才系统给的奖励 可是整整有三个时辰 对付他们两个家伙 对赵小云来说 根本就不在话下 摩子大人 你就别跟他们废话了 直接把他们两个打趴下就行 紫园王眼珠子逼溜溜地转 他在心里 已经想好了对策 要是等会儿摩子 跟那两个家伙打起来的时候 他站在原地观望一会 要是发现就立马逃跑 现在 他可不管赵小云会不会赢 反正赵小云过来 已经给他的逃跑 准备了契机 对面的两个家伙 显然没有想到 赵小云会这么猖狂 于是 机头跟牛头 瞬间准备好了战斗的姿势 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就别废话了 来吧 牛头 你从左边上 我从右边上 牛头大喊一声 随即他们两个冲了过去 而这个时候 赵小云也动手了 他的动作很简单 就是直接冲向牛头 牛头也不甘示弱 他直接挥舞着自己的拳头 冲向赵小云 但是 赵小云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当他快要碰到牛头的拳头时 赵小云忽然身子一侧 都变得轻盈无比 竟然从他的面前闪躲过去了 看到赵小云 居然这么诡异地躲掉了他的攻击 牛头顿时吃惊了 妈蛋 原来这家伙 还有这样的能耐 还真是有意思呢 牛头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 机头在一旁提醒道 牛头 现在可不是分心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这家伙干掉 嗯 好 我知道了 牛头 给我用全力 听见机头的话 牛头也不敢怠慢 随后 他猛地挥舞起拳头 朝着赵小云砸了过去 赵小云健壮 脸色微微一沉 他没有想到 牛头会突然发难 不过他的反应速度 却非常之快 在牛头刚刚抬起拳头的那一刻 赵小云就已经往后跳跃出了数米 随后 他再次回到原位 他刚才所站立的位置 此时出现了几道深浅不一的脚印 看到这些脚印 机头脸色微微一变 牛头也是如此 他也不明白 赵小云究竟怎么做到的 但是他没空考虑太多 因为他们两个的对决还没结束 赵小云站在原地 脸上露出了冷笑 他并没有再继续出手 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看到这种情况 机头和牛头都是脸色凝重起来了 妈蛋 这小子在搞什么鬼 不管了 我们先干掉他再说 两人说完 又是猛地冲向赵小云 准备对付赵小云 不过 他们两个的速度虽然很快 但是跟赵小云比较起来 还是差距甚远 赵小云在他们冲向他的同时 忽然消失在了原地 卧槽 这小子居然又消失了 我们被耍了 是啊 妈蛋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态 怎么每次都能够避过我们两个的攻击 我靠 他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这个小子的速度实在是太变态了 我们这样下去 迟早会败在他的手中啊 那该怎么办啊 看到赵小云又消失在了自己的面前 机头跟牛头严肃地看着周围 他们没想到 这次竟然还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高手 他们两个可是这么密经内最厉害的 可现在赵小云的实力 已经超乎了他们的预料 两位 刚才我就说了 这件事情 要是你们刚才就放走紫园王 根本就没这样的事情 既然你们非要这样 那我也没办法了 赵小云笑道 听到赵小云这番话 机头跟牛头的眉头紧皱 赵小云 既然这样 我也不想跟你废话了 直接杀死你吧 说完 他再次扑向了赵小云 看到这一幕 赵小云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他没有再躲开 而是直接迎了上去 他的速度也非常快 转眼间 二人就交手十招了 碰 碰 两人不断地撞击在一块 发出巨大的响声 轰隆隆 二人交手的范围越来越广阔 甚至在二人所在的这片区域形成了一圈波纹 第二百十六章 拿到了 这一刻 鸡头跟牛头的脸色都变得极其难看起来 赵小云的实力太强了 强大到超过他们的预期 而且 赵小云的身体仿佛没有任何痛感 不管受到怎么样的伤害 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一抹微笑 他的速度非常的快 几乎没有丝毫停奔 而此时的鸡头却渐渐地感觉到吃力起来 赵小云的攻击力非常之强大 虽然鸡头跟牛头已经尽全力去抵挡了 但还是无法将赵小云给压制住 很快 二人又过了三招 这时 鸡头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后背传来一股剧烈的疼痛 原来 赵小云竟然用他的双肘抓向了自己的背部 而这时 牛头突然发动袭击 朝着赵小云的脑袋狠狠地砸了过去 赵小云也没有躲避 而是继续攻击鸡头 同时还挥舞着双肘朝着鸡头狠狠地攻击 噗哧 碰 两者再次相遇 鸡头的后背再次被划出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鲜血顺着鸡头的后背流淌了下来 而此时 牛头的攻击也在那一瞬间落到了赵小云的头上 可是 就在这个时候 赵小云却猛然间转身 一巴掌扇向了牛头 牛头的脑袋当即遭到重击 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碰 重重地砸在地上 而与此同时 赵小云再次扑向了鸡头 啊 看到赵小云的攻击 鸡头的瞳孔骤然一缩 连忙挥舞着利爪挡在了自己的胸前 只不过 在赵小云的攻击下 他根本挡不住 碰 碰 咔嚓 咔嚓 赵小云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鸡头的利爪之上 咔嚓一声 力爪当即破碎 而与此同时 赵小云的铁拳也砸在了鸡头的肚子之上 啊 惨叫声随之响起 赵小云的铁拳狠狠地砸在了鸡头的肚子之上 瞬间便将鸡头的尾骨给砸穿 鸡头 看着鸡头惨死 牛头愤怒地大吼一声 他直接冲向了赵小云 他要报仇 看到牛头冲向自己 赵小云的嘴角勾勒出一抹邪魅的笑容 身形陡然一闪 便消失在了原地 牛头冲上去的瞬间 赵小云已经从另外一个方位出现 他直接对着牛头的头颅砸了下去 牛头的脸色顿时一变 连忙朝后退去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赵小云的身影出现在了他的左侧 碰 一拳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右臂上 哦 伴随着一声惨叫 牛头的右臂瞬间便被砸断 噗哧 下一秒 赵小云再次一拳砸出 将牛头的脑袋砸烂 轰隆 随着这一拳的结束 牛头的尸体 直接掉落到了地上 这一幕 让本来准备走的紫园王 彻底的呆愣在了原地 这 这到底是多么恐怖的实力 竟然这么轻易的 把他们两个就给解决了 这 赵小云怎么会这么厉害 紫园王狠狠地咽了口唾沫 他知道赵小云的实力非常厉害 但是也不至于一下子 就能把那两个家伙 全都解决了 怎么赵小云的实力 突然间就提升了这么多 难道是又突破了 紫园王不敢继续想下去 赵小云看着面前的两个尸体 无奈地摇了摇头 本来这件事情 你们放过紫园王就能解决的 可是你们偏偏不听 现在只能落到这个下场了 赵小云难难一举 要是之前没有系统的帮助 他对付两个家伙 胜算不是很大 可刚才系统的奖励 可不是白来的 这两个家伙 可抵挡不住系统的力量 赵小云看着两个尸体 摇摇头后转身 紫园王 这东西已经解决了 咱们现在可以回去了 说着 赵小云就往回走 紫园王一愣 不过他随即道 等一下 摩子 你说 咱们现在就回去吗 赵小云停下脚步 点点头 对啊 就现在回去啊 要不然还待在这里干嘛 可是 可是对付摩檐斩魂刀的秘籍 还没有找到呢 咱们怎么能这么快就回去呢 回去之后 尊上不说我们吗 紫园王一点奇怪地看着赵小云 难不成是赵小云急着回去 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吗 然而不等他想明白 赵小云就给了他回答 紫园王 我已经拿到那秘籍了 所以 咱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虽然赵小云能够感觉到 这秘境内肯定还有其他的好东西 但是赵小云知道 他只有三个时辰的无敌时间 可能在这里多浪费了 对面的紫园王听完 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 不是 你说什么 那东西已经拿到了 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么快呢 咱们两个才刚分开 没多长时间啊 要知道 他之前是看着赵小云 放地藏佛门的那些人走的 而他走后 紫园王虽然被困在了那里很大一会 但出来后 紫园王立马就来到了这 可是现在赵小云却说 东西已经拿到了 那个东西 难道非常好拿吗 怎么可能 那为什么会这样 紫园王心中的算盘落了空 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 模子 你真的确定拿到了吗 该不会是拿错了吧 紫园王不解的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见状 从怀里掏出那本秘籍 你自己看看吧 这本秘籍 就是真的 说着 赵小云把手里的那本秘籍递了过去 紫园王不敢相信的 接过他手中的那本秘籍 结果后 紫园王迫不及待的立马翻开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 就算是他不懂 也能感觉出来 这个秘籍就是真的 哈哈 模子大人不愧是你啊 这么快的 就把秘籍给找到了 紫园王见状 把手中的那本秘籍递了回去 赵小云见状 笑道 紫园王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吧 咱们能回去吗 赵小云能够清晰的感觉出 紫园王心里的不满 但是赵小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家伙 明明自己还救了他 他还不懂得感恩 不过 对于这样的事情 赵小云也没放在心上 毕竟 紫园王可是十万大山的妖王 第227章 怎么办 不过 模子大人 怎么咱们来了这么长的时间 都没见地藏佛门的人啊 紫园王跟在赵小云身后 故意道 他知道 赵小云一定没有看到 他跟地藏佛门那些人的斗争 所以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问 而赵小云很明显 在听到紫园王的话后 立马停下了脚步 紫园王 说不定是那些地藏佛门的人没来呢 赵小云笑得意味不明 紫园王立马道 不是吧 模子大人 我来的时候 好像看到了地藏佛门的人 但是那些人跑得非常快 我只是看到了他们的一个背影 想要过去追赶他们的时候 发现已经跑得没影了 紫园王这话 让赵小云不由地看向他 是吗 那真是可惜啊 我走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他们 赵小云故意给他打马虎眼 紫园王见状 只是笑了两声 然后没说话 既然现在也没什么事了 那咱们就赶紧离开吧 咱们这次离开花了很长时间了 恐怕尊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赵小云道 紫园王点点头 那是当然 既然没什么事了 当然不用在这里了 走吧 说着 两人快速地朝着秘境外冲去 只不过紫园王冷静下来后 总感觉自己身边的赵小云有些不对劲 好像是赵小云身上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也好像多了一些东西 另一边 地藏佛门那边 天行带着一行人 很快回到了地藏佛门 回到地藏佛门后 天行很快让所有长老集合在了一起 而此时 留在地藏佛门的一个人空字被长老 焦急地等待着其他人的回来 哎呀 你们四个可算是回来 我这心里啊 隐隐约约总感觉到非常不安 幸好天行长老也察觉了这件事情不对劲 那空字被长老 看着剩下的四个人回来后 立马上前说道 那四人看着他 缓缓地叹了口气 哎 你是不知道这次的行程有多凶险 我们四个现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恐怕接下来的几个月 我们的事物都要交给你了 空静上前叹了口气 听到这话 那个长老立马担心地问道 不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受到这么严重的伤 不是说 那个秘境非常的简单吗 空静再次叹了口气 你都不知道 这次的情报有误 那个秘境根本就不是什么简单的地方 里面一个最低等的妖兽 我们四个都很难拿下 这话再次让那个长老一惊 怎么会这样 该死的 到底是谁给咱们传的假消息 不过 还好天行长老过去的解释 把你们从妖兽的手上救了下来 然而 空静接着又道 不 妖兽不是天行长老打败的 而是赵小云出的手 空静说完 低下了头 这顿时让那位长老意外 赵小云 那个家伙 不是已经叛变了吗 怎么会突然帮助咱们地藏佛门 难道这件事情 真的有什么其他 咱们不知道的隐情 空静再次的叹了口气 长老 你可不要多想 那个家伙 现在坏得很 本来这个妖兽 就是他引过来要对付我们的 用这个妖兽威胁我们 交出那个秘境的地图 本来我们是不愿意答应的 但是没想到 他竟然用地藏佛门的弟子性命威胁 我们也是没办法 才把地图给了他 这话一出 那长老瞬间脸色阴沉下来 哼 该死赵小云 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可恶 我就知道 这个家伙一定不会改邪归正的 那长老气愤道 然而 空静也脸上阴沉道 长老 你是不知道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长老 你知道天行长老 到底是从谁手下 把我们救回来的吗 那长老摇摇头 空静冷哼一声道 这次 天行长老 是把我们从紫园王手中救下来的 而紫园王 就是跟赵小云一块来密敬对付我们的 这话一出 不仅是那个长老 就连周围的其他人 也跟着一同愤怒起来 那些地藏佛门的弟子 更是愤怒的斥责着 那个该死的赵小云 之前是我们地藏佛门的人 没想到这才多长时间 他真的对得起我们长老的栽培吗 就是啊 我们地藏佛门养他这么多年 结果就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白眼狼 哼 当初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当上我们的佛子的 赵小云简直是可笑至极 听着地藏佛门这些人的讨论 天行缓缓上前 阿弥陀佛 各位长老 这次的事情也有我的不对 天行对着几位长老微微汗手 那几位长老连忙摇摇头 天行长老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要不是你能及时赶来救我们 我们恐怕这次都回不来了 是啊 天行长老 你不用给我们道歉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怪你 天行长老 这件事情 说到底都怪那个赵小云 看着周围这些人 天行摇摇头 不 要不是我疏忽 得到了一个假情报 也不会让你们受伤 咱们地藏佛门 也不会就这样白白的牺牲了一个弟子 众长老见天行这般 也知道他们说什么都没用 于是叹了口气 没有继续说 那长老 咱们接下来要怎么办 难道就是有那个赵小云 一直那样下去 现在他可是十万大山的魔子 万一 他又带着十万大山的人打过来呢 是啊 不仅是赵小云 还有那些妖王 甚至还有深渊那个家伙 要是他们来 我们又免不了一场血战 那咱们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放人不管吗 绝对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啊 天行听着这些人的话 缓缓上前走了两步 他双手合十 嘴里也不知道在念叨着什么 这件事情 在十万大山没行动之前 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妄动 半晌后 天行缓缓道 不过 我们明面上虽然不能轻举妄动 但背地里 可一点也不能松懈 第228章 你没错 十万大山 赵小云带着紫园王 很快就回来了 他们两个很快就来到了 十万大山的主事殿里 此时 深渊已经早就在那里等候多时了 紫园王跟摩子回来了 就在这时 门口都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随即 殿上的所有人都把目光看向了门口 摩子 你回来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深渊看着两人进来 点点头后问道 不过 深渊在赵小云进来后 明显感受到了 他身上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气息 不由的 深渊审视起赵小云来 然而赵小云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而是上前 连忙道 尊上 虽然没有捉拿到那些地藏佛门的人 但信不辱命 对付魔眼掌魂刀的功法 我已经成功地拿了回来 功法吗 拿过来我看看吧 深渊点点头 赵小云也没有犹豫 掏出功法后就递了上去 深渊接过那东西时 一瞬间被赵小云手腕上的东西吸引 咦 摩子 你手上这个手势 看上去怎么这么奇怪呢 深渊眯着眼睛问道 赵小云见状 不由得看向自己的手 哈 尊上 这是我心得到的 尊上 要是你想要的话 送给您了 深渊见状 哈哈笑了两声 你这小子说的什么话 我可不是随随便便要你的东西啊 深渊接过赵小云手中的秘笈后 对着赵小云摆摆手 赵小云见状 心里松了口气 他知道 深渊跟手上的棱钱有着仇恨 要是让深渊知道了他手上的这东西 恐怕不会让棱钱好过的 赵小云下去后 深渊看着手上的秘笈点点头 不错 这东西 确实是对付摩檐斩魂刀的功法 摩子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这东西 我就先保管了 赵小云立马道 尊上 您保管我更放心 行 摩子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如果有什么事 我会再派人叫你的 深渊道 赵小云行了的礼后 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等到赵小云走后 深渊看向了一旁的紫园王 紫园王 这次跟着莫子一起去秘境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收获呢 听到深渊这样问 紫园王顿时一喜 他就知道 这次尊上让他跟摩子一起去 就是让他好好地监视赵小云的 尊上 刚才摩子在这里 我不知道说什么 不过你放心 我这次的收获 还是非常大的 紫园王笑着上前 他缓缓掏出了流影石 尊上 您看 这是摩子跟地藏佛门 那些人的情况 不过尊上 我可不是故意说摩子的坏话 而是摩子的这个做法 简直太可恶了 您都不知道 本来他有能力 抓到地藏佛门的那些人的 可摩子就是故意让他们走的 紫园王愤怒道 尊上 这事情您一定不能姑息 要是这次摩子逃过去了 下次他不一定又做出什么事情来 所以 尊上 您一定要慎重考虑 深渊看完了那流影石上的内容后 又转头看向紫园王 紫园王 你说这一幕 你都记下来了 那为什么摩子放走地藏佛门那些人的时候 你没有去追呢 深渊问道 紫园王脸上解释 哎呀 尊上 您是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不会去追他们呢 我在摩子走后 就过去追他们了 可是 追是追上了 也差一点就被他们抓住了 可是 就在这时 那地藏佛门的天行来了 我本来之前就已在秘境里受了伤 天行一来 我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就这么让他们给跑了 紫园王说到这 脸上全是懊悔 深渊见状 拍了拍他的肩膀 紫园王 我可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只是没想到 你会在秘境里受伤 这话顿时让紫园王脸色严肃起来 尊上 那个秘境绝对不一般 单单就在门口的一个妖兽 就能把我伤了 所以这个秘境里 一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深渊点点头 我也是得到这个消息 这个秘境 确实不是一般的秘境 不过现在 既然你们已经回来 眼下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尊上 说的是 不过 魔子的事情 你要怎么处理 紫园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深渊 深渊瞥了眼他 淡淡道 紫园王觉得 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处理 当然是 狠狠地给魔子一个教训 要不然 这件事情传出去 十万大山的人可不会满意的 紫园王只顾着说着自己的观点 一点也没有观察深渊的反应 深渊笑道 可是 紫园王 魔子不仅拿回了魔眼斩魂刀 还拿回了秘籍 难道 这些不能抵过吗 这话瞬间让紫园王哑口无言 深渊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紫园王知道 如果这些事情让自己去办 他肯定没有赵小云办的好 不仅如此 他说不定 根本就拿不回来这两样东西 深渊尊上 现在肯定非常认可赵小云的能力 而他这个时候 在深渊尊上面前说 赵小云的坏话 这不是在自讨苦吃吗 想明白后的紫园王立马兴奋不起来了 尊 尊上 我实在是没有想那么多 对不起 这种事情 我应该考虑好再出口的 紫园王低下头 深渊却摇摇头 紫园王 这件事情你说的本来就没错 因为你是为我 为整个十万大山着想的 不过 现在由我坐镇 你觉得 魔子能翻出什么花样吗 紫园王连忙摇摇头 尊上 您的实力这么强悍 魔子肯定不会不长眼的 在您面前作死 您的能力 我们十万大山没有不服的 所以 您说的话我就记下了 深渊摆摆手 既然知道的话 你就先下去吧 不过 紫园王 以后还要麻烦你 多看这些魔子了 这话一出 紫园王立马兴起道 尊上 您放心 我一定不如使命 深渊这话 就是认可了他的做法 虽然秘境的事情没什么结果 但眼下尊上这话 可是好事 第二百二十九章 可爱轻摇 另一边 赵小云刚刚走出去 就看到了迎面来的轻摇 魔子大人 您终于回来了 当轻摇看到赵小云后 立马激动地跑到他的身边 赵小云看着激动的轻摇笑道 轻摇 不知道这几天 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 多谢魔子大人的关心 我这几天 除了非常思念魔子大人以外 过得都挺好的 轻摇说着 害羞地看向赵小云 只不过 轻摇的视线 刚落到赵小云身上没多久 就感觉到了赵小云身上 有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这道气息 让轻摇忍不住一论 哈哈 轻摇 你我之间也不必这么可见 你口一个魔子大人 我倒是有些非常不习惯 赵小云摆摆手 但此时 轻摇的注意力 已经完全被赵小云身上 这股莫名的气息给吸引了 所以 并没有把赵小云的话放在心上 魔子大人 你这回来 是有带回来什么东西吗 轻摇眼睛看向赵小云 赵小云本来还想说什么的 但是看着轻摇的这个眼神 不由得一愣 轻摇的这个眼神 看着他 怎么就像是看复兴汉一样 这不应该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这样呢 赵小云不解道 轻摇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回来的时候 当然带了东西 这话让轻摇心里一沉 魔子大人 您为什么要带东西回来呢 轻摇不知道那气息 到底藏在赵小云身上什么地方 但轻摇可以肯定 这股气息跟赵小云的关系不一般 而赵小云 现在竟然能这么坦荡的就说出来 那是不是就说明 而此时 赵小云却奇怪道 我去就是为了把那东西带回来的 不是 轻摇 你这是怎么了 是发现了什么问题吗 赵小云伸手 在轻摇的眼前晃了晃 也就是因为赵小云的这个动作 轻摇看清了赵小云手上的那个小蛇 等 等一下 魔子大人 你手腕上 什么时候多出来的一条小蛇 轻摇抓着赵小云的手 满脸严肃的问道 赵小云见状 小小道 哦 你说的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守护那本秘境的 它叫冷浅 不过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它就缠上我了 我也是没办法 只能戴在手上了 左右 不过是多了一个手势而已 赵小云看着轻摇 一副气鼓鼓的模样 瞬间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轻摇 难不成因为我带回来了一条小蛇 所以你吃醋了吧 赵小云故意问道 轻摇见状 连忙摇摇头 魔子大人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怎么可能会吃醋呢 魔子大人想多了 我 我还有事 要去找尊上 你就先回去吧 说着 轻摇头也不回的 朝着刚才赵小云来的方向走去了 看着轻摇的背影 赵小云笑着摇摇头 这个轻摇还真是可爱啊 轻摇就这样红着脸 来到了深渊大殿的面前 然而 就在他刚走到大殿门口 就看到了从里面出来的紫园王 哟 这不是咱们青湖王吗 怎么 现在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怎么一副少女思春的模样 紫园王见到轻摇后 开口大声道 轻摇见状 一皱眉 紫园王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思春关你什么事 紫园王冷笑一声 轻摇大人啊 你别忘了 你可是站到了魔子那边 你这是要跟我们所有的妖王要作对啊 所以我当然关心你了 轻摇见状 不由得冷哼道 紫园王 看在之前咱们的情面上 我不跟你计较这么多 不过现在还请你让开 我要去见尊上了 紫园王笑着侧身 给他让出了一条路 轻摇啊 轻摇 难道尊上就不知道你的那些心思吗 不过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 这次 魔子在秘境 可是跟地藏佛门的人勾搭上了 并且 这件事情 尊上已经知道了 这话一出 轻摇顿时愣在了原地 他猛地转身 眯眼道 是什么意思 这次的行动 不是你跟魔子一起去的吗 难道说 这一切都是你的亲眼所见 轻摇握紧了拳头 他已经明白了 紫园王是什么意思 他刚才说尊上已经知道这件事 那肯定就说明 这件事情 就是紫园王跟尊上说的 这个紫园王 这件事情 一定就是他故意的 就算赵小云跟地藏佛门的人接触 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并不能说明 赵小云要对十万大山不利 现在紫园王竟然拿着这个事情 到尊上面前说 简直就是太不要脸了 想到这 轻摇眼神就死死地盯着紫园王 仿佛要把紫园王盯穿一样 但紫园王可一点也不害怕轻摇 他见轻摇这般 忍不住笑道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啊 忘了 你还跟魔子大人有一腿 我确实不应该在你面前说这件事情的 不过呢 现在尊上又给我的一个命令 就是时不时地监督一下魔子大人 你说这件事情该如何是好啊 看着紫园王故意的模样 轻摇狠狠地咬了咬牙 哼 紫园王 魔子大人深正不怕影子邪 就算你使用这些手段 也不能怎么样魔子 不过 我倒是要提醒你一句 有些时候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 要不然什么时候 把自己陪进去了都不知道 说完 轻摇冷哼一声 转身进了深渊的大殿 紫园王看着轻摇这般 不由得比一道 现在的情况 你还看不清楚吗 竟然还想着帮那个赵小鱼 轻摇啊轻摇 你还真是可笑至极 不过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 说完 紫园王也冷哼一声 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轻摇进去后 发现此时深渊正在看着他 尊上 轻摇进去后 缓缓地走上前 刚才 你是在门口遇到了紫园王吗 深渊问宝 轻摇点点头 对 轻摇啊 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不管你们这些妖王私下怎么斗 不过 我希望你们这些妖王 不要做出什么不利于十万大山的事 第230章 火凤之意 尊上 说的这些 我都已经明白了 轻摇对着深渊点点头 你明白就好 魔子的事情 我自有分寸 你有你自己的选择 我不会阻拦 只不过不要忘记我刚才的话就行 深渊说完 对着轻摇摆摆手 轻摇点点头 他明白了 深渊是什么意思 行 尊上 那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 轻摇转身就朝着外面走去 此时 赵小云刚回到自己的宅子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就在他刚踏进院子的一瞬间 突然感觉到 一股气息隐秘在院子里 谁 谁在那 赵小云眼睛一眯 就在赵小云往前走了两步后 突然身后的大门 砰的一声关了上来 赵小云 终于等到你回来了 我等你等的 可是真辛苦啊 就在这时 火凤王突然出现在院子里 他看到赵小云后 马上大笑了起来 火凤王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你现在应该是在自己的府上关禁闭的 赵小云冷笑一声 火凤王健壮 不由得不屑道 我告诉你 赵小云 这次我来就是找你报仇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可能会被关禁闭 我告诉你 这段时间 我的实力可是提升了不少 怎么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比 赵小云摇摇头 就你那样的功夫 我看还是算了吧 要不然等会儿 你又该说我欺负你了 赵小云 你竟然敢这么羞辱我 好啊 你简直就是在找死 火凤王立马怒了 这个赵小云 今天要是他火凤王 不把他打的求饶 他以后就跪着走 说着 火凤王大吼一声 朝着赵小云冲了过来 赵小云看着火凤王的动作 一皱眉 你这家伙 还真是可笑 既然你非要这样 那我就陪你玩玩 说着 赵小云也摆好了战斗的姿势 火凤之言 火凤王大吼一声 顿时 只见火凤王的双翅猛地张开 形成一道强有力的山峰 顿时 在火凤王的身前 出现了一道强烈的飓风 飓风席卷整片天空 紧接着 飓风变成了火焰 火凤之言 这个技能的属性是 在使用者的周围 形成火焰 而在火凤之言的范围内 敌对目标将会遭到火焰的灼烧 赵小云却站在原地一动没动 当然 这并不是说赵小云不可以躲避 实际上 赵小云是可以躲避的 可是他为什么不躲呢 因为他想看看 火凤王使用的这个技能 到底有多么厉害 哄 就在这个时候 火焰已经降临了下来 瞬间 火焰降临到了赵小云的面前 紧接着 赵小云便被火焰给吞噬了进去 哈哈 看着这一幕 火凤王带来 藏在暗处所有的人都兴奋地喊了起来 哈哈 摩子被火焰给吞噬了吧 我们赢定了 没错 摩子肯定死定了 哈哈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咱们火凤王加强版的攻击下活下来的 摩子这次啊 绝对是死路一条 哈哈 咱们火凤王这回算是扳回了一城啊 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众人看着这一幕 也是议论纷纷地说道 然后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火凤王也是冷哼了一声 哼 我加强版的攻击 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但是 没想到赵小云竟然连一招都撑不住 真是废物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 赵小云的身影再度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嗯 怎么可能 赵小云这个混蛋 明明已经被火凤王加强版的攻击 给弄得死无葬身之地了 可是他怎么又出现在这里 藏在暗处的众人 看到这一幕 也是露出了惊讶之色 火凤王看到这一幕 也是脸上带着疑惑之色 怎么可能 这是怎么回事 火凤王看着赵小云 也是露出了惊讶之色 就算赵小云能躲得过他的攻击 也不可能就这样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他面前 难道 这段时间 赵小云的实力也提升了 火凤王不敢继续想下去 而此时 赵小云微微一笑 没有理会火凤王 只见 赵小云的身影一闪 直接朝着火凤王扑杀了过去 火凤之意 火凤王看着这一幕 也是脸色微微一变 紧接着 在他的身上出现了数十个羽毛 那些羽毛在火凤王的控制下 飞舞了出去 与此同时 赵小云也是挥拳 朝着火凤王轰杀了过去 顿时 火凤王和赵小云的拳头 撞击在了一起 随即 赵小云和火凤王的身体 同时倒飞了出去 赵小云倒退出去 五步才稳住身形 而火凤王则是倒退出去八步 才稳住身形 这个时候 赵小云也是冷哼一声 你就这点本事吗 如果仅仅是这点本事的话 我劝你还是早点投降 省得受苦 哼 赵小云 虽然你的实力比我强大 但是 别忘记了 这是我加强版的技能 你就算不死 也会重伤 火凤王冷哼一声 不甘示弱地说道 赵小云闻言也是淡淡一笑 那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哼 赵小云 你太自负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火凤王看着赵小云 脸色也是阴沉了下来 火凤王的话刚刚落下 只见 火凤王身后的那些火红羽毛 全部飞向了半空之中 随即 火凤王的背后 便凝聚了一个巨大的翅膀 那个翅膀散发出炙热的温度 呼 随即 在那火凤王的翅膀下方 出现了一个漩涡 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渐渐的 火凤王的身体 竟是慢慢地飘浮了起来 那火红色的光芒 在火凤王的翅膀上面流转 显得异常绚丽 火凤之一 火凤之雨凝结的火焰羽毛 可以吸收周围的火元素为己用 并且可以将对手包裹起来 形成一个囚笼 困在里面 持续时间10秒钟 冷却时间12小时 看到这里 赵小云也是皱了皱眉 看着这个技能 赵小云心里 也是不由的一阵诧异